夕阳西下 风景如画 在一片沙滩的礁石中 往往双手抱膝 蹲在两个石头缝间 身上白色的T恤已经脏得像抹布 头上的卷发已经打结 像顶了一团鸟窝 这一个星期以来 他实在是太惨了 本来好好地躺在家里玩手机 结果啪的一声 就穿越过来这荒岛中 被迫求生 这一个星期以来 他没洗过澡 没刷过牙 没吃过一顿饱饭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 每次拉屎都没有纸 只能用手抠 看着自己微微发黄的手指 他心中的苦闷 无人诉说 小时候拉屎没有纸 还可以找树叶擦 但在这片荒岛却不行 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大了 几百米高的巨树随处可见 一颗椰子 比自己的房间都大 就连石头边的小草 也有几人高 坚韧得好像皮革 丝都丝不动 它好像缩小了无数倍 然后被丢进一个 满是巨物的荒岛之中 在这危险的荒岛中 连拉屎都变成一种奢侈 下次要不找个石片瓜吧 虽然有点疼 就在王莽思考之际 突然 他头顶的石块剧烈抖动 仿佛有什么巨大的东西 在上面爬行 王莽双眼瞪大 翻身就躲在了石缝的更深处 透过缝隙可以看到 在外面 一直有两层楼高的大青蟹 正在缓缓爬行 他每只脚都锋利无比 全身的甲铐 泛着金属般的光泽 王莽躲在两个石缝间 瑟瑟发抖 这个星期以来 他见到过太多巨物 这整座荒岛中 就没有比他还小的生物 巨大的倾泻渐渐走远 王莽又蹲坐在石缝间 他望着面前 一望无际的大海 落日映红了他的脸 他突然想到了 老人与海 自己该不会一辈子 都被困在这里吧 不会真的一直到老 都要守望着这片海吧 王莽摇了摇头 不行 绝对不行 他要自强 自救 属性面板 随着王莽说出这几个字 他面前出现一道虚拟的面板 人物 王莽 固有天赋 无冷叠加 等级 LV1 零反斜杠100 体质 7 精神 6 能量 15 技能 技能1 初级肌肉强化 消耗5点能量 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20% 持续时间60秒 冷却时间5分钟 助 肌肉强化属于体质增幅型 会同时全方位提升身体的强度 骨骼 内脏等各项身体数值 使其达到与肌肉增幅匹配的程度 评分 一颗星 技能2 5 技能3 5 王莽看着面前的虚拟面板 叹了口气 在他穿越过来这座荒岛后 就随身带着面板 一开始 他还以为自己的外挂到账了 兴奋异常 可后来 他发现 大家都有 是的 王莽并不是一个人穿越 而是全民穿越 而且穿越的大家都有面板 在穿越之后 大家除了随身带着面板 其实也还解锁了不少功能 就像游戏一样 在面板最下角 还有着 打造 分解 背包 论坛 聊天群 拍卖商城 等一系列的功能 他不知道 蓝星一共穿越过来多少人 但是光他所在的聊天群 就足足有十万人 而且 这些人全部都是 在红旗下长大的华国人 在穿越过来第一天 群里热闹非凡 大家都在讨论 自己怎么穿越了 讨论看到怎样的奇异景象 但没过一个小时 群里的画风就一变 大量的人开始发求救信息 论坛里也发出各种怪物的图片 不到一天 十万人就死了三万 这恐怖死亡率 让所有人都如履薄冰 瑟瑟发抖 第二天 群里又有一万人的头像 变得暗淡 第三天 群里死的只剩下五万人 所有人都绝望了 按这个速度死下去 恐怕不到一个星期 大家都得隔屁 但第四天 奇怪的现象发生了 所有存活的蓝星人 全部消失 在他们头像上都显示着 下线 整个聊天群中 只剩下往往一人 孤零零地发着信息 大家人呢 说话呀 你们怎么都下线了 我怎么还在这里啊 求求来一个人吧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直到四天后的现在 夕阳西下 王莽一个人固灵灵地 蹲在石头缝间 像个孤独的老人 大家都回家了 就他一个人 被丢弃在这荒岛中 这到底是个 什么鬼情况 王莽看着面前的虚拟面板 死死地盯住 固有天赋那一栏 五冷叠加 被动技能 释放技能时没有冷却 且释放技能的状态效果 可以持续叠加 评分 六颗星 超越 魔神级 穿越过来后 其实群里的十万人 每个人都觉醒了 自己的天赋能力 但大家的天赋评价 几乎都只是一到三颗星 四颗星的天赋 只有寥寥数人 五颗星的 更是一个都没有 而他王莽觉醒的天赋 却是超越五颗星的魔神级 在觉醒当天 王莽欣喜若狂 你想想 如果玩游戏 你的技能没有冷却时间 你就是玩个辅助 都可以超神 这天赋 简直就是bug级别的存在 觉醒了如此厉害的技能 王莽应该是高兴的 但现在他极度怀疑 自己没有下限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技能 如果把穿越过来这个世界 看作是一种状态 那状态结束后 大家就会回到原本的世界 就像进入了某种技能冷却 而现在 他的被动天赋 无冷叠加 直接让这个状态 没有了冷却时间 所以 自己才会一直待在这片荒岛中 也就是说 他恐怕永远也回不去蓝星了 天边的太阳缓缓下山 王莽还是孤零零的 坐在石缝之间 这片天地 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类了 他王莽 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流手童 很快 夜幕降临 黑不一样的天空中 布满了无数星辰 随着太阳下山 平静的沙滩上 突然热闹了起来 王莽搬动几块大石头 把两块巨石间的缝隙堵住 白天都是一些几十米 上百米的巨大怪物在活动 他们根本就不在意 像王莽这样的小不点 而到了夜晚 则是各种小昆虫 小动物的天堂 所以 夜晚对他来说 才是最危险的时刻 因为王莽实在是太小了 他缩在角落里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顺便紧了紧身上的衣服 夜晚的海边 冻得他手脚冰凉 随着天色暗下来 外面的吵杂声越来越剧烈 到处都是虫鸣 咿咿呀呀地吵个不停 突然 门口的石堆抖动起来 一阵一阵 很有节奏 随着每一次震动 都还有兴奋的虫鸣在外面吟叫 王莽看着门口 心中破口大骂 不是吧 你们又来 春天来了 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王莽贴在石头的缝隙间 向外观望 果然 两只类似蚂蚁的巨大虫子 正叠在一起 就像生物树上的青蛙一样 要不要这样 你们要不要这样 王莽在心中愤怒地狂吼 我王莽已经成了留守儿童 孤寡老人 天天吃不饱 穿不暖 还要被迫住进这石头疙瘩里 用手抠使 你们懂不懂 什么叫用手抠使 你们体验过那种感受吗 现在天黑了 我只是想好好睡个觉 但你们却还要在我家门口乱搞 乱搞 你们的良心就不会痛吗 前天我就忍了 昨天你们更过分 搞完还要在我家门口拉脱使 这尼玛是人干的事吗 你们还有没有公德心 而今天 你们简直就无法无天了 居然直接贴着我家门前搞 难道就不怕 把我家门搞坏吗 王莽身形后退 贴着石壁 隐藏在黑暗里 他双手紧握一柄长斧 在所有蓝星人穿越过来时 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初始宝箱 可以开出不同的奖励 而这把长斧 就是他开出的新手装备 王莽紧盯着面前 不断震动的石堆 神色有些紧张 这些长得像巨大蚂蚁的怪兽 可不是擅长 它们虽然是 生活在这座荒岛中 最底层的生物 但每一只也都有牛犊大小 浑身不满着坚硬的黑色甲铐 之前王莽就打过它们的主意 结果一斧头砍上去 连它们的房都破不了 它们身上的黑色甲铐 实在是太硬了 此时 外面的两个虫子 不断撞击着门口的石堆 眼看石堆就要挡不住了 碰 一声巨响 终于 在门口的石堆全部倒塌 瞬间 两只巨大而争鸣的蚂蚁头 从石头缝中猛地挤了进来 离王莽只有机密的距离 咽了咽口水 手不断握紧长腐 冷汗不断出现在额头上 面前的这两个巨蚁太大了 一对大鳄 仿佛两把锋利的巨剪 上下开合 这距离实在是太近了 它已经能看见 那巨蚁锋利的大鳄 自己要是被这玩意咬住 恐怕直接会像香肠一样 被剪成两段 怎么办 这玩意都冲进来了 恐怕马上就会发现自己 要不拼了 不行 八成打不过 而且 就算打赢了 外面还有那么多 自己也不可能逃出去 王莽满头大汉 双手紧握长腐 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两只巨蚁 只要情况一不对 它就只能拼了 结果 一分钟过去 五分钟过去 十五分钟过去 这两只巨蚁 还是沉浸在二人世界里 巨大的重鸣声 在这狭小的空间中 变得格外刺耳 从一开始的紧张害怕 到渐渐的麻木 到最后 腹中有股无名木火燃烧 这两只虫子 实在是太过分了 当它不存在的吗 刺耳的声音 在它耳边不断回荡 让人忍无可忍 你妈 老子真的受够了 干 紧握手中的长腐 脚步慢慢贴着墙壁一栋 一直到接近两只虫子一米内 这虫子在繁衍的时候 警惕性居然变得非常低 它们这是完全已经沉浸在自己世界中 死死地盯着两只 正在快乐的虫子 自己必须先下守围墙 不然等它们happy玩 自己一定会被发现 到时候 它恐怕必死无疑 技能 初级肌肉强化 发动 肌肉强化增幅正20% 能量5 往往全身的肌肉都突然膨胀一圈 瘦弱的体型变得健壮了一点 技能 初级肌肉强化 两次发动 肌肉强化增幅正40% 能量5 往往全身的肌肉再次膨胀 体型又变得魁梧了些 技能 初级肌肉强化 三次发动 肌肉增幅正60% 能量5 当消耗完所有能量后 往往已经从瘦弱的少年 变成一个魁梧的肌肉壮汉 紧绷的肌肉 如蚯蚓一样凸起的血管 三倍初级肌肉强化 让它浑身充满力量 用力地握紧手中的长腐 今天这两只虫子它杀定了 天天在它家门口乱搞 今天就是耶稣来了 也就不了它们 啊 往往一声低吼 手中的长腐用力挥下 它早就研究过这群巨蟻 它们全身的甲铐坚硬如实 唯一的弱点就只在关节处 如果正面对付着虫子 要一斧头砍中关节 实在是太难了 但现在 这两只虫子正在交配 对外界的感知已经变得非常低 完全没有了防备 扑 往往手起刀落 两个巨大猙獰的蚂蚁头 滚落在一旁 整个世界突然都清净了 再也没有该死的虫子鸣叫 丁 杀死LV3黑甲兽 经验加5 丁 杀死LV2黑甲兽 经验加3 丁 玩家完成手杀 奖励 白色品质 随机装备宝箱一件 王莽一愣 随着他杀死两只巨蚁 面前居然出现一个虚幻的白色宝箱 这个世界真是神奇 居然像游戏一样 打怪可以得经验 爆装备 王莽连连撑起 他激动地看着面前的宝箱 玩游戏的他 可对这玩意太熟悉了 这可是好东西啊 打开面前的宝箱 整个宝箱都化作光点 消失不见 面前只剩下一个古朴的青铜戒指 把戒指捡起来 一道数据也同时出现在他面前 装备 青铜戒指 新手装备 种类 戒指 品质 白色 属性 能量加5 装备效果 装备后 每过10分钟自动回复一点能量 可储存 平分 一心半 王莽看完戒指的数据 赶紧把它戴在手上 果然自己的面板中能量上限增加了5 这个世界和游戏真的太像了 我该不会是穿越到游戏里面了吧 如果不是因为这座荒岛太真实 他都以为自己是在玩虚拟网游 王莽收回思绪 他还是先想想 如何继续活下去吧 看着死在缝隙口的两具黑甲兽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决定不去动它们 就让它们的尸体先堵住门口 等外面虫子们的轰啪结束了再说 虽然刚刚的战斗过程非常短暂 但此时他已经身心疲惫 王角落里一缩 他也不敢睡 只能眯着眼睛 时刻警惕地看着门口 一直到天色微微发亮 外面的虫鸣声才慢慢消停了下来 看差不多了 王莽赶紧跑到两具虫子身边 用手贴着虫子尸体 心中默念 分解 瞬间 两具虫子尸体化作流光消失 叮 获得黑甲兽的甲靠X1 虫肉X4 叮 获得黑甲兽的甲靠X1 虫肉X3 做完这些 王莽一刻不停 赶紧开始搬石头 把缝隙全部又堵死 清晨 整个沙滩已经一片平静 所有的黑甲虫 都已经把自己埋进深深的沙地里 躲避着天敌 王莽躲在石缝间 用新手宝箱开出的打火机 点燃了一堆篝火 又从背后拿出一个脸盆大小的贝壳 把贝壳用石头架在火堆中 一个天然的煎锅就完成了 再从空间背包中取出一大块虫肉 用长饼斧割下一大块 丢在灼热的贝壳上煎烤 很快诱人的香气 让王莽唾叶直流 等了一会 他迫不及待地 把烤熟的虫肉抓起 即便没有任何的佐料 也吃得津津有味 一个星期以来 除了第一天 这是他吃得最好的一次 之前他都靠捡贝壳为生 一个最小的贝壳 都有十几斤重 省着点吃 可以很坚持几天 但说实话 这贝壳的味道并不怎么样 而且每一次出去捡捡贝壳 他都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去海边 有一次 他远远碰到 一只七至八米高的巨大青蟹 整个人都吓傻了 还好他当时发现得早 躲入了石缝中 不然就被这只青蟹 反向赶海了 想当初在蓝星 他被人称作赶海小王子 多少大青蟹 死在他的魔爪之下 结果现在 他差点被一只大青蟹赶海了 难道这就是因果报应吗 唉 王莽吃完虫肉之后 全身都暖洋洋的 他的脑袋也转动起来 之前他就打过这些黑甲兽的主意 毕竟这玩意 体型也就牛犊大小 和岛上那些动辄几十米 上百米的巨物比起来 他们真的算挺弱的了 可惜 现实非常残酷 王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落单的黑甲兽 然后状态叠满 技能三倍叠加 一斧头下去 居然连他的防都没破 最后还差点被反杀 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打过 这些黑甲兽的主意 这两天他也是观察很久 才发现 关节处才是他们的弱点 可惜王莽穿越过来时 只是个学生 你让他打篮球 唱rap 当个练习生 他还可以试试 但你让他杀这种牛犊大小 浑身假套的巨物 还要在战斗中 一刀砍中他的关节之处 这真的是有点难为他了 不过 昨天晚上的首杀 给了他非常大的信心 这群黑甲兽 简直就是太敌转世 日天日地 夜夜升歌 他们好像在交配的时候 感知会变得非常低 也可能是日傻了吧 今天晚上 他准备主动出击 再去试试 如果真的是如他所猜测的那样 那以后的肉食 算是有着落了 而且 他打开属性面板 看着经验栏上增长的八点经验 既然杀怪可以得经验 那等级提升后 自己的实力 应该也会提升 不断杀怪 获得经验 然后提升等级和实力 这恐怕就是自己 能在这巨物荒岛中 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王莽下定决心 虽然自己现在不能回蓝星 但是他相信 以后总能想到办法的 日落星生 很快夜幕再次降临 平静的沙滩也热闹起来 一只只黑甲兽 从沙地中爬了出来 他们一边在海边找吃的 一边成群结伴的 做着繁衍运动 很快 一阵阵欢快地 虫鸣在沙滩各处响起 在一处石缝的阴影下 王莽鬼鬼祟祟的身影 偷偷摸了出来 他不敢走太远 就近找了一堆 落单的黑甲兽小情侣 结果果然如他所猜测的 这黑甲兽在交配的时候 感知会变得非常差 王莽来到黑甲兽小情侣的身后 手中的长斧高高举起 扶刃在黑夜中闪烁着寒光 手起刀落 欢快地虫鸣戛然而止 王莽赶紧分解尸体 然后匆匆离开 整整一个晚上 王莽都不停寻找着合适的目标 一直到天亮 他一共猎杀了八只黑甲兽 获得了八块黑甲兽的甲铐 二十六块虫肉 经验增长了四十点 这一次狩猎让他发现 也并不是所有交配中的黑甲兽 都毫无警惕 必须是那种 已经完全进入状态的黑甲兽 才会被快感所支配 可惜猎杀了这么多黑甲兽 居然一件宝箱都没爆 这宝箱暴力也太低了吧 王莽抱怨了一声 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 他终于走出了最关键的第一步 有了杀死怪物的勇气 现在在看这些黑甲兽 他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 按照这个进度 恐怕明天我就可以升级了 一想到这里 他突然有点亢奋 以前玩游戏 他可是出了名的甘地 现在 居然可以在现实中打怪升级 他感觉自己可以甘抱 外面的天已经大亮 黑甲兽们都已经躲回沙子里 沙滩外面又恢复了平和 辛苦了一个晚上 王莽感觉又饿又累又困 拿出自己的贝壳大锅 切下来一大块虫肉 每每的大吃一顿 现在 他终于不用再为食物烦恼了 吃饱后 他爬进石缝的最深处 这里还放着一块大贝壳 贝壳贴着石壁 一颗颗水珠沿着墙壁滴落 里面的水已经溢满 这些全部都是从石缝中流出来的淡水 以前他常常看荒岛求生类节目 节目中总说 荒岛求生的第一步 就是找到小岛中的淡水资源 而淡水一般都在低处的石缝中可以找到 也正是因为这石缝中有淡水流出 他才会选择在这里安家 取了些淡水稍热 吃饱喝足后 王莽躲在石缝的角落里 继续假妹休息起来 昨天实在太累了 他现在必须好好休息 为今天晚上的狩猎做准备 又是一日 夜幕降临 平静沙滩再次热闹起来 这次王莽更加熟练 他手持长斧 小心翼翼地爬出石缝 结果一出来 就发现自己家门口旁 又有一对黑甲兽在黑黑黑 这他能忍 手起刀落 这次进入了happy状态 简直就直接爽傻了 根本不会过多反抗 这两个这是啥姿势 我靠 你们居然三个一起来 厉害厉害 别人都是在小石头林 你们居然不去 还要跑这么远 那活该你们倒霉 这次王莽效率更高 还没有天亮 他就已经猎杀了13只黑甲兽 当最后一只黑甲兽 被他杀死时 身体突然一阵闪烁 脑海中也响起一道提示音 丁 经验加4 等级提升到LV2 丁 等级提升 获得自由属性5点 丁 完成本组等级提升第一人 奖励 蓝色品质 随机宝箱一个 王莽看着面前 又出现的一个宝箱 眼睛都发绿了 自己辛辛苦苦 杀了20多个黑甲兽 一个宝箱都没有 没想到 升级居然直接得到了 一个蓝色品质的宝箱 难道打怪不爆宝箱 王莽有点怀疑 但也不能确定 毕竟他杀的 都是一些最低等的怪物 不过现在可不是 想这么多的时候 他要赶快回家 然后去开宝箱了 把宝箱收回空间背包 再分解掉面前的 黑甲兽尸体 王莽就迅速离开原地 一回到石凤家中 他就迫不及待地 拿出蓝色品质的宝箱 只见一个精致的 木制铁皮宝箱 出现在他面前 但蓝色的宝光 包裹在周围 让人看着就激动不已 随着他打开宝箱 整个宝箱都发出 刺眼的光芒 光芒消失 几样东西出现在王莽面前 一个小巧精致的 透明瓶子 一把铁锹 一袋种子 几块暗红色的矿石 王莽看着面前一堆东西 兴奋的异常 赶紧一个个拿起来 开始查看 装备 小魔瓶 种类 手势 品质 蓝色精良 属性 能量加5 技能效果 小魔瓶具备储存能量的功能 可以储存最多100点能量 使用后可以恢复自身的能量值 能量消耗完毕后 可以吸收自然环境中 游离能量来进行恢复 周围游离能量强度越高 恢复效果越快 评价 两颗星 装备 铁锹 种类 副手武器 品质 白色普通 攻击力 1-3 属性 体质加2 效果 可以让挖土的效率轻微提高 评价 一颗星 种子 速生西瓜的种子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种下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开花结果 并产出3-5颗果实 植物死亡后会重新变回种子 并可以再次种植 怪物的尸体血肉可以加速生长速度 评价 一颗星 材料 红铁矿石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可以用于锻造 武器升级等 精炼后可以获得更高品质的矿石材料 往往看着这些东西的数据信息 第一个感觉就是 这真的非常像游戏 他抬头看着周围真实无比的环境 又有些迷茫 自己到底来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 他拿起地上的小磨瓶 直接使用 自己刚刚见底的能量 一瞬间就全部恢复满了 这玩意真是好用 特别是对我来说 这就是个神器啊 他的天赋无冷叠加虽然很强 但是也有两个致命的缺陷 一个就是 他的能量太少了 目前他的能量上限只有15点 加上装备青铜戒指和这个小磨瓶 能量上限也就25点 如果释放初级肌肉强化 他最多也只能叠加5次 但拥有了小磨瓶技能效果后 他相当于有了备用的100能量值上限 现在 如果满状态的情况下 他施展初级肌肉强化 最多可以叠加到恐怖的25次 25倍的初级肌肉强化 也就是可以提升500%的肌肉强度 这可是500%肌肉强化啊 他感觉自己可以徒手一拳打死一头牛 往往平静了一下心情 继续思考着 无冷叠加 其实还有第二个不算弱点的弱点 那就是技能自身的施法延迟 比如 初级肌肉强化的施法延迟有一秒钟 而他的技能效果只能持续60秒 所以理论上来说 因为技能的施法延迟原因 最多其实只能叠加到60层肌肉强化状态 这两个问题 算是制约他天赋的最大因素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像游戏那样 那我就应该多收集回复能量 和增加能量上限的装备 其次 还可以收集缩短技能施法时间 和增加技能持续时间的装备 这些都会让技能效果 可以叠加更多层 小魔瓶作为他获得的 第一件蓝色品质的装备 简直和他的天赋完美适配 他要拿起旁边的铁锹 一脸的嫌弃 这是什么垃圾装备 有啥用 要拿起旁边的矿石 这玩意他懂 游戏里面都是用来制作 或者强化装备的 最后 他小心地拿起那几颗西瓜种子 两眼泪汪汪 穿越过来上十天 他的嘴已经淡出鸟了 这是终于可以西瓜自由了吗 而且 这吃完的西瓜皮 还可以留着当厕纸 一定很清凉 王莽小心点取出一颗种子 在洞穴中选了个好地方种下 剩下的两颗 他都小心地收到了空间背包里 西瓜种子 他不敢种在外面 主要还是因为 这群黑甲兽太过畜生 万一他们突然太敌附身 对着自己的西瓜打洞 那自己最后吃 还是不吃 再次检查好宝箱中的装备后 他又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看着五点自由属性 思考良久 最后 他还是把所有的属性 全部加了体质 虽然能量很重要 但是自己的基础体质 实在是太差了 估计跑个一千米都要命 而自己想要在这满是 巨物荒岛中存活 前期增加体质 才是收益最大的 随着自由点数的使用 王莽本来销瘦的身体 突然变得健壮了一些 就仿佛身体脱掉了一层枷锁 他只觉得 浑身都充满了力气 身体变得非常轻盈 甚至连自己轻微的近视 都恢复了正常 掀开自己的衣服 本来自己只有一块大大的腹肌 现在却隐约可以看见八块了 牛逼 王莽兴奋异常 这可比玩游戏爽多了 他打开面板 看着自己现在的属性 人物 王莽 固有天赋 无冷叠加 等级 LV2 二反斜杠200 体质 14左元括号 12加2右元括号 精神 6 能量 25左元括号 15加5加5右元括号 自由属性 0 人类极限标准单位 均为10点 技能 技能1 初级肌肉强化 消耗5点能量 使全身的肌肉强度 提升20% 持续时间60秒 评分 一颗星 技能2 5 技能3 5 王莽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果按面板中所说 那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就已经超过了世界上 最顶尖的运动员 要是现在自己再把状态拉满 把 触及肌肉强化 叠加25倍 那他岂不是牛炸了 王莽黑黑直笑 擦了擦嘴角 不小心流出的口水 他看了下外面 发现天色还早 外面的虫鸣声 还叫得非常欢快 他王莽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小垃圾了 既然杀怪就可以变强 那他现在要干报 于是 王莽手拿长斧 被挂铁锹 拱着身子 偷偷摸摸地就出了门 哼 天天叫叫叫 外面那些小青蛾 都得给也死 金 啊 叽叽 呀呀 黑夜中 时不时地传来黑甲兽们死前的鸣叫 王莽一直辛苦地奋战到天亮 才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了石凤家中 搬起几块大石头 堵住门口的缝隙 给自己的西瓜种子浇了浇水 然后他就缩在角落里浅睡起来 杀了一晚上偷欢的小情侣 他现在实在是太累了 这一睡就睡到了中午 等他醒过来时 外面的沙滩已经变得非常安静 种下的西瓜种子已经发芽长大 石凤间洒落的阳光 落在他的叶片上 绿油油地充满了生命力 王莽想起种子简介中所说的 加速生长的方法 于是从空间背包 拿出一块大大的虫肉 削成小块 埋在了西瓜苗周围 点火 架起贝壳锅 美滋滋地又吃一顿虫肉 前天他还饿得前胸贴后背 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沙滩上找贝壳 而现在 他勉强算得上虫肉自由了 吃饱喝足后 看着外面的沙滩 虽然现在是大白天 被困在这荒岛的石缝中 收拾好装备 正准备出门 突然 整个石缝开始抖动起来 一只夸张的巨大蟹腿 猛地插在门口的沙堆中 王莽站立不动 双眼睁大 全身已经惊出一身冷汗 门口的这一只蟹腿 比他的腰都还要粗 从缝隙中往外望去 只见一只十几米高的巨大青蟹 正在缓缓爬行 王莽对于他来说 就像一根那条一样渺小 在这种恐怖的巨物面前 王莽刚刚涌现的信心 荡然无存 他紧紧地贴着石壁深处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大青蟹在石缝中寻找了一番 毫无收获 于是就跑到沙堆中 到处翻找 很快 一只黑甲兽就被他发现 巨大的钳子一家 黑甲兽坚硬的甲铐 就破成两半 毫无抵抗之力 吃完后 大青蟹一由未尽 又开始在石缝和沙地中 翻找起来 一直过了一个小时 他才满意地离开 又过了一个小时 王莽才敢从石缝探出头来 靠 这只大青蟹 比上次那个还大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他摇了摇头 白天太危险了 他这点小身板 还是别出去了 待在家里也挺好的 一望无际的沙滩上 王莽又蹲在石缝间 欣赏着外面的风景 他打开聊天群界面 脸上有些失落 大家都下线了 就他一个人在这里受苦受累 群友们 你们啥时候上线呢 我一个人在这里 好寂寞 好孤单 好了 他望着远处的大海 喃喃自语 你们现在一定过的 很幸福吧 蓝星 海市 某公安局内 小伙子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一位中年警官语气严肃 手中拿着一杯 泡满枸杞的茶杯 我劝你最好说实话 你还年轻 还有大好的未来 不要在这里耽误了自己 审讯房中 一名二十多岁的大学生 坐在对面 焦急地回答 周警官 我真没有说谎 我真的穿越了 周警官把手中的枸杞茶杯 往桌上一砸 怒气哼哼 那你现在穿一个 给我看看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 你给我快说实话 这次的事情非常严重 全国一百多万人突然消失 已经在网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家现在高度重视 已经派出了特查队 他喝了一口枸杞茶 语气放缓 小伙子 你是不是不行 你要不行 我可以帮帮你 对面的大学生 直接妈了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周警官 我真的真的穿越了 我还觉醒了超能力 我真没骗你 就在这时 审讯室的门 突然被人敲响 几个身穿军服的人 笔直地走了进来 周同志 你好 我是特派局的 这次的案件有些特殊 这位同学 就交给我们特派局吧 周警官一愣 看对方的穿着 这是军方的人 他回头看了那位大学生一眼 这小子 到底犯了什么事 很快 人就已经被带走 而这样的情形 在全国各地到处上演着 华国某处秘密基地 代号826 826秘密基地的全名叫做 华国对外信息交流局 这个名字很陌生 但它其实还有一个 战乎局 所有网友都拿战乎局开玩笑 基本没人认为 真的存在什么战乎局 但其实 826就是华国某种意义上的战乎局 它是华国最强大 最隐秘的情报部门 权限极高 这个部门 有着世界最顶尖的黑客 人工智能 心理学家 信息学家 所有华国的秘密科技 重要信息 甚至连民生经济方面的信息 都会被他们加工 然后放出去误导其他国家 而现在 826局的领导人 正满脸严肃 看着面前的资料报告 在10天前 全国范围内 突然失踪了100多万人 让全民都开始恐慌 而作为国内最强大的情报机构 他们也在一天之内 拿到了所有失踪人员的名单 结果他们调查许久 都一无所获 这些人就好像凭空消失一样 直到三天后 这些失踪人员突然又开始出现 最近一个星期以来 他们已经陆续发现了 回归的50多万人 经过数据统计 现在有三条最重要的信息 摆在他的面前 一 所有人都说 他们穿越到了一个未知的游戏世界 而且获得了玩家的身份 二 所有人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天赋 三 没有回来的人 可能都已经死在了那个游戏世界 826局的领导人 推了推眼镜 如果不是数据摆在他面前 他绝对不会相信 有这么离谱的事 来人 准备飞机 我们马上去首都 他望着面前几百份数据资料 面色凝重 这个世界的天 恐怕要变了 华国最高会议中心 一位为领导人面色严肃 整个会议厅一片沉默 压抑的氛围在空气中蔓延 一块巨大的显示屏上 不停播放着各种画面 百万人民突然消失 怪物入侵 出现被称为玩家的超能者 末日言论满天飞 恐慌已经在全世界蔓延 这个世界 真的要进入末日倒计时了吗 根据目前的大数据统计 全国应该失踪了整整140万人 也就是每一亿人中 就有十万人消失不见 而且 这次的失踪现象 不仅仅只有我们华国 几乎全球的所有国家 都在重复上演 在失踪三日之后 大量失踪人员回归 而且 他们所有人都觉醒了超能力 而那些没有回归的 已经全部死在的一时间 而且很奇怪 他们所有人都称呼自己为 玩家 国家秘书长推了推眼镜 这些信息他 已经确认了许多遍 绝对真实可靠 他停顿了一会儿 让所有的最高领导人 都消化着目前的信息 坐在主位上的最高领导人 面色沉默 如果不是视频中播放的内容 他根本就不会相信 沉默两久 他缓缓开口 国现在的形势怎么样 秘书长摇了摇头 国外现在的情况 已经乱成了一坨屎 现在国际的情况非常不好 以美利国为首的西方 已经非常混乱 他们的民众太过热爱自由 几乎大部分回归的超能者 都拒绝服从政府 甚至他们已经组成了上百个 类似于复仇者联盟的 反政府组织 这些超能者的出现 让各地的游行变得频繁 也让种族歧视激化 犯罪率几倍提升 加上网络上风靡的末日言论 很多人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逐位上的老者皱了皱眉 现在可是核武器时代 一个大国的崩溃 就会给全世界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何况现在整个西方都快撑不住了 让所有军队全部准备 从现在开始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虽然现在的华国已经非常强大 但有些事情必须未雨绸缪 逐位上的老者敲了敲桌子 继续问道 国内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秘书长整理了下资料 开口说道 国内目前的情况只能说勉强稳定 在所有人失踪的十分钟内 826部队就已经做出最快的反应 控制所有的网络和社会舆论 到昨天为止 几乎大部分回归的玩家都已经被我们收容 那些怪兽也收容了大半 剩下的他们都躲进了无人区 我们正在派人搜寻 但现在我们也还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超能者玩家 虽然国内关于玩家的信息已基本被控制住 但是现在外网已经完全沦陷 而且全国上下还随即出现了几十万怪兽 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封锁了网络 但还是有很多信息不断泄露 超能者玩家的出现恐怕瞒不了多久了 听完秘书长的话 在座所有人都更加沉默 最高领导人揉了揉头 超能者 怪兽 几天时间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如果这些消息真的传出去 到时候物价飞涨 房价暴跌 经济恐怕会大动荡 然后陷入混乱中 整个会议室中安静又压抑 一直过了很久 最高领导人才缓缓开口 既然只包不住火 那就把这条消息放出去 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相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的人都慌了 经济部最高领导人紧张地开口 首长 不可以啊 如果真的把超能者出现的消息公之于众 恐怕世界末日的言论 就会传得沸沸扬扬 到时候 大家肯定会报复性的囤物资 整个社会的经济 治安都会崩溃的 到时候都不用等末日 社会就会先乱起来 旁边几位最顶级的社会学家 也应和道 首长 我们现在根本就还没有准备好 还是能瞒多久 最高领导人摇了摇头 他眼神深邃 比所有人都想得更深 更远 这些我都懂 但现在是特殊时期 如果这件事情一直瞒下去 我怕会出现更大的混乱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穿越这种是太魔幻了 而且全国上下还出现了几十万的怪兽 这件事肯定已经瞒不下去 那公之于众就是最好的办法 一时间 整个会议厅所有的领导人 全部都再次沉默 虽然首长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 如果真的这样做 之后的结果 谁也无法预料 就在众人沉默之时 826局局长缓缓开口 我支持首长的决定 此次的事件 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现有的认知 我们现在必须要团结 华国所有人的力量 而且 全国上下出现 突然出现那么多怪兽 我们根本不可能再隐瞒了 不过 我觉得 我们公布超能者信息的时候 可以换个方式 他说着 从背后拿出几本书 全民觉醒 我觉醒了5S异能 全球冰封 我可以一倍返还 我在末世麦大利 我最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此次事件的发生 居然和很多脑洞小说的内容 有些相似 如果我们直接公布超能者的消息 恐怕会引起全民的恐慌 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现实世界 除了外星人和神 就没有其他的解释了 826局的局长 看了一下众人 继续说道 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说法 华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发现 有一个异世界正与蓝星融合 融合过程中 会出现选中者 这些被选中的信任 会觉醒超能力 并可以前往异世界进行冒险 国家已经派人 前往异世界进行探索 人类将开始步入多元化宇宙时代 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826局的局长说完 看向众人 在座的每个人都是聪明人 他们瞬间就听懂了其中的内涵 如果直接公布超能者玩家出现的信息 人们会因为未知而恐惧 而恐惧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但如果在公布信息的时候 告诉所有民众 其实华国早有准备 这并不是什么末日 而是新时代的开始 使灵气复苏 只是换了一种说法 但出现的效果却截然不同 到时候 恐怕有很多人都会希望自己 成为选中者 然后前往异世界去冒险 毕竟 这可是获得超凡力量的唯一机会 坐在主位上的老者缓缓点头 难得露出一丝笑容 还是你们年轻人会想办法 不错 就按你说的这套去做 等下下去 设置一套详细的章程 用最快的速度 在全国进行实行 这一次 在座所有的领导人 没有一人反对 这恐怕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 看问题已经做出决定 秘书长继续开始第二项报告 根据目前的数据显示 全国应该有140万人被选中 但目前回归的人应该不到70万 而那些没有回归的人 恐怕已经死在了一世界 而根据目前的数据 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结论 这些突然入侵的怪兽数量 可能和死亡玩家的人数对等 说完 他就指向大屏幕 只见屏幕中出现一只两人高的巨大螳螂 他胸前的一对螳螂刀手非常巨大 只是轻轻一挥 一人粗的树木就拦腰而断 画面中 十几个全副武装的特种兵 把他团团包围 所有的枪口都已经对准他 面对这样的巨物 即便是兵王也不敢轻易上前 突然 巨大的螳螂挥动翅膀 俯冲而来 一时间 所有的特种兵全部开始射击 无数的火蛇飞舞 这螳螂怪物的防御力虽然很强 但还是抵挡不住热武器的威力 很快 他就被打得支离破碎 栽倒在地 就当所有特种兵松了一口气时 那螳螂怪物的身体 居然肉眼可见的 再不断恢复 只是几个呼吸之间 他便又重新站了起来 全身毫发无伤 所有的特种兵全部睁大了双眼 死而复生 这已经完全打破了他们的常识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全杀不死 撤 特种兵队长单手一挥 所有人一边射击 一边整齐地向后撤退 很快 从他们身后出现了一辆巨大的坦克 蹦 一声炮响 螳螂怪物又被炸得四分五裂 可又是几个呼吸之后 螳螂巨怪又恢复了原样 他真的无法被杀死 会议室中的所有人 看着面前的一幕都沉默了 不再说话 无法被杀死的怪物 即使身体被打成碎片 也可以再几个呼吸 就恢复原样 一只这种怪物 就已经够可怕了 华国可是一口气 出现了几十万只这种恐怖的怪物 国家秘书长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这种怪物的单体实力非常强 而且无法被热武器杀死 他们好像受到某种规则保护 冷兵器呢 有人提问 我们已经让最顶尖的兵王 前去使用了各种冷兵器进行斩杀 成功的几次案例 也显示无法杀死 秘书长说完 在场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 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选中的玩家 死在了异世界 就会有游戏世界的怪物 代替他们回来 而且这种回来的怪物 还受到了某种规则的保护 根本就无法被杀死 那岂不是说 如果玩家的大量出现 又不小心死在异世界 那这个世界 就会被杀不死的怪物所占领 这真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消息 就在这时 826局的局长缓缓开口 不 这些怪物其实可以被杀死 他拿出一段视频 播放着其中的画面 继续说道 我在收容这些玩家时 曾经出现玩家和怪物对敌的情况 而且已经有几个玩家 亲手斩杀过怪物 并且这些怪物并没有复活 我怀疑 想要杀死这些怪物 就必须玩家亲自动手 而且只能使用异世界的武器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开始议论纷纷 这么说 这些怪物并不是无敌的 可以杀死就行 不然这个世界真的完蛋了 梁九 主位上的老者拍了拍桌子 嘈杂的声音瞬间停止 他看了一眼826局的局长 满意地开口说道 小张啊 那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826局的局长恭敬地起身 对着在场所有人深深鞠躬 在座的都是前辈 也是我的领导 我就随便说几句 第一 建立超能者高校 把所有的超能者都收容 然后设立特定的学校 对他们进行统一的生存培训 他们死后 会有怪物代替他们回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尽量地提高 他们的存活率 第二 对全国进行正确的引导 目前我们收容的超能者玩家 并不是全部 还有少部分躲在外面 不愿意与我们接触 他们是一种不稳定因素 超凡的力量 可能会让他们走上 违法犯罪的道路 这点我们必须要注意 第三 找到成为玩家的方法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超能者玩家 将成为每个国家的战略及资源 我们必须要掌握 更多更强的超能者玩家 这恐怕对以后的世界格局 会产生重大影响 也是我们之后 能真正超越西方的重要途径 第四 此次的秘密会议 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结束 这将是一次改变世界的重大决定 此时 巨大的会议室中 所有人都已经走了 只剩下主位上的老者 一人坐在屏幕前 静静地发呆 他拿起一根烟 缓缓给自己点上 一时间周围云雾缭绕 画面中 正播放着一只巨大的怪物 他出现在城市中 到处游走 在他对面 一位母亲害怕地 护住背后的婴儿 他的双腿在不断颤抖 但是他却不愿独自离去 背后可是他唯一的孩子 可惜 怪物可不会在意 这感动的瞬间 血盆大口迎面来 瞬间就吞下了女人的头 画面的最后 整个婴儿的双腿 消失在怪物的口中 张小龙坐在一辆 军用皮卡车上 他是个杀猪的 他祖上从清朝开始 就一直在杀猪 这手艺一直传到现在 可以说 算是一门绝活了 可惜的是 最近十年 科技发展得太快 杀猪已经开始用电机 他这门手艺 也已经要失传了 就在几天前 他正在考虑转步转行 啪的一声 他就突然穿越到了异世界 好不容易从异世界 活着回来 第二天就有政府的人 找上门来 并直接把他带走了 本来一开始 他是不想去的 结果来的人直接跟他说 只要自己同意 就可以让自己当上公务员 包吃住 包分房 屁事没有 每月两万 说实话 这待遇实在是太香了 结果他稀里糊涂的 就跟了过来 皮卡车一路向东 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山区 他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 但是他相信 国家不会放弃自己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 上面的数字 马上就要归零了 他即将再次前往异世界 什么待遇之类的 其实他无所谓 他现在只是想 在异世界活下去 一直行驶着 七八个小时山路 皮卡车才缓缓停下来 天色虽然已经变暗 但是前面却依旧灯火通明 无数身穿军服的子弟兵 正在忙碌 欢迎欢迎 又来了新同学 前面走过来 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他戴着圆框眼镜 一脸的和睦 张小龙迫不得已地 和他握了握手 他满肚子的疑惑 都在心中焦急地问道 这位领导您好 我想问一下 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陈校长一笑 和蔼地握起他的手 同学 你不要着急 不要紧张 你这种情况 国家早有安排 你啊 是一个幸运的选中者 你将作为国家的先遣队 前往异世界进行探索 两人边走边说 很快就进入到了基地内部 在这里 已经有几千个 像张小龙的一样的 超能者玩家 等候在这里 所有人都三五成群 热烈地讨论着 我靠 狗子 你怎么也穿越了 我靠 猪哥 你也穿越了呀 我们整个班 不会全都穿越了吧 你说国家 把我们召集在一起 准备干嘛 该不会把我们切片研究吧 应该不是 我刚刚听人说 他们是想把我们召集起来 进行生存培训 好像是我们这些玩家 如果死了 就会有游戏世界的怪物 来到蓝星 生存培训 真的吗 太好了 你知道我那三天 是怎么过来的吗 最后一天 我饿得两眼发昏 差点吃了自己的屎 我靠 你滚开 太尼玛恶心了 我最多 也就喝喝自己的尿 不行 我不能再等了 还有个二十个小时 我就要穿越了 我现在就要 去找我的班长 找他多学点求生技能 上次钻目取火 我手都搞屠鲁皮的 连个火星都没有 同去 同去 我想学点战斗技巧 和逃命技巧 那边的怪物 实在太可怕了 我当了几十年的单身狗 还是储奶啊 国家能安排我破储吗 随着人员的不断到来 很快 基地中就来了 不少全国最顶尖的精英 最顶尖的生物学家 植物学家 心理学家 拥有几十年探险经验的 户外求生专家 部队中最顶尖的一批 晋升格斗兵王 所有的这些国家精英 全部都成为了老师 开始对在场的几千人循环 进行最专业 最快速的指导 还有二十个小时 玩家就会穿越到异世界 他们必须要保证 用最快的速度 让玩家们掌握一定的求生技能 陈校长看着面前的一幕 心中还是有些不可思议 他本来是国内一所 顶尖高校的校长 结果被领导秘调到了这里 说是要自己当什么 超能高校的校长 而且像这样的高校 全国还有上百所 这个世界上 居然真的存在 穿越这种离奇的事 他活了大半辈子 这次算是给他开了眼界 不过时间上还是太紧迫了 总共不到一天的时间 也不知道他们能学到多少 很快 十个小时就过去 高强度的学习 让所有人都身心疲惫 此时 所有的玩家都聚集在一起 每人手上都拿着一瓶药剂 陈校长站在高台上 缓缓说道 这是我们军方研制出的 最新安眠剂 可以迅速让你们进入睡眠状态 接下来的九个小时 你们必须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在穿越前一个小时 我会把你们全部叫醒 到时候会准备充分的食物和水 让你们可以提前饱餐一顿 说完 下面所有的玩家都议论纷纷 跟着国家真的是来对的 连失眠这种事情都考虑清楚 太稳健了我的国 今天学了一天的求生技巧 我感觉下次穿越 我肯定可以活着回来 我听我班长说 到时候还会给我们美人发把枪 还有手榴弹和各种物资 看看我们能不能带过去 真的吗 我刚刚学打手枪贼溜 我觉得 还是带些食物和水比较好 只要能够三天 就可以直接回来了 我可不想和那些怪物战斗 你们说 我要是抱着坦克 能不能也一起穿越过去 我靠 你这个想法好骚呀 陈校长拍了拍手 然后让所有人都开始睡觉 十个小时之后 几千名玩家 全部已经整齐待发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特种兵做战服 背后背着大大的战术背包 由于很多人的体质不行 所以大部分人都只带了手枪 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经全副武装 有人害怕 有人兴奋 有人还在给家里人打着电话 做着最后的告别 随着他们手腕中的数字时间不断缩小 啪的一声 在场的几千人 全部都消失不见 陈校长看着面前的一幕 目瞪口呆 虽然早就知道 这些人会穿越 但真正亲眼所见 还是让他感觉不可思议 这个世界 恐怕真的要变天了 陈校长喃喃自语 他望向天空 黑夜中 无数的星星闪闪发光 以前他会认为 这样的夜空非常美丽 但现在他只觉得 在这无尽的黑色宇宙中 仿佛有某个存在 正在对他们人类虎视眈眈 玩家的出现 绝对有他的原因 我的老家 哎 就住在这个屯 我是这个屯里 土生土长的人 一望无际的沙滩上 王莽坐在石凤间 他一边用贝壳锅煎着虫肉 一边哼着家乡的小调 最近几天 他过得还算滋润 自从找到这些 黑甲兽的弱点后 每天晚上 就都是他的猎杀时刻 几天的努力 已经让他的等级 达到了LV3 而这次 他还是把所有的自由属性 加到了体质上 让体质达到了可怕的19点 这已经接近 普通人类两倍极限 他现在如果回到蓝星 恐怕可以在奥运会上 打破所有的记录 可惜他现在回不去 随着实力的变强 他猎杀黑甲兽 也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不过 即便猎杀了这么多黑甲兽 他也一个宝箱都没有爆出来 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的宝箱该怎么获得 还是说 杀怪根本就不爆宝箱 王莽摇了摇头 他现在也不敢妄下结论 起身跑到旁边 栽的西瓜苗 已经接出几个人头大小的西瓜 作为在宝箱中 开出来的神奇种子 这西瓜苗长得真是非常快 几乎两天一熟 一边吃着西瓜 一边吃着烤虫肉 这生活总算是像了点样子 望着远处的大海 王莽有些出神 不知道同胞们什么时候上线 这边也实在太无聊了 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 而且 最近的黑甲兽 好像突然变得警惕了 会不会是自己最近杀太多了 还是说 他们也存在繁殖期 这是繁殖期快要结束了吗 思考一会儿 王莽下定决心 最近他必须要加快狩猎速度 如果这些黑甲兽 真的存在繁殖期 那等繁殖期过了之后 他恐怕就没有这么安逸的发育时间了 我必须赶紧升级 等自己的等级达到五级 就去荒岛周围看看 天天待在这狭小的石头疙瘩里 他已经快憋疯了 两三下吃完手中的虫肉和西瓜 他提起长斧 就从旁边的石头缝中摸了出去 最近在这片沙滩上待久了 他好像也摸清楚了一些规律 清晨和傍晚 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刻 偶尔会有巨物 跑来这片沙滩上面 找黑甲兽吃 而中午时分 可能是因为太阳太过炎热 反而很少有生物会过来 而现在 正是中午 王莽偷偷摸摸地找到一块沙地 昨天晚上 他特意做了标记 这底下就藏了一只黑甲兽 拿起背后的铁锹 搓了搓手掌 他决定把这只黑甲兽挖出来 自己可不是当初的小垃圾了 一只黑甲兽 已经不再是他的对手 挖 挖 挖 超强的体质 让他的耐力变得十足 同时 铁锹的技能效果 还可以增加挖坑的速度 王莽每挖一下 就抬头看一下四周 防止其他生物过来 他中间还开启了两倍的肌肉强化 就在铁锹再次插入沙坑中时 突然传来金属的撞击声 底下的黑甲兽 仿佛也感受到了威胁 猛地从沙地中钻出 摆头向后一摇 可惜 迎接他的是一柄锋利的长斧 丁 杀死黑甲兽 经验加三 丁 获得黑甲兽的甲靠X1 虫肉X4 王莽把东西收拾好 叹了口气 最近等级提升后 这黑甲兽的经验 好像变少了一点 升级又变得更难了 王莽离开沙坑 又偷偷摸摸地换了个地方 这地下也藏了一只黑甲兽 挖坑运动再次开始 一直忙活了两个小时 猎杀了四只黑甲兽 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石缝中 最近 晚上黑甲兽的狩猎越来越困难 加上经验变少 他升级的难度变得越来越高 这也是今天白天 他出去狩猎的主要原因 不过 赶白天出去狩猎 主要还是因为 小魔瓶和他的六星天赋 给他带来的勇气 回到石缝中后 他一直爬到石缝深处 几片像床一样大的枯叶 扑在这里 这就是他一世界的床 躺在床上 他打开面板的聊天群 群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叹了口气 他又公事般地 在群里发起了消息 兄弟们 你们还不上线呢 老子都快超神了 今天我又杀了十七只黑甲兽 这玩意现在 对我来说就是垃圾 兄弟们 你们上线的时候 给我带点纸哈 天天用木片瓜 我菊花都种了 老铁们 你们下线后 是回到蓝星吗 能不能帮我去 给我爸妈报个平安 说我现在够得挺好的 发完消息后 王莽满足地 躺在自己的小床上 每天他都会去逛论坛和聊天群 这算是他唯一的娱乐项目了 逛完聊天群 他又打开拍卖商城 里面空荡荡的 啥也没有 他之前试过 新手宝箱开出来的物品 是无法进行交易的 不过猎杀黑甲兽分解的东西 却可以交易 想了想 他拿出三份黑甲兽的壳 还有十份虫肉挂了上去 每一份都售价一个金币 他对卖东西没啥兴趣 挂上去的目的 只是想试探一下 看看这个世界 是不是还有和他一样的人 可惜等待半天 一份也没有卖出去 这个世界 好像真的只有他一个人了 唉 叹了口气 王莽继续躺回树叶床上休息 等待着夜幕来临 很快 日落星生 夜幕降临 王莽抓了抓自己 鸡窝一样的头 检查好全身的装备 外面安静的沙滩 又变得热闹起来 不过相对之前 虫子肆无忌惮的鸣叫 现在的声音 已经小了很多 以我现在的实例 如果碰到落单的黑甲兽 其实完全可以单杀 王莽想了想 这些黑甲兽 毕竟不是人类 智商不高 并不会团结合作 如果等一下 找到那种 没有女朋友的单身狗 自己完全可以 一刀把他带走 嗯 就这样决定了 今天晚上就杀那些单身狗 王莽穿好装备 偷偷摸摸地出了门 这让他想起了 小时候港海的情景 你永远都不知道 今天晚上会有什么收获 结果他刚出门 就又谨慎地退了回来 他趴在石缝中 双眼睁大 死死地盯着外面 在漆黑的夜幕中 密密麻麻的黑影 正聚在一起 借着外面昏暗的星光 可以看见一个 巨大的白米高影子 正躺在沙滩上 而在他周围 无数密密麻麻的黑影 正围着他 仔细看去 那居然是一个巨大的鱼头 他被海浪冲到了沙滩上 这鱼头有点像石斑 嘴巴非常巨大 无数尖锐的牙齿突出 看上去猙獰可怕 这个鱼头也太大了吧 我这辈子就没见过 长一百多米高的石斑鱼头 他咽了咽口水 这视觉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此时 巨大的石斑鱼头旁边 已经围满了各种身影 几米到几十米的巨型大青蟹 围成一团 他们爬在石斑鱼身上 到处啃食 时不时撒下一些碎蟹 周围焦急等待的黑甲兽 就围了上去 即便已经到了深夜 整个沙滩上都热闹非凡 今天他们难得开袭一次 王莽看着远处的情形 摇了摇头 看来今天并不适合出行 就在这群大青蟹 吃着欢快之时 突然整个地面都开始晃动起来 崩崩崩 王莽双眼大睁 满脸惊恐 这是什么东西 这动静也太夸张了吧 不知道来了什么巨物 每一次走动 都仿佛一次小型地震 就在王莽惊一之际 只见一只晴天巨角 从天边跨来 一只身高百米的黑色巨猿 出现在沙滩之前 他浑身的肌肉 筋状而富有爆发力 每一次行走看似很慢 其实在数十秒之间 就走了数公里 这只百米高的巨猿一出现 整个沙滩上的青蟹 都四散开来 飞速逃走 这只巨猿 才是周围百里之内的霸主 只是出现 这些巨大的青蟹 就不敢在他面前停留 王莽躲在石头缝间 咽了咽口水 我到底穿越过来什么世界了 百米高大的巨猿 来到石斑鱼头的身旁 用力一撕 整个石斑鱼头 都被他扯成了两半 然后他就坐在沙滩旁 大口吃了起来 这一吃就是一个多小时 无数大青蟹躲在远处 但是却不敢靠近 倒是那些黑甲兽 由于个头够小 胆子也够大 所以时不时 还可以在巨猿的脚下 捡一些残羹剩饭 而巨猿也对这些小虫子 不感兴趣 吃饱喝足后 百米高的巨猿 伸了个懒腰 起身就准备离开 他一脚下去 围在他身旁 密密麻麻的黑甲兽 躲闪不及 瞬间就有几十只 被踩成了肉饼 不过 巨猿却毫不在意 对于巨大的他来说 这就好像走路的时候 才死了几只蚂蚁而已 很快 他的身影就消失在沙滩上 巨猿一走 陆陆续续 又出现很多大青蟹 围了上来 这只巨大的石斑鱼 对于他们来说 好像非常有吸引力 即便只剩一些尸体碎块 他们也不愿意轻易放弃 王莽盯了很久 他发现所有的大青蟹 和黑甲兽 都对石斑鱼的尸体 特别感兴趣 仿佛那血肉中 有着某种致命的魔力 而刚刚被巨猿 才死的几十只黑甲兽 居然都无人问津 一直盯着几个小时 周围再也没有 更大的巨物出现 这场盛宴 一直持续到了 天快亮时才结束 百米巨大的石斑尸体 被吃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一副巨大的鱼骨 静静地躺在沙滩上 大青蟹们心满意足地离去 所有的黑甲兽 也缓缓沉入沙地中 王莽趴在石头奉进 死死地记住 十几只黑甲兽 沉下的方位 昨天他当海空军了 今天中午说什么都要不回来 看着外面平静的沙滩 犹豫良久 王莽眼神坚定 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昨天晚上 周围所有的黑甲兽和大青蟹 应该都已经吃饱喝足了 这个世界 虽然有些地方像游戏 但更多的 还是偏向于现实世界 这些巨物在吃饱后 恐怕短时间都不会再想进食 攻击性会大大降低 他望着远处巨大的鱼骨 还有石斑鱼头 那一排排尖利的牙齿 如果自己用分解技能 把这些鱼骨全部分解掉 不知道可以得到什么 这只巨大的石斑鱼 等级一定不低 搞不好自己可以一波起飞 这样一想 他心中的冲动更加剧烈 干了 昨天那些家伙 应该都吃饱了 应该对我这样的小排骨没有兴趣 他现在小磨瓶的状态是满的 里面存了100点能量 如果遇到危险 机肉强化25倍的效果状态叠加满 他至少逃回石洞中 应该没有问题 这样一想 成功的把握又大了几分 王莽激动的收拾好装备 为了让等一下跑得更快 他甚至连裤子都脱了 反正这荒岛中 也没有人看见他六大鸟 爬出缝隙 压低身子 他快步俯冲向石斑鱼的骨架 果然 和他想的一样 一路上风平浪静 周围所有的怪物 都已经吃饱喝足 没有人在意他这个小不点 想要做什么 王莽很快就来到了 巨大石斑的鱼骨前 抬头望去 只单单一颗鱼头骨 就有百米高 那巨大的嘴上 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尖牙 用手抚摸 甚至有一种金属般的冰凉感 这样的怪物 如果出现在蓝星的深海中 恐怕连核潜艇 都可以被他一口咬成两半吧 围着鱼头骨转了一圈 王莽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他再次感觉到 这个世界的恐怖 这片大海也太可怕了 这么强大的怪物 居然也会被其他生物捕食人 他回头看了一眼 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 这海面之下 一定还有更高级的捕食者 收回思绪 他现在只是个身高 只有一米八的小不点 这种事情 不是他现在可以思考的 轻轻举起右手 把整个手掌 都放在巨大石斑鱼的骨架上 分解 随着他说完这句话 整片巨大的鱼骨 都开始发散出微弱的光芒 平常分解黑甲兽 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但这次的分解时间 却过得极为漫长 一直过去了半个小时 百米长的巨大鱼骨 才慢慢被分解完毕 化作点点星光 全部消散不见 定 定 定 当分解完毕之后 面板中不断有 叮叮的提示音响起 但此时 王莽已经没有心情看信息了 因为在石斑鱼骨消失的瞬间 三只五六米高的巨大倾泻 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巨大猙獰的身体 如钢铁一样坚硬的甲铐 可以轻易加断汽车的巨钱 这几只大猙蟹 在昨天吃饱喝足后 居然跑到石斑鱼的头骨中安了家 三只大猙蟹缓缓起身 活动了一下身子 石斑鱼尸骨的突然消失 让他们有些疑惑 脑子有点萌萌的 还不知道现在周围是个什么情况 王莽已经全身僵硬 双眼大睁 看着面前三只巨大到夸张的大猙蟹 咽了咽口水 此时 他的背后已经一片冷汗 你妹的 这玩笑开大了 这鱼头里面这么腥 你们怎么在里面坐了窝啊 他脚步轻轻后退 腰身一扭 一瞬间就跑出数十米开外 此时 他心中只想大骂一句 我赶你娘哦 要不要这么刺激 三只大猙蟹 看着面前跑动的辣条 突然食欲诱上来了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面前突然出现一根食物 但是本能告诉他们 逃跑的东西最好吃了 他们不介意再吃一顿早饭 巨大的八条腿 飞速活动起来 庞大的身体 在沙滩上扬起一阵灰尘 螃蟹本来就爬得快 何况是这五六米高的巨蟹 即便王猛已经提前开跑 速度也超越了 人类最顶尖的短跑运动员 但他们的距离 也还是迅速被拉近 恐怕要不了多久 他王猛就会被这群该死的螃蟹 反向感海 草草草 王猛一边飞速奔跑 一边满嘴国翠 他不能死在这里 他怎么能死在这里 啊 一声嘀吼 出击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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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恐怕是王猛来到荒岛后 遇到了最危险的情况 他不断使用技能 每过一秒 他的身形就变得魁梧一分 出击肌肉强化 X5倍 肌肉强化增幅程度100% 王猛经瘦的身体变得魁梧 腹部的八块腹肌 瞬间显变得更加突出 出击肌肉强化 X10倍 肌肉强化增幅程度200% 王猛的身形再次膨胀 就好像刚刚从健身房 走出的肌肉巨汗 出击肌肉强化 X25倍 肌肉强化增幅程度500% 此时 王猛的上衣已经被他完全撑破 一块块仿佛钢铁般的肌肉 布满着整个身体 他的体型已经增大了数倍 每一次奔跑间 全身的肌肉就像肉疙瘩一样 密集地聚在一起 充满了极致的爆发力 如果此刻他出现在蓝星的健身圈 恐怕会被无数健身人所追捧 所迷恋 这就是人类最完美的肌肉身躯啊 三只大青蟹飞速接近 它们的速度非常快 即便王猛因为肌肉强化 速度已经增加数倍 但还是跑不过这些巨大的青蟹 跑得最快的大青蟹 已经离王猛只有机密距离 他有些奇怪 面前的蜡条居然比刚刚更大了 但无所谓 大得更好吃 他高高的树眼露出贪婪的眼神 两只巨大的钳子仿佛推土机 猛的一挥 扬起一片沙尘 此时 王猛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大青蟹的动静 25倍叠加的初级肌肉强化 让他的肌肉增幅到达了恐怖的500% 再加上高达19点的体质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十倍 海风在他耳边划过 他只感觉全身的肌肉都充满了力量 心脏如发动机急速跳动 血液似流水在血管中喷涌 这种超凡的力量 让他全身都热血沸腾 肾上腺素急速飙升 爽 此时 他心中的战斗欲望 已经充斥满整个大脑 他小时候 其实不叫王莽 因为他从小就性格懦弱胆小 总是被人欺负 所以他老爸就给他改了名字 他到现在还记得 他老爸对他说的话 儿子 不要怕 你没有错 你只是太善良了 以后 要是谁敢欺负你 你就十倍还手 只要你够忙 就没有人敢欺负你 一边拼命奔跑 一边在脑海中 出现老爸说话的面孔 只要我够忙 就没有人敢欺负我 只要我够忙 就没有人敢欺负我 只要 我够忙 一声嘀吼 王莽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 全身肌肉魁梧的他 突然一个急刹车 沉腰 回身 全如弓 如龙蛇出洞 他所有的肌肉 都再次紧绷 变得更加膨胀 给老子 死呀 碰 一声剧烈闷响 响彻天际 电光火石之间 王莽居然躲过了 大青蟹的夹击 转身杀了一个回马枪 这一拳 直接把大青蟹的整个腹部 都打得凹陷下去 十几吨重的身体 也猛的一顿 退后竖步 但这还没完 趁着大青蟹 被重击后退之时 王莽左手拿长斧 右手拿铁锹 给老子死 猛的一跃 长斧滑过 手中的长斧 在十倍人类极限的距离下 轻松地突破的 大青蟹厚厚厚的甲铐 镶嵌进大青蟹的面门上 再用力一拉 大青蟹的整个头 都被斩成两半 只是几个呼吸之间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大青蟹 就已经被肌肉 王莽斩在腹下 跳到大青蟹的背上 手拿铁锹高高举起 猛地挥下 铁锹瞬间 就深深插入大青蟹的背甲中 然后用力一拉 整个背甲都被他切成两半 蟹黄留了一地 王莽站在大青蟹的背上 杀气腾腾 他此刻 就是亡一样存在 一路追上来的另外两只大青蟹 看见同伴死了 突然停下脚步 他们其实并不饿 昨天已经吃得很饱了 此时看见前面这个小东西 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同伴 他们已经心生退役 徘徊犹豫了一下 很快他们就转身而走 在这座荒岛中 他们也只是最低等的捕食者 胆子并不是很大 看着退走的大青蟹 王莽松了口气 他的25倍肌肉强化 最多只能持续几十秒 真要打起来 他恐怕只有五成胜算 从大青蟹的背上跳下 然后赶紧分解掉大青蟹的尸体 王莽也来不及看之前的信息提示 带上武器就快步离开了沙滩 现在小魔瓶已经用完 能量也全部耗尽 他已经没有底牌了 王莽一直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石头家中 然后搬起几块大石头 把门口的缝隙堵得严严实实 做完这一切 他才疲惫地 躺在自己的叶子床上 顺便摘了个西瓜吃了起来 今天他还是太冲动 差点就死在了沙滩上 不过这也不能怪他 之前他已经观察 石斑鱼尸骨十几个小时 本来以为所有大青蟹都已经走了 哪知道在鱼头里面 还躲着几只 不过 王莽打开面板 笑得像个傻子 他这次真的是一夜暴富了 躺在床上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他打开属性面板 一条条信息急切地弹了出来 钉 获得龙斑鱼的牙1086颗 材料 龙斑鱼的牙 品质 紫色稀有 效果 可以用于锻造 武器升级 药剂制作等 评分 三颗星 钉 获得龙斑鱼的骨髓58份 材料 龙斑鱼的骨髓 品质 紫色稀有 效果 直接服用 可以快速回复能量 并少量增加基础属性 可以用于药剂制作 食物制作等 评分 三颗星 钉 获得龙斑鱼的头骨1个 材料 龙斑鱼的头骨 品质 紫色稀有 效果 可用于防具制作 建筑强化等 评分 三星半 钉 获得龙斑鱼的骨刺362根 材料 龙斑鱼的骨刺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可用于武器 箭矢 装备强化等 评分 两星半 钉 获得龙斑鱼的鱼肉6块 材料 龙斑鱼的鱼肉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可用于制作食物 药剂等 评分 二星半 钉 杀死小青蟹 经验加15 钉 获得的小青蟹的假套一个 钉 获得蟹肉10份 钉 获得蟹黄2份 钉 获得青蟹前一对 王莽打开空间背包 看着面前到处填满的材料 笑得像的孩子一样 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跑去沙滩 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他从背包中拿出一根鱼刺 轻轻抚摸 这龙斑鱼的鱼刺 有着白鱼一般的质感 还有着金属的韧性 只单单这一根鱼刺 就足足有两米多长 轻轻一捅 石壁就被插出一个窟窿 好锋裂 这完全可以当一根长毛了 他最近一直在用分解功能 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规律 分解怪物后 只会得到特定的材料 物品会变小便少 就像那只大青蟹 足足有十几吨重 但是分解后获得的材料 只剩下不到一吨了 但是 分解获得的材料品质 会得到相应的浓缩强化 好像尸体中的那些不重要的部位 全部会变成精华 融入了铲出的材料中 就像他手中的这根鱼刺 虽然比分解前小了很多 但是各方面的品质 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哎 这个世界也没有啥攻略指南 这么好的材料 怎么才能制作成装备呢 摇了摇头 他又拿出一份龙斑鱼的骨髓 如白鱼般的骨髓 装在一份玻璃瓶中 打开瓶盖 一股浓郁的奶香就扑面来 带着淡淡的鱼腥味 这股香味 让他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突然变得食欲大增 刚刚和大清蟹的战斗 已经让他身心疲惫 身体的能量也消耗殆尽 毫不犹豫 他一口就喝下一瓶龙斑鱼的骨髓 刚刚进到肚子里 全身就变得暖洋洋的 王莽打开属性面板 自己的能量已经全部恢复满 甚至连小磨瓶的恢复速度 都开始缓慢增长 而他的体质 居然直接增容9加了一点 人物 王莽 固有天赋 无冷叠加 等级 LV3 158反斜杠400 体质 20左缘括号 18加2右缘括号 精神 6 能量 25左缘括号 15加5加5右缘括号 技能 技能1 初级肌肉强化 消耗5点能量 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20% 持续时间60秒 冷却时间5分钟 评分 一颗星 技能2 5 技能3 5 看着空间背包里 还剩下的57瓶 龙斑鱼的骨髓 往往欣喜若狂 他毫不犹豫地 再次拿出一瓶 一口灌下 一股热流在胃部爆发开来 直接让他满脸潮红 整个人晕晕乎乎的 靠 这玩意还会上头吗 此时 他就像一口气 喝下了一斤白酒 整个头又晕又胀 身体也好像被什么填满了 一直缓了一个多小时 他才好了很多 打开属性面板一看 体质只增加了0.8 看来这玩意也不能一直吃 而且增加基础属性的效果 也在减弱 不过这 龙斑鱼的骨髓 恢复能量的效果 还是挺好的 自己相当于有了56份 弱化版的小磨瓶 这样一想 他突然脑袋活泛起来 今天斩杀小青线 让他突然变得信心十足 不知不觉间 自己其实已经变得这么强了 天天吃这些蚂蚁肉也吃腻了 明天哥要天天吃些吧 他双手插腰 黑黑直笑 这座海岛早晚会沉浮在他脚下 而他王莽 作为曾经的赶海小王子 现在是终于要出山了 就在他躺在床上一吟时 属性面板左下角的聊天裙 突然亮了起来 玩家们 终于上线了 次日 王莽早早起床 他扒拉了 挤下他的鸡窝头 让自己变得更帅一点 随后就走到贝壳蓄水池的面前 奢侈地捧了一勺清水 把自己的脸洗得干干净净 他唯一的T恤 在昨天的战斗中已经阵亡 不得已 只能用树叶做了一件捡漏的衣裳 下次再去战斗 他一定先把裤子脱了 不然以后他真的只能在荒岛裸奔了 他一边哼着小调 一边做得端端正正 今天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因为他可爱的同胞们终于上线了 激动地打开属性面板 之前静悄悄的聊天群 已经热闹非凡 上千条信息不断滚动 他之前发的求助信息 早已经被海量刷屏的信息淹没了 兄弟们 大家都没死吧 干 手枪根本就杀不死这些怪物 还是只能用游戏里的装备 才能对他们造成伤害 楼上呢 这点我早就想到了 所以我背包里全放着压缩饼干和水 从现在开始 我要狗到天荒地牢 加一 加一 楼上的一群耸逼 这可是超凡世界 耸有屁用 哥觉醒了三星天赋 今日就是我张天帝起飞之时 一张特种兵战斗服的俯士帅照 楼上的不怕死 你就去吧 三星天赋算个屁 老子四星天赋 现在还在这里挖泥巴 这开局 简直就是地狱模式 张天帝还在不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我靠 不会真出去了吧 估计已经嘎了 张天帝 还在不 哥哥们 外面的怪物好可怕 谁来保护下人家 音音音 楼上的音音怪丢死开 我就想问有人卖装备吗 卖不了 新手宝箱开出来的装备 上不了商城拍卖 我刚刚去商城拍卖看了下 有个大佬在卖虫肉 真是牛逼 这是一上线就杀了 三只怪物下酒吗 我靠 还真有 现在的人都这么猛吗 往往看着热闹的聊天群 双眼泪汪汪 一个人被困在荒岛 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实在是太寂寞了 搓了搓手 他赶紧在聊天群里发起了信息 兄弟们 你们带纸的吗 这条信息一发 群里出现无数个问号 老子都要死了 还带个屁的纸啊 也就熬三天 拉完你在地下蹭一下不就行了吗 擦个屁 我没带纸 我只带着我的纸片人老婆 还有本子写真结 就算要死 我也要和我的纸片人老婆一起死 一张穿了又像没穿的 白丝JK水手服 导国老师 楼上的兄弟 我们交个朋友吧 楼上的别理他 他是想上你老婆 和我交朋友吧 我只会爱护你老婆 加一 加九九 往往一边水群 一边黑黑直笑 果然 还是和群友们水群 才是最快乐的 一直水了两个多小时群 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聊天群 自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他们是可以下线的 回到蓝星后他们 甚至可以带少量的物资过来 但是他却不行 他永远的只能待在这游戏世界中 最近 随着实力变得越来越强 他已经解决了食物问题 但一个人在这荒岛中生活 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他急需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聊天群里面都是一群水友 根本就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他打开左下角的论坛 相对于聊天群里面不靠谱的群友 论坛里面就要正经得多 此时的论坛也热闹非凡 昨天玩家们才刚刚上线 今天论坛上就新增了一千多条帖子 而且这些帖子都很正经 有关于求生经验分享的 有关于自己猎杀怪兽心得的 有教大家如何挖掘陷阱的 还有关于怪物图鉴收集 材料收集 生活工具制作等一系列的帖子 王莽打开收集系列 然后发布了一篇 收集各种生活用品的帖子 他准备用怪物的肉和材料 来换取生活的必需品 比如牙膏牙刷 衣服鞋子 各种调味料 特别是还有卫生纸 他已经这么强了 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菊花 再受任何委屈 发完帖之后 他在论坛中逛了起来 很快 他就有了一些惊喜的发现 原来制作武器 需要武器制作图纸 居然有人在新手宝箱中 就直接开出图纸 你这是在用羊兽穿越吗 这个牛 如何在荒岛手搓肥皂 这个更强 如何手搓土地雷 我靠 你居然想教诲我 如何制作发电机 这是 异世界养猪秘籍 逛了一会 收获满满 王莽再次打开商城拍卖 随着玩家的上限 之前空落落的拍卖商城 已经出现了不少商品 但几乎所有的商品 都只是一些低阶怪物的材料 一张武器图纸都没有看见 王莽失望地摇了摇头 不过想想也释然了 这异世界的怪物都太强大了 即便所有人都已经觉醒了天赋 但真正能完成手杀的 毕竟是少数人 现在商品少 也可以理解 不过他相信 随着玩家的不断成长 拍卖商城的商品 会越来越丰富 作用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后买了一件怪物材料 就离开了 他拿出刚刚换的怪兽材料 上下打量着 材料 史莱姆的皮膜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史莱姆死亡后留下的皮膜 具有较强的柔韧性和延展性 可用于装备制作 装备强化等 评分 一颗星 手中拿着这淡绿色的半透明皮膜 轻轻一拉 仿佛橡胶一样 被迅速扩大 刚刚他到论坛里 发现了一个制作衣服的技术贴 所以突发奇想 买下了这史莱姆的皮膜 平时自己在战斗中 如果战力全开 肌肉强化 会让自己的身体膨胀 普通的衣物 瞬间就会被撕裂 所以 在看到这史莱姆的皮膜后 他突然想给自己做一件橡胶衣 这样在每次自己战斗完毕后 就不用光着身子 到处遛鸟了 打开论坛中制作衣服的贴纸 他拿起长服笔划了起来 很快 一件歪歪牛牛丑陋的衣服 终于制作完毕 剩下的鞭脚料 他还做了件史莱姆内裤 做完衣服后 他又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那只小青蟹的背甲 整个背甲被分解踢去后 只有一块车门大小 大约有个五六十斤重 他按着论坛中制作装备的帖子 做了个简易的盾牌 网友们果然个个都是人才 怎么只是下线一趟 就一个个都变成技术馆 连盾牌这种东西 都能出攻略了 穿上自己的史莱姆内裤 把做好的小青蟹盾牌 背在背上 他对等一下的狩猎 更有信心了 再次检查好武器装备 网莽就从缝隙中 偷偷摸摸地出了门 他先来到昨天标记的位置 挖出七至八只黑甲兽干掉 然后又屁颠屁颠地 跑到一处石堆中 趴着远远观望 在前方百米 一只五六米高的小青蟹 正在石头缝里找吃的 一直观察了半个小时 在确定这只小青蟹 是只单身狗后 他缓缓地取下了背后的盾牌 他在石头缝中小心穿行 很快就绕到了小青蟹的背后 不过 常年生活在荒野中的生物 都十分机密 王莽的偷袭还没有发动 五六米高的小青蟹 就已经发现了异常 他两只竖眼一横 瞬间就发现王莽 八只腿飞快交错 他在石堆中如履平地 几个呼吸之间 这庞然大物 就已经来到了王莽面前 但此时的王莽早有准备 他早就已经战力全开 变成了一个极为魁梧的肌肉壮汉 两只巨大的钳子 相互交错加来 王莽也不躲 直接一抬手 恐怖的冲击力 就被盾牌全部挡住 王莽此时已经轻轻爆起 虽然他现在体质 已经达到了人类极限的十倍 但是和这种坦克般的怪物相比 他还是落于下风 啊 一声低吼 王莽腰身发力 瞬间就把两只巨大的钳子推开 趁着这段空隙 他的手中 已经多出了一只 长约两米的巨大鱼骨 双腿下压 猛的一跃 王莽瞬间就跳起十几米高 他的腰身像弓一样弯曲 八块夸张的腹肌完全凸显 恐怖的爆发力在其中酝酿 紧握手中的鱼骨 狠狠捅下 刺 一声刺耳的摩擦声 恐怖的距离加持下 这一枪速度极快 只是一击 王莽就直接把面前的庞然大物 从下道上插了得对穿 让整个巨大的鱼刺 都镶嵌在大青械的头上 哔哩 哔哩 几声痛苦的哀鸣 面前的巨物轰然倒地 随着不断猎杀怪物 他的战斗技巧 变得越来越纯熟了 很快 王莽两米多的魁梧身体 慢慢缩小 又变成了那个普通的少年 他低下头 看了看自己双腿之间 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不错 不错 这史莱姆内裤真是好用 以后再也不担心 走光了 分解完面前的小青械 背上装备 他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想想几天前 他还是一只鸡 都没有杀过了乖宝宝 碰到怪物 只会殷殷殷 而现在 几天过去 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怪物猎人了 一直到傍晚前 王莽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石缝中 给自己做了一份美味的蟹棒 摘了个西瓜 他就又打开了聊天群 在这座荒岛中 他唯一的娱乐方式 就是水群了 兄弟们 快看 哥们刚刚杀了一只怪物 牛不牛逼 一张怪物的尸体图片 我靠 楼上的牛逼 张天帝 你居然没死 你真的去杀怪物了 殷殷殷 这怪物好恶心 我从来没有见过 长得像猪一样大的蟑螂 哦 这么恶心的怪物 我隔着屏幕都不敢接近 你们也太勇了吧 加一 加一 我也想去猎杀怪物 可我觉醒的是一星天赋 垃圾分解 这能力有个屁用 我觉醒的是一星天赋 唱跳rap 我感觉我不去做练习声 真是可惜了 我觉醒的是二星天赋 钓鱼高手 可我穿越过来的地方 连个湖都没有 完全就是没用了 呃 我觉醒的是三星天赋 少父杀手 我回蓝星试了下 挺好用的 我承认我木了 楼上的 爽吗 曹贼 我与你势不两立 加一 加一 加九九 往往看着热闹的聊天群 开心地笑着 他赶紧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 一只五六米高的巨大青蟹 躺在地上 他手拿长斧 背上背着巨盾 一脚踩在大青蟹的头上 霸气十足 照片一出 一时间所有的群友都沸腾了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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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螃蟹也太大了吧 这和坦克都差不多的 还是假靠类的螃蟹 人类能徒手杀死 这玩意 大佬 请收下我的膝盖 不知不觉 群友已经这么厉害了吗 音音音 就我还是个小垃圾 大佬 能在论坛出个攻略吗 大佬 你的天赋是什么 几颗星啊 王莽的照片一出 下面瞬间就跟了几百条信息 果然还是在群友面前装逼 最让人身心愉快 看着群友们都在追问 他只能回复到 我的天赋挺一般的 也就是个肌肉强化 我相信大家只要努力 战胜心中的恐惧 也一定可以做到的 他没说自己的天赋 怕打击到自己的群友们 攻略什么的 其实没必要 他能猎杀大倾泻 完全就是靠自己 超越人类十倍极限的身体素质 如果没有像他这样强大的身体素质 根本就连大倾泻的防御都破不了 说完这些 他看群里的热度差不多了 赶紧让大家给自己收集生活用品 果然发了摔照后 大家都开始回复他 不过可惜 卫生纸等这些生活用品 在群友看来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穿越的时候 基本没人带 一直到最后 他才幸运地找群友 用一份蟹棒换了五袋泡面 看着面前的老檀酸菜面 唾液不断在舌头间涌现 他叹了口气 通过群友们绣照片 他发现 几乎大部分人 都穿着特种兵作战服 物资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刚刚他一问 原来群友们都投靠了国家 在穿越过来之前 国家还帮助他们 学习了各种求生知识 怪不得 怪不得 他在逛论坛时就发现 怎么群友们一个个 都突然变成了技术馆 今天 甚至连手挫导弹的制作方法 都贴到了论坛上 原来群友们 早就已经抱上了国家的大腿 原来整个世界 就他一个人 一直在荒岛里面艰难求生 看着群友们照片中 帅气的特种兵作战服 还有各种先进的求生工具 往往是真的羡慕了 他低头看着自己做的 歪七扭八的史莱姆内裤 又抬头看了一眼 像平民库一样的狗窝 欲哭无泪 以前 他对泡面嗤之以鼻 甚至还会骂一句 这玩意连狗都不吃 而现在 他因为获得几袋泡面 都快要感动地哭了 我啥时候才能回去啊 这破刀 我真的是带够了 我也想抱国家的大腿啊 王莽躺在自己的树叶床上 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靠 我受不了 他翻身而起 拿着自己两米长的大鱼刺 就冲了出去 夜黑星高 一片巨大的沙滩上 几只黑甲兽 正围在一起快乐地做游戏 每过几秒钟 黑甲兽们就停下来 警惕地看看周围 最近沙滩上 来了个猥琐的变态 每当他们正在 快乐的信头上时 他就偷偷跑过来偷袭 最近已经有不少同类 都死在了他手中 突然 身下的母黑甲兽 摆了摆尾巴 发出不满的鸣叫 这样一点也没有意思 就在黑甲兽们 享受着极致的快乐时 一根尖锐的鱼刺 突然从天而降 直接把这对黑甲兽小情侣 插了的对穿 两只虫子永远地在一起了 虽然这对黑甲兽小情侣 在偷欢的时候 已经非常小心 但最后还是被某人找到 最终在快乐中死去 丁 杀死黑甲兽经验加三 丁 杀死黑甲兽经验加二 等级提升到LV4 往往的身体微微闪烁 随着等级的提升 他心中的郁闷一扫而空 爽 果然还是敢等级 让人身心愉悦啊 再次把所有的自由属性 加到了体质上 体质直接达到了25点 这相当于他 已经拥有了 世界极限运动员的 2.5倍身体强度 在这样强大的基础属性下 他要是再使用 小磨瓶和龙斑鱼的骨髓 去叠加 触及肌肉强化 恐怕实力会达到 完全非人的地步 就在他激动不已时 脑海中突然想起 之前过来沙滩上 近视的百米巨猿 就算自己现在 已经变强了很多 但是在那种恐怖的巨物面前 自己还是太弱了 自己的枪再粗 难道还干得过高打 摇了摇头 他激动膨胀的心 瞬间冷却 在这座巨岛中 他现在只不过是个 大典的蚂蚁而已 之后 他还是要继续谨慎 分解完黑甲兽的尸体 收拾好装备 他再次回到自己的石凤家中 发了几张狩猎图在群里 和群友们吹了一下牛逼 他就马上开始 在论坛上学习起来 这两天他突然发现 论坛里的很多 技术铁的含金量 都特别高 因为他的情况特殊 无法回到蓝星 所以很多荒野求生知识 都对他特别重要 比如 如何搭建庇护所 如何制作陷阱 如何用石头和木材做家具 看着论坛中的帖子 他的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 这个世界的大海 好像没有涨潮和退潮 所以我这石凤家 平时还过得去 但要是像论坛上说的 万一突然下一场暴雨 那我这狗窝 就得直接暴毙 他当初选择这个地方 是因为淡水问题 和安全问题 但现在 他的实力变强了很多 已经不必再 局限于一个地方 这里地势太低了 我要再找个好地方 这里就当作备用水库算了 思考良久 他下定决心 必须要重新找个空间更大 地势更高的石凤 搭建庇护所 一直学习了三个小时 王莽才疲惫地 趴在树叶床上睡着了 他以前上学都没这么认真过 没想到穿越过来 一届还要熬夜学习 次日 天刚刚亮 王莽就收拾好装备 再次从石凤中爬了出去 今天他的主要目标不是狩猎 而是考察周围的地形 顺便捡点材料 准备搭建庇护所 一路上他走走停停 按论坛上的捡了不少石块 这都是为之后 搭建庇护所做的准备的 期间他还碰到了几只大青械 顺路就直接斩杀了 此时 王莽正趴在一块巨石背后 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 看着前方 在几百米的一处高地上 几块小扇一样的石块 叠在一起 这个地方不但地势够高 而且也更加远离大海 甚至周围 还有几棵巨树作为遮挡 他逛了一天 发现这里可以说是 方圆五公里内 最适合搭建庇护所的地方了 不过 这种好地方 此时已经有了他的主人 一只身高十米的巨大青械 正爬在十分钟休息 他的体型不但比其他青械更大 身上的甲鞘也更加厚重 无数坑坑洼洼的甲刺 附着在背甲上 让他显得更加猙獰 这玩意一看就不好对付呀 王莽叹了口气 他没有杀过体型这么大的大青械 心里也没底 这世界虽然有点像游戏 但更多地方更偏向真实世界 如果自己在和这大家伙的对战中 不小心受了伤 恐怕被感染的风险会非常高 而在这种荒无人烟的海岛中 伤口感染 他又没有抗感染的药物 大概率就是直接隔屁了 犹豫良久 王莽还是缓缓退去 时间还充裕 他不必急于一时 回到石头凤家里 架起贝壳锅 再摘一个新鲜的大西瓜 王莽一边逛着论坛 一边吃着蟹肉 他刚刚准备躺在自己的树叶床上 结果发现 整个树叶床居然到处都是水珠 不是吧 这是上潮了 他记忆中 上潮这个词已经是很久前的事了 以前小时候生活在奶奶家 住在一楼 每次暴雨前 地面就会上潮 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只要出现 就代表最近就要下暴雨了 就和蚂蚁搬家会下雨一个道理 这一夜 他睡得非常不舒服 因为整个石头缝里都非常潮湿 次日 他早早就起了床 往外一看 果然 整个天空都阴沉沉的 他眉头紧锁 心事重重 这个世界什么都非常巨大 自己就像一只小蚂蚁一样 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世界的暴雨是什么样子 万一 这暴雨也是巨物版本呢 一想到天空中 每一滴雨都仿佛汽车般大小 而且密密麻麻 不断从万米高空砸落 他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 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小破石头粪屋 要真是这种巨物版本的暴雨 自己接下来 恐怕不是被雨砸死 就是会淹死在石缝中 不行 我得赶快搬家 王莽起身 赶紧开始收拾东西 树叶床 不要了 以后再见 贝壳锅 也不要了 西瓜苗 扯了让他变回种子 转了一圈 王莽才悲哀地发现 他居然家徒四壁 啥也没有 算了算了 这个伤心的 不要也罢 说完 王莽就只身一人匆匆出门 很快 他就再次来到了 昨天观察大清泄的地方 他握紧手中的鱼刺 双眼变得坚定 本来不想冒险的 可是这场雨逼的他 不得不去做 不过今天他过来 已经提前做好了功课 他已经在周围不断寻找 提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形 熟悉好周围的地势后 他便偷偷摸摸地 向那只大清泄的老巢爬去 自己太小了 正面对抗这些巨型怪物 肯定会处于劣势 但同样的 体型也是自己的优势 在合适的地形 小巧的体型会变得更加灵活 而他现在 就是要把这只大清泄 引到合适的地形 限制他的走位 然后把他一击必杀 此时 大清泄并不在巢穴中 这个时候 他大概还在外面找湿的 往往偷偷摸过来 然后爬到巨石上 静静等候 这一趴 就是一个小时 天空变得更加阴沉 一片片黑色的乌云 压在天空中 仿佛想把整个荒岛都压垮 等待两久 终于 巨大的清泄 缓缓爬了回来 十米多高的庞大身体 两只巨钳 像两辆小汽车一样 到处挥舞 每一次爬动 都会让周围轻轻震动 趴在石块上 咽了咽口水 隔近了看这只大清泄 感觉更恐怖了 不过害怕的同时 他的肾上腺素 也急速飙升 如果能亲手 把如此巨物斩杀 那真是屌炸了 握紧手中两米长的鱼刺 他全身因为兴奋 在不断颤抖 初级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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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他不断使用技能 整个身体 也像气球一样 不断膨胀 自己的天赋 无冷叠加 其实有两个效果 一个是技能没有冷却 另一个就是 技能状态可以无限叠加 而后者才是让他拥有 面对着恐怖巨物的底气 初级肌肉强化 25倍 肌肉增幅程度500% 此时的王莽 已经化为一个 两米多的肌肉巨汗 他的头很小 但浑身的肌肉却不断堆叠 让身体变得魁梧巨大 再喝下一瓶 龙斑鱼的骨髓 能量瞬间恢复满 初级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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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倍 肌肉增幅程度600% 王莽的体型再次膨胀 全身的肌肉 仿佛虫子一般不断蠕动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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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急速跳动 仿佛发动机的引擎一样 在他胸口幕后 皮肤变得赤红 血液的快速流动 让他的身体散发出阵阵热气 王莽肌肉解放状态 刺激怪人 一口白气吐出 吹得周围灰尘四散 这感觉太棒了 王莽兴奋地握紧手中的鱼刺 刚刚他还有些信心不足 有些犹豫 但现在 肌肉中迸发出的力量 让他觉得自己 无所不能 蹦 信仰一跃 王莽魁梧的身形 从天空中落下 他双手紧紧握住鱼刺 双臂发力 腰弓如蛇 口中放肆的大吼 脑子是无敌的 给也死 这一击仿佛流星坠地 巨大的冲击力 直接把十米高大的大青蟹 深深砸在地下 扬起一阵灰尘 只见两米长的巨大鱼刺 直接插在了大青蟹的树眼中 贯穿而入 逼脸 一声痛苦的哀嚎 响彻天际 大青蟹庞大的身体一甩 就把背上的王莽甩飞出去 他痛苦地摇晃着脑袋 刚刚那一击 不但刺瞎了他的一只眼 还让自己半个脑袋 都凹陷了下去 他仅存的树眼一转 怒视着前方的王莽 自己居然被这样一只小虫子咬伤了 不可原谅 不可原谅 逼脸 他发出愤怒的咆哮 巨大的声音 甚至有音波在他嘴边环绕 而王莽在被他甩飞之际 就已经借力转身而逃 这次的偷袭 比他想象中更加顺利 这大家伙瞎了一只眼 等一下对付起来 会更加简单 心中正有些高兴 突然 空气中传来刺耳的声音 这让他全身的汗毛瞬间竖起 仿佛有什么危险在急速接近中 危险 危险 第六感在疯狂警示 他来不及回头 身体本能地向左一跃 即便他已经在第一时间 就迅速做出反应 但还是迟了一点 一道像火车头大小的水炮 从他背后喷涌而来 巨大的势能刮过他的身体 让他整个人像炮弹一样 撞在了远处的石壁上 甩了甩头 从地上爬起 回头看了一眼自己背后 背在背上的倾泻盾 已经完全凹陷 自己只是被水炮刮了一下 居然就有这样的威脸 干 抬头一看 只见那只大倾泻的嘴中 又在酝酿 他又要喷射水炮了 王莽见到此情景 赶紧转身而逃 草 有没有搞错 这大家伙居然会魔法 这不科学 但事实就是如此 随着王莽在石凤间 不断跳跃逃走 一颗颗像火车头一样 巨大的水炮不断袭来 那水炮不断地投大 速度也非常快 每一次都打着周围土石爆裂 而王莽不得不开始 他的蛇行走位 他借助周围的地形 不断躲避着水炮的袭击 远处的大倾泻有些恼火 这只小虫子跑得太快了 就像大炮打蚊子 自己威力十足的攻击 一次也没有打中 看着面前的小虫子 越跑越远 他突然怒吼一声 绝对不能让这只虫子逃掉了 他要亲手踩死它 然后吃掉它的身体 以报插眼之仇 八只巨角不断挥舞 庞大的身体 像推土机一样 左右碰撞前行 大倾泻正以极快的速度 向王莽的方向追去 一时间 沙滩的石堆上 一大一小的身影相互追逐着 距离不断被拉近 在亡命奔跑中 王莽又拿出一瓶 龙斑鱼的骨髓 喝下 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连续喝两瓶 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初级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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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状态只能维持60秒 他必须保持一定的叠加程度 为等一下的战斗做准备 快到了 快到了 就在前面 在前方 两颗巨石堆叠在一起 形成一道天然的巨大石缝 对于王莽来说 这缝十分巨大 自己可以轻松穿过 但对于那只大青蟹来说 这就是个狭窄的巷子 只要进去 连转身都会变得困难 回头看了一眼 背后急速追来大青蟹 这个距离 他已经不可能追上了 大腿的肌肉膨胀 脚下加速 王莽的身形变得更快 一下子扎进了缝隙之中 此时的大青蟹 早就已经被怒火迷了双眼 他从来都不觉得 这样的小虫子 可以杀死自己 就好像猫看见一只老鼠 他从来不会觉得 老鼠可以咬死自己 这就是来自 尚未捕食者的自信 庞大的身体猛地撞击 大青蟹一下子 就冲进了缝隙中 这缝隙对他来说有些狭小 不过没关系 那只小虫子 就在自己面前 大青蟹卡车般的巨钱 高高举起 猛地砸下 直接把地面砸出了一个深坑 这一击虽然威力巨大 但王莽轻松就躲过去了 这狭窄的缝隙里 王莽和大青蟹的身份 已经互换 这里 现在是他的主场 王莽身形往后一退 再次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根巨大的鱼刺 双腿下沉 腰身发力 身体厚痒 他做出像运动员一样 最完美的投掷姿势 So 一道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巨大的鱼刺 像镖枪一样猛地射出 直插大青蟹的面门 Bili 痛苦地哀叫传来 大青蟹从来没有想过 这小东西 还有这样的手段 他还没有做出反应 瞬间又有树到鱼刺飞袭而来 全部扎在他的脸上 Bili Bili 几声怒吼 巨大的疼痛 让大青蟹真的怒了 他两只巨钳不断挥舞 身体拼命用力 在狭窄的缝隙中 向前挤动 他现在就要 夹死这讨厌的虫子 但往往比他更灵敏 他一边后退 一边不断地投掷鱼刺 同时 眉头也微微皱起 这只大青蟹的防御实在太强了 他刚刚投掷的鱼刺 大部分都被坚硬的甲铐挡了下来 只有那些射中面门和腹部的 才能给大青蟹造成一些伤害 而且 随着不断受伤 大青蟹很快就变乖了 他用两只巨钳挡在身前 抵挡着鱼刺的进攻 同时 他的身形正在不断后退 他好像要放弃报仇了 王莽轻轻一笑 既然进了这个坑 再想出去 可就由不得你了 初级肌肉强化 那时间快到了 他必须速战速决 取出背后的长斧头 王莽不再后退 而是像猎豹一样 俯冲向大青蟹 他瞬间来到大青蟹的腹尾部 找到排泄口的位置 这里应该就是他最薄弱的地方 啊 我干你呀的 一声爆喝 手臂的肌肉发力 长斧猛地捅入 他要以这里为突破口 直接把这只大青蟹开膛破腹 此时 大青蟹还在寻找王莽的身影 他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感 这是来自生物的本能反应 可是这狭窄的石缝 实在是太挤了 他连转身都做不到 就在他慌张之际 突然 他唯一的树眼高高利起 满眼不可思议 一股极致的疼痛 从他菊花处传来 鼻里 鼻 哩 相比于之前霸气的吼叫 这一声痛苦的哀嚎 叫得撕心裂肺 最后 大青蟹还是逃离了石缝 求生的本能 让他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终于还是从王莽的魔手中逃走 但此时此刻 他全身上下 已经像刺猬一样扎满了鱼刺 他的腹部 从菊花处一直到胸口 已经被开出了一条大大的口子 不断有液体从里面滑落 大青蟹跌跌撞撞 拖着自己沉重的身体不断逃走 向着自己的家奔去 在远处 王莽远远地掉在大青蟹的背后 这只大青蟹已经受了重伤 如果没有特殊的恢复能力 恐怕不久后 他就会衰弱而死 而野兽的临死反扑 是十分剧烈的 他不会把这只大青蟹逼到绝境 慢慢耗死 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自己的肌肉强化状态也消失了 能量也耗尽 现在就是上去了 估计也打不赢 就这样 王莽一直尾随着大青蟹回到巢穴 他像一只孤狼一样 趴在高处 野心勃勃地紧盯着 大青蟹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自己的巢穴 他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弱了 身体中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不断流失 他唯一的树颜转动 盯着王莽的方向 其实他早就已经发现 跟在身后的王莽 但是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实在太虚弱了 他知道 这只可恶的虫子 正在等自己死 他想在自己死后吃掉自己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猎人和猎物相互对视 他们都在等待最后的时刻降临 一个是等待收获 一个是等待死亡 天空中的乌云变得更加厚密 空气开始变得潮湿而压抑 突然 一滴卡车大小的雨珠 从天空中急速落下 猛砸在王莽和大青蟹中间 雨季终于来了 此时 聊天群里已经炸开了锅 兄弟们 我这里下雨了 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 我刚刚被一滴雨砸中 现在一直在吐血 我 说着说着 他的头像突然变暗 罗上兄弟 你还在吗 兄弟 你没事吧 聊天群突然安静 这群里有超过五万人 平时都热闹得很 但现在却没有几个人回复信息 恐怕大多数人都在想办法 躲避这场暴雨 而且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不断有人的头像变得暗淡 这一劫突然的一场大雨 就让所有蓝星人损失惨重 人类好像真的变成了微小的蚂蚁 一场暴雨 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致命的天灾 王莽坐在石凤间 面前点燃了一团篝火 最后还是他赢了 在暴雨来临之际 大清蟹终于坚持不住 提前闭上了双眼 而这次的收获也非常丰厚 不但获得了各种材料 而且还爆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蓝色宝箱 打开空间背包 从里面取出一只散发着蓝色荧光的宝箱 丁 月吉 杀死精英怪物大清蟹 获得蓝色宝箱一个 宝箱 随机型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杀死强大的怪物后 终末之海给予的馈赠 评分 一颗星 原来杀死怪物真的可以爆宝箱 之前那些估计是太弱了 还不够资格 王莽若有所思 打开宝箱 一道流光滑过 面前只剩下三个物品 丁 获得猎人勋章 装备 猎人勋章 种类 饰品 品质 蓝色精良 属性 体质加二 精神加二 能量加五 效果 佩戴猎人勋章之后 会在狩猎中变得更加敏锐 评价 二颗星 丁 获得大清蟹的蛋一个 宠物 大清蟹的蛋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生活在沙滩石缝间的大清蟹 只需要适宜的温度就可以破壳而出 评价 一星半 丁 一级经验书三本 种类 经验书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使用后瞬间获得100点经验值 评价 一颗星 王莽拿起猎人勋章戴在身上 这玩意不错 基础属性都是好东西 他又抱起面前那颗篮球大小的螃蟹蛋 有点疑惑 螃蟹这玩意是下蛋的吗 他以前只吃过 还真没见过它们下蛋 不过现在是在异世界 下蛋也挺合理的 最后他拿起那本经验书 这玩意实在太熟悉了 以前干 原魔 手游的时候 天天为了这个东西除大地 干都抱了几个 使用 随着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三本经验书就化作一道流光 冲入他的身体 丁 经验加300 点了点头 这次猎杀大清蟹收获不错 不但给他抱了个宝箱 还让他的经验值很长了一大截 估计要不了多久 我就又可以升级了 一想到要升级 他就有些兴奋 单等级什么的 最让人沉迷了 不过 他抬头看了一眼外面 整个小岛上乌云密布 暴雨倾盆 如果这只是普通的暴雨 也就算了 但如果每一颗雨滴 都像汽车一样的大小 那简直就是恐怖的末日天灾 这已经不叫下雨了 简直就是上帝在天上泼水 看着下雨的趋势 估计他的升级计划 又要延后了 不过好在 他新选的这个家 地势非常高 所有的雨水 都顺着岩石往下流淌 石缝中还比较干燥 用石板在一个角落中 搭了一个简易的石床 他就躺下打开了聊天群 结果一进去 就发现群里一片哀嚎 谁来救救我 这雨太大了 我感觉我快淹死了 我刚刚挖的避难所呀 屋一滴雨就给我砸成了稀巴烂 还好我提前找了个 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啊 靠 我我很漂亮的 我愿意现身 大家快上树 找个树洞躲起来 平时欢声笑语的聊天群 突然变得哀嚎一片 王莽突然发现 并不是只有自己这里在下雨 而是所有蓝星人 都在面临暴雨的侵袭 他眉头紧锁 想了非常多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大家都身处不同的地方 降临的环境也相差非常大 但现在却所有人 都在面临暴雨的侵袭 难道说 其实他们这十万人 全部都在这座荒岛中 只是因为荒岛太大 怪物太多 所以他们都被分散开来 这样一想 他心中突然亮起了一道光 抬头望着外面的倾盆大雨 等这次雨停了 他就马上干到五级 然后走出这片沙滩 他一个人在荒岛中过得 实在是太寂寞了 他要去寻找 遗落在各处的同胞们 又看了一眼聊天群 群友们还在到处发着求救信息 但对于这些求救 王莽也毫无办法 他现在也看看 只能自保而已 退出聊天群 打开论坛 论坛上 现在正铺天盖地地 出现各种暴雨求生攻略 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 相互帮助 王莽对于这些暴雨求生攻略 没有兴趣 他找到一个学习游泳的技术贴 一个搭建庇护所的技术贴 一个陷阱制作技术贴 既然外面下暴雨 已经无法进行狩猎升级 那他就决定 好好在家学习各种求生知识 为之后做准备 这场暴雨役 只下了一天一夜 聊天群中的五万多人 只活下来四万人 他们有些是在躲雨途中 被怪物吞噬 王莽也一条信息也没发 他从十分钟走出 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 全身已经整齐待发 作为曾经的港海小王子 他清楚地知道 在每次暴雨之后 海滩上总是能收获满满 手拿鱼刺 背上背着倾泻盾 一把长斧和一柄铁锹挂在盾后 港海啦 王莽小声一叫 弓着身子贴在石壁上 就像沙滩摸过去 随着越来越接近海边 果然可以到处看到怪物的身影 此时的沙滩上热闹非凡 就连平时在晚上活动的黑甲兽 也全部从沙地里拱了出来 暴雨之后 海中大量的海底生物 都被冲上岸滩 几百米 上千米长的巨型海带 像房子一样大小的贝类 几十米长的死鱼 大量的巨型海螺 海星 而这时的沙滩上 已经密密麻麻地聚集了 很多黑甲兽和大青蟹 这是他们难得的一场盛宴 王莽躲在远处的石堆上 双眼发光 我靠 这八爪鱼好大 这有五十米长了吧 这 这像船一样大的 是鲍鱼吗 这是龙虾 简直比坦克都还要大 看着黑甲兽和大青蟹们 在沙滩上享受着美食 往往跃跃欲试 这些都是好东西啊 就这样被吃了 真是浪费 不过虽然非常眼红 但他还是躲在石缝间没有出去 他必须再观察一段时间 保证绝对的安全 别自己赶海没有成功 反被其他大家伙赶海了 一直观察一个多小时 他才找到一个 怪物聚集比较少的地方摸了过去 几只黑甲兽 正低头吃得开心 每次暴雨过后 都总能捡到免费的美餐 这真是让人快乐的日子 突然 几根巨大的鱼刺从天而降 直接把几只黑甲兽 全部钉在了地上 钉 杀死黑甲兽三只 惊艳加酒 很快 王莽就偷偷摸摸地跑了过来 把冲上来的海货 还有三只黑甲兽的尸体 全部分解掉 曾经让他害怕 还需要全力以赴的黑甲兽 现在已经可以被他随手杀死 就这样 杀黑甲兽 捡海货 还有一百二十多点经验 这可比他平常到处去挖坑 找黑甲兽来得容易得多 不错不错 中饭不吃了 我要在这里干到五级 王莽下定决心 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 可能是由于沙滩中的海货太多 食物充足 所以这些黑甲兽和大青蟹的攻击欲望都很低 他必须要抓紧这次机会 赶紧升级狩猎 一直狩猎到接近黄昏 王莽又杀了四十多只黑甲兽 七八只小青蟹 获得到了经验一百六十多点 此时 他已经停止了狩猎 躲在一块大石头上 远处 一只超过十米的大青蟹正在缓缓爬行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 往远离海岸的方向走去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的一只大钳子和四只腿全部断掉 背上也破了一个大洞 估计他是在赶海货的途中 与其他怪物产生了冲突 王莽趴在大石头上 双眼微微眯起 以前他碰到这样的巨物 都是绕着走 生怕被对方发现 但是在昨天完成手杀后 他现在对这种精英怪物非常感兴趣 爆材料什么的太无趣了 他想要的是爆宝箱啊 双眼一凝 他便抄起手中的鱼刺 像猎豹一样冲了出去 比起昨天那只大家伙 这只受伤的明显弱了很多 王莽战力全开 直接一个划铲 就来到他的身下 斧头对准菊花一插 再用力一划 整个大青蟹的腹部 就被划出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红的白的留了一地 然后他迅速拉开距离 不断对着大青蟹投掷鱼刺 十几个呼吸之间 就把对方插成了刺猬 丁 跃及 击杀精英怪物大青蟹 经验加三五 获得白色宝箱一个 随着大青蟹巨大的身体倒下 一个白色的宝箱 漂浮在他身体上空 爽 又爆宝箱了 王莽低声兴奋的一吼 这简直比原魔抽卡出京都爽 他赶紧跑过去 把宝箱打开 只爆出了几本一级经验书 还有点矿石 看来也不是每个白色宝箱 都爆装呗 再分解掉大青蟹的尸体 他就匆匆离开 这次他没有再回沙滩上进行狩猎 而是直接回到了自己的老巢 因为他的能量和小磨瓶 都已经用完了 没有底牌的情况下 这片沙滩对他来说 还是太危险了 王莽一直在石头间跳跃 他双手高举 带着一个棗盆大小的生蚝 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家中 生蚝他吃过不少 但这么洗澡盆大的生蚝 他还真没有吃过 回到自己的新家 他就搬起几块巨石 把缝隙堵住 和之前的小破烂狗窝相比 他的新家非常大 里面的空间 至少有一个篮球场大小 而且往上望去 天然的石洞 还形成了一个天窗 可以透进来微弱的亮光 他用几块巨石架起一个火堆 然后把捡来的枯树点燃丢了进去 等火焰足够旺盛时 他便把棗盆大小的生蚝 直接放了上去 没过多久 一股鲜香的味道 就布满了整个空间 让他口水直流 天天吃虫肉和大青蟹 他已经吃腻了 今天终于可以换换口味了 他从石缝中 小心翼翼地拿出 自己珍藏的老坛酸菜泡面 这是他上次在聊天群换到的 拿出泡面中的酸菜包 再把其他的佐料包 小心点放好 荒岛中实在过得太苦了 连泡面佐料包他都要分几次吃 蹲在角落 一边吃着泡面中的酸菜包 一边大口吃着生蚝 吃着吃着 他双眼就有些湿润 他真傻 以前还老和老爸老妈吵架 还嫌弃他们做的饭菜不好吃 现在在这荒岛中待了十几天 他突然觉得之前是多么幸福 不行 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说哭就哭 我要自强 我要自救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这座荒岛踩在脚下 会征服这片大海 就是游 我都要游回去 干你压的 一望无际的沙滩 两块巨石下 少年一边吃着泡面 一边骂骂咧咧 他说着豪言壮语 诉说着对亲人的思念 第二天一早 玩家们又下线了 虽然大家准备得非常充分 但是一场暴雨 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 又有一万多个玩家 死在了游戏异界中 此时 蓝星的一座高校呢 三只黑甲兽 突然出现在操场中 牛犊一样的夸张体型 轻易可以撕碎钢铁的大鳄 黑色的甲铐 在阳光下 泛着金属的光泽 他们头上的两对触须 不断晃动 感受着这陌生世界的气息 这 这是什么 我操 好大的马眼 几个高中生 刚刚打完篮球 他们蠢蠢欲动 鸡 他闻到了 这是食物的味道 巨大的身体开始快速移动 三只恐怖的黑甲兽 猛地冲了过来 我操 快跑 几位阳光帅气的高中生 反应非常迅速 但和这些巨蚁比起来 他们还是太慢了 扑 鲜血喷洒在操场上 几颗惊恐的人头 滚落在地 三位高中生 足 在某一线城市 步行街中热闹非凡 今天是周末 出来逛街的人非常多 一对小情侣 正在排队买奶茶 突然 太阳好像被什么遮住了 男朋友回头一看 只见背后出现了 一只五六米高的巨大螃蟹 两只高高的树沿转动 门板大小的巨钱慢慢举起 红布的大嘴中 还在发出哔哩哔哩的声音 怪 怪物 他的话音未落 巨大的钳子 就把他拦腰夹成了两半 内脏大肠留着一地 手中的奶茶落地 鲜血喷洒在脸上 此时他的女朋友 已经完全被吓傻了 大青蟹一边夹起 他的男朋友亲热的啃食 一边轻轻挥动 另一只巨钱 瞬间又把他也加成两半 逼利 逼利 红色的鲜血 缓缓在地面扩散 可爱的啃食声 在街道中回荡 让人毛骨悚然 啊 怪 怪物 快跑 整个步行街 瞬间沸腾了 所有人都在拼命狂奔 奶茶店的员工 直接从柜台爬了出来 转身而逃 但步行街的人实在太多了 很快就发生了踩踏事件 死伤变得更加严重 看着面前 8条巨大的腿 相互交错 两只门板大小的巨钱 到处挥舞 夹 夹 夹 一时间 血肉飞舞 到处人头滚滚 被往往轻易猎杀的大倾斜 居然在蓝星杀疯了 826地下秘密基地 一间巨大的指挥室中 无数的屏幕正在不停闪烁 通过高空卫星 全国所有的紧急画面 都传递到了这里 报告 A是出现48处怪物入侵 报告 B是出现56处怪物入侵 报告 黄龙山区出现18处怪物入侵 报告 看着一条条传上来的信息 李勇眉头一皱 怎么会这样 不是已经对玩家们 做了求生培训吗 可这怪物入侵频率出现的 实在太频繁了 玩家那边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 不是对他们已经进行了 专业的求生培训吗 怎么会有死了这么多人 所有人联系当地的警方 和和特种部队 做好居民疏散工作 告诉当地的警方 我们会尽快派专业人员 对这些怪物进行收容 让他们不必恐慌 联系宣传部 让他们把握好 网上舆论的方向 进行正确的引导 防止全民恐慌的出现 联系相关部门 对所有囤货行为 进行坚决的打击 对那些发国难财的商家 绝不姑息 联系各大超能者高校的校长 我现在就要知道 玩家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 所有的玩家已经回归 在无人山区的 玄山超能者高校中 陈校长正眉头紧锁 三天过去 玩家们终于回来了 但是 全校3521人 只活着回来了2700多人 其中有1000多人 还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只是短短三天 伤亡率就高达50% 死亡率就超过了20% 这异世界的危险程度 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更高 叮铃铃 叮铃铃 突然 办公室的电话响起 陈校长看了一眼 赶紧接了过来 喂 王少将 哎 是我 是我 陈校长 上面已经来了消息 全国各地又出现了 大量的异世界怪兽入侵 初步估计 已经超过了1万起 死上数万人 这次 上面的计划已经通过了 乾隆计划 正式开始执行 我现在需要你准备名单 好的 好的 我这边一定配合 挂断电话 陈校长神色变得更加严肃 全国各地 突然又降临 1万多只一世界的怪兽 已经造成了数万人的死伤 而且这个数据 还在持续上升 同时 这次降临的怪兽 明显比之前的变得更加强大 有些甚至已经可以 无视小型热武器的攻击 乾隆计划 居然通过了 这么说 上面的人真的准备造神了吗 陈校长心事重重 如果真的开始 乾隆计划 那之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拿起文件 匆匆离开办公室 往玩家所在的训练室走去 A是 步行街 五六米高的大青蟹 在商业街上横行无际 此时 十几辆警车已经把他团团围住 数百名警察 全部把枪口对准他 火蛇飞舞 不断射击 但在他坚硬的假靠下 这些子弹对他的伤害极其有限 而且由于游戏规则的原因 蓝星的武器根本就无法杀死他 他身上的枪孔正在急速恢复中 几名新来的民警颤抖的不断射击 他们来单位几年了 平时也就给居民调解下纠纷 找下丢失的手机 平时连配枪都不会带 可怎么几天不见 他们现在居然要在这里打怪兽了 这也太魔幻了 他们只是民警呀 民警呀 不是奥特曼 枪声不断响起 打在大青蟹身上火花四射 虽然子弹无法对大青蟹造成太大伤害 但其巨大的冲击力还是限制了他的行动 突然 几架直升机从远方迅速接近 全副武装的特种兵从华绳上降下 重机枪架起 单兵火箭筒不断发射 瞬间 面前五六米高的巨大螃蟹被炸得四分五裂 所有人员全部撤退 所有人员全部撤退 现在这里有我们接管 快离开 国家特种部队终于来了 周围所有的民警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一边撤退 一边驱散着周围围观的民众 快走 快走 都不怕死吗 还在这里拍抖音发朋友圈 人群刚刚被驱散 刚刚被炸成碎片的大青蟹 瞬间又恢复了原样 他复活了 在游戏规则的保护之下 他是杀不死的 所有人员准备重机枪射击 对准他的脚 狙击手准备破坏目标事业 准备收容 大青蟹刚刚复活 还有点萌萌的 鼻裂 他刚刚发出一声叫声 数把重机枪 就把他的八条腿打断 两声巨响 百米外的狙击手 就打爆了他的双眼 此时 一架直升机 已经飞到了他的头顶 一个巨大的铁笼子 猛地落了下来 把他关得严严实实 不久后 一辆巨大的军用卡车 从步行街缓缓离开 在卡车的车厢里 时不时传来剧烈的撞击声 陈校长来到超能者玩家的训练室 周围到处是伤员 和之前穿越前的热烈氛围相反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心情压抑 张小龙躺在床上 眼神空洞 他昨天差点死在暴雨中 那个世界实在是太危险了 虽然这次侥幸活了下来 但他不觉得自己 可以一直这么侥幸 就在这时 陈校长走到讲台上 各位 欢迎你们能活着回来 陈校长顿了顿 所有人都抬起头 看向讲台 我是你们的陈校长 我知道大家很累 但是我现在还是要向大家 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在刚刚 我的领导给了我一个通知 从现在开始 国家将正式开始执行 乾隆计划 玩家如果在一世界死亡 怪物就会代替玩家 回归现实世界 现在全国上下 已经有无数的怪物在肆虐 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我们的国家 现在需要有人站出来 因为只有玩家 才能杀死这些怪物 陈校长站在讲台上 说得慷慨激昂 他希望玩家们 可以帮助政府 去猎杀现实世界中的怪物 可说了很久 底下的玩家们 大多都无动于衷 这些怪物有多强大 玩家们最清楚 用命去保护别人 疯了吧 他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都不知道 下一次穿越能不能活下来 他们哪里还有精力 去保护普通人 不过 这个世界上 总还是有人拥有着一腔热血 张小龙缓缓举起手 虽然他只是个臭杀猪的 但是他却想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 毕竟他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就会死在意间 与其这么窝囊地死了 还不如做一次英雄 随着他举起手 陆陆续续 又有不少人开始举手 陈校长欣慰地笑了笑 人数比他预计得多 他把这些自愿参加 乾隆计划 的人带走 很快就消失在走廊中 阴影下 陈校长的黑矿眼镜 有些反光 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 其实 刚刚他有所隐瞒 乾隆计划 可是华国目前 最重视的计划之一 哪会只有这么简单 在他看来 乾隆计划 也可以称之为造神计划 游戏世界的怪物 突然入侵现实 超能者玩家的降临 这些都预示世界的未来 已经变得不可琢磨 在玩家第一次回归时 全国就已经出现了 70多万起怪物入侵事件 虽然政府在最快的时间 就做出了反应 对怪物进行了 大规模的收容 并且在网上 极力地引导舆论 但是 全国范围的恐慌 已经出现 人们对未来 已经开始丧失信心 在这种背景下 于是有人提出了乾隆计划 从全国所有的玩家中 挑选出极具潜力的种子 倾全国之力重点培养 华国现在已经收容了 几十万的一世界的怪兽 他们现在全部被关押 在全国各地的秘密基地中 这些被收容的怪物 现在就相当于 游戏的经验包 只要有玩家加入乾隆计划 上面就会对这些玩家 进行重点关注 帮助玩家快速掌握 猎杀怪物技巧 迅速提升这些玩家的等级 而随着玩家 在现实世界变得更强 在游戏一届中 生存下来的几率 也就会变得更高 这同样也间接减少了 怪物出现的概率 陈校长推了推眼镜 他刚刚在讲台上那样做 其实也是上面 特意交代过的 乾隆计划的挑选名单 第一个看的是品行 而不是觉醒的天赋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 国家也怕清净所有资源后 结果培养出来一群 自私自利的反骨仔 乾隆计划的目的是 培养出一群 实力超强的人类保卫者 而不是一群 站在普通人头上 作威作福的神 陈校长回头看了一眼 跟在自己身后的超能者玩家们 虽然他们现在 都是自愿为人类做出牺牲 有着一颗赤子之心 但人心是会变的 当他们变得越来越强 拥有了神明一般的力量后 他们还会保持自己的初心吗 这个答案 他也不知道 只能交给未来了 很快 陈校长就带着一群人 来到了高校底下的秘密基地 出示证件 全副武装的军人让开道路 沉重的金属大门缓缓打开 一群人一路向下 来到一片巨大的防空洞中 此时地下灯火通明 一个个用厚重钢筋做成的笼子 关着数不尽的异世界怪兽 其中的咆哮声不断 一队队鹤枪实弹的大下军人 正拿着武器 在周围不断巡逻警戒 他们全部都是华国的王牌部队 个个都身经百战 陈校长 进了一礼 王牌部队的团长们 全部聚集了过来 各位辛苦了 相信上面的消息 大家已经收到了 等一下 还要劳烦各位了 陈校长和几位队长握了握手 接下来 他们就要帮助这些玩家 斩杀这些怪物 执行乾隆计划的第一步 张小龙 你第一个上 我看资料上说 你杀了十几年猪 我相信 你在打怪兽上面 一定会有特殊的天分 陈校长用力地 拍了拍张小龙的肩膀 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 张小龙抬头 看着面前 铁笼子里五六米高的大青蟹 咽着咽口水 校长 你有没有搞错 面前这玩意 能和猪相比吗 他刚刚想拒绝 校长就带着所有人 全部后腿离开 把他一个人 孤零零地留在了原地 不是 校长 你觉得我徒手 能打赢这玩意吗 他的话还没说完 咔嚓一声 铁笼居然缓缓打开 笼子里的大青蟹 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门板一样的 拒钱不断挥舞 和周围的铁笼 撞出剧烈的火花 陈校长静静地看着张小龙 这是一次考验 如果面对强敌 连拔刀的勇气都没有 就会被前龙计划筛选掉 张小龙 拿出你的勇气 李队长他们 会用炮火支援你的 我支援你妹啊 张小龙心中愤怒地咆哮 他浑身颤抖 双眼惊恐地转过身 颤颤微微 拿出自己的新手装备 杀猪刀 巨大的阴影把他笼罩 五六米高的巨大身体 钢铁一样坚硬的甲铐 可以把汽车 轻易剪断的大钳子 这种怪物 真的是人能杀死的吗 你开什么玩笑 一道身影高高跃起 猛地落下 五六米高的大青蟹 就被一击穿在了地上 瞬间秒杀 太弱了 王莽站在大青蟹的背上 无聊地扭了扭脖子 这个体型的大青蟹 真是太弱了 主要还是不出宝箱 没意思 从大青蟹的背上一跃而下 转身大青蟹的尸体 就被分解成点点流光消散 唉 叹了口气 玩家们又下线 估计现在他们已经在家抱着妹子 吃着大餐 过着人生巅峰般的生活了 而他 却只能留在这荒岛中 艰难求生 他想吃海底捞 他想吃大闸蟹 呃 算了 最近天天吃大青蟹 把他快吃吐了 他想吃海底捞 他想吃鸡 他想和可爱的软妹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做爱做的事 就在他愣神之时 又有一只五六米高的大青蟹冲了过来 皱了皱眉 人家正在回忆美好的事 你干嘛 初级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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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技能的不断叠加下 王莽的身体突然猛的膨胀 宽得夸张的肩膀 满是肌肉的公狗腰 轻轻抬手 一只手臂就有牛腿粗细 血管像蚯蚓一样 缠绕在身体上 我最讨厌 腰身弯曲如弓 给老子死 只是一记崩拳 大青蟹几顿的身体 就被深深砸进沙地里 钢铁一样的假铐 被整个打得变形 血黄流了一地 只一击 他就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自己几斤几两 心里没点逼数吗 还跑过来想吃我 揉了揉拳头 冷哼一声 他发现自己最近又变强了 论坛上那些发布的鼓舞秘籍 武技招式 还有发力技巧 居然都是真的 刚刚他只叠加了 十倍初级肌肉强化 肌肉增幅程度 只有百分之二百 但这一记崩拳 以腰腿发力 在瞬间集中了 自己全身的力量 其威力已经抵得上 他全力爆发下的 随意一击了 他来眼面前 色无米高的大青蟹 整个背部 都已经被打得 完全凹陷下去 这一拳 就有如此恐怖的威力 如果自己 在战力全开的状态下 再使用崩拳 那到底会达到 怎样的破坏力 恐怕 就连十几米高的精英大青蟹 也会被他一拳打死 自己已经如此强大了吗 这种超人一样的力量 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 不过 不过 他看了一眼 自己已经流血的拳头 微微皱眉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虽然他的实力 已经变得非常强大 但是他的身体 毕竟是血肉之躯 初级肌肉强化 虽然可以让他的身体 强度和韧性增加 但如果自己造成的力量 实在太过爆炸 强大的反作用力 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 受到轻微的伤害 而且他最近发现 自己缺少恢复伤势的手段 这个世界 既然这么像游戏 那肯定会拥有 恢复生命的物品和技能 想到这里 他不由叹了口气 这一世界的怪物 实在是太强大了 虽然所有的玩家们 都觉醒了天赋 但真正能独自斩杀怪物的 还是极少一部分 这也导致拍卖商城商品 极度单一 都是些垃圾的怪兽材料 不过也可以理解 毕竟只有猎杀精英怪物 才有可能爆爆箱 出装备 想想那十几米高 像三层楼一样的 巨型大倾斜 普通人可能连 站在他的面前的勇气 都没有 更别提去猎杀他了 而且 我现在还缺一把 衬手的武器 杀了这么多怪 我居然还用了新手武器 不过也没办法 这个游戏世界的爆率 真的特别低 以他最近的观察 宝箱只有越级斩杀 才会有更高的概率掉落 而且 除了手杀宝箱 其他宝箱里面 能开出装备的概率非常低 大部分都只是些材料 面前大倾斜的尸体 化作流光消失 往往扛起一根鱼刺 就又开始寻找 新的狩猎目标 他马上就快要提升到五级了 必须勤快点 一直忙活到下午 他才回到自己的小窝 心种下的西瓜苗 已经长高高了 几个拳头大小的西瓜 绿油油地挂在藤蔓上 估计晚上就可以成熟了 枣盆大小的生蚝壳 被他流了下来 稍微清理了一下 就变成了一口大闷锅 随着等级的提升 他身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强 食量也变得非常大 饿了的时候 他甚至一口气 能吃掉十斤蟹肉 除了吃饭问题解决了 最近他还在论坛上 学习了很多生活工具的制作方式 用树枝做成的床 做饭和取暖用的火塘 怪兽油脂做的油灯 而且今天 他还特意冒险跑到海边 背回来几个汽车大小的贝壳 当作蓄水池 解决了日常的用水所需 不知不觉间 王莽已经完全适应了 荒岛中的生活 他每天的生活都非常充实 不是睡觉休息 就是跑到沙滩上到处狩猎 努力地获取升级经验 往火塘里丢了几根柴火 然后架锅起油 他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 自从上次玩家上线后 他的生活质量就急速提高 而这主要归功于论坛上 那些技术大佬发出来的求生帖子 比如 如何用生物脂肪炼油 如何制作火把和油灯 如何通过海水来制作粗盐 如何通过各种方法获得淡水 甚至还有帖子 教你如何手搓地雷 如何通过简易的装置制作发动机 如何用手解决生理需求 才更加效率 嗨嗨 最后一个不重要 他也不需要 反正论坛上啥技术贴都有 他已经学会了很多 有用的手法和技巧 这也让他在荒岛的生活质量 得到了显着的提高 火焰生疼 他把切好的蟹肉和西瓜皮 丢进锅中爆炒 在加点自己制作的粗盐翻炒几下 让食材更好的入味 起锅前又从十分钟 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己收藏的 老檀酸菜面的佐料 手指碾动 轻轻撒上 诱人的鲜香扑面来 一会儿后 王莽蹲在自己的家门口 一边吃着蟹肉炒西瓜皮 一边喝着新鲜现炸的西瓜汁 通过几天的努力 他终于吃上了炒菜 算是让他这个野人 摸到了一点文明的尾巴 望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 他思考着之后的打算 第一 他要抓紧每分每秒的时间升级 等达到五级后 就向沙滩的更远处进行探索 这座荒岛实在是太神秘了 他穿越过来这么久 也只在这片沙滩周围活动 他必须要走出去 寻找其他人类的痕迹 只有这样 他才有可能找到回家的路 第二 他要准备开始猎杀精英级以上的怪物 只有精英级以上的怪物 才有可能抱宝箱 而从现在看来 也只有宝箱中 才能出现各种装备和道具 他想要变强 想要找到回家的路 就必须要与这些强大的怪物 不断战斗 这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 每天坚持学习华夏鼓舞秘笈 从这几天的学习看来 都可以开发人类身体中的潜能 自近代后 因为大环境的影响 大夏国鼓舞的众多门派 就融合合并 形成了以九大门派 为首了那家和外家 外家重技巧 有108式 主练筋骨筋力 其中又分拳 脚 兵器等 那家重异镜 有72式 主练呼吸心静 其中又分形翼 太极 八卦三大类 华夏鼓舞之所以在科技时代被淘汰 主要还是因为 人类的身体太过脆弱 热武器又太强大 而在这游戏世界中却不同 在自己超人一般的身体素质下 华夏鼓舞秘技 可以爆发出惊人的潜力 恐怖的肌肉身体 再配合极致的华夏鼓舞秘技 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适配 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 他决定 除了狩猎怪物 他每天都会坚持不懈地练习 华夏鼓舞秘技 第四 他还是个楚男 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 以前上学的时候 他一直想把自己的第一次 留给自己心爱的女人 作者 其实就是单身狗 根本就找不到女朋友 后来才发现 第一次什么的都是浮云 只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就好了 作者 后来好不容易有个情况 结果发现 对方是个海王 自己只是备胎之一 还当了半年的舔狗 在之后 他的思想进阶又升华了 女人什么的 只会影响他干游戏的速度 作者 在那之后 就再也找不到女朋友了 连备胎都没得当 最近 在这荒岛中待了十几天 他突然想通了 其实女朋友什么的 都是浮云 因为这座荒岛上 连个母猪都没有 叹了口气 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 叽叽 叽叽 突然 他家门口的某处十分钟 传来兴奋的虫鸣声 这让王莽双目瞪圆 青筋爆起 两只黑甲兽小情侣 正躲在角落里 做着快乐的事情 嘿嘿 最近沙滩上出现了一个变态 每天晚上等他们开始 做快乐的事情 就会被偷袭 所以没办法 他只能带着自己的小女朋友 在白天来了 不过别说 还挺刺激的 他刚刚有些上头 突然就听到一声爆喝 啊 给也死 一根巨大的鱼刺从天而降 两只黑甲兽小情侣 被紧紧地穿在了一起 他们终于永远在一起了 当天晚上 沙滩上的黑甲兽小情侣们 再次受到了某个单身狗的迫害 这导致一连几天 夜晚的沙滩都安静一长 第二天一早 王莽只是觉得浑身舒坦 他收拾好装备 就匆匆出了门 今天 他马上可以升到五级了 狩猎狩猎狩猎 一直到中午 当最后一只大青蟹 倒在他的脚下 一阵光芒在王莽身体上闪烁 丁 杀死大青蟹 经验加7 等级提升到LV5 升级后 王莽就马上把五点自由属性点 全部加在了体质上 打开面板 人物 王莽 固有天赋 无冷叠加 等级 LV5 二反斜杠1600 体质 32左元括号 28加2加2右元括号 精神 8左元括号 6加2右元括号 能量 30左元括号 15加5加5加5右元括号 技能 技能一 初级肌肉强化 消耗五点能量 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20% 持续时间60秒 冷却时间5分钟 评分 一颗星 技能2 5 技能3 5 看着自己高达32体质的面板 王莽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现在 在普通状态下的身体素质 就几乎是人类极限的三倍 如果叠加使用技能 小磨瓶可以叠加20次 自身的能量上限可以叠加6次 服用 龙瓣鱼的骨髓 可以叠加12次 也就是说 如果把状态拉到极限 他可以叠加38次初级肌肉强化 让肌肉增幅达到恐怖760% 在760%的肌肉增幅下 他可以短暂拥有27倍人类极限的超级身体 正常人如果肌肉太过发达 会给心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而且 肌肉还会挤压内脏 切骨骼等也无法支撑 但 初级肌肉强化 不存在这些问题 他的增幅是全面的 没有任何副作用 他只会让身体全方位的强化 而在这强化到27倍人类极限的超级身体下 如果他再配合使用华夏鼓舞秘笈 实力还会再次提升 恐怕到时候 他一拳就可以打出接近百倍暴击 这样的威力一拳 甚至可以把坦克都打成肉饼 爽 王莽仰天一吼 这可比干游戏爽多了 望着远处的沙滩大海 他双眼一凝 变得坚定 差不多了 是时候开始对这座荒岛进行探索了 分解掉面前大倾斜的尸体 背上准备好的装备 他一路小心地前行 向着未知的地狱走去 这一片沙滩非常大 王莽刚刚穿越过来时 还以为自己来到了沙漠中 他一直向前走 小心点走了一个多小时 周围却还是沙地 一直到他翻过一块巨大的石头 前方才出现大片的礁石群 极力远眺 礁石群中不断有大倾斜到处爬行 相对于黑甲兽的领地 这里爬行的大倾斜体型更大 看样子大部分都是精英级别 在这些礁石缝中 时不时地可以看到 大量的巨型海蟑螂到处爬行 而且这些礁石缝中 还生长着大量的 类似于海藻类的植物 海洋中也时不时有 巨怪的尸体飘过来 搁浅在礁石中 成为了这些海蟑螂口中的食物 这片礁石群 简直就是各种怪物的天堂 这海蟑螂也太大了吧 面包车一样大的海蟑螂 这要是放到蓝星 那不把人吓死 海蟑螂长得有点像西瓜虫 不过它们的爬行速度非常快 而且浑身还长着厚厚的甲铐 在蓝星 这玩意只有瓜子大小 但在异世界 它们每一头都有汽车大小 王莽趴在大石头上 这海蟑螂长得挺恶心的 它反正不会吃的 不过数量这么多 用来干惊艳倒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 这些海蟑螂的实力怎么样 远处 一只十几米高的大青蟹 在礁石群中爬行 它巨大的钳子猛的一家 一只海蟑螂就被送入口中 巴唧巴唧 吃着很是美味 除了大青蟹以外 王莽还看见礁石群中 时不时出现一种长腿的鱼 它们的鱼鳍 净化得像人腿一样 两只大眼睛高高竖起 满嘴都长得像鲨鱼一样 锋利的牙齿 它们比精英级别的大青蟹小一号 看上去只有八九米高 但速度却非常灵敏 每一次跳跃都有几十米高 这些长腿鱼 好像也是以海蟑螂为食 时不时可以看到 它们正在大口 咀嚼着海蟑螂的尸体 在王莽看来 这玩意比精英级别的大青蟹 更难对付 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 它们好像狼一样 是协同作战的 每次狩猎都是三五成群 王莽趴在大石头上 一直观察到傍晚 看天色不早了 它才匆匆离去 这片礁石群是个好地方 怪物非常密集 它决定 明天就来这里干净宴 顺便找几个合适的目标 爆点宝箱 一直到太阳落山 它才回到自己的石头家 吃饱喝足后 它便来到一处空地 摆好姿势 挥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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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荒岛中非常无聊 特别是在所有玩家 都下线之后 所以 没有任何娱乐项目的王莽 只能不停练习华下鼓舞 不过还别说 练久了还挺爽的 就和健身一样 当你习惯之后 那种挥汗如雨的感觉 会让你觉得浑身通透 不过这也没办法 它最近巨型生蚝吃太多了 精力太旺盛 每天早上起来 某个地方就浑身硬邦邦 再不运动一下 真要把人憋死了 就这样 一直挥拳到深夜 王莽才疲惫地睡下 第二天 天刚刚亮 他就已经整齐待发 今天他终于要去开新地图了 老四季 代代我 我要当海王 老四季 代代我 我心勇狂放 王莽一边高兴地歌唱 一边踏上了他的征程 他在沙滩上拼命狂奔 扬起一路的灰尘 曾经 他天天躲在石缝里 连门都不敢出 但现在 他感觉这片天地无比广阔 很快 他就来到了那片礁石群 找了个怪物比较少的地方 他就贴着石缝尖摸了过去 随着不断接近 时不时地就可以看到 几只海蟑螂从石缝尖爬出 速度非常快 王莽停住脚步 就像一只耐心的猫 初级肌肉强化 随着技能使用 他的双臂膨胀了一圈 变得更加有力 跨步 转腰 摆出投掷标枪最完美的姿势 Soul 一声刺耳的破空声划过 两米长的巨大鱼骨 瞬间就把一只巨大的海蟑螂 Soul 又接连飞来几只巨大的鱼刺 终于把他完全固定在了礁石上 叮 击杀海蟑螂 经验加四 叮 获得海蟑螂的背甲一个 获得虫肉六份 王莽点点头 经验还行 不过这海蟑螂的肉 他可没什么兴趣 而且他现在空间背包中的怪兽肉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转手就海蟑螂的肉 丢到了拍卖商城 换成了金币 说到拍卖商城 王莽之前研究了半天 发现他只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玩家可以通过拍卖商城 来交易物品 另一个就是回收功能 杀死怪物后 分解得到的材料 其实可以通过拍卖商城回收 换成金币 而目前金币的作用 只是方便玩家之间的交易 具体有什么作用 还有待探索 不过他猜测 估计会和他玩的手游网游差不多 把石壁上的鱼刺用力拔下 王莽再次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不过这一次 他不准备再杀这些小垃圾了 他抬头望向前方 双眼微微眯起 一只十米高的大青蟹 正在礁石缝中拼命挖掘 想把躲在缝隙中的海蟑螂抓出来 看着远处的精英级大青蟹 王莽把身子一攻 压低身子 开始在礁石群中不断穿行 他爬到高处 望着下方的精英级大青蟹 脸上露出贪婪而兴奋的表情 上次猎杀了两只 他已经有了经验 而且最近他又升级了 还初步掌握了 华夏鼓舞的发力技巧 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初级肌肉强化 初级肌肉强化 初级肌肉有强化 每一秒过去 王莽的身体就会膨胀一分 他早就把自己唯一的牛仔裤脱了下来 防止被自己突然巨大后的身体撑破 此时 他再次化为一个两米多的肌肉巨汗 趴在礁石上 双腿弯曲叠加 像青蛙一样趴跪着 双手前倾 像老虎一样摆出狩猎的形态 他浑身庞大的肌肉群不断拉伸 变得极致紧绷 这一套爆发姿势 是来自华夏鼓舞中的虎形门 他集中了全身上下几百块肌肉 让这些肌肉全部共同拉紧 这姿势既是模仿了 百兽之王老虎的捕猎方式 也同时把人身体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让人可以在瞬间爆发出 百分之二百 甚至百分之三百的绝对爆发力 王莽的身体再次紧绷 所有的肌肉仿佛弓弓弦一样紧紧拉扯 在如此距离的影响下 他脚下的礁石纷纷崩碎 形成了如猪网般的裂纹 华夏鼓舞秘技 五行门 行翼一十二 猛虎下山 王莽趴着的身形上 仿佛出现一只巨大的黑虎虚影 他争鸣咆哮 猛地从礁石上一跃而下 蹦 一声闷响 王莽像炮弹一样猛地 击向大倾斜的树眼 他早就已经计划好了 还是老方法 先捅下他一只眼睛 再捅他的菊花 之后放风筝把他磨死 不过 王莽完全低估了 华夏鼓舞秘技的威力 在超越人类三倍身体素质的基础上 在几十倍 初级肌肉强化的增幅下 这一招猛虎下山 已经有了识破惊天之势 只是一击 恐怖的风压就席卷开来 精英级大倾斜 几十吨重的身体 被狠狠压下 猛地砸向地面 让底下的礁石纷纷崩裂 只是一击 这只庞然大物的脑袋 就已经被砸碎了大半 瞬间死于非命 丁 月吉 击杀精英级大倾斜 经验加137 获得白色 随机宝箱一个 王莽看着眼前的一幕 有些不可思议 这就死了 自己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如此强大了吗 一时间 他有些恍惚 华夏鼓舞秘技 恐怖如斯 分解 巨大的精英级大倾斜 化作流光消失不见 王莽收拾了一下 赶紧匆匆离开 他的小魔瓶已经用光了 必须先抖一下 不过他也没有回家 而是找了个角落处 吃起了提前准备的蟹肉棒 能量这个属性很奇特 如果在自己饥饿状态下 能量消耗后 几乎不会恢复 但只要开始进食 吃饱后 能量的恢复速度 会明显加快 而使用越高品质的食物 恢复的速度越快 龙斑鱼的骨髓 算是他目前手中 最顶级的食材 只需要喝一瓶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瞬间恢复满能量 甚至溢出的能量 还可以帮助小魔瓶 加快恢复 但最近他用的 实在太频繁了 已经只剩下最后30瓶 所以 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目前是不会再使用 龙斑鱼的骨髓 因为剩下的他 准备作为底牌 以备不食之需 而除了龙斑鱼的骨髓 他目前最好的食材 就是精英级的蟹肉棒 基本上 吃三块 十斤重的蟹肉棒 就可以在两个小时内 恢复满30点能量 虽然很慢 但这已经是他目前 除了龙斑鱼的骨髓 外 最快的恢复手段 而且 他还有一件新手装备 青铜戒指 效果是 每10分钟 恢复一点能量 在新手装备中 效果已经非常实用 让他恢复能量的速度 快了很多 而小魔瓶的恢复输出 就更加简单了 只要把各种怪物肉打碎 怪物肉中的能量 就会快速溢出 把小魔瓶放在旁边 基本上三个小时 就可以恢复满 也就是说 基本上三个小时一个循环 他就可以再去猎杀 一只精英级别的大青蟹 现在还是早上 时间还非常充裕 他把小莫瓶 丢到用史莱姆皮 做成的袋子中 里面已经装满剁碎的蟹肉 在吃饱喝足后 他就又开始在周围 猎杀海蟑螂 几个小时后 他再次偷袭了一只 精英级别的大青蟹 不过这次 他却没有获得宝箱 然后又猎杀了 几个小时的海蟑螂 等能量恢复满后 他再次找到一只 精英级别的大青蟹 这一只甚至更加巨大 至少超过了13米 不过他最后还是 死在了王莫的偷袭之下 并爆了一个 白色品质的宝箱 如此往复 一直到天色有些发暗 王莫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自己家中 今天一整天 他至少猎杀了 上百只海蟑螂 和四只精英级大青蟹 狩猎技巧 也变得越来越纯熟 而且 华夏古武技 也在实战中得到了蜕变 现在猎杀海蟑螂 他已经根本就 不需要使用技能了 只是随手几个投掷 他就可以瞬间 杀死一只汽车大小的巨物 并且今天 他还获得了两个宝箱 顺带经验也长了一截 不过离升级还差得远 回到家中 他搬起几块巨石 把门口堵住 然后就屁颠屁颠地 坐在床头 玩手游最开心的是什么 当然是抽卡 打怪最开心的是什么 当然是开宝箱 而现在 就是开宝箱时刻 王莫兴奋地搓了搓手 在他面前 已经放了两个 白色品质的宝箱 打开宝箱 两道流光消失不见 面前已经多了几样物品 钉 获得装备大钳刀 装备 大钳刀 种类 武器 品质 白色普通 属性 体质加4 攻击力 4-7 效果 用大倾斜的钳子 所制作的制式武器 锋力强化 一级 评价 一心半 钉 获得装备青毛 装备 青毛 种类 武器 品质 白色普通 属性 体质加3 攻击力 4-5 效果 用大倾斜的腿 制作的长毛 锋力强化 一级 评价 一颗星 钉 获得素生的青椒种子3颗 种子 素生青椒的种子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种下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开花结果 并产出10-30颗果实 植物死亡后会重新变回种子 并可以再次种植 怪物的尸体血肉可以加速生长速度 评价 一颗星 钉 获得一级经验书 种类 经验书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食用后 瞬间获得100点经验值 评价 一颗星 钉 获得蓝色小药丸技能书 技能书 蓝色小药丸 种类 生活技能 备注 生活技能不占用技能槽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消耗金币后使用 可以学会生活技能蓝色小药丸 消耗怪物肉和金币可以进行制作 根据怪物肉的品质 可以获得不同品质的蓝色小药丸 最高评分不超过两颗星 评价 一星半 往往看着面前的物品 还算比较满意 都能用 没有特别废物的物品 两把武器 只能说属性一般般 不过形状衬手 比斧头好用很多 经验书 就不用多说 他当场就直接使用 经验值小小的 长了一波 再拿起素生青椒的种子 他两眼泪汪汪 小心翼翼 终于又开到种子了 而且还是辣椒 是他最近足够努力 把老天爷都感动了吗 他取出一粒种子 屁颠屁颠的 就跑到了西瓜苗旁边 这里他开垦出一块小小的田地 阳光非常充足 他小心地把青椒种子 埋在土里 并取出一块蟹肉 切成小块 埋在种子周围 如果快的话 他估计 明天晚上 就可以吃到青椒炒肉了 这简直比 猎杀一只精英级的大青蟹 都让他开心快乐 哼着小调 他拿起最后的 蓝色小药丸技能书 好奇地看了看 这玩意他 还是第一次开出来 不过这名字有点不正经 蓝色小药丸 不就是撞羊药吗 他王莽 需要用这玩意 嗯 需要吗 他觉得自己挺悲哀的 连吃蓝色小药丸的机会都没有 这蓝色小药丸 完全就是废物 狗屎 不过想了想 毕竟是从宝箱中开出来的 第一本技能书 学一学也无所谓 他点击使用 结果系统提示 要消耗1000金币 于是他把空间背包的黑甲受鞘 虫肉 还有一些低级材料 全都卖给了拍卖商城 花了3000多金币 一道流光闪过 技能书画作点点星光 冲入王莽的身体中 叮 技能书使用成功 获得生活技能 蓝色小药丸 生活技能 蓝色小药丸 制作材料 全品类怪兽肉 技能效果 消耗一定量的怪兽肉 还有金币 可以获得等量的蓝色小药丸 蓝色小药丸服用后 可以缓慢回复一定量的能量值 嗯 什么情况 王莽看着技能介绍 整个人突然一愣 这蓝色小药丸 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这是 这是 回蓝药 看到简介的一瞬间 他突然感觉自己 已经被幸福包围 这不正是自己所缺的吗 他赶紧拿出一块怪兽肉 开始使用技能 制作蓝色小药丸 丁 制作成功 金币20 获得两颗蓝色小药丸 药剂 蓝色小药丸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服用后 60秒内恢复10点能量 重复使用效果 可叠加 最多可叠加三层 评分 一星 真的是回蓝药剂 虽然只是白色品质 但是这效果也很不错啊 如果叠加三次使用 一分钟 他就可以把能量回复满 这速度已经相当快了 他打开空间背包 除了留下一些备用的食材 其他的怪兽肉 都被他制作成了蓝色小药丸 看着手中上百颗蓝色小药丸 王莽不自觉地嘴角上翘 露出黑黑黑的笑容 爽 起飞 哈哈 在少年的兴奋中 很快夜幕就降临 第二天 王莽又早早地起了床 天才刚刚亮 他就已经全副武装 来到了教室裙旁 昨天晚上 他还发现了蓝色小药丸的另一个用法 就是把它直接丢到小魔瓶里 只需要几颗 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 把小魔瓶恢复满能量 昨天自己狩猎精英及大清线 还需要等三个小时 恢复能量后才能狩猎一次 但今天 最多不超过三分钟 他就可以通过蓝色小药丸 把能量全部恢复满 这蓝色小药丸 让他的续航能力 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今天 解决了能量恢复问题 他已经对那些海蟑螂 没有了丝毫兴趣 他的目标 只有那些精英级别的巨怪 站在礁石群中 极力远眺 很快 他就发现了一只合适的目标 一只十米高的精英级大清线 正在礁石中翻着海蟑螂 他丝毫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一个恐怖的敌人盯上了 杀怪 睡觉 杀怪 睡觉 杀怪 睡觉 就这样 一直过了三天 王莽终于升到了六级 一只十几米高 几十吨重的巨大清线缓缓倒下 扬起一片灰尘 很快 一个白色的宝箱就漂浮在空中 王莽看了一眼 无动于衷 连续高强度的刷罐 已经让他有点麻木 即便爆出了白色品质的宝箱 他也完全没有了一开始的兴奋 收拾好东西 才刚刚中午 他就走上了回家的路 回家 起锅 给自己做上一份美味的食物 再榨了一杯西瓜汁 王莽坐在自家的房顶上 面朝着大海 一边吃着青椒肉丝 一边想着心事 最近 他除了猎杀精英及怪物外 也在周围不断进行探索 沿着海岸向右走 就是海章狼们生活的礁石群 沿着海岸往左走 几块山一样的巨石挡住了去路 而往岛中心走 一个小时后 就会出现大片的原始森林 那遮天蔽日的高大树木 遮挡住阳光 密密麻麻的树根凸起 相互盘结 形成了一幅阴暗 而诡秘的荒野巨灵 当时 王莽站在远处 每当自己想踏进森林时 心跳就会突然加速 浑身的汗毛就会竖起 这座巨木森林中 绝对藏着大恐怖 他没有进去 只是在远处观望许久 便退步离去 他还是太弱小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森林是万万不能进去的 吃完饭 从巨石上跳下 然后一路来到自己的小窝中 猎杀了几天 精英级怪物 宝箱抱了不少 最近他又开出了一些 素生种子 房间内的小田 已经扩大了不少 种满了六七种蔬菜水果 他从菜地撇下一根大黄瓜 便急匆匆地躺在了床上 打开面板中的聊天群 所有群友的头像 都已经暗淡 他们不是死了 就是已经下线回到了蓝星 上次过了七天才会上线 要是不变的话 再过三天 他们应该就会上线了 不知道那小子靠不靠谱 有没有把我的的话 转达丢老爸老妈 之前他在聊天群和群友们吹牛时 还真的给他交到了几位朋友 其中一个 就是卖他五包老痰酸菜面的一个胖子 叫张翔 在告知了对方自己的情况后 往往开出一根 蓝色品质鱼刺的报酬 让他帮忙联系 一下自己的父母 想起自己的家人 他不由叹了口气 虽然张翔当时答应的信誓旦旦 但他也不知道 最后的结果会如何 不过 应该是没问题 毕竟鱼刺 可是出自白米巨怪的蓝色材料 在目前的玩家中 绝对是属于最顶尖的宝物 躺在床上 王莽一边吃着黄瓜 一边逛起了论坛 开始学习各种荒野求生知识 这座荒岛中太无聊了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这个曾经的学渣 都被迫去自主学习了 这要是给他爸妈知道 怕是要喜极而泣 去庙里还愿了 哎 也不知道 我爸妈收到 我给他们写的信没有 此时 蓝星 无人山区 悬山超能者高校 陈校长坐在办公室 手上拿着一块大大的石板 他推了推眼镜 不确定地再次确认 你是说 有一个玩家 被困在了游戏世界 这是他 给他爸妈写的信 张翔点点头 他揉了揉 自己肉嘟嘟的手 回答了 对对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 但我按上面石板的电话 打了过去 还真是他爸妈接的电话 说到这里 张翔怜悯地摇了摇头 在那个满是怪物的世界 到处都是危险 他在那里苟三天 还可以回到现实世界 休整一个星期 而且 这边华夏国 还会给他们特训 给他们很多物资上的协助 还帮他们升级 而这王莽 真是个倒霉蛋 被困在了恐怖的荒岛中 搞不好 现在已经饿得瘦骨灵巡 天天靠喝自己的尿为生 哎 真是太可怜了 他还骗我说 给我什么蓝色品质的材料 他肯定是怕我不联系他的父母 才故意这样骗我的 下次回去 要是他还活着 什么报酬之类的 我也不会找他要 就当做点好事吧 张翔叹了口气 这样一比较 他感觉自己还是挺幸福的 陈校长看着石板中的信息 神色变得严肃 人老成精 他可没有年轻人那么好骗 游戏世界突然入侵现实 这背后一定有大阴谋 这块石板 虽然有可能真的是 某位玩家所写 但也可能是怪物的陷阱 或者说 这可能是某种怪物 把玩家吞噬之后 抛下的鱼儿 陈校长拿起旁边的电话 拨通号码 王少将 我这里发生了一起特殊事件 恐怕需要您的协助 很快 一道消息 就来到了826秘密基地 李勇和一群专家 围坐在一起 此时 王莽连同他的祖宗 18代所有的信息 都出现在大屏幕上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应该是有玩家 真的被困在了游戏世界中 一位国内知名的心理专家 缓缓开口 他看完王莽 从小到大写的作文和日记 可以非常确定 这石板中的内容 就是他本人亲自书写 李勇也点点头 这字写得还真一般 看来平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 另一位专家 缓缓开口 虽然已经可以确定 真的是玩家 但我们也不能排除 他已经被某种稀有的怪物寄生 不过他这种情况 倒是极为特殊 我认为 有必要单独成立小队 对这位玩家 进行实时跟踪 负义 负义 不过 游戏世界危险程度极高 他又没有现实世界的物资协助 我恐怕他坚持不了多久 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少年还只是个孩子 他本来应该在校园里 享受着恋爱的生活 可现在 他却要在满是怪物的荒岛中 独自面对各种危险 真的是太可怜了 其中一位女性专家 已经偷偷地磨起了眼泪 这孩子 和自己的儿子一般大 他现在一定躲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 没有食物 没有水 饿得瘦骨鳞巡 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 他无助地蹲在角落里 眼中写满了祈求 眼光中只剩下微弱的光芒 渴望有人带他回家 这孩子 现在一定很害怕吧 一只青色的长矛 从天而降 速度已经超过了音速 扑 一声闷响 五六米的大青蟹 就被长矛穿透 一命呜呼 他旁边的几个同伴 双眼竖起 看着前方 眼中满是惊恐之色 逼劣 逼劣 这个可怕的两腿怪物 又来了 跑跑跑 可惜大青蟹们的反应 还是太慢 几根巨大的鱼刺 从天而降 瞬间就把他们 全部钉在了地上 大青蟹 足 周围几只海蟑螂 看到如此景象 头上两根触角 飞速旋转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这只两脚怪这么小只 为什么他这么强 巨大的恐惧 涌向海蟑螂们的心头 瞬间就一哄而散 往往哼着小调 把几具大青蟹的尸体 分解掉 随着他这几天 疯狂的猎杀 周围的怪物 好像都记住了他的身影 只要自己一出现 他们就疯狂逃窜 比兔子都快 就连精英级别的 大青蟹见到自己 都会绕着走 以前可不是这样 以前大青蟹见到自己 恨不得追他三条街 看了眼天色 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 他收拾好装备 踏上了回家的路 刚刚到家门口 门缝中就爬出一个小东西 一只脏骚大小的小青蟹 爬了出来 他看见往往后 身体高兴地摇摆 嘴里不断发出 哔哩哔哩的泡泡声 往往看着他 像小狗一样的模样 觉得有趣 从空间背包 甩出一块虫肉 笑着说道 谢老大 你长得挺快的呀 这半天不见 你好像又胖了一圈 小青蟹飞快地爬了过来 一口接住虫肉 开心地吃了起来 这只小青蟹 是他第一次猎杀精英 及大青蟹时 所给的青蟹卵 一直孵化了好几天 昨天晚上终于破壳而出 往往平时在荒岛中一个人 挺寂寞的 想了想 就把这小家伙留了下来 就当养了条狗 反正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 也不缺他一口吃的 回到家中 看了看自己的菜园子 菜地中已经硕果累累 各种蔬菜水果挂满了枝头 这些可都是他的宝贝 在这异世界中 难得可以吃到家乡的蔬果 摘了点蔬菜 然后起锅做饭 在他忙碌的时候 小青蟹就紧紧跟在他身后 寸步不离 他两只树眼高高举起 一脸的好奇 青椒炒蟹肉 西红柿生蚝汤 再从菜园中摘下一个大西瓜 这就是他今天的晚餐 拿出两个大大的贝壳碗 把所有的食物一分为二 然后往往就带着谢老大 蹲到了家门口 一边吃着难得的美食 一边望着远处 一望无际的大海 也不知道老爸老妈收到信没有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这个乖儿子 被困在这荒岛中 再也不能回去了 恐怕会喜极而泣 马上准备生三胎吧 他那中二的妹妹 也一定会高兴地大喊 废物老哥 我终于不用给你养老了 虽然以前和他们相处的 都挺不愉快 不过在这荒岛中待久了 却不知怎么 有点想念他们 揉了揉被海风吹红的双眼 想那么多也没用 等自己在这个游戏世界升到满级 然后一刀999亿 直接破碎虚空 然后就回去吓他们一大跳 哈哈 到时候 他会坐着万米巨兽 身穿暗金色的战衣 在高空中俯视他们 然后说 老爸老妈 我都成神了 你们怎么还在天天吵架 然后再轻蔑一笑 冷哼一声 我愚蠢的妹妹啊 你高贵 而帅气的哥哥 又回来了 据实下 少年面朝大海 他时不时地露出快乐的傻笑 旁边的小青蟹 举着贝壳碗 围着他开心地转圈 无忧无虑 哈哈 我到时候 一定要想个帅气的姿势 亮下他们的狗眼 哈哈 喂 谢老大 到时候我也把你一起带回去 让你看看 我妹妹有多中二 次日 王莽早早起床 来到荒岛中后 他发现 他的生活变得极其规律 每天天一亮就自动起床 而且他眼睛的近视也好了 萧瘦的身体 也长得浑身都是肌肉 甚至身高都长了一截 掀开衣服 八块腹肌棱棱角分明 和那些健身房里 练出来的肌肉不一样 他身上的肌肉 更加和谐匀沉 他整个身体 就像强化版的李小龙 看上去精壮 且非常灵活 还拥有超强的爆发力 而这还只是 他常规下的普通形态 起来吃了的早饭 他就开始收拾装备 准备出发 开始今天的狩猎计划 最近天天猎杀精英级的大青蟹 导致大青蟹们 都变得极为激紧 已经很少出现在胶石群中 所以今天 他决定换一个狩猎目标 这次 他盯上了胶石群中的两脚鱼 据他最近的观察 这些两脚鱼是两栖动物 不但在陆地上跑得飞快 在水中的速度也非常惊人 它们没有大青蟹坚硬的外甲铐 防御力不强 但它们的感知 比大青蟹更加灵敏 速度也更快 昨天他就尝试猎杀了一只 不过最后偷袭失败了 追了两里地 才把他给杀死 虽然最后还是斩杀了 但追逃过程中 消耗了自己大量的蓝色小药丸 非常不划算 所以今天 他决定换一种狩猎方式 在一片胶石群上 巨大的鱼头探出水面 一只巨大的两脚鱼爬了上来 他身高八九米 体长超过十五米 浑身长着厚厚的黑色领甲 两只眼睛非常大 而且像蜗牛一样高高突起 他猛的一跃就跳出几十米高 一口就咬住了一只海蟑螂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他有些奇怪 今天这海蟑螂有点笨笨的 居然一点都不会闪躲 吃完之后 还有些意犹未尽 他回头一看 一块礁石后 还躺着一只肥美的海蟑螂 而且一动不动 两只长眼睛高高竖起 满是贪婪之色 回头看了一眼陆续上岸的同伴 这次他决定吃毒食 不和这群鸡友们一起分享了 他迫不及待地一跳 就向海蟑螂咬去 结果刚刚咬住 一根锋利的长毛猛地戳下 走出一个奇怪的小虫子 他也长着两条腿 王莽嘴角一翘 手中多出几根巨大的鱼刺 搜 搜 搜 两米长的巨大鱼刺 像镖枪一样猛地射出 瞬间就把面前的巨物 砸成了刺猬 丁 击杀精英级两脚鱼 经验加130 获得白色宝箱一个 丁 获得鱼肉108份 获得鱼油21份 还不错 居然出了个宝箱 把宝箱收好 王莽就迅速离开 这些两脚鱼 都是小团体狩猎 恐怕马上就会赶过来了 一直狩猎到天色昏暗 再次击杀了八只两脚鱼 和上百只海蟑螂后 王莽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离开了礁石群 回到家后 他盘点着白天的收获 一共抱了三个白色宝箱 还有大量鱼肉和鱼油 宝箱开出来还是老样子 一些白板装备 几本经验书 还有些矿石材料 平平无奇 鱼肉倒是个好东西 他已经好久没有吃鱼肉了 鱼油也是个好东西 不但可以用来做油灯 还可以拿去炒菜 起锅做饭 吃饱喝足了后 王莽就开始了每日的日常 修行滑下鼓舞 他站在一处空地上 扎着马步 不断地挥拳 一拳 百拳 千拳 嘿 啊 小青蟹围着王莽 双眼好奇地看着 他不知道主人到底在干什么 但他觉得这好像很好玩 于是 小青蟹认真的站在王莽身后 八条腿小心地站好 也模仿着王莽的样子 不断地挥舞着自己的大钳子 鼻哩鼻哩鼻哩 太阳落下 夜幕降临 时中的少年和小青蟹 正在挥汗如雨 而此时 华夏国 826秘密基地 巨大的会议厅中 已经坐满了上百人 目前 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 112座超能者高校 大部分玩家已经被收容 乾隆计划已经正式开始进行 已挑选出人 其中 等级达到三级的 已经有六人 等级达到两级的 已有582人 完成首杀的玩家 也超过了60% 但也存在很大一部分玩家 他们无法突破第一步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斩杀任何一只怪物 会议在场人 全部都皱起了眉头 这数据并不是很理想 顿了顿 报告声继续响起 据目前的数据统计 所有玩家中 觉醒四星天赋的 有1322人 觉醒五星天赋的 只有18人 按照计划 这些人 我们全部已经重点关注 同时给了一定的资源倾斜 帮助他们成长 目前国际的局势更加恶化 上面已经决定 开始封锁边境 进入最高战备 突然有人开始发问 那些异世界的怪物 现在收容了多少 据数据统计 目前大概已经收容了70% 剩下的大部分 都躲进了深山老龄 还在搜查中 还有两天 玩家将再次进入游戏世界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对他们进行求生培训 不能再让他们 这样死下去了 复义 复义 深山中 玄武山超能者高效 张小龙正在训练室里 挥汗如雨 他手中拿着一把杀猪刀 眼神坚毅 不断地挥砍着 这几天 通过乾隆计划的帮助 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LV2 实力变强了很多 昨天 在特种兵部队的火炮帮助下 他苦苦奋战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把那只五六米高的大青蟹 斩于刀下 这次斩杀 让他变得信心十足 对怪物的害怕 也少了几分 最近他都在不断练习华夏鼓舞术 想学习一门刀法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华夏的鼓舞秘技 对他来说非常适配 因为他觉醒的天赋 是三星天赋 五感强化 这天赋 不但可以增强他的五感 还可以 让他更快地掌握华夏鼓舞秘技 同时 在实战中 五感强化 也可以发挥出惊人的潜力 可以说 他这个能力 如果开发得好 再配合华夏鼓舞 甚至不比四星天赋差 陈校长看着不断挥刀的张小龙 满意地点了点头 张小龙 26岁 16岁就跟着父亲杀猪 有着十年的杀猪经验 他经过两次局子 一次是因为扶老奶奶过马路 然后被人讹了 另一次 是在网上举报黑心加工厂 结果反被人告上了法庭 他的天赋 五感强化 极具潜力 而且最重要是 他的品行端良 简直就是乾隆计划 最合适的候选人 陈校长推了推眼镜 他非常看好张小龙 只有像他这样心怀正义之人 才有可能在获得超人般的力量后 还愿意为普通人挺身而出 陈校长回头 看了一眼在一旁摸鱼的张翔 摇了摇头 张翔 18岁 觉醒的是二星天赋 能量脂肪 天赋还算不错 但是人却不太行 胆子不大 又怕吃苦 天天就只会拿着几本二次元贴话 不停地喊 啊 老婆 好漂亮 老婆 亲亲 简直不知所谓 以前这张翔还是个帅小伙 现在因为天赋原因 变成了个200斤的大胖子 本来他是没有资格参加乾隆计划的 但由于他带回来一块特殊的石板 上面才破格 让他加入了乾隆计划 陈校长再次拿出那块石板 看着上面写的内容 一位被困于游戏世界的玩家 这非常有研究价值 不知道这王莽现在升到了几级 实力怎么样 丁 月吉 击杀精英级两脚鱼 获得经验129 获得白色宝箱一个 等级提升到LV7 王莽看着面前的宝箱 心中毫无波澜 最近这玩意爆得太多 他已经没有当初开宝箱的快乐了 估计现在只有更高级的宝箱 才能让他欣喜若狂 打开面板 看着又多出来的五点自由属性 考虑很久后 他还是全部加了体质 能量可以通过各种物品进行恢复 但是体质的增加方式却非常单一 所以 前期他准备把所有的属性都加到体质上 让自己能在短时间内 就可以不断提升实力 分解掉面前怪物的尸体 收拾好装备 王莽正准备寻找下一个目标 突然 整个礁石群都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 阵阵巨大的撞击声和冲击波 一起从远处传来 王莽眉头一皱 几个跳跃就来到一处高地 极力远眺 该不会等一下 突然蹦出个奥特曼吗 王莽吃惊地看着面前这一幕 即便隔得很远 他也能感知到 两只巨物恐怖的破坏力 其中一只便是当初见到的 百米高黑色巨猿 另一只则是体型同样庞大的 金色穿山甲 他们两个好像山岳一样 不停碰撞在一起 打得吐石飞裂 地动山摇 周围几百米高的巨树纷纷倒塌 躲在树林中的小型巨物们 都四处逃窜 很快 森林中就掀起了一阵怪兽巢 向四面奔腾 而有一群怪兽巢 正朝着沙滩来 森林的树木不断晃动 越来越剧烈 王莽心中一紧 他突然有非常不好的预感 从巨石上跳下 开启三倍肌肉强化 他的身体像猎豹一样 猛地冲了出去 森林里的怪兽可不比沙滩 那里面每一只都极度危险 王莽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中 开启十倍肌肉强化 搬起几块巨石 就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 然后他爬上房顶 透过缝隙 望着外面的一草一幕 几分钟之后 果然 森林中大量的怪兽 逃到了海岸边 十米 十五米 二十米 甚至还有三十米的巨怪 都冲出了森林 一时间 整个沙滩热闹无比 在森林中 还有巨树作为遮挡 但是在沙滩上 所有的怪兽都一览无遗 突然 几只三十多米的巨怪 猛地回头一扑 便咬死了身旁的几只怪兽 大口地吃了起来 而这就像导火索 杀戮很快就开始了 大的吃小的 小的吃更小的 一时间 鲜血染红了沙地 之前在沙滩上 横行的大青蟹们 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王莽 还看到几只 躲在了自己家周围 正在瑟瑟发抖 这场杀戮 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高级的捕食者吃饱后 就开始对着周围撒尿 圈定着自己的领地 弱小的怪兽 一部分被吞噬 一部分则逃到了森林边缘 吃饱喝足 警惕地看着周围 附近没有森林的掩护 让常年生活在森林中的 它极度没有安全感 远处 百米巨兽的碰撞 还在继续 这两只百米巨兽的 体力极度夸张 即便已经战斗了数个小时 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而打得越来越剧烈 而周围所有的森林 都仿佛被地龙翻身 树木倒塌 山石崩裂 王莽看着这恐怖的一幕 心中暗暗庆幸 幸好这两只怪物 没有往这边打过来 不然自己 恐怕就成了巨人脚下的蚂蚁 被踩死都无人知晓 太阳缓缓落下 黑夜来临 远处的战斗还在继续着 这注定不是一个平静的夜晚 王莽躲在自己家中 甚至把自己的菜田提前收割 让它们都变回了种子 他趴在房顶的缝隙中 没有丝毫睡意 只要情况一有不对 他就马上准备跑路 在这种危险的时刻 他突然有些庆幸 幸好他只是一个 一米八几的小不点 在外面满是巨物的情况下 他这种小虾蜜 估计连被塞牙缝的资格都没有 也不会有巨物对他感兴趣 随着夜晚的降临 之前平静的沙滩上 又出现各种吼叫声 在夜幕中 杀戮恐怕再次开始了 无数的巨兽吼叫 有痛苦 有兴奋 还有鲜血喷散的声音 就这样 一直到了第二天 太阳刚刚升起 金色的阳光洒落 只见沙滩上到处都被染成了黑红色 偶尔还能看到碎裂的尸体和内脏 最后是谁胜利 不过这也不是他能去参与的事 此时 他正趴在自家房顶的巨石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 眼中满是贪婪之色 他门口那只接近20米的巨怪 受伤了 在昨天晚上 他家门口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战斗 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虽然最后还是 他家门口的这只怪兽获得了胜利 但他同时也受了不轻的伤 他的脖子 一直到胸口被撕裂开一道巨大的伤痕 腿也断了一只 连行走都变得十分困难 此时这只怪兽正趴在一块巨石旁 不停地舔势着自己的伤口 随着森林的战斗结束 沙滩上的怪兽 陆陆续续回到了森林中 但是这只巨怪却没有走 他伤得太重了 此时回去森林 恐怕会沦为其他怪兽的食物 他准备留在沙滩上 吃完昨天的战利品 等恢复好了之后 再回森林 很快 沙滩又恢复了平静 大青蟹们陆陆续续地 从角落中爬了出来 他们来到沙地中 清理着散落的残破尸体碎块 当着一群合格的清洁工 每当有大青蟹 来到王莽家周围时 都会警惕地倒退离开 即便这只接近 二十多米的巨怪已经受伤 但他恐怖的气势 也不是大青蟹们敢惊扰的 大青蟹们不敢 但是他王莽敢呀 天天只包一些白色宝箱 他早就已经收够了 玩游戏 就是要打最牛逼的怪 包最稀有的装备 抛最美的女网友 这荒岛中好像没有女人 唉 这真是个伤心的故事 自己在装逼时 旁边要是没有一个 嗲嗲的妹子 喊着666 他总觉得缺少了很多趣味 算了 女人只会影响他出拳的速度 还是打怪包装备 最让人爽了 王莽的眼神再次变得坚定 如果正面和二十米级别的 怪兽对战 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他目前没有恢复 生命手段的方式 贸然去挑战这样强大的怪物 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但今天 这只怪兽可是受了重伤 他有非常大的把握 把这只怪兽永远地留在这里 王莽观察了许久 随着不断吞噬战利品 这只怪兽的伤口 正在快速恢复中 恐怕最多一两天 他就可以恢复到全胜时期 不能再等了 他决定现在就动手 只要杀死这只怪物 他一定可以得到更高级的宝箱 然后变得更加强大 王莽低头 身形后退 慢慢地引入石缝的阴影中 狩猎 现在开始 这只二十米的怪兽 长得像只巨大的青蛙 他的眼睛非常大 而且还会像蜥蜴一样 不停旋转 他全身长着厚厚的角质层 头上还拢起着几对鸡脚 双腿的肌肉特别发达 一跃就可以跳出百米之外 和普通青蛙不同 他嘴上长满着锋利的碎齿 一口就可以把坚硬的岩石 咬下来大块 恐怕连钢筋在他的大嘴中 都会变成蜡条一样 被轻松咬断 此时 他正趴在一具巨大的尸体上 不断地啃食 这是他昨晚的战利品 就在他吃得最开心时 一道微小的身影 正爬上巨石 向他的头顶缓缓靠近 王莽全副武装 走得很慢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他还是决定 像击杀精英级大青蟹一样 先从头顶偷袭 最好是能先弄下这巨蛙的一只眼 然后再抱他的菊花 就这样缓缓爬了十几分钟 王莽终于爬到了巨蛙头顶的一块岩石上 他刚刚伸头往下望去 只是这么轻微的动静 就瞬间惊动了巨蛙 他的感知 比王莽想象中的更加敏锐 两只巨大的吸引 飞快转动 一下子就盯住了王莽所在的方向 巨大的头颅缓缓转动 一排排尖锐的恐怖历齿 展示在王莽的面前 王莽此时双眼大睁 整个人僵硬在原地 他全身的汗毛筒筒竖竖起 额头也冒起了冷汗 太强了 他和大青蟹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怪兽 虽然他的体型 只比精英级大青蟹大了一倍 但是那他那周围恐怖的压迫感 就仿佛已经凝结成了实质 把王莽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一人一怪 就这么四目相望 良久 巨蛙歪了歪头 他对王莽这样的小不点 完全没有兴趣 估计又是某种 简石碎屑的小虫子罢了 巨蛙低下头 完全没有把王莽当一回事 继续开始啃食面前的怪兽尸体 随着巨蛙的视线一开 王莽才大喘一口气 他一边喘着气 一边全身颤抖 就好像他已经被巨蛙的一个眼神给吓傻了 这种感觉 真是太刺激了 王莽猛地抬头 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他身体的肾上腺素 飞速飙升 脸色都因为兴奋而有些潮红 这让他想起了 以前刚刚玩游戏时 通关终极BOSS的兴奋 让他想起了 以前玩竞技游戏时 武杀的快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 游戏玩得越来越多 他已经好久没有这样一样的感觉了 这只巨蛙恐怖的压迫感 并没有让他害怕 反而让他跃跃欲试 心中的斗志被完全激发 他可是王莽啊 只要他够猛 他就谁也不怕 初级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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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的身体急速膨胀 每一块肌肉都像气球一样不断变大 小磨瓶 使用 石斑鱼的骨髓 使用 蓝色小药丸 使用 初级肌肉强化 46倍 肌肉增幅程度920% 此时 再配合他高达40多点的基础体质 他已经超越了人类极限的40多倍 成为了真正的肌肉怪物 而这还不是他的极限 王莽的身体趴扶着 双手前身 双腿弯曲 他摆出猛虎下山的姿势 一块块肌肉高高隆起 不断地拉扯紧绷 那密集的肌肉块聚集在一起 仿佛形成了云一样的纹身 特别是在他的背后 这些肌肉不断交结缠绕 形成了好像翅膀一样的纹理 远远看去 就好像一块巨石上 再配合华夏鼓舞秘技的极致美感 这就是王莽此时的最强形态 飞天 肌肉虎身 王莽一声大吼 嘴中竟然传出一声猛虎般的咆哮 华夏鼓舞秘技 五行门 行一一十二 猛虎下山 被他发挥到极致 让他仿佛一只惊天巨虎 从天而降 这恐怖的威势 瞬间就让下面的巨蛙睁大了双眼 他猛地回头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碰 巨大的爆响响彻天际 恐怖的冲击波席卷而来 这一击 直接就把巨蛙的整个头 都打进了肚子里 鲜血仿佛喷泉一样 硬红了大地 二十米高的恐怖巨怪 座 丁 击沙精英级大嘴蛙 获得经验一千一百五十六 丁 跃及 击沙精英级大嘴蛙 奖励蓝色品质随机宝箱一个 丁 分解获得蛙肉三百一十份 坚韧的腿巾两条 大嘴蛙的牙十五颗 大嘴蛙的眼球两颗 蓝色的宝箱 缓缓飘浮在空中 散发着诱人的蓝光 王莽兴奋地看着 感受得刚刚畅快的一击 实在是太爽了 爆出蓝色宝箱是一部分 更多的是击沙这种恐怖巨物 带来的成就感 这可比通宵攻略游戏 BOSS爽多了 征服巨兽 这才是男人的浪漫 当那几十米高大怪物的巨大身体 缓缓倒在他脚下时 他感觉到了杀戮和征服的美妙味道 而杀死怪物后 爆出的宝箱 更是让这份美妙上升到了极致 打开宝箱 光滑散尽 面前只剩下几个物品 丁 获得蓝色装备大嘴蛙的鞋子 装备 蛙质鞋 种类 防具 品质 蓝色精良 属性 体质加8 能量加5 效果 效果1 穿戴后跳跃能力增加20% 效果2 每10分钟可以储存一次蓄力跳 使用后可以让下一次跳跃能力增加50% 最多可以储存三次蓄力跳 评价 二星半 丁 获得一级经验书五本 种类 经验书 品质 白色精良 效果 使用后瞬间获得100点经验值 评价 一颗星 丁 获得血灵果的种子一颗 种子 血灵果的种子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种下后可以长出血灵树 血灵树成熟后 每个周期可以产出3至5颗果实 服用血灵果可以恢复少量生命力 并恢复伤势 在植物死亡后会重新变回种子 可以再次种植 怪物的尸体血肉 可以加速生长速度和产果速度 评价 二星半 丁 获得技能书 小火球 技能书 小火球 种类 通用技能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消耗10点能量 可以释放一颗威力不错的小火球 每一点精神属性 可以提升小火球1%的伤害 最高提升400% 技能施法延迟1至3秒 冷却时间15秒 评价 一星半 王莽搓了搓手 兴奋地看着这些装备 蓝色宝箱果然不同凡响 他感觉这些都是好东西 5本一级经验书 他直接就使用掉了 经验长了一小节 挖着鞋 也直接套在了脚上 这可是蓝色精良级 评价两星半的好装备 这是他身上 除了小磨瓶外 第二件蓝色品质的装备 穿上鞋子后 他又拿起那颗闪闪发光的种子 之前他开过很多白色宝箱 也出过不少种子 不过都是白色普通品质 而所有的白色种子 都只是一些蔬菜瓜果 除了生长速度快 没有任何超凡特性 但这颗血灵树的种子却不同 简介中居然告诉果实 可以恢复生命值 这可是他目前最缺的东西 在荒岛中狩猎这么久 他从来都是小心谨慎 不敢冒险 因为在这荒岛中 受伤是非常危险的事 小心翼翼地捧着种子 往往屁颠屁颠地 就跑去到了自己的小菜园 把菜园清理出阳光最好的位置 然后小心点把血灵树的种子种下 再取出数块大倾蟹的肉 切成小块埋在土壤周围 埋好种子后 他又细心地洒上清水 最后才拿起那本技能书 看着手中的技能书 小火球 他有些犹豫 要是在刚刚穿越来荒岛中时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学习这个技能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太弱小了 需要抓住每一分力量 来不断提升自己 但现在 这本技能书即便学习 对他的提升也非常有限 他的天赋是 无冷叠加 被动技能 释放技能时没有冷却 且释放技能的状态效果 可以持续叠加 这被动天赋 除了释放技能没有冷却外 还可以把释放的技能 效果持续叠加 如果学习小火球 他虽然可以没有冷却的释放技能 但如果小火球的威力一般 即便可以释放再多 也不可能让他战胜强大的敌人 就像一颗子弹 无法突破坦克的防御 那即便是同时可以释放100颗子弹 也还是无法突破坦克的防御 所以 这小火球技能 对于他来说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反而像 初级肌肉强化 这技能书他暂时不会使用 反正他也不缺那点伤害 现在看来 这技能书的爆率真的非常低 而且 恐怕只有蓝色宝箱中 才有一定的几率出现技能书 不过王莽并不担心 以他现在的实力 蓝色宝箱什么的 都会有的 刚刚的一场战斗 让王莽身体的能量全部消耗完 肚子现在饿得咕咕叫 起锅 切肉 又在菜园里摘了些蔬果 他便开始给自己准备中饭 小青蟹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 嘴里哔哩哔哩地吐着泡泡 王莽看了他一眼 笑着说道 谢老大 这一天不见 你怎么又带了一拳 他从案板上切下一大块肉 丢到小青蟹面前 然后指了指旁边的菜园 谢老大 你看见那片菜园没有 以后你就守在旁边 保护好咱家的菜园 特别是中间那棵血灵树 要是他少了棵叶子 我就回来把你清蒸了 哔哩 哔哩哔哩 谢老大的眼睛一缩 他和王莽是主仆关系 有着一道精神联系 所以他完全听得懂 王莽想表达的意思 他赶紧叼起王莽给下的肉块 一溜烟地就跑到了菜园周围 熊啾啾气昂昂地开始了巡逻 他还只是个小宝宝 可不想被清蒸了 吃饱喝足后 王莽就又收拾装备出了门 他来到礁石群 此时的礁石群已经一片狼藉 昨天 大量的森林怪兽来到这里 大杀特杀 很多海蟑螂和大青蟹 还有两脚鱼都被吞噬 礁石上可以看到大片的血迹 不过同样的 礁石上也遗留了一些怪兽的残尸 成了海蟑螂和大青蟹们的食物 王莽来到礁石群中 不停地寻找那些 体型比较巨大的残破怪兽尸体 然后通通把它们分解成了材料 分解完一具20米巨怪的残尸 他很快就快步离开 寻找下一具 在他走后 所有的海蟑螂才从角落里爬了出来 眼中敢怒不敢言 这只两脚怪太过分了 他们只是吃点残羹剩饭 都要被抢走 还有没有天理了 王莽可不管这些 他哼着小调 到处在礁石上收集着材料 如果有哪只怪兽不长眼 他就直接顺手解决掉 一个下午 他的空间背包 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 把所有的低阶材料 还有怪兽血肉都换成金币 只留下那些蓝色品质以上的材料 这次赶海 他就收获了三份紫色材料 上千份蓝色材料 金币也终于突破了20万大关 算是上次遇到龙斑鱼之后 最丰收的一次 看周围也没有什么怪兽尸体后 王莽才开始继续狩猎升级 这么多怪兽尸体 可惜检视不出宝箱 不然我直接起飞 摇了摇头 王莽又跑去猎杀了几只精英级别的大青械 才结束的一天的狩猎 随着他现在的实力越来越强 这种级别的怪兽 他已经可以不用偷袭了 上去直接开无双 分分钟就可以把他们斩于脚下 今天王莽收获满满 看着天色已经有些昏暗 他便哼着小调 扛着长枪 在夕阳下 缓缓回到了家中 他才刚刚走到家门口 谢老大就听见了动静 屁颠屁颠地从门缝中爬了出来 像小狗一样 围着他到处爬动 哔哩哔哩 哔哩哔哩 王莽笑着看了看他 有点开心 虽然只是个螃蟹 但有人等自己回家的感觉 真好 这石头窝 总算有了点家的味道 无人山区中 玄武山超能者高校 陈校长坐在办公室中 手上拿着一份份报告 眉头紧锁 他面前几个华夏军官 正在做着详细的汇报 校长 最近有些玩家想离开高校 还闹出了不少事 您看这 陈校长点了点头 这些都在他预料之中 但看着面前的报告 这离校的原因 还是让他有点始料未及 你确定没搞错 这些玩家离校的最主要原因 是想去外面破除 几位下属有些尴尬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回答道 校长 这报告绝对没有错 异世界的生存压力实在太大 而玩家大多都是16至30岁 这正是 反正 即便我们的心理专家 都在对他们进行安慰 但还是有很多人想离开 他们都想离开高校 去最后陪下自己的家人 顺便完成未完的心愿 陈校长叹了口气 他也能理解这些玩家的想法 这也算是人之常情 不过 自己绝不会让他们 这么轻易地离开高校 玩家们既掌握了超凡力量 又游走在死亡边缘 在临死之刻 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 谁也无法预料 如果就这样放他们出去 可能会对这个社会 造成重大的影响 你下去安排一下 给所有想出去的人 都安排一个假期 但一定要派人跟着 但不管如何 在穿越前24小时 他们必须回到高校 是 几位下属点头 转身倒退 很快 不停有军用皮卡车 从高校中开出 前往各地 而张祥也坐在一辆皮卡车上 走上了回家的路 自从穿越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 很快 皮卡车就带着他 一路向东来到了云海市 张祥坐在车窗上 望着外面的家乡 有些陌生 以前非常热闹的云海市 现在却变得有些萧条 路上的车辆和行人 都变得非常少 皮卡车一路来到菜市场 停在一家 卖大闸蟹的商铺门口 菜市场中 突然来了一辆军队的车 所有的街坊邻里 都好奇地围了上来 张祥从车上走了下来 身穿一身帅气的军服 身后跟着几个持枪的滑下军人 一出场就霸气十足 引来周围邻居的一阵议论 门口卖大闸蟹的妇女 看着面前的大胖子 有点没认出来 你是 小祥 妈 张祥一下子就扑到了他老妈身旁 已经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从后面拿出一个大箱子 然后递到他老妈面前 老妈 我们回去说 回去后 张祥的老妈打开箱子 里面居然满满的都是现金 足足有几百万 妈 这些钱你拿着 这都是国家发的 张祥和他老妈坐在一起 开始讲述起他最近十几天的故事 说完之后 他老妈抱着他 痛哭流涕 妈 别哭了 我这不是还没死吗 他这样一说 他老妈哭得更伤心了 拍了拍老妈的肩膀 张祥又继续说道 妈 你别哭了 我现在可是这儿八经的公务员 而且还有超能力 你别看我现在这么胖 这身上其实都是能量脂肪 就我这满身的镖肉 一个月不吃不喝都不会死 我保证在一世界 躺着不动 哪里也不去 下次再活着回来看你 他说完 又和他老妈吃了顿晚饭 就匆匆离开 顺手他还回去自己的房间 把自己所有的纸片人老婆都带走了 回了趟家 他发现自己更舍不得死了 他和他老妈相依为命 如果他死了 他老妈怎么办 我绝不能死在那个游戏世界 绝对不能 他决定现在就回到学校 尝试去击杀那些铁笼中的怪兽 皮卡车拉着张祥 在城市里缓缓前行 时不时可以听到外面的广播声不断播报 请大家不要恐慌 所有的怪兽都已经被政府收容 禁止非法囤货 禁止非法囤货 一律发现 必将严惩 今天下午将展开全民求生演习 请大家务必准时到场 据最新报告 樱花国境内已经有上万只怪兽失控 死伤超过百万 我国的情况目前已在控制范围内 张祥看着看着车窗外 十几天不见 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 突然感觉好陌生 世界末日真的已经开始了吗 天空中几架直升机飞过 远处好像隐约出现枪炮声 张祥看着外面的城市有些不舍 他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再看一眼 呼叫 呼叫 发现新的怪兽 伪编号087型 目前正在用火炮压制中 一切正常 收到 请继续保持 我们已经派特殊部队前来支援 很快 天空中飞过来几架直升机 六道身影直接空降下来 这是一支特殊小队 张小龙刚刚从直升机落地 还心有余悸 他还是第一次坐直升机 这感觉真是刺激 哎 队长 你有把握吗 在张小龙身后 李明紧张地问道 他们都是玩家 之前被选中成为乾隆计划的一员 今天校长特意给他们一个任务 说让他们去斩杀一只游戏世界入侵的怪兽 这算他们小队的第一次出情 据说意义重大 张小龙叹了口气 他抬头看向周围 不少摄像头都对准他们几人 陈校长之前给他透过底 这次的行动会全程记录 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发出去 怪兽入侵对全国影响巨大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 国家必须要用玩家们来稳定明星 就和在学校那样配合就行了 我们六个可都是觉醒了三星天赋的玩家 还收拾不了一个怪兽 张小龙说完 拔出自己腰间的杀猪刀 率先就大不向前 周围都是直播镜头 他必须拿出气势出来 李明一听这话 心中一阵心虚 和在学校一样 尼玛在学校 他们六个 差点被这些怪兽虐死了 此时 医院的公共屏幕中 护士和病人围坐在一起看着屏幕 工厂中 休息的工人们看着手机 学校中 老师带着学生们认真观看着投影仪 他们都在满怀期待 这是一场全民直播打怪兽 现在是下午3点15分 在云悬市海天公园中 发现了一只身高6米的巨型怪物 我们超能者部队已经赶来 他们马上就会击杀这只怪兽 请民众们放心 一切都在掌握中 826局地下秘密基地 指挥室中 无数的屏幕闪烁 几百位接线员头戴耳机 都神情严肃地忙碌着 李勇看着面前的大屏幕 不断地对着下属们发出指令 今天是乾隆计划的重要一环 他们将开始在 网上进行怪物狩猎直播 这一方面 是为让玩家们 正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做准备中 另一方面 也是通过玩家大量猎杀怪兽 来提升民众的信心 这将是超能者玩家时代的开始 目前统计的怎么样了 有发现新出现的玩家吗 李勇看着大屏幕 对下面的属下问道 目前没有发现 全国自从出现这140万玩家后 就再也没有新的玩家出现 李勇皱了皱眉头 玩家出现的背后 到底预示着什么 智囊团对这件事怎么看 智囊团对这件事 目前有三个推测 一小部分人推测 这第一批玩家 只是游戏世界入侵的前兆 恐怕在不久后 全球都会一起进入游戏世界 开启全民游戏时代 还有一部分推测 这是游戏异世界和蓝星正在融合 玩家死后 异世界的怪物才会出现 这应该是一种能量的交互反应 这完全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他们怀疑 要等所有的玩家死后 才会出现下一批新玩家 还有一部分推测 这可能是高等外星文明的一场游戏 他们在筛选最优秀的人类中 我们必须要在这场游戏中脱颖而出 属下说完 李勇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推论 就没一个好的 存在即合理 让下面的人别多想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李勇缓缓说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怪物狩猎直播 稳定明星 同时要培养出属于华夏国的守护者 李勇挥手 让下属们离去 而他则再次拿出一份报告 认真地看起来 这报告中的资料不多 全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少年生平 从他出生 上学 恋爱 到当备胎等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这就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年 但现在 他却是全球唯一一位 没从游戏世界回归的玩家 望着面前的报告 李勇喃喃自语 王莽 全球唯一一个完全穿越到异世界的玩家 你的出现 又预示着什么 一片巨大的沙滩上 王莽面朝大海 手中抓着一根粗壮的棒子 身体不停上下起伏着 啊 啊 谢老大 你慢点 谢老大一听 赶紧停了下来 比利 谢老大 你能不能走稳一点 你这样上下抖来抖去 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比利比利 最近谢老大长得贼快 几天不到 他就退了两次壳 从一只藏壕大小长到了两米多高 已经有一辆汽车那么大了 所以今天王莽突发奇想 他决定让谢老大当他的座骑 这玩游戏 没有座骑 感觉也太没逼格了 随着王莽的不断指挥 谢老大这个座骑跑得越来越稳 很快 谢老大就带着王莽 在沙滩上开始狂飙 扬起一阵沙尘 爽 王莽坐在谢老大的背上 海风拂面吹来 让他有种飙车的快感 很快 王莽就和谢老大来到了浇石群 开始了今天的升级任务 他刚刚出现在浇石群 周围的海蟑螂仿佛受到惊吓一般 四处逃窜 杀杀杀 嗯 海蟑螂 随手秒杀 嗯 精英级大青线 开状态 一拳秒杀 嗯 精英级两脚鱼 下鱼二 开状态 一拳秒杀 很快 一天就过去了 他一共杀了十二只精英怪物 上百只海蟑螂 获得了几个白色宝箱 一堆材料 还有一千多的经验值 跳到谢老大背上 趁着夕阳 他们就像赶海一天的渔民 忙碌了一天 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最近精英级的怪物 越来越不好杀了 他在这一片 已经打出了名声 所有怪物看见他 就仿佛看见了天敌 一下就吓跑了 要不明天去别的地方再看看 当这个想法出现时 王莽瞬间就有些心动 明天玩家就上线了 搞不好明天还可以碰到老乡 就这么决定了 明天继续走远一点 必须在玩家上线前 多探索一些位置 一想到明天同胞们就上线了 他就有些激动 又可以和群友们聊天了 爽 群友们可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不知道张响 有没有把我的信 带给我爸妈 唉 回到家中 起锅烧肉 最近他的厨艺越来越好 还在论坛上 学习了很多生活工具的制作 小小的石洞中 木制的桌椅 木床 柜子等都一英俱全 在石洞的最中央 开垦着一片整齐的田地 里面种着各种蔬果 而且在最中间 还空出一块地方 一棵血红色的小树 已经长到了一米多高 生机盎然 估计再过几天 血灵树就可以结果子 随着实力越来越强 它的食量也变得非常夸张 一口气就可以随随便便 吃下几十斤的肉 同样的 谢老大的食量也非常大 所以他现在烧肉 都是直接用棗盆大小的生蚝壳 一次可以炖满满一大锅 吃上一两天 一边用铁锹搅拌着锅中的食材 一边往锅里下着各种蔬菜 谢老大围在他身旁 两只眼睛兴奋地不断转动 又到了他的干饭时间 烧好后 王莽和谢老大美人 都端了一个脸盆大小的贝壳 里面装着满满的肉 一人一螃蟹端着贝壳碗 直接爬到房顶上 迎着海风享受起了今天的晚餐 吃完之后 他就回到食洞中 开始今天的舞蹈修行 他必须得自己找一些事做 不然一停下来 就满脑子都想着回家 这荒岛中实在是太让人寂寞了 就这样 又是一日 太阳刚刚升起 王莽就已经穿戴好装备 准备出门升级 谢老大 今天你就守家吧 我恐怕会晚点回来 饿了 就自己去锅里找吃的 记住 不要随便出去 把咱们家的菜田守好了 谢老大挥了挥巨大的夹子 嘴中发着哔哩哔哩的泡泡声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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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点了点头 因为和谢老大有精神连接 他和谢老大的交流 也变得非常简单 而且谢老大虽然笨了点 但是却比狗要听指挥的多 至少他从来不拆架 跳起来拍了拍谢老大的头 王莽就带着装备转身去 今天他不准备狩猎 而是准备去开地图 走向更多的未知区域 估计下午 玩家们就要上线了 他真的很想找到一个同类 一路前行 穿过一片巨大的沙滩 走过层层叠叠叠的礁石群 沿着海岸一直行走 他又来到一片巨大的沙滩上 这片沙滩更大 走了一个小时 还是一望无际 而且随着不断深入 在沙滩上密密麻麻地 出现了一根根利起的沙棒 这些沙棒有接近两米多高 里面时不时伸出一些软体动物的触手 仿佛菊花一样缓缓打开 整片沙滩上密密麻麻的 都是这些触手菊花 看上去非常恶心 就仿佛来到了诡异的触手森林一样 看得人菊花发凉 而且这片沙滩上非常奇怪 几乎看不到大青械 还有其他生物的影子 这地方看着有些邪眉啊 王莽停下脚步 虽然他现在的实力已经非常强了 但他还是不想轻易踏入未知的领域 由于良久 他跑回礁饰群中 抓了只海蟑螂过来 蟑螂哥 死平倒不死倒有 你给我上去探探路 如果你最后没死 我以后再见到你 绝对不杀你 我保证 说完 他全身的肌肉膨胀 一下就把海蟑螂甩出百米开外 海蟑螂两只触脚飞速旋转 他早就害怕地缩成了个球 此时 他的身体就像一个保龄球一样 在沙堆中不断碰撞 还没有滚出多远 那些菊花触手就像狗闻到了骨头 整个身体瞬间就拉长了几十米 从地洞中全部伸了出来 这些菊花触手速度极快 一个个仿佛利剑一样猛地穿插 就把蟑螂哥搅成了碎肉 触手菊花散开 空气中已经空荡荡的 连一丝血肉都没有剩下 王莽站在远处 咽了咽口水 这也太残暴了一点 蟑螂哥 你一路走好 看了一眼沙滩上密密麻麻 仿佛森林一般的触手菊花们 王莽毫不犹豫就转身离开了 这怪物有点恶心 而且数量众多 还会远程攻击 这不是他目前能打赢的副本 他决定先回去发育一段时间 然后再过来找回场子 回到礁石群 看着礁石中不断爬行的海蟑螂 还有一只只亲切的大青蟹 果然还是 这里才是他的主场 我还是先升下级吧 一般游戏提升到石集 就会产生质的变化 我离石集也快了 一边猎杀着怪兽 他一边思考着接下来的打算 沿着海岸线 左右目前都走不通 而前面是大海 而这个世界大海 可和蓝星不同 就看那时不时飘上来的巨物尸体 就知道大海里肯定危险至极 他要是敢下海 人分分钟就没了 所以 摆在他面前的 就只剩下后方的森林一条路 之前在聊天群 好像有不少人都说 他们周围都是森林 我要不要去森林里面探索一番 王莽有些犹豫 海岸边一望无际 有什么情况 他一眼就可以发现 但是进入森林可就不同了 原始森林中的危险 都隐藏在暗处 在重重叠叠的草木中 你永远不知道 危险会来自哪里 一方面 他也没有在原始森林 生存过的经验 另一方面 他也没有应对偷袭的手段 还是再等等吧 等血灵树结果后 自己有了恢复生命值的手段 再去探索森林吧 王莽做出决断 他虽然实力变强了很多 但这荒岛中还是太危险了 他必须小心谨慎 不能急于一时 毕竟小命只有一条 在交视群中猎杀了一个多小时 经验又增长了一小节 而就在这时 面板中突然传来叮叮叮的提示音 玩家们终于又上线了 王莽把手中的长矛一收 赶紧兴奋地飞奔回家 他的小可爱们终于回来了 一溜烟地跑回家 搬了几块巨石把门口堵住 打开聊天群 果然不断有信息滚动 玩家们又开始刷屏了 这次他没有水群 而是直接点开了一个人的头像 进入了私聊 祥哥 祥哥 在不在 很快 张祥就回复了信息 在的 放心 你让我带的信 我已经送到了你爸妈手上 而且 我还让他们 给你拍了一段视频 王莽一听 欣喜若狂 还拍了一段视频 张祥继续发着信息 物品交易只能在拍卖商城 我等一下在拍卖商城挂个手机 再做个备注 你直接上去拍就可以了 祥哥 你人太好了 我 王莽的信息还没有发完 张祥就直接打断了他 哎 你也是个可怜人 一个人被困在荒岛中 家都回不了 报酬什么的就不用了 你也不容易 荒岛中又危险 就留着自己用嘛 王莽一听 整个人都愣在那里 两眼泪汪汪 多久了 多久了 终于有人明白他的感受了 在这个荒岛中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真是太不容易了 虽然他每天吃得好 睡得香 甚至无聊的时候 还可以打打小怪兽 排解一下寂寞 但他真的过得太苦逼了 没想到祥哥人这么好 连报酬都不要 哎 祥哥真是个好人哪 下次直接送他一件装备吧 反正我这还挺多的 退出聊天界面 他赶紧来到拍卖商城 果然发现商城中正 出售着一部手机 和几块充电宝 因为有备注 必须要输入正确的密码 才能购买成功 所以 其他玩家 也无法进行购买 交易成功后 他小心翼翼地 捧着手中的手机 泪水不自觉地浸湿了眼角 二十多天都没有回家了 虽然平常和家里的关系 都很一般 他老妈就出现在画面上 气势汹汹 对着他 就是一通披头盖脸的大骂 臭小子 你天天只知道玩游戏 现在好了吧 穿越到游戏里面出不来了 你活该 我跟你说 你这就是活该 天天只知道玩游戏 骂着骂着 他老妈就哭了起来 问他最近吃得好不好 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儿子 你到那边一定要怂一点 狗一点 能活着就行 别听你老爸那一套 什么别人欺负你 你就十倍还手 忙过头了 早晚会害死你的 我还说你好不容易长大 这可让我和你爸怎么办呀 他老妈骂完 他老爸就登场了 儿子 你妈说的对 你还是狗一点吧 我听说 那边全都是怪兽 吃人就像啃辣条似的 不过 不该怂的时候 也别怂 拿出你打游戏那劲 干他压的 话没说完 他老爸就被人揪着耳朵拉走了 王志明 你找死是吧 你到现在了 还在怂恿你儿子 老娘今天盖你压的 视频画面一阵耸动 瞬间出现了一个 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他双眼发光 满脸兴奋地对着屏幕 老哥 你是不是觉醒了超能力 你的超能力厉害不 我昨天看电视 有人会喷火 还有人会飞 你的超能力是啥 该不会觉醒的是 傻娃鼻屎的超能力吧 哈哈 说完 视频中的小姑娘就放声大笑 他背后 两位中年夫妻 正打得不可开交 真是一片祥和 王莽从穿越过来这么多天 就算数次面对生死危机 也从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但现在 他却一边看着视频 一边笑 一边泪流满面 你个小鬼 还瞧不起你哥 老子怎么可能会觉醒什么 挖鼻屎的超能力 你哥我现在可牛逼得很啊 哈哈 一直到晚上 王莽都没有再出去狩猎 而是坐在石洞中 来回不停播放着这段视频 一直到深夜 他才嘴角带笑 缓缓睡去 次日 天一亮 王莽又准时起床 张响考虑得非常周到 手机不但带了充电线 还有三块非常大的充电宝 他试了一下 节约着用 一块充电宝 至少可以用十天 而且充电宝还带太阳能发电装置 可以用很久 响哥考虑得真是周到呀 真是个大好人 下次说什么 都要给他送点好东西 王莽感慨一声 这世界上 还是真的存在好人的 打开面板 进入论坛 随着玩家的上限 论坛上又多了很多帖子 而且 各种技术贴再次增加了很多 特别是关于怪物狩猎的技巧经验 很多帖子 都有详细的弱点分析 和战术指导 王莽打开看了一眼 瞬间就没了兴趣 就杀个黑甲兽 还需要挖几天陷阱 杀这玩意 不是有手就行吗 逛了下论坛 收藏了一些技术贴 然后他就打开聊天群 又找到了张翔 响哥 昨天真的谢谢了 过了一会儿 张翔马上就回了信息 小事 小事 你也不容易 对了 手机里面我还给你家的一些私货 都是以前我电脑上收藏的资源 大概有几十个G 你也怪可怜的 要是晚上寂寞了 可以拿去用用 我靠 响哥真是好人呐 响哥 你误会了 我不是那样的人 哈哈 哦 是吗 如果你不要 那密码就不给你了 啊 还有密码 哈哈 响哥 你真会开玩笑 其实我有个朋友 张翔躲在屏幕后 黑黑直笑 都是大灰狼 装什么纯情小白兔 两人又聊了一会 王莽才退出了聊天群 想了想 他最后拿出一根蓝色品质的鱼刺 还有一些素生种子 送给了翔哥 算是一点小小的心意 之后 他就屁颠屁颠地拿起手机 跑到了床上 打开手机一看 果然 内存里面有几个文件夹 一个文件夹 需要输入密码 这估计就是张翔 给他留下的视频资源 另一个文件夹打开 里面除了一段视频外 还有着大量其他文件 王莽有些好奇 打开视频一看 里面出现一位40多岁的 戴着眼镜的中年人 王莽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云军 目前是悬山超能者高校的校长 很高兴认识你 长话短说 我们现在是 隶属国家的特殊部队 专门协助超能的玩家进行服务 基于你现在的特殊情况 上面给予了高度重视 一方面 我们需要你 配合我们的工作 顺便帮我们探索异世界 另一方面 我们也会给予你尽可能的帮助 甚至帮你找到回家的途径 视频的时间不长 只有30分钟 但是里面的内容却非常多 自己的特殊情况 已经被张翔汇报给国家 也同时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交换情报吗 我帮助国家 反馈异世界的情报 国家给我传送 华夏各种知识和实时情报 甚至尽可能的 帮我找到回家的方法 王莽打开其他文件夹 里面除了有大量的 华夏鼓舞秘技 还有各种生活用品 到科技产品的制作方法 这些知识 比论坛上的更加详细 也更加丰富全面 这些对于他来说 都是好东西啊 稍微考虑了下 王莽就做出决定 虽然他并不相信对方 可以找到办法 把自己带回去 但对于陈校长的提案 他没有拒绝的理由 一方面 他的父母家人还在拦心 另一方面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玩家 搞不好真的存在 什么厉害的天赋能力 可以把他从游戏世界带回去 反正 我现在也回不去 那就和国家合作试试看吧 王莽打开聊天群 根据刚刚手机视频里面的信息 找到一个头像 然后发起了私聊 李军 32岁 华夏国特种兵 7年前 他加入缉毒大队 立下无数功劳 最后被秘密调派到826局 成为了华夏国 对外信息交流部的一员 而就在20多天前 他突然穿越到了 怪兽游戏世界中 成为了826局 唯一一位穿越到游戏中的玩家 成为玩家 在游戏中艰难地度过三天后 他一回到蓝星 就把所有的信息上报 给了826局 而在第二次穿越 华夏国就给他安排了大量的任务 其中 论坛上那些各种求生知识和技术贴 几乎都是他发的 特别是其中的华夏古武秘迹 几乎整个国家所有 古武门派的传家宝都在里面 上面给他下了死命令 一定要尽可能地免费传播这些知识 保证玩家们的存活率 一开始 所以 这一次 上面又给他下达了很多任务 而其中有一条 就是让他联系一个少年 一个永远被困在游戏世界中 无法回归的少年 突然 聊天见面响起提示 有人对他发动了私聊 那个 是李军吗 是的 你就是王莽 两人一番尬聊 便确认了身份 李军看了看聊天群中的头像 确认无误 便把一套设备挂在了拍卖商城中 王莽同学 感谢你对国家的支持 你所做出的贡献 你的功绩 一定会被世人所知晓 我在拍卖商城中放了一套设备 请务必一定要拍下 李军可能是军人出身 或者是他知道更多更深的情报 所以他的语气非常恭敬 把王莽都搞得有些不好意思 两人结束谈话 王莽就在拍卖商城中 拍下了一套设备 这居然是一套极具科技感的录像设备 除了头顶便携式摄像头 他还拥有太阳能发电电池 五个无人机飞行摄像头 国家还真想得出来 这是让我记录 我的荒岛生活吗 王莽想了想 反正他在这荒岛中 生活得挺无聊的 记录下生活也好 就当陶冶情操了 不过 记录生活什么的 明天再说吧 他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偷偷摸摸地左右看了一下 确定周围不可能出现人 然后就拿着手机 偷偷摸摸地爬上了床 嘿嘿 不知道翔哥给的啥资源 二十几个G 他不怕肾虚吗 嘿嘿一笑 他露出了男人都懂的笑容 刚刚打开手机 屏幕中的亮光 就把谢老大吸引了过来 他趴在床头 两只大大的树眼 立得高高的 满脸都写着好奇 逼里 逼里逼里 王莽把他瞪了一眼 然后一脚就把他踹飞 谢老大 你才出生几天呢 你还只是个小宝宝 这玩意是你能看的吗 给我出去把门守好 谢老大可怜巴巴地翻身爬了起来 不看就不看嘛 踹我干嘛 他一步三回头 走了半天才到门口 谢老大 你还在缝里面偷看啊 小心我下次把你红烧了 谢老大一听 吓得直哆嗦 赶紧把头缩走 不看了 不看了 干嘛发那么大火 很快 夜色降临 黑不一样的天空中 布满了星辰 谢老大一个人 孤零零地趴在门口 他有些失落 自从主人拿到 那个会发光的石头后 就再也没有搭理过他了 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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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荏苒 又是一天 今天难得的 王莽居然睡起了懒床 一直到中午 王莽才顶着黑眼圈 从床上爬了起来 哎 昨天晚上 他都在熬夜 学习手机里的姿势 呃 不对 是知识 结果学习太晚了 一不小心就睡过头了 用清水拍了拍脸 下次不能再这么放纵了 他当务之急 应该努力提升等级 让自己拥有更强的实力 只有拥有了强大的实力 他才有可能回到家乡 而只有回到家乡 那些姿势 才能有用武之地 冲 冲 冲 先吃点高蛋白补补 吃完就马上去赶等级 王莽起床 给自己做了一大份歇棒 吃完后 就拿上李军给的摄像头装备 出了家门 在头上带了个摄像头 王莽就开始了一天的荒岛生活 他来到焦石群中 瞬间就锁定了一只精英级别的大青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昨天学习的很多新知识 他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心情愉悦 神清气爽 只开启了十倍肌肉强化 就把这只十几米高的巨大精英 及青蟹斩于脚下 分解完大青蟹的尸体后 他就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而此时 焦石群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救 一只展翅接近三十米 嘴如金色长剑 爪如金刚利尺的巨大怪鸟 突然出现在天空中 他的双眼看上去阴狠伶俐 让人不敢直视 此时 这巨大的怪鸟 在天空中不断盘旋 寻找着合适的目标 突然 天空中巨大的身影猛地俯冲 速度直接突破了音速 那恐怖的风鸭袭来 即便往莽离他的距离非常远 但还是被飓风刮得脸颊生腾 而只是一个俯冲 一只十几米高的精英大青蟹 就被他抓上了天空 他的一对利爪非常锋利 只是轻轻一抓 就突破了大青蟹钢铁般的甲铐 被抓住的大青蟹还没有死 他不断用自己的大钳子夹着鸟腿 虽然刮出阵阵的金属火花 但是却毫无用处 这巨鸟的双爪比金刚都还要坚硬 他的大钳子根本就毫无办法 巨鸟带着大青蟹一直飞到千米高空 然后把大青蟹狠狠地摔下 一阵巨响 精英级大青蟹 就被摔成了一坨 蟹肉和蟹黄散了一地 王莽趴在远处 眼睛紧紧盯着前方的巨鸟 此时 这只巨鸟正站在地上 津津有味地吃着蟹肉 这还是王莽第一次在荒岛上 看见飞禽类怪兽 就刚刚那巨鸟表现出来的实力 精英级大青蟹 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虽然这巨鸟展翅的时候 看上去非常大 但是收起翅膀之后 他的体型也只有十米级的样子 这只是一只比较稀有的精英 及怪兽罢了 要不今天晚上吃鸡肉吧 还挺想念鸡肉的味道 王莽趴在石头上 舔了舔嘴唇 眼中满是贪婪之色 这只巨鸟如果一直在天上 它也毫无办法 但现在 它居然为了吃大青蟹 而落在了地上 那不就是找死吗 仔细观察一会儿 王莽眼神变得坚定 以它玩游戏的经验 这种稀有怪物 肯定会爆好东西 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做出决定后 它不再犹豫 手握长枪 攻起身子 它隐藏着身形 像着巨鸟窝了过去 巨大的怪兽鸟 站在一块高石上 它也不傻 杀死大青蟹后 它就把尸体 放在一处高地上 这里的视野非常开阔 一抬头 它就可以看到 周围所有的情况 每吃几口蟹肉 它都要抬头来回观望一次 防止有其他怪物 过来抢它的战利品 不过 它也并没有太在意 这片礁石群 它常常过来光顾 周围根本就没有 太过强大的怪兽 都是些食物而已 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它正吃得开心 却不知一道小巧的身影 已经摸到了它不远处 此时 往往距离巨鸟 已经不足200米 可能由于它的体型太小 巨鸟根本就没有 过多去关注它 这个小不点 也可能是这只巨鸟 太过放松警惕 看着不远处的巨鸟 往往心情兴奋不已 这个距离 差不多了 眼神中闪过一丝兴奋 嘴中开始喃喃自语 初级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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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技能的不断叠加 往往的身形 开始不断膨胀 恐怖的肌肉怪人 再次出现 初级肌肉强化 叠加46倍 肌肉强化增幅920% 超越人类 极限40多倍的身体 此时 往往的体型 已经接近三米 它仿佛一个浑身 都长满肌肉的绿巨人 不 它的肌肉 比绿巨人更加密集 体型更加匀称 更加完美 它就好像 李小龙版本的绿巨人 是极致的力量 和极致速度的结合体 它的肩膀 因为密集的肌肉 变得非常宽 这让它的下身 显得有些小巧 远远看去 它整个身体 就像一个夸张至极的倒三角 随着它身体不断发力 这些肌肉 都像牛皮筋一样 紧紧崩起 气血在沸腾 血管如黑蛇一样 缠绕在全身 胯部 转腰 全身的气血集中在手腕 它的整个右臂 都猛地再次膨大一圈 往往此时 已经摆出了一个 非常标准的投掷姿势 就像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呼 粗壮的手臂挥舞 滑出一个完美的半壶 挥舞之间 仿佛有蛇影随形 滑下鼓舞秘技 堂门 甩手一十四 青蛇飞动 嗖 恐怖的音爆声响起 王莽手中的长枪 化作残影 在空中一闪而逝 太快了 太快了 长枪射出之后 周围的空气 才突然反应过来 一条巨大的气浪 向两边疯狂席卷 远远看去 就仿佛王莽的这一枪 直接把整个空间 都割裂开来 而远处的巨鸟 早就发现了不对劲 当王莽摆出 投掷姿势时 那惊人的气势 就让他心中警铃大作 这只小虫子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它 会死 没有犹豫 双持拼命地挥舞 它在第一时间 就直接升空 可惜还是太慢了 一道黑影闪过 它的胸口 已经破开一个 直径一米的空洞 其中的血肉内脏 已经被通通打爆 巨大的疼痛袭来 这只怪兽巨鸟 还心有不甘 它拼命地挥舞自己的翅膀 想要逃离这里 可刚刚才飞出几十米高 巨大的虚弱感 就让它坠落在地 只堪堪一招 展翅三十米的怪兽巨鸟 就被网莽 鸟杀 丁 击杀精英级怪物精嘴鸟 获得经验897 获得蓝色随机宝箱一个 丁 分解获得蓝色品质 禽肉116份 蓝色品质鸟嘴一份 蓝色品质鸟爪一对 蓝色品质羽毛386根 面前的巨鸟化作星光点点消失 在原地 一个散发着蓝光的宝箱 静静地飘浮在那里 果然 像这种稀有级别的怪兽 肯定能爆好东西 美滋滋地把宝箱收下 王莽就找了个安全的角落 搓了搓手 又到了激动人心的开宝箱时刻 不知道这只巨鸟 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惊喜 一发入魂 一发入魂 几声兴奋的嘀吼 宝箱打开 光滑散尽 极样物品散落在地 丁 获得技能品质提升卷轴 蓝色 技能书 技能品质提升卷轴 种类 升级卷轴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对指定技能使用 可以提升对应技能的品质 最高可以提升到蓝色品质 只能提升通用技能 评分 二星半 丁 获得一级经验书六本 种类 经验书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使用后 瞬间获得一百点经验值 评价 一颗星 丁 获得草莓素生种子 种子 草莓素生种子 品质 白色普通 效果 种下后可以在短时间内 快速开花结果 并产出15至25颗果实 植物死亡后 会重新变回种子 并可以再次种植 怪物的尸体血肉 可以加速生长速度 评价 一颗星 丁 获得星牙介质制作图纸 图纸 星牙介质 种类 饰品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使用后 可以学会蓝色品质 星牙介质的制作方法 评价 二颗星 拿起面前的所有物品 往往其他的都没看 而且一脸兴奋地拿起 技能品质升级卷轴 这次真的起飞了 这是什么神仙宝贝 竟然可以提升技能品质 他穿越过来那么久 杀了那么多怪物 唯一爆出的技能书 也就只有一个白色品质的 小火球 从这低到令人发指的暴率中 就可以看出 技能书是有多难出 可怜他穿越过来这么久 三个技能框 都还只有一个技能 他都这样了 恐怕其他玩家更惨 怕是连技能书长 啥样都没见过 而今天 他居然爆了一本提升卷轴 居然可以提升技能品质 毫不犹豫 王莽直接大喊一声 使用 随着他话音刚落 技能品质提升卷轴 就化作光点 慢慢融进他的身体中 定 技能 初级肌肉强化品质提升 进阶为终极肌肉强化 技能 终极肌肉强化 消耗10点能量 使全身的肌肉强度 提升40% 持续时间120秒 冷却时间10分钟 祝 肌肉强化属于体质增幅型 会同时全方位提升身体的强度 骨骼 内脏等各项身体数值 使其达到与肌肉增幅匹配的程度 王莽看着升级后的肌肉强化技能 欣喜若狂 这提升虽然看着很一般 但是他 可是有固有天赋 无冷叠加 对呀 他不断在脑中复盘 计算着 很快 他就得出了结论 一 能量消耗翻倍 肌肉提升强度也翻倍 对于技能没有冷却的他 看着好像没有提升 但其实不然 每次使用技能 都有一秒钟的技能延迟 以前他要开启200%肌肉强化 需要放10次技能 也就是需要10秒 而现在倍率提升 要开启200%肌肉强化 他只需要释放5次技能 也就是5秒 同样的增强下 相当于施法时间减少了一半 二 技能持续时间超长了 这就是变相地提升了他的上限 技能施法延迟是1秒 所以他之前理论上最多其实只能叠加60倍 初级肌肉强化 肌肉增幅极限也只是1200% 而现在 因为技能持续时间增加到120秒 所以理论上 现在最高应该可以叠加到120倍 终极肌肉强化 让肌肉增幅达到恐怖的4800% 简单来说 就是一本技能品质提升卷轴 就让他的上限提升了恐怖的4倍 变身最强状态的时间缩短的50% 而随着等级不断提升 他的基础属性会越来越飞人类 如果开启4800%的肌肉强化 再去市长华夏鼓舞秘书 那将是怎样的风景 王莽紧紧握住双拳 满脸的兴奋 恐怕总有一天 他能打出真正的核爆一拳 我现在其实差的就是能量 我需要更多增加能量上限的方法 或者是更多像小魔瓶这样的 瞬间恢复能量的装备 想到这 他叹了口气 这个世界的暴力太低了 靠他一个人打怪 不知道啥时候 才能凑一身神装 这么久了 群里还有这么多玩家 搞不好 他们会抱些好东西 这样一想 他眼睛一亮 瞬间觉得视野打开了 一个人力量是渺小的 他背后还有几万的群友呢 他一脸兴奋 直接就打开了拍卖行 准备买几件增加能量上限的装备 但很快 他就失望了 这都是些什么破烂 靠 你们怎么都在拍卖商城卖垃圾 白色品质的垃圾刀 不要 白色品质的垃圾防具 体质才加二 有屁用呀 逛了半个小时 结果他发现 整个拍卖商城都在卖垃圾 其中最好的 也只是十几把白色品质的装备 但这玩意对王莽根本就没用 因为他空间背包里这玩意一大堆 都丢着在吃灰 是我想太多了 我居然把希望寄托在一群指挥水群的群友身上 算了 还是靠自己吧 想通后 他又拿起 新牙戒指的制作图纸 这还是他第一次爆出蓝色品质的装备制作图纸 把图纸使用 他的生活技能中 就瞬间多出制作新牙戒指的一栏 生活技能 制作新牙戒指 需要材料 蓝色品质以上的牙十个 新金矿十五个 金币一千个 制作时间三十分钟 王莽打开空间背包 最近他杀了很多怪兽 宝箱开出来不少材料 而这些材料他都有 而且还很多 目测做几十个戒指没问题 把材料拿出来 使用技能锻造 等了半个小时后 一个白骨玉一样的戒指 就出现在王莽手中 装备 新牙戒指 种类 饰品 品质 蓝色精良 属性 精神加三 能量加十 技能效果 每击杀一只普通怪物 可以恢复一点能量 每击杀一只精英级怪物 可以恢复二至五点能量 最高只能恢复五点能量 评价 二颗星 看着面前如白鱼一般的戒指 王莽有些兴奋 这居然是恢复能量的装备 而且还可以增加 他十点能量上限 他打开空间背包 看着背包里 满满当当的材料 再伸出自己所有的手指 突然脑中出现一个灵机妙想 我有十根手指 但十根的戒指不过分吧 想到这里 他就兴高采烈的 屁颠屁颠跑回了家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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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等到天黑 他终于制作好了十个 星牙戒指 但是全部戴上后 结果让他稍微有点失望 但还算能接受 十个戒指 给他增加了三十点精神 一百点能量上限 但是装备的技能效果 却不能叠加 击杀普通怪物 还是只能恢复一点能量 哎 还行吧 也不能太强求 他又打开面板 点击了左下角的锻造 锻造一共有三个功能 装备制作 装备精炼 装备强化 未解锁 装备制作就不用多说了 而装备精炼 就是把相同的装备进行融合 可以提升装备的技能效果 而装备强化 目前还无法使用 好像还存在什么限制 犹豫了一下 他拿出五个星牙戒指 精炼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手中的五个星牙戒指 化成白光融为一体 他手中只剩下一个 散发着淡淡银白色光芒的 星牙戒指 装备 星牙戒指 精炼5 种类 饰品 品质 蓝色精良 属性 精神加3 能量加10 技能效果 每击杀一只普通怪物 可以恢复5点能量 每击杀一只精英级怪物 可以恢复10至25点的量 最高只能恢复25点能量 评价 二星版 精炼后 这技能效果就看着爽多了 王莽戴上所有的戒指 再次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人物 王莽 固有天赋 无冷叠价 等级 LV7 反斜杠 体质 58左元括号 44加5加3加6右元括号 精神 36左元括号 6加30右元括号 能量 125左元括号 15加5加5加100右元括号 普通人类极限全部为10点 技能 技能一 终极肌肉强化 消耗10点能量 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40% 持续时间120 冷却时间10分钟 评分 二颗星 技能2 5 技能3 5 满意地看了一下自己的面板 不知不觉 自己已经这么强了 就算不使用技能 他现在的体质属性 也已经接近于普通人类极限的6倍 精神属性也是普通人的3倍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戴上戒指后 他好像心情变得更平稳了 也更愉悦了 就好像脑中有什么不开心的东西 被突然丢掉了 这种感觉很好 很舒服 满意地关掉面板 心情正好的他又打开了聊天群 然后在群里发了一张 自己击杀巨鸟的图片 照片一出 整个聊天群都突然炸开 我还躲在地洞里玩泥巴 大佬就已经杀疯了 大佬 你还去挂剑吗 我当挂剑贼6 大佬 他们都说 我长得像云城吴彦祖 我可以给你发色色的照片 能不能教教我打怪 大佬 真心求教 这玩意是怎么杀的 有啥窍门不 王莽蹲在地上 看着面前的聊天群 黑黑直笑 天天在这荒岛中孤独一人 待久了 他觉得自己的精神 都有点不正常了 所以 他唯一的爱好 就是在群友面前装一下逼 群友们各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一顿彩虹屁 把他拍得全身舒坦 不过他发图片 也不完全是为了装逼 他也还有其他目的 看群里的氛围差不多了 他赶紧发了几条信息 侥幸侥幸 其实我就是练了一些华夏鼓舞 可能我舞蹈天赋还不错吧 大家都可以去练练 对提升实力很有帮助的 说完 他又继续说道 我手上有很多细有材料 还有不少蓝色精良级装备 如果大家手上有好东西 我们可以互相交换一下 我主要想收集恢复能量 说完 他又把自己获得的所有物品属性 全部发在了聊天群中 他刚刚发出去 整个聊天群再次沸腾起来 我靠 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吗 我昨天挖了三个多小时陷阱 才刚刚猎杀了一只小怪兽 蓝色精良级的装备 居然有这么多 还有紫色怪兽的材料 这星牙戒指的属性 也太牛逼了吧 我的妈呀 大佬 你这是杀了多少怪物 大佬 你现在多少级了 我才一级呢 加一 加一 大佬 你觉醒的是几星天赋 你不会偷偷背着我们开外挂了吧 我知道 他肯定觉醒的系统 脑洞小说都这么写 音音 哥哥 人家胸大屁股员 你能不能来救救人家 你只要过来 人家就给你嘿嘿嘿 一张穿了又像没穿的兔儿娘照片 楼上的音音怪给我滚 不要脏了 我家大佬的眼 有种你再发几张 看着聊天群中不断滚动信息 往往高兴地开始回复大家 不得不说 和人交流的感觉挺好的 一直和群友们吹牛了一个多小时 每天练习华夏鼓舞是他必做的功课 他必须要不断变强 然后准备去探索森林 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群居动物 他必须回到人类社会 不然他怕时间久了 自己真的会变成一个野人 在这种荒岛中 以他现在的实力 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半 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 他隐隐发现自己的精神越来越不稳定了 他非常容易冲动 也非常容易沮丧 在玩家上线的日子里还好 他可以在群里面缓解精神压力 但是等玩家下线之后 孤独就会笼罩他 他抬头望了一眼 外面被黑夜所笼罩的荒岛 这座荒岛总给他一种不祥的感觉 仿佛无形中存在着某种东西 在不断影响着他的精神 之前他还没有发现 但今天 一下子戴上十个心牙戒指 让他的精神力大幅度增加 而在精神力大幅度增加后 他突然感觉整个脑袋都清明了很多 仿佛正脱开了一种无形的枷锁 他更理智了 一边挥拳 脑中不断复盘 他以前虽然也很忙 但从来都是先思二后行 但最近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冲动 就像今天猎杀那只巨鸟 以他平时的性格 遇到这种未知的怪物 他不可能这么冲动 直接就展开猎杀 还有昨天 在拿到张响给的资源后 他居然拿着手机冲了半夜 虽然他的肾挺好的 但以前他绝不会这样毫无节制 而且 这可是在荒岛中 过度的放纵 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机 随着自己在荒岛中待的时间越长 不知不觉间 他仿佛受到了 某种负面状态的影响 现在回想起来 他只觉得背后一阵发凉 如果任由事情发展下去 他早晚会死于粗心大意中 原来精神属性是这个效果吗 他不但可以增加法术伤害 居然还可以稳定情绪 增加自己的精神抗性 往往停下挥拳 看着外面被黑暗所笼罩的荒岛 完全恢复理智的他 在看这座荒岛 只觉得这整座岛 就像一只在不停 吞噬天地的恐怖巨物 我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变强 如果我停下 那我随时都可能会死 当这念头在他心中明雾 他突然豁然开朗 挥拳挥拳挥拳 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只要自己的实力够强 一切妖魔鬼怪 皆会被他一拳打爆 此时 826局地下秘密基地 几位军人拿着报告 急匆匆地就冲到办公室 报告 有重大发现 李勇拿着手下们递上来的报告 认真观看着 怪物磁场 精神污染 李勇眉头紧锁 最近国内的局势 好不容易稳定了一些 据报告中统计 全国上百处的怪物收容点 最近都陆陆续续爆发出一些混乱 自杀 自残 抑郁 暴力都事件频出 这些怪物收容点 看守怪物的军队 都是华夏国最精英的部队 无论是身体素质 还是精神抗压上 他们都是精锐之师 但现在 他们不但抑郁症高发 甚至还出现了几例自杀事件 这绝对不正常 而华夏国最顶尖的科学家们 也对此次现象进行了分析 得出的结果就是 这些来自游戏异世界的怪兽 他们周围都拥有着一种 特殊的能量磁场 如果只是单只怪兽的能量磁场 效果并不明显 但如果是大量怪兽聚集在一起 就会量变引起质变 长期与这些怪兽待在一起 人的情绪会不断变得极端 最后精神崩溃 报告的最后指出 如果这种特殊的能量磁场 过于强大 甚至有可能改变周围的环境 李勇看着面前的报告 沉默不语 良久 他开口说道 把所有看守的部队 都进行分组轮换 先坚持一段时间 上面已经做了决定 马上就会开始全民征兵 其他的 就按报告中的配合去做 是 几名下属进了一里 然后退身而去 随着怪物和游戏玩家的出现 全世界早就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粮食价格持续增长 城市中的房价不断暴跌 国外的金融体系完全崩溃 有的人因为末日言论而恐慌 而有的人因为超能者的出现 而对玩家身份格外向往 全世界都已经乱套了 而华国算是最后一个 稳住基本盘的国家 街道中 时不时有官方的宣传车 缓缓走过 不停地循环播放着各种信息 通知 通知 高考正式进行全国性改革 所有文化科目将会大幅度减少 英语科目已经被完全取消 国家已经组建了 几十万超能者部队 他们将会成为百姓的保护伞 长白山区又发现六只怪兽 军方的部队已经出动 很快将开始收容 请大家放心 华夏国的科学家 通过怪兽细胞培养出了超级作物 目前正在研究其可实性 王勇骑着小电驴 看着面前缓缓驶过的宣传车 爱了口气 他是个外卖员 平常生意还不错 自从怪物入侵后 整个世界就好像变得魔幻了 拥有异能的游戏玩家出现 甚至还上了电视 表演着打怪兽的节目 五六米高 像坦克一样的大螃蟹 出现在城市里 大杀特杀 又叹了口气 最近的生意也越来越不行了 唉 算了 明天就回老家 把家里那十亩田捡起来 只要有田种 反正也饿不死 说完 他就骑着小电驴 缓缓离开 这个世界 最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 荒岛 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 张翔正躲树洞中 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怪兽游戏世界 但这么久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树洞 更别说去猎杀怪兽了 靠着他的天赋 能量脂肪 他每次都可以轻松地熬过三天 此时 他正躲在树洞里 抱着一个二次元美丽的少女抱枕 而周围也全部都是 他的纸片人老婆 虽然外面的世界都是怪兽 但是在这小小的树洞中 有他的老婆们陪着 他只感觉幸福满满 就在他抱着抱枕不断摩擦时 树洞外突然出现一阵阵沙沙声 两只巨大的眼睛突然伸了进来 粘稠的体液 柔软又恶心的身体 一只两三米高的巨大蜗牛 缓缓探进头来 他那口气一样的嘴不断张合 一排排尖利的牙齿在其中引现 这蜗牛一看就不是吃素的 张翔的身形不断后退 他满身的脂肪像电棍一样抖动 完蛋了 他被怪物发现了 这次恐怕抗不过去 恐惧让他不自主地点开了聊天群 然后在里面拼命发着信息 我遇见了怪物 谁来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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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拼命地点着聊天群 虽然有很多人回复他信息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心情看 这只大蜗牛已经爬进来了 进入树洞中后 这只大蜗牛却暂时没有攻击他 他爬到张翔的老婆们面前 口气开合 居然大口开始啃食起来 不 不可以 我的爱将 华泽 不要 不要 可恶可恶可恶 肥胖的身子开始抖动 怒火在他眼中熊熊燃烧 你可以吃我 但是 你为什么要吃我老婆 啊 一声怒吼 勇气加深 长刀划过后 身影交错之间 蜗牛巨大的头颅缓缓滑落 有时候 怪物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敢直面地懦弱 虽然张翔最后鼓起了勇气 杀了这只大蜗牛 但他珍藏的老婆们都没了 说到底 还是他太弱了 而像王莽 就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啊 我想交女朋友 我母胎单身这么多年 我还是楚男呢 一望无际的沙滩上 王莽对着夕阳 拼命大吼 虽然之前张翔给了他很多电脑资源 但那只能让他释放身体的压抑 而无法填满他内心的空虚 看多了之后 他更想交个正正经经的女朋友 我这辈子 该不会就这样了吧 摇了摇头 他绝不能有这种放弃的想法 双手紧握拳头 对着夕阳暗暗发誓 不行 我要自强 我要自救 我一定要交到女朋友 不能当一辈子的单身狗 他拿起一根长枪 猛地就从沙滩上翻身而起 之前他还是太懒散了 还不够努力 从今天开始 狩猎时间加倍 舞蹈修炼时间加倍 我一定要变为最强 然后回家 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一声怪叫 他便飞快地冲了出去 很快 远处的礁石群中 不停传来各种怪物的哀鸣声 黑甲兽们躺在沙地深处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海章狼们都扎堆在石缝中 瑟瑟发抖 这个可怕的两脚怪物又来了 他怎么又来了 两脚鱼们早就已经躲到了大海中 他们本来就是鱼 生活在海里也很合理 对吧 唯一可怜的就是大青蟹们 平常他们凭着坚硬的甲铐 在沙滩上耀武扬威 结果现在被杀得最惨 最后 他们也不得不学两脚鱼 全部沉入海面之下 一直杀到天黑 往往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中 和谢老大一起吃过晚饭后 他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拼命挥拳 练习华夏鼓舞 次日 天刚刚亮 少年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沙滩上 不断挥洒着汗水 日夜交替 斗转心仪 猎杀怪物 挥拳挥拳 猎杀怪物 挥拳挥拳 叮 击杀大青蟹 金燕家8 等级提升到LV8 猎杀怪物 挥拳挥拳 猎杀怪物 挥拳挥拳 叮 击杀海蟑螂 金燕家3 等级提升到LV9 几日后 往往头戴草帽 身上穿着麻衣 浑身的皮肤都被晒成了小麦色 就像一个刚刚从地里回来的老农 这些衣服帽子 都是他自己亲手 用草叶藤腕制作成 他现在不但会做衣服 家具 还会制作淘气 炼铁 如果现在回到蓝星 搞不好还可以成为野外求生主播 但可惜他回不去 低头看了看自己 堪称完美的身体 八块腹肌 小麦色的皮肤 这要回到蓝星 肯定深得富婆们的喜爱 不知道要少奋斗多少年 哎 富婆们没了我 肯定很寂寞吧 往往自恋地摇了摇头 收回思绪 随着他这几天疯狂狩猎 等级直接连跳到了九级 自从前几天发现精神属性的重要性后 他这次获得的十点属性点 并没有全家体质 而是一边一半 虽然干等级让他有些沉迷 但这个世界怪物 毕竟不像游戏 他们并不能刷新 而且还拥有着一定的智慧 所以 随着他最近的疯狂狩猎 周围的怪物变得越来越少 升级也变得非常困难 昨晚他考虑良久 最后下定决定 今天他要前往森林 虽然进入森林狩猎非常危险 但他也必须要踏出这第一步 最近 通过手机中的资料 他学习了很多 关于热带雨林的求生知识 虽然这些知识 可能在荒岛中的森林 并不完全适用 但也可以作为参考 而且这次他并不准备深入 只是在外围考察一番 很快 他就来到森林的边缘处 一棵棵几百米高大的巨树 顶天立地 这里每一片树叶 都有床垫大小 树干就好像一栋栋高楼大厦 底下 巨大的根蔓相互缠绕 几乎已经看不到土地 在那些根蔓中存在无数的空隙 偶尔可以看见 一些小虫子在里面爬动 往往缓缓进入森林 走在一根巨大的树根上 这树根非常大 就像一根高架桥 一直延伸到远方 这也太大了吧 他刚刚感叹一声 突然 树根的尖就传来震震沙沙声 十几只像蜘蛛一样的甲壳虫 从树干上飞速地爬了过来 身高三至四米 浑身都有着像树皮一样的甲铐 这些蜘蛛怪速度非常快 而且在树干中爬行如履平地 王莽看着面前的荧幕 没有丝毫害怕 反而他眼中透露着兴奋 最近在交视群中大沙特沙 所有怪兽看着他 都像老鼠见了猫 一刺溜就跑得不见踪影 已经很久 没有怪物像这样 敢对他发起冲锋了 你们真的好友 终极肌肉强化 身形微微膨胀 王莽手握长枪 双腿用力 如猎豹般冲了出去 很快 十几只蜘蛛怪 就全部死在他的枪下 丁 击杀树蜘蛛十二只 获得经验六十 丁 分解获得虫肉三十六分 树蜘蛛的甲铐十二个 击杀完蜘蛛怪后 王莽失望地摇了摇头 难得碰到新怪物 一个宝箱也没报 不过没关系 有经验也行 所有游戏中 十几都是一道砍 他迫切地想知道 升到十几后 会有怎样的变化 搞不好十几之后 能出现一个回程功能 这样自己就可以回家了 一想到游戏里面的回程 王莽就干劲十足 他拿起长枪就冲了出去 开始在森林中 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猎物 一直狩猎了一个上午 在击杀了上百只普通怪物后 王莽就提前回家了 今天是玩家们回归的日子 他必须提前赶回家 因为还有很多事等待他安排 一回到家 他便打开了聊天界面 找到了张翔 翔哥 还在不 一直等了上十分钟 张翔才缓缓回来信息 但是心情好像不是非常愉悦 哦 是王莽呀 你有事吗 翔哥 我用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是给我家里人的 能不能麻烦你 帮我带回去一下 我顺便还给翔哥 准备了个小礼物 就当翔哥一直帮我的报仇 张翔看了一眼聊天界面 兴趣缺缺 自从他老婆被怪物吃掉后 他就觉得 这个世界瞬间暗淡 行吧 小事一件 王莽看着聊天群 感慨一声 翔哥真是个好人呐 翔哥 你怎么感觉有点心情不好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要不要我帮忙 张翔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说道 就在前两天 我老婆被怪物吃了 我们相处了好几年 我是真的很爱他们 说着说着 张翔就哭了起来 王莽一听 啥 老婆死了 这 这他的单身狗 还真不知道怎么安慰 翔哥 别伤心了 人死不能复生 王莽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 他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 死老婆什么的 对他实在是太遥远了 诶 翔哥 我送你个东西 是我的一点心意 谢谢你最近帮我 王莽说着 就从空间背包 拿出一个蓝色品质的新牙戒指 挂在了拍卖商城 然后尴尬地安慰了几句 就赶紧溜了 这种场面 他真不知道如何安慰 告别翔哥之后 李军很快就找到了他 王莽同学 我们估计马上就要下线 不知道那些录像设备 准备好没有 放心放心 我记得呢 我刚刚已经把 所有的录像设备打包 挂在了拍卖商城 设置的备注密码 你直接去拍就好了 李军点了点头 王莽比想象中更加配合 这次任务算圆满完成了 谢谢你 王莽同学 任命会记住你的功绩 国家也不会忘记 你所做的所有事 那个 军哥 我这也算是国家的人了 我听群友们说 只要加入 就直接可以成为公务员 你看我这也回不去 你能不能把我这名额 给我老爸老妈 还有我妹妹 王莽这样做 并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考虑了很久 他从群友的聊天中 也大概了解了 现在蓝星的状况 游戏世界的怪物入侵现实 还无法被常规武器杀死 全世界都在说 灵气复苏 或者世界末日 在这样一个乱世 他的父母和家人 都只是普通人 如果能抱上国家的大腿 才能算有所依靠 自己不能回去 这是他唯一能为家人所做的事 李军没有犹豫 很快就回复了他 行 你的诉求 我会上报给我的领导 相信国家 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你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中也不容易 如果还有什么需求 可以告诉我 我一定会尽量给予你帮助 王莽一听 喜笑颜开 果然还是抱国家的大腿比较爽 很快 王莽就提了一大堆要求 听得李军头疼 王莽同学 一些必要的物资 我会帮你转达上去 但是像什么二次元抱枕 大海王最新一级动漫 你电脑内地盘第三排 第二个六十多季的隐藏文件夹 这些东西 就没必要带过来吧 王莽善善一笑 微微有些失望 那可是 他攒了很久的资源 哎 不过算了 将就看一下翔哥的吧 他那里全是欧美的 岛国老师的太少了 李军又确认了几次 才去拍卖商城 拍下了王莽的包裹 十几分钟后 热闹的聊天群 再次变得静悄悄的 所有人又下线了 整个异世界 只像王莽一个人 孤零零地望着聊天群发呆 良久 王莽拍了拍脸 给自己打打气 转身就拿起长枪 再次冲入了森林中 他早晚会回去的 他一定会回去的 826局地下秘密基地 上百人正坐在在会议室中 随着游戏世界中的 怪物入侵现实 超能者玩家的陆续出现 826局的地位越来越高 甚至在826局的数据库中 还掌控着全国范围内 所有超能者的信息 此时 巨大的屏幕中 一个少年正趴在石头上 在远处 一只接近十米高的巨鸟 正在前方 突然 一道黑影闪过 恐怖的风鸭席卷而至 巨鸟的胸口被直接洞穿 瞬间暴毙而亡 画面暂停 李勇缓缓开口 大家应该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发现的特殊玩家 代号 零 刚刚那道黑影 其实是跟长枪 通过计算机计算 这只长枪的速度 达到了恐怖的1500米每秒 这个速度 已经接近重型狙击枪的两倍 而这不是一颗小小子弹 而是一柄重达几十斤的长枪 其中蕴含的势能非常恐怖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绝不相信这是人类能做到的事 根据目前所知的信息 即便是全球所有的五星天赋玩家 也不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零号 恐怕就是我们从未发现的 超级玩家 李勇说完 整个会议厅一片安静 众人有些沉默 他们一直以为超能者玩家不过如此 虽然他们比普通人更强 但是一颗子弹 也一样可以轻易要了他们的命 但现在看来 只是蓝星这些超能者玩家太弱了 和零号相比 他们弱得有些过分了 而零号表现出来的实力 也让在场一些人心中有些隐隐不安 突然坐在前排的一位老将军 缓缓开口 零号玩家现在在哪里 这么强大的超能者玩家 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中 李勇拿起资料 开口回复 他目前不在华夏国 甚至不在蓝星上 他是一位非常特殊的玩家 是我们已知的唯一一个无法回归的玩家 他就在怪兽游戏世界中 李勇推了推眼睛 继续说道 我和智囊团们讨论了很久 对零号目前有两个猜测 第一个猜测 零号玩家可能是一种变数 他自身和他的能力一定非常特殊 应该已经突破了某种界限 如果他回到蓝星 可能会改变人类目前的格局 这违背了游戏规则 所以这才导致他无法回归 第二种猜测 零号玩家可能是一位先驱者 如果真的按脑洞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 游戏世界的入侵会导致全民穿越 那这种穿越肯定会有一个过程 就像玩游戏会存在内测 而现在所有的玩家 其实就是在参加游戏内测 但零号玩家有些特殊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可能已经提前正式进入了游戏 他将成为先驱者 为人类获得怪兽世界的第一手资料 李勇说完 屏幕中的画面再次开始播放 在王莽的视角中 基本都是他在猎杀各种怪兽 那些在地球上横行无际 需要数名超能者和特种部队配合 才能杀死巨物 在王莽手中 就像婴儿一样 随手就被捏死了 梁九 坐在守卫的老者缓缓开口 从现在开始 把零号的信息设定为最高机密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能再透露出去 老者眼神变得凌厉 扫过在场的所有人 李勇 从现在开始 零号就由你全权负责 他的家人 全部都要进入826局 是 李勇恭敬地站起 对着老者就行了一个军礼 很快 826局就出动了一支秘密部队 王莽的所有信息开始消失 学生档案 网络痕迹 游戏账号 通通都被抹去痕迹 除了他的家人 和曾经的同学朋友 还记得他 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查到 王莽的任何痕迹 而在某份最高机密档案中 零号玩家被放在了最深处 一辆皮卡车缓缓前行 张翔这次又从游戏世界中 活着回来了 可惜的是 他所有的纸片人老婆 都被怪物吃掉了 他刚刚回家 他老妈就快不赢了出来 小翔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看着面前的儿子 情绪有些低落 张翔老妈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儿子 能活着就行了 以前都是妈的错 我再也不会逼你 去相亲了 你以前一直搞些二次元 老妈也不能理解 最近几天我想了很多 二次元就二次元吧 老妈支持你 说完 张翔的老妈 就从屋里拿出一个大箱子 里面全部都是一些 精致的二次元手办 儿子 妈花了一年的工资 按你的喜好 给你买了很多 妈只有一个要求 你以后 一定要活着回来 张翔诧异地望着面前的箱子 这些全部都是 他喜爱的老婆们 一瞬间 鼻头一酸 眼泪流了下来 他老妈一直反对 他玩二次元 但没想到 他所有的喜好 他老妈都知道 妈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死的 我还要给你养老呢 中年妇人欣慰地笑了笑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希望最后真的 如他所说的那样吧 悬山超能者高校 张小龙还在训练室时 不停地挥刀 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三级 在全国的超能者玩家中 都属于第一梯队 这次穿越到游戏世界 他又变强了 他终于完成了第一次单杀 以前他猎杀怪物 还需要特种部队的火力支援 而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他已经成为一名 独当一面的强者 今天上午 陈校长找到了他 他已经通过了考核 乾隆计划正式向他全面展开 穿越到游戏世界的时间是三日 结束后可以在蓝星休整七日 而这七日 他会变得更强 华夏国已经给他安排了上百只怪兽 他会用这七天的时间 升级到四级 成为华夏国最顶尖的一批超能者玩家 游戏世界中的怪物入侵现实 无数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看不见的角落里 有人被怪物吞噬 有人趁机作乱 违法犯罪 杀猪是救不了华夏国的 他要改行 长刀挥舞 张小龙这眼神变得更加坚定 这个国家 由他来守护 作者的秘密设定草稿之评价 怪物游戏中 初始设定评价一共只有五颗星 一星 普通超凡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超凡特质 二星 精良超凡 大部分已经具有超凡特效和属性技能 三星 稀有超凡 已经具备极强的超凡属性和特性 四星 传说级超凡 非常稀少 每一件传说物品都可以左右一个种族的兴衰 五星 世界级超凡 六星 脱离设定外的等级 魔神级 这个不能说 请看后续 巨大的森林中 一道小小的身影缓缓走出 王莽伸了个懒腰 今天他又猎杀了四百多只怪物 经验长了两千多点 这森林中的怪物果然丰富多样 数量和种类都非常多 最近杀的他都有点手软了 打开面板 人物 王莽 固有天赋 无冷叠加 等级 LV9 8021反斜杠 体质 63左缘括号49加 5加3加6右缘括号 精神 41左缘括号11加30右缘括号 能量 125左缘括号15加 5加5加100右缘括号 普通人类极限全部为10点 技能 技能一 终极肌肉强化 消耗10点能量 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40% 持续时间120 冷却时间10分钟 评分 二颗星 技能2 5 技能3 5 看着面板中的经验条 才只达到了三分之一 王莽叹了口气 这个世界的升级非常困难 等级每提升一次 升级需要的经验值 就会变得更多 而且 随着他的等级越来越高 猎杀普通怪物的经验 也在不断降低中 唉 估计等下次玩家回归 我都升不到十姐 太慢了 摇了摇头 王莽背着长枪 走上了回家的路 刚刚到家 谢老大就屁颠屁颠地跑了出来 由于最近的伙食太好 谢老大的体型也长得飞快 如今 他也有三米多高 再也不是之前那个可爱的小螃蟹了 谢老大欢快地爬到王莽身边 趴下身子 想让王莽坐上去 眼中满是谢妹 笑着拍了拍他的头 王莽一个翻身就坐在他背上 谢老大现在是越来越有做奇的自觉了 巨大的螃蟹缓缓爬行 少年趴坐在上面 看着夕阳西下 风景美好 回到家中 往火堂中丢了几块木块 他决定今天吃烧烤 森林中的怪物种类非常多 除了有大量的虫子和蜗牛外 还有一种会动的蘑菇人 这些都算是森林中最底层的怪物 实力不强 但都挺好吃的 而且 今天他还猎杀一只特殊的精英级怪物 树猪 他身高接近十米 长得有点像老鼠和猪的结合体 防御力很高 实力还算可以 这次他穿越到荒岛以来 第一次猎杀到哺乳类怪兽 他全身都是满满的脂肪 特别肥 这些脂肪可是好东西 他不但可以用来制作食用油 还可以做油灯 火把之类的照明工具 而且 最近天天吃海鲜 吃虫子 吃蘑菇 他真的吃腻了 所以他今天要改吃烤猪 在自己的菜园子中 摘一些新鲜的蔬果 再把蘑菇怪物的肉切成小块 和猪肉一层一层的穿好 一直忙碌了一个多小时 王莽在荒岛的第一顿烧烤就开始了 王莽坐在火堂上 和谢老大一起开心地吃着烧烤 喝着果汁 可惜没有孜然和辣椒 味道还是差了一些意思 一边吃着烧烤 王莽一边思考着 最近 由于他疯狂猎杀周围的怪物 导致附近的怪物越来越少 特别是在他家附近 已经成为这片沙滩的禁忌之地 所有的怪物几乎都绕着走 这也导致他的升级速度越来越慢 虽然 最近去森林中狩猎获得了不少经验 但猎杀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低阶怪兽 效率也不算很高 也在边缘混了很久了 明天再深入看看嘛 考虑了两久 王莽坐下决定 击杀普通怪兽虽然风险低 但是不爆宝箱 而且 低阶怪兽的材料也没有什么用处 他还是更喜欢猎杀那些巨物 无论是击杀巨型怪兽后 爆出装备的快感 还是击杀时那种 渗线上飙升的刺激感 都让他深深迷恋 在以前玩游戏时 他也总是去喜欢挑战 那些强大的首领怪物 那是他玩游戏的唯一乐趣 不过 这里毕竟是现实 不像游戏可以重开 所以他必须要小心谨慎 做好万全的准备 吃完烧烤 来到自己的菜园子 在菜园的最中心 一颗三米多高的 通体红色的小树立在中间 在树冠 还有四颗鲜红透亮 像苹果一样的果实 挂在树下 这是他之前种下的血灵树 经过这段时间的精心呵护 他终于结果了 小心翼翼地摘下四颗血灵果 一条信息就弹了出来 丁 获得血灵果四个 物品 血灵果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血灵树接下的果子 拥有一定的活性生命力 直接使用 可以在三秒钟内 一共恢复15点受损体质 也可以作为材料 制作食物和药剂 评分 两颗星 把四颗血灵果 小心地收到空间背包 往往满意地点了点头 和他猜测的一样 血灵果真的可以用来恢复伤势 虽然这个世界也有面板 但是却没有生命值这条属性 同时也没有什么力量 敏捷 幸运 智力 在这个怪物世界 所有与身体相关的 都指与体质有关系 不过也可以理解 这个世界毕竟更加偏向于现实 比如你想速度更快 那无论是敏捷 体质和力量都缺一不可 而如果你的力量很强 那你的速度就不可能慢 在这个世界 体质决定着肉身力量 精神决定了着灵魂力量 体质越高 速度 力量 反应速度 生命力等都会变高 而如果你受伤了 体质也会暂时减少 同时 你的生命力 力量 速度等 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血灵果既然能恢复受损体质 其实变相的就是 可以恢复生命值 这在他看来至关重要 也正是因为有了血灵果 他才敢下定决心 去森林的更深处探索 小心翼翼地 把血灵果收入空间背包 王莽又开始了 他的每日舞蹈修炼 他回头看了一眼 放在床上的手机 犹豫了一瞬 很快就摇了摇头 不行 我还只是个弱鸡 我哪有资格去玩手机 我要修炼 我要升级 等升到十级了 再去让手机里的小姐姐们 安慰我一下 嗯嗯 王莽拍了拍脸 迅速就进入了状态 开始不断挥拳 身旁的谢老大也爬了过来 他站在王莽身后 也不断挥舞着巨大的钳子 一本正经 逼脸 逼脸 他也想要修炼 他也要变成一只强大的螃蟹 今天在手家的时候 谢老大遇见了一只可爱的母螃蟹 看着他美丽的眼睛 漂亮的夹子 谢老大心动了 可他刚刚凑过去 那漂亮的母螃蟹 就不懈地看了他一眼 在骂他一声小戏狗后 母螃蟹就摇着性感的夹子离开了 而旁边还有几只大青蟹 对他指指点点 哔哩哔哩地 骂他不自量力 这巨大的打击 让单纯的谢老大 伤心了半天 但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他废柴谢老大 今天就要开始逆袭之路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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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一天 他会让那些看不起自己的螃蟹们 震惊震惊震惊 把他们啪啪打脸 逼脸 石洞中 昏暗的灯光下 一个少年和一只大螃蟹 不断地挥着拳 开始了他们的成王之路 第二天 天一亮 往往就进入了森林中 今天他会走向森林的更深处 去猎杀更强的怪物 沿着树根不断前行 周围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 随着这几天 在森林中不断地猎杀怪物 他也对这片巨大的森林 有了一些了解 在这片森林 其实分为三个层次 最下层 也就是树根之下 生活着大量的小型怪兽 它们大多在2到5米的体型 实力较弱 同时 最下层这里 也会存在一些 捕食它们的怪物 但体型大多也不超过10米 实力也一般 而在树根之上 为中层 中层的范围很大 大概距离地表 10至200米都属于中层 在中层的怪物 则是更加丰富多样 体型也变得更加巨大 10米到50米高的巨物 都有出现 而200米之上 也就是树冠 为最上层 对最上层的情况 王莽了解的也不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很多稀有的飞禽类怪兽 都生活在树冠之上 王莽一直在树根下 到处游走 顺手杀了几十只 不自量力的虫子后 他终于在一根巨大的树叉上 发现了一只精英级的怪兽 20米高的巨大体型 夸张的大嘴 有力而粗壮的后腿 这正是之前 他所斩杀过的大嘴蛙 此时 他正叼着一只猎物 不断啃食 根本就没有发现王莽的靠近 而王莽躲在巨大的树干后面 通过凹凸不平的树皮 不断向上攀爬 同时 向着大嘴蛙的方向 慢慢靠近 王莽小心翼翼 这只大嘴蛙 可和上次的不一样 它没有受伤 还处于全胜状态 一直爬了十几分钟 王莽才停在一根树叉上 这个位置非常好 正对大嘴蛙的头顶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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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他不断叠加技能 每过一秒 他的身体就像气球一样 膨大一圈 身上的衣物 早就已经被他脱光 只剩下一件大大的史莱姆内裤 很快 销售的王莽 就变成了一个 三米多高的肌肉巨人 终极肌肉强化28倍 肌肉增幅程度 1120% 他浑身的血管通通爆起 像猙獰的青蛇 缠绕在全身 他的心跳如肋骨 扑通扑通扑通 震得人头皮发麻 他浑身变着赤红 这是血液在他身体里面 急速奔涌 缓缓吐了一口气 一阵夸张的白气 就从口鼻中喷射而出 像利剑一样 击穿了周围的树干 他又变强了 终极肌肉强化的效果 比他想象中更好 他只感觉自己浑身热血沸腾 闭上双眼 感受着自己 全身肌肉迸发出来的力量 之前他还有些谨慎 想着去偷袭 但现在好像不必了 他现在决定 直接把这只20米高的巨兽 正面打爆 而此时 在树干上的大嘴蛙 早就发现了不对劲 王莽那恐怖的心跳声 太过夸张 隔着很远都清晰可闻 他慢慢转动身体 死死地盯着上方的王莽 在这只小小的虫子体内 他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大嘴蛙的双腿缓缓用力 整个腹部都慢慢鼓起 他张开大嘴 无数犬牙交错的锋利牙齿 展露出来 口中还发出沉闷的蛙鸣 这是一种警告 他试图用声势来震慑住王莽 让王莽知难而退 但很显然 这种警告对王莽完全没有作用 反而因为他剧烈的蛙鸣声 让王莽变得更加兴奋 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次化为肌肉巨人时 王莽就会变得特别兴奋 就仿佛你已经完成了四杀 五杀就在面前 唾手可得 这难道不让人热血沸腾吗 相隔数百米 恐怖的肌肉巨人 和二十多米高森林巨蛙相互对视 双方都在序里 只为致命一击 蹦 一声巨响 巨大的蛙声在空中飞跃 血盆大口向王莽直接咬来 最后 还是大嘴蛙先忍不住了 他面前的 只不过是一只小虫子 体型摆在这里 他不可能输 而王莽却还半蹲在地上 手中握着一把大刀 他双腿半蹲 身体微微前倾 整个身子侧向左方 右手握刀 他把浑身的气血 全部集中在右手 恐怖的气势凝而不发 全部集中在一点 这是他最近苦修良久的 华夏鼓舞秘迹 七沙门 八卦二十二 一线天 当巨蛙飞来之时 王莽的刀后发现痣 超越人类极限的六倍身体 肌肉增幅1120% 再把这恐怖的肉身力量 全部集中在一点 通过拔刀斩的方式 瞬间爆发 这种爆发有多强 只见 一道夸张的刀光急速飞出 直接把二十米高的大嘴蛙 瞬间斩成两半 巨蛙的鲜血 像雨一样喷洒 恐怖的刀气气势不减 把他身后所有的树枝 全部斩成两半 一刀 二十米的巨兽 死 丁 月吉 击杀精英级怪物大嘴蛙 获得经验1180点 获得蓝色品质 宝箱一个 王莽收起面前 漂浮着的蓝色宝箱 然后跳下树干 把大嘴蛙的尸体 全部分解掉 很快 他就离开了原地 这片森林极具危险 刚才喷洒的鲜血 可能会引来其他的掠食者 他必须赶快离开 一直跑出很远 他才找了个树洞躲了进去 扶下几颗蓝色小药丸 恢复能量 看了一眼手中的长刀 刚刚全力爆发的一刀 虽然威力巨大 但是也让这把武器完全报废 只见刀身上全部是裂痕 打开属性面板一看 这把刀的已经完全损坏 甚至无法修复 白色品质的武器 还是太差了 不知道这次的宝箱中 能不能开出一把好用的武器 王莽叹了口气 这个世界爆出来武器 其实也有耐久 虽然武器面板上没有显示 但是武器如果过度使用 就会出现破损 而破损后的武器 可以通过消耗各种矿石材料 在打造界面中修复 可随着王莽的实力越来越强 这些白色品质的武器 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消耗 每次全力一击 手中白色品质的武器 就会直接崩坏 连修复都无法做到 幸好他杀过不少精英级的怪物 白色宝箱开了很多 空间背包中的武器 还有上百把 蓝色品质的武器 应该更加坚硬吧 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抱一把 收回思绪 王莽搓了搓手 看着面前漂浮的蓝色宝箱 有些兴奋 又到了开宝箱的时刻 打开宝箱 点点心芒消散 面前剩下几道物品 丁 获得蓝色品质挖之枪 装备 挖之枪 种类 武器 长枪 品质 蓝色精良 属性 体质加12 能量加25 效果 效果1 锋锐强化 一级 效果2 挖之呼吸 主动技能 开启挖之呼吸后 消耗15点能量 肌肉强度增加20% 跳跃能力增加30% 持续时间60秒 冷却时间30分钟 评价 二星半 丁 获得蓝色品质黑金石5个 材料 黑金石 种类 矿石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可用于打造装备 修复装备 强化装备 评分 两颗星 丁 二级经验书一本 种类 经验书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使用后 瞬间获得1000点经验值 评价 二颗星 看着面前爆出的几样物品 王莽一把抓过地上的长枪 满脸喜色 这么久了 终于爆到第一把蓝色武器 颠了颠手中的挖之枪 这把长枪体型巨大 枪身长约两米 至少也有一两百斤重 不过对于现在的王莽来说 这个重量刚刚好 看着属性面板中挖之枪 所显示的数据 这把长枪 不但基础属性增加的更多 而且还拥有两个非常不错的效果 其中居然还有一个主动增幅技能 可以增加肌肉强度和跳跃能力 他死死地盯住面板中的效果二 挖之呼吸 突然他脑中闪过一丝奇思妙想 自己的天赋能力 无冷叠加 是让技能没有冷却 并且技能效果能无限叠加 那这武器中自带的技能 算不算是技能中的一种呢 想到这里 他激动地握紧长枪 直接开启挖之呼吸 盯 发动技能挖之呼吸 肌肉强度增加20% 弹跳能力增加30% 持续60秒 活动了一下身子 力量和弹跳能力的确增加了不少 于是他再次低声大喊 使用 挖之呼吸 手中的长枪突然闪烁一下 挖之呼吸再次发动 叮 发动技能挖之呼吸 肌肉强度增加20% 弹跳能力增加30% 持续60秒 王莽看着面板中显示的信息 脸上欣喜若狂 果然可以再次使用 自己的天赋能力 真的对武器中的技能也有效果 良久 王莽才平复下心中的激动 他还收获了两个蓝色宝箱 十二个白色宝箱 可谓收获满满 扛着自己两米长的大枪 王莽哼着小调走在沙滩上 果然万事开头难 曾经在他看来非常可怕的森林 现在也不过如此 而且在森林中狩猎 经验增长明显加快 恐怕要不了多久 他就可以升到十级 这样一想 他心中更加快乐了 走着走着就到家门口 今天难得的谢老大居然没有来迎接他 刚刚有些疑惑 结果开门一看 谢老大正缩在床角 嘴中不断发出哔哩哔哩的泡泡声 谢老大 你今天咋回事 王莽看着谢老大无精打采地趴着 马上紧张地跑了过去 他在这荒岛中孤身一人 也就养了这么一只螃蟹 最近相处久了 已经有了些感情 可不能就这么死了 Bili Bili 谢老大叫唤了几声 大概的意思就是活着没意思 王莽一听愣在一旁 现在的螃蟹都这么丧了吗 你哥我被困在荒岛 都还天天努力向上 你个小螃蟹凭什么说这话 王莽眼睛一眯 语气变得阴侧侧 谢老大 既然你觉得活着没意思 那我今晚就把你红烧了吧 养这么大 要是死了 挺浪费的 谢老大一听 浑身一抖 瞬间就爬了起来 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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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完就挺凶收复 跑到菜园子边不停巡逻 展现着自己的价值 虽然他挺喜欢吃红烧肉的 但他可不希望自己 变成一块红烧肉 王莽瞥了一眼谢老大 笑而不语 他直接从空间背包中 取出一只精英级大清蟹的钳子 然后往火堂中不断加柴 开始做起了烧烤 谢老大躲在菜园子旁边 瑟瑟发抖 主人该不会来真的吧 一个小时后 王莽就和谢老大坐在一起 开始吃起了大蟹钱 一边吃 王莽就和大清蟹不断交流 由于谢老大是自己的宠物 两人存在精神联系 所以王莽很快就知道了谢老大的苦恼 这两天 王莽都前往森林去狩猎 所以 谢老大都留在家里守家 保护着食栋中的菜田 而最近 谢老大居然在沙滩上 交了几个螃蟹朋友 朋友 王莽愣愣地想着这个词 他以前在蓝星 也有几个要好的朋友 都是他的死的 可惜 自己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王莽有些失落 他用力地拍了拍谢老大的背 开口说道 谢老大 你难得有几个朋友 明天哥帮你 保证他们再也不敢欺负你 谢老大双眼竖起 眼中闪着星星一样的光芒 他从来不怀疑王莽对他说的话 就这样 日月交替 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 今天 谢老大很早就出了门 然后去找他那些螃蟹朋友们了 而王莽却来到了焦石群 他这个大魔王几天不来 焦石群又恢复了平时的热闹 王莽站在高处 眼神一鸣 瞬间就发现了一只 十米多高的精英级大青蟹 他的身体猛地膨胀 手中长枪高高举起 Soul 一声巨响 长枪整个穿透精英级大青蟹的身体 瞬间秒杀 刚刚穿越到荒岛时 这种巨物 自己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而短短几十天 他居然只需要随手一击 就可以直接斩杀 感慨一声 王莽就把精英级大青蟹的尸体 收进了空间背包中 其实所有的怪物尸体 都可以直接收入空间背包 不过那样会直接占据一整个背包格子 非常不划算 收好尸体后 王莽就回到家中 然后再不远处 就看到谢老大和他的几个螃蟹朋友 只见谢老大像一个舔狗一样 追着几位螃蟹朋友舔 但别人根本就不搭理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做了王莽的宠物 还是谢老大的身体太小 这些野生大青蟹 根本就不带他玩 看到像舔狗一样的谢老大 王莽简直就恨铁不成钢 直垂胸口 这种感觉他太懂了 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他赶紧把空间背包中的 精英级大青蟹丢了出来 然后不断挥手 招呼着谢老大他们过来 几只大青蟹刚刚过来 王莽就开始展现他的实力 两三下就把一群小螃蟹 吓得汪汪直叫 然后他在威逼利诱 用精英级大青蟹的尸体作为礼物 很快就让谢老大和他们打成了一片 王莽站在远处 看着谢老大欢快的样子 脸上露出了老父亲一般的微笑 谢老大找到了他的同类们 有了伙伴 那他的同类现在又在哪里呢 王莽回头望向森林 通过聊天群中获得的信息 有些人穿越过来 是直接到了森林中 所以森林是他必须要去探索的 他希望找到同类 虽然他知道 在这没有法律约束之地 可能同类会更加危险 更加可怕 但他必须要这么做 他实在太孤独了 他想找到自己的同类 背上长枪 少年的身影再次大步踏入森林 在他走后 海面上突然起了一阵风 无数浪花打在沙滩上 沙滩 礁石 大海 太阳 森林 王莽想要找到同类 但在森林中 真的可以找到其他人类吗 森林中 一棵棵几百米高大的树木间 时不时有庞然大物在里面穿梭 此时 王莽正趴在一棵高高的树叉上 他削了一大块树皮 然后把树皮固定在背上 只要往树干上一趴 他整个人就像隐身了一样 完全融入了树干中 这是他在论坛上学习的隐藏技巧 在森林中非常实用 趴在树干上 眼睛死死盯着下方的一只大嘴蛙 以现在他的实力 这种二十多米的巨怪 已经不足以威胁他 但此时此刻 他却不得不小心翼翼 因为在大嘴蛙的对面 一只七八米左右的深黑色蜘蛛 正在缓缓调转方向 虽然大嘴蛙的体型 比这只蜘蛛大很多 但他此时却完全没有战意 大嘴蛙巨大的身体 缓缓向后退去 他浑身都在颤抖 对面这只黑色的蜘蛛 是他的天敌 这只黑色的蜘蛛不大 体型只有七八米 浑身上下黑油油的 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他的后腿非常粗壮 结构类似于跳蚤 每一次一动 他的腿部都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就像弹簧在蓄里一般 与普通的蜘蛛不同 这黑色巨型蜘蛛的前腿 却是像螳螂一样的刀手 锋利无比 而就是这样的身体结构 才让这只黑色巨型蜘蛛 成为了这片森林中危险的猎手 不但相同体型的怪物 不是他的对手 就连像大嘴蛙这样的巨物 也是他食谱中的一种 突然 黑色蜘蛛动了起来 速度之快 让王莽也只看到了一道虚影 而大嘴蛙在黑色蜘蛛动的瞬间 就本能地做出反应 拼命往后逃去 可惜他还是慢了 只是一次交错 大嘴蛙的一条腿 就被整个切了下来 瞬间失去了反抗能力 王莽趴在树干间 一动不动 他双眼微眯 一动不动 而下面的黑色蜘蛛 已经开始享用自己的战利品 这只蜘蛛绝对是稀有关 就和他当初斩杀那只巨鸟一样 上次斩杀巨鸟 他就直接从宝箱中 开出了一本技能品质升级书 让他的实力大幅度提升 不知道要是斩杀这只黑蜘蛛 又能爆出什么好东西 紧紧盯着下面进食的黑蜘蛛 他眼中燃烧着熊熊战役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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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魔瓶使用 蓝色小药丸使用 龙斑鱼的骨髓使用 终极肌肉强化32倍 肌肉强化增幅1280% 此时王莽再次变成了 三米多高的肌肉怪人 他浑身通红 气血如热浪一样细卷 而这 还不是王莽的最强形态 他还预留的60点能量 开启刚刚获得的武器技能 挖之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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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倍叠加 肌肉强化再次增加80% 跳跃能力增加120% 挖之呼吸的发动 让王莽的身影再次膨胀 而且可能是因为 跳跃能力的增幅 这次他的双腿肌肉 更是膨胀到夸张 远远看去 他居然有点像 只大号的肌肉青蛙 那满是肌肉肉快的双腿 只是稍微弯曲 就直接把脚下树干 压出一个直径机密的大坑 王莽双腿下蹲 左手以拳称地 右手紧握长枪 做着标准的蓄力跳姿势 而此时 远处的稀有怪物 黑色蜘蛛也发现了王莽 他黑溜溜的八只眼睛 紧盯着王莽的方向 瞬间就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 虽然他不知道 王莽是个什么东西 但此时王莽给他的感觉极度危险 这是来自野兽天生的敏锐直觉 从未出错过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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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的森林中 不断响起发动机一样的 巨大心跳声 他的气势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这让他的偷袭变得更加困难 不过也无所谓了 弱者才需要使用偷袭 而强者 只需要正面盲 这才是属于男人的浪漫 你应该感觉到了吧 王莽争鸣一笑 对着远处的黑蜘蛛缓缓说道 同样是烈尸者 我比你 更强 而这 可还不是我的全部实力啊 猎嘴一笑 露出一口白牙 他眼神灼灼 浑身的肌肉开始兴奋颤抖 双腿用力下蹲 脚上的蛙之鞋 开始缓缓散发光芒 蛙之鞋 每十分钟 可以积累一次蓄力跳 使用后 可以使下一次跳跃能力 增加百分之一百 随着蓄力跳发动 王莽的双腿肌肉 再次膨胀一倍 这直接让他脚下 十米粗的树枝 瞬间崩裂 手握长枪如龙 腿如青蛙蹲坐 所有的气力 都全部集中在脚下 滑下鼓舞秘迹 龙虎门 太极二十三 点睛之笔 碰 一条红龙闪过 恐怖的声浪席卷 太快了 太快了 空气中只剩下一道 红线龙印 和之前猎杀大嘴蛙不同 那一次 自己只是常规爆发 只能算普通一击 而这一次 才是他倾尽所有 力量的极限爆发 是他的认真一击 给老子死 怒吼响彻天际 红龙所过之处 巨目纷纷崩裂 蹦 一声巨响 机里直径粗细的树枝 缓缓从空中掉落 无数惊恐的小怪兽 纷纷四散逃离 刚刚的威势 实在是太恐怖了 密密麻麻的森林中 直接被清出一条通报 明明大家差不多大 怎么这只两角树这么恐怖 几只小怪兽回头 惊恐地看向那只 鸡肉怪人和黑蜘蛛 它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半空中 恐怖的一击后 王莽把长枪插在树干上 整个人像之巨大的猿猴 挂在那里 那只黑色蜘蛛还没有死 它居然在危急时刻 躲过了自己致命的一击 远处 黑金蜘蛛倒挂在一根树枝上 它左边的刀手已经消失不见 还断了几条腿 看着自己受伤的身体 黑金蜘蛛整个身体 都愤怒地攻了起来 它在这片森林 横行无际多年 还从未受过这样的重伤 不可原谅 只 一声尖锐的鸣叫 刺耳的声波化为石质 它瞬间就消失在原地 无数的黑影快速闪烁 黑金蜘蛛在树干之间 不停跳跃起来 每一次跳跃 它的速度就加快一分 很快 无数的黑色幻影 在树干上来回穿插 让人眼花缭乱 王莽挂在树干上 眼神凝重 这只黑色蜘蛛 比它想象中更强 它刚刚居然躲过了 自己的认真一击 不过这样 才更有意思啊 它更加兴奋了 你跳 那我也跳 王莽双腿用力 猛地一蹬 瞬间也在树干间 不断跳跃起来 此时是它的最强状态 按技能持续的时间 它至少还可以保持半分钟 这只黑色蜘蛛已经受伤了 现在就是最好的斩杀时机 很快 一黑一红两道残影 不停在森林里碰撞 它们锁过之处 狂风四起 树枝崩断 叶落纷纷 良久 一道长枪如龙 巨大的黑色蜘蛛 瞬间被钉死在树干上 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绝地反杀 有的只是精心算计 黑金蜘蛛 毕竟身受重伤 十几秒高强度的碰撞后 它的伤口破裂 速度明显减弱 很快就落于下风 而高手过招 这便是致命的破绽 看着面前还在不断拼命 挣扎的黑蜘蛛 往往往一跃 拉开距离 野兽在临死前的反扑 总是格外剧烈 它必须更加小心 取出几根两米长的鱼刺 远远地用力投掷 一根两根 一直到面板给出提示音 丁 月吉 击杀稀有怪物黑金蜘蛛 获得经验2872 获得紫色稀有宝箱一个 看着黑蜘蛛身上 飘浮出的紫色宝箱 王莽迅速冲了过去 赶紧把他收入空间背包 再分解掉黑蜘蛛的尸体 便转身快步离去 刚刚的战斗动静太大 他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一直离开很远 找了个树洞 王莽才停下脚步 肌肉巨人般的身体慢慢缩小 王莽又变回了那个消瘦的少年 此时 他的身上已经到处是伤 甚至左臂被砍出一道入骨的巨大伤口 随着他的肌肉状态解除 鲜血开始不停地往下流 他整个人也半跪在了地上 气喘吁吁 打开属性面板 他的体力已经变成了 四六反鞋缸六三 轻伤持续流血状态 有没有搞错 我绑部都快被砍断了 你和我说 这是轻伤 摇了摇头 从空间背包拿出一颗血灵果吃下 王莽身上的伤口开始快速愈合 一分钟后 活动一下身子 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如果没有血灵果 他刚刚在一击没有杀死黑金蜘蛛后 肯定不会再继续战斗下去 因为和这样强大的怪物正面战斗 不可避免地会受伤 而在这满是怪物的荒岛中受伤 可不是一件好事 回想刚刚的战斗 他还是太冲动 不过这也跟他的性格有关 小时候 他的性格比较懦弱 在学校总会被人霸凌 但自从他老爸帮他改了名之后 他的性格就突然发生了反转 有人欺负他 他整个人都变得像个疯子一样 必会十倍奉还 虽然他的冲动 让老师和同学对他更加不喜欢 但自那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 王莽 王莽 他的后半生一直贯彻着一个莽子 虽然他平时你小心谨慎 步步为应 但在他骨子里 还是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人 特别是他解放出肌肉状态 那种浑身都充满力量的感觉 让他总忍不住横推一切 不过对于刚刚的冲动 王莽并不后悔 在这满是怪物的世界里 如果连一点拼近都没有 就不可能活下去 也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强者 收回思绪 王莽从自己的空间背包中 取出那个紫色的宝箱 他双眼发光 眼神热切 这还是他至今为止 第一次爆出紫色品质的宝箱 机动打开宝箱 一道紫光爆发 面前很快就多出了几个物品 丁 获得黑金蜘蛛的蛋一个 紫色稀有 宠物蛋 黑金蜘蛛 品质 紫色稀有 效果 在适宜的温度下 可以孵化出稀有的黑金蜘蛛 评分 三星半 丁 获得二级经验书三本 种类 经验书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使用后 瞬间获得一千点经验值 评价 二颗星 丁 获得蓝色品质黑金石十二分 材料 黑金石 种类 矿石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可用于打造装备 修复装备 强化装备 评分 两颗星 丁 获得零米树的种子一颗 种子 零米树的种子 品质 蓝色精良 效果 种下后可以长出零米树 零米树成熟后 每个周期可以产出三至五公斤的零米 服用零米后 可以恢复快速恢复能量 在植物死亡后 会重新变回种子 可以再次种植 怪物的尸体血肉 可以加速生长速度和产果速度 评价 二星半 看着面前的物品 往往一把抱起面前的宠物蛋 满脸兴奋 又开出宠物了 而且还是紫色稀有品质的 居然爆出了这黑金蜘蛛的蛋 这玩意可比蟹老大厉害多了 在荒岛中猎杀了那么多怪物 宝箱也开了不知道多少个 这还是除了谢老大外 他第二次爆出宠物 满意地把黑金蜘蛛的蛋 放回空间背包 他又拿起那颗零米树的种子 这蓝色品质的种子 居然是可以恢复能量的零米 这不就是自己正确的吗 一直以来 他的固有天赋 虽然强的变态 但能量却限制了他的上限 所以只要是能恢复能量 或者提高能量上限的物品 都是变相地提升了他的实力 不知道这零米的 恢复效果怎么样 如果像龙斑鱼的骨髓一样 能瞬间恢复能量就好了 把零米树的种子收好 再把其他几样东西 放进空间背包 王莽转身就离开了森林 今天的狩猎差不多了 而且刚刚的战斗 让他有些疲惫 一路狂奔 王莽很快就到了家门口 今天谢老大又没有出来迎接自己 估计跑去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耍去了 王莽摇了摇头 这小子回头一定要教训他一顿 天天只知道玩 家里的菜园子谁来看着 把门口的石头搬开 王莽刚刚进入家门 身形就猛地顿住 他后退一步 双眼大睁 满脸不可思议 不敢相信面前的事实 谢 谢老大 不可能 王莽一声大吼 吓得对面的谢老大一个哆嗦 瞬间索然无味 两只螃蟹的身影分开 拨的一声 好像什么东西被拔了出来 没情目秀的母螃蟹 慌张地从王莽面前爬过 迅速溜了出去 不见踪影 而谢老大也不安地 爬到王莽身边 两只眼睛可怜巴巴的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夜晚 王莽坐在床边 谢老大则躲在门口的角落里 满脸的无辜 王莽看了他一眼 恨铁不成钢 谢老大 你爸爸我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喂大 你居然做出这种苟且之事 你居然趁我不在家 带个母螃蟹回来乱搞 你知不知道 你老爸我 到现在都还守护着 自己珍贵的第一次 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摸过 王莽越说 心中越郁闷 他感觉自己活得不如一个螃蟹 谢老大 我看错了你 我昨天还以为 你是被其他螃蟹看不起 所以才去帮你 结果 你居然是让我去帮你泡妞 你太让我失望了 王莽说完 往被子里一躺 把整个头都盖住 太欺负人了 连只螃蟹都破除了 他还不知道要单身多久 第二日 王莽难得的没有出去狩猎 他把零米树的种子 种在了菜园中 然后找了块好地方 把黑金蜘蛛的蛋拿了出来 小心孵化 谢老大这个一胎 算是练废了 他准备马上无缝连接孵化二胎 谢老大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他跑来菜园子旁边 不安地到处爬动 Bili Bili 主人什么时候带了个蛋回来 该不是想给我敷个母螃蟹出来吧 王莽看了他一眼 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 臭小子 昨天你让我很失望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寸步不离的守好家 不准带任何一只螃蟹再进来 指了指面前的菜园 和旁边的黑金蜘蛛蛋 他再一次警告道 如果这颗蛋和菜园子 受到任何伤害 我回来就把你这臭小子 做成香辣鞋 谢老大一听 被吓得浑身都治冷起来 连连点头 王莽把家里安排好后 就跑到门口 直接开启肌肉形态 搬来一颗巨石 把整个门都堵得严严实实 黑金蜘蛛的孵化可能要几天 他不可能实时守在这里 所以最近只要他去狩猎 大门必须完全封死 他绝对不是因为 极度谢老大有女朋友 这只是日常的谨慎而已 反复确认谢老大出不来后 王莽才满意地点头 转身飞奔向森林 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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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岛的生活 就是这样朴实无华 一连几天 王莽都在狩猎中度过 他的战斗技巧越来越纯熟 击杀怪物的效率也越来越高 此时 森林中 几道白光闪过 面前正在飞奔的怪兽虫子们 就被鱼刺全部扎在了树干上 在所有狩猎方式中 王莽最喜欢的就是投掷标枪 这种方式不但威力十足 而且效率非常高 如果开启肌肉形态 他随手投掷了标枪 甚至比导弹都还要恐怖 分解掉面前的怪物尸体 王莽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看着经验值一览 等级 LV9 反鞋杠 他还差2000多经验 就可以升级到十几 不过 回头看了下天色 太阳已经要下山了 今天恐怕是来不及了 收拾好东西 他很快就离开了森林 回到了家中 自从上次后 谢老大就老实了很多 每天都寸步不离地 守在菜园子旁边 不过他那个女朋友 倒是每天都来门口叫啊叫的 还挺痴情的 王莽走到菜园子旁 看见谢老大就来气 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 就你这怂样 凭什么还有女人倒贴 简直天理不容啊 隔长这么帅 都还单身着呢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八块腹肌 又看了看双腿之间二弟 二弟现在还掌握着绝技 可惜好无用武之地啊 叹了口气 不能多想 不然会硬邦邦 他赶紧把心思 转移到重地上 菜园中的灵米树 已经长到了一米高 绿意洋洋 估计再过几天就会结果了 血灵树又结了四颗果子 菜园里也又多了几种瓜果 在血灵树下 黑金蜘蛛的蛋时不时动一下 而且这个频率越来越快 它应该快要出生了 王莽从空间背包中 取出大量的怪兽肉 然后把它们切成碎块 铺在菜园子里 这些肉块可以提供能量 让植物加速生长 同时好像还可以促进 黑金蜘蛛蛋的孵化 做完这些后 起锅烧油 王莽开始做起今天的晚饭 一条汽车一样大的蛙腿 洗干净切好 丢入澡盆大小的生蚝锅中 再加入青椒 番茄 土豆 和自制的豆瓣酱 一只大火炖上两个小时 起锅时 再加入黄瓜和香菜 完美 给自己和谢老大医人添了一份 正准备开吃 一声破壳声响起 王莽回头大喜 黑金蜘蛛终于孵化了 王莽丢下饭盆 快步走到菜园 果然看到血灵树下 一只晶莹剔透的白玉蜘蛛 正在树干上爬行 它一出生 就有脸盆大小 浑身通透如白玉 八只黑溜溜的眼睛 就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好漂亮 怎么感觉像蜘蛛子 随着王莽的到来 黑金蜘蛛一次跳跃 就落在它的肩膀上 传递出欢喜的意念 好快的速度 这才只是刚刚出生 果然不愧为稀有级别的怪物 王莽感叹一声 赶紧开始查看黑金蜘蛛的面板 宠物 黑金蜘蛛 变异 成长 幼生期 品质 紫色稀有 等级 LV1 一反斜杠100 体质 12 精神 10 能量 50 天赋 急速 移动速度 反应速度永久提升30% 超级弹乐 跳跃能力永久增加50% 超级强壮 体质和防御永久增加40% 技能 技能1 黑蜘蛛视野 夜间永久可视 消耗能量后会拥有热感应视觉 动态视觉 技能2 蓄力弹跳 消耗一定能量 使下一次的跳跃能力增幅150% 冷却时间10秒钟 技能3 结晶化 消耗一定能量 身体强度提升60% 身体防御和韧性提高40% 持续时间120秒 冷却时间10分钟 简介 从亿万只黑蜘蛛中变异而来 拥有极高的潜力 有一定几率进化到领主层次 评分 三星半 往往看着面前晶莹剔透的黑金蜘蛛 满眼都是宠溺 紫色稀有品质的宠物 果然不同凡响 这样一比较 谢老大简直就是个垃圾啊 瞥了眼偷偷爬过来 小心观望的谢老大 往往冷哼一声 你个臭小子 从你破除的那一刻起 你就失去了本王的爱 抱着黑金蜘蛛 拿起谢老大的餐盘 既然他的小可爱出生了 那这精心制作的美餐 就没有你这二五仔的份了 黑金蜘蛛的食量非常大 谢老大几十斤的食物 很快就被他吃完 吃完后 他还有些意犹未尽 跑去把自己的蛋壳也吃了个干净 而在饱食后 他的身体也开始迅速发生变化 金蜘蛛透剔的身体 突然变成了一个小黑炭 乌气麻黑的 这一顿变化 让王莽一脸的猛逼 什么情况 他可爱的蜘蛛子 没了 怎么变成了个小黑子 这也太黑了吧 你该不会是拼戏戏版的蜘蛛子吧 抱着面前的小黑炭 王莽满脸的怀疑人生 这要是以后变成蜘蛛娘 该不会是个黑妹吧 啊 我不要黑妹啊 就这样 在夜空下 石洞中又多了一位新伙伴 次日 王莽收拾好行装 在沙滩上飞速狂奔 而在他身后 一只黑色的小蜘蛛 紧随其后 开心地奔跑着 明天玩家即将上线 而他今天差不多就可以升到十级 他必须抓紧时间 敢在玩家上线之时提升到十级 以他平时玩网游的经验 十级一般都是到门槛 只要达到 实力就会大幅度提升 而只有实力提升了 他才可以去探索森林的更多地方 这样才有更大的希望 在荒岛中找到其他玩家 踏入森林 狩猎再次开始 不过 和以往不同 这次他身边跟了一只黑色的小蜘蛛 王莽一边狩猎着怪兽 一边指导着小蜘蛛 学习狩猎技巧 猎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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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太阳吸血 一直到黄昏 当最后一只怪兽 倒在王莽脚下时 光芒闪过 王莽终于升到了十级 很快 属性面板中 开始连续不断地发出钉钉声 钉 击杀蘑菇虫 获得经验六点 等级提升到LV10 钉 恭喜玩家成为本组 第一个达到十级的玩家 奖励紫色品质 随机宝箱一个 钉 恭喜玩家成为全球 第一个达到十级的玩家 奖励金色品质 随机宝箱一个 钉 世界频道 恭喜有玩家成功达到十级 怪兽世界网游内测结束 24小时后 游戏将正式开始全球公测 钉 世界频道 请注意 24小时后 游戏将正式开始全球公测 看着属性 面板中不停跳跃着信息 往往双眼大睁 对于信息中提到的 紫色宝箱和金色宝箱 他完全没有来得及多看 内测结束 24小时后 将开启全球公测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只是好好升个级而已 怎么好像突然打开了 潘多拉的魔盒 全球公测会发生什么 难道整个蓝星的人 都要穿越来 这怪兽游戏世界中了吗 与此同时 蓝星 全球所有玩家的面板 都开始收到全球公告 钉 世界频道 恭喜有玩家成功达到十级 怪兽世界网游内测结束 24小时后 游戏将正式开始全球公测 丁 世界频道 请注意 24小时后 游戏将正式开始全球公测 而这条消息 很快就通过玩家 在网上疯狂蔓延 瞬间席卷全球 一个小时之后 全球范围内的暴动开始了 战争 游行 犯罪率飙升 轰抢物资 全球人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末日还没有开始 人类就已经开始了自相残杀 而唯一还勉强稳定住的国家 只有华夏国 因为只有华夏国在一开始就团结了大部分的超能者玩家 这从一开始就控制了混乱的根源 但是 也只是勉强维稳而已 整个华夏国也不断开始出现乱象 轰抢物资 恶心囤货等 还是在各地到处发声 此时 在华夏国的最高会议厅 在场所有人都眉头紧锁 为什么突然有十级的玩家出现 全球最高的玩家 不是才指四级吗 我们的部署才当当开始 很多方面都还没有准备好 游戏公测 到底指什么 我们真的会全民穿越吗 可是那些婴儿 还有老人穿越过去 不是必死无疑 刚刚美丽国代表打来电话 他们一直在问实际玩家的事 他们怀疑我们有所隐瞒 整个会议室中 你一言我一语 议论纷纷 平时他们都不苟言笑 惜字如今 但现在所有人都有些紧张 最近 因为玩家的事 他们所有人都在网上恶补各种脑洞小说 什么全民穿越 什么觉醒SSS一能 他们每个人至少都看了上百本 你别说 看多了还挺上头的 可现实中 如果游戏公测 真的是全民穿越 那他们这些小身板 可不够那些怪兽一口的 坐在主位上的老者摇了摇头 他看着面前的大屏幕 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中的 那个狩猎中的少年 华夏国最强的超能者玩家 目前才只刚刚四级 离十级还差得很远 如果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人升到了十级 那绝对就是视频中 这个平平无奇的少年 这个唯一完全进入游戏世界中的玩家 坐在主位上的老者 敲了敲桌面 整个会议厅 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不要再吵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那我们就勇敢面对 从现在开始 提前开始执行星火计划 就算真的世界末日来临 我们华夏人 也一定要活到最后 随着老者的话音落下 整个会议室中 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 老者回头又看了看 视频中的少年 零号玩家 全球唯一的一类 你的出现 是不是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画面一转 全球唯一的十级玩家 传说中的零号 人类的希望所在 此时正蹲在地上 一边猥琐地搓着手掌 一边黑黑直笑 小宝贝们 我来了 王莽看着面前的宝箱 黑黑直笑 紫色品质的宝箱 就不用多说 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黑金蜘蛛抱了一个 而金色品质的宝箱 他连剑都没见过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而且每次系统给的宝箱 总是能开出各种稀有的宝贝 搓了搓手掌 打开宝箱 光滑闪过 面前很快就多出了一堆物品 而这些物品中的一道金光 瞬间就吸引了王莽的视线 丁 获得全职业转值卡 物品 全职业转值卡 品质 金色传说 简介 来自中末之海的奖励 里面记载着各种传承 效果 使用后 可以在所有职业和隐藏职业中 选择任意一种 职业的选择 必须满足其前置条件 评分 四颗星 王莽看着手中的金色卡片 欣喜若狂 果然 这个游戏世界中 还存在着各种职业 而这张全职业转值卡 居然可以选择任意的职业 那还等什么 使用 随着王莽花音落下 一道金光 瞬间就冲入他的脑门 很快 王莽就进入了一片意念空间 在这空间中 他仿佛置身于一片星海 周围密密麻麻 闪烁着各种星光 他能感觉到 这每一道星光 就是一种职业传承 而他现在可以选择 其中的任意一种 随着他在这片星光中 不断查看和寻找 很快就有所发现 这些职业传承 其实总共也只有一千多种 且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基础职业 隐藏职业 唯一职业 其中 基础职业的初始转值要求最低 但分之最多 且还存在各种进阶职业 比如 初级火系魔法式的进阶职业 就存在十几种 虽然基础职业前期实力不强 但是后期随着不断进阶 也具有很强的潜力 其次 就是隐藏职业 相对于基础职业 隐藏职业的要求更高 转值后的实力提升也更强 而且 隐藏职业的转值 都必须拥有对应的传承书 否则便无法转值成功 同时 隐藏职业的进阶方式 也比较单一 尤其只有一条固定的进阶方向 最后 就是唯一职业 这种职业非常稀有 只有通过全职业转值书 才可以选择 而且 只要某个唯一职业被选择 它就会从传承星海中消失 除非被选择者死亡 否则这个职业 便没有人可以再获得 王莽看着面前 飘忽不定的星海 没有犹豫 瞬间就做出决定 它直接用意念 说出了自己的需求 很快 所有的唯一职业 全部飞到了它身边 足足有24个 从已知信息 明显唯一职业 才是最稀有的存在 它除非脑袋有坑 才不去选 一边查看着所有唯一职业 王莽一边在脑中思考 它能升级这么快 实力变得这么强 除了自己的努力外 更多的是 依靠自己的固有天赋 自己的固有天赋 无冷叠加 可以让释放技能时 没有冷却 且释放技能的状态 效果持续叠加 这个天赋 可以说是8个级别的存在 所以在选择职业时 它应该选择 与自己天赋 完全适配的职业 这个职业 一定要有能量上的特长 且职业的技能 一定要有强力的增幅类技能 靠 这些职业都好牛逼 我好像全都要了 很快 它就看完了24个唯一职业 同时为了谨慎 它还花几个小时 把所有的隐藏职业 全部看完 其中有好几个职业 让它非常心动 犹豫良久 最后它终于下定决心 从所有的职业来看 唯一职业 绝对是最特殊的职业 自己好不容易 得到一张全职业转职卡 绝对不能放过 选择唯一职业的机会 它拿起金色的 全职业选择卡 神色紧张 缓缓开口 转职 复灵 合体 召唤师 随着它的话音刚落 金色的卡牌瞬间爆开 无数的光芒把它包裹 职业 复灵 合体 召唤师 转职要求 100件紫色材料 10万金币 一只宠物 全职业转职卡 简化后的需求 简介 生活在至高神界的召唤师 可以对世间万物复灵 并融合强化自身 丁 已消耗100紫色材料 10万金币 转职成功 丁 恭喜玩家成为复灵 合体 召唤师 随着金色卡片的光芒散尽 王芒只觉得浑身舒坦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体质和精神 都得到了一定的强化 而且 浑身还充满了能量 兴奋地打开属性面板 他的数据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物 王芒 固有天赋 无冷叠加 被动技能 释放技能10秒冷却 且释放技能的状态效果 可以持续叠加 评分 6颗星 超越 魔神级 等级 LV10 二反斜杠 体质 96左元括号 75加21右元括号 精神 63左元括号 28加35右元括号 能量 315左元括号 165加150右元括号 普通人类极限 全部为10点 职业 复灵 合体 召唤师 初级 职业技能 职业天赋技能 神圣复灵 效果 消耗大量材料和金币 可以对召唤兽 进行神圣复灵 永久增强召唤兽的 天赋潜力 冷却时间 一个中末潮汐 技能1 空间召唤屋 复灵召唤师 可以为自己的召唤兽 制作空间召唤屋 制作成功后 召唤兽将与召唤屋绑定 死亡后自动回归 并进入冷却时间 冷却时间结束后 消耗一定能量 可以再次进行召唤 同时 召唤兽身处召唤屋中时 生命和能量恢复速度 增加200% 住 目前最多可以制作 三个空间召唤屋 复活冷却时间 24个小时 技能2 共享 召唤师可以随时抽取 所有召唤兽的生命和能量 来补足自身 技能3 超负灵 消耗200点能量 可对自身和召唤兽 进行超负灵 使目标的全属性增加30% 物理抗性增加30% 元素抗性增加30% 韧性增加30% 精神抗性增加30% 且每秒钟恢复1%体质 和1%能量 持续时间60秒 冷却时间30分钟 技能4 召唤 合体 负灵 当召唤兽处于召唤物中时 可以直接进行召唤负灵 让指定召唤物与自身融合强化 并获得召唤兽的天赋特质和技能 柱 大招 持续时间5分钟 冷却时间24小时 此为初级复灵召唤师传承 获得世界支援后 可以对职业进行进阶 获得更多传承 通用技能 技能1 终极肌肉强化 消耗10点能量 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40% 持续时间120 冷却时间10分钟 评分 二颗星 技能2 5 技能3 5 看着自己长长的面板 往往心满意足 所有的基础属性 都得到了相应的增幅 而他选择这个职业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一个便是复灵 合体 召唤师的天赋技能 在所有一千多个职业中 只有两个职业天赋技能的冷却时间 出现了中末潮汐 虽然他不懂什么叫中末潮汐 但就是因为不懂 所以这技能一定非常牛逼 另一个原因 就是复灵召唤师的123技能 都与恢复能量有关 自从他觉醒了天赋后 就从来没有把天赋的效果 发挥到极致 其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能量永远都不够用 而复灵召唤师 就是所有职业中 少数几个可以恢复能量的职业之一 技能一和技能二组合 让他可以抽取召唤兽的能量 就相当于带了几个大蓝瓶 而且他还变相拥有了 600%的能量恢复速度 以后职业进阶 搞不好还可以制作更多的召唤屋 能量恢复速度也会继续提升 其次 也是最重要的 职业技能 三十所有1000多个职业技能中 维尔能百分比恢复能量的 虽然每秒钟 只能恢复1%的能量 而且冷却时间还超长 但 他有天赋呀 只要初始能量够 这个增幅技能 他至少可以叠加60倍 60倍 那每秒钟就可以恢复60%的能量 而且这个技能 还顺带了各种属性 全抗性百分比增幅 这简直和自己的天赋完美匹配 收回面板 王莽一脸兴奋地 看向面前的小蜘蛛和谢老大 自己刚刚转职 还是个召唤师 他决定马上试试 刚刚获得的职业天赋技能 神圣复灵 这技能一看就很牛逼 简洁上可是说 使用后可以增加宠物的天赋潜力的 而且他急需试验 一下自己的固有天赋 可不可以刷新这个技能 如果真的可以刷新 那他恐怕 就可以拥有无数神级天赋的宠物 这想想 就让人热血沸腾 看了一眼面前的谢老大 王莽撇了撇嘴 这个二五彩就算了 他把视线移到小蜘蛛面前 眼中瞬间发出兴奋的光芒 神圣复灵 丁 消耗一百紫色材料 十万金币 技能发动成功 王莽把下巴仰起 眼神微眯 手中中二的指向前方 摆出他觉得最帅气的pose 一道白光在他指尖汇聚 瞬间就冲向面前的小蜘蛛 这些白光化为丝线 把小蜘蛛团团包裹 一下子就结成了白色的虫茧 一直过了一个小时 小蜘蛛才从虫茧中破茧而出 王莽围着他转了一圈 感觉没有什么变化 倒是好像更黑了 靠 有没搞错 就这 我还以为会爬出个蜘蛛娘 叹了口气 王莽失望地摇了摇头 这前灯进化 跟他想象中有点不一样 不是都应该娘化吗 太让人失望了 打开小蜘蛛的面板 不过小蜘蛛的面板 却发生了变化 宠物 黑金蜘蛛 变异 成长 幼生期 品质 紫色稀有 等级 LV5 体质 36 精神 21 能量 135 天赋 急速 移动速度 反应速度 永久提升40% 超级弹跃 跳跃能力 永久增加60% 超级强壮 体质和防御 永久增加50% 技能 技能1 黑蜘蛛视野 夜间永久可视 消耗能量后 会拥有热感应视觉 动态视觉 技能2 蓄力弹跳 消耗一定能量 使下一次的跳跃能力 增幅150% 冷却时间10秒钟 技能3 洁晶化 消耗一定能量 身体强度提升60% 身体防御和韧性提高40% 持续时间120秒 冷却时间10分钟 技能4 黑丝 消耗能量 可以吐出黑丝的蜘蛛丝 具有极强的韧性 简介 从亿万只黑蜘蛛中变异而来 拥有极高的潜力 有很大的几率 进化到领主层次 评分 四星 往往看着小蜘蛛的面板 发现它的全属性 都得到了一定的增强 天赋技能的增幅 也增加了一些 更是多了一个技能 黑丝 评分也长到了四颗星 特别是最后的评价中 本来是有一定几率 进接领主层次 现在却变成了 有很大几率 进接到领主层次 虽然它不知道 领主层次代表什么 但肯定牛逼就对了 打开自己的面板 看向自己的职业天赋技能 果然 后面没有进去冷却时间 职业天赋技能 神圣复灵 被无限刷新了 往往低着头 嘴角微微裂起 很快逐渐放大 哈哈哈哈 我无敌了 只要拥有这个技能 它就可以批量制造 各种神级天赋的宠物 到时候这座荒岛 也不过如此 石洞中很快想起 往往狂妄的大笑声 它欣喜若狂 但笑着笑着 它很快就颓废下来 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趴在了床上 无敌又怎么样 在这荒岛中 它连找个人装逼都做不到 其实在它觉醒 固有天赋的时候 它就已经注定会无敌 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起锅 烧油 无敌了又怎么样 它还是得自己烧火做饭 还是得过山顶 动人一般的生活 这样一想 它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无敌了 生活也还是得继续 一直忙碌了很久 晚饭终于做好 今天的晚餐 是西红柿炒螃蟹 和干闷蛙肉 最近它不敢再吃生蚝了 吃多了 晚上真顶不住 你看 就算是无敌了 它也不敢多吃生蚝 不然说不定哪天早上 房子都给它顶破了 唉 明天玩家们就会上线了 不知道游戏公司后 会发生什么 难道蓝星的所有人 真的会全民穿越过来吗 王莽望着外面的夜色 心事重重 其实他有点自责 如果真的全球穿越 到时候 恐怕会死很多人 而他将会是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唉 你们也不能怪我 我也只是一个 艰难求生的普通人而已 你们要怪 就怪那把我们 拉入游戏的幕后存在吧 王莽看着外面的夜色 心中复杂 但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就算他不升到十级 也总会有玩家升到十级的 该来的总会来 海风拂过 吹乱了少年的心 今夜 王莽一夜无眠 此时 距离公测倒计时 还剩18个小时 此时 蓝星 电台中不断在播报着 据最新报道 从6个小时之前 全球各地陆续出现黑色禁区 我国目前也在14个地方出现 请周围的居民赶快撤离 赶快撤离 我们已派遣全国顶尖的科学团队 和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协同超能者玩家 正在积极探索黑色禁区 请大家不要恐慌 要相信科学 禁止传谣 禁止传谣 灵气复苏时代即将到来 通知 通知 请所有居民准备好求生物资 尽量前往官方各处避难所 请务必在18个小时之内前往 准备好各种物资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生存主播 今天我会再教大家 各种野外的生存技巧 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 在这6个小时 华夏全国都在通过各种社交媒体 直播 短视频 电台 到处播放着求生信息 短短不到一个月 世界突然变得魔幻起来 很多人开始收拾物资 前往官方指定的聚集地 还有一些人躲在家中 和家人们抱着一丝侥幸 张翔的老妈 在刚刚接到儿子来的电话 于是赶紧准备出门 前往附近的官方避难所 刚刚出门 周围菜市场的邻居 全部都拎着大包小包围了上来 张翔他妈 这到底是咋回事 你儿子是超能者 你肯定知道些什么吧 张翔老妈 看着相处了十几年的邻居 叹了口气 还是开口解释 小翔刚才 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什么穿越 异世界什么的 我也不懂 不过三个小时之后 全国都会统一开启直播 到时候 大家都会知道的 现在 华夏国的政府 也只是猜测 具体在18个小时之后 会发生什么 谁也不知道 我建议大家 还是快点去避难所吧 说完 他就匆匆离开 而此时 在826秘密基地 一道道重要的消息 在不断传递 报告 全国那些隐藏在河流 无人区的怪兽 都突然出现 他们正在集体前往黑色禁区 黑色禁区的特殊磁场 在不断增强 我们进入的无人机 已经全部坠落 报告 3号黑色禁区的探险部队 已经全部失踪 报告 实验室传来最新消息 他们在黑色禁区附近的 空气中检测到特殊物质 这些物质 可以促进各种生物的 快速进化 报告 必是出现超能者 大规模伤人事件 请求支援 李勇看着面前大量的信息 每一个都非常重要 他揉了揉头 心中也有些迷茫 他突然感觉自己老了 世界变化得太快 他已经完全看不懂了 拿起手中的报告 这是智囊团 刚刚给他发的最新分析报告 三个小时之后 将由他来开始全民直播讲解 说实话 这报告中的内容 实在太过魔幻 简直跟那些脑洞小说 也没太大区别 不知道 十几个小时之后 我们人类未来的命运 到底会走向何方 很快 三个小时转瞬即逝 李勇站在大屏幕前 穿着自己最喜欢的军装 胸前带着一枚枚奖章 这全部都是 他的功绩和荣耀 作为一名军人 即便世界末日 他也会身穿军服 站着死去 他正惊危坐 对着屏幕行了一个军礼 缓缓开口 大家好 我叫李勇 是华夏国的少将 相信大家一定很困惑吧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今天 我就为大家解开谜题 就在九个小时之前 超能者玩家们 得到了一条信息 据我们最顶尖的智囊团分析 十几个小时之后 有40%的可能 我们会全民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还有50%的可能 一世界的怪兽 会全面入侵蓝星 也搞不好是外星人入侵 反正 肯定不会有好事发生 我只能说 人类真的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刻 我只希望 我们炎黄子孙们 能渡过这一道难关 请大家在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 务必前往各地集合点 并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请等待我们的好消息 此时 距离游戏公厕 还有15个小时 悬山超能者高校 陈校长站在校门口 看着几辆皮卡车 慢慢远离 这些人全部都是 要离开的超能者玩家 他们希望 在这最后十几个小时里 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这在陈校长看来 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因为如果全民穿越 那即便回去 他们也做不了任何事 而如果是一世界怪兽入侵 集中在这里 反而能更好地应对 同时可以拯救更多人 不过他也尊重他们的选择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愿意舍小家儿去保大家 回头看了一眼 留下来的玩家们 陈校长留下欣慰的眼泪 这些留下来的孩子 都是好样的 训练适中 玩家们一反常态的都没训练 反而都在聊天 喂 张小龙 你怎么不回家 哦 爸妈死得早 家里就我一个人 回不回去都一样 你呢 怎么不回家 差不多 爸妈离婚了 我奶奶死后 我反正是一个人 吃饱全家不饿 名字 你怎么不回家 一样 也是离婚 跟着我后爸过 回去也是多余的 几人说完 都沉默了 这种时候 谁又不想回家呢 我倒是觉得 在这里挺好的 我以前就想去当兵 然后结交一群 出生入死的兄弟 活一回热血人生 没想到真的还实现了 看着张小龙 没心没肺的样子 李明摇了摇头 他更想回去当个宅男 过频繁的一生 打打杀杀 实在是太危险了 李明打开手机 此时的网络 到处在讨论着 游戏公测的消息 什么二次元 什么手游新出的英雄 什么流量小鲜肉 都已经没有了一点热度 几乎所有人 都在讨论十几个小时之后 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 应该是怪兽入侵 蓝星突然出现 十几个黑色禁区 这肯定就是 一时节入侵的前兆 我也觉得 要真是全民穿越 根本就不会出这玩意 我靠 我家就在一处 黑色禁区旁边 这我刚刚全款买的房呀 我觉得 肯定会全民穿越 你看那些超能者玩家 不就是直接穿越的吗 李明看着网上的讨论 他也很想知道 到底是怪兽入侵 还是全民穿越 此时距离游戏公测 还有十个小时 华夏国 十四处黑色禁区外围 大量的华夏国部队 开始陆续集结过来 无数的武装部队 开始在黑色禁区外围 设置地雷阵和战壕 大量的重型武器 导弹车 重型装甲车 坦克等纷纷登场 这也是官方做的两手准备 目前专家制囊团 更倾向于异世界的怪物入侵 毕竟这突然出现的黑色禁区 不会没有原因 虽然热武器 无法完全杀死游戏世界的怪物 但他们还是要尝试一下 毕竟公测后的规则 可能出现变化 就算最后真的不能杀死 他们也要为后面的人争取时间 而同时 华夏国已经有无数的远程导弹 做好了准备 他们随时准备发射 此时 距离游戏公测只剩下三个小时 一望无际的沙滩 王莽坐在家门口的巨石上 昨天他一夜没睡 一直在等待游戏公测的开始 谢老大爬了过来 担心地看着王莽 昨天开始 他就感觉主人很不对劲 难道还是因为 上次他和咪咪的事吗 要不 下次把咪咪也分享给主人吧 咪咪应该不会介意的 谢老大跑回家 从菜园子里摘了一个大西瓜 然后屁颠屁颠地 递到王莽面前 主人以前最喜欢吃水果了 吃了肯定会高兴的 小蜘蛛也爬到王莽怀里 不断地蹭来蹭去 他们心意相通 他能感受到王莽的不安 王莽笑了笑 拿起谢老大递过来的大西瓜 就吃了起来 他的确很担心 马上就要游戏公测了 游戏的规则 肯定会发生重大变化 而这个变化 能让他回到蓝星吗 他在这座荒岛 待得太久了 虽然只待了一个多月 但他感觉自己 就好像已经待了一年多 在这荒岛中待的时间越长 他越发感觉 这荒岛不对劲 在这座荒岛中 好像有某种负面 污染在侵蚀它 他能感觉到 自己现在的情绪 越来越不稳定 他变得越来越伤感 容易激动 也会突然变得暴躁 如果这次游戏公测的变化 还是无法让他回去蓝星 那他恐怕真的会一辈子 被困死在这游戏世界里 他只能祈祷 祈祷游戏公测 有个类似回程的功能 不然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此时 距离游戏公测 还剩最后几秒钟 很快 面板的提示音不断响起 叮 游戏更新结束 怪兽游戏公测正式开始 叮 全球已经更新出81个游戏副本 正式进入全民游戏时代 叮 怪兽游戏第一章 灵气复苏正式开始 叮 职业系统解锁 全球副本入口将出现转值点 叮 随着提示音不断出现 王莽的星开始不断下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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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提示都是关系蓝星的 没有提到任何面板的变化 没有回程 没有提到如何回去蓝星 他打开面板 毫无变化 游戏公测全部都是针对蓝星的改变 他好像已经被所有人遗忘 他再也回不去蓝星了 他再也见不到家人和朋友了 他会一辈子被困在这座孤岛中 实至死亡 海风吹过 少年突然感觉巨大的孤独向他袭来 周围的空气慢慢变成墨色的海水 把他不断吞噬 拖入深渊 谢老大和小蜘蛛 焦急地看着面前的王莽 此时 王莽浑身开始流淌出黑色的雾气 这些黑雾一圈一圈 一层一层 就像波纹一样 向四周扩散 黑雾里 好像有无数一语男呢 时而哭诉 时而哀叹 诡异又让人堕落 王莽感觉周围整个世界都黑暗了 如果回不去 一个人在这荒岛上活着 又有什么意思 不如就这样死了算了 像虫子一样 开始往他身体向上攀爬 慢慢地覆盖了整颗头 突然 王莽最后一只没有被覆盖的毒眼 猛地睁开 面前出现了他老爸的笑脸 儿子 记住 你叫王莽 要是不开心 莽就行了 对啊 我叫王莽 我叫王莽 我抄你大眼 老子可是王莽呀 超腹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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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魔瓶使用 蓝色小药丸使用 龙斑鱼的骨髓使用 超腹灵 十倍叠加 全属性增加300% 物理抗性增加300% 元素抗性增加300% 任性增加300% 精神抗性增加300% 每秒恢复10%最大体质值 每秒恢复10%最大能量值 随着 超腹灵状态不断叠加 王莽的眼神也慢慢恢复清明 此时 他的背后已经一片冷汗 他跪在地上 双手撑地 不断地大口喘气 刚刚他差点死了 他不断喘气 并不断开始回忆 来到荒岛后的所有经历 一个个画面片段 在他脑海中急速闪过 很快 他就回忆起来 在之前 他也有过一次类似的感觉 就是在他获得 星牙戒指时 由于佩戴10个星牙戒指 他的精神突然增长了30点 而精神突然的增长 也让他有点偏激的情绪 瞬间平复下来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发现了精神属性的重要性 同时也发现 这座荒岛荒岛的诡异之处 危险并不单单只有怪兽 打开面板 果然 精神 九反斜杠189 重度抑郁状态中 他的精神属性 已经跌落到个位数 这还是他使用完10倍 超负0 后 基础属性强化了300%后的数据 随着 超负0 全属性抗性的300%的增强 他的精神开始慢慢恢复 他摆了摆头 不再去想 关于任何回家的事 看了一眼床上的手机 他毫不犹豫地打开屏幕 点开了一个文件架 很快 熟悉的歌声就响起 可爱的老师们 开始唱跳起来 蹦 一声巨响 床板被打穿一个洞 整个床也散架了 谢老大躲在角落里 两只眼睛竖得高高的 不行 明天一定要把命迷喊过来 不然主人肯定要憋疯了 日月交替 又是一天 一大清早 往往就神清气爽 所有的郁闷都一扫而空 看了眼精神属性 精神 五六反斜杠六三 愉悦 虽然还没有恢复满 但他此刻的心情 的确还不错 今天他没有去狩猎 而是跑去外面 砍了几根树枝回来 准备做个更结实的木床 一边坐着木床 他一边在脑中思考着 昨天惊险的经历 让他无法忘怀 这座荒岛 好像有一种诡异的力量 待得时间越长 人的精神就越会颓废 当情绪太过低落时 精神属性就会不断降低 甚至会引来某种 诡异的存在 吞噬自己 昨天的最后时刻 他切切实实地 看到了实质般的黑雾 从身体里面涌了出来 这绝不是自己的幻觉 做完木床后 非常有用 他决定以后长期 都要对自己的身体使用 超负零 以防万一 把木床搬到原来的位置 打开聊天群 此时聊天群安安静静 本来应该上线的玩家 全部都消失了 在昨天的游戏公测后 竟然再也没有一个玩家上线 喂 有人不 游戏开服了 大家快起来嗨啊 大家好 是兄弟就来砍我 王莽发了十几条信息 没有一个人回复他 整个聊天群 已经变得空荡荡的 打开论坛 论坛里也没有任何的新回复 此时 王莽也大概猜测到了 如果这个游戏 分为内测服和公测服 那现在 大家恐怕都 已经去新服务器了 就他一个人 被遗忘在了内测服 这真是一个 让人绝望的消息 很快 他就发现自己的情绪 越来越低落 精神属性在飞速下降 王莽赶紧关掉聊天群 打开手机 再来一次 他必须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不然黑暗就会吞噬他 事后 床又塌了 他不得不又做一个新的 做好后 王莽给自己做了一份 丰盛的早餐 美美地吃了一顿 他坐在巨石上 望着平静的大海 吹着海风 打开手机 看着家人给自己拍的视频 良久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离开这里 去走遍荒岛的每一个角落 他要去寻找其他玩家 既然这个游戏已经开始攻测 那代表肯定会有大量的人类 来到这个世界 而只要他走得够远 只要他的足迹够长 就总会找到回家的路 王莽猛地站起来 把手机小心翼翼地收到空间背包 他跳下去时 来到菜园子旁 把所有的植物都砍掉 让它们全部变回了种子 而两颗灵树 则找来两个巨大的生蚝壳 把它们小心地移栽了进去 他把山洞中所有能带走的东西 全部放进了空间背包 只留下一个火塘 孤零零地待在那里 踏出石缝 开启肌肉形态 搬来一颗巨大的石头 把整个缝隙堵得严严实实 王莽头戴草帽 手拿长枪 站在巨石面前 在他身后 三米多高的谢老大 左右背着两棵小树 一只黑色的小蜘蛛 站在他的身旁 矗立两久 王莽毅然转身 这里不是他的家 他要回去自己的家乡 少年开始的远行 他要去寻找回家的路 总有一天 Bili Bili 谢老大 你干嘛 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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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搞错 你没看到氛围刚好吗 你怎么这个时候 要和你女朋友告别 快滚 给你十分钟 Bili 不可能 你这耸逼 怎么可能需要三个小时 最多十分钟 得到王莽的手肯 谢老大 屁颠屁颠地跑回沙滩上 那只母螃蟹 很快就跑了出来 两人如胶似漆 你弄我弄 很快就做起了王莽羡慕的事 三个小时后 谢老大疲惫地爬了回来 他果然没有食言 迎着风沙 几人刚刚走出不远 那只母螃蟹就跟了过来 谢老大回头 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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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 谢老大转身就走 没有丝毫留恋 王莽走在前面 用手捂着心口 刚刚他都听懂了 凭什么啊 谢老大只是个渣男啊 但这只母螃蟹还要等他 还要把他们的孩子养大 我怎么就遇不到 这样的好姑娘呢 没天理啊 王莽回头 一脚就把谢老大踹翻在地 你个渣男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走向森林 小蜘蛛紧跟在他身后 很快 谢老大就爬了起来 屁颠屁颠地跟上了大部队 第一卷 怪兽游戏 玩 小杰 本来准备五十张完成第一卷的 结果抄了几张 但也还算在空之内 第一卷埋了很多伏笔 黑色马赛克 终末之海 终末潮汐 领主 荒岛污染 还有职业 本书主角是无敌蟒腹流 也一直会是蟒腹流 他最后会变成类似一拳一样的存在 甚至更强 其次 关于力量体系 基础属性 星级 职业 只是开始 后面还有新的力量体系 新的剧情 下一张就是世界等级 后面还会出现世界之力 本来不想剧透的 但是太多人等不及了 就说一点吧 剧情到了 主角就知道了 大家也就知道了 最后 以后包的重要装备 我就写数据 普通的我就不写了 太水自数了 主要是我发现装备太多 我老年人 老忘记了 第二卷后 我会主要写剧情和战斗 内容更加精彩 感谢各位吴燕祖们的支持 森林中 巨大的钦械在藤腕上爬行 王莽躺在谢老大的背上 手中正拿着一样东西 在他升到实习时 获得了一金一紫两个宝箱 金色的宝箱中 开出了全职业转值卡 和一些材料 而紫色的宝箱中 也开出了一张卡片 物品 游戏权限卡 一级 种类 消耗品 品质 紫色稀有 简介 这是某人留下的一封信 效果 使用后 可以进入管理员房间 评价 三颗星 看着手中的卡片 回想起自己的经历 往往更加确信 他们能穿越来这个世界 肯定存在幕后之人 特别是自己获得的几个奖励宝箱 里面的东西 就好像有人提前放好了一样 使用 手中的紫色卡牌 化作一道流光消失 他的意识 瞬间就被拉入更深处 环顾四周 还是那片星海 不过这次 他的周围没有传承光球漂浮 只在远处 静静站着一个人影 你是谁 王莽警惕地问道 但对面的人影却没有回答 而是咧嘴一笑 仔细看去 站在面前的并不是人 真的只是一道黑影而已 他全身就像马赛克一样 由无数的黑色小方块组成 只是看一眼 就让人头晕目眩 你好 玩家 你可以问我三个问题 请认真思考后提问 你的机会只有三次 面前的黑影缓缓开口 他的声音沙哑 就像无数的电子音叠加声成 他明明说的是一串杂音 但王莽就是听懂了 王莽认真的看着面前的黑影 脑中飞速旋转 只能回答三个问题 这黑影是谁 面前的到底是人 还是只是一段程序 这一切都好像在迷雾中 让人看不清 考虑两久 王莽才缓缓开口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他必须用这仅有的三个问题 获得更多的信息 你为什么要拉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王莽缓缓开口 其实他一开始想问对方是谁 但反过来一想 这种存在 就算知道他的身份 恐怕对他也没有任何帮助 他必须要知道对方的目的 因为我要拯救世界 黑影缓缓开口 但这个回答却出乎王莽的意料之外 拯救世界 为什么要拯救世界 等了半天 黑影也没有再继续说话 你倒是说啊 但这好像就是完全的答案 这个时候 王莽才发现 这黑影的智商怕是没有 他恐怕只是一道力量投影 或者说是幻象分身 无奈 他只能问出第二个问题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中末之海 是所有智慧生命的坟墓 黑影说完 再次变得木讷起来 王莽叹了口气 这问了 感觉像没问 就不能说得详细点吗 他犹豫了一会儿 重新组织好语言 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我要怎么才能回到蓝星啊 当他问出这个问题时 黑影一愣 他身上的马赛克方块 居然开始不断旋转 仿佛受到了什么影响 开始慢慢崩散 生 世界 等 急 断断续续的话语传来 黑影身上的乱码开始破裂 然后瞬间坍塌成一个黑点 消失不见 王莽猛地睁开双眼 他还是坐在谢老大的背上 刚刚的事 就在眨眼间发生 就好像做了一个梦 看着手中消失的紫色卡片 他喃喃自语 提升世界等级 他好像有些理解了 王莽收回思绪 平复了一下心情 他突然感觉 阳光都变得明媚了 虽然刚刚的三个问题 问了个寂寞 但他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方向 想要提升世界等级 恐怕就要先不断地 提升自己的等级 绕来绕去 最后还是要努力升级 果然 游戏世界就是游戏世界 升级打怪才是主旋律 王莽拿起长枪 从谢老大的背上跳下 眼神坚定 反正在这荒岛上也无聊 那我就先干到满级再说 一声怪叫 王莽就猛地冲向森林深处 三日后 蓝星 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教师 走到讲台上 各位同学 老师非常高兴 还可以给你们上课 就在刚刚 华夏国政府已经发出通告 三天后 全国各地将开始武考报名 所有年满16岁的人都可以参加 而参加武考 就有机会成为玩家 前往异世界 老实话刚刚说完 下面所有的学生都欣喜若狂 疯狂尖叫 三天前 网上灵气复苏的消息早就火爆了 在全球游戏公测后 既没有全民穿越 也没有异世界的怪兽入侵 反而所有的黑色境地都变成了副本 只要前往黑色境地 随便杀死一只怪物 就可以马上获得面板 成为一名游戏玩家 而且据说 在每一个黑色境地的外围 都有着十几座雕像 每一座雕像都代表着一种职业 就和玩网游一样 法师 战士 弓箭手 刺客 应有尽有 没有门槛 没有限制 每一个普通人 只要敢打怪兽 就可以获得超凡力量 据说 全国各地已经有很多人都冲向黑色境区 准备成为玩家 老师 我要报名 我要参加武考 老师 选我选我 我打野贼六 老师 我黄金段位啊 国家不能失去我这个人才 讲台上的老师摇了摇头 猛地拍了拍桌子 三天后才开始报名 你们先回去 跟家人好好商量一下 这无考可不是开玩笑 说完 他就转身离开 出了门口 老师摘下眼镜 浑浊的眼神突然变得炯炯 想当初 我也是个钻石啊 86局地下秘密基地 李勇拿着手中的资料 不断翻看着 自从三天前的游戏公测后 全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之前让所有国家恐惧的黑色禁区 突然就成了香波波 这些黑色禁区不但通往异世界 而且还可以批量制造超能者玩家 只要时间充足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人类将全部踏入超能者时代 华夏国的14个黑色禁区 已经全部被军队封锁 禁止普通人进入 而上面也已经开始规划 要如何有效利用这14个副本 开始批量制造超能者玩家 目前 其他几个大国也稳定了下来 甚至以美利国为首的几个国家 已经开始对附近的小国发动战争 他们想要争夺更多的黑色禁区 不过他只负责国内 国际上的事并不归他管 就让那些老家伙去操心吧 最近 上面已经给他下了死命令 让他负责两个重要任务 第一个 便是做好无考的所有相关工作 未来绝对是属于超能者玩家的时代 华夏国必须走在最前线 第二个 就是尽快联络上零号玩家 自从游戏公测后 零号就完全失去了联系 因为所有的内测玩家 都已经无法再次穿越 想要穿越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必须给出十份紫色材料的门票 而昨天 李勇联系了所有高校的校长 集合华夏国目前所有的超能者玩家 总共也只凑到了两件紫色材料 估计国外还可以找到 但这玩意太稀有了 其他国家也肯定不会愿意交易 恐怕短时间内 他们是不可能联系上零号了 唉 叹了口气 这可是全球最强的超能者玩家 可惜不能为国家所用 三日后 全国无考报名正式开始 全国各地的报名人次 总共突破了七千万人 上到七十岁的老人 下到十六岁的学生都在报名范围内 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商机 求生培训班 野外培训班 健身体质突破班等 如雨后春笋班冒出 同时 无人问津的华夏古武术也开始风靡 不过 学校对于无考生的选拔却非常严格 所有考核标准都对标特种兵选拔标准 官方给出的解释也很简单 异世界非常危险 随时都有怪兽出没 你要是一口气跑不了十公里 进去分分钟人就没了 虽然还是有很多人不服 但这话说的也在里 而且 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冲动才跑怪报名 真要遇到怪兽 恐怕99%都是去给怪兽送外卖 还是不要钱的那种 所以 第一次的无考 总共也只收入几十万人 这些人还将全部前往各地的超能者高校 再统一进行特训 为进入黑色禁区做准备 此时 7号黑色禁区 几架直升机缓缓飞来 张小龙和他的小队成员们 从直升机上跳下 面前已经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 短短几天 华夏国就在十四处黑色禁区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基地 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随着张小龙他们的到来 一位身材苗条的女军官拿到资料缓缓走来 你好 张队长 我是你的辅导员 我们进去说 张小龙点了点头 很快就跟着女军官来到基地内部 张队长 上面的文件你应该收到了 等一下王院士就来了 张小龙点了点头 陈校长已经给他说过 他们这次的任务是保护一位地质学家前往黑色禁区探索 而七号黑色禁区正是对应着他们之前所在的那座小岛 等了一会儿 一位六十多岁戴眼镜的老者走了进来 他身后还跟着一位助手 王院士被挺得很直 步伐飞快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短暂的含蓄一会儿后 张小龙一群人就开着一辆军用装甲车向着黑色禁区缓缓而去 远处是一座座荒无人烟的山区 但此刻他们却被黑色的迷雾所笼罩 让人完全看不清里面的模样 进入迷雾 周围的景色都开始模糊 一直开了十分钟 随着他们在山路上慢慢前进 前面突然出现了亮光 沙滩 礁石 太阳 还有一望无际的大海 海面上非常平静 几乎没有波纹 皮卡车一直开到沙滩上才停止 而往后望去 他们才发现自己居然是从大海中开过来的 在海面上 一大片黑色迷雾笼罩在海岸线 让人看着格外诡异 而张小龙他们刚刚出来 一只四至五米高的大青蟹 就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虽然大青蟹不知道这群小不点是什么玩意 但个头这么小 肯定是食物就对了 鼻哩 鼻哩 很快 庞大的身体就像一群人压了过来 速度非常快 当看到大青蟹 张小龙和他的队员们早就已经严阵以待 这种螃蟹怪物的实力非常强 全身的甲铐坚硬如铁 他们想要杀死这只螃蟹怪 必须格外地小心 半个小时后 大青蟹庞大的身影缓缓倒在地上 张小龙和他的队友们全部都气喘吁吁 这只螃蟹怪物太强了 幸好他们小队全部都是三星天赋的强者 实力足够强 这要换成其他小队 怕是分分钟就在这里团灭了 一旁的王院士拍了拍手掌 不由感叹 张队长不愧为乾隆的一员 厉害厉害 之前老陈就和我说 你有成龙之姿 今日一见 果然不错呀 张小龙尴尬了一下 这王院士说话还挺好听的 王院士 我们还是快点开始吧 此地不宜久留 到处都是吃人的怪兽 多待一秒 我们就危险一份 他们的装备 开始对周围的地质进行初步的考察 而张小龙他们也没有闲着 所有人都开始操纵无人机 向四周飞散而去 监视着远方的一举一动 半个小时后 沙滩上又来了一只大青蟹 张小龙和他的小队拼尽全力 终于还是把这只大青蟹斩杀 然后一行人坐上皮卡车 迅速地离开了沙地 坐在皮卡车上 张小龙看着无人机上的画面 一只身高接近十米的精英及大青蟹 正在快速地向这边过来 这么恐怖的生物 绝不是他们小队可以应付得了的 其实张小龙有些好奇 既然他们可以通过黑雾来到荒岛 那这些荒岛上的巨物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黑雾来到蓝星呢 皮卡车缓缓前行 沿着原路很快就回到了禁区外的基地 而在全国各地 这样的小队成百上千 他们带着各种研究人员 正在不断收取异世界的各种信息 826局地下秘密基地 所有关于黑色禁区的最新消息 都会在这里汇总 然后通过整理后 提交到最高会议所 报告 十二号黑色禁区 D018小队已经失联 报告 九号黑色禁区附近 出现一只体型十米级的超级怪兽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报告 研究所发来最新消息 在异世界发现特殊能量物质 最近 华夏国聚集了国内 数千名最顶尖的研究员 从各个方面开始研究副本内的世界 通过一个星期的研究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种特殊能量物质 这种物质不但集聚活性 还能促进全球各种生物的非速进化 且拥有一定的地域性 越靠近黑色禁区 这些能量就越密集 之前华夏国的政府 只是想用灵气复苏这个说法 来稳定局势 结果不曾想到 竟然一语成真 现在真的灵气复苏了 最近 全球各国的首脑 都发来亲切的慰问 他们怀疑 这一切都是华夏国搞的鬼 不过这种事 肯定是不能承认的 长官 最近几天 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出现天赋觉醒者 已经出现了108例 恐怕没有发现的会更多 李勇听着下面人的汇报 神情严肃 最近 华夏很多特种部队的兵王 都成为了玩家 但是让人非常意外 这些玩家能觉醒天赋的 只有万分之一 甚至就算觉醒了天赋 也只是一星二星的普通天赋 而在普通民众间 也陆续开始出现天赋者 但他们却并不是玩家 之前他们一直以为 觉醒天赋和玩家是绑定的 但现在看来 恐怕并不是如此 从现在开始 让各地的部队 和当地的警方合作 把所有觉醒天赋的人 都带到超能者高校 他们必须要进行统一的培训 同时 把所有的能力 都详细统计下来 做好保密工作 这些都是 我华夏国的人才 他们拥有优先成为玩家的资格 很快 大量的部队 开始在全国各地行动起来 一道道关于天赋觉醒者的信息 都记录到了数据库中 周日 沙城期中 操场上 张凡正在操场上 挥汗如雨 即便下课铃声已经响起 他还是继续锻炼 没有停下来 而周围的同学 都同样在拼命练习 一个比一个卷得飞起 靠 狗哥 你也太拼了吧 昨天三点就起来练到现在 你小心卷死了 几个同学在旁边骂骂咧咧 不过张凡却不为所动 不觉你们 还想成为游戏玩家 想屁吃呢 梦里啥都有 学校新来的体育老师 把跑步机放置在操场上 他一边不停练着跑步 一边大声喊道 不要停下来 都给我往死里练 两个月后 还有一次武科报名考试 只要你们通过了 你们就是下一个陆飞 下一个名人 而且 你们还会拥有配偶优先选择权 练不死 就往死里练 给老子冲 他说完 就开始在跑步机上加速 拼命练习 两个月后 他也要参加武科 谁还没有一个 成为超凡者的梦呢 很快 操场上停下的身影 全部爬了起来 开始继续奔跑 张凡拖着疲惫的身体 在操场上奔跑着 他回头看了一眼树下 一道窈窕的身影 正在树下不停锻炼着 他的身形非常瘦弱 戴着帽子和口罩 全身上下都遮得严严实实 而在左边的衣袖间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这个女孩叫白燕 在16岁时 一场大火让她中毒烧伤 并失去了一只手臂 在帽子下 是稀疏的头发 在口罩中 是像恶鬼一样猙獰的面目 而这样一个女孩 却也报名了无考 这在张凡看来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就她那样的身体素质 怎么可能通过特种兵训练考核 她连健全的身体都没有 拿什么去杀怪兽 不过是个可怜人罢了 他们装备齐全 静止走到了白燕面前 几句短暂的交流后 张凡看着白燕被几人带走 上了一辆军车 很快消失不见 很快 周围的同学就围了上来 大家议论纷纷 一日后 一架直升飞机 缓缓飞到悬山超能者高校 张小龙的小队 带着一个残疾女孩 来到了陈校长的办公室 陈校长看着面前的女孩 尽量保持着和善的笑容 孩子 不要害怕 我是悬山超能者高校的校长 你可以叫我陈校长 相信张小龙路上已经跟你说了 而这次带你过来 我就是想再确认一下你的能力 白燕把整个脸都缩在帽子下面 眼神闪躲 不敢指示他人 自从被大火烧伤后 他就从来不敢与人直视 性格也变得无比 懦弱自卑 没 没问题 白燕点头 他从不会拒绝他人的要求 陈校长笑了笑 从背后拿出了一只小白兔 递到了白燕面前 只见白燕从小兔子身上取了点毛发 然后就退到了十米开外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周围所有人 然后把手掌向前摊开 闭上了眼睛 只听啪的一声 面前的小兔子突然消失不见 就像瞬移一般 直接来到了白燕脚下 这是白燕觉醒的四星固有天赋 媒介召唤 只要获得目标身体的任何部位 就可以通过媒介 把目标进行全方位的召唤 不过这个能力也有很大的缺陷 首先就是召唤过来的目标 并不受他支配 是完全自由的 其次就是召唤过来的目标 会持续消耗他的能量 当他的能量耗尽时 目标就会回到原地 陈校长看着面前少女的天赋 若有所思 这个能力是极为稀少的空间系能力 虽然没有直接的杀伤力 但如果使用得好 绝对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比如可以把敌人的手脑召唤走 然后提前埋伏进行斩首 而要求只是需要对方的一根头发而已 而这还只是他能力的一种开发方式而已 他相信这个能力具备更强大的潜力 陈校长看着面前低头畏缩的女孩 脸上的笑容更加和暗 孩子 你的梦想是什么 白燕紧张地抓着裙脚 他不敢支持陈校长的眼睛 因为他长得非常丑 他浑身上下都被大火中毒烧伤 身体就像一个可怕而丑陋至极的怪物 就连他每次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都会觉得十分恐怖 白燕低着头 眼神闪躲 我想 我想成为玩家 我妈妈说 以现在的医疗技术 我的伤不可能治好 但现在灵气复苏了 我觉得 我觉得超凡力量 可能能把我的伤治好吧 白燕说完 整个头低得更低了 如果 如果治不好也没关系的 就让我这样被怪兽吃掉算了 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白燕说完 整个头已经缩成了鸵鸟 陈校长看着面前受惊的女孩 点了点头 张小龙 带他下去好好休息一下 以后 他就跟着你 很快 张小龙就带着白燕离开了办公室 随着张小龙他们的离开 陈校长拿起电话 缓缓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是王少将吗 哎 我是老陈啊 哎呦 真是打扰了 打扰了 我这边发现了一位特殊的觉醒者 是 是 是 资料我发过去了 您抽空看一下 陈校长打完电话 长输了一口气 这半夜给领导打电话 真是要了他的老命呢 很快 826局就收到一条秘密消息 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半夜起来 开了个小会 一个小时后 会议结束 零号计划正式启动 会议室中 李勇放下手中的电话 零号计划 已经被上面通过了 对于零号玩家 上面的人比他更加看重 他们甚至现在把 零号计划 排在了第一位 让自己尽快去执行 这次 他们在所有天赋觉醒者中 发现了一位特殊天赋者 这位叫白燕的女孩 她极有可能把零号玩家带回蓝星 但现在有个问题 他们现在并没有召唤零号玩家的媒介 李勇打起电话 拨通了陈校长的号码 老陈 你现在就派人去王莽家 去收集王莽的贴身物品 所有的衣物 内裤 甚至是一根毛 都要给我全部带回来 很快 张小龙一行人 就再次坐上了皮卡车 往王莽家开去 身后的李明叹了口气 唉 队长 这大半夜的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这次又去干嘛 张小龙阴沉个脸 烦躁地回答道 去找毛 李明一愣 啥玩意 找毛 他好奇地问道 呃 要找哪里的毛 旁边队友早就忍不了 一脚踹过来 你去旁边睡觉行不 就这样 一行人来到王莽家中 在王莽父母奇怪的眼神中 他们把王莽房间 所有东西都搬空了 真的连一根毛都没剩下 不过 最后的结果却不尽人意 把眼摇了摇头 这些物品全部失去了活性 他们无法作为召唤的媒介 得到这条消息 李勇也没有意外 他本来就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那就开始执行零号计划吧 举全国之力 收集十份紫色材料 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获得十份紫色材料 就可以派人再次穿越到荒岛中 和零号取得联系 到时候 召唤媒介的问题 也可以迎刃而解 很快 一道道命令 就被他发布下去 大量的玩家部队 开始进入 十四个黑色禁区 寻找紫色材料的踪迹 同时 李勇还安排了一队 最专业的外交谈判队伍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联系个大国 去骗点紫色品质的材料回来 下面的一位谈判专家 有些疑惑 局长 这怎么骗 这玩意 估计全球都没有几分 那些大国也不是傻子呀 李勇瞪了他一眼 你觉得我是傻子吗 哼 就说 我们知道一些秘密情报 可以和他们分享 不过必须拿东西来换 其他的 你们自己编 别忘了 我们可是账户局 对面几人连连点头 说的也对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忽悠了 李勇喝了口枸杞茶 眼睛微眯 反正就动动嘴皮子 万一真的骗不来几个呢 那就是纯传 次日 张小龙带着白燕 来到学校的地下防空洞 在他们面前 摆着一个巨大的铁笼子 一只黑甲兽 正在里面疯狂挣扎 此时 白燕手中拿着一把弩弓 这是全国唯一的 几把蓝色武器之一 极为珍贵 小龙哥 我真的要杀了他吗 白燕紧张地 站在铁笼面前 浑身颤抖 这么大的蚂蚁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看上去让人浑身汗毛乍气 张小龙缓缓开口 如果你想成为玩家 就必须杀死他 只有杀死怪物后 才能获得玩家面板 动手吧 不要再犹豫了 李明也在旁边硬喝 白燕妹子 别怕 射他 你的待遇已经很好了 在笼子外就可以杀了他 想当初我们要杀这怪物 就必须打开笼子 与他贴身肉搏的 可即便周围人不断鼓励白燕 但白燕却迟迟就是不肯动手 白燕 杀了他 只要杀了他 你就可以成为玩家 到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被数据化 你身上的伤也都会好的 张小龙在旁边鼓励着他 但白燕却还是迟迟不敢动手 旁边的李明实在是看不下去 他在背后不断把白燕推向黑甲兽 随着不断接近 身体求生的本能 占据了恐惧 弩弩被按下 丁 击杀黑甲兽 获得惊艳五点 随着黑甲兽倒下 白燕的身体 也开始散发阵阵荧光 这是他正在获得玩家面板 身体正在被数据化 旁边的张小龙走了过来 对着黑甲兽的尸体使用分解 很快 黑甲兽的尸体 就化作点点星光消散 面前只剩一块厚重的甲铐 而这只是开始 很快 又有另一只怪物 被送到了白燕面前 上面已经下了命令 白燕作为零号计划的重要人物 会给予大量的资源倾斜 让他尽快提升等级 现在这些封锁在铁笼中的怪兽 可是香波波 在国外 这样一只最低等的怪兽 都可以卖到一千万美元 甚至有价无市 因为这就是通往超凡者的门票 而在另一边 大量的超能者小队 冲入了黑色禁区 寻找着紫色材料的踪迹 在十号禁区 猎狼五人小队 来到怪兽游戏世界 他们以无人机开路 小心地搜查着周围 猎狼小队 全部都是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而且最近他们已经全部成为了玩家 实力变得更强了 队长 上面的人不会疯了吧 找紫色稀有材料 就算十米级的怪兽 我们都需要上百玩家才能猎杀 而这样的恐怖怪兽 才只爆蓝色材料 这要我们去哪里找紫色材料 对啊 队长 就算我们找到了 也不可能打得过的 猎狼小队的队长叹了口气 还是解释道 就算做不到 我们也要做 这是零号计划的一部分 团长已经跟我说了 这个计划可能关乎到人类的生死存亡 而且 你们也不用担心 我们只要找到紫色材料的线索就够了 又不是去拼命 几人说着说着 就有人突然低声惊呼 队长 前面的沙滩上有一道巨大的尸体 好多怪兽 听到惊呼声 所有人都趴了下来 通过无人机观察着前方的情况 只见沙滩上躺着一只几十米级的大龙虾尸体 无数的黑甲兽和大青蟹都在上面攀爬 啃食着里面的碎肉 队长眉头一皱 带着众人缓缓向后退去 走 我们撤退 这里的怪物实在太多了 把这条消息商报上去 很快 一群人就离开了黑色境区 怪兽游戏入侵现实 灵气复苏 超能者玩家出现 就在华夏所有超能者玩家冒着生命危险 执行零号计划时 王莽正开心着吃着烧烤 喂 谢老大 你别伤心了 不就是个女螃蟹吗 没了这个 还有下一个吗 Bili Bili 唉 话不能这么说 俗话说 下一个更好 下一个更乖 等回到蓝星 我再给你介绍一百个女大闸线 谢老大一听 两个眼睛都竖得高高的 这个可以有 主人对她实在太好了 王莽拍了拍谢老大的肩膀 满意地点了点头 现在大家都变成了单身狗 她看谢老大瞬间瞬眼了很多 最近几天 她一直在森林里狩猎 等级已经提升到了13级 获得了15点自由属性 她把这些属性均匀分配 体质 精神 能量 各加了5点 随着这几天 在森林里不断狩猎 她也慢慢适应了森林里的生活 白天就是沙沙沙 晚上就找个树洞躲起来 和小蜘蛛轮流守夜 说到小蜘蛛 她这几天的变化格外大 首先是更黑了 她全身黑溜溜黑溜溜的 甚至透着乌光 其次 就是 她变得更加苗条了 她已经长到了2米左右 但浑身却变得纤细 少了一些笨重 最近这几天 王莽又给她使用了两次 神圣复灵 让她的潜力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技能也又增加了两个 可惜的是 神圣复灵 虽然没有了冷却时间 但没使用一次 都需要大量紫色材料和金币 而现在 她已经没钱了 看着面前的小蜘蛛 不要看她个头不大 只是幼年期 但是实力 已经相当的恐怖了 恐怕来自精英级的大青蟹 都不是她的对手 当然 最近看在谢老大 已经变成单身狗的份上 王莽也勉为其难地 给她复灵了一次 提升了一下她垃圾的潜力 现在要是让谢老大 回到沙滩 她恐怕就是 大青蟹里面的天才 绝对是青年才俊 而进化后的谢老大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她体型已经长到了五米高 甲鞘也变得更加坚硬 而且 她还会像精英级大青蟹一样 从嘴里发射水弹 虽然在王莽平时战斗时 她都只是站在旁边 喊666 但谢老大平时的作用 却非常重要 她身上不但一左一右 挂着两棵灵树 而且在背上 还背着一口大大的木箱子 远远看去 谢老大这样子 有那么点低配九龙悲观的感觉了 反正 非常nice 而平时 王莽累了 不想走路 就在大箱子里面休息 让小蜘蛛去外面狩猎 晚上找不到树洞睡 她就把箱子荡床 睡在箱子里 把最后一口烤肉吃完 王莽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天色不早了 她也该找个地方休息了 很快 一行人就慢慢沿着树根向下走去 这片森林中 中层的怪兽最多 但也最危险 而越往底层走 怪物的体型也就变得越小 实力也都一般 不过 这些底层的怪物 也总是可以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 比如 有的像臭虫一样 可以放屁 喷出的屁 绝对可以把人臭死 比如 有的长得非常丑 而且浑身散发着腐烂的恶臭 让人完全没有食欲 还有一些隐藏得非常好 就像穿着变色龙一样 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让人难以发现 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 小蜘蛛在背 神圣复灵 后又觉醒了两个能力 分别是蜘蛛感应 和黑丝领域 这让他的感知变得非常恐怖 只见一道黑色的蛛丝猛地射出 面前一只隐藏在树干上的大虫子 就被切成两半 瞬间就死透了 王莽看着面前的大虫子 眼睛一亮 瞬间就从木箱里跳了下来 这虫子的尸体可是好东西 分解后 它的外衣就像变色龙一样 可以融入周围的环境 用来做吉利福正好 分解叫虫子的尸体后 王莽正准备继续去寻找个树洞 突然 整个森林都好像震动起来 王莽猛地回头 只见远处一道百米高的巨大身影 是那只百米高的黑色巨猿 它正在飞速奔跑 每一次跳跃都是数百米高 所过之处 所有的巨木纷纷倒塌 各种体型的怪兽四散而逃 和当初与金色穿山甲大战时的威武霸气不同 此时的黑色巨猿正在疯狂逃窜 它的脸上写满着惊恐 好像在它背后 有什么巨大恐怖正在追赶 王莽看着黑色巨猿越来越近 全身的汗毛都纷纷炸起 虽然它的实力已经很强了 但它毕竟还只是一个十三级的小菜鸡 这种超级boss 还不是它现在可以面对的 谢老大 往左边跑 离开它的必经之路 王莽一声大吼 谢老大也早有准备 八条腿快速挥舞 瞬间就在森林中的树根上上下穿梭 速度飞快 一直跑出很远 谢老大才放慢速度 王莽站在谢老大背上 看着远方已经消失的黑色巨猿 脸色凝重 到底是什么 让这只超级怪兽这么害怕 就在它凝望之际 突然 从远处的地底猛地 破出一张青天大嘴 无数锋利而密密麻麻的尖牙 像深渊一样黑洞洞的喉管 在这喉管中 还长着无数锋利细小的牙齿 一层一层不断张合收缩 只是一口 一颗几百米高的巨树 就被整个吞下 炸裂出无数碎线 这一幕 看着往往目瞪口呆 浑身直冒冷汗 这还只是一张嘴 就足足有几百米长 那这怪兽的全身该有多大 很快 这张巨嘴的主人就深入地下 消失不见 它继续向着黑色巨猿的方向追去 此时 小蜘蛛正躲在往往怀里瑟瑟发抖 它才刚出生没几天 哪见过这种大场面 早就被吓破了胆 反倒是些老大 非常有骨气 虽然它八条腿颤颤巍巍 但还是坚强地不断在树根上穿梭 带着往往一路逃跑着 一直跑出很远 往往才猛地回过神来 开始大口喘气 它的背后已经湿透了 这些超级巨兽不但体型巨大 而且在它们身体周围 好像还有一种特殊的场域 就像小说中的霸气一样 在这场域的影响下 弱小生物根本就无法提起半点反抗之力 看来这些超级巨兽 并不只是体型巨大而已 王莽眼神凝重 他看着远处像蛋糕一样被切开的森林 只觉得心有余悸 突然 他怀中的小蜘蛛动了一下 传递出一道急切的意念 嗯 有敌人 谢老大 快跑 王莽反应非常快 直接就是一声大吼 但还是迟了一步 树根下 猛地射出几根粗壮的藤条 把谢老大团团捆住 一朵超级石人花出现在身后 巨大的阴影 直接把它们全部覆盖 深渊大口张开 只是一口 就把五米高的谢老大吞入了腹中 王莽回头 双眼大睁 不知什么时候 他们居然逃到了一只超级石人花的领地 这只石人花的体型非常巨大 已经超过了三十米级 无数绿色的藤蔓 在他周围像蛇一样摇摆 恐怖的大嘴张开 绿色粘液从他的嘴角不断低落 俯视着周围的土地 由于他是植物系的怪兽 体型比一般的怪兽更加庞大 周围方圆百米都属于他的领地 这些藤蔓都是他的触手 他的嘴不断开合 两三下就把谢老大吞入了腹中 看到这一幕 王莽只觉得血压升高 直冲脑门 双眼都变得通红 虽然谢老大他是个渣男 虽然他搞大了别人的肚子 虽然他胆小又怕事 但是 你这么敢 是谁给你的勇气 超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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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倍 全属性增加300% 物理抗性增加300% 元素抗性增加300% 韧性增加300% 精神抗性增加300% 每秒钟回复10%最大体质 每秒钟回复10%最大能量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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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倍 肌肉强化增幅1600% 变身完毕 王莽普通肌肉解放状态 红色金刚 呼 一口白气吐出 面前瞬间刮起一阵旋风 他的肌肉又变大了 他的体型已经增长到夸张的5米 巨大的胸肌 非人一般的肩宽 恐怖的肌肉双臂 让他变得像个变态版的大金刚 虽然在超级石人花30米级的巨大身体下 他就像一个袖珍的小娃娃 但在石人花眼中看来 王莽的身形已经无限变大 属于尚未劣势者的气势 向他疯狂压来 他们的角色已经互换 现在 他才是瑟瑟发抖的那个 在王莽的肌肉解放状态面前 石人花的身体已经开始疯狂地颤抖 之前还耀武扬威的藤腕 全部趴拉在地上 就像一群死蛇 超级石人花猛地张开大嘴 开始拼命地干呕 瞬间就把谢老大给吐了出来 不过此时的谢老大 已经变成一坨呕吐物 再看不出以前的身形 超级石人花害怕地扑下身子 如果他现在有腿 他早就开跑了 但这世上 就没有如果两个字 蹦 一声巨响 整个石人花的身体 都被全部打爆 而且 这一拳使用了 华夏鼓舞秘技 尽力直通全身 甚至把所有的藤腕 都纷纷震断 丁 月吉 击杀太阳石人花 获得经验 获得随机紫色宝箱一个 丁 分解获得 紫色 太阳花的精华液21份 获得 蓝色 太阳花的藤腕106份 超级石人花巨大的身体 化作光点缓缓消失 王莽的身形也慢慢缩小 变回了那个平凡的少年 把紫色宝箱 收回空间背包 王莽就伤心地 走到那团呕吐面前 爬倒在地 我的小叔叔呀 我的木箱子呀 都没了 这两个灵数 是他不知道 开了多少箱子才开出来的 而且还种了好久 才开始长果子 就算是远行 他都舍不得砍了 结果没想到 今天被这石人花一口吞了 真是操他大爷的 而这木箱子 自己也做了好久 都是自己的心血 悲伤的许久 王莽终于从那团 恶心的呕吐物中 找出来两颗种子 还好 还好 种子还在 小心点把种子收好 王莽随手一挥 面前的空间就开始扭动 很快 谢老大就渐渐地爬了出来 此时他还一脸的猛逼 刚刚自己不是被吃了吗 怎么感觉像刚刚睡醒一样 不过王莽却并不意外 这是自己的职业技能 空间召唤屋的效果 空间召唤屋 妇灵召唤师 可以为自己的召唤兽 制作空间召唤屋 制作成功后 召唤兽将与召唤屋绑定 死亡后自动回归 并刷新冷却时间 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很长 但是有自己的固有天赋 无冷叠加在 基本就可以做到 无限复活召唤 不过就在每次召唤时 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 自己之前就已经给谢老大 制作了空间召唤屋 所以除非自己死了 不然谢老大永远也杀不死 唉 就是太费能量了 一次复活召唤 就要200点能量 而且谢老大现在还只是个弱姬 估计以后变强了 想复活要花更多能量 感叹一声 果然这世界上 就没有啥无敌的能力 能量的制约 应该是自己最大的弱点了 而也正是因为能量原因 他才选择这个职业 负灵合体 召唤兽的职业技能三 超负灵 是所有职业中 极为少数的 可以恢复能量百分比上限的技能 只要自己的能量值 达到某个界限 同时超负灵叠加到一定层数 那他的能量 恢复速度 就会超过消耗速度 最后无限套娃 到那时候 他就再也不用为能量问题担心了 而且超负灵不但可以对自己使用 还可以对自己的召唤兽使用 只是后者收益太低了而已 看了眼天色 马上就要天飞了 王莽跳到谢老大背上 一行人就再次开始寻找安全的地方过夜 很快 黑夜到来 天空上满是繁星 一个干燥的树洞中 王莽点燃一盏油灯 树洞口已经用树叶封好 把光亮都挡住了 而谢老大就守在门口睡觉 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 王莽从空间背包中拿出白天石人花爆出的紫色宝箱 搓了搓手 随着他的实力变得越来越强 紫色宝箱也变得可以轻松获得了 但每次开宝箱还是让他兴奋异常 宝箱打开 光滑闪过 面前出现几件物品 钉 获得奇物 向日花 物品 向日花 种类 奇物 品质 通用集 简介 来自森之国向日花一族的寄予 拥有着向日花一族的执念 规则效果 向日 当花心面向太阳时 每个小时可以生成一颗太阳种子 太阳种子可以加速植物的生长 对任意植物都可以增加一个年轮 柱 奇物属于规则物品 只有尚未奇物才可以克制奇物规则的效果 评价 三星半 钉 三级经验书一本 种类 经验书 品质 紫色稀有 效果 使用后瞬间获得点经验值 评价 三颗星 钉 获得紫色品质矿石火金石18份 钉 获得紫色品质龙葵种子一颗 种子 龙葵种子 品质 紫色稀有 效果 种下可以长出龙葵花 花朵盛开后 每个周期可以产出3-5D龙咸 服用龙咸可以永久增加体质 服用越多 体质越高 增加体质的效果 越弱 在植物死亡后会重新变回种子 可以再次种植 怪物的尸体血肉可以加速生长速度和分泌速度 评价 三星半 看着面前所有的物品 王莽首先拿起那朵向日花 这朵向日花浑身晶莹剔透 只有八掌大小 仿佛水晶一般 在花心的正中间 还长着一张小脸 正在闭目沉睡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特殊品质的物品 奇物 规则物品 把向日花小心地收入空间背包 他又拿起龙葵花的种子 这是他目前唯一爆出紫色品质的种子 而且还可以永久增加基础属性 这简直就是难得的宝物 高兴地拿起种子 他赶紧拿出个生蚝壳壳 就把种子种了进去 把爆出的经验书使用 剩下的物品全部丢进了空间背包 再吃一顿美味的烤肉 他就开始日常修炼起华夏鼓舞 挥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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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眼神坚定 心中信念十足 我要不停变强 然后提升世界等级 早点回家 我未来的女朋友还在等着我吗 嘿 哈 杀怪 挥拳挥拳 升级 叮 等级提升到LV14 获得五点自由属性 杀怪 挥拳挥拳 升级 叮 等级提升到LV15 获得五点自由属性 杀怪 挥拳挥拳 升级 叮 等级提升到LV16 获得五点自由属性 就在往往疯狂升级时 南星 某个十八线小城 人们各个惊慌失措 正在疯狂逃窜 快跑 怪兽来了 你不要命了 现在还想回去拍视频 军队呢 华夏军队呢 不是还有超能者小队吗 怎么还不来 在远处 一只十米级的精英 及大青械正在飞速爬来 他就像一只超巨型坦克 横冲直撞 汽车被压扁 房屋被撞破 几个倒霉弹跑慢了 瞬间就被他一口一个 全部吞入腹中 天边 很快赶来几架直升机 用重机枪 被他开始不停扫射 可惜收效甚微 他的甲销太坚硬了 在精英级大青械身后 十几辆坦克匆匆赶来 炮火不断 虽然坦克可以给他造成伤势 但游戏规则的影响下 这些伤很快就恢复如初 精英级大青械 被这些炮火吸引 怒吼一声 飞快地爬向坦克群 我加 加 只是一个冲锋 三辆坦克就像玩具一样 被他加得变形 呼叫呼叫 呼叫超能者小队支援 这里发现一只突破包围圈的 十米级怪兽 是甲铐类 他的防御太强了 我们的火力不足以牵制住他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收到 超能者小队马上到 请快速撤离 导弹已升空 请赶快撤离 收到消息 所有的士兵都开始快速后撤 很快 天空中就划过一道长线 一颗远程跟踪导弹 向着精英级大青械 飞速奔来 蹦 一声巨响后 地面上抱起一小团蘑菇云 十米级的巨物 瞬间就被炸得粉碎 但游戏规则无法破坏 这种方式 也只能牵制住大青械一段时间而已 几个呼吸后 残破的尸体 就开始慢慢收拢 快速恢复中 此时 十几辆坦克已经围成一个圈 对着大青械的残破尸体 开始疯狂射击 绝对不能让它复活 因为复活后 这螃蟹的速度实在太快 坦克很难再击中它 在远处 几个不怕死的居民 还躲在高处拍着视频 太牛了 这比看美丽国大片都还过瘾 这大螃蟹也太厉害了吧 十几辆坦克都压不住它 要是我能有一个这样的宠物就好了 而这样一幕 在全国各地都在同时上演着 黑色禁区只是个通道而已 人类可以过去异世界 异世界的怪物 黑色禁区走出 但大部分都被华夏军挡了下来 不过 也有少量的巨物逃脱了包围圈 来到了人类的城市 这只精英级的大青械 就是其中一个 相对于之前的怪兽 这十米级的巨物实在是太恐怖了 由于体型巨大 速度又快 它几乎很难被收容 而想要击杀 就必须派出华夏最顶尖的超能者玩家小队 或者是集合上百位玩家 同时发起进攻 才有可能把它杀死 随着坦克炮火的不断射击 所有的华夏军人都已经头冒冷汗 他们的弹药 马上就要消耗完毕了 如果超能者玩家小队再不支援 他们所有人恐怕都要死在这里 就在他们担心之际 天空中很快飞来十几架直升机 上百名玩家从空中降落 迅速朝着这边赶来 以张小龙为首 所有的玩家 全部纷纷拔出武器 刀枪剑弩 甚至还有魔法棒 刚刚的科幻战争风突然一变 一群人拿着冷兵器就冲了上去 坦克肉盾上前 牵制住他的夹子 远程输出靠后 找到机会就输出 不要误伤队友 刺客偷袭他的弱点 抱他菊花 一直奋战了大半个小时 一群人才把这只精英级大倾泻斩杀在地 所有人都累得趴在地上 气喘吁吁 张小龙看着面前所有人 脸上满是欣慰 大家又变强了 就连这种十米级的怪物 他们都可以击杀了 太强了 826局秘密基地 李勇看着面前的所有报告 眉头皱得深深的 最近几天 不断有怪兽突破黑色进去的包围圈 开始在城市中大搞破坏 人类的城市 好像对他们这些怪兽 有什么致命的吸引力 只短短几天 就已经死伤了上万人 那些三四米级别的怪兽 还好对付 普通军人就可以把他们收容了 但是 那些超过十米级的巨物 基本上很难被收容 特别是那些大螃蟹 全身都长着厚厚的甲铐 普通热武器 基本上拿他们毫无办法 唯有重型热武器 才能对他们造成有效伤害 可那些重型武器都是钱呀 一颗远程导弹 就要上千万 而且即便使用了 也只能牵制这些怪兽 十几秒的时间而已 所以 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 要开始大力培养玩家 今年一年 全国就会展开四次武科高考 只要年满16岁 不限性别 不限职业 都可以参加 同时 之前选出的几十万人 已经有过半都成为了玩家 李勇打开抽屉 又拿出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 是关于零号计划的 里面全部记载的 都是白燕最近所有的信息 白燕的心理问题非常严重 她从小就在温室里长大 没有受到过任何挫折 但在16岁那年 一场大火 毁了她的一生 在火灾后的半年 她的父亲不忍巨额的债务 而直接抛弃了他们母子 跳河自尽 她的母亲 也在巨大的压力下 变得抑郁狂怒 同时把所有的愤怒 都发泄在白燕身上 在多重打击之下 白燕出现了很严重的心理问题 她变得敏感自卑 小心而谨慎 不敢和任何陌生人接触 她既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 也害怕伤害所有人 甚至不敢与陌生人眼神对视 李永永拿着报告 头疼的柔柔太阳穴 可命运就是这要求 这样一个女孩 却成了零号计划的核心人物 她必须违背本心 去不停地杀死怪兽 因为她的能力与能量挂钩 如果能量不足 恐怕会无法把零号召唤回来 而不断地杀戮 也导致白燕的心理问题 变得更加严重 唉 叹了口气 我十几亿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甚至人类都随时可能灭亡 而零号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他们必须抓住 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她愿意背负这些罪孽前行 在所不惜 拿起电话 她拨通了陈校长的号码 老陈 我已经派了几个国内 最顶尖的心理学家前去 等白燕的状态好点后 就继续开始 我们已经获得了五分紫色材料 应该马上就可以再一次见到零号了 白燕的升级不能停下 荒岛 森林中 一只二十米级的庞然大雾 缓缓倒在王莽身下 把面前的蓝色宝箱收起 尸体分解成材料 然后她就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根大黄瓜啃了起来 以前她遇到这种精英级的大嘴蛙 还需要站立全开 小心偷袭 而现在 一不小心就把她打死了 而且还得收点力 不然血标的到处都是 把衣服搞脏就不美了 轻轻一跃 王莽就跳到了谢老大背上 最近 谢老大又长大了一圈 身高已经超过了八米 变得更加威武霸气 而小蜘蛛也长得更快 她已经有了两米高 再也不能拱到王莽怀里了 看她八成是 变不成蜘蛛娘了 王莽就直接给她取个了名字 叫黑宝 材料应该够了 卖给商店 应该可以再凑二十万金币 最近不断狩猎 除了紫色品质以上的材料 和一些特殊蓝色品质材料 其他垃圾 她都卖给了商店 换成了金币 今天 她终于凑够了二十万 可以再次使用两次 圣神复灵 看了一眼在旁边 土泡泡的谢老大 犹豫了一下 王莽还是对她使用了一次 上次遇到石人花 她的表现也太差劲了 一口就被别人 当作零食吃掉 真是丢脸 随着 神圣复灵的使用 谢老大只觉得浑身舒坦 爽得直打摆子 而在使用之后 谢老大居然开始了退壳 一直过了一个小时 谢老大才退壳完毕 样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她的一对钳子 变得像金属一样 每次夹击 都响起清脆的撞击声 同时 她头上的几对刺脚 也变得更加巨大 锋利无比 在她的背甲之上 还出现了很多黑色的纹路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不错 谢老大 你好像又长帅了一点 满意地拍了拍 谢老大的大钳子 然后她就对着小蜘蛛 再次使用了神圣复灵 不过小蜘蛛 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硬要说的话 就是变得更黑了 喂 黑宝 你行不行啊 我还指望你 变成个蜘蛛娘呢 你怎么越来越黑了 小蜘蛛低下头 八只黑溜溜的眼睛 无辜地看着她 委屈地叫着 音音 音音 听到小黑子的回答 王莽失望地摇了摇头 然后就跳到了谢老大的背上 躺在木箱子里 箱子里垫着各种柔软的皮草 旁边还固定着三个生蚝壳 两棵小树 和一朵黑红色的龙葵花症 生机盎然 随着谢老大变得越来越大 她背上的这个大木箱 也已经有了一个房间大小 甚至还开着天窗 平时王莽就在里面休息 而且随着她的实力越来越强 森林很多地方 对于她来说已经不再危险 除了那些百米级超级巨兽 很多三十米 四十米的怪物 都已经成了她的狩猎目标 而最近 她又在北边的森林 发现了一个大怪兽 一只接近五十米级的超级怪兽 说实话 她想试试 玩家们不上线 在荒岛中实在是太无聊了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这座荒岛对她的精神污染 也在不断加深 她总是会莫名其妙地 突然开始情绪低落 甚至有一次做梦 还抱着谢老大的大腿 喊妈妈 这简直让她不能忍 虽然看手机 做运动 会让她的情绪得到缓解 虽然使用超级灵 可以增加她的精神抵抗能力 但这些都只是在压制 并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 她现在急切地需要通过战斗来释放 在极限的战斗中 她总能感觉到 热血在沸腾 身体在欢畅 那些低落的情绪 会一扫而空 特别在击杀这些巨兽后 她总是能感受到征服的快感 那感觉 每次都能让她炉内高潮 王莽猛地站了起来 抬头望向北方 眼中满是战役 最近她在周围也考察得差不多了 前期的准备工作 也做得极为充分 50米级的超级巨兽 以前她连想都不敢想的存在 但现在 自己去准备狩猎她 如果把这种恐怖的巨兽踩在脚下 那又会是怎样的风景呢 王莽眼神灼灼 她非常期待 不过 今天她狩猎了一整天 身心都有些疲惫 而且 天色也不早了 她必须要养精蓄锐 把状态提升到最完美的顶峰 才会去开始狩猎 晚饭 舞蹈修行 睡觉 第二天 天刚刚亮 王莽就把几颗灵直藏好 穿戴好所有的装备 独自一人冲向了北方的森林 而谢老大和小黑子 都被她收到了宠物屋中 因为这种级别的战斗 他们现在还帮不上忙 待在宠物屋中当两个大魔瓶 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王莽一路前行 在树枝中不断跳跃穿梭 很快 她面前就出现一棵超级巨树 这棵树非常大 至少有500米高 整个树关遮天蔽日 像一把大伞遮住了太阳 在这棵巨树周围 可以看到不少巨型蛇类的身影 这些巨蛇 小的有几十米长 大的超过百米长 虽然这些蛇类的体型很长 但他们其实也才相当于 10至30米级的怪兽 500米超级巨树下 到处挂满着巨蛇 它们层层叠叠 像麻花一样缠在一起 正在开着轰趴 而在大树底下 一只超级巨蛇正盘绕着 它的舌头高高立起 比当初那只石人花的体型 庞大数倍 随着王莽的实力越来越强 它最近也总是能感觉到 怪物身上的事 体型越大的怪物 身上的事就越强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像黑金蜘蛛这种稀有怪物 它身上的是会远超 同阶体型的怪兽 而面前 这只大蛇身上的事 至少已经达到了五十米级 已经快要凝结成实质 远远看去 一层薄薄的黑雾 在它身体周围环绕 时影时现 这是王莽从来没有猎杀过的级别 只是远远看着 那恐怖的气势 就让人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 不过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刺激的感觉 才让王莽低落的情绪 兴奋不已 它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十几种物品 这些全部是可以恢复能量的宝物 把所有的宝物一口吃下 王莽开始激动地自语 超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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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每喊一次 它身上就会亮起一道白光 而它的身体 也会得到了全方位的增幅 它的力量变得更强了 它的感知变得更加敏锐 它的身体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 它的精神从未像今天一样通透 虽然它的体型没有任何变化 但它身上的事 就像黑夜中的烛火 熊熊燃烧 巨树下的大蛇 猛地转过脑袋 一双阴冷的眼睛 死死盯住王莽所在的方向 那里有一只小虫子 但是 非常强 长长的蛇性从它嘴中吐出 它在感受空气中的性吸塑 这不是它的错觉 它真的从那只小虫子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丝威胁 一蛇一人 四目相望 都在认真地观察对方 王莽仰着头 突然咧嘴一笑 好戏 才刚刚开始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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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树干间 王莽小巧的身体上 所有的肌肉仿佛活了一般 开始不断凸起膨胀 很快 他就变成了一个 八米高的超级肌肉巨人 终极肌肉强化120倍 肌肉强化增幅4800% 这就是王莽此时的 最强完全踢 心跳引擎 肌肉爸爸形态 心脏飞速跳动 让空气都开始震荡 每一次抖动间 方圆百米内所有的树木和地面 都开始有节奏的震动 他有着像超级爸爸一样 宽阔的肩膀 浑身都是肌肉 匀称而自然 没有任何臃肿质感 他的头有点小 但是 他的拳头 很大 王莽单手握拳 感受着身体里面 迸发出来的恐怖力量 他随手轻轻一挥拳 蹦 恐怖的拳风席卷 一声巨响 旁边像楼房一样 粗的百米巨树 就被从中崩断 木屑爆开 恐怖的拳风 一直突破到数百米之外 在森林中开出了一个口子 这夸张的怪力 简直就让人不敢相信 此时 远处的大蛇 早就已经攻起了身体 他的蛇尾不断扭动 让他的体型变得更加高大 那双阴冷的眼睛 猛的大睁 瞳孔不断缩紧 这只小虫子 是怎么回事 如果刚刚只是一丝丝威胁 那现在 他只感觉就像 面对着自己的天敌 大蛇已经感觉自己的 心跳在不断加速 他必须要做点什么 只见他的嘴部不断膨胀 一条巨大的火柱喷射出 这火柱的威力极强 所过之处 所有的树木 都纷纷化为焦坦 这恐怖的一击 直接把王莽所在的位置 夷围平地 火海滔天 但是 大蛇却完全高兴不起来 他抬头不断紧张地四处张望 这只可怕的小虫子 还没有死 果然 在右方 树木纷纷倒塌 仿佛有什么庞然大雾 正在接近中 大蛇再一次张开大嘴 可惜这一次 王莽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蹦 一声巨响 森林中突然凹陷出一个 几十米直径的大坑 王莽的身形 就像导弹一样 冲了过来 速度之快 已经只剩下一道残影 他在半空中 不断调整身形 让自己正对着 大蛇张开的深渊巨嘴 同时猛地吸了一口气 让整个胸腔 都再次膨胀数倍 华下鼓舞秘技 佛门 狮子吼二十四 狮子挽歌 好 恐怖的音波袭来 空气都被震出 震震涟漣漪 王莽此时的基础属性 本来就已经叠加了数十倍 而4800%肌肉增幅 更是让他的胸腹 和口腔的肌肉 得到了超级强化 在如此非人一般的 身体素质下 使用出的鼓舞秘技 已经发生了绝对的质变 周围数千米内 所有的巨蛇 都被这恐怖的音波 纷纷震死 离得近的 甚至已经炸成了一片血雾 刚刚还准备喷出火炙的大蛇 也瞬间就被中创 双眼和嘴角 都流出大量的鲜血 不过在他身体周围 却有一种无形的事 把他层层包裹 削弱着音波的伤害 王莽看着面前的大蛇 嘴巴慢慢裂开 他更兴奋了 你居然挡住了我的一击 真是了不起 嘿嘿 王莽放声大笑 眼中满是疯狂的兴奋 天天杀那些垃圾 他早就厌烦了 这种级别的怪兽 才是对手啊 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还没等他笑完 一根直径 超过十米的巨尾 就从天而降 把他像棒球一样打飞出去 这一击 直接就让他飞出了几百米之外 把远处的森林 都砸出一个十米深的深坑 瞬间 王莽就从深坑中再次飞出 而且毫发无伤 扭了扭都是肌肉的脖子 王莽仰天大吼 爽 本来在肌肉强化状态下 他的抗打机能力 就变得十分强大 而超复灵的叠加 更是他所有的抗性 再次增加了数十倍 就这种恐怖的防御力 刚刚的攻击 根本就是给他在挠痒痒 蹦 地面再次出一个 直径几十米的大坑 王莽瞬间就消失在原地 他在大蛇周围 不断辗转腾移 几乎化作一条红线 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大蛇 就让你看看 我的终极浪漫吧 能死在这招之下 是你的荣耀 王莽猙獰大笑 猛的一跃 瞬一般就来到了大蛇的头顶 他全身攻去 双手收放在腹下 气血疯狂爆发 滑下鼓舞秘技 佛门 八级扶摸拳二十七 无量六臂佛 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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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的拳影疯狂打出 由于他的出拳速度太快 远远看去 王莽就好像变成了一个 红色的六臂金刚佛 他的每一拳 都会被大蛇身上的是挡住 削弱大半的拳击 但没关系 这招无量六臂佛 本来就是一套攻速拳击 一拳不行就百拳 百拳不行就千拳 水滴是穿 大力出其界 爽 爽 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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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后 王莽气喘吁吁地蹲坐在地 面前只剩下一个直径百米的深坑 整个舌头早就已经被他打爆了 只剩下一具无头尸体 在大蛇的尸体上 一个紫色的宝箱 静静漂浮在空中 宝光四翼 收起宝箱 他一个深蹲挖跳 瞬间就飞到几百米的高空 落在了这棵五百米 超级巨树的树顶上 往下望去 森林的风景一览无遗 他夸张的肌肉身体缓缓缩小 又变回了那个少年 一阵微风拂过 树叶沙沙作响 这树顶的风景 也不过如此 巨树 少年 树下的无头蛇狮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花卷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一个月后 南星 远程输出呢 快射啊 法师跟上 找机会找机会 我控住他了 你们快输出 不行了 奶妈 快奶我 我要死了 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 终于 四米级的大蛆蟹 缓缓倒在了地上 张祥和他的队友们 看着死掉的大蛆蟹 所有人都累倒在地 脸上洋溢着喜悦 队长 快快快 给我们拍张照 所有队员都围了上来 他们站在大蛆蟹尸体的面前 摆出各种姿势 想要来一张帅气的合影 张祥无奈地摇了摇头 还是给所有人来了张合影 自从一个多月前 游戏攻测后 灵气复苏正式开始 全国各地 开始碌碌出现觉醒者 而普通人 也可以通过黑色禁区 成为玩家 踏上超凡之路 而曾经那个胆小懦弱 异能天赋 平平的张祥 也成长为超能者小队的队长了 甚至今天 他带领自己的小队 第一次独立猎杀了大蛆蟹 他们终于算是成为了一个 合格的超能者玩家 看着面前的大蛆蟹 张祥突然想起一个人 游戏攻测后 那小子好像也没有回来 现在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 唉 张祥看了看手中的心牙戒指 叹了口气 一个人在满是怪物的荒岛中求生 想来也是活不了多久的 就在张祥摇头之际 突然身上的卫星手机就响了起来 呼叫呼叫 第七禁区109小队 请赶快回总部支援 请求支援 张祥一愣 便赶快把所有的队员集合 分解掉尸体 就坐着直升机直奔总部 两个小时后 直升机缓缓落下 而张祥等人却站在停机坪上 眉头紧锁 只见远处 炮火不断 十几架战斗机在高空盘旋 不停开火 而在地面 上百架坦克组成阵地 正在疯狂射击 在最中间 一只高约20米左右的庞然大雾 正在不断突围 很快 就有人走过来 把张祥几人带到了一片空地 在这空地上 已经聚集了上千名玩家 而他也看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面孔 张晓龙 悬山超能者高效最耀眼的星星 也是他的学长 据说 他虽然天赋只有三星 但实战潜力却极强 而且他的武道天赋很高 华夏古武秘技 已经练到了外势第二势势 常威 玄武高效唯一的一位五星天赋者 据说他已经升到了七级 是整个悬山高效等级最高之人 肖傲 玄山高效最强的远程输出 他的四星天赋和弓箭有关 一箭就可以重伤 一只大青线 实力非常强 可就算看着如此豪华的阵容 张祥心中 却还是没有任何底气 他回头看了看远处 那只恐怖的巨兽 这玩意 真的是人能杀死了吗 就算他们这一千人一起上 怕也只是送菜吧 就在他担心之际 陈校长已经赶了过来 各位同学们 人差不多都来了 那我就直接开始说了 情况你们也看见了 黑色禁区中出现了一只超级巨兽 虽然我们现在用炮火 把他压制住了 但根本就无法杀死他 而且这种体型 目前也根本做不到收容 这次就拜托大家了 陈校长郑重地摘下眼镜 对着面前的所有人 深深居了一躬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领情 至少有超过两成的人 选择了退出 陈校长 对不起 我家还有七二 我不能就死在这里 陈校长看着他们离开 没有说什么 看了一眼留下来的众人 陈校长推一推眼镜 满意地笑了笑 大家准备一下 我们马上出发 工程队已经在前方 挖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等炮火一停 你们就想办法 把他引到陷阱中去 很快 所有玩家坐着一辆辆皮卡车 开始前往战地 随着越来越接近 张祥只觉得 面前的怪兽 变得更加庞大了 抬头望去 超过二十米高的巨大身体 粗壮而发达的超级巨腿 争宁可怕的血盆尖牙大口 这一只二十米级的精英 及怪物大嘴蛙 是张祥从未面对过的恐怖巨物 他们这群玩家 真的可以杀死这种怪物吗 与此同时 全球各地的黑色禁区的副本 也同样陆续开始出现 二十米级的超级怪兽 八百二十六局秘密基地 李勇像往常一样 坐在指挥室的办公室中 他拿起零号计划的报告 紫色材料已经收集了八份 快了快了 他们很快就要与零号玩家见面了 他又看了看白燕的数据报告 白燕已经升到了八级 成为了华夏国等级最高的玩家 最近 全国的玩家斩杀了一些精英级怪兽 在爆出的白色宝箱里 开出了不少经验书 这些经验书 大部分都被上面分配给了白燕 帮助他提升等级 不过怪兽他还是要杀 这是他作为玩家 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就在他思考之际 办公室的房门被人敲响 一位文员急匆匆地就闯了进来 局长 不好了 13号黑色禁区出了问题 有一只超级怪兽突破了包围圈 已经快要进入城区了 听到这个消息 李勇猛地站起来 大师不好了 龙海市 华夏国沿海的二线城市 常住人口超过了200万 一个多月前 在龙海市几十公里外 突然出现黑色禁区 在黑色禁区刚刚出现时 龙海市几百万人 在第一时间就全部逃离 房子都不要了 结果第二天 全球灵气复苏 龙海市因为离黑色禁区最近 瞬间就成了 全国灵气最为充裕的城市 并且 自从游戏公测后 几乎没有什么怪物 从黑色禁区跑出来 一时间 大家又都跑了回来 甚至在短短几天内 龙海市房价就开始暴涨 因为有人统计发现 龙海市出现觉醒者频率 几乎是华夏国最高 这一个月 全市的人都在开香兵庆祝 却不知危险 早就已经埋下 此时 一只20米级的大嘴蛙 一蹦一跳 不断向龙海市逼近 它每一次跳跃 就是数百米远 速度非常快 数十架直升机 跟在它身后 不断射击 但是也不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 大嘴蛙不断向前跳跃着 好像龙海市有什么东西在吸引它 让它迫不及待地想要过去 很快 直升机的弹药就消耗完毕 而大嘴蛙身上的伤痕 却在几个呼吸之间就恢复如初 突然 天空中划过一条红线 一颗洲际导弹直接飞来 瞬间就把大嘴蛙炸成了碎肉 但十几秒后 大嘴蛙就在游戏规则的影响下 再次恢复如初 继续向着龙海市跳去 远处 一个移动指挥室中 不行 我们根本杀不死它 玩家呢 玩家怎么还不来 它马上就要进入市区了 十三区 还有一只二十米级的超级怪兽 玩家恐怕短时间内都赶不过来 我们必须拖住它 要是真的让它进入市区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指挥室中所有人都眉头紧锁 如果这只超级怪兽进入市区 那很多重型热武器都很难再使用了 不能让它进入市区 通知下去 让前面的步兵连队顶上去 用火力拖延它 坦克部队马上就到了 很快 指挥室就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刚刚 它们至少也用了上百颗远程导弹 阻击这些大嘴蛙 但效果却不明显 直升机部队也已经打得没有了弹药 坦克部队又跟不上这大嘴蛙的速度 它们已经没办法了 只能让前面阵守的步兵战队先顶上去了 能拖一分钟 就拖住一分钟 至少也要拖到龙海市的市民们转移走 很快 步兵战队上千人就收到命令 一辆辆军用装甲车 向着怪兽的方向开了过去 它们虽然是华夏国最精锐的百战之师 但现在却要面对的 是可以无限复活的超级怪兽 它们的胜率是零 但即便这样 也勇往直前 狗立国家生死矣 岂因祸福必屈之 这 便是华夏国的军人 远处 超级巨兽大嘴蛙 冰冷的双眼 盯着前面这群小蚂蚁 它裂开大嘴 无数的尖牙交错 仿佛在猙獰大笑 呱 又可以开袭了 荒岛 森林中 王莽蹲在谢老大的背上 看着面前正在装死的大嘴蛙 有些无语 这货演技真不是盖的 翻肚皮 腿抽抽 还会口吐白沫 要不是 它前一秒还气势汹汹地想吃自己 王莽还真有可能被它骗了 喂 大蛤蟆 你可以侮辱我的身体 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智商 一拳 蹦 恐怖的风压席卷 大嘴蛙的肚子 就破开一个大洞 死得不能再死了 王莽摇了摇头 嘴角满是不屑 自己有几斤几两 心里没点数吗 还敢跑来你莽爷面前碰瓷 真是活腻了 尸体分解 变成点点白光消失不见 王莽又喜提一个蓝色宝箱 而现在在看见蓝色宝箱 他心中已毫无波澜 这玩意他已经开了很多个了 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蓝色材料 装备和图纸等稀有物品非常少 不知道是不是新手期过了 最近很难从宝箱中开出什么好东西 王莽收拾好后 便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一把赤红色弯刀 这弯刀通体赤红 装备 爆炎 种类 武器 品质 紫色稀有 属性 体质加20 能量加100 效果 效果1 风锐 2级 佩戴后增加15%物理破甲效果 效果2 急速 2级 佩戴后增加30%攻速 效果3 延展 消耗一定能量可以斩出一道火刃 火刃的伤害为体质加精神 得284%冷却时间3分钟 评价 3颗星 这把紫色品质的爆炎 就是他上次杀死那只大蛇爆出来的 是他身上目前唯一的紫色武器 除了这把武器外 这紫色宝箱中还报了一些三级经验书 蓝色品质的种子 一张蓝色品质的弓箭制作图纸 而这把紫色品质的爆炎弯刀属性都挺强的 但是携带的技能却是一个主动施法技能 效果也还行 平时打小怪挺好用的 王莽手握爆炎 在森林的树干间闲停漫步 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 森林中能威胁他的怪物也变得越来越少 走着走着 他就走到了一群怪物的领地 只见十几只十米级的蜘蛛怪就飞速向他冲来 王莽手握长刀 丝毫没有任何慌张 只见他刀身一挥 一条十米长的火刃就飞射而出 速度极快 还没等面前的蜘蛛怪有所反应 刷刷刷 十几道巨大的火刃就再次飞射而出 在天空中组成了密密麻麻的火网 瞬间就把十几只蜘蛛怪秒杀在地 王莽满意地摸了摸爆炎 虽然这把武器技能不是增幅类 但平时用来打打小怪还是挺帅的 因为他的被动天赋 让这把弯刀的技能没有冷却 所以只要有能量 他就可以无限放大招 收起爆炎转身跳到谢老大背上 往木盆里一躺 他又一次打开了聊天群 不过聊天群里还是静悄悄的 自从一个多月前游戏公测后 就再也没有玩家上线了 论坛也变得静悄悄 整个世界真的只剩下王莽一个人类了 而在这一个多月 荒岛中的精神污染 一直在深深影响着王莽 虽然他已经非常强大 甚至身上时时刻刻 都叠加着几层超腹灵状态 但孤独就像深渊 时时刻刻都想吞噬他 操 看了个聊天群 心情又变差了 感觉到自己情绪的变化 王莽赶紧从空间背包中拿出手机 找了几个漂亮小姐姐的视频 就放松了一下 事后 他成一个大字形 躺在木箱子里望着天空 随着在荒岛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越发觉得 孤独才是他最大的敌人 虽然他只在这荒岛中待了几个月 但是他却感觉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这不是他的错觉 他能感觉到这座岛非常不对劲 他好像可以错乱时空 放大人内心的孤独感 他想要活着回家 就一定要克服这该死的孤独感 其实他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有所预感 这也是他选择 妇灵召唤师这个职业的原因之一 要是一路上没有谢老大和小黑子 他恐怕早就已经疯了 而除了自己的宠物外 手机中的小姐姐们也帮了很大的忙 只可惜翔哥的收藏 大部分都是欧美的 有点变态 他其实更喜欢看待剧情的 导国老师和动漫 但这些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 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 真正能让他完全释放压力的 还是那种挑战极限的战斗 释放出自己的最强形态 然后与那些超级怪兽殊死搏斗 在那种战斗中 他才能感受到身心的愉悦 浑身热血沸腾 这种战斗的热血 是他能克服孤独的最好良药 所以 最近他一直在寻找各种超级怪兽 不断地猎杀他们 可惜紫色宝箱的暴力很低 一直到现在 他也只有第一次猎杀50米级的大蛇 才爆了一个 而在这种高强度的战斗下 他的实力也越来越强 他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20级 华夏鼓舞秘技 也掌握得越来越熟练 在这片森林中 他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躲躲藏藏 而最近这一个月 他又攒了几十万金币 对谢老大和小黑子 又使用了几次神圣复灵 把他们的天赋潜力 再次提高了很多 此时 谢老大已经长到了十几米级 体型变得非常庞大 而小黑子也长到了五米级 实力也更为恐怖 即便只是幼年期 他也可以轻易杀死一只精英级别的大嘴蛙 相信再过不久 他们两个就会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王莽再次打开面板 看着面板中最新的一条提示 丁 等级提升到LV20 请完成世界任务提升世界等级 在他升到20级后 这条信息就弹了出来 而世界任务也非常简单 独自猎杀三种不同类型的20米 及精英及怪兽 当看到这个任务时 王莽当时就撇了撇嘴 这么简单的任务 不是有手就行吗 于是他花了两个小时 找了三只精英级的怪兽 一拳一个就把他们送上了西天 而刚刚那只大嘴蛙 就是第三只 此时 面板中也弹出一条信息 丁 世界任务已完成 是否现在提升世界等级 王莽把手指缓缓放在选项室上 本来自己应该迫切地直接点下去 但在最后一刻 他又突然有些犹豫 他脑海中突然想起 那个满身都是黑色马赛克的人影 他那诡异的笑容 总是让自己有些不安 游戏世界的突然入侵 提前被安排好的奖励宝箱 突然出现的 诡异黑色马赛克人影 这一切都在向他暗示 玩家的出现并没有那么简单 王莽皱了皱眉 眼神突然变得坚定 也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 他在这座荒岛中待了这么久 早就已经明白一个道理 这世上 唯一能相信的 只有自己 唯一能依靠 就是手中的拳头 只要自己不断变强 一切阴谋诡计 都将会被他一拳打爆 他可是王莽 谁要感应他 他一定十倍百倍的奉还 手指落下 整个世界都开始荡起涟漪 无形的波动 以王莽为中心 快速地向四周扩散 瞬间就覆盖了整座小岛 一直向着大海延伸而去 一切好像发生了 某种奇异的变化 但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而就在王莽提升世界等级的瞬间 蓝星 全球八十多个黑色禁区 全部开始沸腾 无形的黑雾开始翻滚 迅速向四周扩散 他们在吞噬蓝星的土地 在侵蚀这个世界 黑色禁区的扩散 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 很快 全球八十多个黑色禁区 全部扩大了一倍 此时 826局地下秘密基地 李勇和上百名826局的工作人员 都紧张着盯着面前的大屏幕 华夏国十四个黑色禁区 突然开始同时扩张 这种突然而来的变化 让所有人心中都惶恐不安 为什么突然会出现这种变化 黑色禁区的扩大 会给蓝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他们全部都一无所知 李勇紧紧盯着屏幕 黑色禁区的扩大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所有人员听令 从现在开始 让黑色禁区周围的部队全部后撤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把外交团喊过来 十分钟内 我要与七大国的外交人员 展开视频会议 联系陈校长 通知他 随时准备启动零号计划 材料我会尽快抽取 写一份报告 通知最高议会 提前准备解锁核武器 随着一条条指令发出去 李勇很快就来到会议室 准备与七大国的外交人员连线 今天他必须从七大国手中 拿到紫色材料 他有预感 黑色禁区的变化 一定与零号玩家有关系 三天后 几架飞机来到华国 史蒂芬从机场出来 手中紧紧提着一个精密的箱子 在他背后 还跟着几十个身体魁梧的 西装眼镜壮汉 一个个凶神恶煞 生人物尽 就在几天前 黑色禁区的突然变化 让上面的人变得惊慌不安 而华夏这边 居然突然联系了他们 在上面的人一番秘密交流后 他便带着一份紫色材料 来到了华夏 据他所知 除了他们 还有不少大国 都已经带着紫色材料 来到了华夏 虽然他一点也不相信 这些变化与华国有关 但谁让华国在一开始 就在大肆宣扬灵气复苏 所以上面一致认为 华国肯定知道一些 他们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消息 紫色稀有品质的材料 就算在他们美利国 也只有五份 绝对是国宝级的东西 他这一份 还是从实验室里面 强行拿出来的 当时拿走的时候 至少有上百名老教授 追了出来 说要拿枪抱他的菊花 他现在回想那场面 还心有余悸 这些搞科研的 看着文质彬彬 其实心都黑得很 这次自己算把他们得罪了 斯蒂芬没走几步 一个戴眼镜 笑眯眯的华国人就走了过来 和善地和他打着招呼 这人叫李勇 他早就有所耳闻 也是个心黑的 李勇上前 看了一眼箱子 笑着说道 斯蒂芬少将 辛苦你跑一趟了 斯蒂芬笑了笑 把手上的箱子 递给了李勇 李 只是一件小事 不必客气 我很好奇 你们要这么多 紫色材料 要干什么 李勇推了推眼睛 公式化的假笑了一下 镜片的反光 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 斯蒂芬少将 这可不在我们的交易范围内 我拒绝回答 哈哈 别那么紧张力 我只是个人的好奇二爷 东西已经送到了 那我就先走了 带着所有人离开了机场 李勇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 眼睛微微眯起 各国的间谍 估计已经都进入华夏境内 他们恐怕都在想方设法 窃取零号玩家的信息了 吩咐下去 让我的替身们准备好 最近几天 我的行踪绝不能让任何人知晓 吩咐完心腹 李勇转身 就离开了机场 十件紫色材料 已经收集完毕 他们即将正式开启零号计划 荒岛 森林中 一个少年勾搂着身子 身上背着 一块几吨重的巨石 他咬紧牙关 头上满是汗水 一步一步地负重前行 这是王莽最近每天的修行任务 一直走了很久 感觉差不多要到极限了 他便双手猛地一用力 把巨石直接丢出数十米之外 最近 他每天不是在杀怪升级 就是在不断地修行 一方面 是这荒岛上实在是太无聊了 根本就没啥娱乐项目 另一方面 就是只有升级和修行 才能让他消耗过剩精力 不去胡思乱想 而只有一直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他才可以更好抵御荒岛的精神污染 训练完毕 他跳到谢老大的背上 找了一片空地 开始做饭 一边做饭 他一边思考着 上次世界等级提升后 他发现 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 怪物还是原来那些怪物 也没变强 森林还是那片森林 也没有突然跳出一个精灵萝莉妹子 但他相信 这其中肯定有他不知道的某种变化 就在他思考时 面板突然响起了一声提示音 往往有点奇怪 自己最近也没干啥呀 怎么有提示音 他好奇地打开一看 居然是有人在私聊他 我眼花了吗 有人给我发信息 往往揉了揉眼睛 确认不是自己的幻觉 很快 他就激动地跳了起来 喜极而泣 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了 玩家们终于有人上线了 家人们 我的小宝贝们 我来了 往往一声怪叫 马上就点开了信息 往往同学在吗 我是李军 收到请回复 军哥 军哥 是我 是我 你终于上线了 我想死你了 我真的想死你了 对面的李军一愣 这零号玩家什么情况 该不会对他 有啥不正常的想法吧 嗨嗨 王莽同学 我已经有老婆了 哦 嫂子好吗 嫂子漂亮不 嫂子最近吃饭没有 李军一愣 啥玩意 这家伙 不会想当曹贼吧 那个 王莽同学 我们还是说正事吧 你说 你说 我听着 哎 最近这荒岛天天下雨 我裤子都湿了 我妈以前说 下雨一定要带伞 我爸就每次都不带伞 所以他们两个老位 这是打架 王莽一开口 就一直说 一直说 他太久没跟人交流了 他渴望交流 虽然他只在这荒岛中 待了几个月 但他感觉自己 仿佛在这里待了好多年 一直说了很久 两人才开始说正事 王莽同学 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在那边找到了一位 觉醒了特殊能力的玩家 他可能有办法 把你召唤回来 不过必须要先获得 你的身体媒介 王莽听完李军的话 整个人都愣在原地 眼泪不争气的 哗啦啦的流了下来 这是他这几个月 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没有之一 他终于要结束 这该死的荒岛求生生活 回去蓝星装逼了吗 他没想到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让他猝不及防 君哥 媒介随便拿 我现在就把头发都给你 要是你觉得不够 我把下面的毛也全给你 李军一听 赶紧拒绝 别别别 头发就够了 头发就够了 之后 两人又聊了很久 王莽也知道了 很多蓝星的最新情报 同时他也知道了 为什么在公司后玩家 就再也没上线了 原来不是玩家去了新服务器 而是玩家想要穿越 现在都得付门票 而一个人的门票 就是十件紫色材料 这对于蓝星的玩家来说 基本没人可以拿得出来 听到这里 王莽赶紧打开背包 随手拿出一百份紫色材料 然后挂到了拍卖商城 君哥 你早说啊 这玩意我这多的事 你先拿一百份回去应应急 下次我再给你 李军从拍卖商城收下 满眼都不敢相信 为了集齐十份紫色材料 几乎动用了华夏国所有的力量 不知道有多少华夏军人和玩家 因为这些材料 这尼玛合理吗 可事实摆在面前 由不得他不相信 看着面前的一百份紫色材料 李军心中也非常震惊 这零号玩家 现在到底有多强 难道那些超级怪兽 在他面前都是弱鸡吗 那个 王莽同学 你现在多少级了 嗯 昨天刚刚升到二十一了 最近升级有些懈怠了 都在修行华夏鼓舞呢 李军看着屏幕中的回复 整个人都待在了那里 他也是第一批初始玩家 可他现在才六级啊 自从成为玩家后 他就从来没有松懈过 他每天都在修行华夏鼓舞 每天都在尝试打怪兽 而且因为他的特殊身份 国家还给予了他资源清闲 他已经这么努力了 为什么大家差距这么大 李军悲伤了一会 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 他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拿出一套直播摄像设备 再次挂到了拍卖行 那个 王莽同学 拍卖行有套直播摄像设备 还是像上次那样 你记录一下你的日常生活后 给我就可以了 王莽点了点头 这个他懂 收集一世界的数据吗 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 他是绝对不会轻易 暴露自己的能力的 但现在情况特殊 他还指望国家把他召唤回去 而且他现在足够强了 很多阴谋诡计 都已经对他无用 如果真的能被召唤回去 他必须提前展露一些肌肉 两人又聊了很久 王莽才意犹未尽地 退出了聊天界面 看着手上的直播设备 王莽高兴地哼起了小调 今天是个好日子 每天都有富婆要找我 今天真的是他穿越过来后 最幸运的一天 看来他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王莽打了一盆水 看着面前的自己 只是几个月 他已经和野人差不多了 不行 我绝不能这么回去 我要搞帅点 不然到时候怎么找女朋友 说完 他就开始对着自己收拾起来 第二天 一大早 王莽就打开聊天界面 拉着李军唠嗑了三个小时 一直聊爽了后 他才带着谢老大和小黑子 开始了打怪升级 不过今天和往常不一样 他把头发剔成了短寸 脸也洗得干干净净 而且今天他还特意没有穿上衣 只穿了一条短裤 很好的把全身完美的身材 都展露了出来 小麦色的皮肤 精壮匀称的肌肉 特别是那一对大胸肌 和八块腹肌 少女看了脸红娇羞 少妇看了口水直流 满意地看了看自己的造型 王莽点了点头 只要这段视频放回去 自己绝对可以找到女朋友 再也不用当单身狗了 哈哈 这想想 还真是令人兴奋不已呢 王莽对着直播镜头 做了一个冷酷帅气的造型 然后邪魅一笑 便酷酷地转身冲入森林中 大嘴蛙 随手丢个长枪就死了 三十米级的巨蛇 上去一拳就打爆了脑袋 五十米级的食人花 这个好 这个可以多玩几秒钟 很快 一天的狩猎就结束了 然后往往饭都没吃 又拉着李军聊了两个小时 就这样 一直到三天后 李军一脸麻木地下线了 他发誓 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和人唠嗑了 华夏国 巨大的会议室中 上百人正惊危坐 在座的所有人 都是华夏国的大佬 此时 他们正在展开一场 华夏国最秘密的特殊会议 只见巨大的屏幕中 一个少年只穿了一个大裤衩 正光着身子 不停地对着屏幕凸造型 他不是在摆弄腹肌 就是在抖胸 而且已经摆了一个多小时造型了 李军坐在角落里 用手捂住脸 头都不敢抬一下 太丢脸了 真的是太丢脸了 看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了 零号玩家 这是在干嘛 李军 零号玩家是不是已经疯了 李军赶紧站了起来 开口回答道 各位首长 请放心 零号玩家的精神绝对正常 他可能只是 太无聊了 一旁 国家最顶尖的心理学家 突然开口 这应该是一种 长期不与人交流的抑郁表现 可以理解 人类毕竟是群居性动物 如果长期不与他人交流 恐怕很快就会丧失语言功能 变成类似于人员泰山 那样的野人存在 零号玩家目前看上去 状态还算可以 他平常恐怕会常常自言自语 自娱自乐 正常交流 他刚刚说完 屏幕中的画面 终于出现了变化 只见少年对着镜头邪魅一笑 瞬间就以极快的速度 冲入森林中 45架无人机飞速跟在他身后 不停通过各个方位 拍摄着画面 遮天蔽日的森林 密密麻麻的各种怪物 10米级 20米级 30米级 甚至最后 一只超过50米级的 超级巨型蜘蛛出现在镜头中 那恐怖而巨大的身影 隔着屏幕 他们都感到极强的压迫感 整个会议室中 所有人的呼吸 都变得压抑而急促 甚至背后都出现了冷汗 与这些超级怪兽相比 蓝星上出现的那些 都是娃娃级 简直弱爆了 如果这些超级怪兽 真的都通过黑色禁区 来到蓝星 而且还无法通过热武器 杀死的话 那人类恐怕真的要完蛋了 至少现在的玩家 绝对不可能战胜 这样可怕的怪物 很快 在视频中 所有这些恐怖的怪物 全部都倒在了少年脚下 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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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蜘蛛的尸体上 又开始了凹造型 他不断摆弄着 自己的八块腹肌 展示着自己强壮的身体 而现在 这种2B的行为 再也没有人敢质疑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明白了 一件事实 零号玩家 已经突破了人类的界限 就像古老的传说中 那些存在 它已经成为了 神灵一样的存在 视频中的画面 已经播放完毕 但是整个会议室 却一片沉默 这段视频 给他们揭露了 游戏世界的一角 同时也让他们明白了 零号玩家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 蓝星其他玩家的存在 无论如何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他们一定要把零号玩家 召唤回来 但同时 也有少部分人有些害怕 这样的强大个体出现 真的会为人类社会 带来和平吗 零号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已经满足了所有条件 随时可以正式开始 那就 马上开始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见这孩子了 坐在主位上的老者 缓缓开口 一锤定音 很快 826局的各个部队 全部开始行动起来 十几分钟后 几辆重型装甲车 就来到了悬山超能者高校 带着白燕几人 就快速离去 装甲车一路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一片无人山区中 在山区的正中间 已经聚集了大量的部队 陈校长带着白燕几人 一路来到部队的正中央 一位身穿军服的青年人 就走了过来 一身军服 身体挺拔 样貌英俊 浑身上下 就有一股铁血风气 他就是华夏国最年轻的少将 王龙华 陈校长看到自己的顶头上司 赶紧热切地走了上去 王少将 这次您亲自过来啊 嗯 这次任务 上面非常重视 而且我个人也很想见识一下 这位零号玩家 王龙华笑了笑 转头看向陈校长背后紧张的白燕 这个少女 就是他们此次任务最重要的一环 几分钟后 白燕就站在了部队中间的空地中 紧张地抓着裙脚 惶恐不安地看着周围所有人 他全身上下都穿戴着各种蓝色装备 这是举全国之力 搜集的各种可以增加能量的装备 同时 他还带着各种能量恢复物品 以备不时之需 而且旁边 还精心挑选了十几个 可以恢复能量的天赋玩家 随时帮他恢复能量 张祥站在陈校长旁边 看了面前巨大阵仗 一脸好奇的小声发问 陈校长 这零号计划是啥啊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陈校长看了他一眼 零号计划 可是国家目前最机密的计划 普通玩家根本听都没听说过 按道理说 这张祥是完全没有资格站在这里的 但谁让这小子 和零号玩家之间有那么一点关系 所以 上面特意交代 一定要把他带上 陈校长瞪了张祥一眼 警告地说道 看着就行了 记住 这是国家最高机密 等一下看到什么 都绝不能外传 不然就以叛国罪抓了你 张祥耸了下肩 傻笑了一下 不再多说一句话 他回头看向正前方的白燕 有些好奇 张祥有些好奇 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特殊 居然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而此时 白燕站在正中间 非常紧张 虽然在成为玩家后 他的断肢和烧伤 都已经完全好了 但是心理上的创伤 却还一直存在 他非常害怕别人的目光 更讨厌待在人群中 他低着头 不敢看任何人 只是紧紧地抓住手中的媒介 白燕 不用紧张 直接开始吧 白燕微微抬起头 看见张小龙已经走到他身边 正一脸温柔地对他说着 看到张小龙 他的眼睛瞬间就出现了一丝光亮 嗯 轻轻点头 白燕就开始发动能力 只见他抬起右手 手中的媒介缓缓化作光点消失 故有天赋 媒介召唤 发动 随着能力发动 白燕的能量值开始快速降低 各种恢复能量的手段 开始作用在他身上 就在白燕发送能力后 很快 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 好像有什么东西 想要撕破空间的界限 来到这个世界 所有人都看见面前扭曲的空间 神情紧张 白燕真的可以把零号玩家召唤回来吗 零号玩家回来后 又会做什么呢 就在大家紧张观望时 面前的空间突然剧烈扭曲 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人影 所有人都双目大睁 满脸恐惧地看着前方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准备 B号计划准备执行 王少将一声大吼 瞬间 周围上万名士兵全部举起了枪口 对准面前的黑色人影 远处 百米万 几百只重型狙击枪已经全部瞄准 坦克群的炮口已经准备 报告 狙击枪全部就绪 报告 所有远程导弹已经锁定 报告 小型核弹头已经准备 随着王少将的一声令下 在场的氛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张翔听着对讲机中的报告声 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嘛 怎么核弹头都准备好了 你们都不怕死的吗 他转头 看着周围所有人 大家都神情严肃 在场所有的军人 好像早就已经做好了 复死的心理准备 他吞了吞口水 小声地问道 陈校长 我能不能先走啊 陈校长没有搭理他 而是死死地盯着中间的黑色人影 只见在空地上 无数微小的黑色方块 重重叠叠不断变化 组成了一个黑色的人影 这黑色人影没有五官 但是这些黑色方块 却组成他的眼 他的鼻 他的口 白眼召唤出来的 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一团黑色马赛克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零号玩家呢 零号玩家已经死了吗 还是说 和他当初想的一样 零号玩家从一开始 就只是一个怪物 这一切都只是陷阱 看着面前的黑色马赛克人影 所有人都感觉到心惊胆寒 巨大的恐惧 无尽地压迫向他们袭来 面前这个怪物非常强 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身影 但在所有人看来 面前好像站了一个 百米高的恐怖巨物 邪恶的黑暗马赛克 好像要把他们所有人都吞噬 就在所有人都准备随时动手时 面前的黑色马赛克 突然抬了一下脚 随着这个动作 黑色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 无数马赛克方块随风飘扬 他的身体 以极快的速度在消失 在最后 黑色人影只剩下一个头 他不断张嘴 无声地大喊着 可是却没有任何声音 随着黑色人影的完全消失 所有人剧烈跳动的心脏 才慢慢平复 回头再看 白眼已经满头大汗地躺在了地上 昏迷了过去 他的能量已经耗尽了 就这样 零号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黑色马赛克人影的视频 也被送上了最高会议厅 巨大的会议厅中 华夏国所有的大佬再次聚集 他们看着视频中的黑色人影 一个个神情严肃 零号计划最后居然召唤出 来一坨黑色马赛克 这真是让他们始料未及 刚刚我们已经统计了在场的所有士兵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这黑色马赛克非常邪恶 他应该具备某种精神污染 零号玩家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会不会已经死了 有可能 我们对怪兽世界的情报 还是太少了 我觉得他不可能死 昨天的视频我们也看了 零号玩家的强大 毋庸置疑 如果 这坨黑色马赛克 就是零号玩家呢 听到这句话 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 我们必须派人再去怪兽世界 确认一下零号玩家的死活 我不同意 这玩意看上去太邪恶了 也许我们一开始就被骗了 他根本就是一只邪恶的怪兽 我也不同意 全国所有的紫色材料 已经消耗完毕 我们想要再获得门票 就又要牺牲无数精锐 就在所有人争吵之时 坐在主位上的老者 看了一眼李勇 然后微微点头 李勇瞬间心领神会 其实 上次零号玩家 送了他们一百份紫色材料 而这个消息 在场中也只有几个人知道 一百份紫色材料 实在太贵重 恐怕全球都没有这么多 如果把这个消息放出去 恐怕在座的所有人 都想奋一杯羹 坐在主位上的老者 拍了拍桌子 突然大声吼道 好了 好了 这件事就交给826局处理 你们也不必惊慌 这天还没他下来呢 很快 这场会议就无疾而终 而所有人脑海中 也只记得那坨邪恶的 黑色马赛克 此时 荒岛中 王莽一脸猛逼 就在刚刚 他感觉身体周围的空间 突然出现了涟漪 然后啪的一声 就消失在了原地 消失之后 他就来到一片 满是浓雾的空间中 白色的雾气非常大 隐隐约约可以看见 周围到处都是人影 他尝试喊叫 但是却没有任何回应 这迷雾空间的异常安静 没有任何声音 让人觉得诡异万分 犹豫了一会儿 想到之前李军说的话 他便准备踏入迷雾之中 结果他刚刚抬起脚 周围的空间 就突然传来巨大的犀利 再回首 自己还在原地 好像从未离开过 刚刚是啥情况 难不成是我的幻觉 还是说 他们要召唤我的计划失败了 王莽摇了摇头 也不太确定 还是等下次李军再来 找他问问吧 其实从一开始 李军说想把他召唤回去 他便没有抱太大希望 随着在岛上待的时间 越来越长 他发现自己的情况 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特别是在他解放最强形态时 超幅灵恐怖的抗性叠加 让他眼中的世界 都变得不一样了 他隐约可以看见 自己的身上 好像有无数微不可闻的丝线 他们把自己层层包裹 紧紧地束缚在了这一片空间 而当自己想要去碰触 这些丝线时 却又什么都没有 自己到底 是因为固有天赋的原因 被困在这个世界 还是说 另有其他原因 连他自己现在 也搞不清了 想了很久 他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干脆就不想了 一切都是虚的 只有我自身的实力 和我手中的拳头 才是真的 王莽眼神坚定 不再迷茫 他有预感 之前奖励宝箱中 遇到的黑色马赛克人影 还会再出现 他一定会再来找自己的 王莽起身 在森林中不断跳跃 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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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不断升级 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 只有不断升级 才能让一切阴谋诡计 化为泡影 几天后 丁 击沙大嘴蛙 获得白色宝箱一个 等级提升至22级 王莽把所有的属性 均匀分配 然后分解掉 面前的大嘴蛙尸体 自从他升级到20级以后 击沙大嘴蛙 就没有了越级属性 爆出宝箱的概率 也低了非常多 而且有时候 还会爆出白色宝箱 就像现在 不过他也无所谓 现在除了一些特殊的 携带装备技能的蓝色装备 其他的低品质装备 也对他没太大作用了 而且他现在可不是 当初的穷小子了 不但空间背包中 有大量蓝色精良装备 他身上也还有两件紫色装备 最近这段时间 他击杀了不少50米的怪兽 但总共也只爆了 两个紫色宝箱 一个就是他第一次 杀死50米级怪兽大蛇 所爆出来的宝箱 里面开出了一把紫色品质的 爆炎弯刀 另一个是一只50米级的 巨型蜘蛛所爆出来的 装备 蜘蛛之牙 种类 项链 品质 紫色稀有 属性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能量加100 效果 效果1 穿戴后 能量恢复速度增加30% 效果2 蜘蛛印记 消耗一定能量 对目标施加蜘蛛印记 在印记持续时间内 移动速度提升10% 攻击速度提升10% 印记持续时间60秒 冷却时间20秒 蜘蛛印记的效果可以叠加 效果3 蜘蛛影子 消耗一定能量 可以制作一个蜘蛛影子分身 影子分身的实力 为自身当前实力的50% 技能持续时间10分钟 冷却时间1个小时 评价 三颗星 这蜘蛛之牙 就是在紫色宝箱里面开出来的 而且自带两个主动技能 同时 蜘蛛之牙装备上的主动技能 它的固有天赋 也都可以起到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 这件装备对于它来说 已经算得上一件小神装 而这件装备最大的作用 就是提高了它的升级速度 王莽站在树干上 把暴炎弯刀猛地插在树干上 超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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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负010倍叠加 全属性增加300% 物理抗性增加300% 元素抗性增加300% 韧性增加300% 精神抗性增加300% 且每秒钟恢复10%最大体质值 和10%最大能量值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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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肌肉强化60倍 肌肉强化2400% 随着技能不断叠加 王莽的身形开始越变越大 密密麻麻的肌肉紧绷交叠 好像在王莽的身体上 刻印出了图腾般的肌肉纹身 巨大的心跳声扑通 扑通 扑通 好像战鼓一样 在迎接王的归来 由于身体里的气血不速流动 他整个身体都变得赤红 热气喷洒 甚至有云雾缭绕 王莽普通形态 赤鸡巨人 树干上 一个8米多的赤色肌肉巨人 就这样静静地屹立在那里 这种形态 只是他一部分实力 随着越来越强 他已经很少遇到 势均力敌的怪兽了 低头 他把树干上插着的爆炎弯刀 轻轻拔了起来 很快 袖珍的爆炎弯刀 就化为了3米多长的巨人 这游戏中 蓝色品质以上的武器 基本都可以随着体型而变化 不过武器的技能特效等 却不会因此而改变 抚摸着手中的巨刃 随手一挥 一道炙热的红光急速扫过 面前的巨树纷纷倒塌 并燃起熊熊大火 形成一条长长的火路 那是一道超过30米的火刃 因为速度太快 只能看见一道红光 这是爆炎弯刀自带的技能 在自己的刺激巨人状态下 火刃的大小不但提升了数倍 速度更是快到了极致 满意地看着手中的暴炎弯刀 这刀比他想象中还是要强一点 他猛地把弯刀插在树干上 突然大声爆喝 蜘蛛影子 随着他发动技能 王莽叱击巨人状态下的影子 开始不断扭动 一只十几米级的蜘蛛怪物 挣扎着从他的影子中爬了出来 这只影子蜘蛛怪物的上半身是人类 和王莽一样 浑身都是暴涨的肌肉 而他的下半身 却是长着八条腿的蜘蛛身体 蜘蛛影子出现后 猛地一跳就化作一道黑影 消失在森林里 速度非常快 而在他前脚刚刚消失 王莽的影子再一次开始蠕动 又一只十几米的蜘蛛影子 再次爬了出来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自从他转直后 能量不够的限制就在减弱 而在最近 随着他身上的装备越来越好 等级越来越高 他已经再也没有能量的烦恼 只要叠加一定层数的超负灵 他便像涌动机一样 可以无限回复能量 而刚刚这些召唤出来的蜘蛛影子 都有他叱击巨人状态下一半的实力 他们会代替王莽 不断狩炼 只要在王莽周围十公里内 这些蜘蛛影子杀死怪物 获得的经验都会归他自己所得 虽然这些影子蜘蛛的 只有他叱击巨人状态下一半实力 但在周围这片森林 这样的实力 除非遇到超级怪兽 不然这些蜘蛛影子就绝不会输 而在这期间 谢老大和黑宝也一样在外面到处狩炼 提升着自己的等级 王莽对他们两个 现在完全是放养状态 反正也不会死 就随便他们出去浪 同时 他还下了命令 让他们去寻找那些超级怪兽的踪影 召唤完蜘蛛影子后 王莽会慢慢恢复成 那个平凡的少年 他坐在原地 回想着之前李军说过的话 自从游戏公测后 全球就出现了80多个黑色禁区 而这些禁区中 会出现各种怪物 就在最近几天 黑色禁区猛地扩大了一倍 而从里面跑出的怪兽实力 而黑色禁区突然扩张的时间点 正是他提升世界等级之时 也就是说 他这个人类最强的超能者玩家 居然在无形中 影响着蓝星的格局 他目前还不知道 世界等级对自己有什么作用 但对蓝星来说 自己提升世界等级 居然会加快游戏进程 让怪兽入侵的程度加重 那如果自己再提升一次世界等级呢 王莽抬头看着外面安静的森林 有些沉默 他能想象得到 如果他再一次提升世界等级 蓝星恐怕会迎来真正的世界末日 除非他能回去 不然那些杀不死的超级怪兽 绝对是人类的噩梦 还是因为他升级升得太快了 蓝星的玩家根本还没有做好准备 可要是自己停下升级的脚步 那他要怎样才能离开这座荒岛 这片大海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 他根本就不敢横渡这片大海 变强 蓝星恐怕会因他灭亡 他的家人和朋友也会死去 不变强 他就会被困死在这荒岛中 孤独终老 王莽抬头看天 长叹了一口气 这真是让人操蛋的抉择 以前看小说 他总是调侃那些主角 开局就是父母双亡 孤儿一个 现在看来 果然只有孤儿才适合当主角 唉 就在他思考之际 陆陆续续就有蜘蛛影子返回 并带回大量的怪兽尸体和宝箱 王莽把怪兽尸体一一分解 并把宝箱全部收入空间背包 自从得到这件紫色装备蜘蛛之牙后 他的升级速度就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毕竟有一群小弟帮自己打怪清场 效率比自己还是快很多 做完这些 他迅速离开了周围 开始寻找下一个狩猎点 很快 八米多高的赤色肌肉巨人再次出现 他猙獰的影子里 不断挣扎涌现出一个个恐怖的蜘蛛怪物 狩猎 继续开始 就这样 又过了几天 丁 击杀树珠 获得白色宝箱一个 等级提升至23级 人物 王莽 固有天赋 无冷叠加 被动技能 释放技能时没有冷却 且释放技能的状态效果 可以持续叠加 评分 6颗星 超越 魔神级 等级 LV23 三反斜杠 体质 215左元括号 151加64右元括号 精神 131左元括号 65加76右元括号 能量 1662左元括号 1251加411右元括号 普通人类极限 全部为10点 职业 副灵 合体 召唤师 初级 目前为初级传承 获得世界支援后 可以对职业进行进阶 获得更多传承 通用技能 技能一 终极肌肉强化 消耗10点能量 使全身的肌肉强度 提升40% 持续时间120 冷却时间10分钟 评分 二颗星 技能2 5 技能3 5 自从转值后 除了可以获得5点自由属性外 每次等级提升 都会少量增加基础属性 而副灵 合体 召唤师的主属性是能量 所有升级每次增加的基础能量 也是最多 并且 每次在狩猎到高级怪物时 还有极低的概率 可以爆出永久增加属性的宝物 这也让他最近的基础属性暴涨 不过随着他的基础属性越来越高 那些永久可以增加基础属性的宝物 效果也越来越弱 现在甚至连续服用10分 都只增加不到一点的基础属性 最近爆出来这种宝物 还有各种经验书 他全部都留了下来 准备下次李军上线时 让他带回去给白燕 上次如果没有感觉错 他们的召唤应该失败了 不过白燕的能力 的的确确对自己生效了 那片白雾空间 应该就是蓝星 他要再试验一次 下一次就让他们召唤一下谢老大 毕竟谢老大那么弱 如果真的可以把那么弱的谢老大召唤回去 那代表这个能力 的确有希望把他也带回去 王莽伸了个懒腰 关掉属性面板 终于升级了 干死我了 他算了算日子 七天已过 李军今天大概又可以上线了 收拾了一下 然后就把大青蟹和黑宝召唤回来 傅林召唤师的宠物屋非常有意思 召唤出来的宠物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无论宠物走到多远 在什么地方 只要再次召唤 就可以瞬间回到召唤师的身旁 就像现在 谢老大一脸猛逼地看着面前的主人 咋突然就一下回来了 自己刚刚找了几只母螃蟹 还没说几句话呢 见到王莽 黑宝瞬间就围了上来 欢快地叫着 现在的黑宝 再也不是当初那只可爱的小蜘蛛了 他已经长到了七八米高 简直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恐怕他这一辈子 都变不成蜘蛛娘了 王莽看到自己的两个小伙伴 心情瞬间好了很多 走啦走啦 今天的工作结束了 我刚刚抓了一只树猪 我们去吃烤肉 随便找了一大块空地 找来一些巨大的树枝树干 一刀爆炎斩 烈火熊熊燃起 王莽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几块上百斤的猪肉 插在一根巨大的树枝上 就在大火中烤了起来 随着他的实力变得越来越强 食量也变得非常大 每天吃一顿饭 都要胡吃海塞一个多小时 而谢老大就简单多了 他直接用自己的大家子 夹起一个汽车大小的猪腿 就学着王莽的模样烤了起来 也不管熟不熟 直接就开始吃 黑宝吃饭则斯文很多 他会从屁股后面吐出黑丝 把巨大的猪腿绑成一个黑简 然后在里面注入某种毒液 只需要十几分钟 巨大的猪腿就会变成果冻一样 吸起来非常带胆 在巨大的篝火中 这顿饭一吃就吃了一个多小时 刚刚吃完 面板中就响起了提示音 李军又上线 打开聊天群 果然是李军给自己发来的信息 王莽同学 还在不 李军小心翼翼地发了一条信息 他对之前恐怖的黑色马赛克人影 还心有余悸 而此时 王莽早就等不及了 搓了搓手 他满脸兴奋 老哥 你终于上线了 终于又有人和他聊天了 君哥 在的在的 吃了没有呀 王莽一聊起来 话就说个不停 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通 李军看着聊天面板 也没有打断他 就一直这样听着 之前 白燕召唤出来的黑色马赛克人影 实在太过诡异 就连他现在也不确定 对面正在一直说话的 到底是不是王莽 或者说 此时在聊天界面中 一直发信息的 其实就是 那诡异的黑色马赛克怪物 一想到那画面 李军只感觉浑身的汗毛 都竖起来了 犹豫了很久 他最后还是打断了对方 你 真的是王莽吗 对啊 君哥 怎么突然这么问 我就是王莽呀 可白燕之前召唤出了一个黑色怪物 你不是王莽 李军突然地质问 让整个聊天界面一下子安静了 两久 李军全身已经冒出了冷汗 对方怎么突然不回复了 他刚刚只是炸一下对方而已 难道是被自己戳破了真实身份 这是要摊牌了 这黑色马赛克怪物 应该不可能从聊天群里面爬出来吧 就在李军紧张不已时 聊天群再次发来的信息 君哥 什么黑色怪物 一直由无数黑色小方块组成的怪物 你不要再装了 我们早就已经发现了你的真身 王莽看着面前的聊天信息 突然沉没了 无数黑色小方块组成的怪物 这不就是他当初进入管理员房间时 所碰到的马赛克人影吗 为什么白燕会通过自己的身体媒介 召唤出黑色马赛克 难道 那道黑色马赛克人影 其实就是他自己 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 王莽没有继续回信息 而是呆呆地坐在谢老大的背上 不对 之前自己是 好像被召唤走了 他还记得当时 自己进入了一个白雾世界 周围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影 所以 白燕召唤的那个黑色马赛克人影 真的是他 在李军他们眼中 自己当时应该就是一坨黑色马赛克 王莽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我的身体应该存在某种限制 所以他们 才无法完全召唤自己 是因为我的固有天赋吗 还是说 因为我等级太高了 所以他们看到的我 其实是打了马赛克后的样子 就像以前他看视频时 有些东西 只有打了马赛克才可以看 虽然道理相似 但是他现在的情况 可能更复杂一些 他必须再用谢老大验证一下 不过有一点王莽非常庆幸 那就是 白燕的天赋 真的对自己有效 也许等白燕的等级慢慢提升上来 他真的可以把自己召唤回蓝星 君哥 我大概明白了 你相信我 我真的是王莽 王莽说着 就跑到谢老大面前 在他腿上敲了点假套下来 君哥 我在拍卖商城 又刮了点东西 你带回去 再试试 既然自己无法完全被召唤回去 那就试试 谢老大能不能被召唤 如果谢老大被成功召唤回去 那代表白燕的能力 就真的可以做到远距离传送 李军看着面前的聊天面板 松了一口气 之前他那套话术 都是国内最顶尖的心理学家设计的 为的就是套王莽的画 他们甚至通过分析 王莽从小到大的性格 说话方式 等来预估了之后的对话 现在看来还好 这王莽大概率 还是之前那个王莽 并不是什么黑色怪物 至少他的反应 全部都在心理学家的预估范围内 王莽看李军不回复信息 怕他不相信自己 赶紧又发了条信息 君哥 拍卖商城挂的 是我宠物的没见 你拿回去试试 看看能不能成功召唤 他是一只小螃蟹 实力非常弱的 估计可以召唤回去的 我自己的情况有些特殊 我在研究研究 看看是啥情况 等了一会儿 李军就回来信息 好 我再相信你一次 王莽看着李军 终于回了信息 松了口气 想了想 他把自己空间背包中 提前准备的经验书 和永久增加基础属性的宝物 拿了出来 君哥 我最近攒了一些经验书 和永久增加基础属性的宝物 你帮我拿回去送给白燕 帮他提升一下实力 算是我的一些小小的心意 说完 他又开始不停翻空间背包 天天杀那么多怪物 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很快 他又找出几本白色品质的技能书 技能书报的概率非常低 他猎杀了这么多怪物 也才爆出十几本白色品质的技能书 和五本蓝色品质的技能书 不过他都留着 没有用 毕竟通用技能蓝只有三个 他必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技能书 而且现在他的实力已经够强了 并不急着做出选择 拿出六本技能书 他再次挂到了拍卖商城 君哥 我还挂了几本技能书 你先选一本 然后帮我送给翔哥和白眼艺人一本 剩下的麻烦君哥送给我家里人 然后他还拿了一部分 自己用不上的蓝色品质的装备 和一百份紫色材料 全部挂到了拍卖行 君哥 我在拍卖商城 又放了一些装备和材料 这算是我无偿捐给国家的 我绝对不是什么怪物 请你相信我 看着王莽不断发过来的信息 李军其实早就没有怀疑他了 不过他还是没有回话 与王莽保持着距离 作为一个朋友 他可以相信王莽 但是作为一个军人 他必须要对身后十几亿人负责 即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他也要时刻保持警惕 如果对面的王莽 真的是那黑色马赛克怪物 而且还像游戏世界的怪物一样 无法被杀死 那他的降临 肯定会导致真正的世界末日 他不敢躲 王莽发完信息后 等在聊天界面前 但李军一直没有回复 看着拍卖商城的几个包裹 很快就消失不见 他失望地关掉了聊天界面 君哥好不容易来一次 这看样子是聊不了天了 哎 还是打乖去吧 王莽起身 望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巨大森林 他让黑宝和谢老大两个自由狩猎 而自己却一个人冲入森林中 不断往岛中心而去 在树之间不断跳跃穿梭 路上要是碰见不长眼的怪物 就直接一拳打爆 几个月走过来 通过不断地努力 他早就变成了这片森林的霸主之一 已经很少有怪物能对他造成威胁 王莽一路穿梭 速度非常快 一直跑了一个多小时 他才收敛气息 慢慢放低了速度 几个跳跃 他就来到了一棵百米巨树的树顶 往前望去 只见远处出现一片巨大的凹地 在了凹地最中间 有一棵极其庞大的枯树 屹立在那里 这曾经应该是一棵 高约几千米的巨树 就仿佛世界树一般 但现在 它好像被某种生物从中撞断了 已经倒塌在地 变成了一堆枯木 王莽望向巨树的方向 在大树底下 一只身高超过百米的黑色巨猿 正坐在树下 这正是他之前 碰到过两次的黑色金刚 他还记得自己 刚刚穿越过来时 躲在石缝中 当看到这只百米高的 黑色金刚石石 他震惊地瑟瑟发抖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谁能想到几个月后 自己却站在了 这黑色金刚的面前 想要狩猎这种恐怖的巨物 王莽站在树顶上 眼神炯炯 透露着兴奋之色 自从转值后 他的实力就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即便狩猎五十米级的 超级怪兽 他也从来没有拿出 自己全部的实力 这只黑色金刚 他早就想试试了 如果放在游戏里 这玩意绝对就是 通关boss般的存在 无论是那庞大的体型 还是他周围 宁而不散的黑色气势 都在向王莽诉说 这玩意绝对非常强 强到离谱的那种 不过也正是因为 这种强大 才更让王莽更加兴奋 他一直站在树顶上 观察了许久 但却并没有动手 而黑色金刚 对于像小虫子一样的王莽 也完全没有任何兴趣 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一直静静观察了很久 转身 他很快就消失在森林中 虽然他早就觉得自己 可以成功狩猎 这只百米级的黑色金刚 但他却一直忍着 没有动手 自从通过那张紫色卡牌 进入了管理员的房间 他便在心中 生出了一丝警惕 特别是从李军口中 得知了黑色境地的变化后 他才知道 在自己提升世界等级的那一刻 蓝星的黑色境地 扩大了一倍 无论是游戏公测 还是黑色境地的扩大 这种种变化都说明 他与蓝星 其实有着某种关联 自己的一些行为 可能对蓝星 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也是他不敢轻易 狩猎这只黑色金刚的主要原因 他有预感 如果自己杀了这只百米巨兽 蓝星很有可能迎来重大变化 再等一等吧 等玩家们再发育发育 王莽叹了口气 远远离开了黑色金刚的领地 然后他再一次化为赤色的肌肉巨人 无数的蜘蛛怪物 从他的影子里面不断攀爬出来 向森林四周扩散 很快 杀戮再次开始 就这样 三天后 又到了玩家下线的时候 这一次 王莽并没有与李军打招呼 因为他知道 对方并不相信自己 他打开聊天界面 默默地看着李军的头像 变得暗淡 有些失落 李军带着谢老大的一些假靠碎屑 回到了蓝星 他回来的消息 第一时间就被告知了 最高议会和826局 很快 零号计划再次启动 几个小时后 还是上次那个山谷 还是上万人的部队 还是坦克 狙击手摆好阵势 远处 各种导弹已准备就绪 甚至这一次 还提前解锁了核武器 已被不时之需 虽然心理学家分析 王莽可能并没有变成怪物 但他们必须要以防万一 很快 白燕再次站在了正中间 媒介材料消耗 召唤再次发动 随着能力的发动 白燕周围的空间 突然开始剧烈地扭曲 一道巨大的身影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十几米高的庞大身体 轻易可以加断坦克的剧前 当看到这只巨大的 青蟹身影后 在场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上万的枪口 全部对准了他 这种巨怪他们太熟悉了 至少要超过上百名玩家一起 才可能把他斩杀 李军站在一旁 目瞪口呆 零号玩家不是说 只是一只小宠物吗 这几层楼高怪兽 哪里小了 他是不是对小有什么误解 旁边 王少将看着面前的巨怪 神色紧张 但是又满脸兴奋 零号玩家的宠物 真是超乎他的想象 这只螃蟹很强 比他们之前 遇到的20米级的超级大青蟹 还要更强 它和其他的精英级大青蟹不一样 在他身上的甲铐上 有着各种繁琐的黑色纹路 无论是外形 还是甲铐的质感 它都更加威猛霸气 快 把张凡叫过来 让他和这只大青蟹对话 张凡 一名17岁的高中生 就在一个星期前 他刚刚觉醒三星能力 语言专家 他的能力 可以与任何生物进行沟通 甚至可以与这些怪兽对话 很快 张凡就被人带着过来 张凡 发动能力和他对话 问他的主人是谁 王少将一边激动地对张凡说道 一边不停地观察着蟹老大 这只大青蟹 看来真的是零号玩家的宠物 过来了这么久 他并没有对众人发动攻击 张凡战战兢兢地走上前 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巨大怪物 要不是身后有两个军人扶着他 他怕是已经跪下来了 逼劣 张凡一口气说完 心中非常激动 之前他也和其他怪兽交流过 但那些怪兽根本就不理他 只会说吃吃吃 但今天这只大螃蟹 却完全不一样 他的逻辑很清楚 甚至已经能简单交流了 这难道就是自己能力的打开方式 要是不断通过沟通 他有没有可能 把这只大螃蟹变成自己的宠物 他激动地回头 看了一眼面前的谢老大 这么大哥 肯定很厉害吧 不 是一定非常厉害 张凡由于刚刚觉醒没多久 所以他并不知道零号计划 就在他幻想之际 王少将对背后的几个军人 使了个眼色 张凡瞬间就被拖走了 这张凡的能力还不错 让他也加入乾隆计划吧 就去张小龙他们族 是 王少将说完 回头眼神热切地 看着面前的谢老大 零号玩家没有死 白燕的能力 也确实可以召唤 虽然现在 他们只能召唤出 零号玩家的一个小宠物 但只要白燕的实力不断提升 他相信 他们早晚可以 把零号玩家召唤回来 而且 他能感觉到 这只螃蟹 非常强 张小龙 你带着白燕和你的小队成员 现在就去11号禁区附近 那里有一只 刚刚突破包围圈的 20米级的超级巨蛙 就让我们看看 这只大螃蟹的实力怎么样 很快 张小龙就带着白燕几人 坐着飞机离开 前往11号黑色禁区 一片山区中 一只恐怖的巨蛙 在山间不断跳跃 他每一次跳跃 都可以飞出百米之外 速度非常快 坦克部队被山地阻拦 无法对他进行阻击 只能靠空中部队 才能勉强拖住他的步伐 但最多一个多小时后 他就会进入周围的 一个18线小城 而城中现在 还有部分人员没有撤离 就在华夏军 几位指挥官 眉头紧锁之时 一道消息突然传了过来 所有地面部队撤退 所有地面部队撤退 上面派的超能者 玩家小队已经赶到 请赶快离开战场 随着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才发现 在不远处 突然出现了一只 十几米高的巨大倾泻 他全身上下 都长着黑色的纹路 两只钳子格外巨大猙獰 此时 他的八条巨腿 正在飞速交替 在凹凸不平的山地上 如履平地 对面 二十米级的大嘴蛙 突然停了下来 他看着气势汹汹而来的谢老大 有些不安 虽然谢老大的体型 比他小上很多 但是常年生活在怪兽世界的 他却极端敏锐 这只大螃蟹 是变异了的稀有怪物 绝不是普通的大青蟹 呱 腹部急速胀大 一声巨大的蛙鸣 在空中响起 食指般的声波 在四周扩散 这是大嘴蛙的警告 他想要用体型震慑住谢老大 但对于这声警告 谢老大完全没有在意 他从小就跟着王莽 别的东西没学会多少 就只学会了莽 不服就干 干不过 就苟着发育后 再回来干 特别是成为王莽的召唤兽后 他拥有了无限复活的能力 这让他的莽之力 更上一个台阶 在森林中 就连百米巨兽他谢老大 也敢莽上去 虽然每次都被一巴掌拍死 但他谢老大就从来没耸过 反正也死不了 谢老大猛的一个加速 速度又快得三分 大嘴蛙看着还在不断 迅速接近的谢老大 眼神闪过一丝阴望 他双腿的肌肉不断膨胀发力 身体也开始慢慢调整方向 一瞬 脚下的土地突然崩裂 只见飞身一跃 满是尖牙的大嘴 就向着谢老大咬去 他大嘴蛙在森林里纵横多年 大青蟹也吃过不少 他怎么会怕 而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谢老大胸前的两个大家子 突然挥出 划出了两道残影 曾经 他只是一个沙滩上的小螃蟹 甚至还被很多螃蟹嘲笑 但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他早就不是当初那个谢老大了 无数个日日夜夜 他在油灯下不断挥舞着钳子 一拳 一拳 又一拳 他现在 超强 只见谢老大双前如舌头出洞 速度极快 一下就把巨蛙张开的大嘴上下夹住 大嘴蛙拼命用力 想要一口咬下 但两个大钳子一上一下 把他的大嘴夹住了 让他动弹不得 逼裂 一声巨吼 只见谢老大双族张开 双前用力 直接就把二十米级的大嘴蛙高高举起 犹如霸王举顶 然后他巨大的钳子猛地分开 瞬间就把二十米级精英大嘴蛙 从中撕成了两半 鲜血喷洒而出 如大雨倾盆 无数的内脏血肉 洒落在谢老大甲铐上 让他庞大的身体更显猙獰 远处 所有围观的华夏军都呆愣在一旁 这只大螃蟹 好强 这可是二十米级精英超级巨蛙 居然就被他一招就直接撕成了两半 这到底是什么怪脸 旁边的张小龙等人也全部瞠目结舌 这只螃蟹到底是什么等级 这实力也太恐怖了吧 自从张小龙加入零号计划 他就得知 在华夏其实还有一个极为神秘的零号玩家 而当初游戏公测出现的第一个实际玩家 其实就是零号 为了获得十份紫色材料 零号计划几乎发动了华夏国所有的玩家和军队 死了非常多的人 他其实有时候也不理解 不就是一个玩家吗 至于花这么大代价去召唤他 但现在 他理解了 零号玩家有多强 他不知道 但这只大螃蟹 真是超乎想象的强 826局地下秘密基地 会议室中已经坐满了人 所有人都看着屏幕中的直播画面 谢老大的强势击杀 直击他们的心灵 实在太强了 最近一段时间 不断有怪物逃出包围圈 这让全国上下手忙脚乱 社会也出现了很大的动荡 而特别是这种超级巨蛙 它们体型巨大 速度非常快 实力更强的可怕 而面对这种巨型怪兽 只能靠人海战术 拿命去堆 已经有很多军人和超能者玩家 死在了他嘴中 今天 视频中的这只大螃蟹 居然直接轻易地秒杀了这种恐怖巨兽 这就是零号玩家的那只宠物吗 好强 这肯定是零号玩家精心培育的召唤兽吧 太好了 有了这只大螃蟹 黑色禁区的防卫压力会小更多 很快 一道道命令 就从826秘密基地传达出去 这让张小龙和白燕他们 开始忙碌起来 自从上次黑色禁区猛地扩大两倍后 怪物入侵的频率更加频繁 这让华国的招兵计划 不得不提前上马 现在想要成为超能者玩家 除了通过武考 其次当兵也可以优先获得玩家资格 当然 要是会变异觉醒 也会变成特招人才 可即便武考在不断扩招 华夏的士兵 也有很多转换成了超能者玩家 但超级怪兽的入侵 还是让局势再不断恶化 而现在 谢老大的出现 终于让这个局面得到了缓解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张小龙带着白燕坐着飞机 不停在国内到处飞行 充当着救火员 只要有黑色禁区逃出来的超级巨兽 他们就让白燕去召唤谢老大 而所有的超级巨兽 都不是谢老大的议和之敌 几乎一见面就被谢老大顽虐 甚至凭借着超强的力量 看着手中的大量视频 里面全部都是谢老大强势 击杀各种巨型怪兽的画面 这只螃蟹 真的是太强了 它几乎可以在蓝星横着走 没有任何生物是它的对手 据最新的数据报告 它甲靠的硬度 已经超过了钛合金 它夹子的咬合力 已经达到了鳄鱼的1000倍 它的食速 已经超过了800千米每小时 利用紧握手中的报告 它有些庆幸 幸好这谢老大 是零号玩家的宠物 如果谢老大 是一世界入侵的怪兽 恐怕华夏国所有的玩家 全部出动 都不一定能把谢老大拿下 他看了一眼面前的视频 里面不断播放着 谢老大大发神威的样子 你们去把这些视频剪辑一下 把它们做成招兵宣传片 我希望在明天早上 每个人的手机上 都可以看到这条短片 是 随着周围的人全部退去 李勇再次拿起零号计划 他们举全国之力 想要召唤零号玩家 但最后还是失败 不过也不算完全失败吧 至少他们还召唤 回来一只大螃蟹 一只螃蟹就这么强 那零号现在又会有多强呢 他再次拿出零号玩家的所有资料 一遍又一遍地翻看 他要找到零号玩家的不同之处 次日 张凡打开手机 手机中瞬间弹出一段视频 只见在画面中 一只二十米左右的超级树珠 正在城市中大肆破坏 成百上千的华夏军 正在用各种方法阻击他 但是收效甚微 在游戏规则的保护下 他根本就无法被杀死 就在所有人束手无策之时 突然 画面一转 他身材纤细 一顶大大的帽子 遮住了他的脸 看上去若不经风 而在他身旁 一只十几米高的巨大青蟹 正站在他的旁边 默默地守护着他 柔弱的少女 铁甲一样的巨兽 这巨大的反差 震撼着所有人的心灵 刚刚还在城市里 大肆破坏着树珠 突然安静下来 很快 两只巨兽就猛地撞在了一起 只是一个回合 谢老大就大发神威 把树珠夹死在地 看着手机屏幕中 大发神威的谢老大 张凡只感觉心好痛 之前他还想通过自己的能力 把这只超强的大螃蟹收服 结果 后来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只不过是个工具人 因为自己的固有天赋 是语言专家 可以和谢老大交流 所以当时 才安排自己过去 而这个超级巨蟹真正的主人 其实是华夏国等级最高 天赋最强的空间召唤师 白燕 看着手机屏幕中 那只大发神威的巨蟹 张凡只能流下羡慕的眼泪 不过还好 陈校长昨天找他单独谈话 说是上面 正准备以白燕为核心 打造一支 华夏国最强的王牌小队 而他因为天赋特殊 可以和谢老大交流 所以有幸成为 其中的一名替补队员 张凡又看了一眼 手机中那个瘦弱的少女 没想到啊 当初那个在树下咬牙 坚持的残疾少女 最后居然成为了 华夏国最强的超能者玩家 成了让他仰望的存在 真是世事无常 收回思绪 张凡不再多想 他急急忙忙的 就跑到了海鲜市场 买了一捆大闸蟹 又买了一捆大青蟹 而且全部都是母的 作为谢老大的专属翻译官 他昨天和谢老大聊天时才知道 原来谢老大非常的寂寞 他曾经有个女朋友叫咪咪 因为一些原因 他们不得不分隔两地 所以今天 他特意挑了点母大闸蟹 和母大青蟹 虽然和谢老大比 个头是小了点 但拇指姑娘 他也总是个姑娘 过过眼影也是好的 最近他也想通了 自己觉醒的天赋 只是三星天赋 语言专家 就这种垃圾天赋 恐怕这辈子 都没有机会成神做祖了 所以 他决定以后 多和谢老大打好关系 这只螃蟹这么强 万一以后成了谢天帝 搞不好自己会成为 他座下的第一童子 到时候 他张凡还不是一样起飞 这样一想 他心里瞬间舒畅了很多 脚步都变得欢快了 就在张凡提着两捆螃蟹 进入基地后 几辆军用装甲车 缓缓来到了 玄山超能者高校 此时 陈校长正坐在办公室中 手中拿着一份资料 就在前几天 上面已经正式决定 组建华国王牌小队 随着黑色禁区中 越来越多的超级怪兽 突破包围圈 普通玩家的作用 也越来越不明显 华夏国急需一批 最顶尖的超能者玩家 去狩猎那些超级怪兽 而经过几个月的磨合 很多玩家的数据 已经被他们掌握 可以说 这次筛选出的王牌小队 无论是天赋 品性 能力 都是玩家中一等一的存在 也只有这样精英中的精英 才值得更多资源的倾斜 而上面的决定 是组建18支王牌小队 其中 14支王牌小队 会分别镇守 在14个黑色禁区附近 而剩下的4支王牌小队 将是华夏国 最强的超能者玩家 他们会作为救火员 哪里需要 就去支援哪里 而华夏国的 第一王牌小队 已经确定 就是以白燕为核心的第一队 谢老大最近的表现 有目共睹 他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上面也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陈校长一边喝着枸杞茶 一边看着手中的资料 而今天 将会有两位非常特殊的 五星天赋玩家过来 他们就是上面 给白燕特意准备的队员 陈校长揉了揉头 这两个可都不是安分的主 恐怕等一下 够他头疼的了 几辆军用皮卡车 停在悬山超能者高校的门口 一矮一高两道身影走了出来 矮的只有一米六左右 满头碎发 染得金黄 即便穿着军服 也掩盖不住身上的脾气 另一人身高接近一米九 身材修长 戴着眼镜 文质冰冰 嘴角总是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笑 两人一下车 就直奔陈校长的办公室 气势汹汹 很快 两人就破门而入 一下子就冲进了陈校长的办公室 满头金色碎发的郑天霸 虽然长得不高 但浑身都是傲气 只见他双手插兜 用鼻孔对着陈校长 一脚就踩在了办公桌上 不屑地问道 告诉我 白燕在哪里 陈校长坐在办公桌上 喝着枸杞茶 不为所动 这两人他早有耳闻 性格都非常糟糕 要不是他们两个 都觉醒得超强的五星天赋 国家根本就不会 把他们纳入乾隆计划 但现在毕竟是特殊时刻 而且他们的性格虽然糟糕 但至少不是反国家反人类 只是有些年少轻狂罢了 陈校长喝着枸杞茶 淡定地说道 你们两个长途跋涉的 估计也累了 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休息的地方 等你们休息好了 明天就可以见到你们队长了 郑天爸死死地盯住陈校长 看他一直不为所动 才冷哼一声 扬门而去 什么狗屁校长 不过只是个普通人 出门后 一位女兵走过来 为他们引路 而郑天爸的脸色 一直都阴沉沉 他看了一眼旁边 还笑眯眯的眼镜男 有些不爽地问道 淡定 你还笑得出来 你就没有一点想法吗 淡定笑了笑 他的眼睛一直都眯着 让人也看不出他内心的想法 能有什么想法 服从命令呗 哼 你少来 郑天爸冷哼一声 便不再言语 就在前几天 上面突然把他调离 让他去组建第一王牌小队 一开始他非常高兴 但得知队长居然不是自己后 他便一直耿耿于怀 自己可是觉醒了 五星固有天赋的超级玩家 而且还是第一批初始玩家 他的五星天赋 可以说是所有玩家中最强的一批 不 他的能力 就是最强的 没有之一 而现在 上面居然让他去给一个女人当狗腿子 这怎么可能 他郑天爸 这辈子都不可能给别人当狗 就算是现在和国家合作 也不过是各有所需 互相利用而已 虽然那白燕召唤的螃蟹 的确非常强大 但他毕竟是一个垃圾的召唤师 成长潜力有限 而自己的五星天赋 却有无限可能 甚至越到后期 他的实力会变得越来越强 真不知道 上面那群庸才是怎么想的 简直无法理解 明天 他就要亲自去挑战白燕 就算那只螃蟹再强 又如何 只要自己能把身为召唤师的白燕 亲自拿下 一样 还是自己赢 在华夏国的地下防空洞中 白燕正躲在张小龙的背后 他有些害怕 面前这两个人虽然穿着军服 但看上去都不像什么好人 特别是对面的郑天霸 他怒目横视 死死地盯住白燕 好像要把他生吃了一样 看着面前瑟瑟发抖的白燕 郑天霸心中的怒火 更加熊熊燃烧 这 就是华夏国最强的超能者玩家 开什么国际玩笑 这女人一看就弱得要死 不管她的能力如何强 只是这种星星 就绝不可能成为强者 强者就应该像他这样 有着超强而变态的天赋 有着坚定而勇往无前的信念 在面对强敌时会兴奋而颤抖 在面对绝境时 绝不退缩 白燕 你太让我失望 你不配成为华夏国最强的超能者玩家 说着 郑天霸就站在了高台上 不懈地指向白燕 上来和我打一场 你赢了 才有资格去当这个队长 张小龙看着面前的臭小鬼 有点不爽 这是哪里来的臭小子 这么狂拽 白燕 别怕 上去教训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白燕看着张小龙怯生生地上了台 他真的不喜欢战斗 而陈校长站在一旁 看着郑天霸笑了笑 郑天霸 原名正元 17岁 自从成为玩家并觉醒五星天赋后 他就不顾家人的反对 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郑天霸 虽然性格上有些傲气和中二 并且不太服管教 但实力的确是超强 三观也还比较正 他的五星固有天赋 刷新 只需要消耗一些能量 就可以无限刷新自己的技能 可以说堪称神技 他不但天赋极强 对战斗也极度渴望 华夏鼓舞秘技的修行 也非常具有潜力 可以说 他就是华国中最顶尖的一批超能者玩家 但是 陈校长摇了摇头 在谢老大面前 他还是太弱了 高台上 战斗一触即发 只见白燕双手放在胸前 瞬间就把谢老大召唤了出来 看着面前十几米高的巨物 郑天霸心中一点也没有慌张 反而更加兴奋 他转头看了一眼 躲在谢老大背后的白燕 有着不屑 想要打败这只超级巨蟹 对他来说的确很难 但想要打败白燕 轻而易举 白燕 这只螃蟹的确很厉害 但你知道 我的能力是什么吗 郑天霸猖狂一笑 手中慢慢升起一个拳头大小的火球 我的能力可是无限刷新啊 手中的灼热火球不断旋转 这是他新手宝箱中 开出的小火球之术 虽然他的威力 只是相当于一颗手榴弹 但是配合自己的固有天赋 刷新 只要能量足够 他便可以无限发射火球 他 就是这世界上最强的法研 无限活力模式 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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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个火球 不断在正天霸的手中生成 连续不断地向着谢老大飞涌而去 恐怖的爆炸声响起 火光四射 看得人睁不开眼睛 可剧烈的爆炸声过后 面前的谢老大 却毫发无损 自从王莽转之后 虽然只给他提升过两次天赋潜力 但也让他成为了紫色稀有品质的怪兽 是和当初黑金蜘蛛一样的超强怪兽 火球这种攻击 根本就不可能破他的防御 就是再多也一样破不了 谢老大举起一只大家子 扒拉着脑袋 一脸猛逼地看着面前的正天霸 逼你 这只两脚兽 为什么要对自己一直吐口水 咦 好恶心 突然 一道巨大的水泡喷涌而出 速度之快 只见黑影一闪 蹦 一声闷响后 正天霸瞬间就飞出几十米开外 双手撑地 疯狂吐血 跪在地上 正天霸满脸震惊不已 不敢相信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只螃蟹的水泡这么快 刚刚那一下 它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这只大螃蟹和那些精英级大青蟹 完全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存在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么强 正天霸猛抬头 一边不停吐血 一边满脸疯狂的怒吼 只见它把手掌缓缓放在胸口 刷新 故有天赋发动 正天霸身上的伤势 瞬间就恢复如初 它的天赋 不但可以刷新技能 更是连自身的状态都可以刷新 只要能量不耗尽 它就有无数条命 可惜它的刷新天赋 不能刷新自身的能量 不然它正天霸 还何必和国家合作 白燕 刚刚只是我大意了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失恋 正天霸手中再次漂浮起一颗赤色的火球 它疯狂大叫 不相信自己就这么轻易地输了 它刚刚吼完 谢老大的身形就动了 八条巨腿飞速交错 卡车大小的巨钳 划出一道残影 蹦 只是一瞬 超巨型的钳子就砸在了它身旁 吐石飞溅 把地面都砸出了一个深坑 刚刚还在大声叫嚣的正天霸 突然安静下来 它双眼大睁 愣在一旁 这只螃蟹的速度太快了 自己刚刚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如果不是这只螃蟹手下留情 它恐怕现在已经被砸成了一滩肉泥 空间收缩 谢老大瞬间消失在原地 白燕害怕地从高台上跳下 它紧张地看着对面 我不是故意的 正天霸跪坐在地 一动不动 低头沉默着 陈校长看差不多了 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当起了何事老 天霸 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 你不可能赢白燕的 正天霸跪在地上 低着头 不为所动 陈校长摇了摇头 这孩子以前还是泰国一帆风顺 没有受过社会的毒打 很快众人散去 只剩下正天霸一个人 孤零零地跪坐在高台上 身材修长的淡丁站在角落里 他推了推眼镜 看着白燕离开的方向 根据他目前的了解 全球最高的觉醒天赋 就是五星 而作为华夏国官方 推出的最强超能者玩家 白燕的天赋等级 一直是个谜团 不过 从刚刚看来 他召唤的这只螃蟹 比视频中看到的更强 恐怕 他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 召唤类五星天赋 但丁深深看了一眼 白燕离开的方向 眼睛眯起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过了一会 他回头又看向高台上的正天霸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家伙的天赋虽然不错 但就是脑袋有点毛病 喂 郑天爸 你还要在这里跪到什么时候 走了 唉 郑天爸的身体突然弹了起来 他拍了拍膝盖 一本正经 面无表情 刚刚那群人太没有礼貌了 也没人喊他一声 给他一个台阶下 害他跪了半天 腿都骂了 次日 以白燕为核心的第一王牌小队 终于成立 陈校长拿着手中的名单 满意地笑了笑 只可惜 零号玩家不能回来 不然这第一王牌小队队长 非他莫属 叹了口气 陈校长就把李军喊了过来 并把一些提前准备好的东西 交到了他手中 今天又到了可以穿越的日子 这些是他家人给他拍的视频 还有他之前要求的所有东西 都给他准备好了 你告诉他 国家肯定不会放弃他的 让他坚持住 白燕早晚会把他召唤回来 李军点头 他带上东西 拿出十份紫色材料 很快又穿越到了荒岛中 此时 王莽正在森林中 他已经变身成一个 十米高的超级肌肉巨人 浑身赤红 气血像热浪一样四散开来 大量的蒸汽在他身体旁环绕 天空中 无数夸张的水滴 从万米高空中砸落 这倾盆大雨 就像末日天灾般 看得人心惊胆战 但王莽站在一颗巨石上 完全无视周围的倾盆大雨 此时 不管再大的雨 也浇不灭他心中燃烧的火热 因为在他对面 正是那只百米级的黑色金刚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这荒岛中太寂寞了 太压抑了 上次李军突然的疏远 有可能会让他永远失去 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这也让他心中压抑许久的情绪 浮上水面 最近 他总感觉这脚下的地面 随时会出现什么恐怖存在 把他拉入深渊 他必须去战斗 他必须重燃内心的火热 五十米级的巨怪 已经无法满足他了 他需要和这百米级的黑色金刚 来一次生死对决 就在他准备动手之时 面板突然响起了提示音 最后 王莽和那只黑色金刚 还是没有打起来 因为 李军上线了 外面倾盆大雨 一棵巨树下 一只巨大的倾泻挡在树洞门口 把雨水都挡在了外面 王莽躲在树洞中 打开聊天界面 正拉着李军噼里啪啦的聊天 甚至把上次没有说的话 全部补了上来 一直讲了三个小时废话 他们才说到正式上 王莽同学 上次你让我带的东西 我全部都给你带过来了 里面还有你家人 给你拍的最新视频 我已经一起放在了拍卖商城 家人的视频 王莽愣愣地听着这几个词 喃喃自语 家人 好遥远呀 他明明离家才几个月 怎么感觉就像过去了几十年一样 在这座荒岛中待的时间越长 那种时空错乱之感 就越发明显 这座荒岛对他的影响越来越深了 特别是在游戏公厕之后 所有玩家下线 那种时间错乱之感更是明显 王莽揉了揉眼睛 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了几百分的紫色材料 经验书 还有不需要的蓝色装备 全部挂到了拍卖商城 这是他最近一段时间 狩猎怪兽所获得的一部分 家书迪万机 在他看来 这些珍贵的材料 都不如这段视频重要 从拍卖商城中 拍下李军带来了包裹后 他便退出了聊天界面 打开手机 熟悉的面孔 熟悉的声音 他的家人隔着屏幕 再次与他相见 外面大雨倾盆 树洞中 那个让森林所有怪兽 都闻风丧胆的两脚兽 正泪如雨下 次日 雨过天晴 阳光从树叶间洒落 谢老大在巨大的树根上爬行 而王莽正躺在小木箱中 惬意地拿着手机玩了起来 这是他以前上学时用的手机 里面还有各种单机游戏 没想到 昨天李军居然把他也带了过来 晚起曾经玩过的游戏 他的身心从未像这样放松过 自从来到荒岛后 他就一直在杀杀杀 杀杀杀 从来没有停止过 累了 就一个人做饭吃 无聊了 就一个人对着谢老大和黑宝 没有那么孤独才对 而这也是他当初选择 召唤师职业的原因之一 但这座荒岛却有大问题 他在无限放大自己的孤独 他不知道 到底是这座荒岛有问题 还是这整个世界都有问题 昨天幸好李军来得及时 不然他恐怕已经 与白米级的黑色金刚打起来了 当时 在他走的时候 那只黑色金刚 一直盯着他的背影 没有上前 恐怕这只黑色金刚 也知道自己不好惹 他虽然有些遗憾 不能与这样的超级巨兽 来一场生死搏斗 但他也有些庆幸 当时没有真的动手 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预感 只要他杀死那只 白米级的黑色金刚 他就会得到一个线索 自己恐怕会再一次见到 那黑色马赛克人影 同时 他也能预感到 杀死这只黑色金刚后 蓝星肯定会发生某种变化 他的家人和朋友 可都还在蓝星上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去贸然狩猎 这只白米级的黑色金刚 昨天 是他实在忍不住了 才差点动手 不过还好 李军来得及时 还给他带了不少好东西 用手机打了一把 单机版的 王者农药 他又开始追最新的动漫 这些全部都是 李军给他带的 甚至连他电脑中 收藏的几十个G 也全部带过来了 以后终于不用再看 翔哥的欧美片了 双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次李军带过来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娱乐向的 估计是害怕 我在这边太无聊了 真是个好人啊 王莽感慨一声 打开手机 又开始玩游戏 最近他决定放松放松 先把状态调整好 此时 谢老大正左右 背着几棵树和灵植 背上背着一口大木箱子 他在巨大的树干上行走 走路非常横 两只家子耀武扬威 走起路来如皇帝出行 最近 他在蓝星杀疯了 并被一群像主人一样的 梁角兽恭维着 过着帝王般的生活 不但有梁角兽 给他做美味的食物 还有一只会说螃蟹语的梁角兽 天天在他耳旁 说一些好听的话 让他浑身舒坦 可惜那边的螃蟹太小了 不然人生就真的完美了 谢老大一边回味着蓝星的幸福生活 一边非常小心地在树根上爬行 主人正在休息 他必须走得小心又稳健 不然 等下不小心晃到主人了 搞不好又要被主人打一顿 虽然老是被主人打 但谢老大还是喜欢和主人在一起 当主人的做起 他喜欢背着主人一起冒险的日子 逼里 逼里 谢老大一边开心地哼着歌 一边在森林里一路前行 周围只要见到他的怪物 都会睁大双眼 满眼惊恐地逃走 就连那些20米 30米 50米的超级巨兽 在见到谢老大之后 也都会使出吃奶的力气 拼命狂奔 因为他们知道 在这只奇怪的螃蟹背后 总是会爬出一只小只的两脚兽 而那只两脚兽 非常可怕 吃怪兽 连骨头都不带土的 谢老大一直爬到 一棵高大的椰子树下 两只夹子拼命地撞击树干 很快 一个房间大小的椰子 就掉了下来 谢老大用夹子夹住椰子 然后恭敬地递到了王莽面前 王莽把手掌贴着椰子 开始使用分解技能 很快 面前房间大小的椰子 就化作点点星光消失 丁 消耗30金币 分解成功 获得110份叶脂 70份叶果 在这次荒岛中 他一直在实验着 面板中的各种技能 而分解技能最为实用 通过不断地使用 他发现 分解技能 不但可以分解各种怪物的尸体 甚至还可以分解森林的树木 椰子 石头等 只要这是荒岛中的任何物品 他都可以分解 除了宝箱之外 但奇怪的是 分解怪物的尸体 不需要消耗金币 分解那些树木石材 居然会需要消耗额外的金币 王莽看着手中 被分解出来的一份份叶脂 有些失神 其实他早就感觉出来了 这个分解技能 会消耗能量 分解怪物尸体时 虽然得到的材料 是精炼过厚的 但还是有部分怪物的身体 会凭空消耗掉 这便是分解的代价 而分解椰子 树木 石材等 因为达不到消耗标准 所以必须要提供额外的金币 但金币其实大部分 都是用怪兽材料和血肉 在拍卖商城换取的 也就是说 面板里面所有的功能的使用 甚至连拍卖商城 其实都是在不断地 回收怪物尸体 那这些怪物尸体 又去了哪里 他从空间背包中 随手拿出一份 刚刚分解的叶脂 插上吸管 喝了起来 这玩意 不但用瓶子装着 居然还有吸管 真是太离谱了 但从这些也可以发现 这分解技能 就好像专门为人类定制而成 王莽喝着叶脂 思绪飘向远方 这个世界有太多谜团了 很多事 他根本就不能声响 谢老大一直背着王莽 在森林里前行 速度非常快 很快 他们就来到 一处开阔的空地 在这座荒岛中 除了沙滩 就是巨大的森林 只有这个地方 是一片空地 这里非常特殊 这片空地很大 所有的植物 好像因为什么原因 不敢在周围生长 在空地的中间 还非常有规律地 树立着这九棵超级巨木 每一棵都超过了千米 甚至在最中间的那棵巨树 已经直插云霄 而在这些巨树下面 还长着各种高矮不一的大蘑菇 这些蘑菇小的有几米高 大的甚至已经超过了数百米 它们整齐而有一定规律地 分布在九棵巨树的周围 向众星拱月 不过 无论是这些大蘑菇 还是这些巨树 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它们都变成了 像化石一样石雕 被时光所腐蚀 变得坑坑洼洼 就连那些超级巨树 也只剩下一些光秃秃的主干 王莽站在谢老大的背上 停在了这片空地的外围 没有继续上前 这九棵巨树 和黑色金刚守护的那一棵 非常相似 感觉应该同出一脉 不过这片空地 却没有强大的怪物守护 甚至森林里所有的怪兽 都不敢轻易接近这里 谢老大 趴下来 王莽从谢老大的背上跳了下来 然后把谢老大身上的灵植 和大木箱子也搬了下来 等下他准备让谢老大上去探探路 而这些灵植 可都是他好不容易存的家底 他必须保护好 至于谢老大这家伙 反正死了自己 也可以把他复活 无所谓的 就连这口木箱子 也比谢老大重要一点点 爬到谢老大头上 王莽在他身上 安装一个记录摄像头 这玩意 是他特意让李军帮忙带过来的 一切准备就绪后 王莽歪了下头 对谢老大使了个眼神 谢老大 你去前面给我探探路 改天我给你介绍母大闸线 老大一听 两只树眼直接兴奋地立了起来 开心地把大家子高高举起 便横着冲了出去 逼廉 果然 自己才是主人手下的第一大将 深得主人的宠爱 黑宝那只母蜘蛛 只会羡慕嫉妒他 嘿嘿 很快 谢老大就开心地 冲入巨大蘑菇群中 消失不见 看着谢老大消失的身影 王莽直接搬起自己的大箱子和灵植 回身跳到了一棵巨树上 躲在树荫间 仔细地观察着前方 最近 随着实力越来越强 他也在不停探索这座荒岛 而这块空地 就是周围最特殊之处 之前他已经在周围查探了几次 但每次都不敢深入 虽然他觉得 以现在自己的实力 这片诡异的地方 也不一定能伤到自己 但俗话说 小心使得万年传 何况是在这片奇异的荒岛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 他决定还是让谢老大上去探探路 反正这家伙就算死了 自己也可以把他无限复活 很快 谢老大的身影 就消失在视野中 一直过了很久 周围还是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动静 谢老大就仿佛被这片蘑菇 吞噬了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莽微微皱眉 谢老大是他的召唤物 他能感觉到 这家伙现在还没死 这小子在干嘛 怎么还不回来 等了许久 王莽有些不耐烦了 直接就发动了召唤能力 瞬间 谢老大就出现在他的身旁 只见谢老大的夹子上 一左一右夹着两个白嫩的大蘑菇 正吃得非常开心 王莽走上前 直接对着他夹子上的两个大蘑菇 就使用了分解技能 叮 分解成功 获得蓝色品质白玉蘑菇两份 材料 白玉蘑菇 种类 灵彩 品质 蓝色精良 简介 来自孙之国的神奇蘑菇 具有一定的灵性 效果 服用后 可以快速恢复300点能量 并可以少量永久增加能量值上限 主 当使用者能量值超过500 永久增加能量值上限的效果将消失 评价 二星半 王莽盯着白玉蘑菇的面板属性 喃喃自语 孙之国 这是他第二次看到这个名字 之前第一次击杀巨型食人花时 他便得到了一件奇物 也是来自孙之国 这两件东西 居然有所关联 把玩着手中的白玉蘑菇 之前像雨伞一样大的蘑菇 已经只剩下拇指大小 浑身晶莹剔透 仿佛白玉一般 这居然是极为稀少的 可以永久增加能量上限的宝物 不过他的能量值 早就已经突破了500点 这玩意 好像现在对自己没有用了 还是留给白燕吧 他好像挺缺能量值的 做出决定后 王莽在谢老大一脸忧怨的眼神中 把白玉蘑菇收进了空间背包 收起蘑菇后 他又从谢老大身上拿下摄像头 接通显示器 刚刚记录的画面就都显露了出来 其实在很久之前 他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这座荒岛中待的时间越长 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抑郁 一开始 他以为是自己太害怕孤独 但从他之后的经历来看 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现在的精神 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类极限的数倍 就这种精神强度 如果只是一座普通的荒岛 他一个人待个三 五年是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他还可以对自己使用超负灵 来大量提升自己的基础属性 和精神抵抗能力 但即便这样 他在这荒岛中的情绪 也非常不稳定 回想最开始穿越过来 玩家只能在荒岛中待三天 而后在现实世界休整七天 这明显是特意安排过的 因为幕后之人知道 这座荒岛并不能待太长时间 不然玩家会集体死亡 而他并不想玩家死亡 王莽又想起了 在管理员房间 碰到了那黑色马赛克人影 自己当时问了他的目的是为什么 他回答是想要拯救世界 恐怕想要知道这荒岛的秘密 就必须要再次进入管理员的房间 不过 王莽并不信任那黑色人影 他现在只相信自己 还有自己手中的拳头 收回思绪 王莽紧紧盯着屏幕中的画面 在谢老大的视角中 他不断前行 周围到处都是高矮不易的大蘑菇 这些蘑菇很奇特 它们就像人类的房子一样 中间居然是镂空的 周围还有已经破败的网格 仿佛门窗一样 视频中的画面不断转动 时不时还可以在这些蘑菇房子上 看到一些奇怪的符号 这好像是一种特殊的文字 谢老大的速度非常快 他穿过密密麻麻的蘑菇裙 很快就来到了一棵巨树下 这正是那九棵超级巨树之一 沿着巨大的树根不断向上攀爬 周围可以隐约看见各种文明的痕迹 奇怪的文字符号 像阶梯一样旋转向上延伸的通道 甚至在这棵巨树上 还雕刻着精美的浮雕 仿佛图腾一般 谢老大看着王莽面前发光的屏幕 两只螃蟹树眼咕入一转 他小心地移动巨大的身体 偷偷缩在王莽背后 好奇地看着 正看得起劲 突然王莽一脚就把他踹一番在地 你下次能不能跑慢点 这么重要的资料 我啥也没看清楚 王莽把他瞪了一眼 然后继续看着屏幕中的视角 谢老大委屈巴巴地爬了起来 两只眼睛高高竖起 又偷偷凑了过来 在屏幕中 谢老大在树根上一路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树干下 在那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树洞 就连谢老大庞大的身体 也可以轻易进入里面 而在树洞中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谢老大 他的目的非常明确 进入树洞 一路向前 黑暗的树洞中 前方突然出现一片光亮 淡蓝色的荧光照亮着四周 只见在树洞的最深处 有一片干涸的小池塘 而之后的画面 就是谢老大被自己召唤回来了 这些蘑菇群 怎么好像城市一样 还有那些符号 应该就是某种文字 王莽回忆着视频中的画面 这片奇怪的荒地 居然是某种文明遗址 可惜谢老大刚刚跑得太快了 视频中很多东西都看不清 正当王莽准备让谢老大再去一趟时 谢老大的身体 却突然开始慢慢变淡 然后啪的一声消失不见 看到这个画面 王莽没有惊慌 而是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这是白燕在发动能力召唤谢老大 每次看到 他都只能羡慕极度恨 谢老大这家伙 上辈子是拯救了世界吗 到底谁才是主角啊 王莽失神地看着谢老大消失的地方 喃喃自语 蓝星这是又遇到麻烦了吗 可是谢老大这么弱 不知道这戏狗行不行啊 此时 蓝星 第六黑色禁区外围 炮火连天 战机在天上盘旋 就在半个小时前 第六黑色禁区 突然出现了三只二十米级的超级怪兽 这还是黑色禁区 一只二十米级的超级大清线 一只二十米级的超级巨蛙 一只二十米级的超级黑蜘蛛 与这些超级巨兽同时出现的 还有上百只三到十米级的怪兽 虽然在各种重型热武器的攻击下 这些巨型怪兽不值一提 但如果他们可以无限复活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第六黑色禁区周围的部队 已经用炮火洗地了半个小时 但这也只能把这些巨兽限制在原地 而无法真正杀死 第六禁区周围的高等级玩家 已经集合完毕 等一下炮兵部队会拖住另外两只怪兽 让玩家们先斩杀一只 收到 就在所有人神情严肃 准备行动之时 天边 飞来了一架直升机 一只恐怖的大清蟹 在半空中突然出现 然后从高空重重地砸下 如流星坠地 扬起大量的灰尘 还未等灰尘散去 蟹老大庞大的身影 就从里面飞速地穿透而出 八条巨腿飞速交替 甚至已经滑出了残影 只十几个呼吸之间 蟹老大就与三只巨兽撞在了一起 一时间 土石崩裂 防务倒塌 巨大的撞击声 在千米之外都清晰可闻 远处的炮火已经停止 大量的军队都开始撤离 周围无数人在欢呼 白神 白神终于来了 这就是白神的神级召唤物吗 真的好强 只见战场最中间 四只巨兽打得地动山摇 昏天黑地 蟹老大以一敌三 犹如三鹰战旅部 威风凛凛 大杀四方 虽然他的体型最小 但无论在力量 速度和防御上 他都完全超过了三只巨兽 面对三只巨兽的围攻 谢老大的家子不断挥舞 逆不透风 在怪兽世界 他只是主人屁股下的 一只小小坐骑 总是被那些超级巨兽欺负 但在蓝星 他重拳出击 有我无敌 直接镇压整个世界 立 立 战场最中心 谢老大被三只巨兽团团围住 巨大的钳子 犹如风火轮般 急速旋转 让周围狂风肆虐 八条巨腿 飞速交错横行 吐石飞溅 甚至出现了残疑 在谢老大疯狗一般的打法下 三只巨兽 很快就身受重伤 他们转身而逃 想要再次重新回到黑色境区 可惜 太迟了 两只大钳子相互交错 二十米级的大嘴蛙 就被开膛破腹 八条腿飞速狂奔 很快又追上了 那只二十米级的蜘蛛巨兽 把他斩于马下 最后 那只二十米级的精英 及大青蟹 也没有逃脱谢老大的魔爪 谁让他是只公螃蟹 他谢老大 从来不会对公螃蟹手下留情 被炮火洗礼后者空地中 谢老大拖着三只怪兽的巨大尸体 缓缓前行 在地面上 拖出三道长长的痕迹 他昂首挺胸 威风凛凛 他从出生起 就横着走 除了主人 他谁也不怕 把三只巨兽的尸体 甩在脚下 两只钳子高高举起 谢老大抬头望天 沉默一瞬 突然仰天怒吼 这一声怒吼 直接打开了某个开关 周围所有围观的军人们 都开始举腔欢呼 周围上千名围观的玩家 也沉默了 华夏国最强超能者玩家 白燕 果然恐怖如斯 他不但是华夏国 等级最高的超能者玩家 更拥有召唤神级怪兽的 超凡天赋 这一段时间以来 白燕的大名席卷全国 甚至已经震惊整个世界 随着全球的黑色禁区 不断出现20米级的超级怪兽 各大国已经出现了 大量怪兽伤人事件 短短一个多月 全球就已经超过上亿人 死在了怪兽口中 而且有科学家已经证实 怪兽在不断吞噬人类后 居然还会再次产生进化 实力会变得更强 这个消息的出现 更是让所有国家如坐针毡 就在全球各国 被巨型怪兽不断入侵 惶恐不安时 华夏国却一反常态地安稳平静 甚至华夏国 已经在慢慢步入超能者新时代 进行着全国人民 都向超能者玩家转变中 一直到最近 华夏国已经有近半的军人 都获得了玩家面板 且死亡率也控制得极低 而华夏国能这样 顺利地迎接新时代 这一切的根源 就是因为一个女人 白燕 华夏国最强超能者玩家 他召唤了一只超级巨兽 简直强到不合场里 所有入侵的超级怪兽 都不是那只螃蟹的对手 甚至由于这只螃蟹的帮助 华夏国还活住了不少超级怪兽 用来培养各种特殊天赋人才 天空中 上百架无人机在天空中盘旋 刚刚谢老大所有的战斗画面 都已经全部记录 这些战斗画面被收集后 会通过826局宣传部门的剪辑 然后大肆宣传 之前随着超级怪兽的入侵 华夏国的社会一直动荡不安 但是最近 全国的社会风气 突然出现了重大转变 变得一片繁荣祥和 而这转变的原因 就是因为白燕 他召唤的谢老大太强了 每一次出现 都会以最强的姿态斩杀怪兽 谢老大这种无敌姿态 也让华国民众的信心空前高涨 特别是看到 国外各种超级怪兽肆虐 而国内怪兽一出现 就被谢老大强势击杀 这种鲜明的对比下 更是让大家的安全感爆棚 而白燕 那个每次都穿着一身白衣 神面强大的少女 也成为了所有玩家的最高追求 和华夏人心中的 最强大的守护神 音音 我能不能不去 我有点害怕 白燕一边小声哭着 一边躲在张小龙背后 他又在哭了 一旁的正天霸紧紧握住拳头 轻轻爆起 眼睛都瞪出了血丝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会说给这种女人 华夏国最强的超能者玩家 甚至已经被神化的女人 她被地里居然是一个 天天只会哭的阴阴怪 这尼玛谁能想到 更离谱的是 官方为了维护白燕强大而神秘的形象 更是做足了功课 各种视频剪辑 各种媒体宣传 白燕强大且神秘的人设 已经深入人心 他就算现在去网上直播拆穿 恐怕也会被人喷成狗 上面也太没有眼光了 这些荣耀本来应该是属于我 这白燕的天赋 也只强在前期 一个召唤天赋而已 他根本就没有成长性可言 上面那些人到底懂不懂 我才是中后期的唯一真神啊 正天霸咬牙切齿 他的天赋如此厉害 可这世上的庸才太多 他们根本就无法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总有一天 他会让全世界都明白 他正天霸才是全球最强的玩家 而白燕这个阴阴怪 只会被他踩在脚下 就在正天霸咬牙切齿时 旁边的弹钉却眉头紧锁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发现白燕召唤的这只螃蟹 又变强了 是我的错觉吗 这只螃蟹身上的黑色花纹 好像又变多了 同时 他也有着疑惑 为什么同样是五星天赋 白燕的实力会这么强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而且 华夏国官方的态度也很奇怪 他们对白燕的资源投资 非常夸张 这女人就算不去打怪兽升级 躺在家里 也有源源不断的经验书 供他享用 最近他还发现 这第一王牌战队也非常奇怪 这只队伍根本就是为白燕量身打造 队长 白燕 虽然白燕被任命为队长 但他却根本就不会去指挥队伍 他更像一个挂剑 一个傀儡皇帝 只是这个挂剑的实力 实在是有点超标了 副队长 张小龙 官方的人 为人正派 品行端良 也是队伍里的实际队长 管理着队伍中大大小小的事务 抛开天赋不说 也是他的贴身保镖 队伍奶妈 郑天霸 郑天霸这家伙 上面给他的定位 其实是奶妈 估计也是用来保护白燕的 他的刷新能力 也的确适合当奶妈 就是连头断了 只要短时间的意识尚存 都可以直接刷新复活 神秘队员 张祥 这人有些奇怪 天赋很垃圾 也不知道为什么能进入第一王牌战队 不过 既然上面这样安排 恐怕必有其深意 这个男人一定有其特殊之处 他恐怕在其他方面 有着不为人知的特殊特长 回头看了一眼 在旁边看热闹的张祥 张祥也好像有所察觉 突然转头看了他一眼 并给了他一个和善的微笑 但钉低下头 收回目光 往角落的墙边依靠 这个男人刚刚在警告他 果然 他并不像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预备队员 张凡 天赋语言专家 这人就是谢老大的专属翻译官 一眼看透 其次还有几个预备队员 都是具有能量回复天赋的玩家 他们基本都是为白燕服务的 推了推眼镜 他看着被张小龙不停安慰的白燕 上面的人都是老江湖 这样的安排肯定是有意为之 白燕明显有很大的性格缺陷 但上面居然对白燕这么有信心 这还真是有趣 到底是为什么呢 但钉坐在角落里 不着痕迹地看着还在抽气的白燕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秘密 此时 826局 报告 据最新数据统计 我国的军队 已经有接近六成全部获得的玩家面板 其中 觉醒天赋的只有万分之1.23 报告 最近一周内 我们在全国上下 又找到了超过5000名自然觉醒者 报告 第二次舞考已经圆满结束 一共收录了12万5000多人 他们已进入各大军区和超能者高校 开始展开特训 报告 之前拒绝和官方合作的初始玩家 已经找过来三次 他们想要获得进入黑色禁区的资格 李勇坐在座位上 认真倾听着属下们的报告 今天是每周的例会 所有关于超能者玩家 和黑色禁区的最新动向 都会送到自己手中 看着面前的报告 李勇摇了摇头 在怪兽游戏公测之前 全国一共出现了140万初始玩家 除了死亡的玩家外 大部分玩家都选择投靠了国家 进了组织 但还是有部分玩家选择了拒绝 他们有些是不相信政府 有些是被网络小说中的 个人英雄主义毒害 想当毒狼 有些人可能是突然获得超凡力量 变得野心勃勃 这部分玩家在李勇看来 就是绝对的不稳定因素 之前因为社会动荡不安 所以他才没时间管这群人 但现在大环境已经稳定 也是该好好处理一下这些人了 派几个人下去跟他们接触一下 天赋不错的就开点条件 把他们招安了 天赋不行的 只要愿意参军 就可以获得进入黑色禁区的资格 要是不愿意参军 就让他们回去好好遵纪手法 记住 先把那些领头的人逐个策反 让他们从内部先瓦解 是 几人收到命令 缓缓退下 李勇推了推眼镜 眼角带着笑意 游戏公测之前 他们这些初始玩家 还可以进入到怪兽世界升级 提升实力 但在游戏公测之后 他们想要进入怪兽世界 就需要十个紫色材料的门票 这几乎让他们全部失去了 进入怪兽世界的资格 想要再次进入怪兽世界 就必须通过黑色禁地才能进入 而全国所有的黑色禁地 都已经被华夏军队所控制 他们已经失去了变强的途径 要不是考虑到现在情况特殊 而这些初始玩家 都拥有固有天赋 他恐怕连招安都不会做 俗话说 人心各异 赌步如输 等下招安一批人 敲打一批人 再给他们点希望 这群人便不足为虑 等下放点消息出去 就说黑色禁地将要对外开放 那些资本 集团 权贵 不是都想获得超凡力量吗 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机会 只要钱出的够多 就可以获得玩家面板 正好我们现在经费有些紧张 又不想参军 又想获得超凡力量 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李勇说完 又拿起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 是关于第一王牌战队的 张小龙的确是个人才 有他的带领 再配合白燕的召唤能力 第一队已经打出了名气 不过 他又看了一眼名单上的张祥 这家伙能进第一队 完全就是靠关系 随着最近谢老大的出现 国内的局势已经趋于稳定 而上面也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零号玩家的实力实在是太强 之前局势危急 所以大家一致认为 要把零号玩家快点召唤回来 但现在由于局势已经稳定 一小部分人认为 有谢老大就足够了 虽然这部分声音很快 两只巨大的树手从地底猛地探出 把地面像布匹一样撕成两半 用力推开 美丽的水晶树不断升高 一颗超过十几米的巨大头颅 缓缓从地底探出 黑洞一样的双眼 如鲨鱼牙齿一样密集的尖牙 像恶鬼一样的树人 头颅从地底不断升高 很快 面前一个超过八十米级的巨大树人 缓缓从地底爬了出来 巨大的身躯上 那颗像梦幻一般的水晶树树根 盘结在树人的头顶 不断散发着淡蓝色的荧光 看来这就是这颗梦幻水晶树的本体了 果然 这种特殊之处 怎么可能没有怪兽boss 王莽兴奋地抬头 仰视着面前的超级巨怪 那巨大的身体 给人极强的压迫感 这个树人 看着就超强 这出场方式 真的好熟悉啊 就像我以前第一次玩的单机游戏一样 王莽还没有说完 突然 一只巨手就迎面扑来 直接把他整个人像钉子一样 砸入了地底 同时 这树人的一击 还把整个树洞的地面 砸得凹陷下去 可见 这一击的威力有多强 但很快 树人压下的巨手 就开始颤颤抖抖 然后被缓缓抬起 只见在巨大的手掌下 王莽整个腿部已经伸入地面 但身体却没有任何弯曲 还是那样挺拔 他一只手随意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而另一只手 却在与巨树人角力 两人的体型相差巨大 但是在力量这一块 王莽却占据着绝对上风 喂喂喂 我正在回忆往昔 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不过 嘿嘿嘿 王莽咧嘴狂笑 露出大量的白牙 狂暴了肌肉身体不断地微微颤抖 不过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来啊 快来打死我 打死我 王莽疯狂大吼 满脸笑意 他全身的肌肉紧绷 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变得猙獰可怖 突然 他反手就猛地抓住树人的两根手指 全身的肌肉如气球般再次膨胀 王莽整个举了起来 然后一个过肩摔猛地砸落在地 而这 还只是刚刚开始 很快 他再次把巨大的树人举起 又是一个过肩摔 摔来 摔去 摔来 摔去 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刚刚还霸气十足的树人 就像一团巨大的烂抹布一样 被王莽拼命左右摔击 啊 快来 打死我 打死我呀 你怎么还不把我打死 树人 在不断地剧烈摔击下 整个树洞地动山摇 开始不断坍塌 不知道在摔击过多少次后 王莽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此时的树人 已经再也没有刚刚的威势 他甚至连起身都做不到 王莽抓住他的手指 像拖着一条死狗一样 一直把他带到树洞门口 然后用力地甩出 一到完美的抛物线后 树人巨大的身体 重重砸落在地 只见王莽站在树洞门口 猛地一个蛙条 如流星坠地一般 再次落在了他的面前 嘿嘿嘿 快点起来打死我呀 你就这点本事吗 可这还不是我的极限呢 啊 一声怒吼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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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肌肉强化一百倍 肌肉增幅百分之四千 随着技能的不断叠加 王莽的身体再次拔高 恐怖的气势 让空气都变得扭曲 那密集的肌肉肌肉 就像图腾一样 缠绕在他的身上 缓缓走到树人的头边 猙獰一笑 佛门 八级附魔拳二十七 无量六臂佛 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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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蓝星 第七曲 神秘的黑色迷雾 弥漫在四周 时不时有巨型的怪物 从黑雾中走出 来到人类世界 而在整个黑色禁区四周 大量的临时军事基地 建在左右 坦克列阵 导弹发射基地 重型军事卡车等 一层一层 整齐排列在黑色禁区外围 这些从黑色禁区 走出来的怪兽 一部分会被玩家杀死 另一部分 会被巨大的铁笼收容 然后送往地下基地 用来给新人 获得玩家面板 就在一切都井然有序 安稳和谐之时 一只巨大的怪物脑袋 缓缓从黑色迷雾中 探出脑袋 就在第一时间 第七黑色 禁区周围的基地中 警报声大作 无数的红灯亮起 不过几分钟 上百架战机就已经起飞 在天空中 开始不断盘旋 报告 第七黑色禁区中 出现超级怪兽 据数据显示 这只怪兽的体型 已经超过了30米级 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体型 快点 连接第七区的视频画面 让他们的指挥官和我通话 很快 视频连接通话开始 第七区基地指挥官 出现在屏幕中 眉头紧锁 一脸焦急 从视频中 隐隐约约可以听到 不断的炮火轰鸣声 报告总部 第七区出现了三只超级怪兽 它们的体型 都已经超过了30米级 同时 还有大量的怪兽一起出现 这边的超能的玩家 恐怕 里有眉头紧锁 又有更重量级的怪兽出现了 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些从黑色禁区走出的巨型怪兽 并不是简单的各种生物的放大体 无论是它们的防御力 身体强度 还是力量和破坏力 都已经不能用常理来衡量 甚至有一些怪兽 还掌握着某种特殊的天赋 比如会涂水泡的精英及大倾泻 而且这些巨兽的体积越大 实力就越强 据科学家们的最新研究 这些巨兽身体中存在着 某种怪兽磁场 体型越大的怪物 它们身体周围的磁场就越强 长期待在这些怪兽磁场附近 人会变得抑郁自闭 恐惧而颓废 而且这些怪兽磁场 还具有震慑效果 如果巨兽和人类的实力差距过大 只要在怪兽磁场范围内 普通人连逃跑都做不到 比如那些超过20米级的超级巨怪 它们身体周围的怪兽磁场 就超过了数百米 即便是华夏国最顶尖的特种冰冰王 只要进入这种巨怪的怪兽磁场中 就会因为恐惧而全身僵硬 连拔枪都做不到 而这还只是20米级的巨怪 怪兽体型每增长10米 实力就会变强很多 周围的怪兽磁场也会变得更强 现在终于有30米级的怪兽出现了 马上去通知第一队 派战机去接白燕它们 一个小时之后 我需要看到它们抵达第7区 再派人去其他13区 在每个区抽掉一些人手 让它们在第7区集合 随着李勇不断下达指令 屏幕中的画面也开始转动 只见画面中有炮火轰鸣 有战机飞舞 有巨兽咆哮 虽然看上去 热武器完全占据了上风 但众人知道 这只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手段罢了 李勇看着屏幕中的画面 心事重重 又是第7区 每一次最先出现新体型的怪兽 都是在第7区 张翔 张小龙 李军 他们一开始都是在第7区附近穿越 好像还是在同一个聊天群 而在第7区附近穿越的 还有一个人 零号玩家 王莽 不过对于第7区的异常 他们早就有所察觉 所以 在第7区的周围 布置的防御圈也是最大 最密集的 而且 第7区的超能者玩家数量也是最多 综合实力最强的一批 李勇揉了揉头 自从怪物入侵后 这局长是越当越累 最近他已经开始拼命掉头发 有了秃顶的趋势 唉 看来王莽那边又有事发生了 这小子又在做什么 荒岛 一颗几千米高的枯树旁 王莽又变成那个平凡的少年 他满脸都是兴奋的潮红 脸上还洋溢着释放的喜悦 那是巨大的树人 早就已经被他打死了 可能由于他最近压抑得太久 一解开束缚 就有点收不住力 对着地面就砸出了上万圈 环顾四周 他已经身处地下十米 在一个巨大的坑洞中 树人的尸体只剩下半截 那消失不见的一半 已经与周围的土地融为一体 在那尸体上 居然与往常不一样 除了漂浮着一个紫色品质的宝箱 居然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白色光团 在上下起伏 这还是他杀死怪物后 第一次爆出宝箱以外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把宝箱收入中间背包 他看着面前的白色光球 满是好奇 刚刚把手伸过去 这白色的光球 就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再睁眼 他已经站在一颗几千米高的巨树之下 绿叶匆匆 生机盎然 而在他四周 还出现了大量的蘑菇人 他们只有一米多高 穿着奇怪的衣服 有眼有嘴 甚至在互相攀谈 可惜王芒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仿佛在看一场无声的话剧 几个魔国人从他身旁走来 从手臂间直接穿过 这些恐怕都只是某种幻象而已 抬头望去 只见这些魔国人密密麻麻 像一条长龙一样 爬上了巨树上的阶梯 一路向上 只要登入阶梯 这些魔国人就会做出奇怪的手势 神色虔诚 仿佛在做着某种仪式 突然 画面一转 王芒已经来到阶梯尽头 站在了树洞门口 这正是他刚刚斩杀树人的地方 再看门口的那些雕像 之前模糊不清的样子 已经恢复原状 一个个几十米高 身披重甲长矛的蘑菇人 整齐地守望在左右 他们的身体就像白玉蘑菇一样 有着玉石一样的光泽 在王芒周围 大量的蘑菇人开始进入树洞之中 如潮水一般 而他的身体也在随波逐流 一直到了树洞最深处 只见树洞最深处 一棵二十多米高的 巨大水晶树正蓬勃生长 在他底下 大大小小的白玉蘑菇 仿佛花海一样 布满了整个树洞 那水晶树棺上 蓝色的荧光仿佛星河 把树洞映照得如同白昼 所有进入树洞的蘑菇人 都虔诚地跪倒在地 但蓝色的荧光 洒落在他们身上 只有王芒一人傲然而立 他看着面前高大的水晶树 现在这棵水晶树 给他的感觉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他充满着圣洁和温暖 好像能抚平人心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等了好久 好久 这棵水晶树居然在说话 一道意识传递在王芒脑海中 你是谁 王芒突然发问 但是他发觉自己 根本就无法发出声音 很快 水晶树再次开始说话 世界的种子 已经快被我消耗殆尽 我能留下的 就只有这么多了 谢谢你帮我解脱 阿摩 随着话音落下 整棵水晶树 开始发出剧烈的光芒 周围所有的蘑菇人 也开始化为星光 飘向高空 整个世界又变成了一片白色 再睁开眼睛 王芒发现自己还在原地 刚刚的一切如梦如幻 好像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片段 阿摩 王芒愣愣地看着面前树人的尸体 他万万没想到 这棵水晶树居然会说话 早知道是这样 他刚刚就绝不可能 把对方打成这个烂样子 看着面前只剩下半截尸体的树人 王芒叹了口气 你怎么不早说 好像突然想起什么 他马上低头 再被自己打出了深坑中 到处寻找起来 很快 他就从地底中 找出一棵残破不堪的水晶树 这正是之前树人头顶上的那棵 只不过 现在已经变得扭曲变形 像一团麻花一样 真是造孽啊 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太浪费了 小心地把水晶树收好 然后转身看向 身后只剩下半截尸体的树人 叹了口气 你也不要怪我 是你自己先动手的 我刚刚也只是应急反应 走到树人面前 再次使用分解 树人巨大的身体 就变成了大量的紫色材料 随着他等级越来越高 实力越变越强 分解的效率好像也提高了 这种巨大的尸体 也只需要几秒钟 就会变成材料 收拾好树人的尸体后 他便再次来到了之前的树洞中 此时树洞已经完全坍塌 不过王莽并不准备放弃 之前树人提到的世界种子 恐怕还藏在地下 蜘蛛影子发动 大量的蜘蛛怪物 从他的影子中挣扎地爬了出来 然后开始挖掘洞穴 一个多小时后 整个树洞已经被他挖了的底朝天 除了收获了些残破的白玉蘑谷 这树洞中什么也没有了 王莽微微皱眉 那树人不是说 还有世界种子吗 这玩意到底藏在哪里 又在树洞中寻找了许久 但它还是一无所获 难道在宝箱里 拿出刚刚爆出的紫色宝箱 还有那棵已经像麻花一样的水晶树 王莽皱了皱眉 先打开了紫色宝箱 丁 获得奇物 向日花的花园 物品 向日花的花园 种类 奇物 品质 紫色稀有 简介 来自森之国向日花一族的寄予 拥有着向日花一族的执念 规则效果 太阳花园 太阳花园自成一介 永远都可以得到太阳的普照 所有种植在太阳花园的植物类生命 生长效率增加100% 并可以增加20%的产出 柱 奇物属于规则物品 只有尚未奇物 才可以克制奇物规则效果 评分 三星半 丁 获得紫色品质太阳石37份 材料 太阳石 种类 矿石 品质 紫色稀有 效果 可用于打造装备 修复装备 强化装备 评分 三颗星 丁 获得装备魔古人的水晶戒指 装备 魔古人的水晶戒指 种类 戒指 品质 紫色稀有 属性 体质加8 精神加20 能量加200 效果 效果1 能量恢复二级 穿戴后 能量恢复速度增加40% 效果2 魔古人的祝福 消耗100点能量 可以让目标在10秒钟 恢复300点受损体质 冷却时间10分钟 效果3 魔古人眷属 消耗一定能量和一颗白玉蘑菇 可以转换一个魔古人眷属 并拥有自身10%的基础属性 魔古人眷属为镜像生物 它们会拥有本体的部分能力 冷却时间24小时 评价 三星半 除了这些外 宝箱中还开出了几本高等级的经验书 一些其他矿石 还有几件蓝色品质的装备 宝箱里面也没有 世界的种子呢 王莽挠了挠头 又拿起旁边像麻花一样的水晶树 这棵水晶树的材质非凡 之前自己在肌肉形态下 至少对它打出了上万拳 但也只是让它变形而已 分解 随着它的话音落下 面前的水晶树开始散发淡淡的荧光 一直持续了十几秒 一道提示音才响起 丁 分解成功 获得智慧树的枝压11份 获得世界之力7份 获得森之国的世界种子一颗 材料 智慧树的枝压 品质 紫色稀有 简介 来自智慧树上的枝压 拥有着智慧的力量 效果 可用于制作法杖 药剂 会用来提升植物类生命的智慧 评价 三星般 材料 世界之力 品质 金色传说 简介 来自森之国的世界之力 拥有着神奇的力量 效果 直接使用 可以短暂地提升自身实力和世界等级 也可以用来强化世界 评价 四颗星 材料 世界种子 品质 金色传说 简介 来自森之国的世界种子 拥有着神奇的力量 效果 可以用来制作奇物 强化奇物 与特定的奇物融合 世界种子将有极小的概率成长为小世界 评价 四颗星 这颗水晶树果然不同凡响 怪不得那树人那么厉害 王莽感叹一声 可惜还是他更厉害一点点 金色传说品质的材料 这还是他第一次爆出来 在这座荒岛中待的时间越久 他越发觉得 这个世界的高品质装备非常难出 大部分能出的好东西 基本都来自首杀 这就仿佛某种通关奖励一样 就当他兴奋地 拿起世界种子之时 奇物 向日花的花园突然开始散发起淡淡荧光 而他手中的世界种子好像有所感应 也同时开始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王莽若有所思 他拿起奇物 向日花的花园 这件奇物是一个巴掌大小的水晶球 在这水晶球中有着一小片花园 意识沉入其中 他发现自己居然可以直接进入这片花园 这居然是一件空间类宝物 环顾四周 这片花园只有三四亩大小 靠近边界周围就会出现白雾 挡住他的脚步 抬头望去 整个空间亮如白昼 在花园中还生长着各种娇艳的花朵 这件奇物就像小说中的洞天伏地一样 非常神奇 世界种子可以和奇物融合 如果碰到特定的奇物 甚至可以成长为小世界 恐怕这向日花的花园 就是这种特定奇物 无论是向日花的花园 还是世界种子 这两个的简介中都提到了森之国 而且还是从一只怪兽身上爆出来的 想到这里 王莽眼睛一亮 瞬间就把向日花的花园 和世界种子放在了一起 钉 是反斜杠佛把金色品质的世界种子和奇物 向日花的花园融合 是 随着王莽的花音落下 两件物品融为一体 几分钟后 一个崭新的水晶球再次出现在王莽面前 钉 获得奇物 森之国的花园 物品 森之国的花园 种类 奇物 品质 金色传说 简介 来自森之国的寄语 拥有着森之国世界的执念 规则效果 规则一 太阳花园 太阳花园自成一界 永远都可以得到太阳的普照 所有在太阳花园的植物类生命 生长效率增加150% 并可以增加30%的产出 规则二 花园的祝福 所有在花园的植物类生命 每秒钟恢复1%的最大受损体质 1%的最大精神力 1%的最大能量值 规则三 花园的庇护 花园内的每一种植物 都可以提升花园的世界强度 当花园受到外界的攻击时 所有的伤害 都会由花园内的生命体 共同承担 祝 奇物属于规则物品 只有尚未奇物 才可以克制奇物规则效果 评分 四颗星 王莽再次拿起这件奇物 它的样子变化不大 但是水晶球内的花园面积 却增加了数倍 这简直和修真小说里面的 洞天福地一样 这岂不是说 我以后会拥有一个移动家园 再也不用睡木箱子了 王莽高兴地拿起水晶球 这才是真正的宝物 自己背包里 还有各式各样的种子 它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种地了 自从离开沙滩的小屋后 它的日子 就一天过得鼻天苦 天天不是睡树洞 就是睡木箱子 每次都是吃各种怪兽烤肉 想吃点蔬菜水果都没有 自己之前在贝壳里面 种的几颗灵植 由于环境不稳定 长势都非常差 天天半死不活的 这也是自己唯一的水果来源 以后有这个随身花园 它的这些种子 就都可以种植了 这生活质量 直接上升了一大截 想到自己灵植 它突然一愣 然后看了一眼身旁的黑宝 黑宝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不是让你在外围 守好我们的灵植吗 还有我的宝贝木头箱子 黑宝也一愣 是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可是刚刚不是你 把我召唤过来的吗 王莽眼睛大睁 突然想起来 刚刚为了让黑宝探路 他直接使用召唤技能 把黑宝召唤了过来 那自己的那些灵植岂不是 靠 这几颗灵植 可是他存的家当 他一直像宝贝一样 待在身边 从来都是形影不离 见鬼啊 我怎么就突然忘了 这么重要的事 一声大叫 起跳便在空中消失不见 等他赶回之前那片空地时 那几颗灵植 已经全部被不知名的怪兽 啃得乱七八糟 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 他精心打造的木头箱子 也被踩成了碎片 啊 你们这些臭怪兽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连你莽爷的家都敢透 花音落下 一只只黑色的蜘蛛怪物 从王莽的影子挣扎着爬出 四散开来 瞬间席卷周围 一时间 周围森林里的怪兽 开始惊恐逃窜 他就和强盗没啥区别 大部分的怪兽 看到黑色蜘蛛影子后 都会四散而逃 只有那些超级怪兽 才与他们有一战之力 但也只是有一战之力而已 森林中 时不时在某处突然爆发大战 但很快就平息下来 不到十分钟 方圆石里的所有怪物 都被王莽清洗得干干净净 这让王莽的心情舒缓了很多 他把贝壳中的灵植 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让他们都重新变回了种子 以后 他都会把自己收获的种子 种在花园里 随身携带 甚至他已经想好了 他还要在花园里搭个房子 以后就再也不用过 风餐露宿的生活了 把各种种子收好后 他又从空间背包 拿出另一样金色传说物品 世界之力 这件东西有点意思啊 短暂的提升实力 和世界等级 可惜只是一个消耗品 世界之力的样子有点奇特 它就像一颗白色的小光球 摸起来就像一样 在看到世界之力的属性简介后 他第一个想到的 并不是用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是想给白燕用 他无法被白燕召唤回去 无非有三个原因 一是因为他的天赋 二是因为他的等级过高 实力太强 三是因为他曾经提升过世界等级 而白燕的世界等级 却没有提升过 如果把世界之力 送给白燕使用 他是否能把自己 完整地召唤回去 这个方案非常值得一试 如果使用世界之力后 白燕都无法把自己召唤回去 那代表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他的六星天赋 无冷叠加 超越 魔神级 但如果可以召唤自己 那就代表世界之力 就是他可以短暂回去 现实世界的钥匙 看着空间背包中的七份世界之力 他决定在李军下次上线后 就让他带一份回去 试试效果如何 下定决心后 王满回头再次看了一眼 背后的巨树遗址 九颗枯木 还孤零零地树立在周围 底下无数的蘑菇房子 被时间侵蚀的破烂不堪 在杀死树人后 他被拉入了一片幻象中 而在幻象里 他也见识到了 这蘑菇人帝国的繁荣昌盛 恐怕在很久以前 这里曾经生活着大量的蘑菇人 但他们现在都去了哪里 是已经被这荒岛中的怪物所吞噬 还是已经扬帆起航 离开了这座诡异的荒岛 水晶树的话 还在他脑海中回响 他们 回来 解脱 阿姆 这棵水晶树 好像在这只荒岛中 等了很久很久 他一直在等待 等待着某些人的回归 再一次拿起奇物 森之国的花园 往往又静静地 看着面前的废墟遗址 这里恐怕就是曾经的森之国 而世界种子和世界之力 好像都在暗示什么 如果 森之国曾经是一个 和人类一样的星球世界呢 那这座岛又是怎么回事 摇了摇头 往往不再多想 很快收回思绪 也许答案很快就会出现了 他想起了管理员空间中的 黑色马赛克人影 而且想多了也没用 还不如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和等级 即便最近 他已经确定 蓝星会因为自己而改变 他也从未停止过升级 实力 才是一切的根本 拿起水晶球 他直接就进入了 森之国的花园之中 看着面前绿意盎然的花园 亮如白昼的日光 王莽搓了搓手 花园种花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要把这块地方 全部拿来种菜 种果树 王莽说完 就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根铁锹 这玩意 还是他第一次猎杀怪物时 爆出的装备 满满的都是回忆 拿起铁锹 戴上草帽 王莽跑入美丽的花园中 哇呀 哇呀 哇呀哇 把种子撒下 这里便是他的家 几日后 王莽躺在黑宝的身上 晒着日光玉 周围时不时有影子蜘蛛回来 带着一个个宝箱和怪物尸体 然后在面板界面 时不时传来叮叮叮的响声 叮 击杀精英级黑蜘蛛 获得经验1382 白色品质宝箱一个 叮 击杀精英级树珠 获得经验1388 白色品质宝箱一个 叮 月吉 击杀精英级黑翼螳螂 获得经验1854 蓝色品质宝箱一个 只要在十公里范围内 影子蜘蛛杀死的怪兽 经验都会全部归他所得 虽然 最近他有些懈怠 很少亲自去猎杀怪兽 但有这些影子蜘蛛在 他的升级速度 反而变得更快了 叮 等级提升至LV24 唉 不知不觉 又升级了 王莽躺在黑宝的背上 看着天空中的白云和蓝天 虽然只有压制等级 白燕才更有可能把他召唤回去 但这也只是可能而已 做什么事 都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碗里 比起寄托于白燕召唤他 他更相信自己的拳头 只要自己的实力够强 他早晚有一天 会以无敌的姿态 重新降临现实世界 所以 无论什么原因 他都不会停下变强的脚步 不断提升自己的等级 就是 他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从黑宝贝上爬起 他看向大海的方向 随着在这荒岛中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身体的第六感 最近一直在隐隐不安 他的基础体质 已经超过了人类的20倍 这样体质下的第六感 绝不会是某种幻觉 这是他身体的潜意识 在发出警告 危险已经潜伏在暗处 这也是他迫切 想要提升等级的原因 如果世界之力真的有用 可以让白燕把自己召唤回去 那他就会放开限制 开始加速提升等级 并狩猎那只白米级的黑色金刚 并且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足够强了 已经有了离开这座荒岛的底气 蘑菇人遗址中的发现 就暗示着 有一群蘑菇人 已经离开了这座荒岛 也许离开荒岛 那种一直影响自己的精神污染 就会消失 收回思绪 王莽继续躺在黑宝身上 呆呆地看着天空的白云和蓝天 时不时有巨大的影子蜘蛛 带着怪物尸体和宝箱跑过来 王莽便随手分解掉尸体 然后把宝箱收入空间背包 算算日子 今天应该又到了李军上线的时间了 打开聊天群面板看了一眼 李军还没有上线 好久没有和他聊天 还怪想念的 算了 不等他了 今天执行我的B计划 起身伸了个懒腰 最近天天在荒岛待着 他开始发动自己的暗巡寺之力 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白雁身上 这是非常不靠谱的想法 所以 最近他一直用手机中的资料 学习着手搓轮船的技术 结果刚刚学了一半 他就放弃了 这个世界可是拥有超凡力量的世界 为什么横渡大海就一定要坐船呢 为什么不能坐椰子呢 椰子这玩意本来就可以漂洋渡海 而且这座荒岛中的椰子非常大 空间利用得好 里面甚至能挖出一个三十亿厅 这暗巡寺之力一发动起来 他的思路瞬间就打开了 自己现在有 奇物 森之国的花园 只要自己躲入花园中 然后让这颗水晶球在大海中飘荡 他甚至连椰子都可以不用 只需要一个结实的小木盒 就可以带着水晶球在海中漂浮远行 森之国的花园里面自成一片空间 里面的空间已经有十几亩地 他完全可以在里面天天种菜 自给自足 而且自己在狩猎怪兽时 各种白色品质 蓝色品质的种子已经攒了上百种 以前只是因为没地方种 所以基本没拿出来使用过 并且 他的空间背包也攒着大量的怪兽肉 省着点吃 吃个几年都没问题 森之国的花园的出现 为他的出海远行 补上了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往往越想 思路越开阔 心中越来越激动 恨不得现在就马上出海远洋 这破道 他真是呆够了 不过很快 他就强行压下心中的骚动 三思而后行 还有些事情 他必须提前准备一下 首先 他决定先去砍两个椰子过来 去海边试验一下 他目前的想法是 用椰子做一个三思一厅 并把花园放在椰子中 平时就在花园中吃喝拉撒 享受生活 要是呆烦了 就出来椰子里 欣赏一下大海上的风光 这日子 岂不快活 黑宝 走 带我去找两颗椰子 鸡鸡 黑宝点头 巨大的蜘蛛 身体开始调转方向 然后化作一道黑影 消失在树林中 很快 王莽就抱着两颗 像房间一样大的椰子 来到了海边 站在一片礁石中 望着下面的大海 然后把手中的椰子 用力投掷 直接飞出了百米之外 结果这巨大的椰子 刚刚砸入大海中 不到十几秒 一到超过三十米的巨大阴影 就在水中快速地游了过来 一张满是尖牙的巨口 猛地突破水面 直接就把椰子 整个吞入腹中 然后消失在海面 靠 果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难道是 刚才我砸下去的动静太大 所以 惊动了海面下的怪物 王莽眉头一皱 赶紧抱着另一个椰子 跑到沙滩上 然后把椰子 轻轻地放在海面中 这片大海非常奇怪 没有涨潮退潮 但是海中也一样有风浪 随着风浪一阵一阵 很快 巨大的椰子 就慢慢往海中飘去 结果还没有飘出十米远 又一只超过四十米的巨大阴影 猛地跃出水面 再次把椰子吞入腹中 这次他看清楚了 是条类似石斑鱼的巨手 靠 石斑鱼不是吃肉的吗 你有没有搞错 怎么连椰子也吃 王莽骂了一声 然后脑袋一转 又跑去旁边砍了个木头 做了一个足球大小的方盒子 反正有花园 他也不要什么海上三十一厅了 就天天待在花园里也行 把手中足球大小的小盒子 丢入海中 这个世界的怪兽 都是巨物形 一个足球大小的盒子 在他们眼中 恐怕小得可怜 这次应该没有什么怪物 再吃了吧 足球大小的木盒子 飘入海中 可能因为实在太小了 这次过去很久 居然真的没有怪兽再出现 就当王莽有些高兴时 突然出现了一只 一米多长的小怪兽 瞬间就把木头盒子 吞入腹中 消失不见 有没有搞错啊 你们这些家伙 连木头都吃 王莽揉了揉脑袋 这大海的情况 比他想象中更复杂 如果真的让水晶球 漂浮在海面上 估计分分钟就进了鱼口 看来他必须要再做打算了 望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 王莽想起 之前李军给自己看的报告 蓝星的十四个黑色禁区 通向十四座荒岛 但根据地理数据 这些荒岛虽然长得相似 并且拥有同样的怪物 但却都是完全不同的荒岛 甚至有专家猜测 当初穿越到游戏世界中的 所有玩家 他们每一个人穿越的荒岛 都是独立的 这个世界比他们想象的更大 恐怕像这样的荒岛 就如天空中的繁星 不计其数 虽然这个猜想非常疯狂 但王莽却已经有一丝思想性 因为他在这个荒岛中 已经搜寻了很久 根本就没有找到任何人类 所以从一开始 这座荒岛中 就只有他一个人 再次望着面前 一望无际的大海 无论在大海中有什么危险 他都必须起翻远航 下定决心后 拿出水晶球 王莽再次进入花园中 此时的花园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丽的鲜花 已经都消失不见 除了预留出来做房子的空地 所有的地方 都已经被他全部开坑成了菜地 只是几天的时间 大片的菜地 都已经硕果累累 这些都是白色品质的素生种子 它们的生长周期非常短 这座荒岛中除了种植了一些 满足口舌之域的素生种子外 其他基本都是种植的 各种口味的灵质 在转植后 它已经没有能量消耗的问题 但是这些灵质的口感 不但比一般的食物更好吃 而且多余的一些 它还准备和蓝星那边 交换点金币 虽然蓝星的玩家都挺穷的 但是架不住他们的数量多 而且金币对它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这一方面既换取了 自己需要的东西 另一方面 也变相地增强蓝星人的实力 当然 它其实也可以白送给大厦官方 但有时候送习惯了 有些东西就会变质 只有互相平等的利益交换 才是维持长久关系的基础 除了这些灵质外 花园最右边 还有三块非常特殊的菜地 上面正种着一些白玉蘑菇 而这些白玉蘑菇的种子 也是在树人的宝箱中爆出来的 看着面前努力生长的白玉蘑菇 王莽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看了一眼手指上的 蘑菇人的水晶戒指 这戒指的第三个技能 和影子蜘蛛有些相似 但又有巨大差别 首先就是 蘑菇人的实力肯定要差很多 因为它的实力 是根据召唤者的基础属性来生成的 其次想要转换蘑菇人眷属 就必须要一颗成熟的白玉蘑菇 作为媒介 除此之外 这技能中 居然没有写蘑菇人眷属的持续时间 那岂不是说 这召唤的蘑菇人 其实可以永久存在 王莽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颗白玉蘑菇 这玩意对他现在基本没啥用 消耗了也不心疼 蘑菇人眷属技能发动 随着技能发动 他手中的白玉蘑菇 突然开始不断长大 然后就像活了一样 从他手中直接一跃而下 只几个呼吸 白玉蘑菇就长到了一米多高 并还长出了手脚眼鼻 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蘑菇小人 呀咪 呀咪 蘑菇人出现后 口中发出清脆的声音 然后直接跪倒在地 趴在了王莽面前 非常虔诚地叩拜着 这蘑菇人 看上怎么这么弱 这和影子蜘蛛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王莽围着蘑菇人转了一圈 这家伙就一米多高 看上去萌萌的 这召唤出来有啥用 不过这蘑菇人的实力 是按他基础属性算的 不像影子蜘蛛 可以吃增幅效果 垃圾也挺正常的 只有我基础属性百分之十 这蘑菇人 也就两倍人类极限的实力 这也太废材了 这蘑菇人唯一的优势 恐怕就是没有持续时间 可以永久存在 小伙子 你不是镜像生物吗 你有啥本事 耍出来给我看看 王莽对着蘑菇人 下达着命令 蘑菇人听到后 马上就开心地爬了起来 然后一声可爱的娇和 压面 随着话音刚落 直接面前的蘑菇人 突然开始迅速膨胀 体型再不断变得高大 几个呼吸后 面前可爱萌萌的蘑菇人 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个三米多高 全身都是恐怖肌肉的蘑菇怪人 赤红色的身体 密密麻麻看上去 爆炸一般的肌肉 他不但气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甚至呆呆萌萌的脸 也变得有棱有角 神色凶狠凛然 之前的蘑菇盖 也仿佛变成一个 狭刻斗笠一样 戴在头顶 看上去就是一副 不好惹的样子 这 这不是我的能力吗 怎么你也会 这就是镜像生物 看着面前的蘑菇肌肉人 他兴奋地跑了上去 左摸摸右看看 那强壮的胸肌 甚至比他脸盘子都大 你还能再变大一点吗 王莽好奇地发问 他想知道 这蘑菇人的极限在哪里 面前的蘑菇肌肉人摇了摇头 这种形态 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只能到这种程度吗 那还是比我差一点点 王莽摇了摇头 但这毕竟只是通过 白玉蘑菇转化出来的眷属 而且可以永久存在 能有这个实力 已经算不错了 转身看着面前的三亩地 王莽眼神灼灼 这里面全部种的 都是白玉蘑菇 而且蘑菇这玩意 割了一茬又一茬 只要肥料跟得上 他就一直可以获得 虽然蘑菇人的实力不怎么样 但这玩意 他可以量产呀 那个冷却时间24小时 对于他来说 也根本就没有 从空间背包中 再次拿出十几个白玉蘑菇 然后发动能力 一个个蘑菇人 就从他手掌中不断跳下 落地长大 变成一个个可爱的白玉蘑菇人 所有蘑菇人刚刚长大 就全部趴在地上 对着王莽疯狂叩拜 嘴中咿咿咿咿的说个不停 看着面前的蘑菇人们 王莽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看你们一个个 肌肉这么发达 不去种地真是可惜了 来 跟着爸爸走 说完 王莽的肌肉就不断膨胀 瞬间变成了一个 五米多高的肌肉巨人 呀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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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蘑菇人 看着面前突然肌肉魁梧的王莽 一个个眼睛 瞬间变得金光闪闪 兴奋异异 碰 碰 碰 随着接连不断的声音响起 一个个可爱萌萌的蘑菇人 瞬间就变成了 三米多高的肌肉人 他们熊啾啾 气昂昂 一个个攻二头肌高高隆起 排着整齐的队列 很快就跟上了王莽的脚步 王莽带着所有蘑菇人 来到菜园子地 然后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两张蓝色装备图纸 黑金铁锹 谢甲斧 这两张图纸 都是他从紫色宝箱中开出来的 自从他有了紫色武器后 这玩意一直放在背包里没用 图纸使用 瞬间就化为光点 融入王莽的身体 学会图纸后 只要消耗对应的材料 他便可以制作对应的制式装备 至于锻造材料 由于他越集大量猎杀怪兽 各种蓝色和紫色品质的宝箱 爆了一大堆 除了手杀和少量宝箱 可以开出装备和图纸外 大部分宝箱中 开出的都是经验书 和各种锻造材料 所以只要有图纸 制作蓝色装备 对于他来说非常简单 只可惜 杀怪这么久 还一张紫色装备的图纸 都没有爆出过 这个游戏世界中 想要获得高品质装备 实在是太难了 打开面板的锻造功能 材料消耗 几个小时后 面前就多了十几把黑金铁锹 和谢家福 看着面前 站着整整齐齐的蘑菇人 真是乖巧可爱 萌萌大 王莽点了点头 给他们艺人发了一把铁锹 一柄斧头 然后开始教他们 种地 难得找到一群免费苦力 他决定把自己的菜园子 好好打理打理 而且耕田种地这门手艺活 学会了以后肯定能用到 一个小时后 他留下一半的蘑菇人 在花园世界中种地 带着另一半来到了荒岛 开始砍树 最近 他把手机上 制作木房子的资料 已经全部掌握 决定在花园世界中 给自己造一个真正的房子 一个真正的家 王莽坐在一棵巨树的树干上 望着天空 愣愣地发着呆 想着心事 底下几个蘑菇人 正砍树 砍得热火朝天 突然聊天面板出现提示音 李军终于又上线了 李军一上线 就马上联系上王莽 王莽同学 在不 嗯 在 李军有点奇怪 平时自己一上线 王莽就一定会拉自己 拼命唠嗑几个小时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不过他也没有多想 马上继续说道 王莽同学 就在几天前 第七黑色禁区 又出现了体型更大的怪兽 王莽看着李军发过来的消息 心中早有预料 每一次他猎杀 更高等级的怪物 蓝星的入侵的怪物上线 就会刷新 数量也会明显增加 三十米级的巨型怪兽 谢老大勉强还可以应付 但以后呢 他不可能停下变强的脚步 他也不想永远被困在这荒岛中 孤独终老 看着王莽不回信息 李军只能继续发送信息 王莽同学 你的每一举一动 都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 你的家人也还在蓝星 你的朋友 王莽看着李军不断发来的信息 不为所动 并有些烦躁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他从来没有和李军提过 荒岛对自己的污染 所有人都以为 以他的实力 在这荒岛中已经毫无危险 无非是一个人待在这荒岛中 有些寂寞而已 有些寂寞 其实他早就已经处在疯狂的边缘 他现在只想打爆一切 平静安和的表面下 他内心早就想变身为最强形态 然后在这荒岛上来一次热烈的狂欢 随着时间的不断加长 这座荒岛对他的污染越来越严重 别人以为他在荒岛中待了不到一年 但其实他感觉自己与现实世界 已经失联了几十年 如果不是因为有手机中的视频 他甚至快要忘记家人的模样 你不用教我做事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王莽冷冷地回复 然后就再也没有动静 李军一愣 他看着面前的回复 这还是王莽第一次态度这么强硬 王莽同学 你那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我们说到一半 李军突然停下 他们好像什么也做不了 就算他们现在能来到怪兽世界 以王莽现在的实力 如果连他都觉得危险 那几乎没有玩家可以帮他 更何况 他们连进入怪兽世界都做不到 等了很久 王莽又发过来一条信息 我在拍卖商城挂了一件东西 和我的头发 你拿回去 让白燕再召唤一次 记住 要让白燕在你回归的第二天中午12点 进行召唤 一定要是第二天中午的12点 王莽说完 就退出了聊天界面 他躺在树干上 看着树底下 正在热火朝天砍树的蘑菇人们 人类世界与自己绑定 怪兽游戏的进度会因为他加快 而他的家人还在蓝星 这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现在 他只能寄托于世界之力 如果白燕使用世界之力后 真的可以把他召唤回现实世界 那他就可以放开限制 去猎杀那只百米级的黑色金刚 他有预感 在猎杀黑色金刚后 那管理员房间的黑色马赛克人影 肯定会再次出现 这将是自己离开这座荒岛的契机 如果使用世界之力后 白燕还是不能召唤自己 那他也还是会按自己的计划进行 去狩猎百米级的黑色金刚 自己必须活下去 因为按照最初的游戏规则 如果自己死在游戏世界 蓝星那边估计会出现一只 和自己同样强大的怪兽 无论怎样 他都会打开人类世界的地狱之门 所以最近他也想通了 自己都快要死了 还管他洪水滔天 他也不过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三天后 又到了李军下线的日子 这三天 王莽都没有再联系李军 这让李军忐忑不安 零号玩家到底是怎么了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在满怀心事中 李军下线再次回到现实世界 他回归了第一时间 就带着王莽的包裹 来到了826局地下基地的一间密室中 很快 李勇闻风而来 怎么回事 王莽怎么说 王莽最近好像有点奇怪 他并没有给我解释 李军把当时的情况 一五一十的全部回报 这让李勇皱起的眉头 包裹打开看看 看零号玩家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打开包裹 只见一道耀眼的金光 在房间中映射而出 闪花了他们的眼 材料 世界之力 种类 高等能量 品质 金色传说 简介 来自森之国的世界之力 拥有着神奇的力量 效果 直接使用 可以短暂地提升 自身实力和世界等级 也可以用来强化世界 评价 四颗星 这是 金色传说品质的材料 李勇看着面前 不断散发着金色光芒的世界之力 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作为826局的总指挥 他早就已经获得了玩家面板 甚至等级都已经达到了7级 超过了80%的玩家 金色品质的材料 这应该是比紫色更高等级的存在 这种宝物 是他这种才7级的玩家可以接触的吗 随着最近玩家的数量爆发式的增长 人类世界也很快意识到 各种高等级的材料非常难得 蓝色品质的材料 在玩家群体中 就已经是极为难得的宝物 而紫色材料 整个华夏国 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见过 更别说拥有了 李勇拿起手中的世界之力 眼神激动 表情管理再次失控 这恐怕是全球唯一一件金色品质的材料 是这世上唯一的珍宝 拿出手机 拨通电话 张小龙他们现在在哪里 报告 他们刚刚解决了12区的超级怪兽 目前正在赶回第7区 让其他人去接替他们的任务 通知张小龙 让他以最快的速度 带白燕回来总部 是 电话挂断 李勇看着面前的世界之力 看来这一次 他们怕是真的可以见到零号玩家了 几个小时后 第一小队就来到了826局的地下秘密基地 一群铁蟹风气的军人 来到张小龙面前 进了一里 然后就在带着张小龙和白燕消失在门后 但丁靠在墙边 推了推眼镜 在第7区里面时常会出来30米级的超级怪兽 白燕基本大部分时间都镇守在第7区 今天是什么情况 总部居然舍得让白燕离开第7区 旁边的郑天霸也感觉到了异常 喂 你们该不会又再给白燕开小灶吧 凭什么他可以天天把经验书当糖豆吃 我不服 我不服 他说着就气愤地跳了起来 自己也一样是五星天赋 凭什么待遇差距这么大 而在另一边 张小龙带着白燕见到了李勇 在一次秘密的沟通后 几人就坐着一架飞机离开了826局 他们一路前行 来到当初第一次召唤谢老大的那个山谷 日夜交替 时光如梭 第二日 山谷中又聚集了不少军人 不过这一次人数却少了很多 一方面是因为谢老大的原因 他最近的表现让上面刮目相看 几乎已经没有人在认为 零号玩家是某种怪物 另一方面 部分专家指出 如果零号玩家真的已经达到了之前视频中的强度 那恐怕只有核武器 才可以真正杀死他 所以 这一次的召唤非常友好 大家都没有带什么武器 已经提前买好了一颗大当量的核武器 当然 这只是以防万一 零号玩家是怪物的 可能非常小 但现在这种离奇的世界 谁也说不准 王少将看了看手表 神色有些激动 还有几分钟就要到中午12点 零号玩家说 要在今天12点召唤他 对吗 是 他强调了两遍 会不会时间上对不上 应该没问题 两遍世界的时间流速基本为1比1 李军已经提前给了他蓝星的电子手表 只要对标电子手表中的时间就可以了 随着两人的对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度过 很快 李勇就亲自来到白雁身旁 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了金色材料 世界之力 当世界之力拿出来时 耀眼的金光照亮了四周 周围所有人都仿佛置身在温暖的阳光中 浑身舒爽 而在另一边 王莽也拿起一块电子手表 紧紧盯着上面的时间 马上就要到他和李军约定的时间 不出意外 白雁应该要召唤他了 自从在游戏公厕后 差点被拉入黑色深渊 他便时时在自己身体上 叠加着几层超负灵状态 让自己的各种抗性 都拉到了极高的层次 白雁上次召唤失败 他怀疑与超负灵也有部分关系 一方面 超负灵提高了他的实力 另一方面 白雁的能力 应该也属于某种外力 超负灵状态下的强大抗性 可能会对白雁能力 产生巨大的干扰 最近 随着在荒岛对他的精神污染 越来越严重 他身上几乎时时都叠加着 几十层超负灵 在这种状态下 白雁不可能把自己成功召唤回去 这也是王莽提前和李军 约定时间的原因 他必须要在白雁召唤自己时 解除身上超负灵的状态 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十二点 王莽开始一层一层地 解除身体上的状态 他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弱一点 而随着没解除一层超负灵 王莽脸色就会变得更加阴郁 好像有一团黑色的阴影 把他整个脸部全部遮住 这座荒岛在时时刻刻影响他 打开手机 家人的视频开始慢慢播放 声音被开到最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随着超负灵状态的一层层解除 一直被压制的荒岛污染 开始不断爆发出来 王莽的身体里 开始出现诡异的黑色小方块 一层一层 波浪般在四周空气中扩散 这些黑色小方块 仿佛密集的黑色线虫 它们不断扭动着身躯 张牙舞爪地来到了这个世界 续空中开始出现各种难的抑郁 哭泣 哀嚎 痛苦 声音 无数种声音在耳边重合低语 有人堕落 活着好累啊 为什么就不能死呢 一个人在这孤岛中 就算无敌了 你又能做什么 快来 快来 和我们合为一体吧 这里好快乐 好快乐 哈哈哈哈 长这么大了 你还是个楚男 真丢脸 真丢脸 你怎么还不去死啊 来吧 来吧 让我们一起变成怪物吧 这样你就可以回家了 黑色细线虫一样的马赛克小方块 不断从王莽的身体扩散 诡异又邪恶 王莽低着头 脸上已经被阴影模糊 眼眶只剩下像深渊一样的黑洞 面前 手机中还在不停播放着家人的视频 儿子 你不用担心我和你爸 你在那边一定要小心一点 活着就行 哥 你要是回来了 一定要给我展示下你的超能力 我好喝同学吹牛逼哈 儿子 要是不开心 就赶他压的 怕个屁 王莽 王莽 你这名字 可不是白起的 巨大的森林中 一个少年站在树影下 他全身好像弥漫着黑色迷雾 诡异而邪恶 我是王莽 我是王莽 我抄你大眼 老子可是王莽啊 一声惊天俱吼 被黑色迷雾包裹的少年露出一口猙獰的白牙 就在这时 王莽的身体突然开始慢慢变淡 然后啪的一声消失在原地 两分钟前 陈博士 要不你带着你的人先回去吧 李勇站在一旁 对着一个长着书生白面相的年轻人 开口说道 态度客气 这年轻人是目前科研院最炙手可热的星星 之前的怪兽基因植物 怪兽磁场理论等都是他最先发现的 而且他在获得玩家面板后 还觉醒了与科研相关的能力 现在在科研领域极具权威 可以说 他现在的身份地位 甚至比自己还高 不用 我只是对零号玩家比较好奇而已 如此强大的人类个体 他的身体肯定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陈博士缓缓开口 他并不准备走 李勇皱了皱眉头 马上开口警告 陈博士 之前我的人已经联系到了零号 他最近的情绪可能很不稳定 而且 你这样做 上面不会同意 李勇的话还没说完 陈博士就直接打断了他 李局长 你不必这么紧张 我并没其他意思 我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 最多给他做个身体检查 陈博士温柔地笑了笑 人畜无害的样子 可李勇能爬到这个位置 眼光何等毒辣 陈博士眼中的贪婪和疯狂 太明显了 摇了摇头 对方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他也不好得罪 拿起对讲机 这次召唤零号玩家 是他这个826局局长亲自指挥 他也早就想见一见零号玩家了 各部门准备好 按计划进行 是 是 随着话音落下 一旁的王少将也兴奋地开口 白燕 不用紧张 开始召唤吧 此时周围已经围了上千人 这些全部都是华夏国最精锐的部队 而且 他们都已经获得了玩家面板 拥有着数倍普通人的身体素质 他们每一个曾经都是野战部队的兵王 可以说 这是华夏国目前最强的超能者军队 白燕站在人群中 他紧张地握住几根头发 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张小龙 张小龙温柔地对他点了一下头 并轻轻开口 没事的 我会用保护你 听到这句话 白燕害羞地低下头 然后就拿起手中 散发着金色荧光的世界之力 世界之力慢慢消失 化作金光 融入白燕的身体 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白燕 之前的诡异黑色马赛克人影 还一直深刻在所有人脑海中 这一次 零号玩家真的能被成功召唤吗 随着世界之力的使用 被金光包裹的白燕双手对准前方 能力 媒介召唤 发动 只见面前的空间一阵扭曲 一大团黑色不明物质突然出现 无数像黑色细线虫一样的马赛克 相互交错 它们紧密缠绕在一起 就像一个巨大的海胆型黑色线团 密密麻麻 诡异而恐怖 而在这团黑色马赛克最中间 无数的黑色细线虫层层包裹 组成了一个奇怪的人形 随着这恐怖而诡异的怪物降临 一阵无形的气场 像波纹一样迅速向四周扩散 所过之处 周围所有人都感觉到巨大的恐惧降临 只是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都全部承受不住 黑色马赛克怪物的恐怖气场 全部跪倒在地 每个人都双腿发软 全身颤抖 冷汗直流 这次召唤来的黑色马赛克怪物 比上次更加可怕 这简直就是从深渊中 爬出的极恶邪神 王少将跪倒在地 他全身颤抖 甚至害怕的头都不敢抬起 这是什么怪物 只是站在面前 我居然连直视他的勇气都没有吗 他从小出身军人世家 一身铁骨蒸蒸 从不归任何人 他曾经是野战部队最强的兵王 拥有最坚韧的意志 他即便面对30米巨型怪兽 也能战胜可怕的怪兽磁场 勇往直前 但现在 他却像个鼻涕虫一样 害怕地跪倒在地 甚至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 他可以接受自己失败 但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懦弱 不可原谅 不可原谅 我怎么会害怕 啊 一声低吼 王少将全身轻轻抱起 双目瞪圆 整个双眼都充满血丝 他跪地的身体 慢慢挣扎爬起 低着的头 也拼命用力地抬起 汗水已经浸透了衣裳 可他刚刚抬头 就正好 对上了面前黑色马赛克怪物 如同黑洞深渊一样的双眼 这就像一只小老鼠 突然抬头 与一只猙獰恐怖的巨虎对视 只是对视了一瞬 王少将就双眼一翻 整个人直接向后倒下 瞬间人事不醒 此时 李勇也正恐惧地跪倒在地 他用眼角看着一旁口吐白沫 昏死过去的王少将 心中的恐惧更深 这只怪物 比上次的更强 到底哪里出错了 为什么这次召唤出来的 又是这种怪物 难道之前他们一直中了陷阱 不对 这次的和上次的不一样 李勇低着头 闭眼仔细地倾听着 这黑色马赛克怪物一出现 他耳边就有无数低语难呢 但这其中 好像还有其他声音 我抄你大眼 干你压的 老子可是王莽 不管是谁 没有人能随便欺负我 滚 而随着王莽被召唤回现实世界 这些在他周围张牙舞爪的黑色细线 就仿佛受到了某种刺激 居然开始慢慢缩回王莽的身体中 一分钟后 王莽恢复成本来模样 猛地再次睁开眼 并不停地拼命喘气 他刚刚就好像 被拉进了幽深的海底 不断地下沉 永无止境 那种孤独 无助 空洞 简直比死都可怕 回过神后 王莽抬头 周围的环境已经大变 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 回头望去 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少女 戴着大大的帽子 正一脸惊恐诧异地 看着面前的王莽 他浑身上下 还散发着一层淡淡的金色荧光 这是世界之力的效果 王莽呆呆地看了一眼 面前的白衣少女 脑袋还有点萌萌的 视线转移 再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周围全是一群大老爷们 所有人都恭敬地跪趴在地上 仿佛在迎接他的回归 挠了挠头 王莽有些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也太客气了吧 居然全部都跪在地上迎接他 犹豫了一下 王莽还是试探地开口说道 嗯 地上挺凉的 要不大家先起来说话 王莽说完 周围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恭敬地跪在地上 没有一个人回复他 而这种安静 让现场的氛围变得非常诡异 巨大的山谷中 王莽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他旁边还站着一个身穿白衣 全身散发着金光的少女 他仿佛神的纯洁侍女 守候在一旁 随时等待侍奉 在脚下 密密麻麻的人围成一圈 他们好像最虔诚的信徒 跪在地下 不敢有丝毫见远 由于良久 王莽再次开口 那个 这里是蓝星部 还是一片安静 周围所有人都诡异地跪在地上 一动不动 也不说话 这直接把王莽给整不会了 他回头 看着面前身穿白衣的少女 这个唯一站着的女人 应该就是白燕吧 恐怕这里诡异的情况 只能从这个女人口中问出来了 王莽转身 露出一个字认为非常和善笑容 正准备问白燕 结果他才刚刚嘴角上扬 对面的白燕就双眼一番 其实根本就没有受到王莽的影响 他完全是因为胆子小 被刚才的诡异景象吓到了 而刚刚王莽的那个笑 在他看来 简直就是 世间最邪恶 最猙獰的笑容 他只是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女孩子 他哪里能经受得住 这种邪恶的笑容 于是他晕倒了 这很合理 王莽刚刚露出的笑容突然僵住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又摸了摸身上的八块腹肌和大胸肌 自己有那么可怕吗 此时 跪倒在地的李勇已经满头大汗 他已经可以清晰地听到王莽的声音 不用抬头 他就猜到 王莽可能已经恢复了正常 可虽然王莽已经恢复了正常 并且之前周围诡异的男呢 一语已经消失 但他身上那股气势 却还是凝而不散 压着周围所有人连头都抬不起 原来让他们感到莫大恐惧的 并不是那些诡异的黑色线条 而是王莽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气息 我的祖宗啊 你赶快收了你的神通吧 不然等一下我们所有人都要完蛋 李勇在心中狂喊 身体却被王莽散发的气势 镇压得动弹不得 不要说开口 他连抬头都做不到 而在远处的一座秘密指挥室中 一群人正紧张着 盯着屏幕中的画面 这是什么怪物 怎么比上次的更恐怖 林浩玩家又召唤失败了吗 不好 他们好像全部受到了莫名的攻击 王少将好像死了 这怎么可能 这黑色怪物身上的怪兽磁场太强 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强的怪兽磁场 副局 怎么办 我们要使用备用计划吗 826局的副局长眼神严肃 他静静地看着屏幕中的画面 关于召唤林浩的计划 是非常完备的 这种情况 他们早有准备 一个小时前 李勇把核武器的红色按钮交给他 并一再强调 如果等一下召唤出来的 还是那诡异的黑色怪物 就一定不能让他离开山谷 就算在场所有人都牺牲 也绝不能让他离开 看着屏幕中 诡异的黑色马赛克人影 副局长只是沉默了一会儿 便很快坚定地开口 林浩玩家之前的视频 他也看过 这种恐怖的怪物 绝不能放任他离开 现在就解锁核武器 我们绝不能让他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 旁边一个女军官紧张地开口 等一下 我觉得情况 还没有到最糟糕的地步 再等一下 这位女军官 也是李勇最得力的部下之一 解锁核武器 必须要他和副局 两人都同意 张爱军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这种恐怖怪物 随时可以离开山谷 如果他离开 你知道会死多少人吗 我知道 但是李局现在还没死 张爱军回头 与副局长针锋相对 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刻 我不会让你用的 啊 妇人之人 你会害了我们所有人 你担得起这责任吗 对于副局长的怒吼 张爱军不为所动 他眼睛死死盯住屏幕中的李勇 双手紧紧握拳 再等一等 这怪物一直还没有动手 他也没有离开山谷 我不会同意的 碰 副局长愤怒地拍着桌子 张爱军不同意 核武器就无法动用 张爱军 只要局长一死 或者是这只怪物 有打算离开山谷的动向 你就必须同意 李勇的命是命 这天下所有人的命 他也是命 张爱军紧张地 看着屏幕中的李勇 他没有反驳 这也是之前李勇交代过他的 如果这黑色怪物 真的要离开山谷 那核武器就必须使用 山谷中 李勇跪趴在地上 满头大汗 动弹不得 不能再这样下去 再这样下去 恐怕他们就会启动备用方案 到时候 这地底埋藏着的 大当量核武器就会爆发 所有人都会死 就在李勇动弹不得之时 王莽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哎 世界之力的持续时间有限 我的时间不会太多 我先回去见我父母了 你们之后再来找我吧 听到这句话 李勇的双目猛的凳元 大量的汗水 开始出现在额头 不能让他离开 不能让他离开 不然核武器一定会爆炸 大家都得完蛋 李勇拼命用力 想要起身 但王莽周围散发的气势 实在是太强 把他压得动弹不得 口不能言 我的小祖宗啊 你怎么还不把你神通收一下 王莽根本就听不见 王莽看着面前跪着的人群 往前走了几步 结果离他最近的几个人瞬间晕倒 这让他不得不停住脚步 皱了皱眉 回头看了一下周围的人 他身上恐怕又发生了什么 活动一下身体 王莽戴起自己的草帽 这里的情况他也搞不清楚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不如抓紧时间回去见他的家人 世界之力的效果 也不知道可以持续多久 他必须抓紧时间 看了一眼昏倒在地的白衣少女 王莽缓缓走了过去 然后像林小鸡仔一样 把白衣提在手中 这个女人他必须带走 这可是自己的召唤师 以后能不能再回来 全靠他了 轻轻一挥手 周围的空间一阵扭曲 身体庞大的谢老大 出现在王莽身后 然后把他恭敬地举到了头顶上 跪在地上的李勇 也仿佛感知到了什么 眼神变得更加焦急 这种情况下 绝对不能让王莽这么离开 不然他们肯定会启用备用计划 用核武器把此地移为平地 李勇用眼角的余光 看了一眼口吐白沫 昏倒在地的王少将 这小子也太不靠谱了 你不是说你的人都是百战之师 是华夏国最强的王牌之师吗 怎么现在一个个和我一样 全部都跪在地上 连口都开不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一下真的要完蛋了 他们这一死不要紧 但是零号玩家如果死掉 恐怕这天真的就会塌下来 可惜这些心里话 王莽听不到 王莽把白燕随意地丢在谢老大的背上 然后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下 随手指了个方向 谢老大 往那边跑 我们先离开这个山谷 逼脸 谢老大举起两个大家子 一声兴奋地吼叫 就准备马上离开山谷 就在所有人都跪倒在地 动弹不得之时 就在李勇焦急无奈 心中拼命呐喊之时 就在指挥室已经打开箱子 随时准备按下红色按钮之时 谢老大身旁 一道渺小的身影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他全身轻轻抱起 嘴中在拼命嘶吼 是 张小龙 只见他双眼通红 眼中满是血丝 猙獰的面孔下 无数的血管 爬满他的全身 一阵无形的气势 从他身体迸发而出 让衣服如被狂风吹舞 头发根根倒立 他手握长刀 气势惊人地 挡在了谢老大面前 而对面 王莽正随意地 躺在谢老大的头顶上 就这样居高临下地 看着面前拼命挣扎的小人 有些诧异 把白眼 放 下 来 一声怒吼 张小龙好像疯魔一般 双眼通红 气势汹汹 他手拿一把长刀 拼尽全身力 猛地向王莽冲去 砍 砍 砍 无数刀影拼命斩出 怪物又如何 妖魔又如何 他要杀出一条血路 拯救那个他守护着的女孩 啊 给我死来 王莽打了个哈欠 淡定地看着下面发疯的张小龙 这家伙在干嘛 表演杂技吗 只见身下的谢老大 举起一只巨大的夹子 挡在了张小龙身前 而张小龙却发疯似的 拼命砍着谢老大的夹子 打出一大串火花 这把他的螃蟹夹子都刮花了 比利 比利 哦 你认识啊 是白燕的朋友 比利 比利 不用你说 我也看出来了 是挺弱的 谢老大一边和王莽交流着 一边轻轻地把发疯的张小龙 扒拉到一旁 有些嫌弃 要不是主人让他听白燕的话 而张小龙又是白燕的朋友 他早就把张小龙拍成肉泥了 在森林里 已经很久 没有怪兽敢这样 冒犯他谢老大了 特别是在他背着主人时候 把张小龙嫌弃地扒在一旁 谢老大熊啾啾 气昂昂 正准备离开 但王莽却从谢老大的背上 缓缓站起 谢老大 先等一下 王莽居高临下 看着底下的张小龙 刚刚他试着去靠近那些 跪倒在地的人 但是只要一接近 离他最近的人 就会昏倒在地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难得现在出现一个 可以动的活人 他决定还是问清楚比较好 王莽把谢老大背上的白燕 轻轻提起 然后居高临下地 望着底下的张小龙 缓缓开口 喂 你是要这个女人吗 我可以还给你 但是你要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张小龙此时 正半跪在地上 并在不断地大口喘气 他用长刀抵住身体 让自己不轻易倒下 一番发泄后 他的神志也恢复了许多 此时已经完全能听清楚王莽的话 可 可 你 你问 一个小时后 一架小型无人 客机正在天空中飞行 王莽正一个人坐在一旁 面前摆着各种美味的食物 他已经好久没有 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了 天天吃怪兽肉 他早就吃腻了 一边大吃特吃 他一边看着面前的电子平板 此时 他正在和他的家人视频通话 儿子 你 你真的回来了 老妈 那肯定的 我骗你干嘛 王莽说着 就把摄像头对准后面的机舱 你看 我正在坐飞机呢 谢天谢地 我现在就去通知你爸 你今天晚上能回来吗 我现在就去买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妈 不用了 我现在情况有点特殊 估计见不了你 我就是和你说一声 让你别担心了 王莽说完 又和他老妈寒暄了几句 便挂断了视频 接着又和他老爸聊了半个小时 便静静地坐在了机舱中 至于他的妹妹 这小丫头骗子 不了也罢 王莽坐在窗户旁 看着高空中的白云 叹了口气 他现在情况有点复杂 恐怕这次是 见不到家人了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 他从张小龙的嘴中 了解清楚了情况 对于自己变成一团 诡异的黑色马赛克人影 他早有预料 因为荒岛的污染 一直在时时刻刻影响他 他能一直保持理智 全是因为他一直在身上 叠加了很多层超腹灵状态 而且和自己猜想的差不多 现实世界是可以压制荒岛 对自己的精神污染 他现在即便没有使用超腹灵 也感觉非常良好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身体 周围存在着一股很强的气势 在这恐怖的气势下 几乎所有人都 无法在他身前站起 超能者玩家还好 只是身体僵硬 动弹不得 如果是普通人 只要靠近他 就会瞬间被吓得昏倒在地 这也是他不敢见家人的原因 王莽从张小龙口中了解到 自己身体中有一种特殊的威压 让周围所有人都动弹不得 于是 在他离开众人身边后 大家才慢慢恢复正常 而在之后 他就上了一架无人飞机 这架无人客机中 只有他 还有白燕和张小龙 驾驶时是人工智能 没有机长 王莽坐在一边 而另外两个人则缩在角落里 尽量远离 他身上的气势 实在是太强了 白燕因为身上有着世界之力的效果 所以并不受王莽影响 而张小龙 则是因为他的天赋 五感强化 他的五感不但非常强大 甚至在他的不断开发下 已经可以短暂地封闭其他感官 来提升自己的第六感 预感 之前他之所以能挣脱王莽的气势压制 其实就是封闭的感官后 暂时降低了王莽对他的影响 现在 他坐在飞机中 已经封闭了除听力外的其他死感 但即便这样 他也能隐隐感觉到王莽身上 来自尚未劣势者的强大压迫力 这种感觉非常不好 就好像 把两只小老鼠和一只巨虎 同时关在一个房间里 即便这只巨虎很有善 但那种无形的压迫感 还是让他时刻都心惊胆战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王莽看着窗外的风景 缓缓开口 只是轻轻地问话 张小龙的整个身体就一震 变得更加僵硬 正准备 正准备去第七区 那边的情况 恐怕不容乐观 平时都是白燕 都是您的宠物 谢老大镇守在那里 张小龙恭敬地回答着 明明这个少年比自己小 但他却不敢有丝毫捂逆 是又有怪物入侵了吗 嗯 据最新的情报 在您回来后不到半个小时 第七区就出现了大量的怪兽入侵 而且已经出现 新体型的超级怪兽 恐怕 张小龙欲言又止 恐怕第七区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次出现的怪兽 不但实力变得更强 数量也已经超过了以往的十倍 而这一切的原因 恐怕就是因为 面前的这个男人回来了 看着张小龙欲言又止 往往不由烦躁地眉头皱起 而只是轻轻地皱眉 整个机舱中的压力 瞬间增加了数倍 本来就苦苦坚持的张小龙 瞬间就要跪倒在地 身后的白燕见状 马上扶住了他 看着眉头紧锁的张小龙 原本怯弱的白燕 突然鼓气勇气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深吸一口气 话刚刚说了一半 就见王莽的眼神转了过来 瞬间 刚刚鼓起的勇气 就荡然无存 他低着头 只剩下蚊子般的声音 你这样 这样很没有礼貌 而一旁的张小龙 早就紧张地捂住了白燕的嘴 像护着鸡仔一样 挡在了白燕身前 看着两人你弄我弄 叽叽歪歪的样子 王莽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们两个有没有考虑过 我这个单身狗的感受 搞得我像是个坏人似的 还在我面前秀恩爱 叽叽歪歪的 真看不下去了 这鸡仓不带也罢 靠 谁还没有个女朋友呢 回去我就让我妈给我相亲 到时候 我要相一百个 王莽在心中骂骂咧咧 不过也只能随便想想 就他身上这恐怖的气势 怕是这辈子都没机会相亲了 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 越想越气 王莽再次打开电子平板 又开始视频通话 很快 通话连接 李勇一脸憔悴地出现在屏幕上 王莽同志 你有什么事吗 李勇恭敬地说道 以前都是通过屏幕见到林浩 所以对林浩的强大 他没有太直观的感受 而刚刚的亲自会面 深刻地让他意识到 在这种恐怖的强者面前 他这个826的局长 连站着都做不到 打开舱门 我要离开这里 这地方空气不太好 王莽起身 扭了扭脖子 活动了一下身体 淡淡地说道 李勇一愣 现在飞机正在高空万米 打开舱门 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举动 王莽同志 最多还有十分钟 就到第七去了 而且现在飞机正处在高空 要不您先忍耐一下 李勇试探着说着 小心翼翼 生怕惹得王莽不快 王莽回头 看了一眼角落中正 依偎在一起的张小龙和白燕 马上摇了摇头 他拿起一块导航手表 再次开口 忍不了 把目的地发在我的导航上 这地方我现在一秒钟都不想待 看着王莽的态度如此强硬 李勇只好吩咐人 把无人机的舱门打开 然后提醒道 王莽同志 在舱门旁边有降落伞 旁边还有操作指南 你 对于这些的话 王莽一句也没听 看着舱门打开 他迫不及待的 就从狂风中一跃而下 这地方 狗都不待 李勇在屏幕前 看着王莽毫无准备的 从飞机上跳下 连降落伞都没带 心中一惊 这可是万米高空啊 这小子就这样直接跳下去 但马上 他就平复下来 王莽的强大 已经不在他的理解范围内 既然他敢这样做 恐怕就是有绝对的自信 很快他就收回目光 把视线转向了 另一个屏幕画面 这里正是黑色禁区 第七区 此时的第七区 已经炮火连天 无数的远程导弹升空 然后像下饺子一样 开出一朵朵美艳的花 就在半个小时前 不断有超级怪兽 从黑色禁区走出 估计是因为王莽的回归 这次第七区出现的怪兽数量 已经超过了其他13区的总和 如果只是数量多也还好 可惜情况比他想象中的更糟 报告 第七区已经出现 12至40米级的超级怪兽 还不断有新的怪兽出现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报告 第七区的火力支援 最多还可以维持15分钟 远程导弹的消耗数量 已经超过了6成 报告 我们是第七区第12队 这次怪兽的数量太多了 实力也远超以往 我们已经守不住了 玩家已经出现大量伤亡 请求撤退 请求撤退啊 报告 随着大量怪物入侵 周围的怪物磁场太强了 他们好像在影响黑色禁区 黑色禁区的范围 在慢慢扩大 看着手中一份份传来的紧急报告 李勇神情严肃 虽然他们早就预料到 零号玩家的回归 会让第七区出现变故 并且提前做好了准备 但现在 事实说明 他们还是低估了 零号玩家的影响力 这次怪兽的入侵 空前强大 零号玩家只是一个人 他真的可以应对吗 即便他有像谢老大 这样的超级宠物 自身的实力也很强大 但面对这样数量庞大 体型夸张的超级怪兽群 他还是有一丝丝担心 但作为826局的指挥官 在任何时刻 他都要保持从容淡定 一切尽在掌握中 拿起电话 拨通第七区指挥官的视频 准备让第七区的玩家 和部队撤退 最多不超过十分钟 支援就会赶到 不要害怕弹药被浪费 活力全开 不能让任何一只怪兽 走出防御圈 对面第七区的指挥官 抹了抹头上的汗水 虽然李勇这样说 但他还想再确认一遍 局长 这次第七区的怪兽入侵 非同小可啊 我感觉 还会有更强的怪兽出现 恐怕白燕来了 也不会是对手的 我们必须调动 其他13区的超能者玩家 不然 第七区的防御圈 绝对会被冲破 到时候 滑下就完了 局长 看着面前交集的第七区指挥官 以他的身份 还并不知道零号玩家的存在 放心 我们已经派出了最强的支援 记住 快点让所有玩家和部队撤离 到时候 所有人都不要再接近战场 想起零号玩家身上恐怖的压迫感 李勇顿时觉得 双腿有些发软 他再次强调道 记住 如果见到那个人 千万不要让人靠近 李勇说完 就切换了视频画面 再一次看向了第七黑色禁区的战场 那里炮火轰鸣 巨大的超级怪兽 再不断咆哮 第七区的指挥官 看着面前切断的黑色屏幕 虽然李勇说的信誓旦旦 已经派来了最强的支援 但这次的怪兽入侵 真的不一样 他心中毫无信心 就在他心事重重时 身旁的对讲机再次响起 50米 50米级 长官 不好了 黑色禁区中 又出现了新的超级怪兽 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50米级 请求撤退 请求撤退啊 第七区的指挥官 猛地睁大双眼 他赶紧打开屏幕 接通战场的画面 只见在黑色禁区的边缘 一只超过50米级的黑色蜘蛛 已经踏出迷雾 50米级的超级怪兽 有多大 坦克在他面前 也只是了大号的虫子 天上盘旋的战机 就像一群讨厌的苍蝇 高约50米的巨怪 他的体型 恐怕已经超过了人类的万倍 即便是隔着屏幕 看着这样的超级巨怪 第七区的指挥官 都感觉背后发凉 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座椅上 他的猜测果然没错 真的出现了更强的超级怪兽 完了 完了 画面转动 战场中 所有的玩家和部队 都在拼命撤退 以前 玩家们总喜欢蹲守在黑色禁区旁 只要有怪兽出现 他们便一窝蜂地冲过去 因为杀死这些怪兽 可以获得经验 提升自己的等级 可能由于灵气复苏的说法 太深入人心 也可能是日子过得太安逸 他们已经忘记了 这些巨兽的恐怖 这次的怪兽入侵 在双甲车的车顶上 望着不但入侵者超级巨兽 他们正在撤退 这次的巨兽入侵 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么多超级巨怪 就算是白燕这个女人来了 也毫无办法 如果第七驱失守 恐怕华夏国现在的安定环境 将会荡然无存 白燕呢 她去哪里了 这种关键的时刻 这个女人又跑到哪里去了 操 郑天把双手握拳 怒目圆睁 他们在前线拼死拼活 这个女人恐怕又躲在角落里 再偷偷开小灶 这种规模的巨兽入侵 第七驱的防线 应该会在第一时间崩溃 但现在过去这么久 防线却依然在坚守 白燕突然地消失 第七驱突然地暴动 还有这提前的准备 恐怕上面早就已经有所预料 她突然想起 外网上都在说 华夏官方隐瞒了什么 今天看来 恐怕这些谣言并不是空穴来风 看着出现的50米超级巨兽 即便隔得很远 但丁也觉得浑身僵硬 心中生出巨大的恐惧 第七驱完了 看来上面那群人 好像玩脱了 但丁摇了摇头 眯着眼 缓缓低下头 果然 时代已经变了 这是一个属于超能者玩家的全新时代 只有强者 才适合成为支配者 统治者 看来大夏马上就要乱起来了 本来不想执行的 但现在看来 这天下 还是缺了一位像我一样的统治者 但丁低着头 嘴角微微勾起 蓬松的头发 遮住了他的眼睛 让人看不清他的脸色 而在另一边 周围是无数的群山 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黑影 慢慢不断放大 很快 一道五米多高的巨大身影 狠狠地砸落在地 土石崩裂 山林倒塌 地面出现一个几十米直径的大坑 在大坑的最中间 一个全身长满密密麻麻的恐怖肌肉怪人 正浑身散发着热浪和雾气 这些雾气 是气血在他身体里面 急速奔涌的表现 在落地的瞬间 他身体周围就出现了一阵无形的波纹 向四周扩散 山林中所有的动物 蚊虫都纷纷昏死在地 此时 王莽已经化为普通形态 魔鬼挖肉人 他的双腿肌肉夸张无比 这让他的腰身看上去非常细 只是在地面停留了一瞬 一阵恐怖的气浪席卷 他就像跳蚤一样再次起飞 瞬间消失在天边 黑色禁区 第七区 所有人员都在迅速撤退 五十米级的超级蜘蛛巨怪出现后 第七区的防线已经完全崩溃 除了天空中 还在不断发射着远程导弹 甚至连战机都已经在开始撤离 这只五十米级的蜘蛛巨怪 会发射一种特殊猪网 甚至连千米高空的战机 都可以轻易击落 而随着地面部队的撤离 大量怪物都开始走出防御圈 真正踏入人类的世界 无数的玩家和士兵站在远处 他们看着被突破的防线 所有人都惶恐不安 支援呢 不是说支援马上就到吗 没用的 就算支援来了又如何 在游戏规则下 这种恐怖的巨兽热武器 根本就无法杀死 而玩家 就算全国所有的玩家齐聚 又能拿这只蜘蛛巨兽怎么样 这个世界完了 完了 绝望 开始蔓延 远处 大量的导弹升空 但这只蜘蛛巨怪 被攻击几次后 就明显谨慎了很多 它不断喷射巨大的猪网 把天空中飞来的导弹全部打落 而它这样的举动 也让周围被导弹 炸成碎块的怪兽们的 得到了喘息 游戏规则的影响下 大量的怪兽 开始快速恢复 在没有地面部队的阻击下 这些恢复的怪兽 纷纷踏出防御圈 向着四周扩散而去 指挥势中 第七区的指挥员 看着失手的防御圈 整个人颓废了倒在椅子上 完了 现在就算支援到了 又如何 这么多怪兽突破防御圈 不知道会死多少人 第七区的指挥员 绝望地看着面前的屏幕 无数的导弹被击落 天空就像节日一样 放着巨大的烟火 它仿佛看见了所有怪兽 都在狂欢 它们张牙舞爪 口中咔嚓咔嚓 咬得脆响 无数的血肉尸块 从这些怪兽的嘴角低落 如人间炼狱 就在这时 屏幕中的天空中 突然有一个极小的黑影出现 越来越近 只是一眨眼 这黑影就迅速放大 如一颗流星般 重重地砸落在地 灰尘弥漫 让人看不清落下的是何物 但随着这黑影的落下 面前躁动的怪兽群 突然为之一镜 所有的怪兽都停下了脚步 它们都紧张地 盯着灰尘中渺小的身影 前面有大恐怖 野兽的本能在疯狂视景 五十米级黑色蜘蛛的八只眼睛 紧紧盯着面前突然出现的黑影 有些躁动不安 这突然出现的家伙 有着尚未捕食者的气息 哟 还挺热闹的吗 五米多高的庞大身躯 恐怖劫杂的猙獰肌肉 仿佛黄蜂肌肉人一样的王莽 缓缓从弥漫的灰尘中走出 随着它的出现 一股无形的气势席卷周围 迅速向四周扩散而去 在这股狂暴气势下 大量的怪兽都惊恐地纷纷后退 只有体型超过三十米级的巨兽 才能抵抗住王莽恐怖的气势压力 五十米级的黑蜘蛛 看着面前的袖珍小人 有些疑惑 在怪兽世界 体型越大 实力越强 它不明白 为什么像王莽这样的小人 会有着尚未捕食者的气息 看了一眼王莽的体型 它毫不犹豫 大量的猪网喷噬出 瞬间就把王莽裹成了一个白茧 这些蜘蛛网是它的天赋能力 韧性极强 即便是体型超过它的超级巨怪 只要被猪网束缚住 就绝无挣脱的可能 这只小虫子 已经死定了 就在它刚刚下定结论时 面前的蜘蛛白茧 突然开始剧烈的膨胀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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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肌肉强化60倍 肌肉强化2400% 猪网白茧不断膨胀 一个粗壮的大手猛的 从里面探出 用力一拉 王莽从白茧中 慢慢显露出身形 它的肌肉又变大了 无数密密麻麻的 肌肉紧绷交叠 仿佛在它身体上 刻印出了图腾般的 肌肉纹身 巨大的心跳声扑通 扑通 扑通 好像战鼓一样 响彻天地 王莽看着面前 无数高大的超级怪兽 恍惚中 它好像又回到了荒岛 嘿嘿嘿嘿 你居然敢对我出手 你居然敢对我出手 你妈妈都没这个勇气 凭什么敢 王莽猙獰一笑 他脸上的肌肉 全部挤在了一起 疯狂上扬 嘴巴裂开 一口大白牙 全部展露出来 他周围的气势 再次增强数倍 无形的风压 从他身体中迸发 所有的头发 都纷纷倒冲而起 腿部的肌肉微微发力 一跃 王莽瞬间消失在原地 地面只留下一个 军裂出来的大坑 在出现时 他已经来到 巨型黑蜘蛛的头顶 仿佛画出了一只 百米高的黑虎虚影 从天空猛的扑响 华夏鼓舞秘技 五行门 行翼一十二 猛虎下山 天空中 好像传来一声惊天虎啸 这是华夏鼓舞的 意境虚影 是舞蹈招式的极尽表现 巨型黑蜘蛛 看着面前恐怖的异象 全身的蜘蛛毛 纷纷炸起 八只黑溜溜的眼睛 猛的睁大 惊恐万壮 明明这只两角兽这么小 但现在在他眼中 他仿佛看到 一只百米巨兽的血盆大口 正在向他一口咬来 在死亡的恐惧下 巨型黑蜘蛛 开始拼命喷射猪网 可惜在王莽面前 这些都只是徒劳而已 一击 面前超过万吨的巨型蜘蛛怪兽 就直接被深深砸入地下 整个上半身都被完全打爆 天空中开始下起了红色的雨 这些全部都是怪兽 被打碎的血肉 王莽站在这血雨中 双手十字举起 抬头望天 露出一口猙獰的大白牙 站在无数的巨型怪物中间 一声怒吼 爽 果然还是这种热血般的战斗 才能让他感觉到生命的意义 没有荒岛的精神污染 他现在感觉好极了 猙獰一笑 看着周围的怪物群 热血喷涌 这可还不是我的极限 我还可以更强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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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肌肉强化100倍 肌肉增幅程度4000% 王莽的身体再次持续膨胀 所有的肌肉仿佛活了一般 他的体型又大了一圈 肩高已经超过了10米 浑身的肌肉 甚至已经被挤压变形 变得夸张无比 心脏的每一次跳动 他脚下数百米内的地面 都会有节奏的一起震动 全身夸张的肌肉下 显得他的头有点小 但是 他的拳头 很大 王莽肌肉形态 心跳引擎 肌肉爸爸形态 随着王莽肌肉爸爸形态的出现 他身上惊人的气势 再次增加数倍 在这恐怖的压力下 围在一旁的所有怪兽 都露出无限惊恐的神色 即便是剩下的30米级 40米级的超级巨兽 也再也止不住心中的恐惧 一个个向后慢慢倒退 明明王莽的体型 只是10米级 可他身上的事 简直就直冲天际 嘿嘿嘿 你们在害怕什么 大家一起来玩吗 我可还没到极限呢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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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一声邪恶的大笑 然后又开始疯狂叠加技能 他的极限 还远远不止如此 而在周围所有的 巨型怪兽惊恐的眼中 面前的两脚兽 正在不停难呢 好像恶魔在抑郁 而随着这只两脚兽的 恶魔男的抑郁 他的体型还在继续膨胀 只见他身上的气势 猛地再次扩大数倍 已经凝结成黑色的雾气 直冲云霄 终极肌肉强化120倍 肌肉强化增幅4800% 此时 王莽的肩高 已经超过了12米 浑身黑红 泛着金属般的光泽 他全身的肌肉 已经开始横向增生 宽大的肩膀上 好像已经长出了 肌肉之角 王莽此时最强肌肉形态 恶魔之角 赤龙 而随着王莽 最强肌肉形态的展露 方圆数千米内 所有的怪兽 都在一瞬间 感受到巨大的心境 什么入侵事件 什么吞噬人类 在这巨大的恐惧面前 一切都是虚妄 逃 逃 逃 所有的怪物 开始转身而逃 这个世界的两脚兽 实在太恐怖了 再不逃 他们恐怕都会死在这里 之前还气势汹汹 不断竞技的巨怪们 全部都惊恐是错 以更快的速度 拼命地往黑色镜区逃去 王莽看着面前 疯狂逃窜的怪兽们 裂开大嘴 争鸣的一笑 难道我回家一趟 大家一起来玩吗 王莽说完 双腿下压 一个挖跳起步 就瞬间飞出数千米之外 落下时 一只四十米级的巨怪 就直接全部爆开 又一次挖步起跳 他就直接从几只 三十米级的巨怪身体中 穿透而出 在他们身体中 留下一排排空洞 看着周围的同类 像麦子一样被割倒 剩下的怪兽更加恐惧了 速度再次爆发了几分 高空中 十几架无人机 正在天空中盘旋 这些画面 全部都被实时转播到屏幕中 第七区的指挥官 看着屏幕中的画面 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他感觉自己出现了幻觉 这突然出现的恐怖肌肉巨人 是什么玩意 难道是 某种新出现的怪物 第七区的指挥官 并没有把这肌肉怪人 和玩家联系起来 毕竟在他手下 就有上万名玩家 玩家们是啥实力 他实在太清楚了 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某种奇特的怪物 只是这种肌肉怪物 好像喜欢狩猎其他巨怪 太强了 50米级的怪兽 就被他一击秒杀 数量超过上万的巨兽群 居然被他像羊群一样驱赶 第七区的指挥官 咽了咽口水 虽然第七区的怪兽 入侵危机 暂时得到了缓解 但如果屏幕中的肌肉怪物 来到人类世界 恐怕人类会变得更危险 此时 826局地下秘密基地 李勇和大量的826局工作人员 站在大屏幕前 看着屏幕中大发神威的王莽 李勇突然有些恍惚 他之前其实还有一丝丝担心 毕竟零号玩家再强 也只是一个人 面对上万的超级巨兽 他真的可以化解危机吗 而现在事实摆在面前 零号玩家比他想象中的更强 更可怕 这种强大 把他称为神 也毫无违和感 看来之前的下跪不冤 这种恐怖的存在 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 李勇自言自语 果然零号计划的选择是对的 一辆军用装甲车中 郑天霸双目瞪圆 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屏幕中的肌肉巨人 太强了 太强了 看着屏幕中的肌肉巨人 一招秒杀了50米级的 超级蜘蛛巨怪 郑天霸只感觉全身的气血上涌 整个人兴奋地达到了炉内高潮 这个肌肉巨人绝对是玩家 他绝对是玩家 郑天霸一脸狂热 直接扑到了屏幕上 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屏幕中的 肌肉巨人强壮的身体 疯狂大喊 他是玩家 他绝对是玩家 太强了 太帅了 白燕那个女人算个屁 这才是世界上最强的超能者玩家 郑天霸看着屏幕中 大发神威的肌肉巨人 整个人浑身激动不已 这就是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啊 在百万军中三进三出 以一人 镇压上万超级巨兽 并横扫千军 所向无敌 这才是男人的终极浪漫 是他人生追求的至高目标 帅 太帅 太帅了 郑天霸一脸兴奋的贴在屏幕上 就差铁平了 但丁站在郑天霸身后 他平时一直眯着的眼睛 今天终于睁得大大的 这个肌肉怪人是怎么回事 这实力也太夸张了吧 难道这就是上面的底牌 可这种恐怖的怪物玩家 他怎么一点丰盛都没听到 想要达到他这种程度 绝对是极高等级的玩家 但这种高等级的玩家 肯定会狩猎大量怪兽 上面不可能瞒得住 难道这位玩家 一直在黑色禁区中没有回来 但丁想到这里 突然有些明白了 哼 华夏官方果然隐瞒了很多 提前预知灵气复苏 恐怕他们是早有准备 又看了一眼屏幕中 所向无敌的肌肉巨人 但丁不甘地咬了咬牙 可恶 看来我的计划 还不是时候 黑色禁区外围 在王莽的不断猎杀下 怪兽群已经死伤过半 但还是有很多 即将逃回黑色禁区 此时 王莽已经停下脚步 这些怪兽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自己一个人杀 效率还是有点低 算了 不完了 这种级别的怪物 还是太弱了 连我的一拳都戒不住 肌肉魁梧的王莽站在原地 这场游戏 他玩得还算尽兴 也是该结束了 蜘蛛影子 随着王莽的花音落下 他背后巨大的影子 开始不断扭动 一只体型更大的 肌肉人形蜘蛛怪物 挣扎着从他的影子中 缓缓爬出 一只 两只 三只 很快 战场中就出现了 大量的蜘蛛影子 他们每一个都超过30米高 上半身像王莽一样 是夸张的肌肉人 下半身却是长着蜘蛛身体 速度极快 每一只蜘蛛影子出现后 就会变成黑影飞速地射出 开始不断捕猎周围的怪兽 大量的怪兽如麦子般倒下 几分钟后 整个黑色禁区的外围 再也没有一只怪兽能站起 在猎杀完黑色禁区外围的 所有怪物后 几只蜘蛛影子 朝各个方向分散而去 在王莽赶来之前 就已经有部分怪兽 离开了防御圈 他并不准备放任 这些怪兽离去 看到黑色禁区周围的怪兽 已经全部被解决 王莽庞大的身躯 慢慢缩小 以便回了那个平凡的少年 剩下的蜘蛛影子 开始收集战场中的怪兽尸体 然后恭敬地送到少年面前 一具具尸体 化为光点消失 全部变成了空间 背包中的材料 半个小时 王莽才分解完周围 所有的怪物尸体 他来到黑色禁区的边界 看着面前巨大诡异的迷雾 这是华夏国的 第七号黑色禁区 黑色迷雾后面 也同样是一座荒岛 王莽眼睛一缩 瞬间就踏入黑色迷雾中 消失不见 两个小时后 他再次从迷雾中走出 脸色阴郁 后面这座荒岛 的确不是他待的那座 虽然两座荒岛极度相似 但是第七号黑色禁区的荒岛 并没有蘑菇人遗址 看来像这样荒岛 真的有很多个 刚刚踏出黑色迷雾 王莽随身戴着的电子手表 就突然震动了起来 这电子手表 还带着通话功能 李勇在联系他 看着不断震动的电子手表 他并没有接通 而是想着心事 世界之力的效果非常好 本来他以为白眼使用后 最多只能让自己 短暂地回来几分钟 他甚至已经准备好 再消耗一份世界之力 结果不常想 他已经过来几个小时了 世界之力的效果 还没有失效 可惜他身上 有一股奇怪的气势 不然其实还可以 和家人们见上一面 不过 既然难得回来一趟 有些事情 还是要提前准备一下 手指按下 电话接通 对面的李勇 小心翼翼地开口 王莽同志 有空吗 什么事 有个人想和你说几句话 不知道现在方便吗 王莽犹豫的一会 他已经有所猜测 电话接通 几分钟后 王莽挂断了电话 并再次打通了李勇的号码 李局长 安排一个单独的地方 让白雁过来 半个小时后 王莽又坐在了 之前的那架无人客机里 只不过这次飞机 停在一片空地 机舱中 王莽 白雁 张小龙三人 又奇怪地待在了一起 空气中安静地有些诡异 王莽坐在靠窗的角落 而张小龙 则被王莽的气势所压迫 只能尽量远离他 喝着李勇派机器人 刚刚送来的奶茶 王莽看了一眼 躲在张小龙背后的白雁 一会儿没见 他身上代表 世界之力的金光 已经暗淡了许多 对于世界之力 他了解还是太少了 所有他必须搞清楚 使用世界之力后 白雁到底可以 召唤自己多长时间 王莽从空间背包中 取出十几个白玉蘑菇 蘑菇人的水晶戒指 发动 随着技能发动 王莽手中的白玉蘑菇 突然都活了过来 他们活动着身体 一个个蹦蹦跳跳地 从王莽的手掌中跳下 然后迎风而掌 迅速变大 很快 机舱中就出现了 十几个白白嫩嫩 一米多高的蘑菇小人 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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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人们一出现 就全部叽叽喳喳地 跪趴在地上 对着王莽不停磕头 召唤出十几个蘑菇人后 他又抬头看了一眼白雁 果然 虽然不明显 但他身上的代表 世界之力的金光 又黯淡了一丝 白雁的固有天赋 媒介召唤 只要拥有目标 身体上的活性媒介 就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召唤 甚至只要能量充足 就是世界壁垒都可以打破 但召唤过来的个体 所消耗的能量 其实都是白雁在提供 就像自己现在消耗能量 召唤蘑菇人 白雁身上的世界之力 就会被消耗 也就是说 自己在这边使用的力量越多 世界之力的消耗就会越快 他能待的时间就会越短 相反 要是白雁召唤自己后 他不使用力量 恐怕能在现实世界待非常久 可是 只要我待在现实世界 游戏规则的影响下 就会有更强的怪兽 从黑色境区走出 逼我不得不动手 而使用力量 能在现实世界待的时间 就会大幅度缩短 这便是个死循环呀 想通这点后 王莽又看了一眼白雁 看来世界之力 也只是能在短时间 让自己回来一下 并不能解决 自己被困惑倒的困境 一切 还是只能靠他自己 也没什么好失望的 一开始 我就没有指望任何人 王莽神情再次变得坚定 他还要变得更强 从空间背包中 取出上百枚白玉蘑菇 这是他之前 在蘑菇人遗址 九棵巨树中的所有收获 蘑菇人的水晶戒指 再次发动 上百枚蘑菇小人 纷纷都活了过来 并迅速变大 挤满了整个机舱 王莽抓住 靠自己最近的一个蘑菇人 然后从空间背包中 取出智慧术的枝丫 种类 智慧术的枝丫 品质 紫色稀有 简介 来自智慧术上的枝丫 拥有着智慧的力量 效果 可用于制作法杖 药剂 会用来提升植物类生命的智慧 评价 三星半 自己通过白玉蘑菇转化的蘑菇人 虽然有一定智商 但也只是 有一定智商 不多 吃了他 王莽把智慧术的枝丫 递到蘑菇人面前 简介中介绍 智慧术的枝丫 可以增强植物类生命的智慧 面前被选中的蘑菇人 恭敬地拿过智慧术的枝丫 没有丝毫犹豫 一口吞下 只见面前的蘑菇人身上 智慧的蘑菇人 王莽把手指对向他 神圣副灵 发动 一道白光 迅速冲入蘑菇人的身体中 开始提升蘑菇人的天赋潜力 白光散尽后 这只被特殊照顾的蘑菇人 已经长高了一倍 变成了一只两米高的 巨大白玉蘑菇人 在整个机舱的蘑菇人中 他已经鹤立鸡群 巨型蘑菇人低头看着 自己大便的身体 再看看一眼面前的王莽 然后激动地直接单膝跪地 右手放在胸前 恭敬地对着王莽说道 阿姆 这次 巨型蘑菇人的语气恭敬而沉稳 不再像之前那样 叽叽喳喳地嘈杂 王莽一愣 阿姆 他之前杀死那个庶人后 进入记忆幻想中 庶人也同样对他说过的称呼 这一次 蘑菇人是自己眷属 即便语言不通 他也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 阿姆 是一种尊称 类似于殿下 皇帝的意思 你拥有了记忆 王莽吃惊地问道 巨型蘑菇人摇了摇头 他继续啊 咩呀咩地回答着 他没有记忆 在服用智慧术的质押后 他好像突然拥有了蘑菇人的语言 这些语言 好像本来就刻印在他身体里 看着面前的巨型蘑菇人 王莽若有所思 你们继承了我的部分能力 又是蘑菇人 那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叫鸡姑一族 而你 以后就叫白鸡 是他们的首领 白鸡恭敬跪在王莽脚下 口中激动地回答 呀咩 阿姆 好像随时都会消失 看来 自己能待在现实世界的时间不长了 拿起手中的电子平板 王莽再次连通了家人的视频 一个小时后 爸妈 你们别担心了 我现在很强吧 这次估计见不了你们了 我给你们留了一份礼物 就让他们代替我 陪着你们吧 王莽说完 赶紧挂断了电话 他望向窗外 脑海中 还是他老妈不断哭泣的样子 他不喜欢离别 但总有一天 他会再回来的 白鸡 你们以后就 留在这个世界 王莽拿起电子平板 这两个人类 以后他们就是你们的主人 一切准备就绪后 王莽回头又看向张小龙 他拿出一份世界之力 放在桌子上 缓缓开口 把这份世界之力交给李勇 记住 这是给你们的最后一份世界之力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轻易使用 王莽一边说话 身体开始不断出现白光 这是他在叠加 超腹灵 状态 帮我告诉李勇 之前的事情我答应了 希望他们说到做到 好好保护我的家人 随着王莽的话音落下 他的身体周围 开始剧烈地扭曲起来 这是超腹灵叠加的状态 在抵抗白眼的召唤能力 随着王莽身上的白光不断出现 空间剧烈扭曲 啪的一声 王莽已经消失在原地 巨大的机舱中 只剩下密密麻麻的蘑菇人 和和角落里张小龙二人 荒岛 海边的沙地上 王莽又回到了原地 熟悉的巨树森林 熟悉的沙滩石地 熟悉的大海蓝天 刚刚的一切 就好像做了一个梦 而他现在 终于回到了现实 其实他有时候在想 会不会人类 早就全部已经灭亡 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现实世界 聊天群 他的家人 其实都只是一个梦 而这座荒岛大海 才是他的现实 打开空间背包 看着已经全部消失的 白玉蘑菇 他再次看向 一望无际的大海 以前他一直想 回到现实世界 回到家人的身边 可随着他变得越来越强 在这荒岛中 待的时间越来越久 即便再回到人类世界中 他好像也变得格格不入 反而是回到这荒岛中 那我是应该快点 开始下一步计划了 王莽起身 看向白米级黑色金刚 所在的方向 是时候开始狩猎他了 就让我看看 你盒子里到底卖的什么样 他有预感 猎杀这只白米级黑色金刚后 他一定会再次见到 管理员房间中的 黑色马赛克人影 虽然他并不清楚 自己狩猎黑色金刚后 蓝星会发生什么变化 但这座荒岛绝不是善地 他必须要赶紧离开 而这幕后之人 就是他的线索 去了一趟现实世界后 再回来荒岛中 那种精神污染的感觉 更明显了 王莽从礁石上跳下 不过 在狩猎这只白米级的 黑色金刚之前 他还有一些事情要验证 他来到海滩的森林旁 大量的蘑菇人正在忙碌着 这是他之前留下的一批蘑菇人 他们正在不停伐木 把所有的木材 都整齐地堆放在一旁 之前王莽考虑了很久 最后决定 还是准备坐一艘大船 身体膨胀 他从所有的木材中 挑出一根最粗最长的 开始用它慢慢地做起了龙骨 最近他已经在手机中 学习了很久的 简易翻船制船技术 而在他超人一样的身体素质下 一个人造船 也变得简单了很多 玩家被选中 所有人都身处 一座荒岛中 周围是无尽的大海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 这个游戏世界 是否是想让玩家扬帆出海呢 在荒岛中待得越久 玩家受到的精神污染 就会越严重 这或许就是一种驱赶规则 也许想要逃离这座荒岛 就必须要造一艘自己的小船 就像他以前玩的手游一样 开局一艘船 然后就开始大海征程 也许船 就是离开这座荒岛的必需品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一个星期后 蔚蓝大海边 沙滩上 一艘长约30米长的木船 静静地摆放在那里 这是一艘结构简单的老式帆船 百米巨树做成的骨架 不知名的怪兽皮做成的帆布 除了用料扎实 可以说平平无奇 往往站在木船下 一声大喝 浑身肌肉开始不断膨胀 瞬间就变成了一个 八米高的肌肉巨人 行船下水都需要船物 但在王莽这里 就不需要这种繁琐的操作 只见他浑身肌肉紧绷 瞬间就把30多米长的木船 抱了起来 然后猛地一丢 巨大的木船飞出百米后 直接重重地落入了海中 砸出一大片的浪花 缩小身形 他看着在海面中沉浮的木船 静静观察着 荒岛的怪兽 就已经够多 够可怕了 而这怪兽世界的大海中 恐怕潜藏着更多恐怖存在 就以他之前的试探 如果没有特殊的规则或者方法 自己根本就没办法离开这荒岛 这个世界 是不是只有船只 才能在海面中航行 虽然这只是他的猜测 但这个猜测 非常有必要实验一下 随着木船在海面 砸出巨大的动静 很快周围的海域 就出现了情况 一到几百米巨大的阴影 从深海中快速上浮 一下就把木船周围的水域 变成了诡异的黑色 突然 一只巨大的触手猛地从水中探出 上面长满无数吸盘钩牙 而随着第一根触手的出现 木船周围陆陆续续 开始出现更多巨大的触手 这些触手把木船整个围住 就像一朵夸张的菊花 在反向盛开 只是一个呼吸 往往辛苦做好的木船 就被触手吞噬 缓缓沉入水中 消失不见 一望无际大海上 刚刚的动静就像一个小水花 很快海面就恢复了平静 蓝天 白云 大海 沙滩 这美丽的风景下 却隐藏着巨大的深海恐怖 王莽站在岸边 神情凝重 哎 才错了呀 看来想要离开这座荒岛 最后还是要先猎杀那只黑色金刚 王莽起身 毅然离开了沙滩 如果他能找到直接出海的方法 那狩猎黑色金刚就并不是必须的 这样 蓝星的变数也会少一点 他的家人也会更安全 可惜现在看来 离开荒岛的办法已经被全部堵死 狩猎黑色金刚已经在所难免 随着王莽的离开 天空中也开始阴云密布 又要下暴雨了 每过一段时间 这荒岛中就会来一场巨大的暴雨 而在暴雨过后 海边就会被冲上来大量的深海怪兽尸体 以前 这是王莽最快乐的时光 他会背上行囊 然后兴奋地跑去海边赶海 不过随着他变得越来越强 他已经很久没有去赶海了 很快 巨大的雨滴从万米高空中砸落 整个荒岛沉浸在一片暴雨中 一棵巨树下 王莽躲在树洞中 面前燃着一团篝火 在篝火旁 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 趴在王莽身旁 八只黑溜溜的眼睛 紧紧盯着面前的烤肉 看着面前迫不及待的黑宝 王莽温柔地笑了笑 然后就把手中的肉块丢入了他的口中 最近黑宝迷上了烤肉的味道 特别是自己给他烤的 吃完烤肉后 黑宝一脸满足 八只乌溜溜的黑色眼睛 仿佛眯了起来 做着美味娇羞的动作 他跑到王莽身边 用毛糊糊的蜘蛛腿 不断摩擦着王莽 不断撒着焦 叽叽叽叽 好了好了 你别蹭了 我再给你考 王莽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 这让在外面守门的谢老大 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为什么黑宝这个家伙 可以和主人在一起 亲亲我我 而他却要在树洞门口当个门板 吹风又淋雨 谢老大有些愤愤 但回头一想 主人曾经说过 守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 如果遇到危险 他就可以第一时间发现 并报告给主人 这么重要的任务 主人从来都只交给自己 果然主人最信任的还是自己 这样一想 谢老大就突然精神了起来 他把两个巨大的夹子高高举起 尽量不让雨水进入洞中 同时 他的两个螃蟹眼睛到处转动 时刻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王莽不着痕迹地 回头看了一眼谢老大 这家伙刚才的小动作 他全部都看在眼中 摇头笑了笑 王莽就拿起一块门板大小的烤肉 走到谢老大的腿边 喂 小子 最近表现不错 快吃吧 谢老大用两个巨大的夹子 挡在王莽头顶 帮他遮挡着雨水 他的两个螃蟹眼睛高高竖起 眼中满是欣喜和激动 主人果然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 他回头看了一眼黑宝 眼中满是得意 你这个母蜘蛛 天赋好又怎么样 实力比我强又怎么样 现在还不是只能在旁边羡慕我 逼劣 谢老大兴奋地大叫一声 然后就拼命吃起王莽送过来的烤肉 看着面前狼吞虎咽的谢老大 王莽又笑着摇了摇头 最近 随着等级不断地提高 谢老大的体型已经超过了20米级 实力也变强了很多 而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 谢老大和黑宝的智商也变得越来越高 特别是黑宝 可能因为自己给他使用了很多次神圣复灵 他的智商已经完全相当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谢老大就稍微差点 他的智商最多只有三岁 而且这家伙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忙里忙气 一点也没有继承到自己谨慎的风格 要不是自己可以把他无限复活 他恐怕早就已经死了 上百次了 和自己的两只召唤兽相比 这座荒岛中的怪物却完全不同 根据他最近的观察 这座荒岛中所有的怪物都只是凭借本能而活 他们好像并不存在感情和智慧 就比如谢老大的女朋友咪咪 他对于谢老大只有繁殖本能 据他偷偷观察 在谢老大走后 咪咪就马上无缝连接了另外一只公螃蟹 而这件事 他一直都没有告诉谢老大 不过谢老大是螃蟹 应该也不会介意这种事吧 除了这些小怪兽 即便是那些体型巨大的超级怪兽 也一样只有本能 这座荒岛中 好像除了自己和自己的两只宠物 所有的怪兽都并不拥有智慧与情感 他们就像游戏里的NPC 拥有着固定的行为模式和原始的本能 就连自己转化的那些蘑菇人也一样 他们虽然是一种生命 但也是凭借本能而活 从空间背包中拿出智慧术的支鸭 往往想起之前那只巨型蘑菇人 在使用智慧术的支鸭后 他给自己的感觉明显变得不同 他好像变成了智慧生命 智慧生命 智慧生命 往往喃喃自语 看着手中仿佛水晶一样的智慧术之鸭 想起了当初进入管理员房间后 自己问黑色马赛克人影的第二个问题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中墨之海 所有智慧生命的坟墓 望着外面旁驳暴雨 想起他在这座荒岛中的所见所闻 这里的确没有任何智慧生命 甚至他自己都在时时刻刻 受着荒岛的精神污染 而随着黑宝的智慧越来越高 他好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谢老大就稍微好一点 估计是他智商太低 荒岛对他的影响比较小 就在他思索之际 聊天面板突然震动了一下 李军又发来一条消息 王莽同学 你昨天说的事不能再等等吗 昨天他上线后 王莽就通知他 几天后 他将开始受百米级的黑色金刚 而蓝星可能会迎来重大变化 王莽看了一眼聊天界面 淡淡地回复道 我之前的情况 你们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我的时间不多了 这座荒岛时刻在污染我 李军沉默 这是他们从未想到的情况 像王莽这样强大的超能者 居然也面临着生命危险 怪兽世界比他们想象中更加可怕 很快 王莽再一次开口 明天你就下线了 把这个消息带回去 七天后 不管什么原因 我一定会开始狩猎这只黑色金刚 记住 你们只有几天的时间准备 回去告诉利用 他们曾经答应的事 一定要做到 保护好我的家人 王莽说完 就直接关闭了聊天面板 然后从拍卖商城 取下李军留下的一个大包裹 这里面全部是各种无人机录像设备 他会全程记录下 这次战斗的所有情况 这也是和李勇他们交易的一部分 做完这些 王莽就站在篝火前 不断地挥拳挥拳挥拳 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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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世界 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他要去面临这样的选择 一切 只是因为他还不够强 弱者 才需要权衡利弊 从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一个 而强者 从不需要选择 因为他可以把所有的选项 全部握在手中 不断变强 然后凌驾于规则之上 才能随心所欲 再无烦恼 树洞中 外面又是大雨倾盆 巨大的倾泻挡在树洞门口 猙獰的黑色蜘蛛 静静地趴在一旁 温柔地看着少年 少年在篝火前不断重复的挥拳 他的眼神坚定而淳朴 所有的迷茫都消失不见 他 又变强了 日落星生 一日又一日 李勋下线了 王莽没有理会 他还在树洞中不断挥拳 挥拳 挥拳 雨过天晴 荒岛的怪兽们 开始享受难得的盛宴 王莽没有理会 他站在一颗巨石上 面向大海 不断挥拳 挥拳 挥拳 太阳落下 天空中已挂满星河 王莽也没有理会 他站星空下 一堆篝火旁 不断地挥拳 挥拳 挥拳 七日后 海边的巨石上 太阳刚刚升起 王莽就猛地睁开了 充满血丝的眼睛 一股无形的气势 凝结在他身体周围 隐而不发 在他平静的身体下 一种恐怖的力量 仿佛海啸般 想要冲破身体的束缚 滑下鼓舞秘技 道门 叠气三十一 乾隆在渊 王莽从巨石上轻轻跳下 落地后 整个地面都被无形的气场 压得纷纷军裂 每走一步 地面就像猪网一样 慢慢裂开 随着王莽的靠近 谢老大和黑宝 都不自主地退开 他身上的气势 实在太强了 而现在 王莽却感觉好极了 滑下鼓舞秘技 乾隆在渊 这一招是让人不断挥拳 在拳意中 把人的身体逼迫到极限 然后在绝境中 爆发出藏在身体里的恐怖潜能 这是一种极强的凝视手段 可以让人的战意提升到最高 从空间背包 拿出大量的灵果和怪兽血肉 王莽开始拼命进食 狼吞虎咽 一切都准备就绪 就让他看看 这白米级的黑色金刚 到底有几斤几两 一直吃了半个小时 王莽满足地擦了擦嘴 轻轻挥手 谢老大和黑宝 就进入了宠物屋中 双目瞪圆 兴奋一笑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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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中 烈阳高照 地上王莽的影子 开始不断膨胀 长高 变得恐怖争鸣 蹦 一声巨响 周围的土石纷纷崩裂 王莽就像捣蛋一样 消失在天边 千米高的断树下 周围都是一片荒芜 一只白米级的黑色巨猿 正坐在树下 他双腿张开 眼神空洞地望向前方 除了每天出去进食外 他几乎所有的时间 都守在这棵枯树下 他好像守了很久很久 可是为什么要守在这里呢 他忘记了 他只知道 这里很重要 很重要 突然 黑色金刚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他猛地站了起 望向右边的方向 虽然什么也没看见 但是他知道 有一只恐怖的怪兽 正在接近中 在天边 他看到了一股冲天的气势 直冲云霄 仿佛暴雨阴云来袭 黑色金刚突然显得非常暴躁 他高高举起双拳 大嘴张开 一声怒吼 开始拼命锤打胸口 巨大的梦想 就像木骨沉中一样 在方圆千米震荡 这里是他的领地 没有任何怪物 可以接近他守护的古术 天空中 远处的黑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很快 仿佛流星陨落 有巨物在地面中 炸出一个深坑 阎尘散去 只见 他双目如铜铃 血丝红透 青筋抱起 如赤龙在身 身状魁梧 似天神下凡 王莽如同猛虎盘 卧在地 开口大笑出声 朋友 久等了 嘿嘿 白米高大的黑色金刚 看着面前的小人 神情凝重 王莽的体型 已经超过了十米 但是在黑色金刚的眼中 他也只不过是只大号老鼠 可就是这样一只大号老鼠 黑色金刚在他身上感受到的 不属于自己的气势 但老鼠 就是老鼠 他不应该妄想 黑色金刚的双拳高高举起 然后用力地砸下 恐怖的冲击波 像波纹一样在地面席卷 好 四肢着地 飞得一跃 黑色金刚直接飞出千米之外 以青天之势砸向王莽 抬头望去 好像整个世界 都被黑色金刚的身体所占据 这一击 王莽无处可逃 看着气势汹汹的黑色金刚 王莽整个身体 都开始兴奋地颤抖起来 这一战 他早就期待已久 他怎么可能会逃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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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肌肉强化120倍 肌肉强化增幅4800% 王莽的体型再次膨胀 很快就变成了 12米高的肌肉最强形态 恶魔之角 赤龙 和之前在蓝星的状态不同 因为在蓝星叠加 超腹灵增加的各种抗性 会对白燕的召唤产生影响 所以他当时只使用了 纯粹肌肉强化状态 而在荒岛 他再无顾虑 超腹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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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层白光不断在王莽身上闪烁 他的实力再次开始快速提升 现在的他 比赤蓝星何止强了十倍 王莽兴奋大笑 看着黑色金刚从天而降的剧拳 那恐怖的威势 只让人头皮发麻 就是这样 哈哈 快来打死我 沉妖扭身 全身肌肉膨胀 所有的气力集中在手中 全如弯弓射出 在这拳影中 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第一次反抗挥拳 小时候他因为长相瘦弱 性格内向 所以总是会被人无故欺压霸凌 那时他不敢还手 因为打架是不好的事情 他想做家长和老师眼中的好孩子 但随着慢慢长大 他才发现 好孩子三个字 只是大人制定的规则而已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所以 金刚啊 看看我们现在谁更强吧 一大一小两道身影 猛烈地撞击到一起 恐怖的风鸭 突然剧烈收缩 然后化作一股气浪 迅速爆开 狂风四起 在撞击的瞬间 王莽脚下直径百米的土地 就纷纷崩裂 出现一个大坑 他的整个下半身 都已经深入石中 就是这个力道 就是这个压力 王莽大嘴裂开 兴奋狂笑 他轻轻爆起 身体所有的肌肉 不全部紧绷到极致 把黑色金刚的巨拳 死死挡在头顶 面对着巨兽的狂暴一击 他的身躯 不曾有任何弯曲 百米级的巨兽的实力 果然产生了质变 这只黑色金刚的实力 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强 更强 这还是他第一次 在力量上处于下风 不过 嘿嘿嘿 这可还不是我的极限呢 啊 超负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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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负零六十被叠加 全属性增加1800% 物理抗性增加1800% 元素抗性增加1800% 怨性增加1800% 精神抗性增加1800% 且每秒钟 恢复60%点最大体质 和60%最大能量 随着超负零叠加到极限 王莽的实力 变得更加恐怖了 谁说老鼠不可能打死猫 那只是因为它不够强而已 刚刚还在苦苦支撑的王莽 神色突然变得轻松 果然还是 它更强一点点 双手一用力 轻轻一推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黑色金刚 就猛地被推出数百米之外 黑色金刚看着面前的王莽 这只大老鼠身上的气势 又变强了 它人力而起 大嘴张开 对着王莽拼命咆哮 两只撞手的双拳 疯狂地锤打着胸口 王莽看着它的示威 整个人变得更加兴奋 它举起双手 拼命锤击地面 撞击到一起 不过这一次 明显是王莽占据着上风 只是一击 黑色金刚庞大的身体 就飞出数百米之外 沿路的参天古树纷纷倒塌 但很快 黑色金刚就再次跃起 又来到王莽面前 双拳重重砸出 王莽猙獰一笑 露出一口大白牙 看着不断接近的巨大拳头 它居然毫不闪躲 而是用头重重地迎了上去 蹦 黑色金刚恐怖地一击落下 王莽的身体就像破皮球一样 被击飞出千米之外 整个地面都挂出一条长长的沟壑 在沟壑尽头 躺在地上的王莽慢慢爬起 在它背后 大量的树木土石 已经堆成了一座百米高山 扭了扭满式肌肉的脖子 虽然被一击击飞 但王莽整个人 却兴奋地颤抖了起来 太爽了 就是这个力道 它刚刚完全可以 躲过黑色金刚的一击 但是为什么要躲呢 它在这座荒岛中太无敌了 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 即便是那些五十米级的超级巨兽 对自己全力一击 也已经让它无法产生丝毫疼痛感 它现在既想去打强大的怪兽 也同样想强大的怪兽打它 我一拳 你一拳 拳拳到肉 这才是真正的热血战斗 再来 再来 快来打死我 王莽兴奋地大喝一声 一个蛙跳 整个人就像炮弹一样飞了出去 一击就把黑色金刚 再次打飞数百米远 很快 黑色金刚就翻身而起 一个俯冲跳跃 就把王莽再次击飞几千米之外 随着黑色金刚和王莽的激战 周围森林里所有的怪兽 都纷纷开始逃离 在所有怪兽眼中 那里有着一红一黑两只巨兽 它们身上的气势威压直冲天际 恐怖如斯 大量的怪兽开始逃出森林 往海岸线的方向跑去 这就和当初王莽看见的黑色巨猿 和金色穿山甲的惊天之战一样 只不过这一次 它变成了主角之一 此时 南星 大下国上下全部都开始做起了动员运动 他们正准备做一场全国性质的大演习 李勇坐在826局的指挥师中 他抬手看了看手表 零号玩家应该已经开始狩猎了吧 不知道接下来人类世界 到底会面临什么影响 对于零号玩家 能否猎杀百米级的超级巨兽 他从未怀疑过 他只是担心猎杀完成之后 现实世界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第七区的防备力量做得怎么样 已经完全准备好 这次 我们已经把第七区的防御圈扩大五倍 甚至已经把其他13区的玩家调过来一半 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 嗯 让所有人员打起精神 随时注意各方的情况 恐怕变数马上就要来了 李勇说完就拿起面前的报告 上面已经下了决定 如果此次的变化超出预料之外 那核武器将正式全面解锁 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吧 核武器的解锁绝对是把双刃剑 而且国外已经有了先例 就算是核武器也无法影响游戏规则 怪物一样还是会复活 黑色禁区 第七区 外围 张小龙正带着小队成员坐镇在第七区周围 随着一只十米级的精英及大青蟹 缓缓倒下 郑天霸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大白牙 随着不断的努力 他又变强了 即便是十米级的精英及大青蟹 他也可以独自完成单杀 这种战绩 就算在整个华夏国超能者玩家中 也是屈指可数 看着倒下的精英及大青蟹 郑天霸爬到螃蟹头顶 然后眼神凶狠 争鸣一笑 随后 他又摇了摇头 不像不像 怎么就是差点意思呢 郑天霸从背后拿出一面镜子 对着镜子 就是张牙舞爪 不断做着表情 自从见过那个男人的身影后 他就久久不能忘怀 为什么他笑得就那么帅 我怎么笑起来 就像个傻叉似的 叹了口气 郑天霸就把面前的螃蟹尸体分解掉 然后就跑到了张小龙面前 开口问道 喂 我听说 你和我偶像曾经待在一起过 怎么样 感觉咋样 张小龙瞥了他一眼 本来不想回答 但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那像魔神一样的身影 很强 郑天霸一听 双眼马上就变得兴奋起来 再一次故意追问道 有多强 和白燕比咋样 张小龙不爽地看了他一眼 白燕的能力从来都没有对外公布过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 他的强大来自于零号玩家 和白燕比我不知道 但是他捏死你 肯定比捏死虫子更简单 听到这话 郑天霸难得的没有反驳 而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的确 我偶像那么强 估计一见面就可以把我打死了 张小龙没有理他 而是想起零号玩家之前 在机舱中说的话 最近 他也观察到 第七区的防备变得更加严密 再结合这几天全国上下的举动 恐怕零号玩家和上面的人 已经进行了某种秘密交涉 最多几天 人类世界绝对又会出现某种特殊变故 华夏国 避世 街道上的人比平时少了很多 在马路上 时不时可以看到一辆辆官方的宣传车 用广播大声地播放着 近日 大夏国的超能者兵团 已经突破2500万人 14个黑色禁区的防御部署 变得更加严密 通知 请全城的居民 尽快参加这次大演习 为您自己的生命 和家人的安全负责 黑色禁区又发现新型怪兽 大夏国科学院研究的怪兽农作物 将正式开始试验性种植 据最新统计 全球的超能者玩家比例 已经超过了1.2% 且人数还在增长中 荒岛中 太阳已经吸血 把天空染成了血色 巨大的黑色金刚 正四肢着地 气喘吁吁 在他对面 王莽就像一个袖珍肌肉的小人 还在疯狂大笑 嘿嘿嘿 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强 没想到你居然可以挨我这么多拳 还没有被我打死 在肌肉强化叠加状态下 王莽的抗打激励 本来就格外强大 再配合超负灵赋予的超强抗性 王莽的防御力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层次 即便被这只白米巨兽 击飞了上千次 但他现在仍然是毫发无伤 状态良好 不过黑色金刚的表现 也让他格外吃惊 在这只白米巨兽的身体周围 有一股奇怪的黑雾 他像薄魔一样 紧紧护在黑色金刚的全身 相比50米级怪兽身上的黑雾 这只白米金刚身上的 已经发生了质变 在这黑魔的保护下 自己每一次的疯狂一击 都会被他身体上的那层黑魔 抵挡打扮 除此之外 王莽还明显感觉到 有一股奇怪的力量 在削弱他对黑色金刚的攻击 就好像是这座荒岛 在时刻保护着黑色金刚 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一人一兽 从早上一直打到了黄昏夕阳 整整超过了十个小时 结果却谁也奈何不了谁 王莽毫发无伤 黑色金刚也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而已 朋友 这该不会就是你的极限了吧 王莽争鸣一笑 他浑身肌肉爆炸地站在 看着对面被黑魔包裹着巨型金刚 整个人变得更加亢奋 可惜 我的极限还远不止如此 我还能变得更强 王莽说完 仰天疯狂大笑 他背后的空间一阵扭曲 蟹老大庞大的身体 就出现在他身旁 远远看去 恐怖的肌肉怪人 轻轻举起右手 一旁的巨大螃蟹 也慢慢举起一只大钳子 何其 手掌和巨钳轻轻碰触 一阵耀眼的光从碰触中迸发而出 照亮了整个世界 光芒散去 王莽的身形再次拔高一倍 肩高超过了二十米 他的模样 已经大变 光芒散去 王莽的体型再次变得更加高大 肩高已经超过了二十米 他浑身都长出了甲铐 仿佛盔甲一样 把他的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 在这些甲铐上 还有无数黑色的纹路缠绕 它们像火焰一样连接不断 最后汇集在头顶 他的双手已经消失 变成两只大大的蟹钳 泛着金属般的光泽 而他的头也消失不见 除了嘴巴 他的整个头 都好像戴上了一个螃蟹头盔一样 两只螃蟹竖眼高高利起 一口白牙 看上去有些猙獰 斥甲黑纹 卸钱如辅 王莽合体形态 剪刀手 黑纹卸磨人 在坚硬的假靠下 王莽的肌肉 变得更加猙獰恐怖 黑色金刚 看着面前半人半谢的怪物 再次垂胸怒吼 这只讨厌的老鼠 又变强了 只见黑色金刚拼命垂胸 在不断地撞击下 他身上的黑魔 就像火焰一样 熊熊燃烧 直冲天际 黑魔的燃烧 让他的实力再次增强 他绝不会 让这只老鼠接近圣树 这可是阿母最喜欢的圣地啊 黑色金刚猛的一跃 庞大的身体 就像流星一样 向王莽砸去 此时 王莽站在原地 感受着合体状态下的强大身体 自从转值后 他就一直在研究 自己的职业技能 虽然在他看来 副灵 合体 召唤师最强大的就是 超副灵 这个技能 因为它是极少数的 可以增加百分比能量恢复的状态技能 只要把这个技能 但随着不断研究这个职业 他发现 职业的被动天赋 神圣复灵 和复灵召唤 才是这个职业的核心 消耗材料 通过神圣复灵 不断提升宠物的天赋 当培养出天赋极强的宠物后 再通过复灵召唤 与之合体 就可以完全改变自身的基础属性 成为突破限制的超级生物 就比如现在 在与谢老大合体后 他不但获得了谢老大的所有天赋技能 甚至连基础属性 都与谢老大融合 增强数倍 无论是超腹灵 还是终极肌肉强化 这些状态 其实都是在基础属性上进行增强 所以 和谢老大的合体 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加一那么简单 他现在的防御力 力量 身体强度 比刚才增强了数倍不止 而体型的变大 更是让他的实力再次拔高 看着从天空中 气势汹汹坠下的黑色金刚 头上的螃蟹 数眼轻轻转动 他抬起右手的锯前 然后举起 蹦 猛烈的撞击 响彻天际 王莽脚下方圆数百米直径的土地 全部崩碎 从天空往下望去 就像在地面上 开了一朵巨大的花 恐怖的冲击波 像一个透明的圆球 不断扩大 席卷四周 面对黑色金刚爆发的一击 王莽只用单手 就轻描淡写地挡下 没有丝毫压力 一个体型超过百米 巨大魁梧 一个体型只有二十多米 就像一个袖针的玩具小人 巨大的体型反差下 让人感觉 此时的画面更显夸张 这感觉太棒了 王莽用一只蟹钳 死死挡住面前的黑色金刚 他低头看向自己 另一只巨大的蟹钳 这还是他第一次 在战力全开的状态下 和蟹老大合为一体 他感觉自己 现在好像已经突破了某种极限 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挡住黑色金刚的 蟹钳轻轻一挥 黑色金刚庞大的身体 就像球一样 飞快地滚了出去 虽然他只用神圣复灵 把蟹老大的天赋 提高了紫色稀有级别 但谢老大 同样有三个不错的天赋 勇气之星 拥有超乎寻常的勇气 意志越坚定 实力就会得到同等增幅 最多提高100% 且在勇气之星的作用下 所有负面状态效果 减弱30% 超级力量 力量永久增加50% 超级强壮 体质和防御 永久增加50% 而这三个天赋 也同样让他的实力 进一步变得更强 特别是在力量这块 他在这荒岛中 恐怕已经所向无敌 让他的黑魔燃烧得更加剧烈 可惜 他还没有意识到 王莽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朋友 打了这么久了 要不我们下辈子再玩 变成螃蟹怪物的王莽 疯狂大笑 在这笑声中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 在出现时 他已经与黑色金刚 重重地撞击在一起 一只蟹钳打在了 黑色金刚的腹中 与之前不同 这一击的力量超乎想象 竟然直接打穿了 白米金刚的黑魔 让整个蟹钳都伸入腹中 而这 只是刚刚开始 朋友 久等了 啊 无量六必佛 一声怒吼 无数的拳影疯狂打出 黑色金刚巨大的身体 就像布偶一样 在空中不断变形 整个身体都因为距离 被打得悬浮在空中 一直紧紧包裹在 金刚身上的黑魔 也被这恐怖的拳力 打得不断溃散重聚 一拳 百拳 千拳 一分钟后 黑色金刚巨大的身体 已经被打得破烂不堪 鲜血就像河流一样 映红了周围的土地 半人半歇的王莽 在猙獰大笑 看着面前的黑色金刚 王莽有些奇怪 已经被自己打成这样了 为什么宝箱还没有出现 就在他疑惑之时 面前黑色金刚残破的身体 居然在慢慢合拢 染红大地的鲜血 在慢慢消失 黑色金刚残破的身体 居然在不断恢复中 十几个呼吸后 黑色金刚庞大的身体 再次站在了王莽面前 仰天张开大嘴 双拳不转垂击胸口 黑色金刚对着王莽疯狂咆哮 他绝不会让这只虫子 接近圣树 这可是阿姆最喜欢的圣地啊 黑色的雾气 在金刚身上再次燃烧起来 他们紧紧缠绕 形成一体 化作黑魔 再一次覆盖在 百米金刚的全身 小黑 你就待在家里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小黑 快回去吧 我们不会有事的 等我们回来 远征军已经失败 黑色迷雾正在蚕食世界 快逃 快逃 我们不能逃 如果我们走了 圣树怎么办 我们会成为 失去世界庇护之人 阿姆呢 阿姆呢 小黑 你为什么不走 阿姆不会再回来了 快跟我们走吧 世界之力坚持不了多久了 圣树已经枯萎 快走吧 不 不 阿姆会回来的 这里是他的故乡 这里是他最爱的圣树啊 他一定会回来的 好 百米巨大的黑色金刚一声怒吼 他整个身体的肌肉 都开始膨胀 无形的黑魔开始攀爬 包裹着他的全身 黑色雾气像烈火一样 熊熊燃烧 直透天际 百米金刚的气势 又变强了 王莽看着面前 不断怒吼着黑色金刚 整个人变得更加兴奋 太棒了 太棒了 嘿嘿 哈哈 还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没想到呀 我的朋友 这居然还不是你的极限 快来 打死我 王莽一声兴奋的大叫 一大一小两具身影 再次剧烈地撞击在一起 可惜 即便黑色金刚在复活后 又变得更强 但他却还不是王莽的对手 一次剧烈的交锋 黑色金刚又被击退数百米远 王莽的螃蟹 树眼高高利气 一口大白牙全部露出 嘿嘿 看样子 还是我更强一点点 看着再次冲过来的黑色金刚 王莽轻轻一跃 就飞上千米高空 他居高零下 看着底下的巨兽 缓缓举起的右手 蜘蛛印记 叠加 这是来自紫色装备 蜘蛛之牙携带的技能 蜘蛛印记 消耗一定能量 对目标施加蜘蛛印记 在印记持续时间内 移动速度提升10% 攻击速度提升10% 印记持续时间60秒 冷却时间20秒 蜘蛛印记的效果可以叠加 由于冷却时间的存在 蜘蛛印记的叠加 其实最多只可以叠加三层 但是在王莽的天赋被动下 这个技能的效果被无限放大 最高已经可以叠加到60层 随着技能的使用 白米金刚的头顶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蜘蛛印记 蜘蛛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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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印记叠加60倍 攻击速度提升600% 移动速度提升600% 一只只黑色蜘蛛不断出现 层层叠叠在金刚的头顶 变成了一团诡异的黑色乱麻 而王莽也感觉身体 仿佛得到了某种力量的加持 身形微微一动 他瞬间就出现在黑色金刚的面前 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黑色金刚看着 突然出现在面前的王莽 微微一愣 毫不犹豫 双拳重重砸下 可惜烟尘散去之后 原地已经空无一人 而在他的肩头 却多了一道身影 王莽站在黑色金刚的肩头 轻轻抚摸着金刚的头顶 缓缓开口 真是奇怪 刚到我明明把你已经杀死了 你居然还会复活 怎么你突然变得和蓝星 那些怪兽一样了 我不就是玩家吗 为什么杀不死你 还是说 你有什么特殊之处 王莽螃蟹般的脑袋轻轻转动 他看向黑色金刚 一口大白牙有些刺眼 嘿嘿 那就让我看看 你真正的极限在哪里 黑色金刚 根本就不懂王莽的自言自语 他看着尖头的大老鼠 怒气冲天 直接就是一拳重重砸下 但王莽早就已经不见 又坐在他另一边的肩膀上 再次抚摸着他的头顶 体验一下我的终极浪漫吧 嘿嘿 瞬间 王莽的身影就消失不见 而黑色金刚周围 出现无数的黑影旋转跳跃 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华夏鼓舞秘技 新武门 太极29 108星宿几何列阵 这是华夏国近代最强的武道家 结合108星宿 和几何列阵所研究出来的终极秘技 是武道技巧 和几何数学的完美结合 王莽的身形已经消失 在黑色金刚周围 无数的黑线 仿佛几何图形一样 连接在一起 错综复杂 而在这空间几何图形的最中间 每一秒 黑色金刚的全身上下 仿佛就受到无数拳击 王莽打出的每一拳 都重若万军 恐怖的声浪席卷 甚至在周围刮起了巨大的龙卷风 白米金刚被黑魔包裹的身体 开始不断变形 血肉爆开 筋骨劲断 短短数秒之间 黑色金刚又变成了一滩烂泥 王莽的身形猛地停在半空中 天空中无数的黑影瞬间消失 看着地上不断蠕动的血肉 黑色金刚还没有死 因为宝箱还没有出现 十几个呼吸后 王莽头上的螃蟹 竖眼紧紧皱起 黑色金刚真的又复活了 就像蓝星的热武器 无法杀死怪兽 自己居然也无法杀死 这只白米巨兽 游戏规则 居然也在保护黑色金刚 不对 王莽看着再次复活的黑色金刚 他没有刚刚强了 甚至即便复活了 身上也还存在着大量伤口 和蓝星的情况不一样 这只黑色金刚已经被自己打伤了 自己的攻击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 只是好像有某种特殊的力量 在保护着黑色金刚 那就让我看看 你的极限在哪里 半人半歇地王莽歪着头 猙獰一笑 露出一口大白牙 蹦 一声巨响 身形再次消失不见 无数的黑影又出现在金刚周围 战斗再次继续 只是一瞬间 黑色金刚就再次被无数拳影击中 再次变成了一滩肉泥 这一次王莽没有停下 无数的黑影在天空中飞速交错 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只见巨大的黑色几何图形 已经封锁住此间天地 而在无数的拳影下 恐怖的龙卷风再次出现 它不断扭曲旋转 把一颗颗参天巨树连根拔起 和无数土石一起飞上了天空 变成血肉的黑色金刚 还在不断恢复 但在无数的拳影攻击下 又再次纷纷崩坏 无法恢复成形 一个小时后 黑色金刚庞大的身体 已经被打得消失不见 地上只剩下一滩新红的肉泥 与大地融为一体 这一次 庞大的巨兽再也没有站起来 在周围 大量的土石碎块和树木断枝 围成了一个大大的圈 半人半蟹的怪物站在圈中 两只螃蟹数眼高高利起 看上去有些邪恶争鸣 在它面前 一道金色的光芒 从这团血肉中缓缓生起 金色宝箱出现了 而在金色宝箱的旁边 还缓缓飘起一团白色的光球 就和当初的树人一样 这还是王莽人生中 除了系统赠送外 第一次爆出金色宝箱 他应该很兴奋的 但此时 王莽静静地站在 黑色金刚的血肉面前 却意外地平静 他曾经偷偷观察过 这只黑色金刚很久 他总是坐在这棵枯树之下 眼神空洞地望向海边的方向 一日又一日 在他身上 王莽感受到了非常熟悉的气息 那是荒岛的精神污染 这只黑色金刚 曾经绝对是智慧生命 但现在 他已经被这座荒岛通话 他是孤独的守望者 他的灵魂 已经被这座荒岛腐蚀 如果自己不赶紧离开这座荒岛 黑色金刚 就是他的未来 王莽把巨大的蟹钱放在胸口 他低下高傲的头颅 弯腰俯身 对着黑色金刚的残骸 缓缓鞠了一躬 朋友 一路走好 随着王莽的动作 对面的白色光球 好像有所感应 突然开始不断抖动 然后像烟花一样猛地爆开 无数的白色光球 洒落在周围 围绕在王莽身旁 缓缓飘向天空 如梦如幻 王莽再次抬头 周围的环境已经大变 在他面前 一棵超过千米高的巨树 郁郁葱葱 遮天蔽日 无数像水晶一样的蝴蝶 在巨树周围翩翩起舞 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 螃蟹夹子已经消失不见 变成了两只毛茸茸的手掌 低头再看向身体周围 和树人的那次不同 他这次居然直接变成了 一只黑色的猴子 就在他吃惊之时 背后突然传来一道温柔的声音 小黑 你又跑去哪里玩了 往莽一愣 他缓缓转过头去 只见背后 出现了一只一米多高的 纯白蘑菇人 看上去非常美丽迷人 他手中握着一根 水晶树枝做成的魔杖 头戴水晶王冠 那蘑菇盖闪烁着各种星光 就像钻石一样璀璨 纯白的身体更显圣洁 一颗颗蓝色的宝石 镶嵌在手腕和胸前 怎么样 看呆了吧 说着 纯白的蘑菇人拿着水晶权杖 在原地欢快地转着圈 他身上仿佛有星光在闪烁 甚是迷人 好看吗 这可是母亲赐予我的盛装 王莽呆呆地立在一旁 白色蘑菇人好像在笑 可他却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庞 他可以看清楚 水晶王冠上的每一个纹理 可在他的眼中 纯白蘑菇人的脸 就像被迷雾所遮盖 一片空白 小黑 你怎么不说话 纯白的蘑菇人走到王莽面前 他空白一样的脸 紧紧盯着王莽 有些担忧 很快 纯白的蘑菇人低下头 又小声说道 你知道了 对吧 突然 一道声音从王莽嘴中传出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派你去 你可是皇族最后的王女 如果你死了 纯白的蘑菇人低着头 不敢直视王莽的眼睛 还是开口说道 中墨之海的潮汐又来了 我们一族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神圣之树已经在枯萎 如果不能在世界之力耗完之前 找到新的家园 我们都会被黑色吞噬 听到纯白蘑菇人的话 王莽突然愤怒地大声吼道 我知道 我知道 但为什么是你去 你可是最后的皇女 你 我如果不去 你也会死的 事件 突然安静 纯白蘑菇人的话音落下 泪水不由自主地 从王莽眼眶中滑落 他走到王莽面前 温柔地抬起手 轻轻地帮他擦拭眼角的泪水 小黑 你就待在家里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随着话音落下 纯白蘑菇人的身影 开始慢慢变淡 一直到最后 他的脸都是一片空白 王莽能感觉到 这具身体的主人 正在不断睁大眼睛 想要认真回想起那张脸 但却怎么也做不到 王莽望着消失的身影 他回到树下 坐在角落里 静静地守候着 周围的时光开始飞速流逝 一片巨大的树叶 从天空落下 这棵圣树也开始枯萎了 抬头望去 整个树棺已经变成了枯黄色 一片片巨大的树叶 纷纷扬扬 洒满了天空 这时 树下突然出现了几道身影 小黑 快和我们一起走吧 圣树已经枯萎了 王莽坐在树下 摇了摇头 几道黑影转身离去 又过了很久 再次出现了几道黑影 阿母已经死了 你还要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 你再不和我们走 黑色就会吞噬你 王莽坐在树下 空洞地望着前方 几道黑影又慢慢消失变淡 时光荏苒 沧海桑田 王莽在低头看向自己时 他已经变成一只白米巨兽 在天底间咆哮 在他背后 只剩下一颗断了的枯树 突然 整个世界都开始崩碎 面前只剩下一道白色的身影 看不清楚样貌 他手中握着水晶权杖 头上戴着水晶王冠 圣洁而美丽 他回头微微一笑 然后转身 化作点点星光 向天空中飘去 王莽再次睁眼 环顾四周 才发现自己还在原地 一切 就好像做了一场梦 摸了摸眼角 他刚刚居然真的哭了 沉默两久 王莽突然自言自语地感慨道 我这应该算是间接失恋了吧 唉 这惊心动魄的爱情 真是让人羡慕啊 王莽低头看着面前 黑色金刚的残骸 没想到这家伙 还是个情种 叹了口气 他再次闭上眼睛 感受着身体里面的变化 上一次杀死书人 也得到过白色光球 当时在融合白色光球后 他就感觉自己 好像发生了某种变化 不过并不明显 而这一次 杀死黑色金刚 获得的白色光球 明显更强 他现在只感觉 浑身暖洋洋的 精神变得非常平静 看来这种带着 时光记忆的光球 应该还有什么特殊的效果 只是他现在 还没有发现而已 低头又看了一眼 地上黑色金刚的残骸 王莽蹲下身子 叹了口气 虽然你有女朋友 但是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 我还是好好帮你收拾吧 分解 王莽开始对着地面分解 很快周围的土地 和黑色金刚的残骸 开始消失 变成了一份份材料 做完这些后 王莽起身 再次看向空中 漂浮的金色传说 品质宝箱 眼神凝重 这还是他第一次 猎杀百米巨兽 获得的首杀宝箱 就让他看看 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王莽缓步上前 巨大的蟹钱慢慢伸出 靠近着金色宝箱 就在他把手 快要放在金色宝箱的刹那 一股无形的波动 以金色宝箱为中心 开始向四周飞速扩散 一瞬间 把整座荒岛全部覆盖 在这层无形的波动 所过之处 所有的事物 都开始失去颜色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黑白色 而在这黑白的世界里 就像按下了暂停键 树叶开始停止挥舞 海浪停在半空中 就连风也不再吹动 在海滩上厮杀的怪兽 全部动弹不得 而王莽的手 也停在了金色宝箱的寸毫之间 再不能前进 他的身子已经动不了了 好像有什么恐怖存在 盯上了自己 庞大的压力 把他束缚得动弹不得 王莽的眼珠转动 他看向天空 之前蔚蓝的天空 他的瞳孔就像星河一样旋转 眼白处有无数的触手伸出 那些触手像蛇怪一样的扭曲 从巨眼中向外延伸 开出了一朵怪异的向日葵花 当王莽看向他时 突然 那星河般的瞳孔猛地向下转动 死死盯住王莽的方向 一瞬间 恐怖的压力再次被增 王莽半人半歇的身体 再次感受到巨大的压迫 这颗眼珠 他居然是活的 身体一沉 王莽整个人都差点趴在了地上 他用双手死死撑地 整个地面都开始纷纷崩裂 在庞大的压力下 他的腿部已经急剧扭曲 膝盖还差一丝就要跪在地上 王莽拼命抬头 慢慢看向天空中诡异的巨眼 双目通红 真是有够夸张的 玩这么大 至于吗 你想让我跪 嘿嘿 老子操你大眼 王莽一声怒吼 身体上的肌肉再次膨胀 整个人开始慢慢起身 在巨大的抗争下 他身体上的黑纹铠甲 已经出现细微的军裂 随着王莽慢慢起身 他背后的空间一阵扭曲 一只超过15米级的 巨大黑色蜘蛛 出现在他身旁 只见王莽慢慢抬起 巨大的夹子 与一旁的黑色蜘蛛相连 你想让我跪 就凭这点本事 还完全不够 这可还不是我的极限呀 啊 二段合体 一阵耀眼的光芒 从王莽身体上爆发而出 照亮整个天际 黑白的世界 好像在这一刻 变成了光的世界 光芒散去后 巨大的黑色蜘蛛已经消失 王莽的身影再次出现 另一边 就在王莽杀死黑色金刚的刹那 蓝星所有玩家的面板 都出现了通知 世界频道 丁 恭喜有玩家杀死黑魔 及超凡生物 怪兽游戏即将进入新的篇章 世界频道 丁 第一章 灵气复苏 即将完结 新手保护期结束 世界之魔将不再隐藏 世界频道 丁 第二章 家园守护 将在24个小时后正式开始 就在世界通告发布的瞬间 全球80多个黑色禁区 突然开始向外扩张 第一时间 华夏826局秘密地下基地 就监控到了黑色禁区所有的画面 李勇和上百名接线员 紧张地看着屏幕 虽然心中早有预料 但事实真的出现 还是让所有人都感觉到隐隐不安 李勇坐在桌前 神色非常凝重 他拿起旁边装满枸杞的茶杯 猛地喝了一大口 这世界变化得太快 他感觉自己有点把握不住了 看来零号玩家已经杀死的 那只白米巨兽 就是不知道 现在零号玩家怎么样 他那么强 应该不会有事吧 想到这里 李勇再次大口喝了一杯枸杞茶 零号玩家绝对不会有事 他也不能有事 李勇拿着茶杯 走到一名下属面前 开口问道 无考的预备员还有多少 目前还有1500万人左右 已经特训了一个月 大部分都是18岁到40岁的轻壮 通知下去 从现在开始 放宽获得玩家面板的标准 这些预备人员 只要是自愿想要成为玩家 就把他们全部带到黑色禁区 去获得玩家面板 李勇放下茶杯 自从黑色禁区出现后 只要通过黑色禁区进入荒岛 然后用游戏武器杀死一只怪物 就可以获得玩家面板 而普通人在蓝星上 即便杀死怪物 也一样无法成为玩家 这也是各国封锁黑色禁区的原因 因为只有进入黑色禁区 才可以成为超能者玩家 最近 随着情况的急剧变化 上面首先已经让大部分军人 都获得了玩家面板 甚至最近 他们已经放宽了无考的标准 开始大量招收轻壮 开始从普通人中间 挑选有潜力的玩家 一方面 镇守黑色禁区 需要大量的玩家部队 随着黑色禁区出现的怪物越来越多 玩家的需求也变得更大 上面不得不做出改变 另一方面 他们也希望从量变引起质变 从这成千上万的玩家中 觉醒出类似于零号玩家的存在 只有像零号玩家这种强大的存在 才真正能成为镇国之气 或者 能再觉醒一个 类似于白眼能力的五星天赋玩家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华夏国十几亿人 虽然觉醒比例不到万分之一 但总归有一丝希望 世界之魔将不再隐藏 家园守护 看来之前的怪兽入侵 只是开胃菜而已 真正的灾难 恐怕即将到来 一座厮宅小区中 王志明拿着茶杯 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家中 刚刚进门 他老婆就一声大喝 王志明 现在才中午两点 你怎么就回家了 王志明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 开口回答 哎 这不是刚刚下班吗 不回家能干吗 话说你怎么也在家 嗯 局长夫人喊我去打麻将 那我肯定不能耽误了啊 哪像你天天不务正业 两人正在大眼瞪小眼 突然大门又开始转动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 偷偷从门外摸了进来 他一看家中的两人 眼睛猛地睁大 瞬间就退了出去 拍了拍脸 他肯定是出现了幻觉 滚进来 王志明两人齐声大喝 门外的丫头 不得不低头再次走进来 你这死丫头 怎么又没有去学校 呵呵 放假 放假 看着两人凶狠的眼神 他灵机一动 赶忙使用绝技 老哥什么时候回来 我好想他 果然此话一出 都变得愁眉苦脸 纷纷叹气 哎 上次好不容易回来 也不回家看看 匆匆忙忙地又走了 我问过李局长 他说 小莽现在身上有些特殊 不方便见我们 王莽老妈听到这话就不愿意 开口反驳 都怪你 平时不交好 现在小莽这种性格 都怪你 王志明整个脸都变成了个苦瓜 咋就突然怪上自己了呢 王莽老妈骂完 就叹气地回到房间 抱起平板 看着之前王莽给他拍的视频 看着屏幕中的王莽 他又叹了口气 你这小子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一望无尽的大海 孤立在海上的荒岛 王莽站在岛中 抬头望天 他的身形再次发生了巨变 之前庞大而魁梧的身体 变得鲜瘦了几分 体型也再次拔高 他的螃蟹头已经消失 又变回了人形 只是这一次 他的瞳孔已经变成了纯黑色 在脸颊两侧 和眉毛上方 又分别长出了六只黑色的眼睛 这些眼睛从大到小 整齐排列在两侧 他的乌黑透亮 背后又长出了两对肌肉臂膀 仿佛翅膀一样张开 微微张开嘴巴 密密麻麻的鲨鱼牙齿 布满了整个口腔 而在他周围 恐怖的气势不断凝结 化作黑雾 在他周围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 八目六臂 身如黑铁 嘴如恶兽 周身有黑云缠绕 王莽合体第二形态 琉璃身 八目恶鬼佛 随着黑宝与自己融为一体 王莽感觉之前恐怖的压力 瞬间减轻许多 和谢老大不同 黑宝的天赋 已经达到了金色传说品质的极限 所以 他的融合 已经让王莽的基础属性 有了绝对的质变 猛地抬头 八只乌黑的眼睛 死死望向天空 他周身的黑雾 就像火焰一样冲天起 破开了周围所有的空间 黑宝的天赋侧重于感知 所以现在王莽的八只眼睛中 周围的世界 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天空中的星和巨眼 不是真实 一切都只是某种力量投影 既然是某种力量投影 那就让我以极致的脸 破开这层束缚 王莽对着天空一声大吼 无数鲨鱼般的利尺 展露出来 双脚深深插进地里 六只粗壮的臂膀 朝向天空 真 无量六臂佛 恶鬼形态 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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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的拳影 疯狂砸向天空 大量的黑色雾气开始奔腾 仿佛利刃一样 直接破开了整个天空 死 死 死 所有压迫我的 我都会十倍百倍千倍奉还 我可是王莽 我 无所畏惧 啊 巨大的咆哮声响彻天际 无数的拳影打向天空 兴奋而坚定眼神 激动到颤抖的身体 在这一刻 王莽只感觉全身热血沸腾 整个人都通透无比 两久 王莽已经半跪在地上 六只臂膀垂下 疯狂喘着气 他望向天空 红色的天空已经不见 那只挂在天空中的 诡异星空巨眼 也已经消失 黑白的世界被打破 一切都恢复了原样 在他身后 不远处飘着的金色宝箱 突然散发出金光 缓缓打开 丁 获得金色品质装备 黑猿之星 装备 黑猿之星 种类 戒指 品质 金色传说 属性 体质加20 精神加30 能量加500 效果 效果1 防御强化三级 穿戴后 防御力增加30% 效果2 力量强化三级 穿戴后 力量增加30% 效果3 黑猩 穿戴后 抑制提高50% 并掌握黑猿之呼吸 消耗一定能量 短时间之内 开启猿之呼吸 增加50%的力量 50%的防御 50%的物理抗性 持续时间10秒 冷却时间3分钟 效果4 黑猿之力 消耗大量能量 可以解锁黑猿之力 让体型增大三倍 获得同等的实力增幅 住 开启黑猿之力后 会持续大量消耗能量 评价 4颗星 钉 获得紫色品质技能书 皱纹封印术 技能书 皱纹封印术 种类 通用技能 品质 紫色稀有 效果 效果1 皱纹绝境 消耗特定材料和一定能量后 可以对目标进行皱纹封印 皱纹封印会不断吸收目标的力量 削弱目标30%的当前实力 50%的事 根据使用材料和封印目标的实力差距 最多可以封印目标100年 但如果目标解开封印 皱纹中的力量会部分返还 短时间内提升目标50%的实力 100%的事 效果2 皱纹 直接消耗能量 对目标发动皱纹封印术 削弱目标20%的当前实力 和30%的事 持续时间30秒钟 冷却时间3分钟 封印术的效果和持续时间 会根据各种抗性 还有双方的实力差距产生不同的影响 评价 三星半 丁 四级经验书六本 种类 经验书 品质 金色传说 效果 使用后瞬间获得经验值 评分 四颗星 丁 获得金色品质矿石 世界树之石12分 材料 世界树之石 种类 矿石 品质 金色传说 效果 可以用于打造装备 修复装备 也可以用来加固世界 提升小世界的等级 评分 四颗星 丁 获得黑源的蛋一个 紫色稀有 宠物蛋 黑源 品质 紫色稀有 效果 在世宜的温度下 可以孵化出稀有的黑源 评分 三星半 丁 获得紫色稀有品质奇物 守望者 物品 守望者 种类 奇物 品质 紫色稀有 简介 来自黑源的寄予 拥有着黑源的执念 规则效果 当朝着指定方向 长时间的守望时 便可以得到冥冥中的回应 获得提示 备注 想要获得的答案 一定要面向正确的方位 如果方向错误 将不会得到任何提示 其次 提问的方式越简单 获得的答案越准确 反之亦然 注 奇物属于规则物品 只有尚未奇物 才可以克制奇物规则效果 评分 三星半 物品 游戏权限卡 一级 种类 消耗品 品质 紫色稀有 简介 这是某人留下的一封信 效果 使用后 可以进入管理员房间 评价 三颗星 看着金色宝箱中 爆出的大量物品 往往巨大的身体 慢慢缩小 又变回了那个平凡的少年 谢老大和黑宝 也重新出现在他身旁 回头望了一眼天空 虽然那只星空巨岩已经消失 但王莽总觉得 背后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住 摇了摇头 又看着地上大量的物品 王莽把所有的东西 都收入空间背包 最后拿起了那张紫色卡牌 物品 游戏权限卡 一级 有意思 有意思 不是说宝箱是周末之海的馈赠吗 那这张卡牌 又是什么意思 吃妖巧的吗 王莽一脸凝重地 看着手中的紫色卡牌 犹豫许久 他还是没有使用 刚刚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斗 虽然他的身体还状态良好 但是心里已经非常疲惫 把紫色卡牌收入空间背包 王莽便快速离开原地 消失在森林里 一天后 天空中响起一道炸雷 乌云密布 巨大的雨滴从高空中砸落 又开始下雨了 最近荒岛中的暴雨 突然变得频繁起来 好像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黑色金刚的死亡 并没有让荒岛发生什么异样 一天过后 之前王莽战斗的废墟 已经被大量的植物爬满 恐怕要不了多久 一棵棵参天大树 就会重新长出来 让周围变回原样 这个世界的植物生长速度 简直匪夷所思 除了之前魔国人的遗址 和巨猿守护的巨树 还有海滩边界 巨大的植物 几乎覆盖住整个荒岛 此时 一棵树洞中 水晶球浮在空中 谢老大正守在门口 森之国的花园里 王莽正躺在一张躺椅上 自从和黑色金刚大战后 他便躲在森之国的花园中 睡了一天一夜 刚刚才醒过来 他坐在躺椅上 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柄斧头 借着俯刃反光的倒影 看着里面自己的影子 他用手轻轻抚摸着 自己的额头 在他的眉心间 居然出现了一个 像纹身一样的符号 恰似一只奇特的树眼 这个纹身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王莽皱眉 他又打了一盆水 再次看向盆中的倒影 果然 在他的眉心处 的确出现了一道 像眼睛一样的符纹 这符纹的出现 让他平平无奇的脸 突然变得有些神秘起来 用力地搓了搓眉心 但那符纹 就像深刻在肉里 怎么也擦不掉 这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着眉心处的眼睛符纹 王莽不自觉地就在脑海中 想起了天空中的 诡异星空巨眼 拿起斧头 他毫不犹豫 直接就想要把 眉间的肉块挖下来 结果拼命挖了半天 斧头都瘸了 居然没破防 操 状态叠太多了 破表防啊 由于荒岛的精神污染 所以王莽在身上 时时都叠加着 几十层超负灵 防御力非常恐怖 而且 随着他不断开发天赋能力 他已经可以把 叠状态半自动化 甚至连睡觉 技能都可以自己叠加 其实他每次在战斗的时候 完全不用把技能喊出来 不过他总觉得不喊技能 就差了那么点意思 感觉不够强 无奈地看了看手中的斧头 由于半天 王莽还是放弃了 继续挖肉的想法 他也不确定 这突然出现在眉心的眼睛符纹 是什么东西 反正他现在是不可能 解开身上的复灵状态 万一解开状态 自己就被什么诡异存在入侵了呢 一切皆有可能 王莽又摸了摸眉心的眼睛符纹 然后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张紫色卡牌 物品 游戏权限卡 一级 种类 消耗品 品质 紫色稀有 简介 这是某人留下的一封信 效果 使用后可以进入管理员房间 评价 三颗星 看着面前的紫色卡牌 王莽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使用 王莽整个包裹住 再睁开眼睛 周围还是像星河一样的空间 他站在虚空中 望着前方 黑色马赛克人影又出现了 但和之前不同 这一次 黑色马赛克人影居然坐在椅子上 翘起二郎腿 神情优雅地举着高脚酒杯 正在慢慢品尝 如果不是那桌椅 酒杯 还有人影 全部都是无数黑色小方块组成的马赛克 他甚至还以为 这是一次友好的相亲见面会 你来了 对面黑色马赛克人影一笑 对着王莽 缓缓举起酒杯 点头示意 在他笑着张开的嘴中 一片空洞 看着非常诡异 来 我们坐下来聊 黑色马赛克人说完 在他旁边 突然又出现一道 马赛克坐成的椅子 王莽警惕地 看着面前的黑色马赛克人影 对于他的邀请 丝毫不动 这家伙 怎么跟上次完全不一样 之前他呆呆傻傻 就像一道程序一样 而现在 从他的举手投足之间 王莽居然感觉到了 智商上的碾压 看着面前的王莽 一直不为所动 黑色马赛克人影 看了看手腕 又缓缓开口 你最好抓紧时间 我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做深入友好的交流 王莽皱眉 上次可是只能问三个问题 这次的规则 居然发生了变化 思考片刻 他很快做出抉择 问出了最想问的问题 我能穿越来这荒岛 是你搞的鬼吧 黑色马赛克人影点了点头 没错 的确是我把你们带过来的 那我要怎么才能回去蓝星 我已经在这荒岛中待够了 黑色马赛克人影一愣 语气微微吃惊 他的话 这家伙居然不知道 黑色马赛克人影缓缓低头 好像在沉思 十几个呼吸后 他再次开口 有意思 真的有意思 居然真的出现了变化 黑色马赛克人影 再次看向王莽 黑洞一般的眼睛 死死盯着他 非常好奇 那你要赶紧离开初始之岛了 你在这岛上待着时间越长 黑色就对你的影响越深 你早晚会被同化 你必须要赶紧回到世界里 等你离开这片空间后 我会给你一张船票 到时候会有人来接你 船票 这个世界果然有船 能在这大海中航行 可是 我想回蓝星 这船可以带我回去吗 黑色马赛克人影摇了摇头 并再次发问 为什么要回去 待在这个世界不好吗 蓝星已经被中末之海发现 他早晚会和中末之海融为一体 回不回去 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融为一体 为什么 王莽皱眉 马上问道 我之前就应该跟你说过吧 中末之海 是所有智慧生命的坟墓 在这里 所有的智慧生命 都是叛逆 都是禁忌 如果存在智慧生命的世界 被中末之海发现 黑色迷雾便会打开 介义之门 开始吞噬世界 而且这个过程不可逆 只要开始 就不会停下 黑色马赛克人影 拿起高脚酒杯 缓缓地抿了一口 继续说道 恐怕现在蓝星 应该已经出现了很多 觉醒者和游戏玩家 而当这些人的比例 超过总人口的10% 蓝星就将会被数据化 开始成为中末之海的一部分 你回去又能怎么样 这是中末之海的底层规则 就连魔神都无法阻止 往往听完 站在原地 仔细回味他的话 你的意思是 随着游戏玩家 和觉醒者的大量出现 蓝星会被加速吞噬 不是吞噬 是童话 世界的吞噬 是需要过程的 就像你吃东西 总要先放到嘴里吧 王莽愣在原地 之前李军就和他提过 华夏已经开始进入 超能者时代 就单单华夏的游戏玩家人数 就已超过2000万 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从黑色禁区出来的怪物 无法被热武器杀死 他们只会死在玩家手中 随着黑色禁区 越来越多的怪物入侵 想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就必须挑选出 更多游戏玩家 而玩家越多 就会加快世界 被童话的进程 王莽眉头紧锁 他还想到了更深的一层 如果大家都不去成为玩家 从黑色禁区出来的怪物 就无法杀死 他们在大量杀死人类后 就会导致人口锐减 到时候终有一天 觉醒者和游戏玩家的比例 会超过总人口的10% 世界一样会被童话吞噬 也就是说 不管人类做出怎样的选择 最终都逃脱不了 被中墨之海吞没的命运 王莽想起了那片 被遗忘的魔国人遗址 那里曾经应该就是 森之国的世界 人类世界最终也会变成 那样的一片废墟残骸吗 王莽想到这里 猛地抬头 开口对黑色马赛克人影问道 那你又是谁 你又在这里面 扮演着什么角色 黑色马赛克人影 缓缓聚起高脚酒杯 他一边品尝 一边对着王莽轻轻一笑 他空洞的眼神 变成了月牙 嘴巴也高高翘起 我 我和你一样 也是人类玩家 我之前不就说过吗 我召唤你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拯救世界 黑色马赛人影站起 双手张开 好像在拥抱世界 我便是人类的 第一位游戏者玩家 也是被中墨之海 选中的第一个人类 也就是因为我 中墨之海 才找到了蓝星的坐标 从我一开始被选中的那一刻 其实蓝星被吞食命运 就已成定局 所以我才使用能力召唤了你们 让部分人类 提前进入了游戏 黑色马赛人影起身 缓缓走到王莽身旁 继续说道 你们应该感谢我 是我通过能力 把你们提前带入中墨之海 不然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蓝星早晚会成为这大海上 一座被遗忘的荒岛 王莽听他说完 并没有开口 对方好像知道很多事 但好像有很多事 他又不知道 比如他被困在荒岛中 比如他并不知道 蓝星现在的具体情况 王莽试探的开口 接下来蓝星会怎么样 你现在应该就是 人类中最强的游戏玩家 既然你已经杀死了 第一只超凡生物 那现在游戏 应该已经进入第二章了 世界之魔将不再隐藏 除了初始之海的怪物 恐怕在中墨之海中 其他世界的智慧生命 早晚会发现你们 一个全新的世界 对于其他智慧生命来说 这可是一份珍贵的大蛋糕 王莽听完 脑海中瞬间就浮现出几个字 黑暗森林法则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被中墨之海的 其他智慧生命发现 它们会入侵蓝星 黑色马赛克人影继续说道 这是一定的 想要在中墨之海存活 就必须不断去侵略其他世界 获得世界之力 来抵抗中墨潮汐 你应该已经发现了 世界是存在等级的 像蓝星这种低等级世界 法则之力太弱 根本就无法对 其他世界的人产生压制 世界等级 蓝星也存在世界等级吗 那自己之前提升的 世界等级又是怎么回事 王莽再次问道 那怎样才可以提升 蓝星的世界等级 黑色马赛克人影 一边喝着酒杯中的水 一边继续回答道 每个生命个体 都有各自的世界等级 而文明世界的等级 想要提升 就必须要有足够多的 高世界等级生命个体 蓝星的世界等级提升 来自于人类 只要人类游戏玩家中 提升自身世界等级的人 达到一定数量 世界的规则就会被强化 蓝星世界等级 也会同步提升 这也是你们现在 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 抓紧时间猎杀 那些初始之导的怪兽 赶紧提升等级吧 之前你们应该已经感受到了 如果蓝星的世界等级 一直处于零 那蓝星上的所有武器 对初始之导的怪物 都会无效化 高世界等级的个体 对于低等级世界的个体 是存在绝对压制的 你既然已经可以杀死 黑魔级的超凡生物 你自身世界等级 应该已经达到了二级 恐怕人类世界 现在也才是一级世界 这实在是太低了 黑色马赛克人影说完 已经走到王莽面前 他像黑影一样的人脸 突然一笑 然后对着王莽问道 你之前应该选择的是 唯一职业 对吧 王莽一惊 看向黑色马赛克人 怎么突然就画风一转 这是什么意思 看着吃惊的王莽 黑色人影笑得更开心了 看来他猜对了 不用紧张 我送你一样东西 他应该有可能 让你回到蓝星 说着 黑色马赛克人影就伸出手 在他手中 有一团无数黑色小方块 组成的马赛克 看上去诡异异常 王莽看着面前伸出的手掌 突然变得非常犹豫 他又看了一眼 面前黑色马赛克人影的笑脸 心中的感到不安更甚 黑色马赛克人影 听到他的催促 王莽的身形不由往后一退 就像你去商场买东西 如果一个销售人员 不停地催促你付款 人会下意识地想要拒绝 摇了摇头 王莽看着伸过来的黑手 直接拒绝 谢谢你的好意 我觉得有些事情 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获得 才更让人安心 王莽说完 神情凝重 身形就慢慢后退 虽然这次黑色马赛克人影 能和自己正常的交流 但和上一次相比 却让王莽感觉更加危险 黑色马赛克人影 看着慢慢后退的王莽 脸上的笑容突然静止 拒绝别人的好意 可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事 而且 没有人可以拒绝我 黑色马赛克人影的笑脸 突然消失 整个人脸都变得阴沉沉地 看上去更加诡异 一瞬 面前的黑色马赛克人影 就消失不见 再回首 他已经把手掌 放在了王莽的额头 之前那手中的 那团黑色马赛克 就像蛊虫一样 变得猙獰雅 猛地向王莽的脑中钻去 而就在这时 王莽头上的眼睛符纹 就像心脏一样 开始突然跳动 一股无形的波动 向似快速扩散 把整个空间中 都荡起层层连衣 蹦 一声炸响 黑色马赛克人影 停在原处 他的整只臂膀 已经消失不见 变成了一个独臂人 看着王莽头上的印记 他的神情变得非常难看 没想到 你居然已经被魔神标记了 话还没有说完 整个星河空间 都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军裂 有无数的亮光 从缝隙中透出 微微一笑 那像黑洞一样的眼睛和嘴 看上去甚是恐怖 看来我得提前离开了 嘿嘿 那我们下次再见 咧嘴一笑 整个黑色人影突然爆开 化作碎片消失不见 很快 整个空间的裂纹越来越大 然后猛地爆开 再睁开眼 王莽已经回到了原地 低头看向手中 这一次紫色卡牌 居然没有消失 就在他失神之时 手中的紫色卡牌上 居然慢慢浮现出几个字 王莽双眼大睁 死死地盯住手中的卡牌 这文字 居然是中文 不要相信他 这箱子只出现了几个呼吸 很快就变淡消失 再也看不到痕迹 在自己消失之后 整张卡牌开始不断变化 最后居然变成了一张 黄色的保纸碎片 钉 获得紫色稀有品质道具 冒险家的船票 物品 冒险家的船票 种类 消耗品 品质 紫色稀有 简介 这是一张拥有 稀薄世界之力的船票 效果 激活后 船票中的世界之力将产生共鸣 离你最近的冒险家船票 将会感应到你的存在 它可以帮你确定世界的方向 也可以让你找到 迷失在终末之海的同伴 评价 三颗星 看着手中的冒险家的船票 这不就是之前黑色人影 承诺的离开荒岛的船票吗 之前他拒绝黑色马赛克人影的要求 本来就已经做好放弃船票的准备 想起刚刚出现在卡牌中的字迹 往往有些疑惑 难道这一次出现的黑色马赛克人影 和上次那个不一样 这张船票明显是提前准备好的 估计自己无论拒不拒绝 黑色马赛克人影 这张船票都会出现在自己手中 草 都是些什么玩意 被魔神标记 蓝星被吞噬 我就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世界毁灭 我能有什么办法 王莽猛地从椅子上站起 他不确定 黑色马赛克人影说的话 到底是真实 还是只是想欺骗自己 但有一点他可以确定 那就是 无论自己 还是所有人类 恐怕都遇到了大麻烦 王莽在花园里走来走去 不断回忆起 自己在荒岛中经历的一切 还有之前在南星看到的情况 这让他越来越烦躁 他感觉自己 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暗漩涡 而且在不断被拖入深渊 想了很久 他有限的智商 实在是想不出 什么拯救世界的方法 如果真的按黑色马赛克人影所说 人类世界必定要完蛋 烦死了 为什么我要经历这种事 想个屁 老子要摆烂 去你大爷的 王莽大声一吼 整个人颓废地躺在椅子上 他从空间背包 拿出之前李军给的游戏手机 直接点开游戏 熟悉的游戏音乐响起 熟悉的游戏画面进入 拯救世界什么的 对他来说太遥远了 进入游戏 把人机的难度调到最低 当英雄出现在泉水的那一刻 他好像就与整个世界隔离了 进入了自己的世界 没有烦恼 没有忧愁 只为了赢一场游戏 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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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中 一群蘑菇人正在田里辛勤劳作 各种植物硕果累累 丰收而喜悦 在这些田地旁 有一个简单的小木屋 里面家具齐全 门窗皆有 有着家的模样 木门上 还有往往无聊实话的涂鸦 抽象而简易的线条中 他老妈正追着老爸打 而他则揪起妹妹的耳朵 疼得他汪汪直叫 真是一幅艺术而美好的画面 木屋门口 摆着一张躺椅 往往专注地躺在躺椅中 拿着手机 按个不停 游戏一局又一局 好像轮回一样 一直在重复 超神 武杀 游戏结束 再一次开始 一切都那么和谐和熟悉 为什么现实世界要那么复杂 就不能像游戏一样吗 他想起天空上诡异的星空巨眼 想起了黑色马赛克人影说的话 想起了蓝星的家人和朋友 他只是个普通人 他背负不了整个世界 几日后 森林 沙滩 大海 蔚蓝的天空 有海风拂过 几只大青蟹从石缝中爬出 他们欢快地在沙地上爬行 不停用夹子寻找着食物 海边的礁石上 密密麻麻的海蟑螂 正在缝隙中穿行 躲避着天敌 寻找着从海中 飘上来的残渣碎石 森林里 时不时有蜗牛 在树枝上爬行 蜘蛛在角落结网 一切都是那么欣欣向荣 往往从森林里走出 他穿过沙地 又回到了之前穿越过来的 那片礁石裙 越过一块块礁石 他来到一处高地 两块巨大的石头堆叠在一起 在石洞门口 还有一块巨石 挡着严严实实 把门口的巨石轻轻搬开 熟悉的洞口出现在面前 里面空荡荡的 只有最中间 还有一个孤零零的火堂 静静地待在那里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明明才过去几个月 但他却感觉 仿佛已经离开这里十几年了 荒岛的精神污染 一直都未停下 他在时时刻刻影响自己 看着面前曾经住过的山洞 一道道画面浮现在脑海中 那时候 谢老大还是一只小螃蟹 天天跟在自己屁股后面 举着个西瓜到处跑 那时候 他还因为能猎杀一只大螃蟹 而欣喜半天 但是现在 即便他才刚刚猎杀了白米巨兽 开出了金色宝箱 可心中的喜悦也没有多少 没想到 自己在荒岛最开心的时光 居然就是在这石洞中 王莽爬上洞顶 在这高处 他坐在巨石上 面向大海 以前每次和谢老大吃饭 他们都会爬上巨石 一边看着大海 一边吃饭 一边说着回家的事 那时候多开心呢 能活下来就已经很好了 哪有那么多烦恼 空间一阵如动 他坐在中间 巨大的黑色蜘蛛和大青蟹 一左一右地守候在一旁 夕阳西下 天空开始变得成红 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在背后拉出几道长长的影子 日落 星生 少年的坐在巨石上 还是望着远处的大海 他歪头斜靠在巨大的黑色蜘蛛腿边 旁边的大青蟹举起夹子 挡在他的头顶 防止海边的露水打湿他的头发 一直到太阳再次升起 他才缓缓站起身体 果然还是 我不够强 才会有这么多烦恼 王莽从巨石上跳下 身体挺得笔直 最近几天 他想了很多 人类世界的命运到底会如何 没有谁能够知道 但是他王莽自己的命运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什么狗屁魔神 什么狗屁的人类第一位玩家 都是一群狗屎 既然你们想要玩 那我就给你们玩点大的 王莽的身体不断膨胀 身形变得越来越巨大 一声巨响 周围的土石纷纷崩裂 巨大的身影直接飞向了天空 半个小时后 王莽巨大而魁梧的身影 像流星一样坠落 在地面砸出一个深坑 环顾四周 这里是荒岛的中心区域 地势很高 往下望去 整座荒岛的风景一览无遗 王莽站在山顶 俯视着整个荒岛 他摸了摸自己的眉心 那只符文般的眼睛 应该就是魔神的标记 他不知道 这玩意到底有什么作用 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可是王莽 如果有人对我心怀不轨 我必定十倍 百倍 千倍奉还 啊 一声大吼 整个面部都开始上扬 变得疯狂无比 从今以后 嘿嘿嘿 就进入 我的游戏时间 超负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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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负零60倍 全属性增加1800% 物理抗性增加1800% 元素抗性增加1800% 韧性增加1800% 精神抗性增加1800% 且每秒钟恢复60% 最大体质和60%最大能量 随着超负零叠加到极致 王莽身上的白光不断闪烁 恐怖的风压 把山顶的树木 齐齐向后吹去 而这还不是他的极限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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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肌肉强化120倍 肌肉增幅程度4800% 王莽的身体再次拔高 全身的肌肉爆炸到极致 浑身变得黑红 泛着金属般的光泽 而这也还不是极限 它还可以更强 周围的空间如动 谢老大和黑宝庞大的身体 出现在左右 王莽伸出双臂 像石子一样举起 耀眼的白光爆发而出 光芒散去 八目六臂 身如黑铁 嘴如恶兽 周身有黑云缠绕 王莽合体第二形态 琉璃身 八目恶鬼佛 站在山顶 全身都是恐怖肌肉的庞大身躯 俯视着整个荒岛 八只黑透如琉璃的眼睛不断转动 满是像鲨鱼一样的尖牙 微微裂开 嘿嘿 我其实还可以更强 王莽六臂朝天 仰头对着天空一吼 恐怖的声浪不断向四周扩散 在它周围不断出现 有各种泛着蓝色保光的装备 只要是从宝箱中开出的装备 品质超过蓝色 便可以随着体型放大而缩小 而且在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溶进身体 不影响身体的行动 而且这些装备 和以前它玩的网络游戏 有很大的区别 它们更像是5v5竞技类手游中的装备 只要融合佩戴入身体 便可以获得装备的技能和特效 而且这种装备的融合 并没有固定的限制 每一件装备 都有其特有的重量 如果说蓝色品质 装备的重量为10 那紫色装备的重量 就超过了100 实力越强者 可以承受的武器重量就越多 也就可以融合更多的装备属性 在平时 王莽只随身融合紫色品质以上的装备 这已经是它身体 能承受重量的极限 而现在 解放第二形态 琉璃身 六目恶鬼佛 的王莽 就可以再次融合更多的装备属性 周围漂浮的蓝色装备 一件件冲入王莽魁梧而庞大的身体里 这让它的身体又再次得到强化 身形又开始拔高 周围的森林里 方圆树尸里的怪物开始疯狂逃窜 它们能感受到 在山顶处 有一只恐怖的怪兽出现了 那惊人的气势 吓得它们肝胆剧烈 逃 逃 逃 野兽敏锐的第六感告诉它们 再不走 就死定了 随着森林山顶里的暴动 周围荒岛所有的怪兽 都开始变得隐隐不安 仿佛有什么大恐怖即将降临 巨大的蜗牛缩进壳里 瑟瑟发抖 黑蜘蛛们的感知最为灵敏 它们躲在树洞中 一遍一遍重复着支着网 在荒岛的最中心 王莽站在山顶上 它身上开始出现大量的黑雾 仿佛狼烟一样 直冲云霄 恐怖而猙獰的肌肉 庞大而无黑的金属身躯 六臂张开 面向天空 八只黑色的眼睛猛地睁大 像鲨鱼一样的利驰 展露出来 嘿嘿 哈哈 游戏开始 黑丝领域 展开 随着王莽咆哮出声 它的嘴巴猛地张开到极致 无数的黑色丝线 从它的嘴巴和六只手掌喷射出 像黑色的瀑布一样 冲向天空 在合体形态下 它是可以使用所有宠物的天赋和技能的 作为自己手中天赋最强的宠物 黑宝的天赋 无庸置疑地强大 宠物 黑金蜘蛛 变异 成长 成长期 品质 金色传说 体质 233 精神 201 能量 3852 天赋 急速 移动速度 反应速度永久提升100% 超级弹跃 跳跃能力永久增加120% 超级强壮 体质和防御永久增加110% 超感 感知提升150% 技能 技能一 真实视野 无视黑暗 隐身状态 消耗能量后会拥有真实视野 可以洞穿敌人的形态和弱点 甚至可以看到空间加痕 技能二 蓄力移动 消耗一定能量 使下一次的跳跃能力增幅300% 冷却时间3秒钟 技能三 结晶化 消耗一定能量 身体强度提升100% 身体防御和韧性提高100% 持续时间120秒 冷却时间10分钟 技能四 黑丝 消耗能量 可以吐出黑丝的蜘蛛丝 具有极强的韧性 如果处于黑丝领域 黑丝的强度将会再次强化 并携带腐蚀 减速 虚弱 精神毒素等各种负面状态 技能五 蜘蛛感应 当处于黑丝覆盖范围内 黑丝蜘蛛的感应能力 会大幅度增加 攻击速度增加50% 移动速度增加50% 并大幅度提升第六感 提前做出预判 技能六 黑丝领域 黑丝蜘蛛可以通过消耗能量 制造出大量的黑丝 结成黑丝领域 在黑丝领域中 黑丝蜘蛛的体质 将会强化200% 感知提升200% 速度提升100% 进入绝对隐身状态 并且处于黑丝领域中时 黑丝蜘蛛可以随意操控所有黑丝 注 所有黑丝都是能量产物 黑丝领域的大小 取决能量的消耗 只要领域一旦结成 短时间内便不可改变 简介 从亿万只黑丝蜘蛛中变异而来 拥有极高的潜力 有很大的几率 进化到领主层次 评分 四星半 经过自己 被黑丝大量使用 神圣赋灵 来提升天赋能力 他的黑丝技能 已经强化到了极致 只是一根手指粗细的黑丝 就可以提起上百吨的巨物 而且这种黑丝 还可以控制形状 变成刀刃一样 锋利无比 在自己融合黑丝后 他也继承了黑丝的 所有天赋核技能 从技能简介中可以看到 黑丝领域的大小 和能量的消耗 是对等的 理论上来讲 只要他的能量足够 他就可以把整座荒岛 都覆盖进黑丝领域 大量的黑色丝线 从王莽的嘴和手中喷射出 不断地冲向天空 一直冲向万米高空后 这道巨大的黑色瀑布 就像烟花一样 从天空中爆开 向整个荒岛开始覆盖 在叠加了60层的超幅灵后 王莽每秒钟 都可以恢复60%的最大能量值 他早就已经没有能量的限制 什么狗屁魔神 还有在暗处 一直虎视眈眈的 黑色马赛克人影 都是狗屎 既然你们都基于我的身体 那我往往就绝不会任人宰割 我要把这座荒岛所有的怪物 一次性全部猎杀 然后不断变强 不断变强 魔神又如何 阴谋又如何 一切都是因为它不够强 只有变强 它手中的拳头 才能击溃一切烦恼的根源 束缚我的不是你们 也不是这座荒岛 而是我自己啊 从现在开始 我要成为最强 最强 最强 在荒岛最中心 一道巨大的黑色瀑布直冲天际 当飞到荒岛的万米高空后 黑色的瀑布像烟花一样猛地爆开 无数的黑色丝线密密麻麻 在天空中不断重叠交错 结成一张张细密的网格 并慢慢向四周开始快速扩散 远远望去 天空中好像出现了一块黑色的墨汁 它像病毒一样不断扩散 把周围的天空浸染成黑色 虽然从远处看去 这浸染的速度非常慢 但其实在天空中 大量的黑色丝线 正以极快的速度编织着 岛中心的变化很快 就被周围的怪兽们察觉 大量的怪兽 开始向远离岛中心的位置 拼命逃窜 领域的展开并不是毫无动静 一股恐怖的气势 正从岛中心疯狂地向四周扩散 平静的森林中 开始出现巨大的涟漪 周围所有的树棺都在剧烈震动 不时有巨树倒下 让森林中出现一片空隙 从这空隙中看去 大量的怪兽聚集在一起 它们形成声势浩大的兽巢 在林地间奔腾而过 无论是体型一到三米的小虫子 还是体型超过50米级的庞然大物 它们都惊慌失措 疯狂地朝着海岸边跑去 无数小型怪兽 在疯狂的兽巢中被踩死 几乎呼吸后 就变成了一滩肉泥 与大地融为一体 天空中 大量的飞禽巨兽 从树棺中冲出 成群结队 向着远处飞去 它们不敢飞向高空 只敢贴着森林树棺 在低空飞行 因为它们在天空中 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怖 海岸边 在礁石中的海蟑螂 不断转动着头上的触须 一个个惊恐地 全部躲入石缝中 岸上的两脚鱼 也全部逃回海中 甚至连大青械 也开始潜下水 在荒岛的东南方 一块巨大的黑石上 一只身高百米级 全身像黄金一样的 金色穿山甲 正站在黑石上 人力而起 它对着岛中心的位置 拼命咆哮 响声震天 随着它的不断咆哮 大量的黑色雾气 开始如火焰一样 在它身上燃烧 一层黑膜 开始覆盖全身 这正是之前 与黑色金刚大战 一天一夜那只巨兽 也是这座荒岛中的霸主之一 金色穿山甲 看向天空中 不断扩散的黑云 在那里 它感觉到了 从未有过的恐慌 但这里是它的领地 它必须要守护着脸 哄 又是一声怒吼 巨大的阴浪 不断向周围扩散 而无论这只巨兽 如何咆哮 在荒岛中心的王莽 都不为所动 它站在道岛中心 六臂巢上 不断展开着黑丝领域 这座荒岛的面积太大 想要把领域完全覆盖 需要时间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天空中 很快就被大量的黑色覆盖 太阳的光线被遮住 大片的阴影 开始遮盖森林 这使得整个森林周围的怪兽 都变得更加惶恐不安 一个小时后 整座荒岛的上空 都被黑色蛛丝 编成的密网所遮盖 无数黑色丝线 开始往下蔓延 就像一个黑碗倒扣 想要把整座荒岛收入碗中 动 动 动 在荒岛边缘 大量的黑丝像利剑一般 从天空猛地坠下 深深地插入地中 一条条黑丝整齐排列 就像鸟龙一样 把整个荒岛都完全覆盖 并挡住了那些 想要逃出领域的怪兽们 一只20米级的树珠 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牢笼 双眼变得通红 暴躁不安 直接就猛地撞了过去 它的粗皮 可是比岩石更坚硬 比钢铁更有韧性 人类拇指粗细的蛛丝 在它眼中就和毛发一样 脆弱不堪 巨大的冲撞一闪而逝 树珠的整个身体 居然直接就冲出了牢笼 来到了结界之外 可仔细看去 黑丝组成的牢笼 并未被撞毁丝毫 而牢笼外 巨大的树珠还在奔跑 但很快 它的身体就像切好的吐丝一样 变成了整齐均匀的薄片 像扇子一样打开 大量内脏碎块从中散落 留了一地 很快 在尸体上 一个白色的宝箱缓缓缓飘起 树珠不是个粒 在黑丝组成的牢笼边 不停有怪兽想要突破 然后被整齐切割 身上也开始浮出宝箱 而这 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像黑色鸟笼一样的结界 开始不断编织 大量的黑丝持续补充 让整个结界 变成一张巨大而细密的珠网 仔细看那些珠网上的丝线 每一条丝线都是一条双面利刃 锋利无比 而随着珠网的完全成型 一股无形的波动 开始在珠网内部不断扩散 形成一体 而在这股波动扩散后 黑丝领域终于完成 这座荒岛已经进入了 它的黑死牢笼 一切都已在掌握中 在岛中心 往往闭上嘴巴 站在山顶上 俯视着整个荒岛 它明显感觉到 在领域展开后 它的实力又强了数倍 而且 此时它的感知 已经到达了极为夸张地步 闭上眼睛 微微抬头 它好像可以感知到 荒岛中的一切 在结界边界 不停试图突破牢笼的怪兽们 站在黑石上 不断咆哮的白米级金色穿山甲 甚至躲藏在地底 瑟瑟发抖的虫子们 所有在黑丝领域的一切 它都可以完全感知 就像一张无形的蜘蛛大网 它现在就是坐在中心的 那只蜘蛛捕食者 所有的猎物 都已经落入它 精心编织好的大网中 王莽轻轻抬起一只手 在数十公里外 数万只黑色丝线 突然从高空猛地坠下 仿佛无数根利剑 直接把上百头怪兽 穿成了筛子 一个个宝箱 就像花海一样 在尸体上浮现 王莽再次挥手 天空中又不断有 大量的黑色丝线 从空中坠落 仿佛诡异的黑色天雷将士 不断开始猎杀荒岛中的怪兽 但很快 他就发现 这种猎杀效率非常低 而由于领域的范围实在太大 他的精细操作能力其实有限 这样实在是太慢了 恐怕等到领域消失 也杀不了多少怪兽 摇了摇头 王莽双腿微微弯曲 全身肌肉膨胀不断膨胀 然后猛的一次蓄力跳跃 他庞大的身体 就像火箭一样飞速升空 一阵新鲜的海风吹过 之前生机盎然的荒岛 变得一片死气沉沉 怪兽的血肉 破碎的森林 被翻啃过的土地 一个个散发着荧光的宝箱 漂浮在残破的荒岛上 越靠近岛中心 宝箱的数量就越多 从天空中往下望去 这些宝箱就像肥沃的花园中 开出的一朵朵娇艳的花 在岛的最中心 一个巨大的黑色圆球 屹立在山顶 在黑色圆球的周围 大量的蛛丝拉扯缠绕 扎根到地下 让黑色圆球与大地 仿佛融为一体 而在黑色圆球四周 大量的宝箱上下飘浮 荧光闪动 仿佛花海一样 在黑色圆球内部 无数的珠网交错缠绕 结成一个个巨大的黑色的简 时不时简中的巨物挣扎一番 但很快便没有了动静 这些黑简中 全部是荒岛超过50米级以上的 超级巨兽 荒岛中怪兽的体型越大 实力变越强 超过50米级后 它们身上就会产生 食指般的黑物 缠绕在身体周围 同时 这些黑物也会让怪兽的 身体强度几倍提升 大大增强它们的防御力 而到了百米级 黑物便会结成膜 到那时 50米的巨兽 有着黑物的保护 并不会被第一时间杀死 但是这些巨兽们 同样也无法逃脱着黑死牢笼 在黑色的虫简中 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网网看着周围大大小小的简 其中最大的黑简 已经超过了百米 里面正是那只金色穿山甲 此时 黑色的虫简中 金色穿山甲还在不断挣扎 但是却怎么也无法挣脱 而包裹在它身体周围的黑丝 还在不断移动缠绕 慢慢缩紧 巨大的黑球中 密密麻麻的黑色珠网 被不断缠绕着的黑色虫简 而在这些黑色虫简的最中间 一个巨大的王座上 八目六臂 浑身都是爆炸般肌肉的 黑色人形怪物 正单手脱腮 随意地斜靠在一旁 在这黑球之外 遍地都是血肉残骸 无数的宝箱如曼陀罗花海 闪烁着美丽的光泽 夕阳西下 橙红的阳光透过云层 洒落在荒岛中心处的 黑球与花海上 让整个荒岛 更显诡异 南星 黑色禁区 第七区 最近一段时间 李勇都亲自坐镇 在第七区的指挥室 随时了解着 前线的第一动态 最近 王志明一家怎么样 李勇坐在指挥室中 手中拿起茶杯 对着一旁的张爱军问道 已经全部安排妥当 王志明一家 包括他的十二岁的女儿 都已经全部成为游戏玩家 甚至包括王志明一家 六代以内的血清 也全部都获得了玩家面板 不过非常可惜 所有人里面 也只有王志明的女儿 觉醒了三星天赋能力 其他所有人 无一人觉醒 李勇拿起手中的枸杞茶杯 吹着吹 叹了口气 零号玩家的天赋超乎想象 所以有些专家提出 会不会是血脉的原因 所以只要与王志明一家 有任何血脉关系的亲足 他们都会提前安排对方 获得玩家面板 要知道 现在的超能者玩家 还是极少数人 名额非常稀缺 最近 甚至有专家指出 获得游戏面板后 等级的提升会增强体质 让人的身体突破极限 理论上 寿命也是会增加的 这消息一出 报名全国无考的人 甚至再次飙升 连八十岁的老太太 都拄着拐杖 跑过来说她想试试 而想要获得游戏面板资格 只有两条路 要么就是 拿出上千万支援前线 要么便是亲自参军 保家卫国 所以不得不说 王志明一家非常幸运 他儿子一人 便让他们整个家族 鸡犬升天 而且因为 零号玩家的存在 这些人也不会上前线 甚至还会成为 上面的保护目标 张爱军走了过来 把一份报告 递到李永面前 开口说道 上面的意思是 让王志明他们 一族多生多育 毕竟他们的人口 基数太小 目前也无法排除血脉原因 特别是王志明一家 他的儿子和女儿 都觉醒了天赋 这非常稀有 毕竟觉醒天赋的人 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 而他的两个孩子 都觉醒了 这恐怕也是一种 潜在的天赋 李永拿起手中的枸杞茶杯 喝了一口 缓缓点头 这种可能的确很大 如果王志明一家 再生一个 也觉醒了天赋 那 王志明怎么说 我们已经派人 再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再生一胎 应该是没问题的 李永摇了摇头 一胎怎么够 让下面的人去想办法 多子多福 我奶奶那一辈 可是生了八个 张爱军白了他一眼 现在是什么时代 哪个女人 还会去生八个 李永拿起张爱军 递过来的报告 看了看 王志明一家三人 全部都已经成为了玩家 而且在零号玩家资助的 经验书下 他们几乎待在家里不动 就已经升到了九级 李永抽了抽眼角 他作为八百二十六局 最高指挥官 目前他的等级也才八级 而且大部分时候 他还会亲自去 猎杀低等怪物 来提升等级 哪像王志明这家人 拿经验书当饭吃 豪恨无比 要知道 现在市面上一本 最低级的经验书 都可以卖上百万 继续看着报告 李永再次发问 那群零号玩家的 留下的蘑菇人呢 呃 他们倒是挺安分的 就是感觉好像 不太聪明的样子 张爱军把手中的平板 递过去 视频中正在播放着 蘑菇人的画面 只见在一片空旷的 山地森林中 一大群长着白白胖胖的 蘑菇人蹦蹦跳跳 他们一部分 正在田里辛勤地劳作 到处挖坑种地 一部分则在林间 砍树建房子 搞得热火朝天 时不时有几个蘑菇人 突然变大 化成基米高的肌肉巨人 把周围的巨石推开 力打惊人 李永看着这些 变大的蘑菇人 眼神灼热 之前林浩玩家 在机舱中 留下了300蘑菇人 虽然看上去 萌萌哒哒 有点弱 但只要化为肌肉状态 这些蘑菇人的实力 便会得到极大的增强 力大无比 甚至每一只 都可以比肩华夏 目前最顶尖的 超能者玩家 而这样的蘑菇人 林浩玩家 留下了300个 如果指挥得当 这些蘑菇人 绝对是华夏国 一道强大的助力 可惜这些蘑菇人 并不听国家的指挥 他们只听 王志明夫妻俩的话 去通知张凡和王志明 让他们赶紧 把这群蘑菇人 带到第七区 第七区恐怕 马上就要发生巨变 我们必须集合 所有的力量 李勇放下茶杯 看向屏幕中的蘑菇人 这也是之前 与林浩玩家 达成的协议 这群蘑菇人 除了保护他的家人外 在特殊情况下 也会力所能及地 帮助大夏国 很快 一架直升机起飞 带着张凡和王志明 大大的平板模型盒子中 然后被推着前行 陆长官拍了拍 平板模型盒子 开口回答 我们也是听命行事 还请委屈一下吧 张凡在一旁 用力地捂着嘴巴 努力让自己不发笑 王说 这也没办法 之前咱们不是试过吗 这群蘑菇人 只认平板 不认人 你要不待在这平板盒子里 他们根本就不会听你的 王志明无奈的一笑 这都是什么事啊 那臭小子 搞的什么鬼 很快 众人就推主 装在平板模型盒子里的 王志明 来到了魔谷人的筑地 而当平板模型 王志明一出现 周围正在心情众天的魔谷人 全部都围了上来 他们兴奋地 围在平板盒子旁 突然跪倒了一片 并对着平板模型里面的 王志明不停叩拜 哑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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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一个身高超过两米的 巨大魔谷人出现 他单膝跪在王志明面前 把手掌放在胸口 郑重地开口 哑咽 看着面前像尘子一样 全部跪倒的魔谷人 王志明转头看向张凡 一脸求助 张凡的天赋是语言专家 只有他才可以理解 所有魔谷人说的话 哑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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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们圣主的专属翻译官 他说想让你们帮忙抵御怪兽 不知道可不可以 张凡开口 巨型魔谷人 抬头看向张凡 点头同意 哑咽 哑咽 阿母之前已经吩咐过了 我们会听从圣主的吩咐 我现在就去召回所有族人 巨型魔谷人说完 然后就走到森林中 开始召集所有的魔谷人 张凡看着面前一群蹦蹦跳跳 咿咽压压的魔谷人 眼神有些兴奋 不要看这些魔谷人萌萌哒哒 其实他们一个个实力超强 如果变身为肌肉形态 简直就是弱化版的林浩玩家 想到林浩玩家 张凡整个眼睛都发出了光芒 他曾经亲眼在第七区 目睹过林浩玩家 那狂暴而无敌的身影 一直到现在 那具恐怖的肌肉身躯 都一直刻在他脑海中 久久不能忘怀 那个男人太强了 而且智商好像不高 如果我能和这些魔谷人打成一片 张凡想到这里 整个人都亢奋起来 如果他能和这些魔谷人打成一片 不但可以获得这些魔谷人的助力 搞不好还能搭上林浩玩家的线 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自己的天赋能力 虽然战斗力不强 但绝对算得上是特殊人才 可以帮到林浩玩家 想到这里 张凡走到蘑菇群中 尽量让自己的笑容变得和善 开口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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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圣主的手下 并唧唧喳喳地不停叫着 哑咪 哑咪 奇怪 他没有盖子 哑咪 哑咪 好丑 他好丑 哑咪 哑咪 没有蘑菇盖子 太丑了 一群小蘑菇人说着 就一脸嫌弃地躲开 甚至有几个还在不断擦拭眼睛 好像被他丑到了 张凡听完 整个人都僵硬在原地 啊 他居然被一群蘑菇人嫌弃了 他可是云城吴彦祖 哪里丑了 对于张凡的心理活动 所有人都没有在意 很快 巨型蘑菇人就召集了所有的族人 然后跟着张凡一群人 开始前往第七区 一架巨大的客机起飞 很快就在第七区降落 张凡带着一群蘑菇人 熊啾啾 气昂昂从飞机上跳下 虽然在蘑菇人眼里 他长得非常丑 但是最后 他还是和蘑菇人们打成了一片 因为王志明的情况特殊 上面并不准备让他上前线 所以 作为唯一可以和蘑菇人交流的人 他也顺理成章地 让王志明指定为蘑菇人的代理人 此时 张凡正躲在前面 手中拿了一根旗子 像个导游 在他身后的小蘑菇人 整齐排列 蹦蹦跳跳的 就像一群小学生 正准备出去春游 可爱极了 而相对于张凡这边的可爱花风 第七区的气氛 则显得非常严肃 空气中总弥漫着一层 说不出的压抑 让每个人脸上都心事重重 大量的坦克和巨型装甲车部队 在基地周围路过 天空中的战机 不停在来回穿梭 一队队整齐排列的 超能者军人部队 全副武装 往各个方向赶去 第七区周围 已经再也没有普通人 几乎出现的每一个人 都已经获得了游戏面板 这里 已经聚集了 大下国最强大的武力部队 和大量的热武器防御圈 第七区绝对不能失手 否则整个大下国都会完蛋 张凡带着一群蘑菇人 不断前行 他们穿过一层一层防御圈 然后来到了超能者 临时驻扎地 这里离黑色禁区很近 几乎所有的超能者玩家 都聚集在这里 方便猎杀怪兽升级 而作为第一王牌小队 张小龙他们 也一直镇守在这里 随时警方第七区发生巨变 而蘑菇人的到来 很快就迎来了许多人的目光 自从上次第七区的暴动后 零号玩家的存在 就再也隐瞒不住 而大下官方 也并不准备再继续隐藏下去 随着黑色禁区 入侵的巨兽越来越多 和各种超能者玩家犯罪率提升 整个社会也变得 越来越动荡不安 现在的大下国需要英雄 需要强大的英雄 来做定海神针 而强大神秘的零号玩家 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最近 随着第一批初始玩家的 不断升级成长 很多天赋强大者 已经开始不安分起来 在拥有超人般的力量后 并不是每个人都 还能保持曾经的初心 保家卫国 守护人类 呵呵 这些口号太空洞了 特别是在生死存亡之刻 大部分人都会变成利己主义者 如果上次第七区的 怪兽入侵没有守住 恐怕现在很多超能者玩家 会战山城王 自立门户 而零号玩家的出现 刚刚好 神秘 强大 无敌 由于特殊原因 它还不会影响 当前稳定的局势 零号玩家的出现 以压倒性的实力 镇压住了所有玩家 蠢蠢欲动的野心 自从零号玩家出现后 所有的超能者 都变得安分了很多 特别是那些 自命不凡的 五星天赋玩家们 随着张凡 带着一群蘑菇人 走进超能者 驻扎基地 周围的人 开始变得窃窃私欲 这些蘑菇人 好像就是曾经 零号玩家留下来的宠物 听说很强 威严耸听而已 都是一群 被零号玩家 吓破胆的家伙在吹 这群蘑菇人 怎么看都不会很强 不过零号玩家 到底是谁 那种实力也太夸张了 他的天赋能力 到底是什么 看他的形态 应该是强化戏的能力 这人 应该就是官方隐藏的王牌 藏得也真是够深的 我一直以为 白燕这个女人 才是最强 小声点 第一队还在这里呢 怕什么 我说的是事实 我巴不得看白燕 去挑战零号玩家 零号玩家这么强 绝对有古怪 搞不好他的能力 存在巨大缺陷 的确 我们都是初始玩家 没道理 他就这么强 说不定他这种变身能力 一年只能使用一次 副作用极大 张凡对于周围的 窃窃私欲毫不在意 反而昂首挺胸 整个人走路都在飘 这群魔古人的实力 他最了解 在变成肌肉形态后 他们的防御力 会达到了极为夸张的地步 而且力大无穷 一拳就可以杀死一只 十米级精英级的大青蟹 在成为魔古人的代理人后 他张凡可以说 已经成为此地 最强的超能者玩家 就算现在白燕来了 又如何 即便是谢老大 估计也打不赢 这三百魔古勇士 而且凭自己 和谢老大的关系 看在往日的交情上 谢老大也不会对自己出手 语言专家天赋 甚至被他玩出了 面子果实的效果 不知不觉间 他张凡 已经成为了 零号玩家以下的最强者 果然 这世界上没有垃圾的天赋 只是看你会不会开发而已 就在张凡暗暗得意时 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 兴奋的惊呼 我操 几肉魔古人 郑天霸兴奋地挤出人群 迅速跑到了一群魔古人旁 我偶像的宠物呀 居然有这么多 郑天霸一脸不可思议 之前陈校长 就带着一只魔古人 和他打过一次 别看这魔古人 现在只有一米多高 蹦蹦跳跳的 非常可爱 但进入战斗状态后 他们会很快变成 三米多高的恐怖肌肉魔古人 无论是防御力 破坏力都非常强 而那一次的战斗 也是他少有的败迹之一 张凡 这群魔古人哪里来的 郑天霸一脸好奇 李局长说 这都是零号玩家留下的 因为最近情况特殊 所以现在借过来第七区帮忙的 你别打什么歪主意 这群魔古人可不好惹 完全没有听进去 他兴奋地转身就离开 很快就头戴着一个 蘑菇头套跑了回来 郑天霸头戴白色蘑菇盖头套 兴奋地对着一群魔古人说着 咋咩 呀咩 魔古人围了上来 眼神有点疑惑 呀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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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的几个魔古人 围着他看了一几圈 有些犹豫 但最后还是缓缓点头 给郑天霸让出了一个位置 就这样 郑天霸一脸兴奋地 走进魔古人中间 和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列 蹦蹦跳跳地往前走去 但丁走了过来 看着对面像傻子一样的正天霸 捂住了脸 喂 张凡 这家伙和这群魔古在讲什么 而张凡一脸震惊 不断摇头 不可能 不可能 这群魔古人居然说他长得很帅 这不可能 很快 张小龙和白燕也走了过来 第一王牌小队几乎全部到齐 张小龙看着面前的魔古人 缓缓开口 李局长那边已经提前和我说过了 接下来这群魔古人 就有我们第一队指挥 张凡 等下翻译的工作就交给你 我们现在就前往黑色禁区 但丁听完 眉头一皱 开口拒绝 你在开什么玩笑 现在进入黑色禁区 游戏已经进入第二章 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 谁也说不准 难道去送死吗 张小龙摇头 再次开口 就是因为游戏已经进入第二章 所以我们更要去黑色禁区 根据科学院最新的分析 游戏的每次更新黑色迷雾禁区就会扩大 而蓝星的土地则会消失不见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这些消失的土地去了哪里 张小龙再次看了一眼但丁 缓缓开口 我也怕死 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根据上次的情况分析 在游戏开始新篇章后的几天内 黑色禁区周围其实都是安全的 最近几天 你不是也看到了吗 黑色禁区周围的确很少出现入侵的怪兽 而且科研院的人已经用活体动物实验过 黑雾里面目前还算安全 但丁没有反驳 而是再次问道 白雁去吗 去 那行吧 我没有问题了 但丁双手一摊 很快张小龙一行人就带着五十个蘑菇人离开了基地 而门外 两辆重型装甲车早就已经停在了门口 车门打开 可爱的蘑菇人排着队 一个个跳上车 嘴中叽叽喳喳 压咧压咧地叫个不停 在蘑菇人队伍最后 郑天爸带着蘑菇头套也蹦蹦跳跳到了车厢里 他探出头 对着但丁认真大叫 丁哥 等一下你开车慢点 别把我兄弟们颠倒了 但丁嘴角抽了抽 这家伙的情伤是不是用错了地方 滚 你废话真多 但丁骂了一句 瘦长的手掌直接贴在两辆装甲车上 五星天赋能力 活化 发动 很快能量消耗 两个装甲车一阵抖动 突然就变得不一样起来 只见两辆巨大的装甲车就像活了一样 车灯变成了眼睛 后视镜变成了耳朵 车头长出了嘴巴 甚至居然开口说话 哎呀 老铁 快上车 快上车 老司机带你们飞啊 我警告你们 谁要是在我肚子里面放屁 我就把她的脑袋塞到屁眼里 还有 别踩我的油门 我自己来 两辆装甲车 你一言我一语 车门就自己打开 但丁也很自然地进入了驾驶室 刚刚坐到驾驶室 但丁就听到两个装甲车不停地开始说话 女人 你踩到我的前列线了 白燕的靠椅突然一抖 把她直接吓得蹦到了张小龙怀里 哇 哇 你们看对面那个坦克美妞 太正了 太正了 看她长长泡管 结实的身体 嘖嘖嘖 屁股真大 要是我可以和她一起 升一群坦克小装甲 那就太棒了 但丁捂着脸 听着两辆装甲车不断说着骚话 她整个人都不好了 没有我的命令 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 再多说一句话 我就自己开 此话一出 刚刚还像画牢的装甲车 全部都闭上嘴巴 很快 车窗就自己摇上 汽车自己发动 甚至车里还贴心地放起了温和的音乐 你别生气 我只是心疼你 开心一点 我喜欢你了微笑的美丽 但丁双手抱胸 头上青筋抱起 大声咆哮 给老子把音乐关了 咔嚓 音乐声戛然而止 整个车厢中 瞬间恢复了宁静 两辆装甲车缓缓启动 在地上扬起一阵灰尘 快速地往黑色禁区开去 几分钟后 张小龙一群人就消失在黑雾中 他们穿过巨大的黑色迷雾 一路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世界的另一边 一座荒岛出现在他们面前 蓝天 大海 只见后车厢打开 几个小巧的蘑菇人从中跳出 体型不断变大 瞬间就化成了全身赤红的肌肉怪人 争鸣一笑 他们一拳一个 很快就把几只大青蟹全部打死 装甲车停下 郑天霸带着三十个蘑菇人 蹦蹦跳跳地就往周围而去 开始清理附近的怪兽 但丁来到后车厢 打开了几个金属箱子 里面整齐排列着一个个特制的 蜂鸟无人侦察机 这些无人机都是根据他的天赋 特意制作成 只见他手掌如蜻蜓点水 在一个个无人机上滑过 刚刚还整齐排列的蜂鸟无人机 突然好像活了过来 他们摇头晃脑 迫不及待地就从箱中飞了出来 同时 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出现在周围 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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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贵干 老铁 有何贵干 都出去侦查 我要知道方圆石里的所有情报 如果发现三十米级以上的超级巨瘦 随时报告 但丁说完 箱子中又有一台电脑中端爬了出来 他有手有脚 就像一个老地主一样 对着一群无人机大声叫道 小的们 干活了 干活了 打工人 打工魂 客户满意真精神 不吃饭 不睡觉 打起精神赚钞票 随着电脑中端的大声呼喝 所有的无人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瞬间四散去 而电脑人在屏幕中 也出现一张羡慕的笑脸 他弯着腰 像得老仆一样 站在弹钉旁边 恭维地说道 老板 嘿嘿 我办事 你放心 嗯 但丁冷冷地点头 老板 既然现在闲来无事 要不要看个片 放松一下 我有播放功能哦 听到这话 但丁眼脚抽了抽 额头清惊爆起 没有特殊情况 就闭上你的嘴巴 不要来烦我 大吼说完 他便转身回到车厢 想一个人静静 而张小龙这边 正和车厢中跟随的几名地理学家 开始在周围勘察起来 白燕也紧紧跟在他身旁 寸步不离 剩下的二十个蘑菇人 则守候在一旁 保护着众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几名地质学家的勘探结果 也很快就出来了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这座岛居然变大了 它好像在成长 我在沙滩里 检验到了蓝星特有的物质 几名地质学家 拿着手中的报告 连连惊呼 所有的结果都指出 蓝星消失的土地 应该已经与这座荒岛 融合成了一体 听到这个结果 张小龙并没有特别吃惊 零号玩家之前 给李军的情报中 他真的在吞噬蓝星 张小龙回头 看了一眼背后的荒岛森林 难道人类世界 真的也会成为 这无尽大海中的 一座座孤岛吗 就在他深思之际 但丁突然从车厢中走下 摆了下头 要走了 无人机已经发来警告 已经有超级巨兽 往这个方向过来了 张小龙手中紧握着 勘测报告 轻轻点头 很快 一神行人就快速坐上装甲车 往大海上的黑色迷雾开去 就在一行人离开之后 荒岛中 荒岛中 王莽正坐在山顶上 之前巨大的黑球已经消失 里面被包裹的所有怪兽 都变成了一份份宝箱和材料 被收入了空间背包中 而在他猎杀了荒岛 几乎大部分的怪兽后 他身上那股恐怖的气势 再次增强了上十倍 这股恐怖的气势 已经不单单只是精神威压那么简单 他甚至在干扰空间 开始直接影响现实 在他身体周围 大量的黑色雾气 像黑色的火焰一样 熊熊燃烧 一股恐怖的气势 笼罩在周围 甚至让周围的空气 变得微微扭曲 以前只有在他变身为 最强形态时 身上才会燃烧起 像火焰一样的黑雾 但现在 即便他只是像 往常一样坐在这里 他身上的黑雾 也会笼罩方圆数百米 就像永远都不会熄灭的暗炎 而他身上那股惊人的气势 更是在几十公里外 都可以清晰感应到 如果没有猜错 他恐怕又进入到了 一个全新的境界 王莽抬头看向整个荒岛 被整齐地翻砍了一遍 阳光照在他身上 身后被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这道影子不断扭曲 仿佛地狱之门 不停有黑色的人形蜘蛛怪物 从中挣扎出来 消失在远方 荒岛的怪物 大部分都已经被王莽猎杀 这些影子蜘蛛 正在收拾岛上的怪兽尸体和宝箱 然后带来他面前 看着面前蜘蛛影子们 带回来的大量的宝箱和怪兽材料 王莽无喜无悲 只是机械般地把怪兽尸体分解 抬身拍了拍屁股 从空间背包中取出那张冒险者的船票 看着这张船票 他若有所思 这张船票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黑色马赛克人影两次的言行并不一致 其中必然还有其他影情 但不管怎么说 这张船票 也是自己能离开这座荒岛的唯一希望 白燕的召唤能力 毕竟有很大的局限 他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外人身上 而想靠自己的力量 去横渡这片大海 更是不可能 虽然他现在已经足够强大 但每次靠近中墨之海 他的第六感就会发出警告 这片深蓝的海面下 有大危险 王满握紧手中的冒险家的船票 想到了之前在管理员房间 看到的黑色马赛克人影 眼神变得更加坚定 是时候离开这座荒岛了 就让我看看 你为我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 冒险家的船票激活 只见手中的黄色碎片纸张轻轻抖动 开始散发着淡淡金色光芒 就和当初他从树人那里 获得了世界之力非常相似 激活船票之后 王满活动一下身体 抬抬腿 扭扭腰 然后整个人从山顶 开始向下奔跑起来 跑啊跑啊 跑啊跑啊 他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在身后刮起了一阵狂烈的旋风 狂风在他耳边呼啸 整个世界开始变成模糊的线条 奔跑吧 中二的少年 迎来日出 送走晚霞 踏平坎坷成大道 几番春秋冬夏 敢问前路在何方 路 不就在脚下 王满在荒岛中一路奔行 只觉得浑身舒畅 说不出的痛快 爽 哈哈 他对着天空 激情呐喊 大量的黑色雾气 缠绕在他身体周围 远远看去 就像一朵巨大的乌云 在不断前行 他从岛中心的山顶 直冲而下 一直向着海边跑去 跑了很久 他又回到了 自己最开始穿越过来的沙滩 随着王满来到沙滩 周围正在啃食尸体的 大青蟹和黑甲兽 全部一红而散 大青蟹们 躲在了石缝的角落中 瑟瑟发抖 而黑甲兽们 则全部都撅着屁股 拼命往沙滴里钻 看着一群熟悉的老朋友 王满难得露出一丝笑脸 整座荒岛 几乎全部被他覆盖入黑丝领域 除了这片他曾经待过的净土 这里还是和他离开时一样 不曾有太大的变化 王满在沙滴和礁石滩中 慢慢走着 很快就来到了 两块巨石下的树洞中 搬开门口的巨石 孤零零的火塘还在这里 周围还是自己熟悉的模样 转身 他离开这里 继续向前走着 很快 他就来到了 自己最开始穿越到的 那个狭小的石缝中 大量的回忆开始浮现 他好像在这石缝中 看到了曾经那个少年 他又蹲在石缝中 双手抱息 开始静静地 望着面前的大海 他就好像又回到了 当初刚刚来到荒岛的时候 少年还是那个少年 只不过现在 在他身体周围 有着大量的黑雾缠绕 而他的心境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在这座荒岛中 待得实在是太久了 荒岛的精神污染 时时刻刻都在影响他 虽然待了不到一年 但是他感觉自己 已经在荒岛度过了 几十个春秋 甚至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这种影响 还在不断加剧中 昨天他在山顶上 坐了一天一夜 但却好像经历了 一整个春夏秋冬 他甚至已经忘记了 之前的荒岛是什么样子 明明就在一天前 是他亲手破坏了整个岛 看来 杀死荒岛中的怪物后 荒岛的精神污染 对他的影响更严重了 就这样 王莽蹲在最初的石缝间 望着大海 又是一天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王莽就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了一本技能书 皱纹封印术 技能书 皱纹封印术 种类 通用技能 品质 紫色稀有 效果 效果一 皱纹绝境 消耗特定材料和一定能量后 可以对目标进行皱纹封印 皱纹封印会不断吸收目标的力量 削弱目标30%的当前实力 50%的是 根据使用材料和封印目标的实力差距 最多可以封印目标100年 主 如果目标解开封印 皱纹中的力量会部分返还 短时间内提升目标50%的实力 100%的是 效果二 皱印 直接消耗能量 对目标发动皱纹封印术 削弱目标20%的当前实力 和30%的是 持续时间30秒钟 冷却时间3分钟 封印术的效果 会根据各种抗性 还有双方的实力差距 产生不同的影响 评价 三星半 看着手中的技能书 往往有些犹豫 在杀死荒岛所有的怪兽后 他身上那股气势变得更强了 在他身体周围不断燃烧着黑雾 应该就是气势的实质化 而这种黑雾 和荒岛那些超级怪兽身上的黑雾 非常相似 应该是同出一缘 也就是 因为这些黑雾的出现 他发现 荒岛对自己的精神污染 变得更强了 冒险家的船票已经激活 但是船什么时候来 他也不确定 如果时间太久 恐怕他就坚持不住了 要不要试试这本技能书 我身体周围的黑色雾气 应该就是技能书中所说的事 如果我把我自己封印 我的身应该也会被封印 这是不是就可以削弱荒岛 对我的精神污染 往往有些犹豫 因为这毕竟都是他的猜测 也可能是封印自己的实力后 荒岛对自己的精神污染 会彻底爆发 然后把他顷刻间吞噬 往往犹豫良久 最后还是把技能书 皱纹封印术学习了 随着手中的技能书 画作点点星光融入身体 他脑海中瞬间出现了 大量关于皱纹封印术的知识 就仿佛已经刻进了 他的基因本能中 三个小时后 他才消化完脑海中所有的知识 再次睁开了眼睛 并且脸上露出喜色 看来我果然没有猜错 我身上的黑色雾气 就是一种事 王莽看向自己的手掌 只见他双手中间 出现了大量黑色蝌蚪般的皱纹 像漩涡一样刻印着 他把手掌放在胸前 又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了一份世界之力 自己总共也只有七份世界之力 一份已经被白眼消耗掉 一份还留在李永手中 以防万一 他手中目前也只剩下五份世界之力 可以说珍贵万分 封印自己的身上的是 是否能削弱荒岛对自己的精神污染 他并不能确定 但这个方法值得他试一试 看着手中散发着精光的世界之力 王莽不再犹豫 如果等一下封印自己后 荒岛的精神污染爆发 他就会直接使用世界之力 咒一 王莽把手掌放在胸口 然后直接对着自己 使用了皱纹封印术 只见从王莽手中 大量的黑色蝌蚪符纹开始涌出 瞬间就布满了全身 并很快引入皮肤中消失不见 随着封印术的使用成功 王莽周身缠绕的大量黑物 猛的一收缩 居然减小了一圈 但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身上的蝌蚪般符纹就再一次浮现 然后全部开始崩散 而他周身的黑物又开始膨胀 恢复到了原状 王莽一愣 眉头微微皱起 不是说使用皱印后 蝌蚪数可以持续30秒吗 这怎么还不到一秒就没用了 刚刚的蝌蚪数 最多只维持了0.1秒 他还没来感觉呢 效果就直接消失了 哎 看来是我身上的超副灵蝶太多 各种抗性太高了 这种负面状态效果 根本就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 王莽叹了口气 他很快就想清楚了其中的缘由 可现在这种情况 他根本就不敢轻易解开 身体上的超副灵状态 因为一旦解开 荒倒压抑许久的精神污染 就会瞬间把它吞噬 看来只能再试试皱纹绝境了 在学习了皱纹封印术的技能书后 他对这门技能已经完全掌握 这门封印术有两种使用效果 第一种就是皱印 消耗一定能量 在接触目标后 就可以直接对目标进行封印 削弱目标的实力 优点是剑效快 只需要消耗能量和碰触目标的身体 缺点是 受到双方实力差距的影响 维持的时间也很短 第二种便是皱纹绝境 以怪兽材料为基础 制作出封印媒介 通过封印媒介 使用皱纹封印术 便可以大大提高封印的效果 并且 这些封印媒介 还会吸收被封印者自身的力量 来大大延长封印的时间 甚至这种封印 只要使用的怪兽材料品质够高够多 且准备时间充裕 就可以无视实力差距 对目标进行长时间的封印 往往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100份紫色品质的怪兽材料 放在面前 既然皱纹的临时封印效果 对它不起作用 那它就制作封印媒介试试看 它拿起一份紫色品质的怪兽材料 开始制作媒介 能量的消耗 面前的怪兽材料 慢慢变成了一根两指宽 薄如蚕丝的白色缎带 上面密密麻麻 刻着大量神秘的黑色蝌蚪 而随着白色缎带媒介的制作成功 上面密密麻麻的黑色蝌蚪 也开始隐没 消失不见 很快 面前的100份紫色品质的怪兽材料 就全部被制作消耗 只剩下一地的白色缎带 王莽把这些缎带拿起 按特定的手法路线 开始缠绕在身体上 每缠绕到一个节点 它便在封印媒介上 使用一次皱纹封印术 三个小时后 所有的白色缎带 全部消耗完毕 而王莽的全身 也被缠上了一层白色缎带 直露出了一双明亮而乌黑的眼睛 差不多了 那就试试看吧 皱纹绝境 封印 随着王莽话音落下 它全身上下所有的白色缎带中 都开始浮现出 大量的黑色蝌蚪符纹 这些蝌蚪符纹 在缎带中不断游行 开始以特定规律整齐排列 它们连成一道道线 最后连接到王莽的胸口处 像漩涡一样开始不断旋转 最后在它胸口处 结成了一个黑点 当王莽胸口黑点出现之时 封印已然成功 大量的黑色蝌蚪符纹 开始慢慢隐没 消失不见 而在封印成功的刹那 王莽周身缠绕的大量黑物 猛地收缩 瞬间小了大半 在封印成功后 王莽神色严肃 手中紧握着金色的世界之力 只要荒岛的精神污染 一出现爆发苗头 它便会立刻使用世界之力 并解开自己身体中的封印 等了一会 一切正常 看来是虚惊一场 王莽吐了口气 看来皱纹封印术 的确对自己有用 而且它能感觉到 消耗了100分紫色品质怪兽材料 所使用的封印术 可以坚持很久 感受着身体中的变化 王莽的眼中有了一些喜色 他又拿出100分紫色材料 跃跃欲试 皱纹绝境对同一目标 是可以多次使用的 只不过每一次使用后 都只能减少目标 当前实力的30% 而消耗的材料却是一样的 所有只有第一次封印的收益 才是最大 不过 他王莽现在可不差钱 他决定再把自己多封印几次 很快 面前的100分紫色品质的怪兽材料 就变成了一地的白色缎带 王莽把这些白色缎带 有序地缠绕在身上 对着身体再一次使用了 皱纹绝境 随着封印术的使用成功 他身体的黑色雾气 再一次大大缩减 身体周围恐怖的微压 也减弱了许多 看着缩小许多的黑色雾气 王莽眼中闪过喜色 并再一次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100分紫色材料 就这样 一次又一次 一直把自己封印了9次 他才停手 此时 他周身的黑雾已经消失不见 甚至他能明显地感觉到 荒岛对他的精神污染 也变轻了很多 这封印术果然不错 居然真的可以削弱 荒岛的精神污染 可惜使用的次数越多 这封印术的效果就会越差 王莽起身 从石缝中走出 9次封印 每一次封印都能减少 他当前实力的30% 现在他的实力 大概只有之前的1%不到 而他身上那恐怖的气势 也几乎消失不见 虽然实力变弱了很多 但是王莽却觉得浑身舒畅 压抑的心情也变好了很多 随着王莽走出石缝 王莽笑了笑 拍了拍两个伙伴的小腿 让你们两个担心了 我没事 走 好久没带你们去海边野餐了 今天我们就好好庆祝一下 说完 王莽就转身 向着一块平坦的巨石走去 而谢老大和黑宝 则高兴地跟在他身后 寸步不离 在猎杀王荒岛中 大部分的怪兽后 王莽周身的气势 实在是太强 连黑宝和谢老大 都不敢轻易靠近 不过现在 他们两个能感觉到 主人又回来了 很快 巨石上就燃起着大大的篝火 几块石头高高架起 一个像房子大小的生蚝壳 正被火焰不断灼烧 在火焰周围 一个个可爱的蘑菇人 双手高高举起 捧着各种蔬果 肉块 香料 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列 蹦蹦跳跳地爬上火堆边的高台 把所有的食材都丢入生蚝锅中 在生蚝锅的两旁 几个蘑菇人 已经变成了三米多高的鸡肉人 他们手中拿着大大的木勺 正在锅中不停搅拌着 黑宝正趴在一旁 几只蜘蛛腿正在用黑丝飞速编织 他像一个温柔的贤妻良母 正在为这场野餐 编织着各种桌椅 板凳 吊床 帐篷 而谢老大则偷偷摸摸地跑到了沙滩上 他一直找了很久 结果都没有发现咪咪的身影 天空的太阳开始慢慢落下 夜幕降临 满天的繁星出现在夜空中 黑夜下 巨大的篝火旁 已经出现了一条大大的长桌 上面摆着各种美食 精心烹制的怪兽肉汤 森制国花园中摘取的新鲜水果和零食 用宝箱中获得的图纸 所酿造的果酒 面包 甜点等 王莽坐在主位上 黑宝和谢老大分别坐在他的左右 而一个个蘑菇人 也蹦蹦跳跳地坐在高高的椅子上 一本正经 拿起面前的酒杯 远处的篝火还在摇曳 巨大而猙獰的黑色蜘蛛 恐怖的螃蟹怪物 一群充满奇幻感的蘑菇人 其实他并不孤单 不是吗 就让我们与这荒岛告别吧 这座破岛 我再也不想回来了 王莽举起酒杯 一饮而下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海边的篝火野餐正式开始 一个个蘑菇人 蹦蹦跳跳地爬上餐桌 有的直接就跳到了酒桶里 整个头都塞了进去 只剩下一双短小的脚 在空中摇晃 谢老大两只大钳子 在餐桌上拼命挥舞 咪咪找不到了 他决定用美食来冲淡烦恼 另一旁的黑宝 则非常优雅 他用黑丝编成吸管 正在慢慢品尝着果酒 面前的肉块 也被他切成均匀的薄片 摆得整整齐齐 王莽一边在餐桌上大吃大喝 一边抬头仰望着美丽的星空 以前他一直想快点回到蓝星 快点见到家人朋友 但现在 他突然有了新的目标 这座荒岛之外 是到底是怎样的事件 这片大海中 又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人类世界 真的只能被中末之海吞噬吗 如果他一直像这样变强下去 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不会连魔神 都能一拳打爆 我说过 我会变成最强 然后十倍百倍千倍奉还 到时候 你们可别哭啊 哈哈 手中的果酒一口饮下 王莽开始大声歌唱 你问 我爱 你有 多深 我爱你有 几分 我的情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王莽这一等 就是一个多月 而他也像提前进入了养老生活 每天天刚刚亮 他便早早起床 开始了一天的胆海生活 荒岛中的怪物 几乎都被他猎杀 甚至整片森林都被摧毁 所以 最近他把目光投向了大海中 一路跑到海边 谢老大就被他召唤了出来 拍了拍谢老大的螃蟹腿 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谢老大 革命尚未成功 你还需努力啊 王莽对他使了个眼神 投向大海中 一似不言而喻 谢老大瞬间心领神会 抬头挺胸 熊啾啾 气昂昂 一下就从礁石上跳下 没有丝毫畏惧地就冲入大海中 谢老大刚刚入水不到片刻 海面就瞬间开始剧烈翻腾 大量的血迹开始在水中扩散 染红了附近的水域 很快 两只大大的蟹钱就从水中浮出 谢老大 坐 就在这时 一张黑色的巨网从天空中落下 把周围整片的海面全都覆盖 在巨网的另一头 成百上千的蘑菇人 全部都变身成了恐怖的肌肉人 他们和黑宝一起 就像拔河一样正在拼命地收网 平静的海面上 一艘身长超过百米的巨船 像一只恐怖的黑色野兽 正向着荒岛缓缓驶来 巨大的帆布上 美丽的彩绘 刻画出一只威武的金色昆虫 正在展翅高飞 在船的周身 还镶着大小不一的黄色宝石 这些宝石毫无规则 坑坑洼洼 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 它们整齐地散布在船身周围 在阳光下 使得整艘船都散发着淡黄色的荧光 在船头 一只金色的好像甲壳虫的黄金昆虫雕像 正屹立在船头 它背后的翅膀展开 胸前的多足紧紧环抱 头上的触角垂下 脸上透露出慈悲和温柔 随着这艘巨船驶来 王莽身旁的黑宝 好像有所感应 他缓缓抬起头 看向远方 并小心翼翼地举起一只猪腿 轻轻扯了扯王莽的衣角 叽叽 王莽一愣 他和黑宝之间有着心灵感 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赶紧回头向海边眺望 在那里果然出现了一艘黑色的巨船 终于来了 王莽把头上的草帽取下 浑身都激动地颤抖起来 把面前所有的余祸全部分解 谢老大和黑宝 收入了宠物屋中 甚至连所有蘑菇人 也全部回到了森之国的花园 从巨大的礁石上跳下 王莽沿着沙滩一路狂奔 来到海边 站在海岸边 翘首盼望 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心情 不过 很快他就平静下来 考虑了很久 还是把谢老大召唤了出来 自从使用 皱纹绝境 封印了自己九次后 他的实力 早就和当初不能相提并论 从表面上来看 他周身那种恐怖的气势 早就消失不见 甚至看上去弱弱的 这远来的巨船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目前一无所知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 斩露部分肌肉 而谢老大 就是他斩露实力的一部分 王莽跳到谢老大的背上 望向远方 最近谢老大的体型 都又变大了 已经快要达到30米级 这样的实力 应该有一定的震慑力吧 在王莽的守望下 巨大的黑船 很快就驶来 随着这只巨型黑船驶来 王莽才发现 整个黑船的船员周围 都用铜皮包着边 上面镶嵌着一个个金色的蟑螂 八足张开 栩栩如生 隔着近了 他才发现 那船头上的雕像 和帆布上的图腾 正是一只黄金蟑螂 随着黑船停靠在岸边 只见甲板上的栏杆边 突然露出了一只 巨大而诡异的黑色蟑螂头 那头上两只长长的触角 像长辫一样 向后力而起 乌溜溜的黑色眼睛 正怪异的盯着王莽的方向 一动不动 而这 还只是开始 随着这诡异的蟑螂头出现 很快 甲板上开始露出 密密麻麻的巨大蟑螂头 一只 两只 三只 无数巨大的黑色蟑螂脑袋 从甲板的栏杆上露出 密密麻麻 重重叠叠 甚至在帆布间 船头的雕像上 都有大量的黑色蟑螂脑袋 伸了出来 所有的黑色眼睛 都钉向王莽的方向 一动不动 诡异甚人 王莽被一大群黑色眼珠死死钉住 只感觉浑身的汗毛倒立 虽然他不怕蟑螂 但是突然被成千上万的巨型蟑螂包围 那感觉的确是毛骨悚然 咽了咽口水 右手轻轻放在手腕处 他准备解开第一层封印 那黑色马赛克人影 果然不安好心 这是把自己送到了蟑螂窝 就在王莽随时准备解开封印 大干一场时 只见船上突然快速长出一条巨大的藤腕 开始不断攀爬向下 组成了一道长长的阶梯 在阶梯上 一只巨大的蟑螂人力而起 正缓缓从阶梯上走下 这只巨型蟑螂全身乌黑 约有两米多高 体型宽厚 他手拿一个青铜权杖 上面镶嵌着一颗鸽子蛋大小的绿色宝石 头戴白色高帽 只有上身穿着大大的白色艳尾服 他就像人一样行走 两只细长的小脚 却支撑着整个身体 行走得十分绅士 身穿白色艳尾服的巨型黑色蟑螂 走到王莽面前 他把手中的权杖微微举起 取下头顶的高帽 低头行李 动作标准而优雅 就在王莽吃惊之际 巨大的黑色蟑螂把手伸到胸口 拿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绿色海螺 你好 冒险家 欢迎乘坐黄金蟑螂117号 很高兴为您服务 只见着穿着白色艳尾服的巨大蟑螂口中 说出奇怪的阴结 随着这些阴结的出现 绿色的海螺中 居然同时出现了熟悉的普通话 甚至这普通话还带点粤语腔 王莽听着熟悉的家乡话 心中吃惊 放在手腕中的手指也缓缓松开 面前穿着白色艳尾服的巨大蟑螂 虽然看着有点恶心 但倒是挺有礼貌的 你们来得也太慢了 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 王莽不动声色 赶紧假装地抱怨了一声 掩饰着心中的吃惊 而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蟑螂人手中的绿色海螺 就同样发出古怪的阴结 翻译着王莽的话 巨大的蟑螂人再一次欠了欠身子 认真地说道 抱歉 尊贵的客人 这是我们的失误 在之后的旅程中 我一定会尽量弥补您的损失 王莽点了点头 这蟑螂人的服务还不错 除了看上去渗人了点 蟑螂人说完 马上就拿出了一张金色的碎片纸 这正是一张冒险家的船票 尊贵的冒险家 如果您同意这次交易 我们马上就可以带您离开 王莽点了点头 他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那张金色的冒险家船票 然后递了过去 只见两张像碎片一样的船票 连接在一起 然后又再一次裂开 蟑螂手中的船票多了一截 而王莽手中的则少了一块 各自收好冒险家的船票 交易已经完成 纸片中的世界之力 也完成了部分转移 而随着交易完成 蟑螂人眼中也透露出一丝欣喜 他把身体微微侧开 然后弯身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绅士而礼貌地 把王莽和谢老大 一起迎上了黑色巨船 随着他们不停向前走 脚下的巨型藤腕也在不断收缩 最后消失不见 刚刚上船 环顾四周 只见整个船上 到处都是一个个巨大的黑色蟑螂 他们每个的身高都超过两米 像人一样行走 还穿着各种衣物 而随着王莽的到来 所有的蟑螂人都看了过来 眼中充满着好奇和害怕 他们三五成群 交头接耳 对着王莽指指点点 意论纷纷 王莽站在甲板上 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大蟑螂 只感觉浑身的鸡皮疙瘩 都立了起来 他刚刚准备在心里感叹一下 这魔幻诡异的场景 只听旁边一只大蟑螂 突然小声开口 父亲 这个绷带人好诡异 他该不会是堕落生物吧 虽然这蟑螂人的声音很小 但还是被绿色海螺翻译过来了 王莽双眼大睁 满脸不可思议 啊 到底谁诡异了 明明是你们这群大蟑螂 才诡异好吧 刚刚一个个探头 要是密集症恐惧患者 怕不是已经被你们吓死了 波伊 闭嘴 你这样一点都不绅士 给我滚下去 身穿白色燕尾服的蟑螂人 大声怒吓 一旁的波伊 很快低下了头 后退离开 抱歉 尊贵的冒险家 我有孩子刚刚的失礼 为您道歉 嗯 的确很没有礼貌 王莽认同地点了点头 随后接着问道 那你准备怎么道歉 他并没有客气 刚刚那大蟑螂 的确让他不爽 身穿白色燕尾服的蟑螂人 哈哈一笑 对着王莽再次开口 您真是一位直爽的冒险家 我喜欢您的爽快 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的真名叫卡斯拉 爱丽 波尔 您可以叫我波尔船长 嗯 我叫王莽 你可以叫我莽爷 波尔船长绅士的一笑 他把手中的青铜权杖微微举起 侧着身子 带着王莽进入船舱中 进入船舱 周围都变成了绿色 走在长长的走廊上 地上铺着柔软干净的毛毯 在走廊两侧 有着一间间房门 深向远方 而在长廊周围 还生长着大量的绿色藤蔓植物 这些藤蔓植物整齐有序 在每一间房门前 都开着一朵白色的花 散发着柔和的荧光 照亮周围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长廊尽头 一间豪华的餐厅出现在面前 桌上摆着大量奇特的食物 一个个身穿白色厨衣的蟑螂人 正在忙碌着 尊敬的冒险者 这是为您精心准备的食物 因为提前并不知道你的种族 所以每一种食物 我们都准备了一些 希望有您喜欢的 往往看着面前的餐厅 只见几个胖胖的巨大蟑螂人 正端着各种奇异的美食 摆在桌上 各种奇特的蔬果 不知名的屎黄色肉酱 甜腻气息的果味甜点 带着浓郁血腥味的新鲜内脏 甚至还有散发着 恶臭的腐烂食物 他咽了咽口水 虽然不知道 这桌上的东西好不好吃 但就凭这几个胖胖蟑螂人 他就一点食欲都没有 波尔船长 食物方面就有劳您费心了 但是 我还是比较喜欢 自己烹饪的美食 王莽委婉地拒绝 他绝不会吃 这些蟑螂人做的美食 拒绝后 王莽很快就提出了 自己的要求 比起食物 他更需要各种情报 他对这片怪兽世界的了解 实在太少了 除了对这座荒岛 可以说一无所知 这群蟑螂人 明显是一种奇特的智慧种族 从他们的行为举止 和穿着打扮都可以看出 他们应该有着自己的文明 他心中实在有太多疑惑 有太多问题想问了 波尔船长 比起这些食物 我其实更想问您一些问题 海面上 夜色已经降临 天空中满是繁星 巨大的黑色船只停靠在海边 船舱中灯火通明 从灯光中隐约可以看见 大量的巨大黑色蟑螂 正在其中忙碌着 热闹非凡 在豪华而奢靡的餐厅 浑身绑着白色缎带的奇怪人形 和一只穿着白色燕尾服的 巨大黑色蟑螂 相断坐 正在侃侃而谈 波尔船长手中拿着一个酒瓶 给自己和王莽 都倒了一杯鲜红的果酒 看着面前的果酒 王莽话到嘴边 却不知道要从何问起 他既想知道 各种关于怪兽世界的情报 但是又不想暴露人类世界的存在 黑色马赛克人影的话 还刻在他脑海中 这中漠之海 可是在实行黑暗森林法则 如果贸然暴露人类世界的存在 绝对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机 由于两酒 王莽才缓缓开口 波尔船长 请问我们即将去哪里 波尔船长喝了一口果酒 笑着回复道 我们这次的旅行快要结束了 最多还会在中漠之海上飘行三个月 就会回到黄金取其城 到时候 您就可以回到世界休整了 三个月 黄金取其城 王莽暗暗记住这些话 随意地再次说道 所以对周围这片海域的情况并不了解 不知道波尔船长能不能为我解惑 对于刚才的冒犯 我其实并未放在心中 只是一个玩笑罢了 波尔船长笑了笑 拿起手中的酒杯抿了一口 爽快地回答着 原来如此 怪不得我在中国之海航行了几十年 从来都没有见过像您这样的种族 其实周围这片海域 都是我们黄金蟑螂一族的领地 而这里正是第69区 阿奇米殿下的牧场 波尔船长说到这里 眼神变得恭敬而神圣 甚至把手掌轻轻放在胸口 做了一个奇怪的礼节手势 像您这样的新的外来种族非常少见 所以当刚波一和其他族人的无理表现 还请您见谅 没事 王莽摆了摆手 又再次随意地开口 波尔船长 像我这样的冒险者很多吗 很少 拥有世界船票的冒险家本来就不多 而像您这样强大的独行者更是稀少 我也只见到过两次而已 王莽点了点头 这波尔船长真的是宝藏蟑螂 随便说两句都是有用的信息 王莽举起酒杯 晃了晃 再次开口 听您这样说 我其实非常好奇 中墨之海这么危险 我看您的这些族人 好像也并不是特别强大 这样在海上飘荡 他们又是为了什么 波尔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他拿起面前的国酒 又轻轻抿了一下 继续说道 您说得很对 在中墨之海中航行 的确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 都是为了种族的延续罢了 我们黄金蟑螂一族人口众多 世界资源有限 能有机会出海 就已经是天大的福分 如果能在这海中舶 一分虔诚 获得一件大海秘宝 就是再危险 也是值得的 秘宝 王莽眼神一闪 暗暗点头 这一听 就是了不起的宝物 他脸上却不动声色 把波尔的这句话 记在心中 虽然他现在很想问 大海秘宝是什么 但他还是忍住没问 自己现在可是神秘的冒险家 必须要矜持一点 贸然询问 恐怕会让对方生疑 大不了以后 再旁敲侧击地打听一下 不过显然 有人是故意引出这个话题的 波尔抬头看向王莽 突然开口问道 尊敬的王莽阁下 像您这么强大的冒险家 不知道有没有不需要的大海秘宝 我愿意出高价交换 王莽一愣 手中晃动的酒杯 突然停住一瞬 又再次开始轻轻摇晃起来 他给了一个礼貌 又不失礼节的笑容 缓缓开口 波尔船长 这件事我们下次再说吧 我有些累了 波尔笑了笑 非常绅士地微微点头 是我失礼了 我这就给你安排 很快 一只身材纤细 形态更清秀 穿着白色女仆装的蟑螂人 就走了过来 他对着王莽 弯腰行了一个标准的女仆里 并开口出声 同一时间 桌子上的绿色海螺 也开始出现 娇滴滴的软弱女声 尊敬的冒险家 请您跟我来 这女声婉转动听 好若黄铃鸣叫 听得人响入飞飞 但如果这样诱人的声音 出自一只巨大的黑色蟑螂口中 那就是另一种味道了 王莽只是听了一声 整个人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想当初他大战白米黑色金刚 单手覆灭整个荒岛 都是面不改色 无喜无悲 结果这女仆蟑螂 一声娇嗲嗲的女声 差点让他失态 不过最后 王莽还是面色平静地 跟着这只女仆蟑螂 消失在了长廊尽头 在王莽走后 布尔船长还是坐在餐厅原地 他举着高脚酒杯 轻轻抿了一口 神色享受 乳白的花灯 散发出淡淡的柔光 洒在他的甲铐上 看上去就像一个绅士的贵族 转头看了一眼 桌上放着的酒杯 这是刚刚他给王莽到的果酒 可惜对方分毫未动 还真是谨慎呀 布尔摇头笑了笑 把手中的果酒一眼下 第二日 天刚刚亮 整个黑色巨船上的蟑螂人 就都忙碌了起 一只只穿着船员服的蟑螂人 在甲板上不停清扫擦拭 把木制的甲板都擦得蹭光发亮 有些蟑螂人 正一起在拉着船帆 喊着听不懂的口号 王莽坐在船舱的高处 看着下面奇幻的一幕 一个由蟑螂人组成的智慧文明 还真是魔幻 王莽阁下 你应该还是第一次 见到我们黄金蟑螂一族吧 布尔手拿权杖 缓缓从王莽身后走来 我们黄金蟑螂一族 可是非常勤奋的种族 王莽笑了笑 并未做评价 而是不解地问道 布尔船长 我们什么时候起航 我可在这岛上待够了 王莽阁下 我正式为这件事来打扰您 布尔船长对着王莽行了一礼 再次开口 昨天我可能忘记告知您了 我们可能还要在这初始之岛上 再待七日 这也是 我们这片海域约定俗称的规矩 王莽皱眉 不过也没说什么 要是对方在他没被封印之前这么做 王莽绝对会让他知道 什么是恐怖 不过现在 荒岛对他的精神污染 已经变得很低 再待七天也并没有什么影响 布尔看了一眼王莽 继续解释道 王莽阁下 真是抱歉了 你看下面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布尔指向下面正在忙碌的蟑螂人 他们都是 我足挑精心选出的精英 也是我足的希望 这次的旅行 主要还是为了 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战士 王莽听完 瞬间明白 对方要干什么了 你是说 你们要在这荒岛停留七天 去猎杀这座荒岛中怪兽 布尔船长点了点头 对着王莽行了一礼 王莽阁下 还希望你能理解 给下面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一个机会 王莽眼神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拒绝 哈哈 这下的蟑螂人从船舱中搬来了一盆巨大的花盆 只见在这巨大的花盆中 突然开始长出巨型藤腕 这些藤腕相互交错 很快就组成了像网阁一样的阶梯 一个个蟑螂人 换上各种盔甲武器 从这网阁滑下 有序而谨慎地向着荒岛走去 看着一群群登上荒岛的蟑螂人 王莽对着旁边的布尔船长问道 布尔船长 周围海域像这样的初始之岛很多吗 布尔看了他一眼 眼光停留了一瞬 开口回答 很多可以说非常多 这些初始之岛都是世界的碎片残渣 而被中墨之海吞没的世界实在是太多了 在这片无垠的大海上 我们总是能时不时碰到这些被遗忘的荒岛 不过这样的荒岛 也同样是我们这些智慧种族能变强的途径 真是又爱又恨呀 布尔船长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而且大海秘宝实在是太难得 必须要越级斩杀才有可能获得 可这些初始之岛的怪兽都非常强大 除非天赋异禀 否则根本就不能做到越级斩杀 这些孩子都是些平民 血脉天赋平平 恐怕这一次又是无功而返了 哎 布尔船长又叹了口气 抬头再次看向王莽 一由所指 王莽看着一旁垂头丧气 不停对自己疯狂暗示的布尔船长 哪里还不明白他的意思 昨天他回去后仔细思考 其实就已经有所猜测 这所谓的大海秘宝 有可能就是从荒岛怪物中爆出的宝箱 今天在听布尔船长的这番话 瞬间就更加肯定 王莽不动声色地 从空间背包中取出一个蓝色品质的宝箱 这万一他空间背包中还有很多 甚至多到他懒得打开 而当蓝色宝箱出现的那一刻 布尔船长头上的两根蟑螂触须 就瞬间兴奋地停立了起来 蓝色秘宝 蓝色秘宝 王莽阁下真是强大的冒险家 居然可以越大街斩杀出始至岛的怪兽 布尔船长激动了靠了过来 既然王莽已经拿出蓝色秘宝 那对方肯定就已经有了交易的打算 他一定要得到这件蓝色秘宝 这恐怕是他这趟旅程最大的收获 看着布尔船长激动的神情 王莽有些疑惑 不过就是个蓝色品质的宝箱 居然意外的非常有价值 这玩意 可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 布尔船长 不知道你要拿什么和我交换 王莽把宝箱紧紧抱在怀里 做出一副不舍的样子 我愿意出十万游戏金币 和一件蓝色品质的奇物 布尔船长很快就平复下心情 对着王莽开出了价码 王莽阁下 这个价格很公道了 这应该不是您的首杀宝箱 里面能出现蓝色品质 装备的概率极低 一件蓝色品质的奇物 再加上十万金币 这已经是我能出到的最高价码 王莽一听 瞬间来了兴趣 他开过很多宝箱 里面能出现奇物的概率非常低 一件蓝色品质的奇物 就算里面的奇物规则再拉击 也值得交换 什么奇物 我要先看看东西 布尔船长微微一笑 他指着手掌中的绿色海螺 开口答道 这不是吗 这个鹦鹉螺 就是一件蓝色品质的奇物 我相信 这也是王莽阁下 一定可以用到的东西 这鹦鹉螺 拥有同频万族语言的功能 只要是智慧种族的语言 它都可以同频翻译 可以说 在中末之海中旅行 这是必不可少的宝物 布尔船长把鹦鹉螺递到王莽面前 他早就已经观察到 王莽每次看向鹦鹉螺的眼神 这肯定是他想要的东西 看着面前的鹦鹉螺 王莽的确心动了 蓝色宝箱什么的 随便找个怪物一杀 搞不好就可以报一个 而且这玩意 他空间背包里 还有非常非常多 他都懒得数 甚至连开都懒得开 没有丝毫犹豫 王莽直接就接过了 布尔船长递过来的鹦鹉螺 既然布尔船长这么有诚意 那我就接受这场交易 王莽说完 就把手中的蓝色宝箱递了过去 两人相视一笑 布尔船长又从空间背包中 布尔船长 既然你们要在这里停留七日 那我就先下船休息几天 我实在不喜欢待在船上 等要走的时候 你再派人来喊我 王莽说完 就对着布尔船长微微点头 直接从船上一跃而下 很快就消失在沙滩上 几个小时后 在王莽走后不久 荒岛中就有大量的蟑螂人 开始返回 他们一个个都满脸疑惑 此时 布尔船长正坐在船舱上 拿着一本厚厚的书籍 安静地翻看着 布尔快步走来 他对着布尔船长 恭敬地行了一个绅士礼节 急忙开口说道 父亲 下面的人来报 这座荒岛的情况 恐怕有些异常 布尔船长头也不抬 还在继续看着书中的内容 什么异常 不会是又有人怕死 然后煽动谣言吧 父亲 这次真的有些诡异 刚刚下面已经有很多人来报 说森林里根本就没有怪兽 我刚刚亲自去查看了一遍 这座初始之岛的森林中 的确没有任何一只怪兽 布尔船长把书本合拢 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 你亲自去确认了 是 父亲 这座荒岛的情况非常诡异 除了周围这片礁石 还存在少量怪兽 几乎再也看不到任何生物 那森林安静的有些异常 恐怕 布尔预言又指 终末之海中存在大量的未知事件 而只要是出现这样的诡异情况 往往就代表着极致的危险 这座初始之岛中 绝对有什么邪恶又恐怖的存在 一定就是他 吞噬了初始之岛中所有的怪兽 布尔船长起身 来回走了几步 很快就做出决定 快 派人去通知王莽阁下 我们现在就启程离开这里 这座岛中一定有什么恐怖存在 我们必须在他发现我们之前 赶紧离开这里 波一点头 转身便快步离开 此时 王莽正在一块沙滩上吃着烧烤 他看着布尔船长的船队 摇了摇头 他们估计要失望了 一个月前 他使用黑丝领域摧毁了这座岛 并杀死了大部分怪兽 只剩下这片沙滩礁石上的少量怪兽 侥幸存活下来 而在之后的这段时 这座被破坏的荒岛居然在快速复原 那些被切割的碎石又变回了原样 那些被破坏的森林慢慢消失 很快就有大量的参天巨木快速生长 不到一个月 森林就又长回了曾经的模样 除了怪兽没有复活 这座荒岛和它破坏之前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蟑螂人只要进入森林 恐怕很快就会发现异常 这座荒岛已经没有什么怪兽了 不过应该也没关系 这片沙滩的怪兽也还有一点 应该足够他们狩猎升级了 就在他思考之际 很快就有几个蟑螂人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恭敬地站在了他面前 尊贵的王莽阁下 我父亲让我来接您 我们必须要赶快离开这座岛 王莽有些疑惑 哦 不是刚刚说要待七天的吗 波一对着王莽行了一个绅士力 赶紧回答 不带了 不带了 情况有变 您还是赶紧和我们一起离开吧 再耽误下去 才刚刚上船 波尔船长迎面就走了过来 王莽阁下 我们恐怕要赶快离开了 请跟我来 波尔船长把王莽带进船舱 甲板上的蟑螂人们也开始忙碌起来 收起船帆 检查遗漏 并把甲板上的所有物品 全部收入了船舱中 很快 所有的蟑螂人也离开甲板 进入船舱中 就在所有人消失后 巨船尾部突然开始生长出 大量的绿色藤腕 这些藤腕不断纠缠攀爬 开始覆盖整艘巨船 而在船尾的藤腕根部 一朵巨大的花苞 正在不断长大中 几个呼吸之间 就已经长到了一二十米大小 一朵朵花瓣打开 盛开的花朵 就像螺旋桨一样 开始不断旋转 速度越来越快 只见被藤腕包裹的巨大黑船 就像快艇一样 开始飞快加速 不到几分钟 就已经消失在海岸边 随着众人的离开 这座荒岛 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海岸的沙滩旁 一只只大青蟹 从石缝中爬了出来 小心地观望着周围 在确定某只两脚兽 已经离开后 他们才小心翼翼地 走出了礁石堆 而随着往往地离开 整个沙地上都开始热闹起 大大小小的大青蟹 在沙地上欢快地爬行着 就连黑甲兽 也从地下爬了出来 难得地出来透透气 海蟑螂们 又开始在石缝中 欢快地寻找残渣 一只只两脚鱼 也缓缓浮上水面 蹦蹦跳跳地爬到了礁石上 相对于沙滩上的热闹 森林里却格外地宁静 一阵新鲜的海风拂过 吹得树叶沙沙作响 一片巨大的树叶被海风吹落 像蝴蝶一样摇摇晃晃 缓缓落在了厚厚落叶层上 突然 树根下的落叶层开始微微抖动 一条巨大的蜘蛛腿 猛地从地下探出 并开始不断挣扎 几分钟后 一只墨盘大小的黑蜘蛛幼崽 就从地下爬了出来 而这只黑蜘蛛幼崽并不是特例 环顾森林周围 大量的土地开始松动 各种怪物的幼崽 纷纷都从地底探出头来 开始布满整个森林 大海 荒岛 沙滩 森林 阳光照在海面上 下次 谁又回来这里呢 第二卷 初始之岛 完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一艘黑色的巨船 正在海面上航行 王莽站在船帆上的眺望台上 望着深厚的方向 远处的荒岛 只剩下一个小黑点 很快就要消失在他视线中 又看了一会 他毅然转身 从帆布边的绳索上滑下 落在了甲板上 波尔船长 你们不是说 要在荒岛中待七天吗 怎么这么着急就离开了 波尔船长走了过来 并没有回答王莽的问题 而是直直地盯着他 开口问道 王莽阁下 这座荒岛可有大问题 你之前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波尔船长语气顿了顿 再次开口 我觉得 我们应该交换一下信息 你应该知道 初始之岛中 出现这种诡异的情况 必然会有灾难降临 王莽看着对方严肃的眼神 试探地问道 你说的是 森林中没有怪兽的异常吗 是的 王莽阁下 还请不要隐瞒 这件事 恐怕会影响我们整船的所有人 王莽低下头 叹了口气 很快就再次抬起头 并尽量让自己的眼神变得诚恳 看来眼机派王莽 还是要上线了 唉 如果是这件事 我恐怕也一无所知 波尔船长 其实在我来这座荒岛中时 这里已经就是这样了 一开始 我也非常担心害怕 但后来我在这里待久了 却也没有任何一场 我也就没当回事 可能这座初始之岛 本身就是这样吧 王莽眼神真诚 说得信誓旦旦 波尔船长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再继续追问 无论王莽说的是真是假 只要等一下 他们能安全地穿过世界之魔 那灾难就不会降临 巨大的黑船在海面上行驶着 之前包裹住船身的藤腕已经消失 船尾像螺旋桨一样的巨型花朵 也已经快速枯萎 沉入海中 十几分钟后 黑船的行驶变得越来越慢 周围的海风几乎静止 船帆也失去了作用 在黑船两侧 一排排舱门打开 大量的绿色藤腕从中伸出 他们就像龙舟的双脚 开始快速拨动起来 让巨大的黑船又开始快速前进 随着不断行驶 天空慢慢变得越来越昏暗 黑夜开始笼罩四周 同时出现的还有大量的白色雾气 他们覆盖在海面上 天空中遮住了众人的视线 船舱中开始亮起灯光 一群群蟑螂人手中抱着小巧的花盆 里面一朵朵明亮的白花盛开 照亮着周围 蟑螂人把这些花盆摆放在甲板周围 驱散着黑暗 波尔船长站在船头 看向前方 随着船使劲迷雾中 他脸上严肃的神情也舒缓了很多 他们已经安全进入这座荒岛的世界之魔 危机已经解除大半 波尔船长走到王莽面前 他把头上的高帽取下 对着王莽恭敬地行了一礼 王莽阁下 我为刚刚的怀疑为您道歉 王莽笑了笑并没有在意 而是看向周围的白色雾气问道 波尔船长 这白雾是什么 呵呵 这白雾是世界之魔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这座荒岛的世界之魔 只要穿过这道世界之魔 就会进入真正的中末之海 随着波尔船长的话语落下 周围的白色迷雾也变得越来越淡 抬头望向天空 只见刚刚还在天空的太阳 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满是星河的夜空 环顾四周 整个海面上一片黑暗寂静 几乎看不清前方的路 这就是中末之海 王莽看着周围 这片海域中居然没有太阳 只剩下一片黑暗 波尔船长对着王莽笑了笑 然后从怀中取出一片翠绿的树叶 这树叶浑身通透 仿佛绿色的水晶一般 旁边的蟑螂人恭敬地端来一碗水 波尔船长就把这水晶绿叶 轻轻放入水中 只见这绿叶在水中不断旋转 最后 它的夜间停在一个方向 便再也不动 王莽看着碗中的绿叶 这怎么好像是一节版的指南针 王莽阁下 这片水晶绿叶也是一件奇物 这可是世界树的树叶 可以定位世界的方向 它也是 让我们在大海中 不迷失方向的重要宝物 波尔船长把手中的世界树树叶 递到王莽面前 对他耐心地解释道 眼中还闪着莫名的意味 王莽看了他一眼 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靠 这家伙不去做销售 真是浪费了 这营销画术 和上次卖鸥鸵螺时一模一样 不过在大海上 异世界的指南针 肯定是需要的 波尔船长 这怎么卖 如果有蓝色密宝 我愿意再补偿您十万金币 太贵了 呃 那给您打个折 一番拉扯后 王莽花了三个白色品质的宝箱 换了一片世界树的树叶 王莽把世界树的树叶 小心地收入空间背包 现在他翻译机有了 指南针有了 下次说啥他都不买了 虽然他不差钱 但总感觉被波尔船长坑了 这老蟑螂 看起来绅士有礼貌 但营销套路一套又一套 刚刚交易完世界树的树叶 波尔船长又把手伸到怀里 准备继续往外掏东西 这一次 王莽转头就走 丝毫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进入船舱 昨天那只带路的女仆蟑螂 早已经等候在一旁 尊贵的王莽阁下 阿西尼为您带路 长长的走廊上 王莽走在昏暗的灯光下 一只巨大的女仆蟑螂 正在前面带路 周围时不时有穿着衣服的 巨型蟑螂从身旁走过 每一只从他身旁走过的蟑螂人 都会惊叉地回头 好奇地看着王莽的方向 一个浑身都长着白色绷带的猴子人 这还真是一种神奇的种族 很快 王莽就进入一间豪华的客房 蟑螂女仆阿西尼站在门口 温柔地行了一个女仆里 关上房门后 王莽坐在窗口 望着外面的黑色海面 波尔船长肯定已经猜到了一些事情 今天的推销应该就是一种试探 他恐怕已经猜到 自己就是一个菜鸟 对终末之海一无所知 不过他最后 还是把世界树的树叶买了下来 原因无他 只因为他足够强 最近据他的观察 这整艘船中 只有波尔船长的等级稍微高了一点 而其他蟑螂人的等级 都只有10到30级之间 就这样的实力 他根本丝毫不拒 自己就算站在这里 这整艘船的蟑螂人 恐怕都不能伤自己分口 虽然在自我封印后 他的实力 只有平时的二十分之一不到 但封印只是封印他的力量合适 超富灵的恐怖抗性叠加 还是笼罩在他身体周围 而且这些白色绷带封印媒介 在吸收了自己的力量后 也变得坚不可摧 对身体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 所以 虽然他现在的实力并不强 但身体的防御力 已经达到了极为变态的程度 就以这群蟑螂人的实力 恐怕连给他刮沙都不够 想到刚才布尔船长看自己的眼神 王莽叹了口气 果然小说中演戏什么都是假的 对方能成为一船支掌 必定是智商在线的 王莽摇了摇头 把手掌紧握成拳头 明天就直接点吧 想问啥就问啥 藏着掖着也没什么意思 刚刚获得力量的他 心态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 其实他完全可以直接点 因为在船上 没有任何人能对他造成威胁 在门外 蟑螂女仆愣愣地站在门口 他转身拍了拍胸口 输了口气 庆幸地摇了摇头 然后快步离开 看来布尔船长的吩咐 是无法完成了 阿西尼一路前行 穿过长长的走廊 很快就来到船长室 打开门进入 布尔船长和波伊 正在房间内小声交谈着 船长 阿西尼对着波尔 等人行了一个女仆里 布尔船长看到进来的阿西尼 既然他出现在这里 恐怕美人即是失效了 下去吧 看来王莽阁下对你不感兴趣 阿西尼欠了欠身子 不懂得享受 居然会放弃阿西尼这样的美人 他的口气 简直就是极致的享受 波伊不解的开口 波尔船长倒是不意外 种族的认知审美不同罢了 又不是谁都像你一样 什么种族都可以接受 波伊耸了耸肩 没有反驳 父亲 这王莽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波伊有些不安和担心 他总觉得 王莽看上去非常诡异 哈哈 肯定有问题 而且是大问题 波尔船长哈哈一笑 像黑豆一样的 蟑螂眼上满是激动的神色 我在周末之海上 熬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呀 终于要熬到头了 波伊 你准备好成为贵族了吗 波伊一愣 父亲今天是怎么了 成为贵族 是父亲一辈子的理想 可惜因为血脉的限制 恐怕一辈子都无法实现 父亲 孩儿不太理解 波尔船长笑着摇了摇头 从酒柜上 拿出他最喜爱的一瓶果酒 一个从未出现的种族 一个在初始之导中出现 但是却一无所知的 智慧生命玩家 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波尔船长给自己 倒了一杯果酒 眼神再次变得兴奋 这代表 他并不是坐船 来到初始之导的 这代表 他是被选中者 多少年了 没想到我波尔一生 居然会碰到被选中者 一旁的波伊 听到选中者这三个字 两根蟑螂触角猛的力气 整个人身体都激动的 开始颤抖起来 他们都是阿奇米殿下的船队 一方面是为阿奇米殿下 收集船票中的世界之力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战士 同时 他们这些船队 在忠墨之海上到处飘行 也是为了寻找被选中者 寻找被忠墨之海选中者 只可惜 被选中者出现的概率 实在是太低了 他从未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碰到 波伊激动的再次看向父亲 颤抖的确认道 父亲 你确定 绝对不会错的 之前那座特殊的荒岛 恐怕就是浴室 他肯定就是被忠墨之海选中者 这个消息 我们一定要带回去 只要告诉阿奇米殿下 我就一定会成为贵族 拥有更加高贵的血脉 波伊看向自己的父亲 神色同样激动 他重复道 这个消息 我一定要带回去 次日 漫天的繁星下 王莽和布尔船长 坐在甲板的高台上 正在一起 惬意地喝着下午茶 在终末之海上 是没有白天和黑夜的 只有漫天的星光 王莽脚边 一只体型 接近三十米级的巨大倾泻 安静地趴在一旁 就像一只听话的小狗 在趴着午睡 布尔船长 一边喝着手中的甜茶 一边不着痕迹地 看着王莽身旁 这只恐怖的猙獰巨兽 那泛着金属光泽的甲铐 那神秘又威武的黑色纹路 这只巨兽的天赋血脉 绝对非比寻常 而谢老大的出现 也让所有的蟑螂人 时不时向这边望来 他们也杀过很多大青蟹 但是像这样特殊 且巨大威武的 还从未见过 王莽阁下的这只召唤兽 真是强大 我只是站在一旁 就感觉身体在害怕 不知道他是什么等级的天赋 哦 这天赋等级 有什么说法吗 王莽好奇发问 布尔船长看了王莽一眼 这人果然什么都不懂 他笑了笑 缓缓开口 在《中墨之海》 这天赋等级 一共分为五级 白色普通超凡 蓝色精英超凡 紫色稀有超凡 金色传说超凡 红色世界级超凡 能获得天赋 本来就是十万分之一的幸运 而能获得高级天赋 那真是《中墨之海》的恩赐 布尔船长指了指下面的船员 继续说道 我们黄金蟑螂117号上 有着数千名蟑螂勇士 他们都是从平民中 精挑出来的 拥有天赋之人 但大部分也都只是 白色品质的天赋而已 那布尔船长 您是什么品质天赋 蓝色品质的天赋血脉而已 布尔船长拿起茶杯 略微自豪地说道 我的长子波一 也是蓝色品质的天赋 算是继承了我们家族的血统 他说完 把眼神又看向谢老大 不确定地问道 您的这只大青线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模样 他应该拥有高贵的紫色血脉吧 王莽喝了喝手中的果茶 这是他提前自己准备好的 布尔船长真是老江湖 正如你所言 这只小宠物的天赋还行吧 听到王莽肯定的答复 布尔眼中一丝激动 很快就被压制下来 王莽阁下还真是谦虚呢 像这样强大天赋的宠物 可是极为稀有和难得的 布尔嘴中恭维地说道 但是心中 早就已经开始尖叫狂欢 这王莽绝对就是 原出世界的人 因为只有原出世界的人 才会被中末之海所眷顾 才拥有更高的暴力 他身上 一定还有很多宝物吧 布尔船长黑溜溜的眼睛 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他抬头看了一眼 旁边像小狗一样安静地谢老大 激动的心情 很快就平复下来 虽然船上的蟑螂人勇士有几千人 但他并没有绝对的信心 把王莽留下来 万一对方靠着这只紫色 稀有品质的巨兽逃入海中 他恐怕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还是等回到黄金取七成吧 到时候等阿齐米殿下的 银鬼军队出动 才能万无一事 布尔船长一边拿着甜茶喝着 一边用绅士的微笑 对着王莽点了点头 王莽也拿起茶杯 对着布尔船长的方向点了点头 礼貌地微笑着 当低头喝茶时 王莽脑中也开始盘算起来 看来我之前的感觉没有错 这船上的蟑螂人都太弱了 天赋平平等级也不高 恐怕就是谢老大 他们都奈何不得 估计就算他们有什么底牌 也强不到哪里去 我完全没必要继续谨慎 想问什么就直接问算了 王莽思考一番 马上就做出决断 先打听一些重要情报再说 布尔船长 其实我非常好奇 你们是怎么在周末之海上航行的 为什么这么久 居然没有一只海兽攻击你们 这个问题他已经憋在心里很久 他之前也制造过船 但几乎一下海 就会被海中的大量海兽吞没 甚至连木头都会被吃得干干净净 布尔船长笑了笑 他决定先满足王莽的一切要求 然后把他骗到黄金区骑城再说 只要到了黄金区骑城 那就 哈哈 王莽阁下 你觉得我这艘船有何特殊之处 王莽看了一下甲板上到处放满的灯泡花盆 好奇地开口 是因为之前那些魔法藤蔓植物 还是这些奇特的花盆 布尔船长摇了摇头 是因为船上的黄金蟑螂雕像印记吗 王莽看着船头巨大而奇特的黄金蟑螂雕像 那上面好像还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波动 布尔船长又摇了摇头 他笑着指向船身周围镶嵌的大量淡黄色不规则宝石 缓缓开口 其实我们能在这中末之海中航行 全靠这些深海之石 他们其实也算是一种低级奇物 布尔船长说着 就从空间背包中取出一块巴掌大小的深海之石 并用手帕小心地包裹住 递到王莽面前 王莽一愣 这套路怎么这么熟悉 这老蟑螂该不会又想要推销东西吧 看着对面的王莽有些犹豫 布尔船长直接开口 这块深海之石 就当我送给朋友的礼物 算是我之前冒犯的陪礼 王莽听他这样说 便不再犹豫 接过了对方递过来的深海之石 看着手中的深海之石 这石头的形状极不规则 到处都是像蜂窝一样的空洞 一层淡黄色的荧光 笼罩在石头周围 看上去有一种奇特的美感 布尔船长 就是这奇特的石头 保护着整艘船 它有什么作用 王莽拿着深海之石 好奇地发问 这石头可是好东西 它里面蕴含着污秽之力 王莽拿着深海之石 被冲到海岸边 而只要把这些深海之石 镶嵌在船壁上 所有的深海巨兽都会躲开 绝对不敢靠近 王莽拿着手中的深海之石 放在面前连连撑骑 这石头还真是拥有神奇的力量 怪不得我们在海上航行这么久 从来都没有受到深海怪兽的袭击 布尔船长哈哈一笑 接过话头 其实这石头也没啥神奇的力量 这应该只是那些深海巨兽 排泄物的结晶而已 王莽一愣 双眼猛地睁大 拿着深海之石的手 也突然僵硬 他看着面前 近在直尺的深海之石 瞬间就明白 这玩意是什么了 再看上面 不断散发出的淡黄色荧光 他只觉得格外刺眼 排泄物 啪哒一声 深海之石掉在了桌子上 对 布尔船长继续说道 这宝石中蕴含着污秽之力 所以在那些深海巨兽眼中 这石头和它们的排泄物 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制作船只的时候 会尽量把船座的大一些 这样就可以在上面 镶嵌更多的深海之石 毕竟很多深海巨兽的个头太大 如果船座太小 它们恐怕会看得不明显 听完布尔船长的话 王莽震惊地抬头看向周围 船身上的确到处都镶嵌着 大大小小的深海之石 王莽阁下 你不必担心 我们现在很安全 布尔船长靠在椅子上 惬意地喝着甜茶 继续说道 我在中墨之海航行了二十多年 绝对没有什么深海巨兽 会无聊过来咬我们一口 王莽拿起一旁的手帕 不停擦拭着手掌 他不得不承认 布尔船长说得非常正确 就像你在路上行走 头上突然飘来一大坨米黄色 你躲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无聊上去尝一口 其实这玩意和排泄物 还是有区别的 黄金取其成的一部分贵族 会把深海之石墨成分 用来增加食物的风味 布尔船长 别说了 这种事情 我没有任何兴趣 王莽打断他 决定结束这个话题 他现在已经知道 在海上航行的秘密了 没想到 竟然如此简单直接 布尔船长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从空间背包中 又拿出一个大箱子 王莽阁下 我这里有一箱深海之石 有兴趣吗 这东西 可只在中末潮汐之后才会出现 布尔船长看向王莽 眼神非常自信 他一定会买的 王莽叹了口气 这布尔船长真是个老江湖 这东西 他的确需要 因为想在中末之海上航行 这深海之石 恐怕是必须品 要 开个价 很快 两人的交易结束 王莽收获了一箱深海之石 布尔船长 一直听你提到中末潮汐 这中末潮汐是什么 布尔船长把刚刚交易的几个白色宝箱 收入空间背包 拿起桌上的甜茶再次开口 在这片大海上 每过十年 就会出现一场巨大的潮汐 这场潮汐会席卷整个中末之海 然后冲刷着中末之海上所有的世界 而被冲刷的世界 会被中末之海不停同化 变成一个个孤岛 你之前待的初始之岛 就是某个世界的碎片 在世界之力消耗完后 它也就变成了 这中末之海上的一片孤岛 布尔船长说到这里 并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所有生活在中末之岛的种族 一生都在苦苦寻找世界之力 因为只有不断获得世界之力 才能抵御中末潮汐的冲刷 维持住世界之魔 和保护住文明的火种 布尔船长不经意地看了王莽一眼 心中叹息一声 王莽阁下 不要怪我 一切都是为了我黄金蟑螂一族 王莽听完布尔船长的话 暗暗记在心中 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情报 算算时间 这次的中末潮汐 已经快要来临了 应该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中末潮汐要来了 王莽听完这句话 心中一惊 再次开口问道 布尔船长 不知道这中末潮汐来时 世界要如何抵挡 布尔船长看了他一眼 没有任何犹豫 很快就开始回答他的问题 据传说 我们每个智慧种族 一开始都生活在一个 叫做星球世界中 而如果星球被中末之海找到 中末之海 就会开始吞噬星球世界 原初世界的世界之魔非常强韧 几乎很难被破开 所以中末之海在初期吞噬时 会以奖励的模式 来同化星球本土的智慧种族 他会用黑色迷雾 开启小型的界域之门 然后从其中投放出 各种初始之岛的怪物 而只要杀死这些怪物 智慧种族就会被赐予超凡力量 并获得各种珍贵的大海秘宝 这对于所有智慧种族来说 基本上属于无解的鱼儿 他们一定会上钩的 布尔船长说完 拿起手中的甜茶 再次抿了一口 继续说道 原初世界是没有世界等级的 所以他们自己的力量 无法杀死初始之岛中的怪兽 即便他们杀一千遍一万遍 中末之海的力量 都会把怪兽再一次复活 想要杀死怪兽 就必须要成为玩家 而成为玩家 就会让中末之海的力量 不断侵蚀原初世界 加速世界被吞噬的速度 布尔船长说完 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还有一些话 他并没有说出来 初始世界 因为得到了中末之海的关注 所以在其中的玩家暴力非常高 天赋觉醒的概率也十倍增加 甚至杀死怪兽后 获得的经验也成倍增长 这其实就是中末之海额外的恩宠 在一定的高等级的玩家出现后 原初世界的世界等级就会提升 整个世界都会被完全数据化 被真正意义上的拉入中末之海中 往往听完布尔船长的这番话 在结合他之前 从黑色马赛克人影那里得到的信息 心中的很多疑惑都解开了 那岂不是说 只要星球世界被中末之海盯上 就再也没有任何幸免了 不可能逃脱的 没有任何原初世界 能逃过中末之海的吞噬 布尔船长说完 不经意间看了看王莽 看来他真的是被选中了 我一定要把他带回黄金取其成 我会成为黄金蟑螂一族的英雄 权力 财富 哈哈 布尔船长心中狂喜 但脸上却是不动声色 等王莽消化完后 他继续开口 如果原初世界还没有完全被数据化 中末之海的出现 就会加速童话的过程 让介遇之门变得更大 在他耳旁小声地说道 父亲 大事不好了 我们好像提前赶知道了 中末潮汐的前兆 必须要马上改变形成 现在必须马上赶回黄金取其成 什么 布尔船长脸色大变 手中的茶杯猛地放下 他看着波伊 心中暗暗想道 这小子演技不错呀 其实这番说辞 是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安排好的 今天只不过是当着王莽面前 演一场戏罢了 怎么这么倒霉 在海上遇到了中末潮汐 布尔船长抱怨着说道 是他的脸上 透露着一丝烦闷和焦急 还有害怕 他正在努力地飙演技 波伊在旁边焦急地喊道 父亲 中末潮汐真的来了 再不改变形成 恐怕我们全部都会葬身海底的 布尔船长假装紧张地起身 在甲板上焦急地来回走着 很快做出决定 王莽阁下 实则生变 看来我们必须要赶紧改变形成了 布尔船长没有给王莽回答的机会 他快步起身而走 开始指挥船上的蟑螂人改变着航线 往黄金取其成的方向赶去 王莽皱了皱眉头 中末潮汐 看着布尔船长紧张的样子 他也没有多想 起身告辞 就往自己的客房而去 他也要提前做些准备 随着王莽起身离去 布尔船长站在甲板上 笑着点点头 看来一切顺利 波伊 我的孩子 你的眼睛非常好 刚刚的样子 几乎毫无破绽 做得不错 听到这句表扬 波伊完全没有高兴的意思 他焦急地再次重复道 父亲 中末潮汐真的快要来了 我们赶紧跑吧 布尔船长一愣 他回头看了波伊一眼 对方好像并没有开玩笑 嗯 你刚刚不是在演戏 中末潮汐真的要来了 波伊认真地点了点头 脸上的认真和焦急 绝非作假 布尔船长一拍头 整个人都不好 哦 我的蟑螂母神 我只是开个玩笑呀 你怎么给我来争的 所有人听令 启动紧急模式 全速往黄金取其成前进 此时 蓝星 黑色禁区第七区 陆浩从车上走下 看着下面整齐排列的新兵 这50号人 都是最近无考合格的学生 也是上面分配给他的指标 等一下他们小队 就会带着这些人 前往黑色禁区 获得玩家面板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陆浩 也是国家队 第89队小队的队长 等一下 你们全部都要听我指挥 要是在黑色禁区 谁敢违抗我的命令 他肯定就会死在黑色禁区 是 一声整齐的大吼 你们已经培训过 应该知道黑色禁区的危险 如果谁想退出 现在就可以站出来 周围一片安静 好 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可以问了 犹豫了一会儿 很快有人开口 队长 你的天赋能力是什么 陆浩看着发问的新兵 神秘地笑了笑 你们以后就会知道了 他刚刚说完 在他背后的装甲车上 就走出几位身穿军服的美女 一个前凸后翘 腰身如水蛇扭动 一个长着娃娃脸大眼睛 身材娇小可爱 还扎着双马尾 一个胸怀广大 红唇大波浪 还穿着低胸装 富有且慷慨 最后的司机也走了下来 双腿比之修长 单凤眼 高马尾 英姿萨爽 几人刚刚下车 就有一声软软嗲嗲的声音传来 队长 现在来走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嗯嗯 姐姐说得对呢 人家昨天刚买的新衣服 队长要看吗 队长 我昨天又学会了新的战斗技巧 要和人家一起练练吗 看着周围几个眼神热切的军装小姐姐 陆浩尴尬的咳了咳 小声说道 你们这是干嘛 新兵还看着呢 结果他不说还好 一说几个女人全部都围了上来 挤来挤去 几只小白兔都变形了 陆浩揉了揉头 女人真是麻烦 不过这也都是他的天赋能力惹的祸 作为第七区的初始玩家 他觉醒的能力是三星天赋 少父杀手 而他能力对少父的判定 就是所有失去第一次的女孩 一开始觉醒这个能力 他是绝望的 因为这个能力毫无杀伤力 除了用来泡妞 一无是处 而当时 他每过几天就会穿越到怪兽世界中 危机重重 几乎每天都在担惊害怕中度过 结果后来 游戏马上进入第一章 他就再也不用穿越过去怪兽世界 而大厦官方政府也找到了他 他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大厦政府组织 本来他以为自己这种垃圾的能力 最后只能作为后勤人员 待在蓝星养老一辈子 结果有一天 他在基地认识一位 拥有四星超强战斗天赋的少父 对方刚刚离婚不到一年 长得又漂亮 就是脾气不太好 不过他这个能力 专制脾气不好的女人 自从那一夜后 这位拥有四星超强战斗天赋的少父 就对他百依百顺 而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没过两个月 又有一位拥有特殊四星能力的美人 爱上了他 大厦官方也管不了 因为他们都是正常的自由恋爱 女方完全是自愿的 甚至通过拥有五星进化类天赋的玩家检查 也确定 这些女人并没有受到陆浩的精神控制 他们是真的觉得陆浩很好 很能让他们身心满足 一直到现在 他已经成立了自己的五人小队 而且全部都是拥有四星天赋能力的女强者 虽然在小队中 他的实力最弱 甚至只是一个吉祥物 但他们小队 还是排进了全国前一百的强队 看着周围阴阴阴阴 各有特色的几个美人 陆浩感觉脚有些飘 他身体真扛不住了 每天太累了 你们几个太不像话 休息什么 现在是工作时间 都给我打起精神 陆浩挣脱几个女人的怀抱 呵斥几声 又回到了新兵面前 不等了 我们现在就进黑色禁区 随着陆浩的声音落下 所有的新兵都开始兴奋狂欢 他们马上就可以成为超能者玩家 获得超凡之力了 很快 所有的新兵就以五人为一队 坐上一辆辆重型装甲车 整齐有序地向黑色禁区驶去 扬起一阵灰尘 就当他们兴高采烈地前往黑色禁区时 突然 前方的黑色迷雾开始剧烈地翻滚起来 并开始不断向外扩张 而随着黑色迷雾的扩大 不停有车队从黑色禁区跑出 这些都是之前在荒岛中升级的超能者玩家 怎么回事 黑色禁区又在向外扩张 陆浩一脸严肃地盯着面前的黑雾 马上在对讲机上大声喊道 所有人听我指挥 后退 我们返回基地 而随着陆浩等人刚刚返回基地 基地的广播也开始大声播报起来 通知 通知 所有人赶快离开移动不及点 所有人赶快离开移动不及点 826局秘密地下指挥室 李勇看着屏幕中黑色禁区扩张的画面 手中拿起一份报告 神色严肃 在手中的报告中 最近荒岛中的怪物都出现了各种反常现象 他们都在往地下躲避 同时在他桌上的还有一张草图 这是一位拥有五星预言天赋的超能者玩家 所画的一张预示图 这画非常抽象 周围都是胡乱的黑色线条 在画的最中心有一座岛 周围是大海 在大海上还有着一道黑色的高墙 向着荒岛压来 并且 那黑墙上还长了一个大大张开的尖牙大嘴 猙獰而诡异 在画的角落处 还有几只蟑螂露出了触角 偷偷窥视着 李勇看着手中的报告 特别是那张预言草图 这非常重要 因为之前能第一时间找到白雁 就是这位五星预言玩家给的提示 难道 大海上有什么大事要发生的吗 一股不安在李勇心中蔓延 在黑色禁区的玩家都回来了吗 李勇开口对一旁的张爱军问道 已经在全部返回中 估计半个小时内 所有人都可以全部返回蓝星 李勇点头又再次说道 派人叫李勇过来 我们必须再次联系零号玩家 很快 李勇就来到指挥室 两人秘密交谈许久 才各自离开 一间豪华的客房内 王莽坐在窗前 看着窗外的夜色 此时 这艘117号巨船正在急速航行中 大量的藤万华奖正在飞速波动 不断向前行驶 王莽转头看向船后 那里一片黑暗 但这黑暗的确和之前不一样了 有什么东西正在快速接近中 只是朝那个方向看一眼 就有一种心计的感觉 轻轻挥手 几个蘑菇人就被王莽召唤了出来 你们几个在这里守好 不要让人靠近 我要进一趟森植国的花园 哑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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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说完 几个蘑菇人还跪在地上 对自己疯狂叩拜 怎么看智商都好像有点问题 摇了摇头 王莽从空间背包中取出几根 智慧术的枝鸭 你们三个 一人一个 赶快吃了 他说完 随着白光散开 指尖面前的三个蘑菇人 已经长到了两米高 血脉天赋 也从蓝色品质提升到了 紫色稀有品质 除了天赋提升外 智慧术的枝鸭 也让他们的智商成倍增长 变得聪明了许多 你们三个 在这里守好水晶球 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我现在要去一趟森植国的花园 哑咩 三个巨大的蘑菇人 单膝跪地 恭敬地把手放在胸口 比起刚刚的吃傻模样 他们现在看上去 至少正常了很多 王莽进入森之国的花园后 就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了大量的木材 并把黑宝召唤了出来 在荒岛中 他学会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凡事都要靠自己 取出大量木材后 他又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之前交易到的 那箱深海之石 很快 花园中的空地上 就出现了两层楼高的巨大木球 在这木球周围 还密密麻麻地 镶嵌着大量的深海之石 而为了增加木球的稳定性 王莽还让黑宝 用大量的黑丝鞭扎 强化了内部结构 所以虽然 这黑球看着很大 骑士里面的空间 只能容纳一人 就在他刚刚做完黑球 聊天面板突然开始响起提示 打开一看 原来是李军上线了 军哥 有啥事吗 自从蓝星的局势稳定后 李军就很少上线了 毕竟他的实力不强 即便在荒岛上生存三天 也还是存在很大的生命危险 今天突然上线 估计是蓝星那边 又有了新情况 王莽同志 你这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两人互相交换了一下情报 而王莽的魔幻经历 也让李军连连撑起 没想到 这世界上居然有蟑螂外星人 李军惊叹一声 一个由蟑螂组成的文明 简直无法想象 王莽同志 那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万事小心 军哥 放心 我很强的 对的 你这次上线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因为中末潮汐 王莽说着 就把最近打听到的情报 全部告诉了李军 原来这就是中末潮汐 李局长在来之前和我说 蓝星有一位五星预言天赋的玩家 他预示到了此次的危机 但却无法知道详细的情况 所以让我来问问你 这件事 我恐怕也无能为力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蓝星现在还没有被完全数据化 中末潮汐 最多让黑色禁区的领地再次扩大 王莽说完 又再次问道 蓝星有五星预言类天赋的玩家 能让他预言一下 我啥时候可以真正回去吗 李军摇了摇头 之前我们已经让他试过 结果他直接下了一个月 王莽失望地撇了撇嘴 果然还是只能靠自己 从空间背包中 又拿出大量的经验书 和一部分怪兽材料 全部交给李军 王莽再次开口 君哥 你等级太低了 这点经验书和材料拿去 生生等级 以后常常过来聊聊天啊 还有一些经验书 麻烦你全部交给我家人 顺便和他们说一声 我在这边挺好的 李军看着手中 大量的高等级经验书 整个人都愣在一旁 这么多高级经验书 你这家伙是搞批发的吗 拿起一本三星紫色品质的经验书 李军露出一丝苦笑 紫色品质的经验书 一本就增加点经验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 他感叹一声 这样的宝物 王莽居然随意就送了他五本 王莽同志 放心 我会把剩下的东西 原封不动地交到你家人手中 两人又寒暄几句 就都离开了聊天见面 离开后 王莽微微皱眉 有些疑惑 途中那座大海中的小岛 应该就代表蓝星 那扑天而来的黑墙 周围一片黑暗 恐怕他这次前往蟑螂人的世界 还会发生什么 他不知道的事 不过他也并未太担心 这些蟑螂人的实力 还不值得他谨慎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必须在这蟑螂人世界中 了解更多关于中墨之海的事 收起思绪 王莽来到花园周围的菜地上 自从把整座荒岛中的 高级怪兽杀死后 他一共收获了 三十多块世界之石 都是在两只百米巨兽身上获得的 除了留下十块世界之石 已被不时之需 剩下的他 全部都融合进了森芝国的花园 此时 森芝国的花园空间 早就变大了很多 已经有七 八个足球场那么大小 在花园中心 有三十多亩地 都种着各种各样 从宝箱中爆出来的 素生植物和灵植 王莽来到种着 白玉蘑菇的菜田 把刚刚成熟的 上百个白玉蘑菇取下 并直接开始使用 蘑菇人眷属技能 很快 一个个可爱的蘑菇人 就从他手掌中跳下 蹦蹦跳跳地不断变大 一个个蘑菇人 蹦蹦跳跳地跑到花园边缘 然后把自己种在土中 闭上眼睛 一动不动 很快 他们就变成了成片的蘑菇群 而这群蘑菇人 并不是全部 放眼望去 只见周围花园的空地上 密密麻麻 竟然还沉睡着几千个蘑菇人 他们就像一片连绵的蘑菇森林 占满了周围所有的空地 白玉蘑菇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只要有充足的怪兽肉 几乎三天隔一茶 一茶就有一百多个 而且这些蘑菇人 也非常好养活 当处于沉睡状态时 只需要阳光和少量的水 便可以一直存活 他几乎每过几天 都会来到森芝国的花园 把这些白玉蘑菇 转化为自己的眷属蘑菇人 而随着这些蘑菇人的数量 不断增多 他也能感觉到 森芝国的花园 正在得到不断的强化 变得更加坚固 他打开奇悟 森芝国的花园 看着花园的第二和第三规则 规则二 花园的祝福 所有在花园的植物类生命 每秒钟恢复 1%的最大受损体质 1%的最大精神力 1%的最大能量值 规则三 花园的庇护 花园内的每一种植物 都可以提升花园的世界强度 当花园受到外界的攻击时 所有的伤害 都会由花园内的生命体 共同承担 看来这些蘑菇人 应该也属于植物的一种 只要拥有更多的世界之时 和更多的蘑菇人眷属 这个花园世界 就会变得坚不可摧 王莽看着 欣欣向荣的花园世界 眼神炯炯 甚至就只要有足够的世界之时 他可以把这座花园 打造成属于自己的世界 可惜世界之时的暴率太低了 目前只在金色宝箱中 才能获得少量 王莽叹息一声 之前的世界之时 还是在黑色金刚和金色穿山甲 这两只白米巨兽身上获得 等这次去蟑螂人世界 打探消息后 就再找一座初始之岛吧 王莽刚刚在心中做下决定 突然脑海中 就传来一道念头 客房中的蘑菇人 在呼唤自己 外面好像有人来了 念头转动 王莽瞬间就从 森之国的花园中退出 回到了客房中 他拿起一杯水 随意地坐在桌前 转头望向窗外 房间的几个蘑菇人 也同时消失不见 回到了森之国的花园中 几个呼吸后 房门被敲响 门外传来蟑螂人波一的声音 尊贵的王莽阁下 打扰了 我父亲有请 房门打开 两人交谈几句 便一起匆匆地赶到了船长室 刚刚进门 波尔船长就迎面走来 神情严肃地说道 王莽阁下 不知道你有没有 多余的怪兽肉块 我想买一些 波尔船长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唉 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周末潮汐 比往常早了半年 恐怕我们现在的情况 不容乐观 他马上就要追上我们了 之前您应该看到过 船舱尾部有一株 巨大的植物花盆 那其实是一朵风之花 我们现在已经全力 在催动风之花前行 但使用风之花 就必须要消耗怪兽肉 可是我们用风之花 已经航行了几个小时 船上的怪兽肉 恐怕不多了 波尔船长看着王莽 意思明确 我这里的确有一些 王莽犹豫了一瞬 就直接开口 现在 他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帮他们 就是帮自己 波尔船长脸上 闪过一丝喜意 很快就从王莽手中 买下了大量的怪兽肉 甚至王莽 还免费送了他一些 不过王莽也留了点心眼 只卖给了他 蓝色品质以下的怪兽肉 那些高级怪兽肉一块 也没有拿出来 王莽随着几人来到船尾 就看见船尾处 正放着一个三十米 直径大小的花盆 在花盆上 密密麻麻地盘结着 大量的植物根筋 一个个蟑螂人 正把怪兽肉丢入花盆中 很快就被花盆中的植物根筋 全部吸入怀中 而在吸收怪兽肉后 植物根筋尾部的巨大白花 就开始飞速旋转 带着这艘巨船 再次在海面上 急速航行起来 布尔船长 这些怪兽肉够吗 王莽好奇地发问 布尔船长摇了摇头 他也不确定 走一步散一步吧 不管怎样 风之花现在不能停下 能越快赶回黄金取其城 就越安全 我们必须在中末潮汐来临之前 进入到世界之魔中 王莽认同地点了点头 反正他空间背包中的 怪兽肉很多 绝对可以一直维持 风之花的状态 三个小时后 漫天的繁星下 一艘巨船 正在海面上 像游艇一样急速前行 由于巨船速度太快 甚至有时候 还会飞离海面 每当这个时候 船的两侧 就会张开巨大的藤腕雨翼 让整艘船像飞鱼一样 贴着海面 急速低空飞行 而在这艘巨船的身后 海天交接之处 已经出现了一道 巨大的黑线 覆盖了整个海面 仔细看去 才发现 这黑线 居然是一道 高约万米的惊天巨浪 而在这巨浪周围 还有大量的黑色雾气缠绕 并遮住了整个天空 在这恐怖的巨浪下 几百米长的黄金蟑螂 117号 就如同大海上的一粒芝麻 微不可见 王莽站在船尾 巨大的海风 把他的衣袖吹得花花直响 谢老大正站在他身后 用大钳子 帮他遮挡着风雨 此时 王莽已经融合了 黑宝的部分力量 脸上长出了 八只黑亮亮的眼睛 在开启蜘蛛视野状态下 他已经可以无视黑暗 看着身后那夸张到 无比的惊天巨浪 他有些失神 这才是大自然的伪力啊 在这恐怖的天灾下 他自以为是的那点力量 还是那样弱小 原来我还不够强 王莽喃喃自语 他的眼神再次坚定 把森之国的花园握在手中 如果势不可为 他便会进入森之国的花园 然后把森之国的花园 放入之前的黑球中 和黑球一起沉入大海 过了一会儿 波尔船长的身影 出现在甲板上 他看着在风雨中 站着的少年 神色有些动容 中末潮汐中 包含着大海的力量 具有很强的污染性 一般的智慧生物 要是直视中末潮汐 恐怕马上就会被黑色吞没 变成大海中的怪兽 这王莽居然敢直视中末潮汐 真是恐怖的意志力啊 与这样一直坚定的人为敌 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波尔船长摇了摇头 突然自嘲一笑 自己真的是糊涂了 这王莽必定只是一个人 只要到了黄金取其城 他难道还能与 整个黄金蟑螂一族为敌吗 那是不可能的 王莽阁下 你上次说的贷款是什么意思 波尔船在甲板上 对着王莽大声呼喊 听到波尔船长的声音 王莽脸上的六只眼睛缓缓消失 又变回了平常的模样 回头看着波尔船长 他面色平静 波尔船长想好了吗 只要我们签好贷款协议 我就可以卖很多怪兽肉给你 而这只需要一点小小的利息 王莽诚恳地说道 波尔船长有些犹豫 之前的贷款协议 他已经了解过 如果一个月内不还钱 利息就高达本金的50% 甚至还存在奇怪的利滚利规则 算了 先贷吧 等到了黄金取其成 搞不好连本金都不用还了 波尔船长在心中计较了一下 马上就做出决定 他又在王莽那里 贷款购买了大量怪兽肉 然后送到了风之花的花盆中 交易完成后 王莽再次走向船尾 站在甲板的高台上 在风雨中望着远处的中末潮汐 他张开双臂 闭上眼睛 身体面向那惊天巨浪 感受着那巨浪扑面而来的恐怖压力 只觉得享受至极 他感觉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雀跃 心跳也在不断加速 血管在膨胀 肾上腺素在飙升 猛张开双眼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惊涛巨浪 他突然笑了 好想解开所有的封印束缚 然后变成最强的自己 直面着恐怖呀 嘿嘿 此时 船舱中 波尔船长面前正放着一碗水 碗中世界树的树叶不断旋转 再次指向一个方向 我们稍微偏离了一点航线 往东南方向偏15度 是 很快 蟑螂人们就开始调整船头 继续往前方飞速行驶 站在一旁的波一庆幸地开口 父亲 我们快要进入黄金曲骑成的世界之魔了 波尔船长看着碗中的世界树树叶 缓缓点头 这片树叶来自黄金曲骑成的世界树 它的夜间方向会一直指向黄金曲骑成 当距离黄金曲骑成的世界树越近 它就会散发出更强的光芒 看来 有惊无险 波尔船长松了口气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这么惊心动魄的事了 父亲 王莽阁下还在甲板上 他真的没事吗 波尔有些担心 中末潮汐拥有大海的诡异力量 如果长时间的观看 会被中末之海的力量侵蚀 变成大海中怪物 不用担心 他现在还很正常 你去把王莽阁下喊进来 我们要开始进入世界之魔了 波尔点头 很快就离开 半个小时后 王莽和波尔船长坐在船长室中 正在一起惬意地喝着茶 白色的植物花灯微微摇晃 柔和的光线设下 把桌腿上的蟑螂雕像映射得栩栩如生 透过船长室的窗户向外望去 只见窗外又再次出现了大量的白色雾气 神秘而未知 之前还没有什么感觉 当王莽从中末之海中再次返回世界里时 居然心中有一股久违的安宁感 这个世界给他的感觉 居然和蓝星非常相似 王莽阁下 感觉如何 王莽点了点头 非常好 这里就是你们的世界吗 波尔船长笑了笑 举杯和王莽亲碰了一下 欢迎来到黄金取七城 相信阿琪米殿下一定会喜欢你呢 王莽浅笑了一下 并未做回复 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自己现在像唐僧一样 说不定这蟑螂人的世界里 还有什么劫难在等着他呢 他可从来都没有忘记 那个黑色马赛克人影 波尔船长 能和我说说 荒岛的精神污染吗 波尔船长望着窗外 看着熟悉的大海家乡 天空上也慢慢出现烈阳 他们已经回到蟑螂人的世界 王莽逃不掉了 笑了笑 他口中没有丝毫犹豫 没问题 尊贵的王莽阁下 其实我们所有的智慧种族 只要走出世界 进入中末之海 便会不停被中末之海的力量影响 特别是进入初始之岛后 这些被遗忘的世界 会不断地侵蚀我们这些智慧生命 想要把我们一起同化 波尔船长从旁边拿来一个茶杯 然后往茶杯里面开始缓缓倒水 并开口说道 如果把我们的身体 看作这个茶杯 那中末之海的侵蚀就是水 当水满之时 我们就会被完全同化 变成类似于初始之岛中的怪物 而且这种同化 会被两个因素左右 一是时间 只要在初始之岛中待的时间越长 所受到的精神污染 就会越严重 意志不强者 只需要七天就会精神错乱 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 甚至不需要一个月 就会被黑色侵蚀 同化成中末之海的一部分 二是体内的是 我们这些智慧生物 杀死岛中的怪物后 就会获得经验 不断升级变强 但其实 在我们杀死怪兽的时候 身上会积攒下一种 属于中末之海的力量 杀死的怪物越多越强 这种力量就会不断堆叠 据说那些天赋强大的强者 越是越急斩杀强大的怪兽 这种力量的堆叠速度 就会越快 波尔船长说到这里 抬头看向王莽 这种力量 我们称之为是 当时达到一定程度时 便可以震慑弱者 拥有恐怖的精神压迫力量 同时 身上的事越强 受到荒岛的精神污染也越强 波尔船长侧头 王莽身上的是很强 甚至比他都还要强 那么一点 这代表 他曾经越急杀过强大的怪兽 王莽听完 略微思考后 再次发问 这是有什么境界之分吗 有的 我知道的 就有三个境界 仰视 雾化 黑魔 像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就属于仰视阶段 在不断猎杀荒岛怪物后 我们身体周围 就会出现一道无形无质的气势 在这种气势下 那些低等级的荒岛怪物 会躲避我们 不过猎杀比自己等级低的怪物 积攒的是很少 只有越级猎杀那些 比自己高等级的怪物 才能积攒大量的事 王莽皱眉 有些不能理解 既然这些是会加速荒岛的精神污染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积攒 波尔船长摇了摇头 拿起手中的甜茶说道 虽然是越强 受到荒岛污染的影响也越强 但只要我们定期回到世界修整 其实这根本就不算问题 在《中末之海》中 一个强大的生命体会 有三个维度 等级 天赋 血脉 是 随着等级的提高 我们不但可以获得各种属性点 来强化基础属性 更能提升自身的世界等级 而自身的强大 也会让我们对荒岛的精神污染 产生更多的抗性 而天赋血脉 更是决定强大的根本 就像你的这只紫色天赋血脉的大青蟹 它已经比普通的精英级大青蟹 强了十倍不止 最后便是事 一开始的事 只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但当时达到可视的物化阶段 便会让自身拥有强大的生物磁场 妙用无穷 物化后的事 不但可以大幅度削弱受到的伤害 还可以强化身体的体质 耐力 并影响预言类能力 和削弱各种诅咒 元素 誓约等伤害 据说 只要是达到黑魔级 便可以把周身的气势融为一体 让受到的伤害 削弱七至九成 而这还只是最基础的应用方式 往往听着波尔船长的话 脑中回想起 之前与黑色金刚的大战 怪不得当时黑色金刚 明明被自己碾压 但却弱得有些离谱 原来是黑魔削弱了大部分的伤害 不过施的积累实在是太难 普通的杀怪根本就很难积攒 只有越级斩杀强大的怪兽 才能获得一些 波尔船长摇了摇头 他的血脉天赋不高 恐怕这辈子都达不到物化阶段了 但现在不同了 他看了一眼王莽 只要阿奇米殿下确定 王莽就是被选中者 那他肯定就可以得到上面的嘉奖 拥有更高贵的血脉 成为真正的贵族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眼神严肃 直接开口说道 就像平常一样去港口回归 不要做多余的其他事情 我自会处理 波尔船长吩咐完 转头又诚恳地 看向王莽的方向 他把头上的高帽取下 对着王莽深深拘了一躬 缓缓开口 王莽阁下 有兴趣去我的庄园做一下吗 感谢您之前 愿意贷款给我们大量的怪兽肉 帮助我们脱离此次的危机 您是我黄金蟑螂一族的恩人 波尔船长诚恳地看着他 继续说道 您第一次来黄金取其城 恐怕有很多地方都不太清楚 就让我好好敬下地主之意如何 看着面前恭敬的波尔船长 王莽放下茶杯犹豫一顺 轻轻点头便答应了下来 他的确需要一个熟悉本地的向导 虽然波尔船长有时候像一个推销的商人 但和他相处 的确让他收获不小 几人从船舱中缓缓走出 来到甲板上 黄金蟑螂117号 正在海面上快速行驶 风之花已经被停止使用 在船的两侧 大量的藤蔓变成船桨 正在快速滑动 他们才刚刚来到甲板上 天空就变得有些阴暗 回头望去 只见远处的天空中 出现一道巨大的黑墙 几乎遮盖了整个天空 周末潮汐已经开始冲刷世界了 随着这惊天巨浪的来到 在高空万米处 突然开始闪现出一道透明的薄膜 就像一个碗一样 把整个世界保护在其中 大量的海水被这薄膜分开 但是在海水中的黑雾 却在不断地冲刷着世界之魔 让整个天空都闪现出淡淡的金色 这场冲刷 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才平静下来 世界恢复原样 天空中烈阳高照 而随着黄金蟑螂117号 不断向前前进 周围也陆陆续续地开始出现船只 他们逆向行驶 正往世界之外走去 波尔船长走了过来 他手拿权杖 为王莽解惑的 每次周末潮汐后 海面上就会出现各种深海怪兽的尸体 或者是一些稀有的奇物珍宝 而这些船 现在都是去大海中寻宝去了 王莽点了点头 这个他懂 退潮后的港海吗 波尔船长不一起去吗 这应该是十年难得一次的盛事吧 波尔船长笑了笑 看着王莽 这次不去了 其实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 因为最大的大海秘宝 已经在他面前了呀 此时 另一遍 随着周末潮汐的到来 蓝星上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826局地下秘密基地 李永和大量的接线员 正紧盯着屏幕 上面是所有黑色禁区的直播画面 只见在画面中 这次的扩大非比寻常 所有的黑色禁区 都已经向外扩张了几个小时 而且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再确认一遍 黑色禁区周围的人员 都已经撤离了吗 报告局长 都已经提前全部撤离 李永点了点头 又问道 按那些专家的计算 这些黑色禁区 会扩张到什么程度 据最新的计算数据 如果按这个速度持续一天 我国的领土会减少5% 李永皱了皱眉 5% 这已经相当两个省的大小了 这次的黑色禁区扩张 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加严重 星火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 目前进行得很顺利 下面的人已经开始做动员工作了 我们已经在全国各地 挑选了23个远离黑色禁区的城市 已经改造了50% 听完下属的汇报后 李永点点头 再次看一下面前的大屏幕 虽然他们有零号玩家这张王牌 但大厦人民的生死存亡 也并不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他们还需要努力的自己 去寻找其他出路 而星火计划 就是他们延续人类火种的计划之一 同时 从怪兽游戏世界获得的各种材料 还有觉醒天赋各异的超能者玩家 也让蓝星的各方面科技都开始爆发 就在几天前 各大国再一次齐聚 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的航天航空合作 如果有一天 整个蓝星真的要被一世界吞噬 并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那太空可能是最后的退路 就在李永深思之时 张爱君突然紧张地跑了过来 局长 有情况 张爱君递来一个平板 只见平板中正是蓝星 位于大下国的最高雪峰 此时在雪峰最顶端 在那白雪挨挨之上 居然生长出来一棵火焰般小树 这棵小树约有一米多高 浑身赤红通透 如水晶一般 在树冠之上 晶莹的树叉之间 到处是火星熊熊燃烧 把周围都映得一片透红 即便隔着很远 也可以看到雪峰中 那刺眼的一道红 而且 这水晶火焰树上的火焰非常奇特 看上去炙热 但却连树下的积雪 都丝毫不能融化 局长 这是刚刚高空卫星 拍摄到的神奇画面 在珠穆朗玛峰上 居然出现了一棵水晶火焰树 而且 根据最新得到的消息 在周末潮汐过去三个小时后 全球已经发现了 五棵不同水晶树 位于我们大下的火焰树 位于灯塔国的风之树 位于大毛国的大地之树 位于黑飞国的生命之树 位于三应国的水之树 张爱军说完 在屏幕中调出几张图片 全部都是卫星拍摄的 神秘之树的照片 这次黑色禁区的变化 还远不止如此 据最新的数据统计 全国的自然觉醒人数 正以50%的速度增长中 而且我们并不是个例 恐怕全球的自然觉醒者数量 都在急速上升中 李勇听完 神情便更加严肃 他起身来回度了几步 玩家和觉醒者的数量 越来越多了 这也代表游戏世界 对蓝星的影响 变得越来越大了 看来要不了多久 全球就会被数据化 李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打开一个会议视频电话 很快就把最近 所有相关的消息 全部汇报 一个小时后 上面秘密 进行了一场重要的会议 李勇再次从办公室中 走了出来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通知下去 把获得玩家面板的渠道 继续扩大 无考的标准 再继续放低 我们必须尽快 让全民进入超能者时代 把张小龙他们叫过来 安排好飞机 让他们马上前去珠穆朗马峰 去看看 那颗水晶火焰树 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 李勇看着周围退下的众人 叹了口气 这蓝星的局势 真的变化得太快了 黑色禁区的巨变 突然出现了神秘之术 这恐怕又是游戏世界 在影响现实 而另一边 王莽此时 已经进入了黄金曲奇城 摆到了一个 满是张狼人的魔幻国度 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到处都是形色匆匆的张狼人 他们穿着各种衣物 不断用奇怪的语言交流着 一幅惺惺向荣的景象 在街道两边 有着高矮不一的饼干 和蛋糕样式的房子 这些房子的颜色 大多都是明亮的红色 绿色 蓝色等 这让整个街道看上去 就像童话一般 五彩斑斓 只可惜 这童话一样的城市里 生活的不是小矮人 和美丽的公主 而是密密麻麻行走的张狼人 在街道的正中间 两只巨大的甲虫 正拉着一辆豪华的面包马车 缓缓前行 周围所有的张狼人 看见这豪华的马车 便会像潮水一样 向两边分开 不敢靠近分毫 能乘坐马车的张狼人 都是上等人 如果不小心冲撞 他们恐怕会因此丢失性命 在张狼人的世界里 存在巨大的阶级 血脉低等的普通张狼人 是可以被随意处置的 往往坐在马车上 把窗帘微微掀开 只见街道上 到处都是张狼头涌动 密密麻麻的张狼处须 就像风中的麦田一样 不停摇晃着 只看了一眼 他便赶紧把窗帘拉了下来 这画面实在是太美 他有点把握不住 波尔船长 你们世界的族人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确实是有点多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 每次中末潮汐来之时 世界就会消耗大量的世界之力 而世界之力的产出 与种族的人口数量有关 波尔船长打开车窗 看着外面人头涌动的 张狼人群 我们黄金张狼一族的 繁衍能力极强 而且还拥有很强的 适应能力 这也是我们一族 能在中末之海中 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王莽阁下不用在意 这里只是一些 低贱血脉居住的外城 是有些不堪入目 我的庄园可不在这里 到时候 您一定会满意的 王莽点了点头 突然看向波尔船长 波尔船长 你对我如此热情 应该是有所求吧 此话一说 整个车厢突然有些安静 波尔船长手中的拳杖 不由自主地握紧 难道这王莽发现了什么 而一旁的波一 早就已经全身僵硬 他头上的两根蟑螂触角 正在飞速旋转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沉默一瞬 波尔船长哈哈一笑 看来还是没办法 忙过王莽阁下您 我的确有一件事 需要您的帮助 不过这里说话不方便 还请您到我的庄园 我会为您详细说说 王莽耸耸耸肩 看来果然被他猜中了 之后的剧情 恐怕就像小说中的一样 等一下波尔船长的仇敌 肯定就会上门 打波尔船长的脸 拼命地羞辱他 然后就在波尔船长最绝望 最危难的时刻 自己挺身而出 啪啪再帮他打回去 之后再帮助波尔船长 打败仇敌 振兴家族 走上蟑螂人生巅峰 唉 真是俗套的剧情 如果到时候 这个国家的皇帝不够强的话 我干脆直接帮助波尔船长 登上王座算了 王莽一边想着 一边看了一眼旁边紧张的波一 难道这小子 就是这蟑螂国的主角 看他这么紧张 八成等一下 他肯定会被某个蟑螂公主给退婚 然后蟑螂公主再狠狠地羞辱他 之后 这小子就会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跪在自己面前 求自己收他为徒 帮他走上人生巅峰 还真是俗套的剧情 王莽靠在马车的软垫上 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要是他碰到的是一个精灵的国度就好了 就是卓尔精灵的国度也可以啊 结果 他偏偏来到了一个 由蟑螂人组成的世界 说实话 他对这些蟑螂人的恩怨情仇 一点兴趣也没有 王莽侧头 看了一旁跪在波尔船长身旁的阿西尼 阿西尼看到王莽的目光转了过来 也温柔地对着王莽点头 做了一个淑女的礼仪 尊贵的王莽阁下 需要我为您喂食吗 不 不需要 我可以自己来 他听波伊说过 阿西尼可是他们船上最美的雌性蟑螂人 甚至在他们船员的圈子里都小有名气 艳明远波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不过对于王莽来说 虽然阿西尼的声音非常魅惑动人 但是一想到和这样一只母蟑螂谈情说爱 那画面就好像是这样 在冬日的黄昏下 一条蜿蜒的马路通向远方 两旁都是金色的麦田 在风中轻轻摇曳 纯情的少年推着自行车 迎着夕阳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突然 他的身后跑来了一道 身穿白色碎花长裙倩影 手中正拿着一封粉红色的信封 同学 等我一下 阿西尼娇滴滴地跑了过来 双手放在胸前 害羞地低着头 口中也因为刚刚的奔跑而喘着粗气 在少年疑惑的眼神中 他突然深吸一口气 把手中的信封狠狠地递到了少年面前 同学 我 我喜欢你 少年一愣 很快就微笑地接过阿西尼手中的信封 嗯 其实我也 就这样 在冬日的夕阳下 纯情的少年和阿西尼 并肩走在长长的马路上 一阵微风拂过 把白色的碎花裙 吹向了少年的方向 金色的阳光 洒在一人一张狼身上 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那是初恋的味道 王莽猛地摇了摇头 脑中的幻想 瞬间就被他打碎 不行不行 这画面太恐怖了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 也绝对不会和一只母蟑螂谈恋爱 阿西尼好像察觉到什么 他抬头看向王莽 给了王莽一个温柔的笑 而这个微笑 直接让王莽低下了头 这该死的阿西尼 该不会对自己有想法吧 他们两个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波尔船长在一旁 看着王莽的样子 心中顿时安定了不守 看来他并没有发现自己的目的 等把王莽带到自己的庄园安抚好了后 他便会亲自前往帝都 去找自己的老师 把这个重要的消息 告诉阿奇米殿下 波尔船长点点头 心中已经被喜悦充斥着 而在他一旁的波伊 则看着窗外 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 好像在做着某种决定 就在几人各怀鬼胎时 马车已经离开了 满是蟑螂人群的街道 他又穿过了一道城门 来到了中城区 相比于刚才的外城 中城的街道 明显要整齐干净很多 蟑螂人的数量也少了很多 其中行走的蟑螂人都衣着光鲜 头上戴着高帽 手中拿着精致的权杖 一言一行中有着绅士的味道 甲虫马车一路前行 一直又行驶了三个小时 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型的庄园内 刚刚进入庄园 一个身穿管家服的蟑螂人 就迎面走了上来 老爷 少爷 阿西尼女士 还有这位尊贵的客人 欢迎回家 他说完就恭敬地 领着众人进入庄园 众人一路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餐厅 桌子上已经摆了大量的美食 基本都是蔬果和各种烤肉 很明显 布尔船长最近做了功课 他这是特意提前派人 根据王莽喜好安排的食物 王莽看着满舟的美食 脸上毫无表情 心中却在苦笑 其实他并不怕布尔船长 在食物中投毒 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和恐怖的毒抗 一般的毒药 对他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可是 让他吃蟑螂人做的美食 他总觉得 有点下不去口 最后在布尔船长 热切的眼神中 他还是少量吃了点 不过在吃之前 他留了一个心眼 把第一口直接分解掉了 而分解出来的成分也很正常 这些食物的确是安全的 在酒足饭饱后 布尔船长又为王莽安排了喜狱 并且还特意安排了一些特殊服务 巨大的浴池内 王莽尴尬坐在水中 王莽阁下 您这一路上辛苦了 这是我特意让人为您 去一春阁找来的各族美人 不知道有没有您喜欢的 布尔船长说着 指了指旁边的几个小美人 一个一米三四高 全身长着白毛 人力而起的狐狸美人 一个身形四猴 金色波浪毛发 大眼睛 红色翘屁股的母猴 一个全身包裹着粉色蚕丝带 形似人形 头有独角的肉虫人 最后一个小美人 他倒是非常熟悉 是一个身高一米多 长得白胖秀气的蘑菇人 几位小美人 恭敬地站在浴池旁 肆意地展示着自己的身材 正等待着王莽的挑选 王莽阁下 如果你不好选择 他们也可以都留下来 蟑螂人布尔船长站在一旁 笑呵呵地看着王莽 王莽抬头看了一眼狐狸美人 这不就是以前 自己家的雪橇犬 站立起来的样子吗 这狐狸精 怎么和他心中的不太一样 转头又看了一眼 旁边的猴子美女 看着他身上的衣服裙子 这是在耍猴吗 再转头看向一旁的肉虫美人 那画面太美 让人不敢直视 布尔船长 是对自己身上的绷带 有什么误会吗 再怎么看 他也不是虫子 最后的蘑菇美人还好 他长得和自己 花园世界中的蘑菇人 几乎一模一样 看王莽一直不说话 布尔船长 正准备把所有的美人 都留下来 反正已经付过钱了 布尔船长 就留下这个蘑菇人吧 其他的还是算了 布尔船长 看了一眼蘑菇美人 又看了一眼王莽 原来王莽阁下 喜欢这种类型 那就祝您玩得愉快 布尔船长 给蘑菇美人使了个眼色 然后就匆匆离开 他刚刚走 漂亮的蘑菇美人 就把身上的衣物 开始一件件脱下 准备跳入王莽的浴池中 看到这香艳的一幕 王莽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一个正常男人 谁会对一个蘑菇感兴趣 只见他对着空中一挥手 几个蘑菇人就出现在一旁 才刚刚落地 几个蘑菇人就发现了 一旁的蘑菇美人 看得眼睛都在直了 呀咪呀咪呀咪 几声兴奋地大叫 他们正准备冲过去 王莽直接把几个蘑菇人 按在了水中 你叫什么名字 王莽对着蘑菇美人问道 尊贵的大人 我叫多姆 来自森之一族 请问刚刚的这几位 多姆站在一旁 神色有些闪动 刚刚突然出现的 好像就是他的族人 而且他从他们身上 好像感觉到了一种奇特的气息 多姆 如果方便的话 能不能和我讲一下 你们森之一族的故事 你怎么会出现在 这黄金取其成 王莽看着面前的蘑菇人多姆 突然心中有了某种猜测 这应该就是当初 离开荒岛的蘑菇人了 多姆低头 他跪坐在王莽面前 看了一眼他手中的几个蘑菇人 犹豫了一会儿 开始缓缓到来 就在王莽听着多姆的故事时 波尔船长回到自己的书房 而波伊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父亲 你来了 波伊低下头 恭敬地行了一个绅士力 甲虫车准备好了没有 我要快点赶去公爵府 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老师 波尔船长说着 来到书柜的密室中 拿了一些东西 然后赶紧穿戴整齐 你在家里把王莽安抚住 天亮之前 我绝对会赶回来 千万不能让他离开庄园 是 父亲 不过父亲 我有件事还没和你说 是关于我的 波尔船长皱了皱眉 直接拿起拳杖 戴好高帽 从波伊的身边擦肩而过 其他事情明天再说 持者生变 现在一刻都不能耽误 波尔船长一边说着 一边正对着镜子 整理着燕尾服 突然 咕哧 一声轻响 一把短剑 直接从波尔船长的胸口穿透而出 绿红色的血迹 从剑肩上滴落 瞬间就把干净的地板 染成了鲜艳的颜色 父亲 这件事很重要 真的不能等到明天了 波伊贴在波尔船长的背后 他手拿短剑 整个剑身都插入了他父亲身体中 您总是这么着急 从来都只顾自己的感受 波伊缓缓后退 他站在大门的方向 把书房唯一的出口完全堵死 波尔船长回头 看着这个自己最重视 最疼爱的孩子 眼中满是不敢相信 波伊 为什么 他一声大吼 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你是我最看重的孩子 以后卡斯拉家族都是你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波伊摇了摇头 他看着波尔船长 缓缓开口 父亲 你老了 眼睛也花了 阿奇米殿下 只是个失败者而已 只有安吉殿下 才是真正的民主 我只是弃暗投明 为自己找一条光明之路罢了 波尔船长听完他的话 眼中瞬间明亮 你居然暗地里投靠了其他皇子 你真是糊涂呀 没有谁会喜欢背叛者 你只会害死整个卡斯拉一族 波伊摇了摇头 突然咧嘴大笑 不 会喜欢的 我会把整个卡斯拉一族 全部献给安吉殿下 当作祭品 没有了家族的牵绊 安吉殿下绝对会明白我的诚意 献祭卡斯拉一族 波尔船长一愣 整个人都变得激动起来 开始拼命拔着身上的短剑 你疯了吗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他们都是你的血脉之亲啊 父亲 别挣扎了 这可是蓝色品质的秘宝之剑 拥有着特殊的流血状态 波伊说完 他背后的大门很快打开 十几个体型魁梧 身穿重甲的蟑螂人勇士 就走进书房 把波尔船长团团围住 您以前不是一直教导我 做事要有棘手准备 保证万无一失 不知道您觉得 我这次做得怎么样 波伊微微一笑 整个人都沉浸在角落的阴影里 只有手中的长剑闪烁着寒光 看上去与平常判若两人 波尔船长看了一眼周围 所有的蟑螂人勇士 整个人虚弱地斜靠在了书桌上 他最后再次看向 曾经让自己自豪的儿子 又一次发问 为什么 明明整个家族都会成为你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您真是健忘呀 你还记得我母亲的样子吗 波伊冷漠地看着他 手中再次拿起一件武器 你应该已经不记得了吧 他是一个温柔的人 他在死之前 都在不停请求我原谅你 我当时答应了他 但是有些记忆越是压制 就会越埋进心里 就像把一块奶油蛋糕 放进了盒子中 如果放得太久了 他就会腐烂变质 开始长出大量恶心的黑色霉菌斑块 波伊拿起手中的长剑 慢慢抵住波尔船长的眉心 再见了 我的父亲 你最爱的卡斯拉一族 也会很快下去陪你的 常见穿透而过 两条长长的蟑螂 触脚缓缓垂下 喂 多姆 你们蘑菇人也分公母吗 浴室中 王莽好奇地问着 分的 大人 我就是森之一族的雌性 那 你们蘑菇人能和猴子在一起吗 这要是在一起 生出来的是啥 猴头姑吗 多姆尴尬一笑 开口回答道 大人 我们蘑菇人是生不了小宝宝的 我们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王莽吃惊 还有这种操作 不过转头一想 他的花园世界中的蘑菇人 好像也是长出来的 多姆再次开口 我们一族有一件圣物 他可以用来点化我们蘑菇人一族 多姆说到这里 神色有些失落 他们一族的圣物已经丢失 被某个蟑螂族的大人物所掌控着 所以他们蘑菇人一族 已经完全被蟑螂人奴役了 王莽看了一眼面前的多姆 若有所思 从刚刚的交谈中 他已经得知 在三百多年前 孙之国的世界 被中墨之海完全吞噬 被瓜分成了大大小小的数十块 散落在中墨之海中 他之前待的那座荒岛 应该就是蘑菇人曾经的帝都 因为在多姆刚刚的故事中 他多次提到了九棵圣树 原来世界最后会被切割成 几十份分开吞噬 这还真是意外的收获 王莽起身 走出浴室 只见波一已经在门口恭敬地站着 尊敬的王莽阁下 我已经为您安排好了住宿的地方 请您跟我来 王莽环顾四周 难得的没有看见波尔船长 你父亲呢 怎么没看到他 波一笑了笑 刚刚有公爵府的人来找父亲 好像有神妖即逝 恐怕他要很久才能回来 他临走之前特意交代我 要好好款待您 还请您见谅 波一说完就对着王莽恭敬的毅礼 在前面带起了路 王莽笑了笑 并未说什么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无缘无故的吼 波尔船长如此殷勤 要么就是对自己有所求 要么就是对自己有所图谋 不管是哪一种 他其实都非常期待 这可能就是他强大的实力 给自己带来的绝对自信心态 不知道波尔船长 接下来会为我 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王莽的嘴角微微翘起 很快就跟着波一的脚步 来到了一间豪华的卧室 王莽阁下 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波一恭敬地行了一礼 然后转身快步离去 房门关上 王莽看了一眼卧室中 羞答答地站着多姆 直接就把手掌放在了他身上 在卧室留下之前 被强化的三个蘑菇人 王莽带着多姆 直接消失在卧室中 来到了森芝国的花园 多姆 你以后就待在这里 我之后还有很多事 要详细问一下你 王莽和多姆 说了一下花园中的禁忌 很快就把他丢在一旁 开始在空地中 练起了华夏鼓舞 之前在感受到了 周末潮汐恐怖的压力后 他又一次感觉到了 自身的渺小 自己的实力 虽然在荒岛上所向无敌 但这次的行程 却让他深刻明白 这个世界很大 还有很多未知的恐怖 隐藏在海面之下 等在这个世界 休整得差不多了 就出海寻找 下一个初始之岛吧 王莽在心中下定决心 他的升级不能停下来 最近他能感觉到 在世界中待的时间越长 身体中受到的 荒岛精神污染 就越来越少 最多一个月 他就可以再次出海航行了 次日 波伊早早地 已经守候在客房门口 王莽阁下 我为您亲自送来的早饭 不知道您方便吗 房门打开 王莽走了出来 但房间内 却没有多母的身影 在波伊疑惑的眼神下 他微笑地开口说道 抱歉 我一般在享受完后 会控制不住吃掉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波伊一愣 赶紧把头低下 完全不敢直视王莽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 站在自己面前的王莽 非常邪恶恐怖 没问题的 王莽阁下 只不过是一些下等见明罢了 如果你喜欢 我今天再为您多送几个过来 不用了 顺便说一声 我从不吃早饭 王莽说完 直接就把房门关上 同时门后再次传来王莽的声音 之后没有什么事的话 还请别让任何人过来打扰我 王莽说完 很快再次来到了森制国的花园 他急急忙忙地跑到 种植灵树的田地中 来到在一棵高约三米的小树旁 而在树下 正有一棵半人高的黑色巨蛋 已经在破壳的边缘 这棵黑色巨蛋 正是他之前杀死百米 及黑色金刚所爆出来的宠物蛋 孵化了这么久 现在这棵蛋 终于要破壳而出了 随着蛋壳破裂 从里面很快就爬出了 一只一米多高的黑色幼圆 这黑色幼圆一出生 便直接跳到了王莽身上 甚是轻热 感受着黑猿的热情 王莽高兴地 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了大量的怪兽肉喂给他 其实他有时候再也在想 这宠物蛋到底是什么 这会不会就是一种奇特的重生 杀死大青蟹 就可以得到大青蟹的卵 杀死变异的黑蜘蛛 就可以得到黑蜘蛛的卵 杀死这只白米级的黑猿 就可以得到黑猿的卵 特别是在杀死白米黑色巨猿后 获得的时空记忆光球 这应该就是他们死后 一直不散的执念 看着面前正吃得开心的黑猿 他突然在脑中出现了一个计划 虽然我目前只能制作三个召唤屋 但是好像宠物的数量并没有限制 这个世界和他玩的网游并不相同 只要是自己亲手孵化的宠物蛋 这些宠物就会与自己心灵相通 并服从自己的命令 看来明天要去这张狼人的世界走一趟了 在以前游戏没有公测前 他是有钱花不出去 公测后 又因为自己升级得太快 蓝星的那些低级装备 他都看不上 现在来到张狼人的世界 应该是能逃到不少有用的东西 这样一想 他突然很想去这张狼人中的集市中看一看 随手一挥 体型巨大的黑宝就出现在花园中 黑宝来了个新伙伴 你好好待待他 千万不要让他和那群魔国人搞在一起 鸡鸡 黑宝认真的点头 转身就带着黑猿宝宝离开了菜田 往往交代完 就跑到菜田中收集了一些刚刚成熟的灵果 并再次回到卧室中 很快他就找到了波一 一番交流后 两人坐上甲虫马车 匆匆离开了庄园 甲虫马车一路前行 很快又来到外城 并一路向着海岸边驶去 马车中 波一正恭敬地坐在王莽对面 给王莽耐心地解释道 王莽阁下有所不知 虽然这外层的环境极差 但人口密集 鱼龙混杂 反而是最热闹之地 特别是这沿海地区 由于每天都有大量的海船 前往中墨之海 寻找大海秘宝 所以总能带回来一些好东西 如果您想要购买宠物蛋 海岸边的秘宝岗 绝对会有所收获 王莽点了点头 看波一说了信誓旦旦 恐怕等一下 必定可以买到宠物蛋 波一小心地看了一眼王莽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再次开口 王莽阁下 这宠物蛋的数量极为稀少 而且大多数的品质 都只是白色普通级 即便出现蓝色品质的宠物蛋 也很快就会被内城的贵族高价收走 至于紫色的宠物蛋 已经有30年 没有出现在市面上了 波一欲言又止 虽然在秘宝岗中 的确可以收购到宠物蛋 但估计都只是白色天赋品质 王莽已经有了一只 紫色天赋品质的大清械 白色天赋品质的宠物蛋 对于他来说 和垃圾没有什么区别 没事 我只是觉得 一个人的旅行太寂寞了 所以准备再养一些小宠物 波一点点头 并没有再继续劝谏 甲虫马车一路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一座热闹的集市 大量的蟑螂人在其中穿梭行走 有的身披重甲 有的手拿武器 还有各种各样的巨大异兽 在集市中行走 看上去热闹非凡 很快 马车就来到集市中最高的一栋建筑 这建筑像一个巨大的多层蛋糕 上面还装着各种糖果样式的彩色浮雕 波一走下马车 欠着身子贴心地为王莽指着路 两人从挂着老爹的秘宝的牌匾下走过 进入商铺中 刚刚进门 一个身穿蓝色燕尾服蟑螂人 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波一先生 您怎么今天有空来我这里 这位是 波一侧过身子 把王莽让到主位上 赶紧介绍起来 福老板 这位是王莽阁下 他是一位非常强大的旅行冒险家 也是我和我父亲最重要的朋友 波一一边说着 一边介绍着他们此行的目的 哦 原来是收购宠物蛋吗 那你们真是来对了地方 我现在就为你们取几个过来 福老板正准备离开 王莽却摇头叫住了他 不 不是几个 我要你们这里所有的宠物蛋 福老板一愣 看了一眼面前被绷带包裹的王莽 点头礼貌的一笑 那就如您所愿 福老板走后 波一很快就凑了过来 小声地开口 王莽阁下 这些低等天赋的宠物实力很弱 但是价格却很虚高 大部分都是一些权贵的子女 拿来当做其显摆的 没事 我不差钱 王莽摆了摆手 对这些小细节根本就不在意 他的确不差钱 在杀了初始知道大量的怪物后 他的空间背包中 有着大量的高阶怪兽材料 甚至为了节约空间 之前猎杀的很多宝箱 他都没有打开 虽然这些白色品质的宠物蛋 都是垃圾 但在自己的职业天赋 神圣妇灵下 他们很快就会拥有 强大的天赋血脉 半个小时后 福老板就再次回来 身后还恭敬着 跟着一排蟑螂人 他们手中每人 都提着一个华丽的金箱子 所有的金箱子打开 六个散发着白光的宠物蛋 出现在王莽面前 王莽阁下 这些白色品质的宠物蛋 虽然实力都不强 但可都是非常稀有的珍宝 数量极少 我们只接受 拿出一个小箱子 打开地道众人面前 这里面都是他田里 种出来的蓝色品质灵果 平时就当水果吃 口感都还挺不错的 这个行吗 福老板看着面前 箱子中的灵果 两个蟑螂触蜀猛的 就直立了起来 这是 可以增加基础属性的 蜜宝果实 可以 非常可以 福老板激动的一把爆个箱子 这些可以增加 基础属性的蜜宝果实 可是真正的宝物 而且还是所有冒险者 争抢的热销品 供不应求 这种宝贝 一般人都不会轻易出手 都是留给自己 和自己的族人用 一旁的波依 看着宝箱中的果实 这也太多了吧 他眼中也透露出 兴奋的表情 没想到王莽手中 还有这么多的宝物 王莽淡定地 看着周围蟑螂人的表情 心中也大概明白了 这些果实的价值 福老板 就这么几个宠物蛋 可换不到这一箱的 蜜宝果实 哈哈 那是当然 王莽阁下放心 我们作为这港口最大的商铺 一直都是以诚信经营 紫色品质的技能升级书有吗 王莽的肌肉强化技能 一直都还是蓝色品质 可惜后面的宝箱中 再也没有开出紫色技能升级书 福老板尴尬一笑 这 哈哈 蓝色品质的 我倒是可以找来两本 紫色品质的秘宝武器有吗 或者是紫色品质的秘宝奇物 嗯 也没有 福老板尴尬地 把放在箱子上的手拿开 每一件紫色品质的秘宝 都拥有强大的力量 他们商会的确拥有一件 低等的紫色装备秘宝 但这样的宝物 他们是绝对不会对外出售的 王莽失望地摇了摇头 那还是就宠物弹吧 有多少 我收多少 而且全部都用秘宝果实结算 福老板心中一惊 全部用秘宝果实交换 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怎么会有这么多大海秘宝 一番商谈后 王莽用一部分秘宝果实 交换了所有的宠物弹 并和福老板达成了协议 以后 福老板会帮他收购 整个港口中出现的宠物弹 然后定期送到 博一的庄园中交易 除此之外 他也把那两本蓝色品质的 技能升级书买了下来 以备不时之需 临走时 福老板带着几个蟑螂人 在门口热情的相送 笑得非常灿烂 并把一张金色的琴键 送到了王莽手中 王莽阁下 在明天晚上 我们这里有一场盛大的拍卖会 而这次拍卖商品的压轴 是极为难得的 一级通用技能蓝味书 如果您之前没有使用过 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什么 王莽一惊 一级通用技能蓝味书 这蓝味书 是不是可以增加通用技能的数量 是的 王莽阁下 只要您没使用过蓝味书 就可以直接增加一个通用技能蓝 拥有第四个技能蓝味 听到这句话 王莽直接开口 福老板 直接卖给我如何 价钱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 他一直以为 通用技能最多只能拥有三个 所以之前即便获得一些技能书 他也并未使用 毕竟通用技能格子有限 必须要谨慎选择 在自己的天赋效果下 这一级通用技能蓝味书 对他太重要了 抱歉 王莽阁下 福老板摇了摇头 这件珍贵的秘宝 是其他人寄托在此次拍卖会 而且已经做好了宣传工作 王莽看了他一眼 点头一笑 那好 我明天一定来 说完 王莽等人就上了假虫马车 消失在街道尽头 回到庄园 与波一交代一声 王莽就直奔自己的卧室 召唤出三个强化国的蘑菇人守在门口 他很快再次出现在森制国的花园中 走到菜园最大的一棵灵树下 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三颗宠物蛋 小心地把它们放在树下 并在周围铺上大量的怪兽碎肉 这颗三个蛋是他特意挑选出来的 一只鸟 一只鱼 一只鲨虫 海陆空都准备好了 下一次的出海应该会舒服很多 王莽满意地看着面前的三个巨蛋 目前他并不准备孵化更多 因为这些家伙都是吃肉的 并且长到后期体型巨大 吃得非常多 比如谢老大 王莽回头看着花园的一处空地上 谢老大正惬意地趴在地上 晒着太阳 周围上百个蘑菇人围着他 正在帮他搓背 而谢老大自己则夹着一块汽车大小的怪兽肉 吃得津津有味 这败家玩意 怎么天天吃这么多 摇了摇头 谢老大还是在宠物中比较好 可以不吃不喝节约粮食 而在另一片空地上 周围大量的蛛丝 结成了一个黑色的巢穴 黑宝正和小黑猿趴在里面 面前放着一个平板 这是之前李军给王莽带过来的 里面有着大量的各种学习资料 走近了一看 平板画面中 居然正在放着 如何织毛衣的教学视频 只见黑宝的两只大巨大前卒 正在快速滑动 周围还放着几件织好的黑色毛衣 旁边的黑猿也在被迫学织织毛衣 看到王莽过来 他可怜巴巴看着王莽 眼中透露着猛逼和绝望 他才刚刚出生一天 还只是个小宝宝 居然就要被迫上岗 王莽摇了摇头 又来的蘑菇田里 只见多姆正带着一群蘑菇人 种着蘑菇 虽然累得气喘吁吁 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 看到王莽走了过来 多姆放下手中的锄头 恭敬地对着王莽行了一礼 大人 您来了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感觉这里好舒服 而且这里居然有这么多蘑菇人 多姆看着周围成片成片的蘑菇人海 非常开心 他已经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多同类了 这里应该算是蘑菇人的故乡之一吧 算是吧 王莽看着多姆 这个女蘑菇人 和自己转化出来的蘑菇人非常不同 他很聪明 从之前的交谈中 他就已经感受到了 多姆很会观察 总是能说出各种有用的消息 来展现自己的价值 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地里面 正在黑羞黑羞 挖坑其他蘑菇人 这群转化出来的铁憨憨 除了挖坑就是重地 每次一看到自己 就会疯狂跪拜 看上去智商就不太高 多姆 既然你很喜欢这里 那这些同族 就先交给你教导了 我希望他们能稍微变得聪明一点 记住 我这里从不养闲人 我希望在之后一段时间看到成果 王莽说完 就回到空地中 继续开始了今天的舞蹈修行 只见他双腿盘坐在地 五星朝上 在他身上 慢慢开始飘出一阵阵黑雾 缠绕在身体周围 随着王莽每一次悠长的呼吸 这些黑雾 就开始不停变化着形状 时尔变成飞鸟 准备展翅高飞 时尔化身猛虎 仰天长啸 时尔又化作黑龙 在王莽身边缠绕盘旋 睁开眼睛 王莽感受着身体中的变化 自从他把身体中大部分的是封印后 他反而能更清楚地感应到 是的奥妙 甚至配合华夏鼓舞秘术 还可以一定程度地操纵身体中的事 没想到 华夏鼓舞中道家的呼吸法 居然可以配合着黑雾一起使用 王莽摊开手掌 只见他手中慢慢出现一道黑雾 这黑雾如漩涡 很快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圆球 静静地浮立在手掌中 李军给自己的华夏鼓舞秘技 分为外攻和内攻 外攻主修拳 脚 兵器 是各种技巧的巅峰结合 内攻主修呼吸法 又分太极 形意 八卦三类 是控制自身力量 并与自身舞蹈意志结合的强化秘术 之前应该就是我身上的事太庞大了 所以我才根本无法控制 现在封印身体后 是被压制很多 反而已经可以慢慢掌控了 手掌轻轻抖动 手中的黑球瞬间消失不见 看来这是应该还有其他妙用 王莽再次闭上眼睛 开始继续练习到家的呼吸法 慢慢试着操控身体中的黑色雾气 次日 一辆甲虫马车再次从庄园中走出 往着外城而去 并很快到了昨天那栋蛋糕样式的商铺中 刚刚进门 几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蟑螂人 就恭敬地走了过来 把王莽和波伊两人带入内饰 进入了一间豪华的展厅中 昏暗的灯光下 只有最前方的高台上 摆着一个明亮的展台 台下已经零散地 做了上百个蟑螂人 他们每个人身上的衣物都精致而华美 手中都握着样式不一的权杖 半个小时后 展厅的大门关上 拍卖会正式开始 蓝色品质的秘宝长刀一把 这可是了不起的宝物 有三个强大的特效 五万金币 六万金币 此时 王莽正和波伊一起坐在二楼的包厢中 看着下方的拍卖会 一连拍了几个东西 但基本都只是一些垃圾的蓝色品质装备 王莽连看都没看一眼 倒是那些成功拍卖的蟑螂人 各个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不一 像这样的拍卖会多久出一次 一般都是半年一次 福老板他们背景很大 渠道也广 几乎这沿海的大部分蓝色品质秘宝 都会出现在这拍卖会 哦 王莽靠在椅子上 兴致缺缺 台下的拍卖一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王莽中途拍了一颗蓝色品质的宠物蛋 和两件有点意思蓝色装备 便一直坐在高台上喝着茶水 此时 台上又上了一件新商品 不过这次的不再是秘宝装备 而是一些骑行特异的其他智慧种族 一群身高三米 全身长满树皮 身似人形 头上还长着茂密的绿叶的树人 被牵了上来 他们跪趴在地上 像一条狗一样爬行着 各位 这是我们刚刚从十二区收购回来的绿树人 非常少见 据说十二区刚刚发现了新世界 而这就是他们刚刚捕获的新智慧种族 你们应该知道 新世界的智慧种族 都受到了中墨之海的眷顾 他们不但觉醒天赋的概率更高 甚至总是能诞生出一些稀有的天赋 这次 我们的商队千里迢迢 从十二区一共带来了三千名新世界的绿树人 而且 他们目前都还没有获得玩家面板 也没有觉醒天赋 大家要不要买几个回去试试 搞不好可以开出几个天赋不错的奴仆 高台上的蟑螂人侃侃而谈 几句话就把现场的氛围说得热烈起来 我来一百个 五百个 我要二百个 不到几分钟 台下的蟑螂人就把所有的绿树人抢购完毕 很快 台上就又开始拍卖其他种类的智慧种族 这一次出现的是一群鱼头人 王莽看着下面热闹的拍卖 眼神微微眯起 手中的茶杯也放了下来 随着空气突然安静 波一整个身子都开始不断颤抖起来 太 太恐怖了 他突然感觉旁边坐着的王莽阁下消失了 只剩下一只猙獰而邪恶的恐怖怪兽 王 王莽阁下 你还在不 嗯 在 波一 你们黄金取其成总是会拍卖新世界的智慧种族吗 波一咽了咽口水 马上小心地开口 是的 王莽阁下 这在中末之海是一种正常的交易行为 在中末之海上 我们偶尔会碰到新世界的碎片之岛 而在这里面总能碰到一些新的智慧种族 虽然这是一种买卖 但同时也是对其他种族的一种保护 毕竟这些普通智慧种族要是无法觉醒天赋 即便成为玩家 也基本都会沦为荒岛怪兽的食物 波一小心地说着 生怕惹得王莽的不快 他的天赋与感知有关 所以每次站在王莽旁边 他总是时不时地感受到巨大的恐怖 在那一层一层白色的绷带下 仿佛封印着一只恐怖猙獰的恶兽 想要吞噬这个世界 王莽听完 没有说话 他看着台下那些像猪狗一样被买卖的智慧种族 仿佛看到了人类未来的下场 唉 叹了口气 王莽只是看着台下 并未多做什么 虽然他不喜欢这种贩卖人口的交易 但也并不准备去阻止 就像波一说的 就算自己把他们救了 又要如何去安置他们 周末之海不是善地 自己也不是什么圣母 会一直保护他们 虽然在这蟑螂人的世界 只能做低贱的奴仆 但也总比死了好 王莽看着台下像猪狗一样 被交易的智慧种族 眼光不停闪烁 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经历这种事 看来有必要多给蓝星一些底牌了 随着这些智慧种族的拍卖结束 拍卖会也很快进入了尾声 各位 网莽的箱子就被送到了高台上 所有的聚光灯都打了过去 金箱子被打开 一键散发着蓝色荧光的技能书放在其中 这就是本次拍卖的压轴 一级通用技能蓝卫书 作用大家想必都知道了 这可是最近十年来 唯一对外出售的蓝卫书 废话不多说 价高者得 随着话音落下 整个会场中的出价便此起彼伏 价格一路飙升 王莽咨询了一下身边的波一 很快就让波一也抬手出价 这本蓝卫书它势在必得 一百份紫色怪兽材料 随着王莽的话音落下 整个会场突然安静下来 大家刚刚都是出的金币 而紫色怪兽材料 是非常稀有的高级材料 价值更大 一百一十份紫色怪兽材料 会场上虽然安静了很多 但蓝卫书如此宝物 还是有人能出得起价钱 三百份紫色怪兽材料 波一再次开口 嘴都有些微微颤抖 这王莽手中的宝物也太多了吧 当波一说出这个价格后 会场上安静了几个呼吸 很快就有人再次出价 三百零五份紫色怪兽材料 五百 波一瞬间跟上 随着波一的话音落下 整个会场都变得极为安静 五百份紫色怪兽材料 这已经超过了所有人的最大预算 整个会场沉没几个呼吸 便再也没有什么动静 很快拍卖结束 一集通用技能蓝卫书 也被王莽轻松拿下 几分钟后 所有人就离开的拍卖会 各自匆匆离去 甲虫马车上 看着手中的蓝卫书 王莽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就开始使用 果然 他的通用技能蓝增加了一个 哎 有点失望呀 我还以为 那些蟑螂人贵族会不服气 会直接找我麻烦 来一场久违的装逼打脸呢 王莽耸了耸肩 刚刚要是有人跑过来恐吓他 并打他脸就好了 那他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白嫖了 顺便赚点外款 可惜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过也正常 能在这蟑螂世界中 成为有权有势的上等人 恐怕这里面就不会有蠢人 自己能拿出这么多宝物 就不是简单简单之人 甲虫马车一路前行 很快就带着王莽等人 再次回到庄园中 一间昏暗的暗室内 胡老板坐在昏暗的灯光下 面前的金箱子中正 放着一堆蜜薄果实 波伊这小子 最近是找到了什么肥羊吗 还真是豪横呀 就在胡老板感叹之际 暗室的门被人轻轻打开 一个蟑螂仆人 恭敬地站在了面前 主人 我已经去港头打探清楚了 波尔船长几天前 从一个初始至海上 接来一位强大的冒险家 据船上的船员 说是一位高等级的召唤师 当时上船的时候 还带着一只疑似拥有 紫色稀有品质的荒岛怪兽 紫色品质的荒岛怪兽宠物 胡老板眼中光芒一闪 这可是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这绷带人是什么种族 查清楚了吗 蟑螂仆人摇了摇头 回主人 周围所有居中 都没有查到这种 这只海中行走的独行者 都是强大的存在 而且每一个都非常难缠 胡老板又抬头看了一眼 金箱子中的蜜薄果实 神色有些犹豫 派人把这个消息 不小心泄露给东港临方 让那群亡命之徒 先去布尔纳老家伙家里试水 是 主人 蟑螂仆人缓缓退出密室 只剩下胡老板一人 独坐在昏暗的灯光下 轻轻用手指瞧着桌面 卡斯拉一族的庄园 波尔坐在书房中 把身体放松 往以背上缓缓靠去 整个人都陷入靠乙中 以前都是他父亲坐在这里 不过今天却换成了他 他拿起酒柜中 那瓶最名贵的果酒 给自己满上一杯 慢慢品尝着 这曾经是他父亲最真爱的酒 并且只在心情最愉悦时 才会拿出来品尝 还不错 波尔微微一笑 嘴角不断向上 昨天他已经让自己培养的死士 把消息带了出去 最多两天后 安吉殿下的人 就一定会过来 到时候等窃取了 王莽身上的种族坐标 便可以找到 王莽所在的原处世界 到时候 哈哈 王莽阁下 谢谢你 波尔突然放声大笑 并举起手中的高脚酒杯 一饮而下 塔卡拉斯 爱丽 波尔将走上全力之路 迎接新生 夜色中 塔斯拉庄园外 阿西尼穿着便装 坐着一辆南瓜甲虫车 向远处而去 他坐在甲虫车中 手中抱着一个巴掌大小的花盆 这盆花中的植物 是一件特殊的奇物 生命花 物品 生命花 种类 奇物 品质 蓝色精良 简介 来自生命花一族的寄予 拥有着生命花一族的执念 规则效果 灵魂同频 生命花一生 有且只能和一个生物 进行灵魂同频 同频后 当同频生物死亡时 生命花也会同时枯萎 祝 奇物属于规则物品 只有尚未奇物 才可以克制奇物规则效果 评分 二颗星 阿西尼手中的这盆生命花 已经枯萎 绿叶已经泛黄 花朵已经凋谢 父亲 没想到你真的死了 这还真是讽刺啊 自己一直都是以女仆的身份 待在卡斯拉一族 整个家族只有布尔船长 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她是布尔船长 久后不小心语无语的产物 如果不是因为觉醒了天赋 恐怕现在 都还在蟑螂屋中羡慰他人 几天前 在黄金蟑螂117号上 她的父亲布尔船长 突然找到自己 并交给自己一盆生命花 和魔法信封 阿西尼 我的女儿 最近我有些心神不宁 如果我不能活着返航 请把这封信带到我老师手中 你会获得你想要的 阿西尼又看了一眼 手中枯萎的生命花 没想到他父亲虽然安全返航 但还是在返航当天突然死亡 并消失得无影无踪 波伊肯定知道什么 但是这位卡斯拉最耀眼的猩猩 却对外什么也没说 而且 最近他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让人看上去有些陌生 阿西尼脑海中 开始慢慢浮出一道身影 那全身缠着白色绷带 神秘而奇怪的独行冒险家 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 恐怕他们这次 从中末之海中带回了某种不祥 阿西尼把手中的魔法信封收好 这封信加了誓约咒印 其他人打开会让信封自然消失 能得到我想要的 哼 我的父亲 你真的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甲虫马车还在向前行驶 但他到底会驶向何方 却无人可知 两天后 森之国的花园中 王莽正盘坐在地 大量的黑雾从他身体周围扩散出来 像章鱼触手一样 在四周挥舞着 摆弄着各种形状 睁开眼睛 身体周围的黑雾快速收缩 很快就融入到身体中 消失不见 这黑色雾气果然能控制 要是我一直坚持下去 恐怕以后就是解开封印 也一样可以把这恐怖的气势收入体内 感受着身体中的变化 王莽有些欣喜 不知道这蟑螂人的世界中 有没有这种控制式的方法 明天再找波一问一问 就在王莽思考之际 脑海中传来一道意念 守门的魔国人在呼唤自己 有人来了 身影消失 王莽很快再次来到客房中 十几个呼吸后 波一已经站在门口 恭敬地说道 王莽阁下 帝国的检察官刚刚来到了庄园 恐怕要麻烦您走一趟 房门打开 王莽和波一交流了几句 便一起前往客厅 路上 波一站在王莽身侧俯着身子 就像一个小太监一样 小心翼翼地开口 王莽阁下 每一个第一次来到黄金取七城的义族 都必须要做一次登记 这是帝国的法律 我这边也没有办法 还请您见谅 呵呵 没事 顺便等一下我还有事要问你 两人一路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大堂客厅 蟑螂人的建筑风格中 有很多关于糖果 蛋糕 糕点等样式 这客厅中也不例外 几乎可以随处看到 各种童话般的糖果装饰品 色彩艳丽 在饼干样式的桌椅上 一只全身银白的蟑螂人 已经坐在了那里 银白色像长辫一样的触角 全身泛着金属般的银甲光泽 相对于波一这样的黑蟑螂 面前这只全身银甲的蟑螂人 更显华丽和美感 他只是端坐在一旁 全身就散发着 高高在上的贵族气息 举止规范而优雅 看到王莽走了进来 这只银白色的蟑螂人 优雅地站了起来 做了一个奇特的礼节 并微微点头 尊敬的冒险家 这次的冒昧来访 还真是打扰了 您只需要回答我几个问题 便可以了 他说完 一双像银斗一样的眼睛 便开始上下审视王莽 仔细观察着 王莽阁下 不知道您上一次 在初始之岛中待了多久 三个月 王莽没有丝毫犹豫 很快就给出自己 准备好的答案 这些他都在船上 找布尔船长了解过 银甲蟑螂人 听完眼神闪动 初始之岛中 存在着极强的污染 只要能在荒岛上 停留一个月以上 就是意志坚强者 能停留两个月以上 更是万中无一 如果能停留三个月以上 那必然觉醒了 特殊的高阶天赋血脉 是天赋异禀者 那王莽阁下 不知道您的故乡 在哪片海域 在遥远的东方海域 很远 你们恐怕没有听说过 王莽坐在桌前 一脸认真的回答 银甲蟑螂笑了笑 并没有过多的追问 而是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块赤红色的石头 那王莽阁下 能摸一下这块石头吗 这块石头叫做恶意时 拥有感知善恶的能力 如果您对我们 黄金蟑螂一族没有恶意 那这块石头 就会发出赤红色的光芒 但如果您对我们 黄金蟑螂一族抱有恶意 那就会出现黑色的光芒 银甲蟑螂说得信誓旦旦 并把手中的赤石 放在王莽面前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王莽看着面前的赤红色的石头 微微皱眉 这块石头属于有主之物 自己根本就无法鉴定和分解 也不确定这石头有什么功效 检察官 这样的检测是否太过片面 善恶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 他这样的疑问很正常 因为站在人类的角度 他绝对不可能 喜欢这什么蟑螂一族 您放心 您对个别蟑螂人的喜恶 并不会误判 只有对我们黄金蟑螂一族 抱有强烈仇恨 并且产生了种族仇恨者 才会显示成黑色 希望您能理解 您现在处于我们 黄金蟑螂一族的领地 我们必须要确认 你对我们帝国没有恶意 这是对我们所有子民的负责 王莽听完 思考了一会 直接开口拒绝 抱歉 我拒绝 我对这颗石头一无所知 请原谅我的谨慎 但我也对你们黄金蟑螂一族 没有恶意 最多几天后 我就离开这里 回到中漠之海 银甲蟑螂人的眼中 闪过一丝不悦 但很快就隐藏下来 看来王莽阁下 您很谨慎呀 哈哈 银甲蟑螂人 深深看了王莽一眼 但是并没有继续抢求 那就 欢迎您 来到我们黄金蟑螂一族 银甲蟑螂人神秘一笑 起身就离开了大厅 快步而去 看着银甲蟑螂人离开 波一很快起身 对着王莽行了一礼 王莽阁下 我去送一下检察官 庄园门口 波一恭敬地站在 银甲蟑螂人身旁 波一 您很不错 他的确是被选中者 你的功绩 我会报告给安吉殿下 谢谢大人 其实都是大人 您平常教得好 银甲蟑螂人笑了笑 看波一的样子 更加顺眼 没想到 这个他平常看不起的波一 居然给了他一份 天大的功劳 刚刚给王莽测试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恶意石 而是一件收集 种族坐标的容器 虽然王莽太谨慎 并没有碰触石头 但这石头 其实并不需要碰触 只要处在石头附近 一定时间 坐标就可以直接锁定 银色蟑螂人看了看 手中已经开始 散发红光的石头 嘴角一笑 相信很快安吉殿下 就会找到这个世界 并征服这个全新的种族 这份功绩 一定会让安吉殿下 从国王游戏中脱颖而出 到时候 自己也可以更进一步 甚至成为 安吉殿下的左膀右臂 听你说 这王莽的实力可能很强 所以为了万无一失 刚刚我才并没有动手 这里毕竟是属于 阿奇米殿下的牧场 我们的实力有限 不过最多七日后 我会再带人回来 让这王莽 永远消失在这世界上 银甲蟑螂人说着 眼神变得阴沉凌厉 与刚刚的 绅士表现 判若两人 他握着手中的赤色宝石 新世界的坐标已经得到 他们必须赶快 把王莽杀人毁尸 不让其他人得到 新世界的坐标 博依 最近几天 你一定要把他安抚好 尽量不要让他与外界接触 是 大人 而在此时 一辆南瓜形状的甲虫马车 正来到了公爵府 阿西尼缓缓从马车上走下 虽然阿西尼对自己 那个便宜父亲 并没有多少好感 但有一道画面 他却永远无法忘记 那时 他还生活在平民区 每天为了一点点残渣剩饭 艰难求生着 那一天 他正拖着残疾的身体 在垃圾堆中 翻捡着残渣剩饭 一辆豪华的马车 停在了阿西尼的面前 波尔船长拿着华柜的权杖 衣着光鲜 像光一样走下马车 站在自己面前 孩子 你叫阿西尼对吗 那句话阿西尼永远记得 因为就在那一天 他的人生被改变了 看着手中的信封 他恨自己的父亲 但也是这个男人 结束了自己苦难的一生 阿西尼从马车上走下 带着信物 很快就进入了公爵府 一位身穿燕尾服的蟑螂管家 看过信物后 就把他带到客厅 礼貌地邀请他入座 阿西尼女士 请先到客厅稍等一下 我去通知公爵大人 公爵府的蟑螂管家行了一礼 转身匆匆离去 半个小时后 一位全身银色的蟑螂老者 缓缓走了过来 手中握着一根金丝全杖 波尔怎么没有亲自过来 蟑螂老者轻轻皱眉 他对各种礼节规矩格外严厉 阿西尼恭敬地起身 赶紧回答道 可拉公爵大人 我的父亲 应该已经回归了蟑螂母神的怀抱 阿西尼说着 脸上闪过一丝哀伤 把手中枯萎的生命花盆递了过来 同时 那封魔法信封 也送到了可拉公爵手中 可拉公爵看了面前 已经枯萎的生命花 眼神突然变得凌厉 你叫什么名字 可拉公爵大人 我的真名叫卡斯拉 爱丽 阿西尼 可拉公爵点了点头 把手中的权杖一回 阿西尼 你先下去休息吧 旁边的蟑螂管家 就恭敬地走了上来 带着阿西尼消失在客厅中 坐在椅子上 可拉公爵看着手中的魔法信封 有些出神 波尔虽然是他不成器的学生 但也属于他们这一派 如果不是天赋血脉的限制 波尔的成就远不止如此 可惜了 可拉公爵把手中的权杖放下 缓缓打开魔法信封 只见从信封中 走出来一个巴掌大小的指人 居然和死去的波尔船 长长的一模一样 小指人站在桌上 恭敬地对着可拉公爵行了一礼 并缓缓开口 老师 当你看到这封信尸 我恐怕已经走了 我发现了被选中者 他现在应该就在黄金取其城 请您一定要告知阿西米殿下 也请您一定要保护好 卡斯拉一族最后的血脉 只骗蟑螂小人说了很久 把发现往往的所有经过 全部都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最后 老师 我这一生能成为您的学生 便是我布尔最大的荣耀 桌面上的蟑螂指人 对着卡拉公爵深深居了一躬 然后身体开始迅速燃烧 化作灰烬随风飘散 克拉公爵 看着面前桌面上残留的黑色痕迹 尽力许久 来人 把阿西尼叫过来 我要详细地询问一下 很快 阿西尼再次回到了客厅 一个小时后 公爵府中走出来十几位巨大的蟑螂人 他们队形整齐 气势恐怖 很快就消失在远方 而他们前往的方向 正是卡斯拉一族的庄园 此时 在卡斯拉一族的庄园中 王莽正坐在庄园门口 惬意地喝着茶 波一恭敬地候在一旁 就像一个敬业的管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王莽就在无形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好像他才是这庄园的主人 波一 没必要这么拘谨 一起坐吧 波一赶紧低头 王莽阁下 没事 我还要指挥这些仆人做事呢 波一说着 就对着门外泄惑的蟑螂仆人 严厉呵斥道 你们动作快点 这些深海之石可是客人的东西 只见在门外 一辆巨大的甲虫马车上 正堆满了大量的深海之石 这些深海之石 全部都是王莽昨天订购的 最近正好赶到中卧潮汐之后 海港旁边开始出售大量的深海之石 而且价格便宜 所以 王莽就订购了非常多 虽然这玩意是那啥 但想要在中卧之海上航行 这深海之石 就是必不可少之物 他最近不但订购了大量的深海之石 还让波一联系人 开始动工建造一艘巨船 此时天色已经有些昏暗 黑夜开始降临 王莽阁下 要不您先回去使用晚餐 我在这里看着 那行 记得放好了 明天还要送去造船厂吧 王莽伸了个懒腰 刚刚起身准备离去 突然 庄园中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一群蟑螂人 各个身影魁梧 波一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看你像一条狗一样 居然对着一个外族人 如此鲜美 领头的蟑螂人身穿白色艳尾服 手拿青铜权杖 对着波一目录不善 你还配做卡斯拉一族的长子吗 同样觉醒蓝色天赋的次子 以前总是被波一压住一头 而最近波一的行为 已经让不少族人感到失望 波你转身又看了一眼王莽 自从这个外族来到庄园后 父亲就消失不见 波一的行为也极为反常 看着王莽 他眼神厌恶 猛地对着地面吐了一口口水 哼 这里可是黄金取其成 是我们蟑螂人一族的事件 你一个外族 一个低贱的 波你还没说完 一旁站着的波一 已经神色大变 惊恐万壮 他瞬间冲了过来 手中一把长剑 对着波尼就斩下 波尼 闭上你的嘴 不然 我们所有人都会死 看着激动的波一 波尼两旁的蟑螂人勇士 纷纷举起武器 直接把斩来的长剑挡了下来 波尼轻蔑一笑 你居然为了一个外族 对我动手 哈哈 大家应该已经看见了 波一已经被一族控制了 把他拿下 让我杀了这个一族 父亲一定在他们手中 波尼正闭一呼 周围十几个的蟑螂人勇士 便瞬间把波一 直接团团围住 而庄园内的其他蟑螂人 都只是站在一旁 远远观望着 看着被人群围住 但一脸焦急的波一 他再次开口 波一 别等了 你的人已经被我支开了 他缓缓走到王莽面前 脸色兴奋 最近 波尔船长的突然消失 波一的行为 也让不少族佬非常失望 现在 是时候由他波尼来 成为卡斯拉的长子了 抽出手中的长剑 这是一把强大的蓝色品质的 大海秘宝 削铁如泥 外族人 你不应该妄想 只让我们卡斯拉一族 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们黄金章狼人的恐怖 嘿嘿 波尼走到王莽面前 猙獰一笑 一股强大的气势 在他身上不停凝聚 他作为卡斯拉一族 最具天赋的天才之一 从小就受到最精英的教育 并获得玩家面板 不停在与荒岛怪兽厮杀 我已经用秘宝对你探查过了 你的等级并不高 恐怕连世界等级 都还没突破二级 而我的等级可是四十级 并就在不久前 刚把世界等级提升到了二级 对你有着绝对的压制 波尼自信满满地 走到王莽面前 两米多身高的他 居高临下地看着王莽 神色冷漠不屑 此时 波尼被几个蟑螂人勇士压在身下 他低着头 一言不发 甚至也没有出言阻止 如果有人能看见他被压地面的脸 就会发现 他的嘴角已经上扬 呵呵 卡斯拉一族 这种垃圾 全部死光 死光 死光呀 波尼却完全没有注意到波一的一样 他现在自信满满 对方只是个召唤师 在如此近的距离下 已经必死无疑 他继续自信地说道 而且 这里是属于我们黄金蟑螂一族世界 你们这些外族 在这个世界 会受到世界规则压制 恐怕实力只能发挥平时的百分之五十 呵呵 你 拿什么和我斗 波尼说着 脸上满是兴奋的恶效 手上的蓝色品质的秘宝长剑 也高高举起 而站在他对面的王莽 像像傻了一样 全部都汇聚到常见的剑身上 甚至把空气都已经破开 只见一道十米长的刀器猛地滑出 飞快向王莽袭去 速度惊人 看着袭来的巨大刀器 王莽眼中丝毫没有害怕 反而格外的兴奋异常 他就站在原地 双目因为兴奋而闪动着亮光 他甚至连躲闪的动作都没有做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嘿嘿 王莽咧嘴一笑 看着周围围着他的所有蟑螂人勇士 今天终于又轮到他人前险胜了 虽然对面只是一群蟑螂人 恐怖的十米刀器飞速刮过 没有丝毫偏移地打在王莽身上 引得周围狂风四起 深如雷鸣炸响 但在狂风过后 王莽居然还安静地站在原地 就连他身上的绷带都没有被破坏嘶吼 波尼皱眉 死死地看着王莽身上的白色缎带 神情不定 没想到 你身上还有防御力这么强的秘宝 波尼挥了挥手 围在王莽周围的十几个蟑螂人勇士 开始慢慢逼近 再强的秘宝又如何 秘宝的使用也需要能量的支撑 只要把你的能量消耗完 你这生乌龟壳早晚会被我拖下 所有人一起上 把他的能量消耗完 波尼一声令下 所有的蟑螂人勇士 都开始不停发动攻击 火球术 藤万绞杀 近身刀剑斩击 只一瞬间 就有数十道攻击 全部落在了王莽的各个要害部位 看上去威势惊人 但在这些攻击过后 王莽却还是安静地站在原地 不曾有丝毫要倒下的迹象 随着所有蟑螂人不停攻击 波尼的心也越来越沉 这个一族怎么回事 他身上的这件白色绷带秘宝 居然拥有这么强的防御力 自己所有人同时进攻 居然都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所有人退后 波尼一声大叫 全身的气势再次开始不断上涨 他要开始发动秘技了 所有的蟑螂人瞬间心领神会 身形迅速向后退去 他们老大这一招 可是连四十米荒岛巨兽 都会重伤的恐怖秘技 是他苦修数十年的成果 这一族人死定了 啊 十字药星破空斩 给我死呀 一声怒吼 一道巨大的十字刀器 带着恐怖的气势 向王莽压去 那刀器所散发出来的气势 甚至把所有蟑螂人勇士 都全部震开 只见十字刀器所过之处 所有的土石都被切割开来 在地面上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 可惜 这道鸿沟在王莽脚下 却戛然而止 甚至没有让王莽退后一步 波尼看着面前诡异的一幕 整个人瞬间僵立在一旁 这可是他的成名绝技 几乎是他最强的攻击手段 可如此强大的攻击 居然都无法破坏 王莽身上的防御秘宝绷带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到底是什么怪物 波尼退后一步 心中已经有了退意 不对劲 是一个人非常不对劲 喂 你不是想跑吧 继续啊 快来打死我 用你最强的攻击打死我 王莽撇了撇嘴 开口催促着 刚刚的攻击的力道 连给他挠痒痒都不够 波尼看着对面 若无其事的王莽 神色变得极为严肃 他一招手 所有围着的蟑螂人勇士 都瞬间跑到了他身后 看来这次是他冲动了 必须赶快走 没有丝毫犹豫 波尼等人 就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 快速退后 看来 你们是已经打完了 王莽抬头 扭了扭脖子 那现在就应该轮到 我打你们了吧 王莽大嘴咧开 争鸣一笑 由于他全身都被 白色绷带缠绕着 整个人看上去 更显诡异邪恶 而这恐怖的笑容 也直接让逃跑的 波尼等人如芒在背 他们只感觉自己 好像被某种恐怖巨兽盯住 心跳开始 不由自主地加速起来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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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肌肉强化十倍 肌肉增幅400% 随着肌肉强化技能的叠加 王莽的身体不断拔高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 四米多高的 魁梧肌肉绷带巨人 即便全身被 大量的白色绷带包裹 也能感受到 他那夸张的肌肉线条里面 充满着爆炸的力量 之前他的体型 在两米多高的蟑螂人中 显得略为娇小 但现在 他在所有蟑螂人面前 已经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 嘿嘿 我的家乡有句话 叫礼尚往来 既然你们刚刚都打了我 那我现在肯定要十倍凤华啊 一瞬 王莽庞大的肌肉身影 就瞬间消失在原地 等在出现时 他已经落在了一只 蟑螂人勇士的身上 把对方踩成了肉泥 轻轻转动脚跟 巴唧巴唧的声音 从脚底传来 就好像 他不小心才死了一只 肥肉多只的大蟑螂 那爆炸的感觉 从脚底传来 有一种说不出的异常爽感 爽 波尼僵硬地转头 看着王莽脚下 被瞬间秒杀的蟑螂人 身体已经像康筛一样 在不断颤抖 太快了 他刚刚速度太快了 他不是一个召唤师吗 这是什么变态的速度和力量 在波尔回头的一瞬间 王莽又一次消失在原地 他变成一道残影 再次来到了 另一只蟑螂人勇士身旁 直接把对方踩成肉饼 终于 所有的蟑螂人 再也控制不住 巨大的恐怖 开始在他们身心不断蔓延 逃 逃 逃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蟑螂人 全部都转身而逃 被夹打开 所有蟑螂人都 直接向天空飞去 这个异族太强大了 绝对不是他们这些人 能对付得了的 看着飞向天空的蟑螂人 王莽咧嘴一笑 他只知道蟑螂会飞 没想到这群蟑螂人 也一样会飞 这还是他第一次知道 双手亲握 很快他手中就出现了 几根巨大的鱼刺 看着这些老朋友 他好像又回到了荒岛中 如果没有荒岛污染 还是荒岛中国的更自由自在 虽然这蟑螂人的世界 也是文明世界 但他总是感觉格格不入 与这个世界 存在巨大的割裂感 他早就已经忍耐很久了 很久没有狩猎了 现在居然有几个不长眼的蟑螂人 赶过来挑衅自己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嘿嘿 手臂随意地挥舞 空气中传来几声乍响 几根鱼字化为黑影迅速消失 而远处飞向天空的蟑螂人 也像饺子一样 从天空中开始落下 可惜 这群蟑螂人实在太弱了 你连给他热身都不够 波一 虽然他们都是你的同族 但我的原则是 体型庞大的王莽 把趴在地上的波一轻轻扶起 顺势还温柔地 帮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但我的原则 是把所有的危机 都扼杀在摇篮里 我们刚刚已经结下了仇怨 他们甚至还想欺负我 所以 我杀了他们 你不会介意吧 王莽四米多高的恐怖身影 站在波一面前 巨大的阴影 把波一整个笼罩 他全身缠着大量的白色绷带 只有一双星红的眼睛 看向波一 邪恶异常 波一低头 大人 您的行为并没有任何错 差点让波一跪倒在地 哈哈 你很不错 我的朋友 就在王莽大笑之际 波你等人都在地上拼命爬了过来 全部跪倒在王莽脚下 痛哭流涕 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 他们已经绝对没有逃跑的可能了 大人 放过我们 是我们错了 我们瞎了眼呀 求您放过我们 我愿意做你最低贱的奴仆 为您舔示脚趾上的每一块死皮 求您放过我们呀 张狼人的生命力极为顽强 除非完全破坏头部 不然很难被杀死 刚刚王莽丢出的鱼刺 虽然把他们全部中伤 但除了几个倒霉蛋直接死亡外 波你等人大部分还是艰难地活了下来 王莽看着面前不断叩拜的张狼人 突然没有了丝毫兴趣 他们甚至连荒倒的怪兽都不如 至少那些怪兽就从不会跪地求饶 只会绝境中拼死反击 让他尽兴 巨大的体型缓缓缩小 王莽又变回了那个平凡的少年 他摇了摇头 失望地对着波一说道 波一 这些张狼人就交给你处理了 一只只体型超得过五只六米高 类似巨型独角仙甲虫的虫兽 正在飞速赶来 扬起大量灰尘 夜空下 一只只足球大小的萤火虫 开始盘旋在庄园周围 把整个庄园都照如白昼 只见上百只强壮的张狼人 正坐在巨型独角仙虫兽身上 全副武装 把庄园门口的王莽等人全部围住 这是 东港恶兽海盗团 他们 他们过来做什么 随着这数百张狼人 和独角仙虫兽的出现 整个卡斯拉庄园一片惊恐 都在低头窃窃私语 一个个张狼人脸上都恐惧万分 甚至一直隐藏在暗处的张狼人族佬们 都显露出身形 全身颤抖着 恶兽海盗团 在整个东港已经文明了百年 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都是觉醒天赋的超强玩家 而且各个穷凶极恶 杀人如麻 他们既是强盗 喜欢抢取夺宝 他们又是暴徒 以杀人为乐 只要被恶兽海盗船盯上的目标 便绝无幸免 不过恶兽海盗团 一直都是以异族和外城狩猎为主 很少赶来忠诚 今天这样大张旗鼓而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来得还真是巧呀 居然一来 就可以欣赏到一场好戏 一道粗犷的声音传来 只见独角仙虫兽群 缓缓向两边退开 恭敬地让出一条道路 一只全身银色 甲铐上还泛着金属光泽的蟑螂人 从人群中走出 这银甲蟑螂人 背着一柄两米多长的大刀 整个体型也比一般的蟑螂人 更加魁梧高大 甚至身体周围 还有一股强大的气势 让人心惊胆战 听说你们卡斯拉庄园 来了一位贵客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他从独角仙虫群中走出 只是站在那里 一股可怕的气势 就向所有人压迫而来 他明明在请求 但是语气却铿锵有力 不容他人拒绝 银甲蟑螂人 巴德 他就是现任 恶兽海盗团的团长 也是一位等级超过50级 掌握了 物化 能力的强者 看着面前一群凶神恶煞 气势惊人的恶兽海盗团 卡斯拉庄园 所有的蟑螂人 都害怕地颤抖着 可即便是这样 也没有一人敢开口 这使得整个庄园周围 都一片寂静 几位走出来的蟑螂人 足老颤抖着身体 一个个犹豫不决 正在经历着头脑风暴 恶兽海盗船的威名 早就已经在南港 传遍了 根本就不是他们卡斯拉一族 可以招惹的存在 但是 这王莽 也不是什么善类啊 刚刚那恐怖的肌肉怪物 还刻印在所有人脑海中 家族中最精锐的新一代 几乎再一个回合 就被这王莽顽虐 而且 对方刚刚恐怕 还没有动真格 绝对还没有拿出全部实力 如果他们现在敢开口 万一惹怒了这头怪物 那绝对会灭族的 可是 恶兽海盗船 也不是什么善查 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告知 万一惹怒了 这群凶神恶煞 恐怕他们整个卡斯拉家族 都会被吃干抹尽 一个不留 几位族佬互相看向对方 眼中犹豫不决 最后众人还是下了决心 这王莽就算再强大 他也只是一个人 绝对不可能 与整个恶兽海盗团所对抗 对面的恶兽海盗团中 不但有数百个 拥有天赋的蟑螂人勇士 更是还有强大血脉的 银甲蟑螂人 这可是银甲蟑螂人 只需要一人 就可以把他们拉斯卡一族途径 王莽这个异族 绝对不可能赢 绝对不可能赢 双方的仇恨已经埋下 就凭波伊的关系 并不足以解除危机 他们必须借助恶兽海盗团 把这个威胁给除掉 而且 这里是黄金取其成 是蟑螂人的事件 要是王莽和恶兽海盗团打起来 动静肯定不小 一定会惊动巡察队 他只是一个异族 到时候 他随意杀死蟑螂人族的事 就一定会被发现 然后必然会被帝国的法律制裁 不论如何 这王莽都已经是死局 他死定了 几位族佬相互看了一眼 微微汗手 心中已经做出决定 大人 这个全身都是绷带的 就是您要找的的人 几位族佬指向王莽 眼神愤恨 继续说道 大人 此人实力极强 又邪恶阴毒 我们族长好心收留他 他却想奴役我们蟑螂人一族 做他的奴仆 是啊 大人 我们族长恐怕已经遇害了 今天他还杀了我们庄园优秀的孩子 他们可都是我们蟑螂人一族优秀的孩子 他简直是邪恶至极 大人 此人内心极度邪恶 绝不是善类 恐怕他还酝酿着天大的阴谋 几个蟑螂人阻挠你一言我一语 表情生动 不过巴德听着 却不由露出一脸的恶笑 他看向王莽 眼中突然有了一丝欣赏 哦 没想到你这个一族 倒是挺和我胃口 巴德走到王莽身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开口大笑 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的海盗团 巴德眼神真诚 继续说道 在我这里 全部都是极恶之人 没有约束 没有法律 只有绝对的自由 可以随心所欲 我能感觉到 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被压抑着 他们渴望自由 听到巴德的话 周围卡斯拉庄园的 所有蟑螂人都僵硬在原地 特别是刚刚几位 激情演义的族老 怎么剧情突然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如果王莽同意加入恶兽海盗团 那今晚他们卡斯拉一族的结局 就已经注定 肯定是一个不留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一下 只要你同意 巴德环顾四周 看向周围的卡斯拉一族 只要你同意 我马上就帮你把这里 所有人全部屠杀 让这群肮脏的低等血脉 永远消失在你面前 巴德神情变得阴沉 卡斯拉一族在他看来 就像一只可以随意猜死的臭虫 而且 我已经和上面的人打了招呼 今晚这卡斯拉庄园周围 谁都不会来 不会有任何人发现今晚的异常 巴德饶有兴趣地看着王莽 等待着他的回答 在几天前 他的手下在东港突然获得了一个消息 说是有一名异族召唤师 获得了巨量的大海秘宝 经过多方打探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 波尔船长的黄金蟑螂117号 并得到了大量的好消息 一位拥有紫色稀有品质宠物的召唤师 来到了黄金取其城 而且还只是一位独行冒险家 听到这个消息 巴德兴奋至极 他的天赋就与召唤有关 如果能得到这只紫色稀有品质的宠物 他将摆脱那些贵族的束缚 成为这大海上真正的王者 他将军陵大海 成为这片海域的海盗之王 看着面前的王莽 巴德好像已经看到自己 加冕为王的时刻 这实在太令人兴奋了 他极度压抑着自己兴奋的情绪 让自己看上去更从容一些 这是王者必须要有的风范 对面 环顾出现在周围的恶兽海盗团 王莽眼中刚刚熄灭热情 再次燃了起来 没想到刚刚杀了一波蟑螂人 居然马上又来了一波 而且这一波的实力 好像更强一点点 哦 船长 如果我加入你的海盗团 那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王莽低着头 随意地问着 他必须尽可能地表现得和善一点 免得把这群蟑螂人吓跑了 哈哈 你是个聪明人 我听手下说 你拥有一个紫色稀有品质的宠物 只要你愿意把这只宠物交易给我 那你便是我们恶兽海盗团的副船长 如果你同意 我们还可以结拜成兄弟 一起统治这片海域 巴德说着 越说越兴奋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癫狂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良善之人 能装几分钟好人 已经是他的极限 王莽倒是一愣 这只蟑螂人居然想和自己做兄弟 那我有一个问题 王莽突然抬头 一脸兴奋地望向面前的巴德 我们两个 谁来做大哥呢 此话一出 周围的空气突然安静 对面的恶兽海盗团全部愣住 似乎在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这个一组 是不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现在他可是被他们恶兽海盗包围 绝无逃跑的可能 巴德刚刚的笑容突然止住 整个神情变得阴郁压抑起来 当然 是我来做大哥 你难道还想骑到我头上不长 哦 那真是可惜了 王莽失望地摇了摇头 要是他们刚刚愿意做小弟 他也不介意收一群恶狗 帮他处理一些杂事 随手一挥 背后的空间开始剧烈地扭动 只见谢老大庞大的身影 出现在王莽背后 这让刚刚王莽单薄的背影 突然显得伟暗起来 王莽看着面前的巴德众人 笑着开了开口 如果你想要谢老大 我其实没有什么意见 你只要能打负他 他搞不好就会同意了 王莽轻笑 测开身子 把谢老大让了出来 并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而谢老大也非常配合 他高高 举着两个夸张的巨大蟹前 脸上桀骜不逊 谢老大的螃蟹 竖眼微微向下倾斜 轻蔑地看了一眼巴德 满脸的不屑 就凭这个垃圾虫子 也想做他谢老大的主人 他是不是不会尿尿照镜子 所以看不清自己的样子 噗 一发巨大的水泡 从谢老大空中喷出 打在巴德身旁不远处 把地面都打出一个深坑 巴德看了一看地面 这只大清泻的一口水泡 威力惊人 果然不愧为紫色稀有品质的宠物 哈哈 你很不错 那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巴德的二弟 没人敢欺负你 巴德 为什么连你这种肮脏的低等血脉 居然也敢三番五次地打断我 为什么 一声怒吼 巨大的爆响传来 卡拉公爵的整个头 都被瞬间捏爆 穿着整齐的燕尾服 身体缓缓滑落 手中的金色权杖 也不甘地落在了地上 次日 黄金大殿中 可拉公爵的尸体 已经消失不见 金色的地板 也被擦得干干净净 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阿奇米高坐在王座之上 底下莱恩公爵 正瑟瑟发抖跪在一旁 等候着差遣 莱恩公爵 从今天开始 你便是黄金取其成的 最高执行官 接替可拉公爵所有的工作 是 阿奇米殿下 莱恩公爵低头 很快就退出了黄金宫殿 匆匆离去 一直走出很远 他才又回头望了一眼 那黄金宫殿 眼神微微闪动 他和可拉公爵 一直都是阿奇米殿下的 左膀右臂 曾经都立下过汗马功劳 可是现在 可拉公爵居然就这样死了 看来 我的选择没有错 阿奇米殿下 没有成为王的品质 如果再这样下去 恐怕终有一天 我也会死在他的暴行之下 安吉殿下那边 公爵府很快就有仆人过来报告 是东港那边传过来的信息 打开魔法信封 傅老板的指人 出现在莱恩公爵面前 莱恩公爵看完 很快就有十几个强大的蟑螂人 迅速离开了公爵府 他们准备去抓取 那只拥有紫色天赋宠物的一族 而在另一边 可拉公爵府中 阿西米还在焦急地等待着 怎么回事 公爵大人怎么去了那么久 他再次问了一下 公爵府中的蟑螂管家 可惜还是没有可拉公爵的消息 已经过去一天了 这让他隐隐有些不安 此时 塔斯拉庄园 波伊正和王莽 一起乘坐着甲虫马车 往海岸边去 王莽之前定制的巨船 已经开始动工 在这个拥有超凡力量的世界中 一艘几百米级的巨船 最多只需要不到一个月 就可以制作成功 如果老板出得起价钱 这个速度只会更快 这甲虫马车中 王莽轻轻掀起窗帘 外面便是密密麻麻的蟑螂人 如果忽略这些蟑螂人可怕的外形 他们其实和人类 也没有太大差别 一样穿着衣服 一样在奔波劳碌 甚至几只蟑螂人 在街边讨价还价的样子 和隔壁阿三国也没有什么区别 甲虫马车一路前行 很快就到达了一个巨大的制船场 周围都整齐排列着 大量超过百米级的巨大轮船 成千上万的蟑螂人 正在到处忙碌着 看上去就像巨树中 不停穿梭着的黑虫子一样 王莽大人 在东区的第27号 就是您正在制作的船 我已经派人催过数次 相信最多15日后 这艘船就可以赶制成功 波伊恭敬地站在王莽面前 为他详细地说明情况 嗯 对了波伊 我看昨天巴德好像在运用室 你对是知道多少 大人 恶兽海盗团应该有贵族背景 所以才会凝视 而这凝视法 只有贵族才会拥有 可惜我们卡斯拉一族 因为血脉低下 还从来没有获得过凝视法 王莽点了点头 这蟑螂人的世界 果然拥有控制黑雾的办法 看来接下来 我还要想办法 搞一些凝视法 王莽一边往船雾走去 一边在脑中盘算着 最近一段时间 他已经计划好了 自己身上 现在有着魔神标记 危机随时可能到来 所以 当务之急就是造船 等在这个世界 完全消除了身体中的荒岛污染后 便出发去寻找下一个初始之导 继续提升自己的等级 同时他也要获得 各种可以提升自己力量的方法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其次 便是解决蓝星的危机 自己作为人类最强大的玩家 随着自己实力的飞速提升 也一定程度在影响蓝星的游戏进度 他必须在蟑螂人的世界中 找到快速回家的方法 或者 可以找到保护蓝星的方法 他不求保护所有人类 但至少 也优先保护自己的家人朋友 还有大下国 往往看着船户上密密麻麻的蟑螂人 若有所思 最近他之所以 一直待在卡斯拉庄园中 其实是一种必要的谨慎 虽然他现在的实力足够强大 但他毕竟 才刚刚来到中墨之海一年左右 而这座黄金曲奇城 已经在中墨之海上存在了800年 甚至整个黄金蟑螂帝国 已经在中墨之海上存在了3000年之久 如此长的时间 这蟑螂人的族群中 绝对存在很多高等级的蟑螂人玩家 而且 在如此危机四伏的世界里 这群蟑螂人能存活至今 绝对有他们的独到之处 最近 他已经向波伊打听清楚 黄金曲奇城只是第69区的主城 自成一个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的主人 便是黄金蟑螂一族的第69位皇子 阿奇米殿下 而像这样的小世界 整个蟑螂帝国足足有388个 他们就像一个个巨大的气泡一样 遍布着附近的所有海域 王莽看了一眼波伊 虽然他能感觉到 这些蟑螂人都非常弱小 但他们能在这满是怪兽的世界中生存发展 就绝对有他不知道的某种强大力量 他可不是些老大 并不能无限复活 所以 必须要小心谨慎 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可惜波伊的层次还是太低了 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少 要不今天晚上 就去试试这阿奇米皇子的实力 这个想法一出现 王莽的眼神就兴奋起来 阿奇米作为黄金蟑螂一族的王族 他绝对知道 很多底层人不知道的重要信息 而且 我的时间恐怕有限 不能再这样耽搁下去 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快速变强 王莽的眼神变得更加坚定 他已经被魔神标记 虽然贸然去试探会存在很大的风险 但他必须要搏一把 就让我看看 你们黄金蟑螂一族有什么底牌吧 王莽下定决心 今天晚上 他就要试探一下 这黄金曲奇城的实力 就先从内城开始吧 王莽转身 向内城的方向望去 那里应该就是 整个黄金曲奇城的权力中心 也是防卫力量最强大的地方 而在内城的后面 便是皇子阿奇米的黄金宫殿 一个小时后 王莽和波一就匆匆离开至船厂 再次回到了卡斯拉庄园 波一 今天晚上我有点事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过来打扰我 王莽说完 转身就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进入了森芝国的花园 来到蘑菇地中 多姆很快就走过来行了一礼 大人 多姆 你在黄金曲奇城待了这么久 不知道对这黄金曲奇城 有多少了解 大人 这黄金曲奇城在中末之海 已经有八百年 几个蘑菇人搬来糖蚁和水果 王莽顺势一坐 便静静听了起来 一直到夜幕降临 王莽才起身 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件黑色的斗篷 装备 夜幕斗篷 种类 防具 品质 蓝色精良 属性 体质加5 能量加8 效果 效果一 移动或产生攻击行为 则隐身效果消失 效果二 消耗一定能量 可以使用技能 阴影前行 阴影前行 在黑夜和阴影中 会处于隐身状态 并增加30%的移动速度 持续时间30秒 冷却时间10分钟 评价 二星半 王莽把夜幕斗篷劈在身上 这件蓝色装备是 他在初始之导的宝箱中获得 而像这样 拥有特殊技能的蓝色装备 他还留了很多 以前只是因为在荒岛中实力太强 所以从来都用不到 现在来到这蟑螂人的世界 这件装备倒是有了用武之地 从森之国的花园中出来 王莽披着夜幕斗篷 直接开启 阴影前行 很快 他的身影就引入黑夜中 在他的固有天赋作用下 阴影前行是没有冷却时间的 而且随着他不断叠加 阴影前行 状态 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不过十几分钟 他就已经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城墙之下 这里应该就是内城的大门了 王莽站在一片阴影下 看着面前高约百米的巨大城墙 上面正灯火通明 有大量的蟑螂人守卫在到处巡逻着 刚刚他从多姆口中得知 在这片小世界中 周围只有这一座巨大的岛 整座岛中只有黄金曲奇城和三座附城 这三座附城以三角之势包围着黄金曲奇城 把海岸边的危险隔绝在外 而黄金曲奇城内有分为外城 中城 内城 和黄金宫殿 外层最大 也居住着大量的黑蟑螂人 他们数量众多 一生奔波忙碌 血脉低贱 毫无地位可言 他们做着最繁重的工作 却拿着最低廉的报酬 就像韭菜一样 而且由于蟑螂人的繁殖能力非常强 所以竞争格外激烈 各行各业内卷严重 那些生存不下去的黑蟑螂人 便会冒险出海 在大海中博一份机遇 一份虔城 中城居住的 都是一些富人和落魄的贵族 就比如 波尔船长 就是因为祖上在大海中博了一份机遇 才让整个家族 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进入了中城 但也是因为他们 是从底层爬上来黑蟑螂 血脉博杂 所以永远都成为不了贵族 除非他们能立下巨大的功劳 得到黄金蟑螂王族的恩赐 内城则居住的 都是蟑螂人贵族 他们血脉高贵 过着奢靡的生活 享受着黄金取其成 十几亿蟑螂人的供养 他们不用劳作 不用出海冒险 便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和地位 而这座城市中的最中间 只有一座巨大的黄金宫殿 这里面居住的 都是来自黄金蟑螂一族的 历代王族 王莽站在阴影中 看着面前巨大的城墙 蟑螂人世界的阶级更加分明 这里和之前的外层和中层 完全不一样 就让我先试试 这内城中的防卫力量 背后的空间一阵如动 很快一只体型超过 30米级的巨大黑色蜘蛛 就出现在王莽身后 最近一段时间 黑宝的体型又变大了 实力也变得更强了 黑宝 你去里面玩一下 如果有危险 我会随时把你召唤回来 摸了摸黑宝的蜘蛛大腿 黑宝越来越聪明了 甚至 好的 可爱的主人 一道御解般雌性好听的声音 从绿色海螺中传了出来 听上去又暖又温柔 还嗲嗲的 黑宝越来越聪明了 甚至他已经能开口说话了 王莽抬头看了一眼 面前恐怖猙獰的黑宝 又听着耳边 传来嗲嗲的御解音 只感觉头皮发麻 黑宝向王莽轻轻点头 王莽背后的空间又一阵扭曲 一只三米多长 类似斑鸠的大鸟 就出现在王莽身后 这只大鸟宠物 便是他之前放在树下 孵化的其中一个宠物蛋 在他刚刚出生之际 王莽就对他多次使用了 神圣妇灵 让他从最低等的白色天赋 直接提升到了只紫色稀有天赋 虽然他只刚刚出生两天 但是体型已经超过了三米 而且已经学会了飞行 大鸟哥 跟上去 啾啾 王莽坐在大鸟哥背上 很快就升空而起 往内城的方向飞去 此时 内城的高墙上 到处灯火通明 托马拿着武器 正带着小队成员 在城墙上巡逻着 他是内城的一名守卫队长 望着内城里面的繁华 那纸醉金迷 让人向往 队长 你看那个穿着短裙的银色蟑螂 他的触角和翅膀真好看 旁边一位年轻蟑螂人 守卫渴望看着城下 要是能和这样的雌性蟑螂快活一次 简直就是不枉此生 你们这群臭小子 别看了 托马呵斥一声 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一眼 真性感啊 他年轻时也有这样的妄想 可随着经历的事越多 他才越发认清现实 高贵的公主 爱上低贱的野小子 那只是童话故事中 才会有的情节 现实只会非常残酷 就在托马等人 被下面的妖艳雌性蟑螂吸引时 城墙上突然开始出现 大量的黑色丝线 他们像弯曲的蛇一样 到处爬行 开始在城墙上不断蔓延 而在这些黑线的尽头 一只巨大的黑金蜘蛛 正站立在城墙边缘的塔尖之上 他全身乌黑透亮 像黑水晶一样 反射着镜面般的光泽 八只巨大星红的眼睛 看向灯火阑珊处 他已经盯上了这内城中的 所有蟑螂人 托马站在城墙上 他突然好像感觉到什么 老兵的直觉在给他示警 猛地回头 双目瞪圆 他整个人都被巨大的恐惧所笼罩 在正前方几百米处的哨塔顶端 一只巨大的黑蜘蛛 正端坐在塔尖 看上去诡异而优雅 无数的黑色丝线 从这蜘蛛怪物的身体中不断涌出 开始向四处蔓延 已经覆盖了方圆数千米 荒岛巨兽 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荒岛巨兽 托马大叫出声 周围所有的蟑螂人守卫 也瞬间反应过来 一眼就发现了远处的巨型黑蜘蛛 狄蜥 快发信号 只见一朵巨大的白花冲向天空 很快就把周围的夜空全部照亮 后退 等人来 这只黑蜘蛛绝对是变异的稀有品种 等引鬼君团来 托马大叫一声 这只黑蜘蛛身上的气势实在是太强了 他们这些人绝不是对手 托马带着小队成员刚刚准备退后 结果只向后退了一步 脚下就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一看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大量诡异的黑色丝线就出现在他们身后 封死了所有的退路 托马抬头 眼中只剩下绝望的恐怖 完蛋了 在所有蜘蛛人守卫惊恐的眼神中 无数的黑色丝线仿佛吸血线虫般扭曲缠绕着 层层叠叠就像活物一样 开始不断往他们身上涌来 手 脚 躯干 头颅 只是一个呼吸 所有的蜘蛛人守卫就被黑丝紧紧缠绕 变成了一个个黑色的重简 而这 还只是刚刚开始 只见所有的城墙上 哨塔上 地面上 甚至连空中都开始不断出现大量的猪网 黑金蜘蛛站在高高的哨塔肩上 他的几对前卒正在空中飞速挥舞编织着 就像在指挥着交响乐 而随着他的触手不断挥舞 大量的黑丝开始继续向内城蔓延 这些黑丝就好像活物一样 开始不停捕猎蟑螂人 相对于之前 往往粗广地使用黑丝领域 黑金蜘蛛的操控手法更为纯熟精细 这些丝线在他手中就像军队一样 进退有度 还会纵横连里 从天空中望去 只见整个内城好像出现了某种没变 大块大块的黑色开始在城市中蔓延 不断有惊慌失措的蟑螂人 被这些黑色所覆盖 然后变成了一个个虫检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怎么连密宝武器都斩不断 用火 快用火烧 没用 没用 救我 快跑快跑 快去找银鬼军团 无数的蟑螂人在疯狂逃窜 也有一些自大的蟑螂人玩家 想要破开着猪网 但很快就被大量的蛛丝缠绕 变成了黑色的虫检 不过很快 远处就出现了大量的银色蟑螂人守卫 他们骑着巨大的独角仙虫兽 正在飞速向这边赶来 而在这些银色蟑螂人守卫身后 还有着数十个手持魔杖 身穿白色长袍的蟑螂人法师 飞升而来 太好了 阿奇米殿下的银鬼军团终于来了 一个蟑螂人贵族 兴奋大叫一声 银鬼军团是黄金取其城最强大的军队 也是属于阿奇米殿下的直属卫队 里面的每一个蟑螂人都拥有银色血脉 都是具备蓝色天赋品质的玩家 他们的等级都已经超过50级 并且都是突破到第二世界等级的强者 并且 银鬼军团的所有人都拥有制式蓝色品质装备 几乎武装到了牙齿 据说 只需要出动数百银鬼守卫 就可以把整个黄金取其城所有的势力贵族 全部横扫一遍 银鬼军团在黄金取其城就是无敌的代名词 只要他们来了 所有的危机都会迎刃而解 凯奇 阿什肯 诺斯金 你们三个分别带几十人 从三个方向突围 掩护这些贵族离开 银鬼军团的正中间 一个体型超过三米的银甲蟑螂人 正不断指挥着 他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一颗拳头大小的眼球 然后被一张开 直接就飞上了千米高空 随着他不断往眼球中注入能量 他手中的眼球也开始慢慢变大 并漂浮在半空中 成了一只高挂在空中的十米直径巨眼 物品 天空之眼 种类 奇物 品质 蓝色精良 简介 来自多眼族的寄予 拥有着多眼一族的执念 规则效果 当往眼球中注入能量后 并把眼球悬挂在高空千米处 便可以获得方圆十里内的所有视野 并可以勘破隐身单位和前行单位 著 奇物属于规则物品 只有尚未奇物才可以克制奇物规则效果 评分 二星半 随着天空之眼漂浮在空中 这颗巨型的眼球就突然活了过来 巨大的眼珠开始不断转动 查看着周围所有的异常 很快 他就锁定了西南方 那里正是黑金蜘蛛所在的方位 找到你了 哼 是我们最近离开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些低贱的血脉 才忘记了曾经的恐惧吗 居然敢跑来那场撒野 银鬼军团的首领冷哼一声 手一挥 便带着所有银鬼军团 向黑金蜘蛛的方向冲去 很快 一群人就来到了黑金蜘蛛的面前 停下了脚步 看着塔尖上那只三十米级的巨大黑蜘蛛 银鬼军团的首领也皱起了眉头 好强的气势 这是稀有编一种 而且这种气息 这居然不是荒岛怪兽 这应该是谁的宠物 不过这种威势 这绝对是稀有品质以上的编一种 银鬼军团首领 死死盯住塔尖上的黑金蜘蛛 眼中闪过贪婪之色 紫色稀有品质的宠物 可是难得一件的宝物 所有人准备 抓活的 一声令下 所有的银鬼军团 全部分散开来 直接把黑金蜘蛛团团包围 大火球术 天星斩击 天狼破空剑 大量的攻击 从四面八方向 黑金蜘蛛不断落下 但这些攻击 却全部被大量的猪王所抵挡 没有伤到黑金蜘蛛嘶吼 这黑色猪王 怎么这么坚韧 就在众人疑惑之际 黑金蜘蛛突然动了 他猛地踩中空中的猪王 庞大的身影 瞬间就消失在原地 在这些黑色猪丝覆盖的地方 他的速度 已经到了极为夸张的地步 一阵飓风吹过 十几个银甲蟑螂人 守卫的身躯 瞬间就被斩成了两半 太快了 太快了 这只巨型蜘蛛不动则已 一动就瞬间斩杀了 十几个银甲蟑螂人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 这是什么怪物 就在众人震惊之际 周围的猪王再次猛地凹陷 黑金蜘蛛庞大的身躯又消失 等黑金蜘蛛在出现时 七八个蟑螂人 已经像烤串一样 他之前的判断错了 这只巨大的黑蜘蛛 绝对不只是紫色稀有天赋 他恐怕是拥有金色传说天赋的 领主及神兽 准备撤退 我们一定要逃出去 把这个消息告诉阿奇米殿下 银鬼军团的首领大吼一声 所有银甲蟑螂人身上的气势 也开始不停爆发 并凝成一股 只见大量的黑雾 在他们身上不断燃烧 然后化作一股巨大的狼烟冲向天际 黑金蜘蛛看着面前的蟑螂人 头轻轻歪起 眼中满是好奇 这群小虫子 好像比刚刚强了一点点 不过还是太弱了 大量的黑丝 开始不断向周围收缩 很快一张巨大的猪网 就把所有蟑螂人全部笼罩 有黑丝的地方 就是属于他的领域 没有任何猎物 可以逃出他精心编织的网 怎么回事 这么久了 银鬼军团怎么还没有出来 几个蟑螂人贵族 抱着受惊的蟑螂美人 站在远处观望着 就在他们疑惑之际 空中巨大的天空之眼 猛的一震 很快变回了原样 它已经变成了无主之物 没有了能量的供应 随着巨眼消失 周围停滞片刻的黑丝 又突然活了过来 并再一次开始向外扩张 又开始了 这些黑线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这搞不好是某种污染 快去叫大神官 而就在银鬼军团团灭之时 黄金宫殿中 斜躺在黄金王座上的阿奇米 好像感应到什么 他闭着的双眼猛地睁开 起身看向黑金蜘蛛所在的方向 阿奇米暴怒而起 眼中已经燃烧起熊熊木火 国王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自己恐怕已经成为了 这贱人的狩猎目标 你会付出代价的 我一定会亲手宰了你 阿奇米大吼一声 就化作一道黄金幻影 冲出宫殿 消失在远方 同时 内城中 城市中心处突然开始 长出一只巨大的植物 只是十几个呼吸间 就已经有三十米高 一朵巨大的花苞 很快从绿叶中钻出 而在这巨型花苞的周围 一直只穿着金丝白袍的 蟑螂人法师正围在一起 他们手拿魔杖 正在不停吟唱着 随着他们不停的吟唱 大量的能量开始注入花苞中 只见花苞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盛开 很快 花心处一道白光冲向天际 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光膜 把整个内城团团笼罩 圣花结界已成 整个内城已经被完全封闭 既然有敌人敢来挑衅 阿奇米殿下的威严 那就要做好必死的觉悟 就在结界生成之时 所有逃命的蟑螂人 瞬间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们得到了圣花的祝福 变得更强了 远处 天空中一道白色的身影 正在飞速飘过来 一只穿着华贵的金丝白袍 头戴高帽 手拿黄金魔杖的蟑螂人老者 落在了人群中 看向前方被黑色珠网所笼罩的城市 来人正是大神官 黄金 喀什拉凯 是蟑螂母神殿中强大的大法师 随着大神官的到来 周围蟑螂人贵族 你们都离开这里 这些黑色丝线应该是某种领域结界 这种层次的强者 已经不是你们能轻易接触的 快离开这里吧 喀什拉凯神色严肃的 看着面前的黑丝结界 对方既然敢大张旗鼓的来到黄金取气城 就绝对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 恐怕来者不善 对方一定在城中布局许久 喀什拉凯并没有轻举妄动 他在远处等了片刻 就有大量身穿白袍的蟑螂人法师 很快聚集到他身后 蟑螂母神殿 圣光神圣军团 已经全部聚集在这里 准备大金硕 喀什拉凯手举魔杖 对着身后所有白袍蟑螂人 大声呼喝一声 随着他一声令下 所有的白袍蟑螂人 都开始举起手中的魔杖 整齐有节奏的吟唱起来 这吟唱仿佛有着某种奇特的韵律 重重叠叠 开始不断回荡在周围 声音越来越响亮 在大神观高举的魔杖上空 很快就出现一颗炙热的火球 无数的火龙 仿佛漩涡一样在旋转 向火球中心处汇聚 随着吟唱的时间越来越长 声音越来越响亮 这颗炙热的火球 也在飞速长大 变成了一颗直径 超过30米的微型小太阳 恐怖的热浪 从这巨型火球中 不断向外扩散 刮起一阵阵热吸狂风 大金硕 母神的太阳 巨大的火球 猛地继续升空 飞快划过天际 像流星般冲入了黑丝领域中 蹦 一阵强烈的冲击波热浪席卷而过 方圆数千米的房屋 全部都被夷为平地 大片大片的火焰开始燃烧 把天空都照成了赤红色 大神官 喀什拉凯手举魔杖 飞上高空 他向远处望去 神情变得更加凝重 远处大量的火海中 一颗巨大的黑球 正静静地立在火海之上 无论这炙热的火焰如何燃烧 这黑球也丝毫没有被烧毁的迹象 甚至周围火焰中残留的大量黑丝 还在不停向黑球涌入 让黑球的气势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居然没有死吗 喀什拉凯停留在半空中 身上的金丝白袍随风荡漾 敌人比他想象中更加棘手 在正面接着一招大竞数后 对方的气势反而变得更强了 我们先在这里拖住 去两个人把金被十二行者请过来 入侵者的实力不明 大神官虽然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但还是决定留一个后手 是 大神官 两名白袍蟑螂人很快就飞离队伍 往黄金宫殿的方向飞去 同时 大神官喀什拉凯 也开始解开身上的金丝白袍 露出一副极为强壮的身体 金被银甲 头顶蒸容 大神官的身体 已经与普通蟑螂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他的身体更具人形 就像一个披着铠甲的四臂佛陀 他不但是一个强大的神圣大法师 还是用极强血脉天赋的强大战士 所有人跟上我 让我们去会一会 这些入侵者 随着大神官带着所有白袍法师 进入黑丝领域 片刻后 他们之前停留的地面 突然开始微微震动 一根细密的黑丝 小心地从地砖中破土而出 像是打开了某个开关 很快 大量的黑丝 开始从地面中不断涌现 再次重叠编织起来 所有人都以为 大金树毁了整个蜘蛛领域 让大量的黑丝珠网被焚毁 但其实 这只是表象而已 在巨大的火球燃烧爆炸的瞬间 黑金蜘蛛就早有预感 他把所有的珠网层层 包裹在身体周围 形成黑球防御着火焰的袭击 同时 他还把大量的黑丝 全部钻入地底 营造出所有珠网 都被破坏的假象 其实一切都是陷阱 都是在等待可口的猎物 进入网中 巨大的黑球中 黑金蜘蛛不断地挥舞着长足 所有的黑丝 都仿佛活了一般 像流光一样 不断穿梭闪动 在黑球底部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缝隙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地底已经被大量的黑丝 打穿了一个地洞 而黑金蜘蛛 也缓缓沉入地洞中 消失不见 缝隙合拢 黑球又变回了原样 一切都只是陷阱 他正在等待猎物进网 远处的天空中 王莽坐在大鸟哥的身上 整个人都隐身在黑暗中 他手中正拿着一个 巴掌大小的眼球 这正是之前 引鬼军团首领死后 留下的奇物 是刚刚他召唤了 一只魔古人取回来的 他对于这颗巨大的眼球装备 非常有兴趣 回头又看了一眼 远处的火海和黑球 王莽摇了摇头 刚刚那道巨大的火球树 还有点意思 但也只是有点意思罢了 这巨型火球树的 施法前摇太长 太过明显 而黑宝最强大的 便是感知与速度 特别是在黑丝 笼罩的地方 黑宝的感知 还会数倍放大 这让方圆十公里 所有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黑宝的感知 看来这群蟑螂人法师要没了 不过没想到 黑宝这丫头居然是个腹黑 平时一点也没看出来 王莽抬头再次看向 黄金宫殿的方向 如果黄金取其成 就这么点实力 那恐怕他们 连斩杀黑宝一次都做不到 来之前他可是做了 不少准备和备用方案 已经做好黑宝死三次的准备了 没道理啊 要是这群蟑螂人这么弱 那他们是怎么在这 中漠之海上存活这么久的 不对 他们肯定还有底牌 这应该只是 他们摆在明面上的实力 王莽犹豫了一瞬 很快就得出结论 我还是谨慎一点 比较好 千万不能阴沟里面翻了船 大鸟哥 再飞远一点 他们等下肯定要放大招了 随着王莽的命令 大鸟哥很快就飞到了那城边缘 他停在数千米的高空 王莽又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副军用高背望远镜 这是之前李军带过来的礼物之一 现在正好用得上 就在王莽用望远镜 偷偷观望战场之时 又有蟑螂人快速赶来战场中 在蟑螂母神殿中 除了有白跑法师 和大神官等神职蟑螂人 还有着一群特殊的蟑螂人 行者 他们的身份血脉不一 有的拥有高贵的黄金王族血脉 有的一开始只是低等的黑蟑螂血脉 他们一直坚定 不为世俗的欲望所蛊惑 是一群一心向大盗之人 而他们的大盗 就是不断猎杀怪兽 提升等级 以求达到更高的境界 女人 权力 金钱 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浮云 只有不断猎杀怪物 不断突破自我 进入更高的境界 才是人生的意义 生命的升华 但想要获得行者称号极为困难 整个黄金曲奇城中 十几亿蟑螂人 也只有这十二人而已 而只要获得行者称号的蟑螂人 便会被蟑螂母神所赐服 把血脉提升到金贝银甲层次 那时 他们将脱离蟑螂的外形 成为真正的全新生命体 远处 十二道形态不一的巨大身影 正在急速赶来 他们有的在天空中飞行 仿如流星划过 有的在地面奔袭 让土石崩裂 只是远远感知 就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恐怖气势 如十二道魔神降临 随着他们不断接近 只见远处的火海中 突然再次出现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恐怖的声浪 又一次向四周席卷而来 十二行者突然停下脚步 静静地看着远方的火海 大神官 喀什拉凯 死了 我们收到消息后 便马不停蹄地往这边赶 这才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看来对方是有备而来 经被十二行者停下脚步 他们站在火海边缘 神色严肃 大神官的实力和他们 每个人都不相上下 竟然也如此轻易地死了 我们感应到 阿奇米殿下正在往这个方向赶来 要不我们等阿奇米殿下来了 再一起前去查看 不行 阿奇米殿下的脾气 你们也知道 如果我们现在不前去查看 恐怕会惹得殿下不喜 众人犹豫片刻 很快就做出决定 我们必定是十二个人 就算对方再强 我们坚持片刻还是可以的 阿奇米殿下 应该马上就要过来了 众人说着 就从空间背包中 取出一颗巴掌大小天空之眼 并把它安放到千米高空 同时 每人都从空间背包中 取出一个白色的海螺 挂在了身旁 物品 思念的海螺 种类 奇物 品质 蓝色精良 简介 来自罗姆一族的寄语 拥有着罗姆一族的执念 规则效果 当两颗思念的海螺碰触后 便可以产生牵绊 牵绊产生后 只要消耗一定能量 就可以把声音传给另一方 每一颗思念的海螺 最多可以牵绊七次 同时 思念的声音 无法突破世界之魔 著 奇物属于规则物品 只有尚未奇物 才可以克制奇物规则效果 评分 二星半 你们随身把白海螺带好 以防万一 如果我们被对方强行分开 就用海螺沟通先撤出来 众人点头 所有人身上 都开始散发出大量的黑物 把身体层层包裹 一件件密海之宝 也被他们全副武装 融入身体中 精背行者 都是世界等级突破了二级 等级高达八十级的强大玩家 他们不但掌握了试的物化 而且每一个人都身经百战 可以在荒岛中待满三个月 意志力远超常人 做足充足准备后 蟑螂人十二行者 很快就冲入火海中 一路前行 片刻后 他们来到火海的中心处 这里的火焰温度更高 而且由于大进数的效果 这些火焰还在持续燃烧 没有丝毫减弱的效果 在火海中心处 一颗高约百米的巨大黑球 正屹立在火海中 此时的黑球已经破破烂烂 就像一个马蜂窝一样 上面到处是被炸毁的缝隙 都别进去 这黑球有些诡异 恐怕里面有炸 我们就站在外面 用攻击试探一下 众人刚刚点头 突然 只见缝隙中 开始有一个穿着白袍的蟑螂人 爬了出来 他的衣服已经破破烂烂 脸上写满着无尽的恐惧 并惊声大呼 行者 行者大人 救救我 求您救救我 这只白袍蟑螂人 不断从缝隙中爬出 但是在他身上 却有大量的黑丝缠绕 让他爬行得非常艰难 经被十二行者 冷漠地看着这一幕 丝毫没有上前的打算 这明显是陷阱 对方居然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片刻后 看经被十二行者 没有丝毫前来营救的打算 白袍蟑螂人身上的黑丝 猛地收缩 瞬间就把他拉入黑球中 只剩下一声惨烈的叫声 在天空中回荡 不过片刻 又有上百只白袍蟑螂人 从黑球的各个缝隙中 缓缓爬出 开始不断哀嚎惨叫 救救我 救救我 行者大人 我是帝国的贵族呀 你们不能放弃我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呀 大人快逃 这里有怪物 一只可怕的蜘蛛怪物 行者大人 大神官还活着 就在这黑球中 请你们救救大神官呀 听到大神官还活着 经被十二行者 微微有些动容 别相信他们的话 我们与大神官有着连接感应 刚刚大神官明明已经死了 这都是谎言 这话一说 所有人的神情 再次变得凝重 这些白袍蟑螂人法师还没有死 这可都是帝国的精锐 如果他们现在不救 阿奇米殿下绝对会怪罪下来 但是 这黑球明显是陷阱 对方再等自己上钩 就在众人犹豫不决时 突然所有的黑丝猛地拉紧 瞬间就把数百白袍蟑螂人 拉入黑球之中 密密麻麻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周围突然变得一片寂静 几个呼吸之后 黑球的中间 突然缓缓裂开一道缝隙 大量的黑丝像线虫一样 从缝隙中拱出 密密麻麻 扭曲地在空中不断摇曳 而在这些黑丝正中间 大神官残破的身体 被缓缓举起 像晴天娃娃一样 挂在了半空中 一阵微风拂过 大神官的金丝白袍 开始随风飘荡 可恶 如此卑劣的手段 居然敢如此挑衅我们 直接动手吧 不用再等阿奇米殿下了 经被十二行者 看着大神官的尸体 所有人都怒目而视 再也无法忍耐 十二道冲天的黑雾 猛地从他们身体上爆发 如狼烟一样白米可见 在十二行者恐怖的气势下 周围所有的火海 都被向两侧吹去 把被灼烧的乌黑地面 全部显露了出来 而火海的消失 也让十二行者 突然发现了地面的异常 他们脚下的 根本就不是大地 而是层层叠叠 紧密压实的大量黑色丝线 环顾四周 方圆数公里的地面 都已经被大量的黑色丝线所覆盖 就好像一张只好的大网 而他们 恐怕就是不小心 落入猪网中的蝴蝶 上当了 走 所有蟑螂人行者大吼一声 瞬间都消失在原地 四四而去 而在他们刚刚消失的瞬间 方圆覆盖着数公里的蜘蛛大网 就猛地向天空中卷去 瞬间就形成一个 更加巨大的猪网黑球 巨大的猪网不断收缩 很快再次变成了一个 高约百米的黑球 静静地屹立在那里 时不时的黑球会微微抖动一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 想从里面破茧而出 就在黑球数公里外 地面缓缓破开 黑金蜘蛛慢慢显露出身形 他从一开始就离开了黑球 那里只不过是他布置的一个陷阱罢了 里面其实什么也没有 全部都是大量的黑丝 八只星红的眼睛 钉向黑球处 他歪着头 前肢正在飞速地编织着 叽叽 这还是他第一次捕猎智慧种族 刚当的狩猎 也还算成功 可惜的是 这些蟑螂人还是太聪明 居然有几只 小虫子逃出了他的猪啊 不过他们逃不掉的 因为他们身上 还携带着细密的猪丝 黑金蜘蛛缓缓沉入地底 大量的猪丝开始清理地面 很快就让地面恢复了原样 就只有我们四个人逃出来了吗 嗯 凯奇他们没有空间转移道具 恐怕已经被这黑球吸进去了 剩余的行者四人惊魂未定 刚刚他们也试着 破开着黑色的猪网 可这猪网实在太过坚韧 数量太多 还带着大量的负面状态效果 即便他们能斩断部分猪丝 也很快会被大量的猪丝再次缠绕 如果刚刚他们不是 动用了空间转移道具 恐怕现在几人一样 也逃不出这遮天蔽日的猪网结界 几人回头又看了一眼 远处那巨大的黑球 只觉得汗毛炸裂 瞬间又退出几公里之外 他们四人刚刚站定 只见远处的天空中 一道金色的流光正飞速赶来 这让剩下所有的行者 不由松了一口气 等级超过一百级 世界等级已经突破到第三级 拥有黄金蟑螂一族高贵血脉 觉醒稀有天赋的黄金取其成最强者 阿奇米殿下 他终于来了 远处 王莽坐在鸟背上 隐藏在高空中 看着远处巨大的黑球 刚刚被珠网包裹的几只大蟑螂人 居然一点动静也没有了 这些蟑螂人都好弱 怎么连黑宝的黑丝领域都破不开 该不会 等下黑宝自己就打通关了吧 王莽摇了摇头 很快就否定了这个猜想 估计是蟑螂人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到 他之前早就在波一那里打听清楚了 这内城中不但有着数百万的蟑螂人勇士 更是还有强大的蟑螂银鬼军团 据波一说 在蟑螂母神殿中 还有着更强大的蟑螂人法师 大神官 十二星者等 他们每一个都是绝顶强者 天赋和血脉极为强大 不过波一的地位层次还是太低了 他也只是听说罢了 这些蟑螂人具体有多强 长什么样子 他一概不知 反正看波一的描述 很强就对了 看来这都是对方的先头试探部队 恐怕强大的蟑螂人还在赶来的路上 王莽点了点头 反正自己可以无限复活黑宝 还是让黑宝先探探这内城水有多深吧 就在王莽思考之际 远处一道金光突然向着黑球这边冲来 速度极快 来了 来了 这只蟑螂人飞得好快 还有这气势 恐怕这就是波一嘴中的强者吧 王莽举起望远镜 再次看向战场 阿奇米从空中猛地落下 恐怖的冲击力 直接让地面出现了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大坑 看着面前单膝跪地的四位蟑螂人行者 阿奇米已经处在暴墓的边缘 这里什么情况 我刚刚感应到大神官 喀什拉开死了 还有 你们怎么只剩下四个人 是不是安吉那个贱人亲自来了 阿奇米大声怒吼 大神官和十二行者都是自己的左右手 是他手下最强的力量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他们居然全部败北 这代表入侵者的实力已经不弱于自己 阿奇米殿下 对方的能力非常特殊 我们从未见过 不过应该并不是安吉殿下的人 殿下 对方应该掌握的某种高阶的领域能力 非常棘手 几位行者把刚刚发生的情况 全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奇米 但这也让阿奇米更加愤怒 你们的意思是 搞了半天 你们连敌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那我要你们何用 一声怒吼 恐怖的气势从阿奇米身上猛地爆发 直接把跪在地上的四位行者震飞出去 神是一群废物 最后还对我亲自出手 阿奇米从空间背包中 取出一颗人头大小的巨大眼球 这是一件紫色品质的天空之眼 拥有非常强大的侦察能力 只见阿奇米的背夹打开 猛地震动翅膀 很快就飞到了万米高空 随着能量的注入 他手中的眼球不断变大 最后变成了一个直径超过五十米的巨大眼睛 紫色品质的天空之眼 已经发生了质变 踏踏踏拥有更强的勘察隐形单位的能力 侦察范围也扩大到了直径五十公里 天空中的巨大眼球猛地转动 很快就望向了内城边缘方向 在那里有一只巨大的鸟 鸟背上正有一道人影 拿着奇怪的道具向城中观望 阿奇米皱了皱眉 在使用天空之眼后 他可以看破对方的气息 应该不是这个人 他身上的气息太弱了 这就是一个垃圾 很快天空中的巨眼再次转动 在内城来回转动几次后 巨大的眼珠很快就停在了黑球数公里外 在那里的地下 有一道巨大的黑影 呈蜘蛛形状 即使隔得很远 阿奇米也可以通过天空之眼感觉到 这蜘蛛身体中隐藏着庞大而恐怖的事 呵呵 找到你了 阿奇米冷笑一声 身上开始不断有黑雾显现 一瞬 他便消失在原地 化作一道金色的流星 向黑金蜘蛛所在的地方急速飞去 而就在巨眼看向黑金蜘蛛的瞬间 黑金蜘蛛也猛地转头 看向天空之眼的方向 他的感知极强 只要有人看向他 他便会瞬间感应到 即便隔着厚厚的土层 黑金蜘蛛也察觉到 自己已经暴露了 叽叽 一声高亢的鸣叫 地面猛地破开 大量的黑丝从地底不断涌现 就像黑色的喷泉一样 既然已经被发现 那就不隐藏了 他从小跟着王莽长大 虽然不像谢老大那样虎头虎脑 但也多多少少受到了王莽的影响 随着地底大量的黑丝涌现 黑金蜘蛛就像女皇一样 缓缓从地底升起 天空中飞行的阿奇米 看见巨大的黑金蜘蛛 瞳孔瞬间放大 这事 掌握了领域能力的宠兽 他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黑金蜘蛛的异常 整个人瞬间就变得狂喜 这只蜘蛛应该还是成长期 居然就已经掌握了领域的力量 那岂不是说 这是一只拥有金色传说天赋的 超级神兽 阿奇米狂喜 如此宝物 居然出现在他的领地中 快 让所有的银鬼军团全部过来 把这里包围住 阿奇米拿出白色海螺 对着剩下的四位行者命令道 再去一个人 到章狼母神殿中 把所有神圣大神官全部请来 就和他们说 在这里发现了金色大海蜜宝 阿奇米说完 整个人就落在了黑金蜘蛛面前 他现在可以非常肯定 这绝不是安静那个贱人派过来的人 这可是金色宠物 只要成长起来 就是可以决定 整个黄金蟑螂帝国走向的强大之物 你好 美丽的蜘蛛女士 阿奇米站在黑金蜘蛛面前 拿出一个绿色的翻译海螺 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听上去柔和一些 金色天赋品质的宠兽 已经拥有了极强的智慧 对方肯定能明白自己说的话 果然 很快翻译海螺中 就出现了一道动听的女生 呵呵 你这只蟑螂倒是怪礼貌的 唉 不过可惜 我等一下还是要吃掉你 因为 这可是主人的任务哦 黑金蜘蛛歪着头 八只星红的巨大眼睛 死死盯住面前的阿奇米 他这句话 绝不是在开玩笑 阿奇米皱眉 看来对方的确不是无主的宠兽 不过 既然已经来到了他的领地 那这只金色宠兽 他阿奇米就要定了 美丽的蜘蛛女士 不知道您的主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可以帮我引荐一下吗 我想和他做个朋友 黑金蜘蛛摇了摇头 嘴中的语气也开始充满杀意 我讨厌说谎的人 所以我现在就要把你吃掉 如果你想见到我的主人 就努力活下去吧 随着黑金蜘蛛不断说话 他周围的黑丝 也开始不停覆盖着周围所有空间 希望你等一下 能为我主人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 可别死太快了哦 希希 话音说完 黑金蜘蛛的身影就消失在原地 与周围的黑丝融为一体 唉 看来只能先把你打扶了 阿奇米微微摇头 五米高的巨大身体 很快开始不断发生变化 黑丝的雾气在他身上 像火焰一样燃烧 他环顾四周 大量的黑丝 把他环环包围 编织成了一道巨大的黑网 突然 大量的黑丝不断缠绕 变成一把把尖锐的长矛 从四面八方猛地射出 瞬间就把阿奇米 穿成了一个巨大的海胆 哈哈 没用的 阿奇米站在原地狂笑 周围所有的蛛丝长矛 都被他身体周围的黑雾抵挡 刚刚我已经用天空之眼 查看了你的等级 你才不过五十级而已 甚至连世界等级 都还是第一级 而我的世界等级 可是第三级啊 对你有着绝对的实力压制 你应该感觉到了吧 你对我造成的伤害实不存一 根本就破不开我身上的事 阿奇米大声狂笑 他的四肢手掌飞速挥舞 指尖就像利刃一样 不断切割 瞬间就把身上 所有的黑毛全部斩断 而且 黄金取其成的世界等级 可是二级 还是属于我们蟑螂人的 本土世界 你的世界等级 已经被这方天地压制 在这个世界中 你最多只能发挥 百分之五十的实力 而我 作为这个世界的原生种族 实力可是还得到了增幅的 你绝对不可能赢我 阿奇米争鸣一笑 整个人就化作一道残影 来到黑金蜘蛛面前 蟑螂黑四圈 只见阿奇米的手臂 猛地膨胀数倍 甚至超过了身体的体积 大量的黑雾 在它拳头中 像漩涡一样不停流转 一拳 恐怖的声浪席卷四周 竟然把整个猪网结界 打出了一个直径数十米的大坑 这还是黑四领域的结界 第一次被人打破 果然不愧是金色传说 品质的重兽 在如此实力压制之下 居然躲过了我的致命一拳 阿奇米猖狂大笑 他慢慢转身 看向背后的猪网处 刚刚的一拳 并不是毫无作用 这只蜘蛛虽然躲过了 但已经受伤了 他盯着面前神色淡定的阿奇米 瞬间就消失在原地 只见破开的猪网大洞 开始不断愈合 而黑金蜘蛛 也开始化作一道黑色残影 在猪网结界中来回跳跃 无数的黑影交错 几乎布满了整个猪网空间 只是一个呼吸间 黑金蜘蛛就在阿奇米身上 传插了数千次 大量的斩机 让阿奇米身上 开始出现剧烈的火花 轰鸣声不断 阿奇米站在原地 他身上的黑雾不断燃烧 没有做出任何抵挡的姿势 没用的 你对我攻击再多次 也没有用 你的主人 应该只是一个幸运的菜鸟吧 他没有告诉过你吗 只要拥有游戏等级的存在 可是存在等级压制的 我和你的等级差了50节 而且还有世界等级的压制 你根本就无法破开我的事 阿奇米猛地向右探出手 一瞬间就把黑金蜘蛛 抓在了身前 大量的黑雾从手掌中涌出 瞬间就把黑金蜘蛛层层包裹 压制得动弹不得 而且 你连试都不会运用 居然还妄想挑战我 真是可笑至极啊 就在阿奇米大笑之时 高空中猛地落下巨大的蛛丝长矛 瞬间就展在黑金蜘蛛的猪腿上 他居然直接自断双腿 挣脱了阿奇米的束缚 鸡鸡 黑金蜘蛛挣脱之后 瞬间就引入猪网中 他在黑丝领域中是 可以持续引身的 可惜这个能力 正好被空中的天空之眼所克制 阿奇米缓缓移动脚步 他咧嘴大笑 闲庭漫步般 在整个猪网结界中 随意地行走着 你还不放弃吗 没有用的 你绝对不可能赢我 而且你不觉得 你的主人 只是一个垃圾的庸才 居然把如此珍贵的你 独自派到战场 你现在面对如此的险境 面对如此强大而可怕的我 全都是因为 他的错啊 听着绿色海螺翻译过来的声音 隐藏在猪网中的黑金蜘蛛 再也忍受不了了 主人那么可爱 那么娇小 这只臭虫子 居然敢说出如此大不敬的话语 方圆几公里的地面 猛的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大量的黑丝从地面破土而出 就像密密麻麻邪恶的线虫 在空气中不断扭曲蠕动 好像整个世界 都只剩下这些黑色的蠕虫丝线 包裹在阿奇米周围的黑网珠球 也猛的爆开 瞬间就与大地上的所有黑丝融为一体 黑金蜘蛛 站在这些黑丝组成的草地上 身上突然开始爆发出猛烈的气势 一道道黑雾 开始从他身体周围显现 很快就像一道巨大的狼烟冲向天空 阿奇米看着面前变得更强的黑金蜘蛛 已经兴奋的合不拢嘴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你居然已经开始掌握室 而且 这世的品质居然如此之高 看来你的天赋 就算在金色传说级别中 也是绝对顶尖的存在 哈哈 我是何等幸运呢 只要得到你 我绝对可以在国王游戏中脱颖而出 成为黄金蟑螂帝国真正的王 阿奇米仰天狂笑 她的身体周围 开始出现一件件蓝色品质的秘宝 很快就融入了身体中 美丽儿可爱的蜘蛛女士 请我郑重地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真名叫希特 黄金 阿奇米 是黄金帝国第69位皇子 拥有强大的紫色天赋血脉 并且是整个黄金取其成的王 统治着这片土地十几亿的蟑螂人 我是这个世界中绝对的最强者 是当之无愧的至高王 请让我以最强的姿态来迎接你 让你看看 我和你那位垃圾主人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就在阿奇米疯狂大笑时 她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道娇小的身影 喂 你刚刚说什么 阿奇米一愣 背甲的翅膀打开 猛地就消失在原地 在出现时 她已经停在了数百米之外 神色警惕 阿奇米看向自己刚刚停留的地方 只见那里出现了一个 全身绑着白色绷带的奇怪猴子人 什么情况 这只奇怪的猴子人 什么时候来到她背后的 怎么她刚刚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阿奇米死死地盯住王莽 她并没有从王莽身上 感觉到强大的气息 但却又下意识地想要远离王莽 是使用了什么隐藏气势的秘宝装备吗 居然能在无形中 让自己觉得危险 阿奇米很快就恢复冷静 这道身影她有些印象 就是刚刚天空之眼查看时 第一眼看向的人影 不过因为她的气息很弱 所以阿奇米并未在意 对面 王莽看了一眼阿奇米 她刚刚因为在远处 看到自己可爱的黑宝被虐 所以不忍心便跑了过来 结果不小心把阿奇米的话 全部听到了 所以 她现在急需要搞清楚一件事 喂 你刚刚说什么 你就是这蟑螂人世界中的最强者 阿奇米眉头一皱 根本就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哼 搞了半天 原来就是你这只猴子 在背后捣鬼 阿奇米紧张的身体缓缓放松 不过在心中 却提起了十二分警惕 对方竟然敢如此 大张旗鼓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绝对是有所依仗 你应该就是这只蜘蛛的主人吧 阿奇米表面固作轻松地说道 但心中却意念一动 很快让万米高空的天空之眼 就转动眼球 朝着王莽看去 人物 种族 固有天赋 等级 LV50 体质 精神 能量 职业 通用技能 嗯 阿奇米看着天空之眼 反馈过来的面板属性 整个人愣在一旁 紫色品质的奇物 天空之眼居然失效了 他居然无法看到 王莽的各项信息 你身上居然有一件 超越紫色天空之眼的奇物 而且还是隐藏信息的奇物 阿奇米双眼瞪大 嘴角也不由自主地裂开 整个五官不断上扬 因为兴奋而变得扭曲 这些宝物 现在都是他的了 对面 王莽看着兴奋不已的阿奇米 又再次问道 你真的就是这个 蟑螂人世界的最强者 阿奇米根本就没有搭理他 而是整个人都沉浸在了 自我兴奋的喜悦中 太棒了 你真是我的宋宝童子 哈哈 这只猴子人的等级 只有50级 世界等级 应该和这只蜘蛛一样 只是一级 在差距50级的等级压制下 对方最多只能对自己 造成10%的伤害 在世界等级相差两级的情况下 对方对自己的伤害 还会数倍降低 而这里可是他们蟑螂人的事情 对方的实力又再次被削弱 自己却得到了世界的祝福 变得更强 阿奇米仰天狂笑 在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 这猴子人拿什么和他斗 阿奇米猛地低头 狂笑的声音戛然而止 地面崩碎 他超过5米高的庞大体型 瞬间消失在原地 开始在地面中飞速奔跑起来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空中划过一道金色残影 阿奇米瞬间就来到了 王莽的头顶上空 四肢拳头紧绷膨胀 全身的肌肉不断收缩 以惊天之势向王莽压来 而对面的王莽 还愣愣地站在原地 他正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他该不会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吧 就在气势惊人的巨拳 马上要击中王莽之时 一股恐怖的星际 突然遍布阿奇米的全身 危险 极度危险 阿奇米在看向王莽 这感觉面前的王莽 突然变成了一只百米凶兽 正要把他吞入腹中 双眼瞪圆 猛地张开背后的翅膀 阿奇米瞬间就放弃进攻 惊恐地退到了千米开外 地面被划出一道长长的沟壑 阿奇米止住身形 但心脏还在飞速跳动中 怎么回事 刚刚那种星际是怎么回事 阿奇米愣愣地再次看向王莽 对方明明就是一个瘦弱的猴子人 他身上的事 甚至还没有达到物化阶段 但自己刚刚要攻击对方 却感受到了致命的危险 不对 你在炸我 阿奇米突然反应过来 对着王莽愤怒地大吼一声 黄金取其成的世界等级是二级 只要玩家的世界等级超过二级 这个世界的盖亚意识 就会对我们这些本土生物示警 而我作为这个世界的最强者 绝对会在第一时间 得到世界盖亚意识的感应 所以你的等级真的只有五十级 所以 你真的是世界等级为一级的垃圾而已 我刚刚居然差点被你骗了 不可原谅 阿奇米一张开大嘴 愤怒地看向王莽不断咆哮 怒吼以后 他整个身体都开始剧烈膨胀 金色的甲铐不断裂开 星红的肌肉开始遍布整个身体 随着身形不断拔高 他头上的金色独角也开始向上延伸 变成了一个月牙弯形 同时在他的背甲上 大量的金色骨刺开始从脊背长出 像剑龙一样整气排列在身后 四臂金角 龙骨剑背 黄金 阿奇米第一形态 金角龙背蟑螂 此时 阿奇米的身形已经拔高到了十米 浑身都有大量的黑雾缠绕 他再次看向王莽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你的天赋一定很强吧 但你太过自负了 在中末之海中 等级才是所有玩家的根本 阿奇米飞到天空中 居高临下地看着王莽 神情凛冽 你的宠物我收下了 你身上的所有宝物 我也全部向那了 再见了 你这个只会装神弄鬼的垃圾 阿奇米猛地举起四手 大量的黑雾在他拳中不断汇聚 黄金 阿尔什的荣耀之光 随着阿奇米花音落下 他整个人如一道金色的流星 从天空中急速落下 向着王莽砸去 只见以王莽为中心 方圆数百米的土石纷纷崩裂 地面出现了一个直径 超过百米的大坑 一股恐怖的冲击波 向四周开始扩散 把地面上的所有黑丝 全部冲散 烟尘过后 阿奇米重重地落在地上 他四手打开 抬头闭眼拥抱着整个世界 开始疯狂大笑 他的天赋血脉 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他对事的掌控 却极有天赋 在自己这一招下 对方绝无幸免 回头望了一眼 面前的百米巨坑 阿奇米正准备转身离去 但是一道声音 却突然从坑洞中传出 这不会就是你全部的实力吧 也太弱了吧 阿奇米一惊 猛地回头 只见在坑洞中 王莽居然原封不动地 又站在坑洞中心 就像什么事 也没有发生一样 自己刚刚致强的一招 居然并没有对王莽 造成太大伤害 阿奇米看了一眼 王莽身上缠着了大量绷带 突然恍然大悟 哼哼 原来这就是你自信的底气吗 一件高品质的大海秘宝 这些绷带 既然能承受我的一击 恐怕绝对是属于 紫色稀有品质的强大宝物吧 阿奇米从未想过 对方可以打败自己 在如此多压制的情况下 就算是拥有五星天赋的超级天才 也一样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而他是已经达到了黑魔级 就算对方的天赋能力 再特殊再诡异 也无法对自己生效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马上就帮你脱下这件乌龟壳 然后把你踩死 一瞬 阿奇米消失在原地 瞬间就来到了王莽背后 庞大的身影把王莽全部覆盖 四肢巨大的拳头高高举起 然后猛地落下 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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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恐怖的声浪不断席卷 让整个百米坑洞中 再次刮起了剧烈的狂风 阿奇米的职业是 稀有职业狂战士 配合他强大的身体素质和天赋血脉 在如此近的距离下 没有谁能挡住他的进攻 这只猴子人 死定了 随着阿奇米疯狂出拳 王莽就像一块破布一样 在空气中不断变形 黄金 破星龙杀拳 四拳其出 王莽瘦小的身体 如流星一样 被重重地击飞到了千米高空 阿奇米双腿下压 打开翅膀 猛地一跃 他变成一道金光 急速飞向天空 只是一个呼吸间 就来到了王莽的上空 再次举起四肢粗壮而庞大的拳头 无数的拳影 开始向着王莽打去 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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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在空中落下了 这短短数秒之间 就有数千拳打在了王莽身上 让他再次如流星一般 重重地砸入地底 消失不见 这次该死了吧 阿奇米停在半空中 胸腔不断起伏 喘着粗气 只是由于片刻 阿奇米就决定上去 把王莽的尸体 错骨扬灰 毕竟在中末之海中 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能力 他绝不会给对方 任何翻盘的机会 就在阿奇米准备 飞升而下时 王莽的身影 很快就从深深的 地洞中跳了出来 他站在原地 但却还是毫发无伤 喂 你真的是这 蟑螂人世界中的 最强者吗 感觉不太行啊 还有没有更厉害的招式 王莽扭了扭脖子 对方的攻击虽然还不错 但是和黑色金刚 比起来还是差远了 就这样的攻击 即便站着给他 打上几个小时 恐怕才能把他身上的 封印打掉一层 阿奇米停留在半空中 眼睛微微眯起 某种品质极高的 防御类天赋 但 他还是太年轻了 要知道 无论中末之海中 觉醒的能力有多强大 都会因为能量的原因 而存在缺陷 防御力强又如何 只要把他的能量 消耗殆尽 对方就会变成 待宰的羔羊 阿奇米争鸣一笑 整个人再次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只见大量的黑物 像泉水一样 从他身体中喷涌而出 开始覆盖周围的 所有空间 这些黑物层层缠绕 化作黑膜 头上的金色独角 也开始分叉 变得如夸张的鹿角一般 在他背后 大量的黑魔不断延伸 长出了一对 大大的蝴蝶翅膀 一只只金色的眼睛 在翅膀中睁开 看上去极为诡异 呼 他背后的翅膀轻轻一扇 周围就像刮起了 十几级飓风 声势惊人 黄金 阿奇米黑魔第二形态 鬼角黑死蝶 我已经很久没有 使用这个形态了 你死得不冤 阿奇米停在半空中 神色冷漠地 看向地上的王莽 世界上最强的防御 就是进攻 这只猴子人 明显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现在就扒下着猴子人 身上绷带 让对方感受一下 极致的恐惧 鬼角黑死蝶形态的阿奇米 携带强大的是 从天空中落下 战斗再一次开始 远处 四位蟑螂人 金被行者正在观望 他们背后 还整齐站着 十万银鬼军团 并且全副武装 在右边 蟑螂母圣殿的 九位神圣大神官 已经全部赶到 他们身后 还跟着数千名 白袍蟑螂人法师 在左边 一群白袍蟑螂人 正在不断施法 周围地面 已经长出了 数百个巨大的藤蔓植物 在植物中心处 正长出了一个个 鲜艳的红色花苞 里面蕴含着恐怖的能量 阿奇米殿下 居然已经使用了第二形态 看战场的情况 对方是毫无招架之力啊 那是肯定的 殿下必定是拥有 正统皇子血脉 实力远超你我等人 这入侵者 恐怕已经完了 阿奇米殿下 真是强大 每次看到 阿奇米殿下 这样的形态 我总是感觉到 巨大的差距 不过 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 对方既然有备而来 恐怕肯定有人接应他 大家看好周围 绝对不能让此人被救走 是 就在所有蟑螂人 警戒四周之时 王莽正像一个沙包一样 被阿奇米打得到处乱飞 他瞥了一眼 阿奇米猙獰的笑容 叹了口气 难道他真的是 这群蟑螂人中的最强者吗 可是 怎么这么弱 王莽失望地低下了头 他明明一直期待了很久 他早就已经对在荒岛中 虐小怪兽麻木了 本来他还希望 在这蟑螂人的世界中 找一群强者 然后来一场势均力敌的 惊天地气鬼神的大战 可惜 可惜什么引鬼军团 蟑螂大神官 蟑螂人行者 一切都只是他幻想出来的强者 自己小心谨慎的行为 居然变成了小丑 哈哈 小丑居然是我自己 在天空中像皮球一样 被阿奇米踢来踢去的王莽 猛地止住身形 你这只死蟑螂 是不是对强者有什么误解 就你这个丑样子 也可以称之为之强者吗 为什么这个游戏世界 不按套路出牌 我明明已经走出了新手村 怎么你们这里连新手村都不如 王莽疯狂大吼 整个身体也在不断膨胀变大 终极肌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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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肌肉强化120倍 肌肉增幅4800% 王莽肌肉强化形态 恶魔之脚 赤龙 随着肌肉强化的解放 王莽的体型直接超过了阿奇米 而且比他更加魁梧霸道 密密麻麻的肌肉 在他身体中不断堆积 让他像一个黑红色的 肌肉恶魔降临人间 沉身 扭腰 转身一拳 一道巨大的拳风直冲天际 让阿奇米飞来的身体 猛地停住 低头看去 他的胸腔中 已经破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从空洞中远望 天上的夕阳已经躲入云层 黑夜即将降临 阿奇米愣愣地看着面前 突然出现的肌肉巨人 满脸都不敢相信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只猴子人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 巨大的黄金身体 从空中不断坠落 然后深深地砸入地中 扬起一片灰尘 刚刚气势如虹的阿奇米 居然只被一拳 就被打得重伤在地 远处 正守在一旁的蟑螂人大军 很快就发现了战场的异样 所有人大惊失色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只肌肉怪物 是什么玩意 阿奇米殿下居然败了 是某种变身天赋吗 居然可以突然强化到这个地步 快叫阿奇米殿下 不能让殿下死在这里 一声令下 十万银鬼蟑螂军团 全部都飞上天空 向着王莽的方向飞去 这些银甲蟑螂人 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玩家强者 他们是黄金曲奇城中 最强大的军队 八百年来从未有过败尽 好 啊 十万银甲蟑螂人 其声大吼 君威震天 他们飞向天空 把肌肉王莽团团包围 天上地下 以无路可逃 随着他们整齐聚吼 所有银甲蟑螂人身上 都开始散发着黑色的雾气 这些黑物像线一样不断连接 凝成一股 变成巨大的黑云 遮住了整个天空 随着这黑云不断变化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同时出现了四尊 由黑物凝聚成的 白米蟑螂神将 他们手拿兵器 面目猙獰 围着王莽怒目而视 好 啊 十万银甲蟑螂人 再次聚吼 四尊白米高的蟑螂神将 猛的都向中间的王莽 骑骑骑去 就在十万银甲蟑螂人 发动攻击时 摔在地上的阿奇米 也再次站了起 胸前的巨大伤口 正在飞速修复 他和王莽之间 有着两极世界等级差距 游戏规则会帮他 承担九成以上的伤害 所以他刚刚虽然 看上去很惨 其实并没有生命危险 阿奇米起身后 翅膀一扇 瞬间就退到了 十万银鬼军团身后 他脸色凝重 直接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颗白色的海螺 开始联系远处的 四位蟑螂行者 等下准备好 让所有的破灭死光花 同时攻击 绝不能让这个绷带人 活着离开这里 再让九位神圣大神官 准备时光封印术 我会为他们争取时间 阿奇米说完 就从空间背包 拿出几件恢复体质 和生命的秘宝果实 开始恢复身体的伤势 同时 他手中再次小心地 拿出了三颗金色的光球 材料 世界之力 品质 金色传说 简介 来自蟑螂帝国的世界之力 拥有着神奇的力量 效果 直接使用 可以短暂地提升 自身实力和世界等级 也可以用来强化世界 评价 四颗星 看着手中的世界之力 阿奇米犹豫片刻后 眼神就变得更加坚定 这些世界之力 是他攒了十几年金色秘宝 本来是为了在之后的 国王游戏中使用 但今天却不得不提前消耗了 只要能把王莽斩杀 从他身上的收获 一定可以弥补自己的损失 阿奇米不再犹豫 瞬间就把三颗金色的世界之力 融入身体中 整个身体再次开始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就在阿奇米融合世界之力时 天空中围困王莽的 四尊百米蟑螂神将 突然猛地爆开 巨大的冲击波席卷 把十万银鬼蟑螂军团 全部震飞 王莽站在原地 他手中已经解开了一条绷带 第一层封印解除 环顾四周 天空中不断有 银甲蟑螂人落下 就像下饺子一样 噼里啪啦地落个不停 呵呵 居然想要以示压我 就凭这十万蟑螂人 完全不够啊 王莽猙獰一笑 一口大白牙 看上去邪恶至极 而随着第一层封印解除 他身上的黑色雾气 猛地向外扩张 瞬间就覆盖了方圆百米 四位行者看着远处夸张的一幕 所有人都心跳加速 感觉到了一股极致的恐惧 开始降临 快 快 准备发射 破灭死光花 一声令下 远处整齐生长着 数百颗红色植物花苞 迅速盛开 几百刀巨大的红色死光 不断对准王莽拼命射击 此时 阿奇米也已经融合了 三颗世界之力 身体再次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他的身形已经拔高到了20米 全身金黄 背甲和肩膀上 都出现大量金色骨刺 头上的独角也再次长大 大量紫金的纹路 在独角上刻印缠绕 甚至有雷虎闪烁 黄金 阿奇米第三终极形态 紫金雷角兽 阿奇米再一次看向王莽 在使用世界之力后 他现在的实力 比之前至少强了数倍不止 这次 他绝对不会输 阿奇米飞身划过 整个身体 直接变成了一道金色的流星 上面还有大量的紫雷闪烁 给我死 奔雷破神拳 阿奇米怒吼一声 直接就打出了自己的至强一击 蹦 一声巨响 恐怖的冲击波 就像波纹一样 像周围席卷而过 覆盖了方圆数公里 只见刚刚飞来的金色流星 猛地撞向王莽 但在碰触的刹那间 就以更快的速度倒飞而出 数千米外 阿奇米的身体只剩下半截 他的胸腔以下 已经被全部打爆 只剩下头部还算完整 不可能 不可能 这可是我的最强形态 我怎么会说 我怎么会说 远处 王莽庞大的身体 冷漠地看着阿奇米 他手中已经解开了第二条绷带 第二层封印解除 一个深蹲起跳 王莽就跃出千米之外 重重地落在了阿奇米身前 阿奇米 你太弱了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强者 王莽说完 就准备再次解开一层封印 而就在这时 天空中 一道七彩的光束 猛地向王莽射来 瞬间就把它团团覆盖 这七彩的光芒不断收缩 几个呼吸之间 就直接把王莽 变成了一个巴掌大小的 七彩水晶球 悬浮在半空中 片刻后 四位蟑螂人行者 和九大神圣大神官 匆匆赶来 跪在了阿奇米面前 殿下 您没事吧 阿奇米摇了摇头 由于有世界等级的保护 他的身体 很快就恢复了大半 众人再次看向 漂浮在天空中的 七彩水晶球 都微微松了口气 没想到这人实力如此之强 十万银鬼军团的军阵 都被他轻易破开 是啊 他身体的防御力 实在太夸张了 数百道破灭死光 就是连百米巨兽都可以斩杀 却连让他受伤都不行 殿下 这人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以前怎么从未听说过 阿奇米摇了摇头 这人实力如此之强 而且还拥有这么多金色秘宝 恐怕来自内海某个大事件 哼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他现在已经中了时光封印术 最少也可以封印他一个月 只要我们把时光封印球 带到世界之树下镇压 他便永远也别想再出来 阿奇米看向时光封印球 心中冷笑 就算你实力再强又如何 在周末之海中是讲实力和背景的 阿奇米来到时光封印球面前 刚刚准备伸手去拿 只见在时光封印球上 突然开始出现一道微小的裂痕 这裂痕越来越大 眨眼间就布满了整个表面 蹦 一声巨响 整个时光封印球就猛地爆开 往往庞大的身体 再次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随着他的身影出现 大量的黑雾开始像火焰一样燃烧 把所有人都笼罩在其中 而他的手中 也再一次多了一条白色绷带 第三层封印解除 不可能 我们九人可是消耗了 寿命使用的时光封印术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破开 几位神圣大神官满脸惊恐 时光封印术可是魔神禁术 对方居然可以提前破开魔神禁术 这人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阿奇米看着王莽的身影 整个身体都开始恐惧地颤抖起来 时光封印术 居然只封印了对方不到数分钟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而且他比刚刚又变强了 他难道没有极限吗 王莽扭了扭脖子 他环顾周围所有惊恐的蟑螂人 突然开始放声大笑 你们刚刚打爽了吧 我可是基本都没有还手哦 但我王莽的原则就是 王莽争鸣一笑 露出一口夸张的大白牙 就是只要有人敢欺负我 我便十倍 百倍 千倍奉还 王莽疯狂大吼一声 旁边的地面突然裂开 黑金蜘蛛出现在他身旁 一人一兽 很快便合为了一体 八目六臂 身如黑铁 嘴如恶兽 周身有黑云缠绕 王莽合体第二形态 流离身 八目恶鬼佛 随着王莽展露真身 周围所有的蟑螂人 再也承受不住 周围恐怖的威压 全部都跪倒在地 而只有阿奇米一人 正用双手撑地 死死地支撑住了身体 他可是王族 他绝不能跪下 王莽看了他一眼 并未理会 只见他六臂朝上 猛地张开大嘴 直接开始准备展开黑丝领域 只见大量的黑丝 从王莽的手臂和口中喷涌而出 像黑丝的瀑布一样 直冲到万米高空 然后向着整个黄金曲城 开始笼罩 两个小时后 太阳已经快要落入地平线 黑夜已经开始降临 而整个黄金曲奇城 也被全部笼罩进了 黑丝领域中 在黄金曲奇城的内城上空 一道巨大的蛛丝王座 悬浮在半空中 在王座之上 王莽单手撑头鞋靠着 脸上无喜无悲 他准备把黄金曲奇城 十几亿蟑螂人 全部灭杀 一个不留 在王座的下方 阿奇米等所有的蟑螂人 都被蛛丝盘成重拣 然后像青天娃娃一样 悬挂在半空中 密密麻麻 随风飘夜 坐在王座上 看着底下不断惊恐 而挣扎的蟑螂人 往往却感觉不到任何的快意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他变成这种 至强形态后 他便会无喜无悲 不再被任何情绪所左右 但同时也不会得到 任何情绪的反馈 随着黑丝领域 笼罩住整个黄金曲奇城 他已经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这黄金曲奇城中 十几亿蟑螂人 所有的一举一动 黄金曲奇城 外城 大量的黑蟑螂人 抬头看向天空 整个世界 都好像被黑色的珠网所笼罩 所有蟑螂人都感受到了 那珠网上存在着恐怖的气息 无尽地杀一向 所有蟑螂人压迫而来 看着不断收缩的珠网结界 恐慌开始蔓延 大量蟑螂人 开始疯狂逃窜 往内城的方向跑去 那里有着黄金曲奇城 最强大的军队 也是这岛上最安全的地方 拥挤的街道上 有蟑螂人不小心摔倒 然后很快就引发踩踏事件 被活活踩死 有蟑螂人想趁乱进入商店偷抢 结果被人乱棍打死 有蟑螂人因为贪欲 舍不得自己的财产 而被珠网切割成了一块块土丝薄片 王莽端坐在王座之上 他就像神一样 看着在危机中 不断暴露裂根性的蟑螂人 如此裂等的种族 如此丑陋的种族 今天 他就会成为纠正错误的神 把这群恶心的蟑螂人 永远消灭在这世界上 远远往黄金曲奇城看去 只见黑网遮天 腰云压城 八目六臂 神威震天 外有十几亿蝼蚁苟且偷生 内有十万强敌 虫茧如山 真是好一幅末日天灾般的景象 王莽高坐在王座上 无喜无悲 他缓缓地伸出一只手掌 只要他现在用力握紧手掌 整个黑丝领域就会急速收缩 把十几亿蟑螂人全部灭杀 他应该感觉到兴奋的 因为这种随意就可以决定 十几亿生命生死的感觉 简直就是杀戮的极致快感 可是王莽此时 却没有任何兴奋感 他张开手掌 迟迟没有握紧 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闭上眼睛 他的意识开始上升 就像神一样俯视众生 看着城中的所有蟑螂人 恐惧逃窜 在黑丝领域的边缘 大量的蟑螂人 开始向内城涌来 想要得到银鬼军团的保护 一只蟑螂人母亲步履蹒跚 被甩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他手中拿着一个大大的包裹 背上还层层叠叠地 爬着十几只小蟑螂 妈妈 天上的是什么洞线 好可怕 别看 别看 快低头 妈妈马上带你们离开 妈妈 爸爸呢 蟑螂母亲沉默着 没有说话 他用手遮住小蟑螂们的眼睛 然后艰难地向前奔跑着 即便在这最危险的时刻 他也紧紧抱着胸前的大包裹 这是他们一家最后的口粮 要是不小心丢了 他的孩子们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 别怕 你们抓紧妈妈的背 妈妈现在就带你们去城里 只要到了城里 我们就安全了 蟑螂母亲说着 就拼尽全身的力气 向内城跑去 而在他身后不远处 黑丝领域的结界 已经马上要追上他们 最多半个小时 这只蟑螂母亲和他的孩子们 就会被切成薄片 变成一滩血肉碎泥 往往的视线 停留在这只蟑螂母亲 和他的孩子身上 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他脑海中又出现 波尔船长的身影 这是把他带出荒岛 也是他接触最多的蟑螂人 他的面前 好像出现了波尔船长的笑脸 我的真名叫卡斯拉 爱丽 波尔 欢迎您乘坐黄金蟑螂117号 波一可是我最自豪的孩子 这件东西 您肯定需要的 我们家族奋斗了几代人 才终于在这中城买了庄园 您真是一位大度而幽默的人啊 虽然他们都长着蟑螂的模样 但他们好像和人 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再一次看向 那只蟑螂母亲的背影 王莽突然想起了小时候 他母亲曾经也这样 背过小小的自己 在风雨中艰难前行 我现在就要杀了这位母亲吗 就在他犹豫不决时 耳边好像出现了 一道道诱惑的声音 你为什么犹豫 快杀了他们呀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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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一切生命 他们只是一群蟑螂而已 是一群讨厌的虫子 你是圣母吗 你还在犹豫什么 怎么可以被人欺负 快毁灭这个世界 快杀死这群该死的虫子 随着他犹豫的时间越来越久 这些声音不断开始 从他心底出现 声音越来越大 王莽闭着的八只红颜 猛地睁开 无喜无悲的脸上 突然变得非常愤怒 并开始疯狂大吼 你是什么东西 居然还想叫我做事 随着聚吼声 整个天空中 都出现巨大的音波 一层一层响彻天际 王莽从王座上站起 六臂张开 整个人对天疯狂咆哮 只见他的眉心处 一只诡异红色的树眼 破开层层绷带封印 从他的皮肉中的张开 里面三颗星红的眼球 挤在一起 正在飞速地上下左右晃动 愤怒的王莽 似乎也察觉到异样 只见他六只臂膀 收拢在胸口 大量白色的绷带被撕裂 封印第四层解除 封印第五层解除 封印第六层解除 随着每一层封印解除 他身上的黑雾 就会拼命向外扩张 当解除到第六层时 整个蜘蛛王座 已经被大量的黑雾所笼罩 在蜘蛛王座下 所有被捆成虫茧的蟑螂人 全部都已经昏死了过去 只剩下阿奇米 一脸惊恐的张大嘴 口中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自己之前 到底做了什么 居然还妄想和这种 恐怖的存在为敌 而随着王莽解开 第六层封印 他身上恐怖的气势 直接从内城中 席卷整个岛屿 所有拼命涌向内城的蟑螂人 全部都停下了脚步 危险 内城中有极致危险 这是他们身体的本能在警示 转身 所有的蟑螂人都开始争先恐后 向远离内城的方向 死命狂奔 内城天空上 王莽仿佛魔神般的身体 屹立在黑色的火海上 在他恐怖的气势之下 头顶的树眼已经消失不见 他再次望向整个黄金取其成 脑中已一片清明 这些蟑螂人和荒岛中的怪兽不同 他们不像那些荒岛怪兽 只是某种能量的聚合体 他们是真正的智慧生物 他们不是游戏中的NPC 而是真正有血有肉 有思想的文明种族 除了外形和习性 与人类有很大的差别 他们很多方面 其实和人类有相似之处 他能感觉到 如果自己就这样 灭杀了这十几亿智慧生命 肯定会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事 这是他超强体质所赋予的第六感 几乎每一次都没有出错过 而且最重要的是 刚刚那只巨眼魔神 居然在试图操控自己 如果自己刚刚真的动手 恐怕就中了对方的陷阱 然后迷失自我 成为只知道杀戮的傀儡存在 其实 你们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对吗 是那个黑色马赛克人影 还是在之前荒岛中 出现的深渊巨眼 王莽抬头看向天空 似乎在某个方向 有几双眼睛 正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哈哈哈哈 老子王莽天生翻鼓 谁他妈都不服 我干你呀的 王莽对着天空大吼一声 覆盖在黄金曲奇城上的黑丝领域 开始迅速消失 如果变强了 代价是失去自我 那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王莽从王座上一跃而下 看向阿奇米和他的十万银甲军团 虽然他放过了黄金曲奇城内的 十几亿蟑螂人 但是这群试图对自己图谋不轨的家伙 今天必须死在这里 王莽走到阿奇米面前 此时 阿奇米的身影已经缩小到了正常体型 他在王莽面前 就像一个脆弱的婴儿一样 看着王莽不断走来 阿奇米满脸惊恐 他拼尽所有的力气 才让黑魔包裹住自己的身体 从王莽恐怖的气势中 挣脱了出来 他现在终于能说话了 大人 是我瞎了眼呀 求您放过我 我愿意做您最低贱的奴仆 我愿意为您舔尸 阿奇米突然犹豫了 他可是拥有高贵的 黄金蟑螂王族血脉 怎么可以给一个异族去舔脚趾 但他的犹豫只维持了一瞬 王莽刚刚恐怖的魔神形象 就再次布满他的整个脑海 我愿意 我愿意为您舔尸脚趾上的 王莽的动作也丝毫没有停下 缓缓举起右脚 他以居高临下的姿势 看着面前卑微的阿奇米 为什么每一个蟑螂人都喜欢舔脚趾 他们不会觉得恶心吗 阿奇米瞳孔放大 即便他放弃了尊严 也还是要死了吗 我可是拥有高贵黄族血脉的黄金一族 我可是从数万皇子中脱颖而出 才拥有了这块领地 我还要成为王啊 我绝不能死在这里 求您放过 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我愿意与您签订契约 永远做您卑贱的奴仆 我愿意让整个黄金取七成世界 成为您世界的殖民地 与您的世界融为一体 求您 放过我 阿奇米拼命嘶吼 头重重地撞在地上 整个人已经卑微地趴下 而他与地面碰触的脸 也早已经扭曲变形 开始痛哭流涕 大下国 黑色禁区 第七曲 张小龙手拿长刀 眼神灵力 在他对面 是一只体型超过五米的大青线 此时一人一兽正四目相对 空气好像静止 只见张小龙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一股无形的气势 从他身体中迸发 使得对面的大青械惊恐而逃 这就是试吗 还真是神奇的力量 据他们 从零号玩家那里得到了情报 所有玩家在击杀怪物后 身体中就会获得一丝私事 特别是越级斩杀强大的怪物后 获得的试会格外多 他的天赋 是三星紫色天赋 无感强化 所以 他也成为了整个第七区 第一个可以操控式的人 不过他身上的试 还是太弱了 即便是权力爆发 也只能吓一下这些小怪兽 而且持续的时间非常短 想到是 他脑海中不由自主地 想起了那个男人 那么夸张的是 他到底越级斩杀了多少怪兽呀 真是不敢想象 其实他能感觉到是 也要多亏王莽的帮助 就是因为感受过 王莽身上的恐怖气势 他才能发现 自己身体里的这种力量 就在张小龙回忆之时 他身旁的卫星电话突然响起 是李局长打来的电话 张小龙 把你们小队全部带回总部 来实验室 以最快的速度 是 张小龙挂断电话 很快就带着白燕 赵天霸等人 赶回了826秘密基地 刚刚回到总部 李勇就带着几个人 风风火火地走了过来 和张小龙等人一起 前往地下 通过一层层 极富科技感的闸门 所有人很快来到了地下深处 这里有许多身穿白大衣的 科研人员 正在到处忙碌 时不时可以看到 两边的实验室中 有着大量被分解的怪物尸体 从蓝星出现第一个怪物后 这座实验室就已经成立 是专门为研究怪物所建造 几人一路前行 很快就来到一间最大的实验室 陈博士正带着几个助手 研究着一具怪物尸体 张小龙侧头看了一眼 这居然是一只体型 超过两米的巨大蟑螂 他全身的甲铐 就像坦克装甲一般 极为厚重 他不但长得猙獰 头上的两条长长的蟑螂触角 竟然还在一闪一闪 发着淡蓝色的光芒 看到李勇等人过来 陈博士缓缓开口 李局长 你来的还真快 那就一起看看吧 李勇神色凝重地 看着台上的巨型蟑螂怪物 这是玩家刚刚在黑色禁区 十一区发现的新品种 而且只是短短几个小时 十一区周围 就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新怪物 这种怪物的实力 其实不算太强 但李勇还是心事重重 一方面是因为 之前的预言草图中 就出现过几只蟑螂的身影 另一方面是因为零号玩家 曾经提到过一个 拥有蟑螂外形的文明种族 难道是这个蟑螂文明 要入侵蓝星了吗 游戏的第二章 叫做家园守护 这恐怕就是蓝星 遇到的第一波入侵文明 看着眼神凝重的李勇 旁边的陈博士也缓缓开口 这些巨型蟑螂 和我们之前遇到的怪物 非常不同 它们的实力很弱 但是却拥有极强的防御力 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据我们现在的数据分析 它们如果进入休眠状态 可以不吃不喝 存活几十年 甚至更久 陈博士来到巨型蟑螂身旁 拿起一块拳头大小的 不硅则黄宝石 眼神中满是兴奋 而且这些蟑螂的身体表面 还镶嵌着大量深海之石 这和零号玩家 送给我们的样本一模一样 恐怕这些巨型蟑螂 并不是出自于荒岛 而是从海上飘过来的 陈博士又走到巨型蟑螂的头部 轻轻抚摸着 散发着荧光的蟑螂触角 而这只蟑螂身上 最具价值的 就是这只触角 这居然是一种 极为特殊的信号发射装置 如果能破解 我们将掌握一种 全新的通信手段 让我们的通信技术 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陈博士越说越兴奋 可一旁的李勇 却神色凝重 为什么不把这些信息切断 这只蟑螂 很有可能就是 外星种族入侵的探路兵 陈博士摇了摇头 这是一种未知的通信手段 我们不知道原理 根本就无法切断 而且现在切断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恐怕在他 出现在蓝星之时 我们的世界就已经暴露了 与其现在破坏 还不如拿来给我研究 说不定我能破解其中的规律 李勇听完 脸色阴沉 他犹豫片刻 转身就离开了实验室 并拿起电话 拨通了李军的号码 李军 准备一下 马上再去游戏世界 联系零号玩家 黄金宫殿 巨大的金色王座上 王莽随意地斜靠着 在王座的两侧 分别跪坐着十几个美貌的 银白色蟑螂美妾 由于王莽不好这一口 所以他们跪得有点远 在整个黄金宫殿中 放眼望去 以阿奇米为首的 所有蟑螂人都单膝跪在地上 列成横竖整齐的方阵 无一人敢抬头 王莽在最后 还是放过了阿奇米 因为他最后说的融合世界 让王莽非常感兴趣 而且 杀死这些蟑螂人的 并不会获得金燕 也不会获得宝香 相比于屠杀 奴役他们明显更具性价比 他这次来到蟑螂人的世界 一方面是为了 消除身体中的荒岛污染 然后提升等级不断变强 另一方面 就是为了找到回家的路 当然 如果能为蓝星找到一条出路 那就更好了 这些问题 都可以从这蟑螂人 皇子口中探知一二 阿奇米 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详细说一次 阿奇米上前 从怀中取出一件奇物 只见一层薄薄的光膜 把他和王莽笼罩 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声音 主人 我的这群手下 可能还有其他皇子的探子 请您原谅我的谨慎 王莽点头 对于这些细节并未在意 很快 阿奇米就再次开口 主人 黄金你弃成世界 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 只要通过世界术的链接 就可以打通两个世界的介域之门 然后通过消耗世界之力 让两棵世界术互相融合 最多不到一年 黄金取其成的世界之术 就会变成您世界的子术 王莽有些疑惑 便再次问道 成为子术又有什么作用 成为子术后 黄金取其成 所有蟑螂人产生的世界之力 会有大部分共享给您的世界 帮助您的世界抵御终末潮汐 阿奇米说完 又再次说道 并且两棵世界术融合后 便可以消耗少量世界之力 通过世界术之间的联系 进行远距离传送 同时 世界术还可以为您产生世界之力 供您享用 王莽听完阿奇米的话 眼中瞬间闪烁出光芒 远距离传送 那岂不是 只要世界术融合 它便可以直接回到蓝星 如果世界术融合 那多久可以使用传送功能 一年太久了 阿奇米低头 恭敬地回答道 主人 如果只是使用传送功能 只要在两棵世界术融合的前期阶段 就可以使用 最多三个月就可以了 三个月 王莽坐起身子 整个人瞬间来了精神 没想到如此简单 他就找到了回家的方法 他在低头看了一眼面前恭敬的阿奇米 突然觉得 这家伙顺眼了很多 其实仔细看阿奇米 他和蟑螂 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物种 金色的甲草 头上的独角 他整个人更像是 披着金色铠甲的重型机甲人 看上去还极具科幻感 阿奇米 你应该见识过我的实力 所以 你应该不会骗我吧 阿奇米猛地单膝跪地 恭敬而坚定地回答 主人 阿奇米绝对不敢欺骗你 我愿意拿我的性命担保 王莽坐在黄金王座上 仰头大笑 不用那么紧张阿奇米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 只要你表现得不错 我还可以 让你变得比现在更强 但你要是敢欺骗我 王莽走到单膝跪地的阿奇米面前 点着脚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要是敢欺骗我 你应该懂后果的 主人 我绝不敢欺骗你 王莽点了点头 聊天面板中突然传来的消息 李军上线了 王莽转身 再次坐到王座上 对着阿奇米命令道 好了 起来吧 我有点累了 你把所有人带走 还有这两边跪着的这些白蟑螂 我对这些女人 没有任何兴趣 阿奇米恭敬地起身 很快便带着所有蟑螂人 离开了黄金宫殿 只留下王莽一人高坐在黄金王座上 打开聊天面板 王莽很快就和李军交流起来 除了得知自己家人最新的消息 和交易的一些必需品后 他很快就从李军嘴中 知道了蓝星的变故 巨型蟑螂 看着李军发过来的图片 王莽皱了皱眉 这只蟑螂和他所见的蟑螂人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但似乎又非常相似 可是 为什么蓝星会突然出现蟑螂 王莽告辞李军 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个白色的海螺 这是刚刚阿奇米给他的通话海螺 阿奇米 过来见我 很快 阿奇米就再次来到黄金宫殿 丹西跪在王莽面前 阿奇米 刚刚我世界的朋友发来信息 说在我的世界 出现了某种巨型蟑螂 王莽形容了一下那蟑螂的模样 阿奇米很快就惊恐地跪在了王莽面前 主人 这绝不是我干的 肯定是有人背着我 获得了您的世界坐标 绝对不是我干的呀 王莽眼神变得阴沉 出现在蓝星的巨型蟑螂 果然与这些蟑螂人有关 看到王莽的眼神变化 阿奇米惊恐地再次开口 这种巨型蟑螂 是我们黄金一族培养的世界探索者 他们的实力不强 但是生存能力却极强 恐怕您的世界 已经被其他皇子发现了 主人 这真的不是我干的 我刚刚也才第一次见到您啊 我还以为您是世界吞噬者 所以才与您大打出手 而且我已经知道 您的实力如此之强 恐怕您的世界 到处都是强者 我跑去您的世界 那岂不是去送死吗 所以这肯定不是 他来到黄金取其成后 就一直狗在波伊家里 小心谨慎 这阿奇米肯定是不知道自己的存在 之前他恐怕也是因为魔神的影响 所以脑中突然出现 试探一下内城的实力的想法 结果稀里糊涂地就打了起来 差点把整个黄金取其成团面 这中间绝对有魔神在影响他的意志 只是他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罢了 不过自从他心中生起警惕之心后 这魔神的影响就再未出现 看来魔神想要对自己产生影响 也非常困难 恐怕是必须要达到某种条件 再看一眼一脸惊恐 跪在地上拼命解释的阿奇米 这家伙好像的确从来没有得罪自己 稀里糊涂地就成了阶下囚 稀里糊涂的国家也没了 整个就是个大冤种 王莽略微思考 既然不是阿奇米 那答案就已经很明显了 波伊 看来你还是做了错误的选择 王莽交代几句 阿奇米就气势汹汹地 从黄金宫殿中飞升而出 带着数百银鬼军团冲向卡斯拉庄园 数百道流星从天空中坠下 很快就把整个卡斯拉庄园全部摧毁 当阿奇米离开时 手中正提着蟑螂人波伊 他看着波伊愤怒大吼 原来就是你小子 居然把如此恐怖的存在 带来的黄金取其成 不可原谅 阿奇米一直把波伊反复攻行截肢 虐待了几次 才把他带到了黄金宫殿中 阿奇米单膝跪在黄金王座之下 身旁的波伊已经被斩断所有腿脚 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主人 我刚刚已经问清楚了 就是这小子把您的世界坐标 卖给了安吉那个贱人 他也是我们黄金一族的皇子之一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恐怕马上就要 对您的世界下手了 阿奇米说着 心中却在欢喜尖叫 安吉这个贱人 这次是贴到铁板上了 主人如此强大 他的世界肯定是强者如灵 主人 安吉那贱人的实力也就一般 虽然他治下的强者比我多了点 但在您面前不值一提 王莽点了点头 也叫阿奇米这个水准呀 那看来只是虚惊一场 行了 你父亲波尔应该死了吧 呵呵 您果然都知道 波伊艰难鸣嘴一笑 没想到 您居然成了阿奇米殿下的主人 我父亲一开始 还天真的想要用您成为贵族 哈哈 真是可笑呀 我早就已经感应到了 您身体里潜伏着一只恐怖巨兽 您一定会给整个卡斯拉一族带来毁灭 王莽看着面前喋喋不休的波伊 他身上肯定有故事 但和他王莽又有什么关系 一只巨大的影子蜘蛛 从王莽的背后挣扎爬出 很快就把面前的波伊吞入腹中 然后消失在阴影里 他再次打开聊天面板 把从阿奇米那里收集到的消息 全部都转述给了李军 最后 王莽又交代了李军两件事 军哥 这十个封印球你带着 里面封印了我一部分力量 要是大夏国遇到解决不了的敌人 你们可以直接使用 顺便麻烦你下一次上线后 帮我带一片蓝星世界树的树叶 李军点头 自从上次周末潮汐后 蓝星上就出现了五棵世界之树 而其中的 传承 火之树 便出现在大夏国的最高雪峰之上 王莽同志放心 下次我来时 一定会为你带上一片世界树树叶 三天后 李军下线 李勇等人也早就已经等候在一旁 李军把从王莽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 全部都一五一十地转述给了李勇 最后 李勇再次开口 他说问题不大 这群蟑螂人的实力一般 不用太过担心 李勇听完 整个人也放松下来 虽然王莽说一般 但这群蟑螂人实力绝对很不一般 毕竟之前已经闹骨乌龙 不过王莽既然这样说 那至少代表目前零号玩家这张王牌 还镇得住场子 李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紧张了几天的心也放了下来 喝了一口桌上的枸杞茶 他感叹一声 这种有底牌的感觉真好 就像何人斗地主 手上拿着双王四个二 剩下的全部是炸弹 这把吻了 听说 樱花国附近最近也出现了巨型蟑螂 张爱君拿着报告递了过来 里面都是最近关于樱花国的资料 据我们最新得到的消息 他们附近出现的巨型蟑螂数量 已经有上百个 而且由于他们的黑色禁区在海底 很多荒岛怪兽都无法被第一时间杀死 樱花国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 最近他们的外交团一直在联系我们 想要把部分人口移居来大下国 上面没同意 李勇点了点头 再次开口 那你最近派人盯紧点 兔子逼急了 还咬人呢 这群樱花国的人恐怕现在 还有别的心思 李勇把手中的报告放下 淡定地喝了一口枸杞茶 随着全球怪兽的入侵 目前的国际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复杂 大家都忙着在抵御怪兽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援助他国 大下国能稳定局势 一方面是因为人口众多 先天占据优势 并且造神计划非常成功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 握着零号玩家这张王牌 有恃无恐 现在大下国勉强稳定向上 如果贸然让樱花国的人移民进来 恐怕会徒增变数 得不偿失 另一边 张小龙正带着第一王牌小队 坐着飞机赶往龙海市 那里又有一只体型超过30米的巨兽 突破了防御圈 半个小时后 张小龙所有人都已经赶到 白燕戴着大大的帽子 站在张小龙身旁 身后还跟着几个辅助白燕的天赋者 郑天霸和张凡两人 则戴着蘑菇头套 跟着一群背着书包的小蘑菇人 蹦蹦跳跳地冲向了战场 但丁则最后一个从直升机上下来 他嫌弃地看了一眼郑天霸和张凡 一个人走向旁边的导弹车 五星天赋能力 活化 发动 只见他身旁两辆导弹车开始扭动 整个车身也不断旋转变形 开始长出手脚头身 如变形金刚一般 贤弟 叫哥哥来 有何事 哇呀啊呀 师傅又被妖怪抓走了吗 但丁摆了摆手 直接对着正天霸的方向指了指 去帮下那群逗逼 没事别来烦我 但丁说完 便随意进入了旁边的一栋高楼 找了个沙发坐下 他从空间背包中取出一套茶具 坐在落地窗前就开始平起茶 远方 人类与巨怪的战斗就像一场大戏 而他就向台下的观众坐看风云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但丁喝着茶 望着前方 突然随意地开口说道 只见在他背后的墙壁中 缓缓走出一个人影 丁先生 久仰大名了 丁先生 每一次见到您的能力 总是让人惊叹 真是神奇的能力 来人身高不到一米七 身材偏瘦 穿着一袭黑衣 戴着帽子 像您这样的强者 怎么能这样久居然下 真是可惜 可惜啊 但丁不为所动 还是坐在落地窗前 静静喝着茶 你叫我过来 就是说这些废话吗 你是不是在岛上待太久 和废水喝太多了 山田志也笑了笑 对于但丁嘲讽毫不在意 丁先生 你还真是直接 那我就直说了 您拥有如此强大的五星天赋能力 为什么要给大下国当狗 您这样的人 应该为王侯将相 在万万人之上 山田志也越说越激动 整个人都变得极为亢奋 丁先生 你知道吗 最近灯塔国的超能者组织 上帝之手 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是一个化时代的信号 您还在等什么 丁先生 山田志也走上前 声音低沉 其中带着某种奇异的蛊惑之力 大下国的人民需要您 只有像您这样的大才 才能真正带领大下国 走向新的时代 听到这句话 但丁手中的茶杯 微微一顿 呵呵 没想到你这小日子 还挺有眼光 但丁嘴角一笑 猛地站起 站在落地窗前 他把双手高高平举 立拔山西气盖是 石不立西追不适 像我这样的人 注定会成为一方诸侯 逐入天下 不过 但丁语气一顿 你刚当的提议 我拒绝 上田志也脸上 刚刚出现的笑意一愣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急忙再次劝说 丁先生 我们樱花国会 举全国之力支持您 您不必担心 只要我们强强联合 必然可以让您大势可承呀 但丁摇头 脸上也恢复平静 滚吧 趁我现在没反悔 不然等一下 你可就走不了了 山田志也脸色难看 刚刚他明明都差点成功了 由于片刻 山田志也不甘心地摇头 很快就融入旁边的墙壁 消失不见 房间中 但丁又再次坐在了落地窗前 静静地喝着茶 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望着手中的茶杯 他脑海中又出现 零号玩家那恐怖背影 在游戏开始第二张前 你就已经如此强大 现在 你又达到了何等境界 但丁摇了摇头 大厦国有 零号玩家这张王牌 所以才能蒸蒸日上 而这座大山 几乎挡住了所有有野心之人 如果大厦国现在像国外一样混乱 他绝对会挺身而出 然后逐鹿中原 与天下英雄同台共舞 可惜啊 像我如此的风华绝代之人 却只能屈居人下 但丁看了一眼山田志也离开的地方 眼神突然变得明亮 听说樱花国已经怪兽肆虐 死伤惨重 他们的人民应该过得很绝望吧 要不 但丁嘴角一笑 他这次见这小日子 其实早有打算 大厦国是没机会了 他决定去樱花国试试 他要把所有的樱花人征服 然后成为他们唯一的王 虽然他们地方小了点 但那里的女人据说还不错 我这么好的天赋 可不能浪费了 但丁举杯 一饮而下 次日 张小龙几人收到命令 来到了珠穆拉玛峰 此时 这座雪峰下 已经部署了大量军事基地 许多华夏国的超能者部队 正镇守在雪峰下 几人一路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雪峰顶端 只见在白雪矮矮的顶峰 一棵三米多高的火红色水晶树 正在寒风中摇曳 而越接近这火焰世界树 周围所有人就会感觉 温度越来越高 好像要融化了一般 旁边领队的一位大夏军官开口 就在这里吧 不能再上前了 这棵水晶树 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别看它周围的雪都没有融化 其实它周围的温度非常高 而且这种温度 好像只是一个概念 即便我们穿着最顶级的隔热材料 也无法削弱热感 张小龙点了点头 转身看向白燕 根据上面从零号玩家那里得到消息 世界树是智慧种族的一种 意识集合体的产物 受到世界智慧生命种族的影响 它出现在大夏国境内 也是蓝星盖亚意识 对大夏国的认可 而想要接近这棵世界树 就必须要大夏国最具威望 或者最高权力者 白燕在张小凡的鼓励下 慢慢上前 整个小队中 只有白燕感觉到的是温暖 没有丝毫灼热 世界树对于它的到来 表现出了欢迎的姿态 白燕来到世界树下 它能感觉到 这棵世界树是某种特殊的生命 你好 我可以要一片你的树叶吗 这对我们很重要 火焰世界树在风雪中飘液 只见一片红色水晶般的树叶 缓缓脱落 随风落在了白燕手中 这棵水晶树真的回应了它 白燕对着世界树行了一礼 谢谢你世界树 你好漂亮 下次我还可以过来看你吗 这次火焰世界树没有回应 但是白燕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它高兴地回到人群中 把手中的世界树树叶递给张小凡 很快一群人就离开了雪峰 在离别之际 白燕对着山顶的火焰树拼命挥手 就像和朋友在告别一般 七日后 李军再次回到荒岛世界中 并把世界树的树叶交给了王莽 在临别之际 王莽又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三颗巴掌大小的黑球交给李军 军哥 麻烦把这三颗封印球交给我的父母 挂断聊天见面后 王莽手中再次多了一颗黑色的封印球 物品 时光封印球 种类 奇物 一次性消耗品 品质 紫色稀有 简介 来自时光虫异族的寄予 拥有着时光虫异族的执念 规则效果 里面封印着一段时光 当解开封印后 封印中的力量就会再次出现 并从封印之前继续开始计时 祝 奇物属于规则物品 只有尚未奇物才可以克制奇物规则效果 评分 三颗星 看着手中黑色的时光封印球 王莽感慨了一声 没想到奇物还可以制作 怪不得之前布尔船长卖得这么便宜 十几天前 在自己完全统治了整个黄金取其成后 阿奇米为了表现自己的忠心 当天就拿出了自己珍藏许久的质宝 时光封印模板 装备 时光封印模板 种类 奇物模板 品质 紫色稀有 效果 效果一 通过观摩时光封印模板 有机会可以获得时光印记 从而掌握时光封印术 注 观摩时光封印模板会加速寿命的消耗 效果二 时光明刻 消耗一定材料和高等能量 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力量制作成奇物 时光封印球 注 封印时间最高十年 评价 三星半 往往又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一块平板大小的古老石板 上面刻着各种复杂古老的符号 在石板正中心 八颗重型符号围成圈 中间出现一个凹槽 这件 时光封印模板 还真是意外之喜 只要消耗一定的材料和高等能量 就可以用这颗石板 大量制作各种紫色奇物 时光封印球 而他之前给李军的所有封印球中 都封印了一只 影子蜘蛛 大概有自己解除三层封印后的50%实力 而今天给他父母的三颗更强 这不但可以让自己的父母更安全 拥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同时也算是他给蓝星的又一大底牌 老爸 你儿子对你不错吧 到时候 拯救世界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就在往往思考之际 阿奇米很快就来到黄金宫殿中 恭敬的丹西跪下 阿奇米单手垂胸 大声高呼 伟大的至高王 阿奇米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最近几天 阿奇米也慢慢适应了 自己变成王莽仆人的事实 而且 最近他的心态 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他以前极为自负 总是觉得自己天赋异禀 早晚会成为整个黄金蟑螂帝国的王 但是 自从见到了王莽 那恐怖的魔神身躯后 他才突然明白了 自己与真正的天才强者 存在不可磨灭的差距 如此弱小的自己 又凭什么靠自己的努力 走向巅峰之路 阿奇米恭敬的跪在王座之下 最近几天与主人接触 他发现 主人不但实力强大 而且还是仁慈的 宽厚的君主 这十几天 主人从来都没有要求自己舔他的脚趾 而且对自己的语气态度 还比较和善 成为像主人这样强者的仆人 恐怕是他难得的机遇 只要主人愿意 他绝对可以让自己登上 黄金蟑螂帝国的王座 自己觊觎已久的梦 恐怕即将实现 他会成为主人 做下最得力的助手 帮他统治整个黄金蟑螂帝国 甚至去统治这片大海 阿奇米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怎么全身都抖得这么厉害 抱歉 主人 我只是想到一些开心的事 有些激动罢了 王莽点了点头 并没有在意 他从空间背包中 拿出蓝星的世界树树叶 交给阿奇米 如果没有其他的什么事 现在就带我去融合世界树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是 伟大的至高王 我现在就去安排出行的仪仗 阿奇米躬身退出黄金宫殿 一刻钟后 九只身长百米的千足蜈蚣 拉着一辆巨大的黄金龙脸 缓缓驶出宫殿 这些千足蜈蚣体型巨大 背身六翅 长相争鸣可怖 在黄金龙脸身后 还有数百白袍蟑螂人法师 手持一杖 他们随手挥舞 所过之处就有大量鲜花盛开 为黄金龙脸开导 在队伍两侧 还有上万名银鬼军团紧紧守护 他们脸带恶鬼面具 坐下 骑着巨大的独角仙巨兽 威势惊人 只见所有的千足蜈蚣 振翅一挥 巨大的黄金龙脸就缓缓升空 而在那黄金龙脸上 王莽正随意地斜躺着 他手中拿着一个有些破旧的手机 打开了一局单机版的王者荣耀 叹息的一声 哎 这张王人一族的美人实在是太恐怖了 连当皇帝的乐趣都没有了 不知道这中末之海中 有没有精灵一族 就在王莽躺着玩手机之时 一行人很快往黄金取其成的中心而去 他们来到岛屿中心最高的山峰上 只见封顶上有一座巨大的黄金神殿 那黄金神殿的中间是一片露台 在露台的中心处 一棵高约三十多米的水晶树 屹立在这片天地间 而随着王莽越来越靠近 这棵巨大的水晶树仿佛有所察觉 一圈圈波纹开始在空中荡漾 想要把王莽驱逐开来 只可惜 这些反抗都是在做无用功 在王莽强大的防御力和各种抗性叠加下 他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伟大的制高王 请您在这里歇息片刻 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 我可不希望你成为下一个博弈 阿奇米恭敬的低头 郑重地再次开口 主人 我绝对不敢欺骗你 王莽微微点头 他刚刚问话时 借用了黑宝的强大感知能力 阿奇米并未说谎 很快 阿奇米就拿着世界树的树叶来到了露台上 其实 这座水晶树下的露台 是一座巨大的传送法阵 他现在只要微微动用世界之力 就可以瞬间传送回圣都 逃离这里 但是阿奇米并不想这样做 如果自己就这样逃回去 就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回到圣都 自己会成为所有皇子中的笑柄 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而黄金取其成的丢失 王族绝对不会放过 作为失败者的自己 他最后还是会死 甚至会作为反面教材 永远地出现在历史史册上 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 与其作为失败者死在圣都 不如作为主人的仆人 征服整个黄金蟑螂帝国 阿奇米站在世界树下 疯狂大笑 历史总是由成功者书写 千年后 站在世界树之下的阿奇米嘴角上扬 整个人已经兴奋到颤抖 主人那么强大 这片海域早晚会被他统治 我不是背叛了整个黄金蟑螂帝国 我这是拯救啊 我将成为整个蟑螂人种族的救世主 为帝国改写新的篇章 手中的树叶缓缓向前 一阵耀眼的光芒 从世界树上猛地迸发 随着世界树迸发出光芒 整个黄金取其成世界也未知一阵 整座岛上的蟑螂人都抬头望向岛中心 似乎那里有什么事正在发生 此时 蓝星 大夏国的最高雪峰之上 火红色的世界树开始飞速生长 瞬间就长到了五米多高 两颗金色的光球 像果实一样挂在树冠下 这两颗金色光球正是世界之力 同时在大夏国境内 所有的华夏人都好像有所感应 抬头望向天空 最高会议室中 坐在主位上的老者浑身一阵 年迈的身体突然迸发出生机 整个人好像年轻了十岁 而另一边 难得休息一天的白雁正蹲在家里 手中抱着一个抱枕 认真地看着喜洋洋和灰太郎 突然 他感觉浑身涌现出一股热力 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 他转头看向下窗外 好像感应到什么 世界树好像很高兴 白雁犹豫了一会 然后给张小龙拨通电话 他决定去看一看世界树 几天后 826局秘密地下基地 李勇坐在办公室里 面前站了一群人 送来大量的报告 据我们最新收集到的情报 大夏国最近自然觉醒者的比例 突然上升了10% 已经成为了全球最高 就在几天前 雪峰上的火焰世界树 突然发生了某种变化 在短短数个小时之内 生长到了5米 而在世界树发生变化之后 大夏国所有玩家猎杀怪兽 获得经验 好像得到了略微增幅 据最新的实验数据统计 所有大夏游戏玩家 在我们本土 可以获得5%的实力增幅 但是如果通过黑色禁区 进入荒岛中 增幅的效果就会消失 其他三大国的外交部 昨天发来亲切慰问 他们想要知道 世界树提升的方法 就在三天前 位于非洲的黑飞国 突然受到大量不明 超能者玩家的袭击 并且他们已经在 瓜分整个黑飞国 根据军事专家们的猜测 恐怕这是各大国的联手出击 他们想要掠夺 位于非洲的生命之术 根据最新的情报 灯塔国的超能者反政府组织 上帝之手 已经占据了生命之术 李勇看着面前的报告 国内的情况还算稳定 但是国外已经鸡飞狗跳 战争不断 黑飞国的情况令人同情 他们的情况再次证明了 弱国无外交 大下国不想重蹈覆辙 就必须不断增强国力 也因为这件事 上面已经通过了 第三次扩增全民玩家转化法案 最多不过半年 大下国的觉醒者 和超能者玩家比例 将超过全国总人数的10% 人类的情况已经如此恶劣 各大国居然还在内斗 一旁站着的张爱军有些愤愤 虽然他不喜欢黑飞人 但各国的行为也让他不耻 不过是 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 和为了各自的利益罢了 李勇放下手中的报告 这件事 华国并没有参与 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据最新他们收集到的情报 全球80多个黑色禁区中 已经超过20个黑色禁区 出现了巨型蟑螂的身影 这代表蟑螂人一族 已经发现了蓝星的20多个入口 而且这些入口 几乎全部都在亚洲 恐怕要不了多久 这些蟑螂人就会倾巢而入 不同种族的大战即将开始 最近国外的局势不用管 他们也不敢随意来我大下国 李勇看一下面前的所有人 最后再次开口 同时 让我们的人盯紧整个亚洲 所有黑色禁区的动向 只要发现类似蟑螂的怪物 就要第一时间反馈到总部 是 就在大下国严阵以待之时 中墨之海 一座巨大的岛屿中 这里是位于蟑螂海域的第56区 黄金布丁城 在黄金布丁城的内城区 一座巨大的由黄金组成的布丁宫殿 正屹立在最中间 宫殿的最中央 一只巨大的黄金蟑螂人 正高坐在王座上 他的体型更加柔和 身上还有大量的银白色线条 背后还有像浮游一样的六对透明鱼翅 像裙摆一样长长地拖在身后 他的样子与普通的蟑螂人 已经有很大的区别 整个身体更具人形 四手双足 身形婀娜 体态优雅 他正是黄金蟑螂一族的第56位皇子 黄金公主 安吉殿下 此时在他面前 正单膝跪着大量的银甲蟑螂人 安吉殿下 之前我们从黄金取气城 带来的消息是真的 我们已经发现了 二十多个新世界的入口 殿下 已经有大量的世界探索者 发射回来定位信息 据我们的人分析 这个世界恐怕是原处事件 和其他巨皇子发现的小世界不同 这是一个被中墨之海 刚刚侵蚀的完整大事件 随着这句话说出 整个黄金宫殿的蟑螂人 都兴奋地高声欢呼起来 甚至连端坐在王座上的安吉殿下 也不由激动的失态 安吉举起手中的金色权杖 整个人优雅地从王座上走下 水晶般的羽翼拖在身后 高贵而美丽 这是何等的幸运呀 连章狼母神都在祝福我 安吉摸了摸胸口的红宝石项链 这是阿奇米曾经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 他一直佩戴在身上 我的亲爱的哥哥呀 你不愧是我曾经最喜爱的人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然后品尝你身体中的每一部分 安吉猛然转身 背后的六只羽翼全部展开 手中的金色权杖高高举起 通知下去 从现在开始 黄金布丁城 禁止一切同行 所有人没有我的命令 都不得离开世界之魔 我会用世界之术 封锁整个世界之魔 防止消息走漏 再通知蟑螂母神殿的36位行者 让他们准备开始探索这些世界入口 找到最适合的登陆地点 同时 我需要你们在7日之内 集合全岛所有的赢甲蟑军团 准备介于战争 安吉说完 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一张残破的旧纸 然后轻轻撕开 一阵无形的波动 覆盖住整个黄金宫殿 大量白色的宫殿 冲入到所有蟑螂人的体内 这张残破的旧纸 是一件紫色品质的消耗型奇物 古神的契约 刚刚他已经与所有在场的蟑螂人 签订了保密契约 要是有人想泄露消息 便会被契约的力量瞬间吞噬 所有人随时准备 等36行者发现最适合的登陆点后 我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 获得这个原初世界所有的世界之术 随着安吉的一声令下 很快蟑螂母神殿中 就冲出36道形态不一的身影 他们带着部分的的银鬼军团 分别乘坐巨船 消失在海岸边 黄金取其成 三只巨大的蘑菇人 守在黄金王座旁 在王座上 只剩下一颗水晶球 悬浮在空中 水晶球内 王莽正在森之国中 不停地挥拳 挥汗如雨 虽然他的实力已经足够强 但每天的修行从未停下 最近他又找阿奇米 要了很多蟑螂人的凝视法 学习了更多运用式的技巧 实力比之前再次提升了一大截 简单来说 就是他又变强了 王莽闭上眼睛 感受着身体中的事 整个人也慢慢悬浮在空中 随着最近不断练习 他甚至已经可以像超人一样 在空中随意飞行 这也是试的一种使用方式 从空中落下 他再一次来到蘑菇田 并把刚刚收割的白玉蘑菇 变成了蘑菇人 放眼望去 整个花园中 已经到处都是熟睡的蘑菇人 密密麻麻 最近休整的也差不多 是时候准备出海升级了 王莽感叹一声 便往躺椅上一靠 最近几天 他感觉自己身体中的荒岛污染 已经快要寂静消除 也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不过在出海之前 他还有几件事要做 第一件事 就是收集整个黄金取集成内的 所有食用的大海秘宝 特别是紫色稀有品质的大海秘宝 他全都要 很多大海秘宝 配合他的天赋能力 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紫色品质的大海秘宝 往往都具备各种奇特的力量 第二件事 就是找阿奇米 获得这片海域航线图 为之后的出海炼集做准备 在这片大海中 存在各种诡异的绝境 有时候 人力根本就无法阻挡 中墨潮汐 黑太阳 死亡赤潮 深海大流沙 这每一种天灾 只要遇到 除了躲避 便没有其他应对方法 除了这些大海上的绝境外 中墨之海中 还充满着许多死亡之岛 每一个文明世界 被中墨之海分割吞噬之时 总是能爆发出 文明最后的火花 而这也造就了一座座 千奇百怪的死亡之岛 就拿人类来说 如果有一天 灯塔国被中墨之海所吞噬 在绝境之下 恐怕所有的核武器 都会被引爆 而中墨之海上 也会出现 一座诡异的辐射之岛 吞噬来往的所有冒险者 所以 想要在中墨之海中航行 海域航线图非常重要 它可以帮助自己 躲避很多危险的绝境 第三件事 便是找到突破等级的办法 往往打开面板 看着面板中的等级一行 等级 50级 突破第二世界等级中 只有突破第二世界等级 才能突破界限 继续提升等级 在上次自己用黑丝领域 把整个荒岛的怪兽杀死后 它的等级一路飙升 最后升到50级后 就停止不前 面板中的提示是 自己必须要突破第二世界等级 才可以继续升级 但即便它后来 把岛上的黑色金刚等 百米巨兽全部杀死 也还是没有突破到第二世界等级 第四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必须要找到应对魔神的方法 特别是魔神标记的具体情报 之前与这群蟑螂人大战时 那周围突然出现的各种诡异的声音 绝对不是它的幻觉 以上四件事 就是它目前最重要的四件事 至于有其他蟑螂人 入侵蓝星这种小事 它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孩子总有要长大的一天 人类世界以后 一定会遇到各种危机 也是应该让他们独自去面对一下了 自从离开荒岛后 它的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它一直给蓝星当保姆 对蓝星和自己都是一种阻碍 蓝星会因为没有经历过铁血的磨难 而无法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文明 自己也会因为蓝星的牵绊 最终被魔神吞噬 所以它必须不断强大 只要自己还活着 人类文明就永不会熄灭 随着王莽来到蘑菇田 多姆很快就恭敬地迎了上来 多姆 你之前不是说 你们蘑菇人一族的盛气 在某个蟑螂人贵族手中 这个贵族的名字叫什么 多姆一愣 眼睛突然变得明亮 大人 他是黄金曲奇城最大的贵族之一 大公爵莱恩 他位高权重 自身也是强大的玩家 他一直待在森芝国中 所以并不知道 王莽已经统治了整个黄金曲奇城世界 王莽挥了挥手 就只记住了这个名字 他离开森芝国的花园 再次出现在黄金宫殿中 很快 阿奇米跪在了他面前 伟大的至尊王 阿奇米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阿奇米 我要你制作的船怎么样了 主人 今天就可以完工了 这艘船的质量 是我亲自监工 是集合了整个黄金曲奇城 所有工匠的结晶 并完全按您的要求制作 王莽点了点头 又再次问道 你上次献给我的 时光封印模板 我非常满意 但是 这还远远不够 我需要更多大海秘宝 给你三天时间 去收集黄金曲奇城 所有蓝色品质以上的大海秘宝 阿奇米宫镜的低头 没有丝毫犹豫 是 伟大的至高王 走出黄金宫殿 阿奇米眼神有些灼热 强大 贪婪 王的仁慈 主人身上的每一种品质 都简直是为征服世界而准备的 以前还是他的眼界太小了 黄金蟑螂帝国 又算得了什么 只要主人继续成长下去 说不定可以进入内海 成立一个全新的神国